第402章 斩杀慕炎尼灵 灵妖女帝复苏 面对慕炎和尼灵俩人的亥然 采烟和采蝶并没有手下留情 但混沌竟是雷火所凝聚的祖龙虚影 一把轰爆俩人的神通攻击 并且将俩人彻底重创后 采烟和采蝶撕裂风暴冲击 一人一边轰在俩人的身上 这接踵而至的恐怖攻击 令得慕炎和尼灵俩人再次受到重创 胸膛骨裂都发出如炒豆般的骨裂声 混蛋 你这个婊子真该死 感受到身体受到了重创 慕炎在垂死挣扎中大声嘶吼 身上燃烧起恐怖的九彩烈焰 原本是人族形态的慕炎 在这一刻化为一头猙獰的九彩吞天蟒 当然体型上要圆圆小于洞府中这一条 这便是慕炎的本体 纯血的九彩吞天蟒 在踏入圣经后 就能在人族形态和吞天蟒形态来回变换 人族形态因为体型较小有利于战斗 但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实力的发挥 吞天蟒形态 才是他们最为巅峰的状态 那种残暴的攻击力手段 还有灵甲凝聚出的防御 都不是人族形态能比的 可就在此时 慕炎才刚化身为吞天蟒形态 一根长枪凝聚着恐怖的雷火之力 撕裂空间从彩烟的身旁暴射而出 这是肖臣即用系统空间暂时封存攻击 在以神将之法降临彩烟的石海 在对方身边打开系统空间所释放出来的 哪怕洞府内有阵法封锁 也没办法限制这种操作 破 几乎在电光火石之间 还不带沐烟反应过来 那一根雷火长枪便一把贯穿沐烟的脑袋 将对方庞大的蟒蛇身躯 一把钉死洞府的石壁上 这一幕让泥林的瞳孔近乎炸裂 也让灵妖女帝的残魂为之惊骇 她明明已经用阵法镇压洞府内的空间 不仅让外人无法传送进来 也让进入的洞府内的生灵无法开启自身的储物那间 甚至还能压制帝兵和尊王兵的威力 可为什么眼前这俩人还可以随意撕裂空间 召唤如此恐怖的攻击 放过我 看到沐烟在片刻间就陨落了 泥林被吓得花容失色 连忙对着彩烟求饶到 但彩烟身为一代美毒沙女王 岂会是心慈手软的圣母之辈 身形刹那间逼近到泥林的身前 完全放弃防守 施展出神通攻击 手握长剑便对着泥林暴斩而下 哼 下一刻 泥林想要激活身上的守护玉佩 但却被洞府内的阵法限制到了 仅仅不到一秒的时间差 彩烟的剑光便轰在对方身上 在对方胸膛上展开一道口子 而泥林也是凶残 在守护底牌被压制住 无法躲开这一剑之时 他神情癫狂地刺出一剑 狠狠刺入到彩烟的胸泪 杀了我 你同样也得死 长剑刺入到彩烟的胸泪 泥林面色猙獰的低喝道 体内真元净数灌入长剑 试图一举摧毁彩烟的五脏六腑 可同样在这一瞬间 另外一道剑光落下 轰在泥林的后脑上 让这一位帝女喷出最后一口鲜血 神情僵硬地偏过头 只看到另外一张冰冷的面孔 赫然是在一旁找机会的彩蝶 很抱歉 本王应该死不了 彩烟低头看着刺入他胸泪的长剑 在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后 便一掌拍在泥林的身体上 彻底了结这一位帝女 紧接着将长剑从胸泪处拔出来后 随着一阵白光在他身上闪过 彩烟的伤势瞬间恢复如初 只是衣服上破了个洞 能看到一抹雪白而已 如此诡异的一幕 让灵瑶女帝的残魂为之亥然 被人刺穿了胸泪 眨眼间就恢复了 这是什么变态恢复力 难不成 眼前这位吞天莽后裔 血脉发生了某种变异 拥有恐怖的自愈能力 想到这里 灵瑶女帝的心中 涌现出激动和贪婪 如果能夺射这个女人 再融合原生的血脉精华 她或许可以重活第二世 以后修为重修到帝君九重镜 再配合这种不可思议的自愈能力 她的战力爆发将会远远超过原生 届时 重回吞天莽一族 夺回属于她的地位 还有首任军家老二 以报她的杀身之仇 这都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被波塞西同学挑衅 这我能忍 我直接从冲出酒店 找到对方来一套千年沙和魔风波 让对方变成了速趴波赛西 你们两个很不错 但本地的传承 只能融合一人 接下来 你们两个谁要是能存活到最后 便能获得本地这一身血脉精华 在念头落下之时 灵瑶女帝的话音 回荡在洞府内 试图蛊惑彩烟和彩蝶 自相残杀 在她看来 面对一位女帝的传承 哪怕是手足兄妹 也会抵不住诱惑 从而自相残杀的 利用阵法封锁洞府 挑选出合适的猎物 在我们进入到洞府内后 无事简洁了当地 选一个进行夺赦 而是先引诱我们一行人 自相残杀 看来 你这一缕残魂 应该没有多少实力 或者说 为了尽可能的封印 你这一身血脉精华 你因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就连一些手段 现在也没办法动用了 对吧 在灵妖女帝的话音落下后 彩烟和彩蝶 并没有动手厮杀 反而是冷笑着 看向洞府上方 彩烟更是说出了她的猜测 这让洞府瞬间陷入到死寂 不得不说 你确实很聪明 但聪明的人 往往死得也是最快的 下一刻 随着这一道话音回荡开来后 洞府内的石柱 也一根根亮起 整个洞府剧烈地震动起来 一股难以形容的帝威 也在洞府内席卷开来 但你只说对了一半 本帝为了封印这一身血脉精华 平常确实无法动用多少的力量 甚至不足以对付圣王晋的生灵 但这并不能代表 本帝这一缕残魂 就没多少实力了 在最后一句话落下之时 那一头死去的九彩吞天蟒 死灰而空洞的眼眸中 在此时燃起两团火焰 九彩光芒弥漫整座洞府 如同一尊死去已久的大恐怖 在这一瞬间 全面复苏了一半 为了封印这一身血脉精华 他确实没办法随意地动手 就无法再次封印血脉精华 这也就是说 他想要夺赦 融合他人身躯的机会 只有一次 一旦错失了残魂和血脉精华 就只能消散了 所以他才会如此谨慎 先蛊惑这几人自相残杀 借此查看这几人的潜力 从而挑选出最合适的肉身 而现在 在意识到采烟身体极为不凡 他终于做出决定夺赦此人了 姐姐 我们该怎么办 看着眼前这一头九彩吞天蟒 全面复苏 彩蝶原本还算镇定的脸庞 在这一刻也变得有些苍白 一尊死去的大地强者 哪怕短暂的复苏后 只能发挥一部分实力 那也是恐怖的帝君静 他们两个 只有圣王静修为 如何抵挡这一位灵鸟女帝 不要慌 我们还有夫君 夫君可以应付 听到彩蝶的话语 彩岩的神情依旧平静 轻声安慰了对方一句 既然萧尘让他们进入洞府 自然会有足够的底牌应对 所以 哪怕是这位女帝短暂复苏 她内心也不会感到多少的恐慌 这便是对于萧尘的信任 果然 在彩岩话音才刚刚落下之时 她死海中也传来萧尘的声音 第403章 这一刻 他们意念合一 宝贝 你想不想感受一下 帝君静极致的力量 听到萧尘这一道话音 彩岩整个人都愣住了 让她感受一下帝君静的实力 她这一位夫君 还有如此手段 不过 这并不是 让彩岩感到最诧异的 让她最为诧异的是 萧尘竟然叫她宝贝 相当于以往的直呼真名 还有私底下的小骚女王 这个称呼 虽然有些肉麻 但她还是好喜欢 用你们的死亡 来迎接本地的心声吧 在彩岩被萧尘这一句话聊到之时 灵妖女帝的话音 也再次回荡而开 原本死去的九彩吞天蟒肉身 在血脉精华之力激活爆发后 竟然重新涌出一种生机波动 虽然这种生机 只是无根之水 维持不了太久 但也足以让这一位女帝 爆发出帝君境之力 而在话音回荡间 灵妖女帝也是干脆利落 并没有细耍彩烟和彩蝶 就直截了当地调动阵法 恐怖的阵法之力 镇压着整个洞府 周围的空间如同被凝固一般 令得彩烟和彩蝶都动弹不得 可同样在这一瞬间 萧尘的魂体真灵 彻底接管彩烟的身体 一张水晶卡片 从系统空间内飞出 下一刻崩碎化为一团光点 直接没入到彩烟的身体内 这正是帝君境修为体验卡 原本帝君境体验卡 是无法被其他人使用的 可若是以神将之法 掌控他人的身躯 则是可以毫无阻碍地 使用这些道具 毕竟 系统是依附他的魂体真灵而存在的 不管他的魂体真灵 在哪具身体内 都可以随时随地地动用系统功能 这便是开挂的变态之处 也是他敢让彩烟和彩蝶 进入洞府的最大一掌 哄 几乎在光点融入的一瞬间 彩烟身上的修为气息 如同吃了烈性炸药一般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疯狂地暴涨起来 仅仅只是眨眼间 修为波动就达到帝君境 恐怖的帝威也横扫而开 周围的空间禁锢 瞬间崩溃 一头无比猙獰的九彩吞天蟒虚影 如同法相一般 盘踞在彩烟的身后 尾部更是将彩蝶守护笼罩在里面 姐姐?看到自家姐姐突然间的变化 彩蝶的嘴巴忍不住张开 脸上露出一抹难以置信 什么时候 她姐姐也成女帝了 不对 这是萧辰 萧辰进入到她姐姐的体内 俩人此时水乳交融 直接融合为一梯了 卧槽 怎么有一种好变态 却又好刺激的感觉 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是一位帝君 相对于彩蝶的震惊和激动 灵妖女帝却是惊骇和恐惧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眼前这一位女子 竟然也有帝君境的实力 并且那种修为波动 还不是一般的帝君境 而是达到了帝君境巅峰 这不就是在隐狼入室吗? 好奇妙的感觉 这就是帝君境的玄妙吗? 在彩蝶和灵妖女帝心神震动之时 彩岩此时的内心也很不平静 这一刻 她依旧能感知到身体的存在 只是暂时失去了身体控制权 同时还能清晰地感应到 萧辰的存在 那种奇妙的感觉 简直是玄之又玄 就像是意念合一 忙完回到酒店 我又被美渡沙同学审讯了 我连忙说我是龙珠迷 出去看苏帕塞亚人了 美渡沙同学还是一点怀疑 仔细感受好了 这便是大地层次的恐怖力量 在彩岩为此失神之时 萧辰的话音随之响起 神将之法 可以分为两个类型 一个是强行屏蔽对方的魂体真灵 从而夺取并彻底掌控对方的身体 以往对五行死灵尸魁和天行剑等人 他都是采取这种简单又粗暴的方式 另外一种 则是视觉感知全部共享 唯独他占据了主导而已 而此时 他对彩岩使用的正是第二种融合 可以让对方在最大程度上 感受到这一份恐怖的力量 在话音落下的同时 萧辰没理会灵妖女帝的大喊大叫 只是轻轻抬手对着前方虚空一按 恐怖的九彩火焰横扫而出 洞府的空间瞬间变得扭曲 无数阵温不断崩毁破灭 原本只是千丈大小的洞窟 在这一刻化为了万里天地 放眼望去 到处都充斥着九彩火焰 一道道火蛇 犹如一条条九彩吞天蟒 在这一片恐怖的火海中来回穿梭着 这一幕让灵妖女帝的心神 再次为之骇然 改天换地 唯有修为达到帝君境极致 触碰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人才能扭曲天地法则 改天换地 这哪怕是他巅峰之时也没法做到这种事情 你究竟是谁 在心神极度骇然中 灵妖女帝再次大喝道 拥有如此实力 并且还有九彩吞天蟒血脉 在东狱必定不是无名之辈 可他印象中却没有有关于此人的半点资料 难不成是在他陨落的这些年中 吞天蟒一族新诞生的大地强者 死人 不需要知道太多事情 萧承文言依旧十分淡漠 对着前方虚空一按后 他又反手微微一抬手 前方虚空顿时爆碎炸开 一盏袖迹斑驳的古灯 还有一尊庞大的荒顶 也出现在这一片虚空 这赫然是不灭魂灯和大荒恋神顶 恐怖的帝威在寝客间内横扫而开 不灭魂灯悬浮于上空 一缕灯焰从灯头出飘浮而出 随后化为漫天火海倾覆而下 大荒恋神顶悬浮于下方 煞时间膨胀到百里大小 随着九彩火焰的疯狂灌入 在虚空中演化出巨顶虚影 将这一片天地彻底封锁住 一道道火蛇不断地冲天起 随后朝灵瑶女帝不断地聚拢 两尊几道帝兵 看到眼前如此恐怖的攻势 灵瑶女帝的残魂都快下丢了 他现在就算是激活血脉精华重新复苏 最多也只能发挥出帝君五重镜的实力 如此实力 别说是应付大地境 哪怕是帝君七重镜 他都难以与之抗衡 而眼前此人不仅展现出大地层次的实力 并且还催动两尊几道帝兵对他进行镇压 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在心神惊骇中 灵瑶女帝疯狂催动修为 庞大的九彩吞天莽身躯 在这一片火海中不断挣扎 十二根石柱更是爆发出莫大的伟力 化为一座大镇跟漫天火海轰在一起 轰鸣声滔天震彻于天地 但在萧尘如此压倒性的力量面前 这位女帝所施展的任何神通攻击 都只能像是泡影一般被强行轰爆 那种来自灵魂和肉身上的毁灭性打击 让这一位女帝真正意识到死亡的降临 放我一马 我愿意成为你附庸 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请你不要抹杀本帝最后一线生计 在生死存亡之时 灵瑶女帝在心神全面崩溃中 对着萧尘歇斯里帝的大喊道 筹备了数千年 好不容易才判来了合适的肉身 结果却是一位恐怖的索命死神 这结果让她无法接受 也让她内心极度不敢 如果这一次再被人击杀 可就是连残魂都没有了 第404章 若是他们胆敢强攻的话 杀无赦 很抱歉 你死了比活着更有用 听到灵瑶女帝的话语 萧尘的目光一片冰冷 刚才这家伙 可是要夺射采烟和抹杀采蝶 哪有现在一句轻飘飘的臣服 就可以为自己换来一线生计 更何况 如果不宰了这家伙 熔炼对方的血脉精华和残魂之力 采烟和采蝶这一次 岂不是白来了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伸出的手掌骤然紧握 整片星空发出惊天的轰鸣 恐怖的九彩火焰不断倾覆而下 那头九彩吞天蟒的头顶上 也浮现出一尊诡异的魂灯 随着灯燕的燃烧和九彩火焰的冲击 灵瑶女帝庞大的蟒蛇身躯 本帝就算是死也不会便宜你 听到萧尘的话语 还有看到周围的攻势 在此时变得愈发恐怖 灵瑶女帝话音怨毒的怒吼着 那一头九彩吞天蟒的肉身 弥漫出一种毁灭性的波动 九彩火焰不断肆虐 一刀刀裂缝宛若若蜘蛛一般 在庞大的蟒蛇身上急速蔓延 想自爆毁掉肉身 看到灵瑶女帝的动作 萧尘神情没什么变化 只是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下一瞬间 原本悬浮在灵瑶女帝头上的 那一盏不灭魂灯投影 突然爆碎炸开 一种毁灭性的力量 如同因果关联一般 也在灵瑶女帝的石海中爆发 将对方那一缕残魂彻底抹杀 一代女帝彻底陨落 而九彩吞天蟒体内凝聚的恐怖能量 在失去灵瑶女帝残魂的控制后 如同脱缰野马一般疯狂的肆虐 不过也在此时 萧尘掌控着彩岩的身体 出现在九彩吞天蟒身前 手掌按在庞大的脑袋上 在大地层次的恐怖力量下 这头九彩吞天蟒体内涌动的能量 在这一刻也逐渐平息了下来 这家伙燃烧了不少血脉精华 不过剩下来的这些 也足够让你们发生蜕变 感受着这尸身蕴藏的血脉精华 萧尘对着彩烟和彩蝶说了一句 随着这一句话音的落下 萧尘手中硬绝不断变换 大荒炼神鼎将这头九彩吞天蟒的尸身 彻底笼罩住 随着时间不断推移 灵瑶女帝的尸身被彻底炼化 化为一汪如流银一般的血池 散发着一种令人心计的能量 不过经过萧尘的炼制后 血脉精华已经十分温和 只要是身负吞天蟒血脉的生灵 都可以轻易吸收合融合 让自身血脉和修为发生蜕变 时间快到了 接下来你和彩蝶就在大荒炼神鼎中 炼化着一汪血脉精华 外面的事情交给我处理即可 感受到帝君进修为体验卡 快要到实现了 萧尘在石海内对彩烟说了一句 接着回收灵瑶女帝残留在洞府内的宝物 便将身体控制权交还回给彩烟 有了这一汪血池的支持 彩烟和彩蝶或许能在短时间内 轻而易举地突破到圣王境巅峰 甚至是突破到至尊境也有可能 除此之外 还能从这一汪血脉精华中 继承灵瑶女帝的某些神通 对于俩女来说 绝对是难以想象的大机缘 傅君 谢谢 感受到萧尘魂体真灵的离去 彩烟在重新掌控身体后 脸上露一抹复杂的神色 短短一刻钟内 不仅帮轻易帮他们解决了危机 还让他感受到大地层次的力量 甚至还赠予他们一场机缘造化 这一生 能有如此为他们付出的夫君 以后哪怕是死也没有遗憾了 在念头落下之时 彩烟和彩蝶进入到大荒链神顶内 开始融合和炼化那一汪血脉精华 洞府外面 时间回到静一刻钟前 但慕烟被萧尘一枪钉死在洞府石壁上时 天魁和天西猛地睁开双眼 神情难以置信地看向洞府 怎么回事 慕烟竟然陨落了 俩人互相对视一眼 都看到对方的震惊 慕烟可是族内的弟子 是大长老慕薇的第七代玄孙 天父资质在族内都堪称顶尖 怎么进入洞府 还不到半刻钟就陨落了 不过还不等天魁和天西平复情绪 霓灵留在他们 这里的魂念也灭了 这让俩人又是一脸骇人 霓灵也死了 这怎么可能 两大弟子弟女接连陨落 天魁和天邪头皮都炸了 这两大弟子弟女可是族中的天骄 每一个若是能培养起来 未来都是一位帝君强者 现在却接连陨落在洞府里面 甚至连求救讯号都没传出来 难不成 灵妖女帝这一座古墓洞府是陷阱 专门用来坑杀吞天蟒一族的后裔 哼 就在俩人内心不断猜测时 洞府内突然爆发一阵轰鸣 整座古墓洞府疯狂震战起来 一股毁灭性的能量波动 从古墓洞府内弥漫出 好可怕的动静 难道他还没死 看着眼前如此惊人的动静 天魁和天蜥纷纷做出猜测 神情在这一刻变得阴沉无比 轰开这一座洞府 事情便能知晓了 在神情变得阴沉之时 天魁和天蜥都站了起来 帝君静修为也轰然爆发 拦住他们 若是他们胆敢强攻的话 而在俩人修为爆发之时 萧尘目光扫了俩人一眼 话音冰冷地对着天行剑和天蜥等人说道 说完 萧尘也没有在关注这里 便进入楼阁内盘腿坐下 施展神将之法降临到彩烟的石海空间 两位 说好了 让他们四人进入到洞府内争夺机缘 你们两个气势汹汹的是想做什么 在萧尘话音落下之时 天行剑身形出现在洞府前方 帝君七重镜的修为横扫爆发 我族弟子弟女死了 这洞府里面有诡异 看到天行剑突然拦在前方 天蜥面色有些阴沉的喝道 姐姐姐 你族弟子弟女死了 你们就想轰开洞府 我们两位魔主夫人可在海里面探索 若是因为你们俩的动手强攻洞府 在里面出什么意外 你们担得起吗 天蜥的话音才刚刚落下 天蜥也出现在天行剑的身边 看着俩人话音刺耳的怪笑道 洞府外的气氛瞬间剑拔弩张 如此恐怖的能量波动 洞府内明显发生变故 若不及时轰开洞府禁止 只怕你们的魔主夫人 也会接连陨落在里面 听到天蜥的话语 天蜥深吸一口气息 话音低沉的回应道 这个倒是不劳 你们费心了 生死各安天命 我们静候即可 天行剑文言摆了摆手 神情十分淡然的说道 如果你们执意强攻 就先过我们这一关 要知道 萧辰可是连死去的大荒老祖都能复活 自身更是能爆发出 大地境的恐怖实力 岂会让自己两位夫人遇险 所以 他们只需安心听吩咐行事 其他事情都交给萧辰即可 第405章 还不到半个时辰而已 这就已经探索完毕了 随着天行剑这一番话落下后 天蜥和天蜥的面色变得阴沉 既然两位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再等等 在沉默一下后 天蜥缓缓松开紧握的拳头 身上的气息逐渐平复下来 眼前这俩人 他们有把握可以对付得了 但车碾上那一位地军八重进抢者 还有那一位更为神秘的魔主大人 可不是他们能对付的 一旦冲动出手 后果会很严重 所以 他们还是得将这里的情况 都汇报给女帝和大祭司后 再考虑接下来要不要动手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一旁的天蜥点了点头 在此时也没有反驳 俩人都退到了一边 将这里的情报传递回族内 而天蜥和天行剑剑壮 也没有去刺激这两人 只是盘坐在洞府石门前 紧接着周围的风吹草动 看来这一次 要有麻烦了 柳若先察觉到这种动静 身形出现在楼阁看台上 目光扫了古墓洞府一眼 又看了看不远处的天窥和天夕一眼 接着便落在萧尘和梁冰等人的身边 对方的弟子弟女陨落 不仅是跟洞府的惊变有关 或许跟采烟采蝶也有关系 现在看这情况 吞天蟒一族那两位长老可能又摇人了 等吞天蟒一族最强的那几位帝军赶到 稍有不慎 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一场血战 不必太担心 老朽在方才 已经让天行剑这小子 以大荒宗宗主的名义 召集各大帝军长老前来 就算吞天蟒一族又有帝军强者赶来 我们这边的阵容完全可以应付得了 在柳若先话音落下之时 大荒老祖突然开口回到 这一段时间 在萧尘大力相助下 不断提供各种资源 他的修为已经恢复到帝军二重镜 虽然比起天蟀和良兵等人 战力还是稍微逊色了一点 但起码也能发挥出一些作用 不至于像之前一样 只能在一旁干瞪眼 当然 他现在最大的作用 就是能以老祖之名配合天行剑 号令大荒宗其他的帝军进强者 有大荒宗众多高层的加入 再加上他们这边几位强者 哪怕是吞天蟒一族的高层都集体出动 他们也未必不能一战 嗯 希望如此吧 柳若仙闻眼点了点头 但眉宇间依旧露出一抹担忧 神情凝重地注视着这片天地 不知道为何 他心中的不安变得愈发强烈 就如同当年 那一位黑暗禁区之主 要降临百兽山脉一样 老四 你有没有觉得 那一位悬疑女子 看起来有些眼熟 在柳若仙身形出现在车脸看台上时 天魁皱着眉头对着天蜥询问了一句 这一道身影 给他有种熟悉的感觉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到过 这倒是让他心中感到郁闷和好奇 看起来似乎有点眼熟 天蜥文言目光扫了过去 眉头在此时也微微皱起 而车脸上的柳若仙 在感觉到俩人目光扫过来后 他眉头忍不住一皱 身形当即消失不见 确实有种好熟悉的感觉 他究竟是谁 看到柳若仙身形消失不见 天魁和天蜥神情愈发疑惑 他们以前跟柳若仙并没有真正接触过 只是从画像上看到过这道身影 不过时间过去的有点久 加上此时俩人心情烦躁 一时半会还真想不起来 先不用管他了 大祭司和大长老还有二长老 都在朝柳若山脉这里赶来了 接下来 还是想想要怎么应付吧 想了一会 没想起柳若仙究竟是谁后 天魁摆了白手 沉申开口道 沐言是大长老沐威的后裔 倪林是二长老弥喊的后裔 在两者心目中都有不俗的地位 如今却一同陨落在柏兽山脉内 还是在他们两大长老的照看下 这两个老家伙 心中必定会积攒着滔天怒火 说不定还会冲他们两个发现 他们倒是要先想好一番说辞才行 在这种面头落下之时 天魁和天蜥都阴沉着脸默默盘坐着 沉重的气氛也弥漫在洞府外的天地 在小姨子的拱火下 美杜莎同学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回到房间打扮两个半小时后 出来我人都傻了 这是什么造型 一刻钟后 萧尘睁开了双眼 抬起头便看到柳若仙那绝美的身姿 傅居 情况怎么样了 看到萧尘清醒过来 柳若仙轻声询问道 虽然知道有萧尘出手 绝对不会有什么意外 不过他还是有一些好奇 洞府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情况安好 吞天蟒一族上一任女帝 想夺涉彩烟和抹杀彩蝶 现在已经被我彻底抹杀 彩烟和彩蝶正在大荒链神顶内 炼化对方残留下来的血脉精华 没有十天半个月应该不会出关的 萧尘文言淡淡一笑 右手轻轻一挥 大荒链神顶出现在楼阁内 周身的符文更是不断闪烁 此时大荒链神顶看起来才一丈来高 但内部空间却是别有洞天 如同一个小型的洞天伏地 彩烟和彩蝶浸泡在一汪血池中 不断吸收着血池中蕴含的精华 修为气息也在炼化中节节攀升 这一汪血池 原本彩烟和彩蝶 没有几个月时间是没办法炼化的 但有了大荒链神顶的辅助 十天半个月应该就足够了 在这一段时间内 他无法动用大荒链神顶作战 不过这对萧尘来说影响不大 毕竟 在拥有每月一百次免费升级后 他随时都可以批量制造出帝兵 夫君果然是精士之才 听到萧尘轻描淡写的话语 柳若仙脸上露出一抹惊叹 吞天蟒一族上一任女帝 他还没成达到帝君境时 早就听说过这一位女帝的事迹 这可是一位帝君九重境强者 哪怕还没达到帝君境极致 也是站在大陆巅峰的人物 没想到如今 却落得如此下场 当真是让人唏嘘 萧尘文言只是淡淡一笑 脸上没有露出傲然之色 为了斩杀这一位女帝强者 他可是毫不犹豫地 弄用一张底牌 对方会落得如此下场 也不足为奇 在念头落下的时候 萧尘目光看向窗外 看着外面天地一片平静 他脸上浮现出一抹诧异 刚才天蟀和天蜥 气势汹汹的爆发修为 他还以为这俩人会忍不住 直接动手呢 没想到竟然没打起来 看来这俩人 倒不是什么愚蠢狂妄之辈 我们该离开了 看了外面一眼后 萧尘突然开口道 一道指令传入到天蝎和天行剑等人的耳中 现在灵妖女帝洞府的机缘已经得到 他们也没必要继续待在百兽山脉了 毕竟 此地是柳若仙和黑暗禁区之主 曾经生死搏杀的地方 若是碰到暗夜魔灵族的人 接下来可会有更大的麻烦 魔主大人让我们走了 听到萧尘的传音后 天蝎和天行剑诧异地抬起头 神情都忍不住愣了一下 从进入洞府到现在 还不到半个时辰而已 这就已经探索完毕了 没说什么在对视一眼后 身形微微一晃都回到车脸上 双头魔龙魁发出一阵嘶吼声 当即拖着车脸行弓冲向天际 这一幕让天蝎和天蝎都看梦了 第406章 你以为你是苍蓝界的执法者 什么情况 看到双头魔龙魁冲向天际 天蝎和天蝎再愣了一下后 脸色瞬间为之巨变 他们的弟子弟女死在洞府内 而那一对魔主夫人都没看到出洞府的 这一行人竟然就要离去了 很显然 这里面绝对有蹊跷 不能让他们离开 几乎在念头浮现的一瞬间 天蝎便忍不住抱贺一举 身形化为流光冲天起 帝君七重镜的修为轰然爆发 九彩火焰也疯狂地喷涌而出 一道道火蛇宛若万蛇出洞一般 几乎在一瞬间便封锁百里天地 随着天蝎右手猛地紧握 无数火蛇倒卷倾覆而下 朝着双头魔龙车脸轰去 竟然敢阻拦 看到天蝎爆发的神通攻击 天行剑和天邪的面色一沉 俩人在此时也都爆发修为 两道神通施展而出 迎向了这漫天火蛇 轰隆 当轰鸣声震撤于天地 车脸周围的空间也尽数崩塌 带种动静足以惊动方圆千里 天蝎所施展的神通被当场轰爆 但一行人也被天蝎给阻拦下来 天蝎更是冲到了前方 施展神通封锁住虚空 这让萧尘的眼神忍不住一宁 看来今日不打一架 还走不了了 姐姐姐 你们俩个这是什么意思 想找死吗 看着天蝎和天蝎 一左一右阻拦在前方 天蝎话音低沉地开口喝道 一股森然之意弥漫于虚空 你们两位魔主夫人 可还没出来呢 为何你们要急着离去呢 天蝎并没有理会天蝎的话语 只是话音低沉地反问了一句 如果那两个女人 已经陨落在洞府 那些人应该会动手轰开洞府才对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 直接就离去了 如此反常的行为 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 那一位所谓的魔主大人 丝毫不在意他夫人的死活 再感应到 俩人都陨落在洞府内后 觉得有些索然无味 才会想着离去 另外一个则是 那两个女人 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这座洞府 甚至已经得到洞府内的机缘和传承 所以 这一行人才会急着要离去 就是怕被察觉到后会引起麻烦 这两个可能性 无疑是后者更有可能 本公子做事 何须向你们解释 你们这般阻拦 可有想过后果 在天魁话音落下后 萧尘走到楼阁外面 看着俩人沉声说道 这让天魁和天西的面色一沉 都感受到一种可怕的压迫感 可若是放任萧尘等人离去 他们都无法跟大祭祀交代 我族弟子弟女死得不明不白 洞府内的传承也没绝出归属 还请阁下再次逗留一些时间 待我们将洞府内的情况探查明 岂未再离去也为时不晚 在萧尘话音落下后 天魁硬着头皮说道 不过他话语还没说完 就被天蝎冷笑着打断 姐姐姐 让我们一行人都留下来 等你查明情况才能离去 你以为你是苍蓝界的执法者 此话落下 气氛变得更加紧张 天蝎和天行剑等人 神情都是一片冰冷 完全没有半点要妥协的意思 那此事是没得谈了 天魁面色一寒 拳头骤然紧握 在此时也做出了决定 动手 拖到大祭祀他们到来 下一刻 天魁对着天蝎爆喝一声 双手截出一道神秘硬绝 一道道九擦火柱 不断在虚空中冲天起 甚至还有一道道火焰纹路 在虚空中蔓延 天蝎在听到这话后 也没有任何的犹豫 同样爆发修为 截出一道硬绝 配合天魁在虚空中 凝聚出一座恐怖的火焰大阵 一道道火蛇不断喷涌而下 将这一片虚空化为了火海 那种威势 哪怕是帝君八重镜的强者 看到了也得面色俱变 看我一脸震惊 美渡沙同学露出邪魅的笑容 说我不是喜欢速趴塞亚人吗 接下来就试试 速趴美渡沙的厉害 我 沙 萧尘化音淡默地说了一句 他本来不想把事情搞大 但这俩人还敢不依不饶 那就别怪他痛下杀手了 哄 在萧尘化音画下后 站在双头魔龙魁身上的天蝎和天行剑等人 一个个都爆发修为 施展出神通杀招 朝着那一座九彩火焰囚龙轰击而去 伴随着碰撞的爆发 轰鸣声震撤于天地 万丈虚空在冲击中不断地崩摊 什么情况 有帝君级的大战 在一行人爆发大战之时 黑暗禁区五长老叶湖 才刚刚进入百兽山脉不久 看着千里之外那一片恐怖的风暴冲击 他瞳孔忍不住一缩 身形停滞在虚空中 因为在他的感知中 前方竟然有三道气息 修为达到了帝君七重镜 难不成 在这一片化为废墟的百兽山脉中 突然间有什么惊天大纪元出世了 这一次 或许真有惊人的收获 在念头落下后 夜狐深吸一口气息 身体在此时变得无比漆黑 如同是要跟黑夜融为一体 化为一道影子似的 这便是暗夜魔灵族的血脉天赋 暗影夜行 可以将身体虚化 彻底融入黑暗中 从而能完美地隐秘自身 此时虽然不是黑夜 但它也可以融入大地阴影 让自身完美地融合于天地 别说是同等级强者 哪怕是帝军八重镜 甚至是帝军九重镜 也很难看破它的隐秘 若是他们想要刺杀一个人的话 就算是帝军镜强者 也防不胜防 这便是暗夜魔灵族的恐怖 而在夜狐小心翼翼靠近之时 虚空中的厮杀也进入白热化 在没有将力出手的情况下 哪怕集合了天行剑 大荒老祖 天邪 良兵 王德发 这五位帝军镜强者的攻击 这一座虚空大阵 还是没办法被攻破 甚至一行人 还有些落入下风的趋势 毕竟 五大帝军强者 就有三个都不在巅峰状态 目前修为恢复的最高的 也只有帝军四重镜而已 而对面可是两位帝军七重镜强者 并且还是吞天蟒一族的顶尖强者 想要击败这两人 可不是容易的事 夫君 我也出手吧 若不然的话 我们会被拖死在这里 看着虚空中的战况变得愈发激烈 柳若仙在迟疑一下后 对着萧尘轻声开口道 嗯 速战速决 就算真的引来了那家伙 这一次就一并解决了吧 萧尘文言目光闪烁 在沉默一下后说道 让柳若仙出手 虽然有暴露的风险 也好过被拖死在这 就算柳若仙的身份真的暴露了 以他如今掌握的底牌 也不是不能应付得了 没准还能借助这一次机会 让黑暗禁区 为此付出代价 甚至还能让他威震冬裕 让众多势力都闻风丧胆 第407章 托住他们半刻钟 待本座真身降临 王德发 你小子在滑水是吧 你继续滑水 等此战过后 你看本军搞不搞你就完了 在萧尘和柳若仙对话之时 天蝎被天魁一拳轰了下来 顿时对这一位小弟大吼道 他奶奶的 他们几个是疯狂进攻 想要以最快的速度 轰爆这一座大阵的 而王德发这老油条 却是一个劲的防守 这瞥了一眼 直接把天蝎给气的呀 要不是他这具肉身 少了那三两肉 他高低也得让这老家伙知道 到底什么叫做工 什么叫做手 王德发听到这话后 脸色一变 当即爆喝一声 疯狂爆发修为 一副不要命的轰向那座阵法 但下一刻 伴随着轰鸣声的滔天乍响 王德发整个人被轰了回来 口中还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卫军生 卫军死 今日 老奴愿意为魔主大人抛头颅 洒热血 纵使到死身骁也无怨无悔 在身形被轰飞的同时 王德发还不忘做样子 那悲戚的话音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一位忠肝义胆的老仆人 为了主人的安危 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让萧尘嘴角微微一抽 同样就在这时 柳若先一步跨出 出现在虚空中 一股恐怖的帝威 瞬间席卷天地 虽然他此时的修为 也只有帝君四重镜 但那种压迫感 可要比王德发和天蝎强太多了 同等级中 柳若先的战力 绝对是最顶尖的 甚至在帝君境中 还能越即而战 随着万柳真元的爆发 一尊恐怖的柳树虚影 浮现在柳若先的身后 一根根柳条垂目而下 犹如秩序锁链一般 挥舞而出 便朝着天魁和天蝎 抱抽而去 万柳法香 你是柳神 看到这一尊恐怖的柳树法香 天魁和天蝎 同空猛的一缩 在这一刻 也认出了柳若先 怪不得先前会有熟悉的感觉 原来是百兽山脉原先的霸主 一位能以帝君八重镜修为 爆发出堪比帝君九重镜战力 甚至是重创黑暗之主的强者 对方的名声 可比一些帝君九重镜强者 还要响亮 没想到这一位 在失踪数百年后 竟然还会再一次重返百兽山脉 难道他不怕黑暗禁区 找到他吗 一瞬间 天魁和天蝎在震惊中 脑海中闪过诸多念头 但俩人此时 也来不及继续深思了 因为在柳若先出手后 天行剑和大荒老祖等人 一个个也都疯狂地反扑 各种神通施展而出 甚至还祭出了帝兵 那种恐怖的威势 让俩人面色一变 守住 在怒吼声中 天魁和天蝎也都祭出帝兵 真元灌入其中 施展出神通 配合周围的阵法 轰向了柳若先等人 他们两个在实力层面上 虽然要占据一些优势 却有六位帝兵 哪怕单体实力比不上他们两个 但此时一同联手后 也异常恐怖 轰隆 下一刻 伴随着神通的碰撞 轰鸣声震撤于天地 天魁和天蝎 原本能压制住天行剑 一行人的阵法 在这一瞬间 也如同泡影一般炸开 毁灭性的冲击 化为风暴席卷而开 天魁和天蝎在冲击中 都喷出一口鲜血倒卷 目光有些惊骇地看着这一行人 原本一位帝兵 七重镜强者 能压制好几位低等级帝军的 更别说 还是一些帝军三四重镜的弱者 可眼前这几个家伙 除了天行剑和那个糟老头之外 另外几人的战力爆发 都异常恐怖 每一个几乎都能越即而战 这简直太不合理了 难不成除了柳若仙之外 另外几个也曾是巅峰强者 那是 那是柳若仙 在天魁和天蝎被轰飞之时 刚靠近到百里之外的夜湖 看到那一株万流法香后 心神也是为之骇然 整个人差一点从阴影中直接跳出来 原本他只是猜测而已 没想到 他们苦寻几天的柳若仙 竟然真的藏匿在百兽山脉深处 这一招灯下黑 玩得可真溜啊 只可惜 这一次被他给看破了 对方也将无所遁行了 必须尽快通知魔主大人 在心中震动之时 夜湖从身上摸出一枚魔珠 一道讯息瞬间传递了出去 不仅通知了身在黑暗禁区的夜蓝 也通知落在周围的另外几位长老 这一次 不管这一位柳神 还有什么手段 可没办法像上一次一样逃脱了 在念头落下之时 夜湖并没有声张 反倒是变得更加的小心翼翼 朝着战场中心继续靠近过去 本公子不想与你们吞天莽一族为敌 可你们两个若再执迷不悟的话 本公子也不介意将你们抹杀掉 在夜湖愈发逼近之时 萧尘看着被轰飞的俩人 话音低沉的再次警报道 两位帝君七重镜的强者 并且是一种九彩吞天莽 除非他和江丽出手 否则柳若仙等人 可以击败这两人 但想要再短时间斩杀这两人 这绝对不可能 在萧尘这一番话落下后 天葵和天西身形僵硬在半空中 脸上也都露出一抹挣扎的神色 以他们两人的底蕴和实力 确实无法将萧尘等人留下 如果再继续打下去 他们很可能会为此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甚至还有可能陨落 为了查明沐岩和倪林 究竟是如何陨落的 就让自身陷入生死危机中 这可是十分不明智的事情 在念头落下之时 天葵和天西都缓缓收敛气息 目光凝重地看着萧尘一行人 你们走吧 没本事留住你们 这是我们的失败 只是灵妖女帝的传承 还有沐岩倪林的陨落 一旦女帝和大祭司他们追查起来 我们两个也没法为你们开脱什么 在沉默一下后 天葵沙哑地道 撤 萧尘文言瞥了两人一眼 朝天行剑等人挥手说道 双头魔龙魁发出一阵嘶吼 便拉着车碾行弓冲向远方 什么鬼 不打了 叶狐隐匿在大地阴影中 看到上空突然停下厮杀 萧尘一行人还准备离去 他在猛逼中也有些急了 魔主大人 那一株草木之灵要跑了 在神情胶着中 叶狐再次传讯 拖住他们半刻钟 待本座真身降临 几乎在叶狐信息传出之时 那枚魔珠中传出一道话音 随后便化为流光暴射而出 一阵幽光闪耀天地 原本残留在百兽山脉深处的 一些黑暗不祥之里 在这一刻 也像是受到牵引一般 化为一道道黑烟 不断冲天起 第408章 三百多年前的恩怨 就在今日彻底解决吧 什么情况 就在双头魔龙车年扭曲空间 要传送回幻星城万宝商会时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 让天行剑和天邪等人的面色一变 还以为天窥和天息 又不知死活了 但下一刻 几人瞳瞳猛的一缩 神情再次发生变化 不对 这是黑暗之力 看着眼前冲天起的黑暗气息 令得整片天地 瞬间变得昏暗起来 天邪和天行剑 神情都变得凝重 如此恐怖而纯正的黑暗气息 似乎只有暗夜魔灵族才会有 这附近 有暗夜魔灵族的强者 黑暗之力 还真把这些家伙引来了 看着周围冲天起的漫天黑烟 消沉的眼眸中流淌着一抹寒意 随后抬手示意 一眼停下 如此动静 应该是个硬茬子 夫君 我留下来挡住他 你和良冰他们 在消沉心念落下之时 柳若先话音低沉的道 不过他话语还没说完 就被消沉开口打断了 说什么傻话呢 此事虽然出现得有点意外 但我们也不是没实力应对 别忘了你夫君手里 可是掌握着杀手锏 消沉话音柔和的安慰一句 说完 消沉目光看向下方大地 话音变得有些森冷刺骨 藏头入尾的家伙 还不滚出来吗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消沉目光锁定在十里外的一处地面中 这让隐匿在阴影中的夜狐 为之骇然 他现在可还处于逆影的状态 没想到 一下子就被消沉看破了 这家伙 莫非是一尊大地 把他轰出来 消沉看到夜狐还继续隐匿 当即对着天蝎等人吩咐到 在系统升级后 鉴定功能也跟着升级 不仅能看到更多基础信息 还有了能看破虚妄的能力 所以哪怕是帝君九重进抢者 也休想在他的眼皮底下藏匿 结结结 小老鼠藏得挺好 听到消沉后 天蝎怪笑一声 修为轰然爆发 一道幽光轰向消沉所看的地方 天行剑和大荒老祖等人 在此时虽然都没有开口 但一个个也都爆发修为 一道道神通横贯于天地 直接轰在那一片大地上 伴随着轰鸣声的滔天乍响 夜狐所在的位置被轰出一个深坑 紧接着一道黑炎火柱也冲天起 几大帝君一同出手 你们倒是看得起我 在这一道话音传开后 一道身影也冲天起 这让消沉等人眼神微微一鸣 帝君七重镜 感受到夜狐的修为波动 消沉嘴角掀起一抹残忍的弧度 弄死他 在这几个字音落下之时 天行剑和天邪等人一步踏出 崩碎虚空朝夜狐震杀而去 几道神通覆盖天地 令得夜狐面色大变 本君特意跑过来帮你们 此时不出手 还愣着干嘛 看到漫天神通倾覆而下 夜狐在施展神通 抵挡的同时 也对着天魁和天兮大声吼道 这让俩人都露出一抹冷笑 这家伙 无非就是想拉他们挡道而已 还恬不知耻地说是来帮他们 真当他们俩人老糊涂了不成 哄 在天魁和天兮冷笑间 轰鸣声再次震撤天地 夜狐的神通 被天行剑等人当场轰爆 整个人如同垃圾一般 被轰飞了出去 口中更是喷出一口黑血 面对一位帝君七重镜 外加几位帝君四重镜 她在同级中 就算是极为强大的存在 此时也抵挡不住 这几人的联手镇压 而夜狼 可是要她拖延一刻钟 现在看这情况 别说是一刻钟 哪怕是十几夕 她还能不能活着 都是一个问题 别狠狠恶搞一番后 我出来抽根烟透透气 发现了一位充满高级感的女人 这不是波波熙同学吗 她在这里赌我 柳若仙 想不到你藏了三百多年 竟然又回到百兽山脉了 同样在此时 从夜狐手上飞出的那一枚魔灵珠 在吞噬残留在百兽山脉中的黑暗气息后 竟然传出一道森然的话音 紧接着 在众人看过去之时 滔天黑暗气息凝聚成一道漆黑的身影 恐怖的帝威 令得这一方天地不断颤抖 那种气息 竟然达到了帝君八重镜 虽然在帝君八重镜中不是特别强大的感觉 但此时从修为层面上已经超过了在场众人 黑暗禁区之主 夜兰 看到这一道身影出现 不论是柳若仙和天行剑等人 亦或者是天魁和天西这两人 一个个面色都为之巨变 夜兰 黑暗禁区之主 据他们所知 这家伙已经存活了一万两千多年 修为在帝君镜中已经达到了巅峰 一身站立在东狱中 绝对能排得近前几 当年对方之所以会被柳若仙重创 一方面是这家伙疏忽大意 急于得手 才会一时疏忽正面承受全部的攻击 另外一方面 是因为柳若仙本身就是一个异类 站立在同级别 可以说是近乎无敌 修为更是达到帝君八重镜巅峰 在兵解肉身施展出禁忌之术后 完全可以击杀帝君九重镜强者 所以在那一战中 才可以重创夜蓝 但也只是让对方伤势重了一点而已 还没法让对方陨落和伤到修为根基 可想而知 这家伙的实力是有多么强大 仅仅一道分身投影 修为就有如此实力 这家伙 便是黑暗禁区之主吗 在众人心神惊骇的同时 萧尘目光盯着这一道身影 眼眸中流淌着刺骨的寒意 今天如果不解决这家伙 只怕他们一行人 未来都不得安宁 帝君四重镜 看到柳若仙没有回话 夜蓝感知一下对方的状态 话音也带上一抹惊异 短短三百多年时间 不仅肉身重塑完毕 就连修为也恢复到如此程度 看来 你这些年 是有机缘在身 你废话说完了吗 夜蓝的话语还没说完 就被萧尘冷声打断了 三百多年前 你伤了若仙 现在还想打她的注意 你的狗胆 还不是一般的打 在最后一句话落下后 一股冷冽刺骨的杀意 从萧尘身上弥漫而开 你们几个对付那个魔灵族强者 这个家伙 就交给本公子来收拾 听到萧尘的话 柳若仙和天邪等人 目光锁定夜湖 天行剑也下意识 要直奔夜湖而去 但就在这时 天行剑突然感应道 随着萧尘轻声吐出两个字音 对方的魂体真灵 竟然降临在他的石海内 这令得他瞳孔忍不住放大 什么情况 萧尘这是要夺舍他不成 在这个念头浮现之时 天行剑只觉得身体失去了控制 就连魂体真灵也被强行屏蔽了 紧接着 当对方的瞳孔重新聚焦之时 荒芜之力在他体内汹涌爆发 只不过此时 掌控身体和修为的 已经不再是天行剑 而是萧尘这个外来者 三百多年前的恩怨 就在今日彻底解决吧 随着这句话的传出 萧尘抬手轻轻一抓 五行修罗枪出现在他手中 紧接着一阵白光闪耀而起 五行修罗枪直接从尊王级极品提升到帝君级极品 一股恐怖的帝兵之威 也猛地横扫这片天地 第409章 太残暴了 刚才我们还真的是服大命大 急到帝兵 感受到这一股恐怖的帝威 叶兰的眼神位之一宁 目光锁定在萧尘身上 准确地来说 是锁定在天行剑的身上 只是此时 对方的身体已经被萧尘所掌控着 也可以变相地视为是萧尘的傀儡 只有帝君七重进修为 却有一尊急到帝兵 你这家伙究竟是谁 叶兰并不认识天行剑 此时有些疑惑地问道 急到帝兵这种东西 除了一些大帝强者 其他帝君强者 想要拥有都是奢望 没想到眼前这家伙 竟然能有一尊 你的废话有点多了 萧尘文言只是冷笑一声 也懒得出手试探这家伙 直接调动天行剑体内的荒芜之力 宛若洪流一般的 没入五行修罗枪 下一刻 伴随着天地爆发一阵撕裂声 一道枪芒犹如惊鸿横灌天地 煞世间便对着夜兰轰击而下 不知死活 听到萧尘的话语 还有看到这攻势 夜兰的神情一冷 纵使 他这一道分身投影 只有帝君八重进实力 最多只能维持半刻钟 但也不是一位帝君七重进强者 所能招惹的 在冷喝声传出的同时 夜兰只是抬手对虚空一抓 身后便有无尽的黑雾涌动 一只干枯如同鬼手 皮肤宛若清灰食言 手腕却遍布红毛的手臂 直接从黑雾中探了出来 跟那一枪猛的轰在一起 煞世间 轰鸣声震动天地 方圆万丈内的虚空彻底崩塌 毁灭性的风暴不断席卷肆虐 不论是天魁和天兮 或者是柳若仙等人 都被这种冲击强行逼退 滚 在冲击疯狂肆虐中 夜兰华音冰冷的冷喝道 身上爆发出恐怖的黑暗不祥之力 身后的黑雾中传出惊天的咆哮 就好像有什么绝世大恐怖 准备从黑雾中冲出来一般 滚你妈 同样就在这一瞬间 萧尘抱了一句粗口 两人的上空突然冒出一盏青铜古灯 急到帝兵之威再次横扫天地 随着灯燕摇摆不定 一股诡异的因果之力 直接降临在夜兰身上 不灭天魔灯 看到这盏魂灯的出现 还有感受到这种力量 夜兰的神情再次一变 这可是天魔族的至宝 怎么会落在此人的手里 莫非眼前这一位帝君强者 是被哪位天魔大帝夺射了 在心神惊骇中 夜兰也来不及深思 便疯狂地催动暗黑之力 试图侵蚀头顶上的魂灯投影 可就在这一瞬间 他头顶上的魂灯投影 灯燕突然间暴涨起来 魂灯投影宛若烟花一般爆碎炸开 一股毁灭性的灵魂冲击 轰在夜兰的分身投影上 这令得对方的身躯不断扭曲 口中也发出一阵暴怒的嘶吼 不论你是谁 本作都不会放过你的 感受到分身投影 在灵魂冲击遭受重创 体内的黑暗不祥之力 也维持不了太久 夜兰在嘶吼中结出硬绝 分身投影瞬间爆碎炸开 所有黑暗不祥之力 融入到魔灵珠内 一道道魔纹遍布于虚空 紧接着便形成天地囚龙 将消沉一行人笼罩在内 此阵 名为暗夜囚天 是借助地宝所衍生出来的 地军级大阵 此时配合他这道分身投影蕴含的力量 足以困住地军八重镜强者一时半刻的 只要能撑到他真身降临 届时凭借地军镜极致的修为 足以碾压在场任何一位强者 在话音的回荡中 暗夜囚天大阵爆发出惶惶震危 黑暗不祥之力疯狂的侵蚀虚空 令得这一片变得如同黑夜一般 也彻底封锁住虚空 断绝阵法内任何人 想要撕裂空间离去 逮到我后 浑然不顾及女孩子的矜持 硬是把我拉到他房间 还换了一身睡衣 问我好看不 这不是欠 揍吗 魔主 看到夜兰的分身投影 竟然在短短十几期间 就被萧辰强行打爆了 夜虎挡住柳若仙等人的攻击 脸上忍不住露出一抹惶恐 以阵法封锁住虚空 确实能将萧辰一行人都困死在这里 但也将他这位长老困死在这片天地 此时让他一个人 面对几大帝军进强者 这就跟杀了他有什么区别 姐姐姐 你的魔主大人 没有我的魔主大人厉害 所以 接下来你就该下地狱 去忏悔吧 看到夜虎一脸惶恐地嘶吼着 天邪忍不住发出刺耳的宁笑声 神通再次对着夜虎倾覆而下 柳若仙和大荒老祖 还有梁冰和王德发 此时也没有任何留守 一个个再次展开攻击 对着夜虎便是一顿狂轰乱炸 你们俩个弱不出手 等一下你们全都得死 被四位低级帝军压制 夜虎一脸憋屈和惶恐 再次对着天魁和天兮大吼道 在以黑暗之力挡住几人的神通之时 神行更是朝着天魁和天兮暴射而去 去你大爷的 不要过来啊 看到夜虎横冲而来 天魁和天兮都忍不住暴和道 神行在惊慌中更是急速暴退 开什么玩笑 刚才萧辰祭出两尊击道地兵 所爆发出来的战力 把他们都看傻眼了 还以为是天行剑跟他们厮杀的时候 故意在放水 如果是刚才那种战力爆发 配合两尊急道地兵的话 完全能一打二碾压他们 所以此时 他们最明智的做法 便是要先明哲保身 不能再跟萧辰一行人起冲突了 其他的事情 可以等到大祭司等人降临再说 三百多年前的恩怨 就从你开始收利息吧 在一行人在黑暗求天阵内追逐之时 萧辰冷冽的话音 也回荡在这片天地 紧接着 一道残影划破天际 在毁灭性的力量中 一道枪芒也再次扫出 直接封锁夜虎周围的空间 朝着对方的天灵带轰过去 不 看到这无可匹敌的一枪 夜虎疯狂催动黑暗之力 在周围凝聚出一道道守护屏障 手中更是寄出地兵挡在了身前 但下一刻 伴随着轰鸣声的炸响 夜虎的守护屏障被当场轰爆 就连地兵也被一击砸飞出去 那种恐怖的力量落在夜虎身上后 令得对方胸膛炸裂 口中更是鲜血狂喷 身形如同炮弹一般砸落大地 还不等夜虎有所喘息 柳若仙和天邪等人 一个个都施展神通 对着大的轰了下去 在夜虎的嘶吼和求饶声中 这一波攻势 持续了半刻钟才停了下来 夜虎整个人被轰成渣渣了 对方到死都想不明白 这次预感会有惊人的收获 怎么会把他自己给送进去了 太残暴了 短短不到一刻钟 便宰了一位帝君 刚才我们还真的是扶大命大 目睹夜虎惨死的过程 天魁和天兮对视一眼 脸上都露出一抹庆幸 幸好他们刚才没跟萧尘等人打红眼了 若不然 现在能不能活着还是一个问题 只是接下来 一行人都被困死在这里 等到黑暗禁去之主降临 恐怕又是一场惨烈的厮杀 他们必须想办法 先脱身才行 第410章 夜兰真身降临 大战一触即发 刚才发生了什么 在天魁和天兮内心震撼之时 萧尘的魂体真灵也回归本体 这让天行剑有些猛逼地睁开双眼 我的真元和魂力 竟然亏空了九成 感受到体内魂力和真元近乎亏空 天行剑突然有种被掏空的感觉 脸上也露出一抹惊魂未定之色 他完全没想到 萧尘竟然还有如此手段 可以轻而易举地夺舍他 借助他的身体和修为进行战斗 这一位魔主大人 未免也太恐怖了吧 要是以后 趁他在刑防之时来一下 那他岂不是 不过想想也不会 这位魔主大人身边红颜知己众多 对其他人的伴侣应该不会感兴趣 就剩这个鸟蛋乌龟壳了 另外一边 在天行剑胡思乱想之时 天邪和王德发等人 都抬头看向了虚空 只要破除这座阵法的禁锢 他们就能离开这鬼地方了 随着念头的落下 几人都催动修为 就要施展神通 轰开这座大阵 不过就在此时 萧尘的话音突然响起 不用管这座阵法 你们先抓紧时间调戏一下 接下来或许还有一场乐战 听到萧尘的话语后 几人神情微微一愣 目光看向车碾楼阁 魔主大人 我们不破阵离去 要留在此地死战 在意识到什么后 王德发话音颤抖地询问道 脸上露出一抹惶恐的神色 黑暗禁区 这可是堪比荒谷军家 真龙一族的恐怖势力 据说在禁区深处 还有修为已经半只脚踏入到神境 实力比叶兰更为恐怖的禁忌存在 惹上黑暗禁区就算了 现在还要留下来血战 仅凭他们这边这几位帝君 一旦叶兰率领众多长老降临 这跟找死有什么区别 结结结 你这老小子刚才滑水就算了 现在竟然敢怀疑魔主大人的决定 王德发的话语才刚落下 脑门就挨了天蝎一巴掌 在前者文言一脸憋屈地抬头之时 天蝎又淡淡地道 记住 身为奴仆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毫无保留的信任魔主大人 若不然的话 你可是会失去很多东西的 甚至是自己的小命 听到天蝎这意味深长 却又充满警道的话语 王德发身子猛地一颤 后背忍不住冒出寒意 老奴该死 竟然敢质疑魔主大人的用意 还请魔主大人 莫要跟老奴见怪 说着 王德发哐哐就甩了自己两巴掌 这让萧尘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行了 抓紧时间调整状态吧 萧尘也没在意这种事情 对王德发说了一句后 便看向了柳若仙等人 一会见机行事 如果情况不妙的话 我会护送你们离开 然后送他们一份大礼 听到萧尘这几句话 天蝎和大荒老祖等人都有些疑惑 他们并不知道 萧尘拥有天谴灭是印的事情 所以此时听得有些云里雾里 而柳若仙和良冰 文言都一脸震动 如果萧尘真的动用那一道杀手锏 只怕整个冬域都会为之惊骇欲绝 黑暗禁区之主也必定会陨落于此 只是为了干掉黑暗禁区之主 就动用掉如此底牌的话 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一番枯燥无谓的探索后 波赛希同学问我今晚能不能别走 开什么玩笑 不走等着被仙人跳吗 吓得我提裤子走人 他们竟然不打算破阵 看到天蝎等人在萧尘的吩咐下 都盘坐双头魔龙魁身上调息后 天魁和天蝎一脸猛逼 这帮家伙竟然要留下来 等待黑暗禁区之主真身降临 究竟是谁给他们的勇气 我们要破阵吗 在内心感到震惊中 天蝎对着天魁问道 黑暗禁区在玄天境内 比起吞天蝎一族所在的天盲山脉 要更加接近百兽山脉 如果黑暗禁区之主先一步降临的话 他们搞不好 可会卷入两者的厮杀中 这可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以我们俩人的实力 无法在短时间内破开这一座大阵 更何况 一旦我们出手破阵的话 被黑暗禁区之主感应到 可能会被误以为是敌人 届时 我们搞不好 就站到黑暗禁区的对立面了 在天蝎话音落下后 天魁沉思了一下 话音低沉地说道 大祭司他们应该不会 比黑暗禁区的人晚到太多 在没跟他们接应之前 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 随着这一番话的落下 天魁和天蝎 退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 跟萧尘一行人保持距离 免得等下黑暗禁区之主降临 他们俩人直接就被牵扯进去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天地陷入死记中 气氛也变得愈发压抑 不过这种死记 在持续了半个钟后 虚空中突然响起轰鸣 暗夜秋天阵轰然震动 紧接着在颤抖中突然崩塌 化为一个庞大无比的漩涡 悬挂在百兽山脉的虚空中 一个森然而恐怖的黑暗气息 宛若风暴一般席卷整片天地 就如同三百多年前 夜兰降临百兽山脉 这种动静让柳若仙瞳孔一缩 想起了曾经那些痛苦的回忆 想不到你竟没破这逃 反而留在这里等本座降临 区区帝君七重进修为 你倒是对自己很自信 在萧尘和柳若仙等人抬头之时 随着这话音回荡在天地间 夜兰也如魔神一般的降临 目光落在天行剑身上 那种如同主宰般的恐怖压迫感 领得天行剑的脸色忍不住一变 他都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这就让他有种很郁闷的感觉 除了这一位黑暗禁区之主 竟然还来了三位帝君强者 看到夜兰走出漩涡后 后方还跟着三道身影 萧尘的眼神微微一鸣 这三人 一位帝君八重进 两位帝君七重进 想来应该是没有被夜兰派到其他境内 寻找柳若仙的帝君竞强者 完了 三位帝君后期强者 外加一位大帝强者 这怎么打 看着虚空中的夜兰和另外三位魔灵族的长老 王德发老脸被吓得有些苍白 就连天行剑和大荒老族等人 一个个面色也变得凝重无比 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 若不然 这只万年草木之灵 本作就只好收下了 随着这两句话的落下 夜兰抬手对着虚空一抓 黑暗不祥之力横扫天地 周围在此时化为一片恐怖的黑暗炼狱 到处都充斥着黑暗之力凝聚成的黑眼 这让天魁和天息面色巨变 改天换地 帝君竞极致的实力标志 这位黑暗之主 抬手就能施展如此手段 看来自身的状态已经恢复到最巅峰了 而夜兰并没有理会天魁等人的惊骇 在封锁替换这一片天地后 一只充满不祥气息的黑暗巨手 便对着萧尘一行人抓了下去 那种威势 可要比先前分身投影所施展的 不知道恐怖了多少倍 哪怕是天邪这些帝君强者 此时竟然也有种动弹不得的感觉 可想而知 这种实力压制有多恐怖 第四百一十一章 我法则领悟不如你 但真元属性克制你 哼 这只草木之灵你收下了 你是怎么敢说的 在夜兰施展神通轻浮而下之时 萧尘冷着一张脸便踏空而出 一张水晶卡片从虚空中飘落 当话音传出的同时 水晶卡片爆碎炸开 一股无比恐怖的帝威 从萧尘身上轰然爆发 下一刻 伴随着混沌竟是雷火的冲天起 萧尘只是对着上空轻轻挥出一拳 龙银声乍响于天地 一头燃烧着火焰 周身还带着闪电 宛若天地主宰一般的祖龙虚影 在嘶吼咆哮中也迎向黑暗巨首 帝君竟极之 感受到萧尘身上的修为波动 不论是夜兰和后方几位帝君 又或者是远处的天魁和天息 一个个瞳孔都忍不住一缩 怪不得胆敢有恃无恐 原来对方是真有实力 两位大帝强者的厮杀 不亚于天灾降临于世 轰动 在几人心神震动之时 两道神通也轰然相撞 难以形容的风暴冲击波 在虚空上横扫肆虐开来 夜兰所凝聚的那一只黑暗巨首 在混沌雷火祖龙的轰击下 竟然被硬生生的轰爆了 混沌竟是雷火 跟黑暗不祥之力碰撞 爆发出如同熔岩遇到冰雪的呲响声 黑暗不祥之力也在被吞噬和净化着 这一幕 让夜兰的瞳孔猛的一缩 脸上露出一抹骇然之色 这是 竟是妖火 不对 这是融合了天结雷霆之力 还有混沌五行之力的竟是妖火 感受到这种雷火的属性气息 饶使夜兰已经活了一万多年 此时还是被震惊到面部扭曲 竟是妖火 本来就克制黑暗不祥之力了 现在这玩意 还融合了混沌五行之力和天结雷霆之力 这简直就是变态加强版 还让不让他们这些修炼黑暗之力的种族有一丁点活路 不管你是谁 今日你必死 在心中亥然之时 夜兰也像是被刺激到一般 黑暗不祥之力更为疯狂的爆发而出 一族有数千丈高的魔影 浑身萦绕着不祥的气息 如同从深渊炼狱爬出来的魔神一般 一爪碾碎虚空轰在祖龙虚影的头上 这一次 在权力以赴中 那一头混沌雷火祖龙被夜兰一爪子轰爆 漫天混沌雷火宛若烟花一般在虚空绽放 吓得天行剑和天邪等人 一个个在面色聚变中不得不爆发修为抵挡 好恐怖的实力 这就是大地强者吗 在身形被逼退数十里后 天魁和天兮脸庞不断抽搐 都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如此恐怖的实力 想杀他们很容易 他们先前阻拦萧尘一行人 现在还能好好地站在这里 这绝对是对方手下留情了 想要杀我 只怕凭你还不够格 萧尘可不知道众人的骇然 在混沌雷火祖龙被轰爆时 冷冽的话音回荡在天地间 原本散开的混沌雷火 不断扭曲这一片世界 将其化为 弥漫着混沌雷火的浩瀚星空 想把这里变成你的主场 还得问本座会不会答应 看到萧尘的动作后 夜兰神情骤然一冷 黑暗不祥之力 所凝聚成的恐怖黑炎 跟混沌雷火冲击在一起 整片天地如同被一分二 一边是阴森恐怖的黑暗世界 一边是灼热绚丽的雷火世界 两者在冲击中竟然分庭抗争 让周围众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你们在干嘛 本座拖住这个家伙 你们还不赶紧灭了其他人 将那只草木之灵给我擒下 看到自身的黑暗次元领域 竟然没办法压制雷火世界 夜兰在暴怒当中 对三大长老吼道 听到夜兰的怒吼声 三大长老面色一变 下一刻都爆发修为 身形直逼柳若仙 和天行剑等人而去 让天行剑和大荒老祖等人 面色俱变 一位帝君八重镜 两位帝君七重镜 根本不是他们能抵挡的 全力以赴 挡住 不过在这种关键时刻 天邪等人也没有退缩 一个个都全力以赴 施展神通 朝着上空三大长老 轰杀而去 他们完了 天魁和天息 在远处看着这一幕 脸上都露出一抹怜悯的神色 那一位魔主 确实有大地境修为 可对方一旦被夜兰拖住的话 另外几人的下场 只能被碾压 就算这一行人当中 还有一位帝君八重镜强者 尚未出手 但也没办法挡住 黑暗镜区三大长老 一旦这几人陨落受情 那一位魔主心神大乱 届时也很可能不是夜兰的对手 看到我提裤子走人 波赛西追出来说 这一辈子海枯石烂 他只认定我一个人 还想认识美都沙同学 这疯了吧 你的人完了 看到三大长老猛扑而下 夜兰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抬手对着虚空一抓 一把漆黑鸣客 众多血色纹路的巨型镰刀 也随之出现在夜兰的手中 恐怖的帝威 宛若海啸一般席卷而开 暗夜磨血帘 夜兰耗费上千年心血 才打造出的几道地兵 他曾用这一尊击道地兵斩杀过几位帝军九重进抢者 此时地兵在手 他的战力绝对能抱好几成 而在话音落下之时 夜兰抬手挥出一刀 万丈魔影屹立于身后 同样手握镰刀爆斩而下 整片天地如同被劈成两半一半 那种毁天灭地的力量 封住萧尘周围的空间 便朝着对方倾覆而下 萧尘文言只是冷笑一声 此时就像是感应到什么 脸上完全没有半点慌张 只是抬手对着虚空一抓 五行修罗枪出现在手中 混沌竟是雷火 疯狂灌入其中 一尊看不清容貌的伟岸身影 浮现在萧尘的身后 长枪如龙 众若万军 带着毁天灭地的恐怖威势 迎向了夜兰的死亡镰刀斩 轰隆 下一刻 伴随着轰鸣声的滔天乍响 毁灭性的冲击在上空爆发 虽然萧尘的修为是被系统强行提升的 空有一身地军镜极致的实力 但却没有相对应的法则感悟 但凭借着属性克制能力 面对夜兰这一位黑暗之主 完全不落下风 这让夜兰郁闷地想吐血 她也能感觉到 萧尘对于法则领悟和力量运用都远不如她 可就因为属性克制 让她丝毫没有办法 只能寄希望于三大长老身上 希望几人能拿下柳若仙等人 让萧尘这家伙乱了分寸才行 在夜兰念头落下的同时 下方几人也碰撞在一起 没有任何悬念 先前才经历过一场大战的天行剑等人 面对黑暗禁区三大长老 一个个也完全不是对手 在碰撞中都被轰飞了出去 有的甚至喷出一大口鲜血 修为层次上的实力差距 可不是那么容易弥补的 几个垃圾都去死吧 一举轰飞天行剑等人后 黑暗禁区三大长老得势不饶人 身形都撕裂 风暴余波再次冲出 手中的地兵爆发出惶惶之威 神通攻击再一次对几人轰下 完全不给天行剑等人喘息的机会 无命休矣 看到眼前如此恐怖的神通杀招 王德发脸上露出一抹绝望之色 甚至都想开口求饶了 他可不知道 萧辰能复活其他人 还以为死了就没了 不过就在此时 几人身后的双头魔龙车脸中 突然间有一道气息横扫开来 一道冷冽的话音也回荡在虚空中 第412章 从你多看他一眼开始 你就已经败了 打扰本后恢复修为 你们几个全都得死 在这道话音落下的同时 天行剑等人前方的虚空 在崩塌中走出一道身影 暗紫色的魔器宛若狂潮一般席卷天地 江丽只是抬手对着几人一挥 难以形容的恐怖力量 也轰向黑暗禁区三大长老 仅仅只是刹那间的碰撞 那足以让天行剑等人绝望的神通攻击 就如同泡影一般被江丽当场轰爆开来 黑暗禁区三大长老身形倒卷而飞 口中喷出来一口鲜血 脸上满是亥然和难以置信之色 大帝强者 这种无可匹敌的力量 比起上空在厮杀的俩人 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样也是一位修为达到帝君境极致 只差一步就能突破到真神境的存在 怎么可能 他竟然是大帝强者 远处 天魁和天兮看到这一幕后 瞳孔忍不住剧烈收缩起来 之前他们感知到江丽的修为波动 才只有帝君八重境而已 没想到对方竟然是一位大帝 难以想象 刚才若是跟萧尘等人死磕到底 只怕现在会连一根毛都没剩下 想到这脸 天魁和天兮后背冒出一股寒意 浑身都被冷汗尽尸 他是 北遇魔后降临 在众人惊骇的时候 叶兰看到这一位身影后 神情也忍不住发生变化 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四千多年前 在他修为达到帝君境极致后 最开始想冲击真神境的方法 是想蛊惑一位女性大帝双修 然后在双修过程中 使用禁忌之法 将对方的一身修为和精气都吸干 如果能融合对方的修为和精气 他或许有一点点可能突破界限 就算不能 也能一只脚踏入神境 跟黑暗禁区深处 那位红毛老怪一样 成为一尊半神 只可惜 这一种双修之法极为苛刻 必须对方所修炼的真元属性 跟他的黑暗不祥之力相契合 放眼整个冬域 几乎没有哪一位女帝能符合这一个要求的 所以 叶兰便将主意打到江丽的身上 身为北玉一代魔后 修为的功法 是黑暗之力的一种 跟黑暗不祥之力的契合度极高 最重要的是 这一位魔后 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修炼到帝君九重镜 竟然还是厨子 当时对她的诱惑无比巨大 叶兰便远赴北玉找到江丽 遗憾的是 这一位北玉魔后 对她不感兴趣 俩人一言不合 甚至还爆发厮杀 那一战打了一天一夜 她因为一时疏忽 被江丽抓住破绽 将她打得重伤吐血 只能灰溜溜逃回东玉 没想到 时隔近五千年 她竟然又遇到了江丽 对方不是已经被封印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 一瞬间 叶兰脑海中闪过振动念头 甚至露出一抹贪婪和灼热 以她的眼力 自然可以看得出来 江丽现在还是厨子 若是能情下柳若仙和江丽 将这两个女人都禁数细竿 她必定能成为一尊半神的 一念至此 叶兰心中一阵激动 刚回到房间 就被美杜莎同学逮个正着 说我是不是真要一滴都不剩 才会老实一点 我真的冤啊 我都是被迫的 竟然敢在厮杀中分身 你这是在看不起我吗 看到叶兰目光瞥向下方 看着江丽有一瞬间诗神 消沉话音冰冷的回荡开 不灭魂灯出现在虚空中 当即爆发出一阵嗡鸣声 一股极为诡异的灵魂波动 趁着叶兰这一瞬间的诗神 煞时间降临在对方的身上 不好 感受到一股恐怖的因果之力 作用在身上 就如同刚才降临在她的分身投影上一样 这令得叶兰面色巨变 想不到看到江丽一时心神震动 竟然让这个家伙 给抓住了破绽 不过 叶兰没有坐以待毙 在嘶吼声中 疯狂爆发修为 黑暗不祥之力 宛若狼烟一般 滚滚冲天气 她手中的暗夜魔血连 更是爆发出一阵嗡鸣 镰刀带着恐怖的邪魂波动 轰在她头上 即将凝聚而成的魂灯投影上 强行斩断 跟不灭魂灯的因果关联 但也就在此时 萧尘挥舞着五行修罗枪横扫而出 枪盲宛若一条巨龙一般 轰然杂落 直接在天地间掀起万丈雷火狂潮 那种毁灭性的力量 令得叶兰面色巨变 因为此时 她刚刚破了不灭魂灯的关联 正处于旧力 以去心力卫生的衔接点 这个空档虽然很短很短 但对于大地境的厮杀来说 足以成为致命的破绽 滚 在内心亥然中 叶兰此时顾不得经脉能不能承受得住 强行逆转黑暗不祥之力 爆发黑炎风暴 以她身体为中心 如同扇形海啸一般席卷而出 跟萧尘那一枪狠狠轰在一起 伴随着轰鸣声滔天乍响 叶兰的瞳孔也猛地收缩 因为一杆长枪 竟然以势不可挡的姿态 直接撕裂她的黑炎狂潮 再一次对着她轰尸而来 从你多看她一眼开始 你就已经败了 在叶兰瞳孔色缩中 萧尘话音冷冽传出 五行修罗枪轰在对方的暗夜魔血帘上 叶兰的双手瞬间爆出一团暗红色血舞 甚至还传出一阵清脆的鼓裂声 在无法抵御这一击中 五行修罗枪连带着暗夜魔血帘 一把轰在叶兰的胸膛上 将对方轰出几十里外 胸膛更是爆裂坍塌 口中喷出大口鲜血 不过这还没完 在叶兰被轰飞倒卷之时 不灭魂灯再次发生嗡鸣 一股灵魂波动轰在对方的身上 这一次 因为叶兰受窗无法抵挡 魂灯投影在对方头上凝聚而出 一种霸道的因果关联 也绑定在对方的身上 魂灯投影随着叶兰的身影飞出几十里外 只是在这飞行的过程中 灯头上有一束灯焰点燃 紧接着便疯狂地燃烧着 一种恐怖的灵魂反噬 让叶兰口中发出怒吼 本作身为黑暗禁区之主 岂会那么容易就败给 在怒吼咆哮中 一头魔影从叶兰的身上冲出 一把将魂灯投影给吞入口中 强行封印和压制魂灯的反噬 不过在她话语还没说完之时 上空突然传来毁灭性的波动 令得她浑身汗毛都站立炸开 只见虚空之上 她所凝聚的黑暗次元领域不断崩裂 一道道雷火之力 宛若狂龙一般游走 萧尘在虚空中双眼紧闭 整个人就如同顿雾一般 浑身气势在此时节节攀升起来 下一刻 萧尘猛地睁开双眼 眼中闪过一道雷光 五颜六色的光芒从她身上闪耀而起 在身后更是浮现出五行圣兽的虚影 紧接着 虚影融入长枪 萧尘抬手轻轻刺出一枪 一道枪芒宛若流星一般冲天而降 萧尘的话音也回荡在这片天地间 这一枪名为竹星 第413章 三日后 我会灯门覆灭你们黑暗禁区 随着最后两个字音的落下 枪芒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直接轰在叶兰的身体上 在叶兰难以置信的嘶吼声中 枪芒从对方的胸膛贯穿过 毁灭性的力量 将叶兰那坚不可摧的身体拦腰斩断 这一幕让天行剑等人瞳孔几乎炸脸 回本座肉身 你当真该死 在怒吼咆哮中 叶兰自断一臂 接着 在无数黑暗符文的飞舞中 那一条左臂 画为一头黑暗魔龙 在嘶吼咆哮中 朝上空扑杀而去 对方被斩断的下身 竟然自动飞回归位 在一条条肉牙不断蠕动中 两截身躯十分诡异的结合 只是叶兰的气息 在这一刻暴跌了近三成 显然是受到可怕的重创 负于顽抗 看到这头扑杀而来的暗黑魔龙 萧尘只是神情冰冷的冷笑一声 在叶兰被押入下风之时 对方就注定只能落败了 随着冷哼声的传出 一面古朴的镜子浮现在虚空中 下一颗光芒直接映照这片天地 一道跟萧尘长得一模一样的身影 也从这一面镜子中直接走了出来 这赫然是天元神玄境 而这道跟萧尘长得一样的身影 是天元神玄境复刻的镜像分身 虽然没有自主的意识 却有可怕的战斗本能 实力更是能达到复刻之人的七成 只可惜 镜像分身凝聚出来后 无法在外界存在太久时间 最多只能逗留一刻钟而已 但即便如此 此时这一道镜像分身走出来后 对于整个战局 已经起到了压倒性的作用 随着镜像分身冲向暗黑魔龙 恐怖的冲击也在虚空中爆开 萧尘并没有理会这两者的厮杀 只是手握五行修罗枪冲向下方 在撕裂能量风暴后 又是一枪对着夜兰狠狠劈下 让夜兰发出一阵绝望的怒吼 堂堂黑暗禁区之主 因为多看了一个女人一眼 导致现在被对方虐成狗了 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忌 在怒吼声中 夜兰周身爆发出滔天黑炎 身上的魔血更是疯狂燃烧 上空突然崩塌出一个漩涡 如同是以自身作为媒介 强行沟通黑暗禁区深处 请鼓祖出手 在这几个字音落下后 夜兰手中结出一道硬绝 身后的漩涡也轰然暴涨 一直有上百丈大小的血色巨手 手臂上面缠着一条条黑金锁链 在滔天邪气中 便对着萧尘一掌拍了过去 所过之处 虚空不断崩塌成虚无 不论是夜兰凝聚的黑暗次元领域 还是萧尘所凝聚的混沌雷火星空 在这只血色巨手出现后 都在颤抖中不断地崩塌 而这一只血色巨手的主人 正是黑暗禁区的禁忌 也是暗夜魔灵族的谷祖 自身修为 已经突破帝君九重镜的界限 以禁忌之法 凝炼了自身的身躯和修为 使其拥有一部分真神静力量 但因为这种力量太过于狂暴 加上自身没有度过天地神节 彻底踏入到那个境界 这一位谷祖 在黑暗之力的侵蚀下深染不祥 不仅身躯变得无比巨大 还满身红毛时不时失控 在黑暗禁区内掀起灾难 无奈之下 这位谷祖只能将自己 锁在黑暗禁区深处 唯有在黑暗禁区出事 或者是禁区之主召唤 他才会从沉睡中苏醒 此时这一位禁忌存在 感应到夜兰的召唤后 不惜横跨亿万里出手 虽然没有真身降临 只是以夜兰燃烧精血作为代价 开启空间隧道降临一条手臂 但那种恐怖的力量 已经远超大地强者 如果被天地感应到 甚至还会引发天解 半神 看到这一只恐怖的巨手 萧尘的瞳孔微微一缩 修为在此时爆发到极致 五行修罗枪不断膨胀起来 狠狠轰在这只血色巨手上 仅仅只是刹那间的碰撞 虚空的次元壁垒轰然崩塌 萧尘整个人被轰飞了出去 手臂和身躯更是爆出血污 不过在一阵白光的闪烁中 萧尘的伤势瞬间恢复如初 这一幕 让叶兰的瞳孔剧烈收缩 显然没想到 萧尘在挨了这一位一掌后 伤势竟然这么快就复原了 谷祖 此人不除 必是黑暗禁区的心腹大患 在内心感到惊骇中 叶兰对着漩涡大吼 试图让这一位谷祖真身降临 将萧尘彻底抹杀在百兽山脉 不过面对叶兰的嘶吼 这一位谷祖没有理会 在一击没能抹杀萧尘后 血色巨手便抓向了叶兰 将对方强行扯入漩涡中 天帝随着次元壁垒的崩塌 也响起了震耳欲聋的轰鸣 如同是天帝意志 要锁定这一位谷祖 降下天帝雷劫 将对方强行送走一般 不过随着漩涡的崩塌 天帝意志失去了感应 凝聚在上空的天帝之威 才逐渐散去 好不容易从美渡沙同学那里折腾完 回到隔壁房间 突然看到萧儿妹妹 茶妖说我冷落她了 必须狠狠地补偿 我 谷祖 萧尘看着崩塌的漩涡 脸色也变得无比冰寒 这一位黑暗禁区的谷祖 虽然不是一位神将者 但实力也达到那一步 跟荒月谷祖那位神女大人一样的棘手 看着夜兰被对方带走 萧尘在此时越想越气 目光当即锁定在下方 这短短片刻间 下方的战斗也都结束了 在江丽修为恢复到帝君九重禁忌之后 黑暗禁区三大帝君长老 哪怕一同联手 也在短短时间内就被江丽斩杀了 萧尘身形落入下方 抬手间吸过这三大长老的尸骸 从对方身上搜出来一枚魔灵珠 赫然是用来沟通黑暗禁区族内祭坛的 在江丽和柳若仙等人要开口询问之时 萧尘直接燃烧修为体验卡 紧慎的修为 熔炼一位魔灵族长老的尸骸 将对方的魔血灌入到魔灵珠 魂念通过这一枚魔灵珠 沟通黑暗禁区内的祭坛 与此同时 黑暗禁区之内 在横跨一万里将叶兰捞回来后 那一位谷祖像是丢垃圾一般 直接将这一位族长丢在地上 令得叶兰在地上砸出一个深坑 接着忍不住喷出一大口的鲜血 该死 她究竟是谁 如此恐怖的实力 为何本作没有半点印象 感受到此次受创刊比三百多年前 叶兰的脸上露出一抹猙獰的表情 而就在她的话音刚传出 惊动禁区内一些强者后 魔灵族内的通讯祭坛在此时突然爆发幽光 萧尘冰冷的脸庞也浮现在祭坛上 黑暗禁区的狗东西 本公子三日后会登门拜访 将黑暗禁区从这世间抹去 希望你这狗东西还有实力可以阻止本公子 在这两句话音回荡开来后 萧尘的投影也随之消散 叶兰在愣了一下后当即一脸扭曲 给本座召回所有帝君长老 老子倒是要看看 他到底敢不敢来 第414章 我们都必须说 他们是死于灵妖女帝的陷阱中 三日后 灯门覆灭黑暗禁区 看到萧尘强行激活魔灵珠 投影到黑暗禁区中放话 天行剑等人全都惊呆了 黑暗禁区 从上古时期传承到现在 是东域黑暗魔物聚集最多的一处地方 里面除了暗夜魔灵族之外 还有众多残暴的黑暗魔物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黑暗禁区的魔物倾巢而出的话 甚至能在玄天境内掀起恐怖的浩劫 而在黑暗禁区内 还存在超越大地层次的禁忌存在 也就是刚才那只血色巨手的主人 如此存在 因为怕被天地感应强行肚竭 在外界无法全力以赴的出手 可若是在黑暗禁区内 如果有手段能暂时屏蔽天地感应 这种存在一旦全力出手的话 甚至可以轻易抹杀大地强者 而萧尘刚才可是被对方一招击退 并且受创 虽然凭借不可思议的修复能力 可以让伤势在一瞬间内复原 但是战力爆发不够的话 去了黑暗禁区也是找虐 可眼下对方竟敢放出这种狠话 莫非是手中掌握有某种大杀器 在萧尘话音落下后 天行剑等人一个个在惊骇中纷纷猜测起来 唯有柳若仙和江丽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夫君 会不会太冒险了 在沉默一下后 柳若仙靠近过来 忍不住开口说道 如果萧尘那一枚喜应 真的能引动天遣降临 确实拥有覆灭黑暗禁区的能力 可一旦天遣降临来不及逃离出去的话 下场绝对是必死无疑 不用担心 我有绝对的把握 萧尘文言摆了摆手 神情淡然地回答道 黑暗禁区是一颗毒瘤 如果不将其一举剿灭或者彻底重创的话 只怕未来会有大麻烦 当然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 萧尘想借用这一次机会 明镇东狱威慑各大势力 若不然的话 随着他走出玄天境 什么阿猫阿狗般的势力 不认识他就上来踩两脚 这倒是让他有种很不爽的感觉 一番道意的补偿后 萧尔妹妹问我 什么时候回去 说没有燕灵机同学在旁边加油呐喊 他浑身都不得进 我妈了 另外一边 天魁和天兮虽然在几十里外 但也听到了萧尘放下的狠话 一个两个也都惊呆了 今日原本只是想来 取回灵妖女帝的传承 没想到却接连而三 发生各种害人的事 不仅连黑暗禁区之主都冒出来 甚至连那一位老不死都动手了 最离谱的是 在那一位禁忌存在动手后 不仅没能一招抹杀掉对方 还被对方放下狠话要灭门 他们实在不敢想象 眼前这一帮家伙 究竟是什么来路 竟然连黑暗禁区都不放在眼里 老三 等下大祭司他们降临 我们还要如实禀报吗 在内心震战中 天兮深吸一口气 缓缓情绪 话音颤抖地对着天魁问道 对于这一行人的恐怖 我们确实要如实禀报 但对于沐妍和倪灵的死 虽然我们暂且还没查明白 但不管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我们都必须说 他们是死于灵瑶女帝的陷阱中 听到天兮的话语后 天魁面色变换一下 最终咬牙说出这番话 不久前 灵瑶女帝的洞府内 爆发过帝军禁波动 虽然因为阵法的隔绝 他无法清楚地感应出来 里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但他可以确定的是 灵瑶女帝曾复苏过 而沐妍和倪灵 都是在这一股波动爆发前陨落的 那么这两人有极大的可能性 就是陨落在另外两位 吞天蟒后裔的手中 原本等大祭司和大长老等人降临 他是想将这些猜测 全都告诉对方 可现在 见识到萧尘一行人的恐怖后 他内心也因此而改变主意了 不管这位神秘的魔主大人 有没有能力覆灭黑暗禁区 吞天蟒一族 跟对方彻底交恶 绝对不是明智的举动 不对 这番话有一些破绽 在念头落下后 天魁目光 撇到下方的古墓洞府 眼眸中闪过一抹寒光 修为也随之轰然爆发 下一刻 在九彩火焰的肆虐中 一头九彩吞天蟒 狠狠轰在洞府上 洞府完好无损 说 沐妍和倪灵 都是死于灵瑶女帝之手 就有些牵强 这会显得他们袖手旁观一样 可让整个洞府都毁于一旦 里面任何痕迹都化为飞灰 哪怕是大祭司 想要查证也十分困难 而天魁的突然动手 让几十里外的萧尘等人 一个个目光都凝聚过来 天行剑和天蟹等人 神情更是变得警惕无比 还以为是这两家伙 是想趁他们刚经历过一场厮杀 此时一个个实力不在巅峰状态 就准备给他们动手呢 姐姐姐 魔主大人 我们要宰了这两个家伙吗 随着目光的碰触 天蟹也发出怪笑 这一句话 瞬间让天魁和天蜥 浑身汗毛为之竖起 对于天蟹和天行剑等人 他们俩的基本没带怕的 可是萧尘和江丽 这绝对是大恐怖 阁下不要误会 我们没有恶意 远远听到天蟹的话语 天魁和天蜥面色聚变 连忙对着萧尘等人道 老夫这么做 其实是 在内心胶着中 天魁隔空便想解释起来 不过在他话语还没说完后 虚空中突然爆发一阵轰鸣 才刚刚修复没多久的虚空 在这一瞬间又如同镜面一般 爆碎炸开 几头身形超过千丈的九彩吞天蟒 也从破碎中的虚空冲了过来 帝威宛若风暴一般席卷开 这赫然是 从天王山脉赶过来的大祭司古玄 大长老穆威 以及二长老尼罕 一位帝君九重进强者 两位帝君八重进强者 是吞天蟒一族中 除了女帝穆玄一之外 最强的几位帝境强者 这几人竟然在这个关头赶到了 是谁 竟敢杀老夫的后夜 在所有人目光看过去之时 其中一头九彩吞天蟒 话音犹如惊雷般滚滚回荡 开口者是大长老穆威 得知自己的后裔被人干掉后 他内心已经挤压着满腔怒火 穆言是他众多后裔中 天资最为出众的一个 本来还想让对方继承他的衣钵 日后将其培养成族中的顶梁柱 没想到现在就这么死了 是你们 在环视周围一圈后 穆威目光落在消沉一行人身上 帝威也宛若海啸一般的爆发 大长老不可无礼 穆威的话语还没说完 就被天窥大喝着打断 穆言和尼玲是被灵妖女帝所害 这才会双双陨落的 跟他们一行人没有任何关系 就在消沉一行人想要冷声开口之时 天窥这两句话让他们神情微微一愣 消沉更是一脸古怪 眼神异样地扫了天窥一眼 也没想到这家伙会这么说 第415章 还有我们女帝超性感超冷艳 阁下真的可以过来物色一下 不是他们 听到天窥的话语后 古璇和穆威等人眼神一宁 目光疑惑地扫了天窥一眼 先前天窥在传讯中提到 他们跟一行人起了冲突 对方阵容有一位帝君八重镜强者 还有一位疑似帝君九重镜的存在 他们三人才会火急火燎地赶过来 可没想到到这里后 天窥突然又改口了 难道是被对方威胁了 在念头转动间 感受到天地间残留的能量波动 古璇和穆威等人神情愈发凝重 目光也打量起消沉一行人 北玉魔后江丽 百兽山脉柳神 当看到江丽和柳若仙之时 一向见多识广的大祭司 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两人 神情瞬间变得凝重无比 这俩人 一个名震北玉 一个名震东玉 都不是什么简单人物 关键是 这俩人一个被封印失踪数千年 一个被重创失踪数百年 怎么现在却一同出现了 你们 想打架吗 看着眼前出现三头九彩吞天蟒 萧尘面无表情地抬起头 话音平淡地询问了一句 此话落下 让天魁和天兮面色俱变 连忙对着古璇等人说道 大祭司 你们快收敛气息化为人形 千万不要跟这些人起冲突 萧尘一行人的恐怖 他们刚才都看着呢 若是跟他们起冲突的话 等一下他们绝对死伤惨重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感受到天魁和天兮的惊慌 古璇和穆威也没有唱反调 一个个都收敛气息化为人形 话音凝重地对着俩人询问道 看到那一位黑衣青年没有 不久前 他以一己之力重创黑暗禁区之主 甚至还硬扛了禁区那一位一掌 在深吸一口气后 天魁开口传音道 这两句话 让古璇和穆威等人的脑海中 如有轰鸣乍响 神情都是一脸惊骇 和难以置信地看向萧尘 黑暗禁区之主 哪怕是他们的女帝穆悬衣 遇上了也没有战胜的把握 没想到却被眼前这个黑衣青年重创了 那穆颜和尼玲 他们是怎么死的 在深吸一口气后 穆威沉声询问道 尽管萧尘和江丽等人的实力不俗 但他们吞天蟒一族也不是好惹的 若是自家的弟子弟女 都是惨死在对方手中 他们几个说什么 也得讨回一个公道 灵瑶女帝并没有陨落 还有一缕残魂存活着 她留下这一座古墓洞府 其实是为了引诱吞天蟒一族的后裔 可以夺赦并熔炼原生血脉 从而复活 当我们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 就想轰开洞府 救沐岩和尼玲 可那时已经迟了一步 这俩人先后都陨落了 而灵瑶女帝杀了沐岩和尼玲后 也想熔炼另外两位吞天蟒后裔 不过那俩人却被这异性人救了下来 灵瑶女帝的残魂也被他们强行抹杀 听到穆威的话语 天魁面不改色 深吸一口气后编出一个故事 那种沉重和不甘的样子 仿佛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就是他所说的这个样子 就连在一旁的天息 眼皮都忍不住狂跳 这一种睁眼说瞎话的本事 就连他这位老友都没想到 以后这家伙的话 估计只能信三分 那他们怎么会跟黑暗禁区之主厮杀 在天魁话音说完后 穆威等人半信半疑 又忍不住追问一句 我们之前战斗的动静太大了 刚好黑暗禁区的五长老夜狐就在附近 恰巧的是 黑暗禁区之主又在搜捕柳神 所以才发生了一场大战 只是令我们没想到的是 此战竟然以黑暗禁区之主 兽创败逃落幕 那一位神秘的大帝更是放眼 三天后要登门覆灭黑暗禁区 天魁三言两句 将刚才的事情说了出来 当然被他魔改了其中一部分 但他的神情依旧充满了震撼 完全看不出来是在瞎边乱造 而这一番话 也让古璇和穆威等人瞳孔一缩 脸上都露出一抹难以置信之色 三日后 登门覆灭黑暗禁区 在心神亥然中 古璇和穆威目光看向消沉一行人 眼眸中充满了忌惮和凝重的神色 胆敢说出这种话的 并且还是一位大帝 手中必定掌握有某种恐怖的底牌 安抚了轩妹妹后 我躺在酒店房间看野猪佩奇 没想到闯进来一位搜查官 抬头一看傻了 这不是比比东学姐吗 我们走吧 看着古璇和天魁等人 在那里一惊一乍的 已然没料动手的趋势 消沉话音平淡地说了一句 一行人准备离开百兽山脉 三日后 他要一人前往黑暗禁区 在此之前还得做些准备 他们要走了 看到消沉一行人准备离去 穆威人忍不住开口低喝道 就算穆妍和倪玲的死 跟这一行人没有关系 但灵妖女帝的传承 可还在对方身上呢 岂未留步 在消沉一行人登上双头魔龙车碾后 古璇一步跨出来到消沉等人的前方 这让消沉眉头微微一皱 也让天邪等人都转过身 姐姐姐 你们是想干架吗 天邪目光森然地看着古璇 虽然对方是一位帝君九重进强者 给他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 但他上面有消沉这位魔主 和江丽这位魔后 说话就是这么有底气 误会了 古璇文言摇了摇头 没有在意天邪的话 只是看着消沉说道 灵妖女帝虽然判出天盲山吞天盲一族 但她毕竟是吞天盲一族的上一任女帝 她的传承对我族来说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说着 看到消沉眉头一皱 古璇连忙补充说道 当然 我们一行人不是要动武铭抢 而是想跟阁下做一个交易 看能不能用一些地阶宝物 换回灵妖女帝留下的传承 灵妖女帝的传承中 有吞天盲的血脉传承功法 还有一些较为重要的神通 这些对于吞天盲一族来说 是能用来培养后辈的抵御 若是能用一些地阶天才地宝换回的话 对吞天盲一族来说绝对是划算的买卖 不用了 本公子现在不缺天才地宝 萧尘文言摆了摆手 不嫁思索便拒绝了 灵妖女帝的传承被采烟和采蝶融合了 她怎么可能再交出来 这个倒是遗憾了 古璇文言目光闪烁 顿了一下后又说道 听我族长老提及 阁下两位夫人都拥有九彩吞天盲血脉 不知能否冒昧地打探一下 他们究竟是来自哪个族群 无可奉告 在古璇话音落下后 萧尘又是一脸淡漠 随后便对双头魔龙下达指令 周围的空间也随之发生扭曲 阁下 我们女帝想见你和你那两位夫人 请你们有空前来天盲山脉一趟 这两者间说不定还有什么怨怨 还有我们女帝超性感超冷艳 阁下真的可以过来物色一下 看到萧尘即将离去 古璇又急忙开口道 这两句话将木威和天盔等人惊呆了 显然没想到一向古板的大祭司 嘴里也会说出如此不正经的话 这要是让木悬一给听到了 不得当场抱走 吊打这老头 第416章 但凡族人能争气一起 老夫至于给女帝雾色夫君 灭掉黑暗禁区后 会抽空前来天盲山脉一趟 看来此人是有十足的把握 看着双头魔龙魁撕裂空间离去 古璇尼南一句后露出一抹金光 大祭司 你这是想拉拢这一行人 在古璇尼南中 穆威也明白了什么 话音低沉的说道 穆颜和倪林的死尚未明落 就算是因为灵鸟女帝而陨落 说不定也跟这一行人有关系 再加上这一行人来历不明 我们就这样邀请对方 是不是 怎么 你是在怀疑天盔和天西联手 诓骗我们 还是你有绝对把握 可以留下这一行人 在穆威话语还没说完之时 古璇话音淡淡地反问道 顿时让对方哑口无言 所以 你就把女帝给卖了 沉默一下后 穆威神情变换一下 又忍不住反问一句 女帝穆悬一 在他们几个心目中 都有神圣的地位 刚才古璇那句话 要是换作外人来说的话 他估计早就动手宰人了 女帝 可以是说 是老夫看着长大的 他现在已经7684岁了 修为达到帝君九重境 也有四千多年了 但他在位这么久 一直都没有要结伴的念头 你们几个 他一个都看不上 再这样下去的话 女帝这一身血脉 该如何传承下去 听到穆威的话音 古璇的面色一沉 话音低沉地说道 这一番话 令个穆威和天魁等人 面色一僵 一个个都目光躲闪地低下头去 他们在场几个 一个个都仰慕 或是爱慕过女帝穆悬一 但几人的确没一个 能让对方看得上的 而穆悬一的择偶标准 也很简单 第一 实力比他强 第二 他能看对眼 他们几个 连第一个条件都达不到 更别说是 还要让穆悬一看对眼了 但凡族人能争气一点 有一个能让女帝看上眼的 老夫置于给女帝雾色夫君 看着穆威等人 一个个哑口无言 古璇在此时 美好气地冷哼一声 还有 刚才老夫说的那句话 不许传到女帝的耳中 若不然 女帝要是来揍我这个老头子 老夫只能对你们几个出气了 在这一句话落下后 穆威等人面色一变 他们可深知 这一位大祭司的恐怖 战力仅次于女帝穆悬一 如果真把对方得罪了 要是被对方胖揍一顿 躺一段时间都是轻的 回去吧 这几天好好盯着黑暗禁区 绝对不能够错过任何情报 至于穆颜和倪林之事 就以天奎的说辞禀报女帝 再祖辞为他们立个牌位吧 说完 古璇眼神饱含深意地 看了天奎和天夕一眼 在这一刻 似乎是察觉到什么 但对方并没有直接说明出来 这让天奎和天夕的神情一灵 后背忍不住涌现出一种寒意 而穆薇和倪汉 俩人内心此时还是有些生意 但面色变换几下后也没说啥 一切只能看三天后 萧辰的动作了 如果萧辰真能覆灭黑暗禁区 那今天之事就这么草草结尾 可若是对方只是唬人的 那今日诸多的疑点 他们就得查清楚了 在几人心念各异中 一行人也离开此地 重新回到天芒山脉 另外一边 伴随着虚空中爆发一阵轰鸣 双头魔龙车脸也回到幻星城 接着降临在万宝商会广场上 如此惊人的动静 顿时惊动了整个万宝商会 也令得端木学颖和柳燕飞等人 纷纷走出来 夫君终于回来了 看到双头魔龙车脸 端木学颖等人都露出喜色 前几天在萧辰要出发之时 因为考虑到此行会有大战 他们一行人就没跟过去添乱 如此看到一行人平安归来 一颗心也终于能放下去了 萧公子终于回来了 没发生什么大事吧 在萧辰安抚端木学颖等人一番后 柳燕飞才在一旁笑盈盈地询问道 前几天 萧辰只是告知他有急事要去处理 让他帮忙照看一下端木学颖等人 便急急忙忙地离开了 如今对方归来 他倒是有些好奇 到底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 只是去了一趟百兽山脉 宰了黑暗禁区一位长老而已 萧辰文言淡淡一笑 便随口解释了一句 不过这一句话 却让柳燕飞等人瞳孔一缩 脸上都露出一抹震惊之色 毫无疑问 以萧辰这一行人的实力 能被对方挂在口中的 必定是帝君静的长老 不知道是黑暗禁区哪位帝君 竟然让这一位公子哥给宰了 对了 先前走得有些匆忙 倒是忘记这件事了 说着 萧辰拿出来一枚那剑 随后将其递给柳燕飞 这里面有二十件地阶宝物 就劳烦你们万宝商会 帮我拍卖兑换成灵金 等这一批货处理完后 我会重新给你另一批 什么 这里面有二十件地阶之宝 听到萧辰的话语后 柳燕飞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难以置信地抬起头 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地阶宝物在东狱可是稀罕物 除非这东西真的对自己没用 否则就算是古族势力 也不会轻易拿出拍卖的 这一位公子哥 真不是在吹牛皮 在心中震撼中 柳燕飞魂念探入到那界内 看着里面二十件 弥漫着恐怖能量波动的天才地宝 饶氏他已经见识过世面了 此时还是有种窒息的感觉 真的是二十件地阶宝物 不论是帝兵灵药全都有 有些的品质甚至还很高 竟然达到了帝君级高品 这一位公子哥 是血起了哪个古族势力 才能一口气拿出这么多宝物 对了 除此之外 劳烦你派人帮我关注一下 黑暗禁区这几天的动静 看他们所派出去的帝君强者 有没有回到黑暗禁区 在柳燕飞心神震撼之时 萧辰话音平静地补充道 这让柳燕飞神情有些疑惑地抬起头 紧接着 像是想到什么似的 话音有些惊悚得道 公子该不会是想 猎杀黑暗禁区的帝君静长老吧 黑暗禁区向来以暗杀和猎杀威慑东狱 没想到如今 却让一位人族强者盯上了 这倒是有点滑稽 可要是猎杀黑暗禁区的长老 彻底激怒了黑暗禁区的强者 对方倾巢而出将会无比恐怖 萧辰一行人实力虽然不俗 但在他看来 还远不能与黑暗禁区对抗 不是 萧辰文言摇了摇头 很直接地说明缘由 三日后 我要登门覆灭黑暗禁区 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情报 哄 听到萧辰这一句话 柳燕飞还有其他人 脑海如有轰鸣乍响 一个个都愣在了原地 覆灭黑暗禁区 这是真的假的 这可是堪比古族世家的恐怖实力 岂是一个人 说要覆灭就可以覆灭的 柳燕飞在瞳孔剧烈收缩中 脑海中就只剩下一个念头 那就是 萧辰疯了 若不然的话 不可能说出如此荒谬的话 第417章 这女人该不会有被害妄想症吧 没有理会柳燕飞等人的震撼 萧辰在简单地交代一番后 便和柳若仙等人回到房内 三日后 我会和江丽一同前往黑暗禁区 彩烟和彩蝶就拜托你们照看了 走进房内后 萧辰也没有扭扭捏捏 看到柳若仙和梁冰等人 欲言又止的样子 他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说完 萧辰微微一抬手 缩小版的大荒链神顶 也落在这间厢房里面 而在里面的内部空间 彩烟和彩蝶 依旧在贪婪地吸收着 那一汪血脉精华 修为更是飙升到 可怕的圣王七重镜 并且还在以可怕的速度 继续攀升着 或者再过一些时日 就能突破到至尊镜 什么 听到萧辰的话语 柳若仙和梁冰等人面色一惊 一个个都神情紧张地看了过来 就连江丽 也是一脸难以置信 拉着他一起去 这是想把他也一起葬在黑暗禁区内吗 虽然他的修为 恢复到帝君九重镜 但江丽可不认为自己能硬抗天前 放心 不是要拉你电背 此行 你不必跟我进入黑暗禁区 在黑暗禁区外面等候即可 看到江丽一脸惊异 消沉淡笑着解释道 黑暗禁区从上古传承到现在 难保就不会有什么惊天抵御 如果有江丽在黑暗禁区外接应 此行就算是出现什么意外 俩人也可以从容地解决掉 又把本后当工具用 江丽文言不禁冷哼一声 神情有些傲娇的撇过头 当然 他也没有开口拒绝 只是消沉这种 让他干活又不为宝的行为 在他看来这跟白嫖有什么区别 堂堂北玉魔后 这么光明正大的让人白嫖 让他这位傲娇魔后很不爽 我看你好像还没合适的帝兵 这一条紫岩魔藤鞭就送你吧 看到江丽一脸的傲娇 消沉无奈的摇了摇头 但笑一声后 从系统空间内取出一条古怪的鞭子 这是斩杀叶狐后 从对方的那戒中发现的一件宝物 不过品级只有至尊级高品 但属性却极为契合江丽 加上他利用鉴定能力 鉴定出江丽最擅长的 就是长边这一类兵器 所以 这条紫岩魔藤鞭 送给对方是最合适的 在话音传出的同时 萧辰动用一次系统升级能力 随着一阵白光的闪耀而起 紫岩魔藤鞭 也晋升到帝君级级品 在系统的改造下 化为一尊极道帝兵 恐怖的帝威 宛若风暴一般席卷而开 不过随着萧辰心念一动 这帝威也瞬间消失不见 这 真的送给我 看着眼前这一根紫岩魔藤鞭 江丽此时 感到有些不敢相信 这可是一尊极道帝兵啊 放在外界 可是能让众多帝籍势力 抢破头的智宝 没想到 萧辰眼睛不眨一下就送给他了 这让他有种在做梦的感觉 不对 先等一下 这家伙该不会是想利用这件帝兵 征服他的身体 然后再用这一根鞭子 把他绑起来 死 这渣男果然没安好心 念头落下之时 江丽当即瞪了萧辰一眼 神情瞬间变得警惕起来 这突然间的转变 把萧辰看得莫名其妙的 神经病 送他一箭急道帝兵 还像一脸防贼似的 这女人 该不会有被害妄想症吧 你到底要不要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辰有些没好气的问道 说着 顺势就要收回帝兵 要 我要 看到萧辰这动作 江丽连忙开口道 右手也本能地抓向了紫颜魔藤边 不过因为是下意识的动作 他一个手急眼快 竟然抓在萧辰的手背上 此时再配合 他口中那一句话 倒是有点像是欲求不满的小媳妇 在深夜要求丈夫上交公粮时 所喊出的口号 令得厢房内的气氛 瞬间变得有些死寂 柳若仙等人都是神情 古怪地看着江丽 这是 开始暴露内心的想法了 而江丽看到柳若仙等人的眼神变化 在这一刻也意识到 他的话语有奇异 饶食他身为北玉魔后 活了有数千年岁月了 此时还是感到有些尴尬和窘迫 翘脸也忍不住浮现出一抹红绿 目光痴人般地瞪着萧辰 可恶 若不是这个家伙 他岂会一失口恶 以后别落在他手上 若不然 他一定要用这一根长鞭 将对方绑起来狠狠的 哼 深更半夜 无良搜查官强迫三好青年交公粮 把衣服扯坏了 还抢我一套制服 说以后还会再来 这还有没有功德性 你花两天时间 祭练熟悉这尊帝兵 第三日就动身赶往黑暗禁区附近 等到了后 先在那边找个较为隐蔽的地方 顺带查看一下禁区周围的情况 萧辰没理会将力在想什么 在对方接过紫岩魔藤边后 他话音慎重地说道 说完 萧辰顺势拿出一块空间阵盘 并且将其提升到帝君级层次 在他放下狠话后 在结合他之前的实力 黑暗禁区 必定会调回众多帝君长老 并且黑暗禁区周边 也会布下天罗帝王 警戒任何人的靠近 若是派天行剑和天邪等人先赶过去 一不小心 被黑暗禁区的强者发现了 凭这些人的实力 恐怕会很难脱身 可将力就不一样了 现在对方修为完全恢复 有大地层次的修为在身 除非对方主动闯入黑暗禁区内 或者是那一位红毛老不死出手 否则其他强者 很难将将力留下 让本后先过去 听到肖臣的话语 将力的神情一愣 他这是从护道者变成赶路工具了 以后是不是还要变成肉便 可恶的男人 不用那么憋屈 一个人赶路要比两个人安全一点 更何况我这几天还要提升下修为 看着将力吟牙紧咬 一脸干火旺盛的样子 肖臣随口解释了一句 哼 不就是想大乱斗吗 别以为本后不知道 在嘟囔一句后 将力也懒得在这里找不自在 反正大乱斗也没他的份 还不如回房炼化帝兵去 神他妈大乱斗 老子这一次可是想单兵作战 肖臣文言翻了一个白眼 也懒得理会这一位傲娇的魔后 便将目光落在洛幽莲等人身上 几位夫人 夫君有一点事情 要跟若仙谈一下 可能会有些不便 看着这一帮如花似玉的美娇娘 肖臣干咳一下后有些委婉到 而端木学影和洛幽莲等人 一个个也都是聪慧的女子 当即明白了肖臣想做什么 目光饱含深意的看了柳若仙和肖臣一眼 那我们便不打扰夫君和若仙姐姐了 说完 端木学影和洛幽莲等人没有逗留 都十分自觉的退出了这一间厢房 第418章 入木七寸 非一日之宫 很快 随着端木学影和洛幽莲等人的离开 整个厢房内就剩下肖臣和柳若仙 不对 还有彩烟和彩蝶 不过俩人处在大荒链神顶内 此时又进入到深程度修炼中 所以房内说是俩人也不为过 若仙 这一次 我要你助我突破至尊境 在这种气氛变得异样之时 萧辰率先开口打破了僵局 随后在柳若仙还没回答之时 萧辰伸手将对方拉入到怀中 清香扑鼻 软玉怀中 紧紧刹那间的碰触 萧辰就感觉到一股无名火 在小腹下方 汹涌爆发而起 这一次 我可不会再误入歧途了 你准备好了吗 搂着柳若仙温软的腰身 萧辰俯身在对方耳边道 这短短的一句话 让柳若仙像是想到什么似的 翘脸竟然露出了罕见的红韵 那夫君可要小心了 万年草木之灵若是受到刺激 所施展出来的死亡缠绕 可是会比上次更为激烈 在七情六欲被激发后 柳若仙另外一面也逐渐浮现 神情在这一刻变得愈发妩媚 是吗 那夫君可要好好见识一下了 听到柳若仙的话语 萧辰嘴角微微一扬 说完便堵住柳若仙的嘴 入目七寸 非一日之功 这一天 他期待了许久 今日终于如愿了 一日 大罗帝朝 皇宫 陛下 黑暗禁区派出的众多强者 都匆匆地赶回黑暗禁区了 一位白发老者 对着罗昊恭敬的回禀道 此人 正是罗昊的贴身老太监 浮海 可知什么原因 听到浮海的话语后 罗昊顿时来了精神 黑暗禁区可一直在搜捕柳神 如今却把所有长老都调了回去 难不成 黑暗禁区遇上大麻烦了 具体不太清楚 但有一点老母敢肯定的是 此事应该跟百兽山脉有关 浮海文言摇了摇头 接着话音低沉的道 昨日 百兽山脉发生惊变 疑似有帝军强者厮杀 据说 有人看到有九彩吞天蟒出没 还引得黑暗禁区的强者降临 疑似黑暗禁区之主 和那一位禁忌出手了 什么 听到浮海最后一句话 饶视罗昊身为一位帝皇 在这一刻 还是被惊到了 黑暗禁区之主 还有那位禁忌 竟然能让这两者同时出手 对方该的是多恐怖的强者 可知跟其厮杀的是谁 在内心惊害中 罗昊连忙问道 回禀陛下 对方具体究竟是谁还不清楚 不过有人曾目击到一辆双头魔龙车脸 疑似我们这段时间在调查的内心人 深吸一口气后 还老如实禀报 这让罗昊的脑海中一阵轰鸣 脸上露出一抹难以置信之色 双头魔龙车脸 难不成是柳神的行踪暴露了 这一行人才跟黑暗禁区厮杀起来 但怎么还扯上吞天蟒一族 结果呢 柳神被生情 那一行人覆灭了 在内心有所猜测中 罗昊再次开口问道 不 昨日那一战 似乎是黑暗禁区战败了 浮海文言摇了摇头 话音低沉地回答道 有强者隐约听到 说什么 此人不除日后必成黑暗禁区的大患 最后还看到那一辆双头魔龙车脸 安然离去 应该是黑暗禁区之主不敌 只能召唤那一位禁忌出手 但最终还是奈何不了那一行人 随着这一番话的落下 大殿内顿时陷入死寂 海老 传阵旨意 先停止对这一行人的调查 密接关注黑暗禁区的动静 另外 下旨废除雨飞 并命宇文 南宫 拓拔三位将军 各率领十万大军给镇平了瑜伽 在脑海中闪过诸多念头后 罗浩睁开眼 话音冰冷的道 在罗承锋死后 雨飞的动作越来越来肆无忌惮 根本不相信他颁布的说辞 甚至还一个劲在暗中调查 势必要找出杀害罗承锋的真凶 如果再让对方追查下去 说不定真查到蛛丝马迹 到时招惹到消沉一行人 大罗帝巢说不定就凉了 更何况 这段时间因为罗承锋的事情 他竟然意外地查到 雨飞跟罗承锋那位护道者 也就是王德发有染 这让他彻底动了杀心 堂堂大罗帝皇 竟然是绿毛龟 哪个男人能忍 王德发现在 跟着消沉他无可奈何 但宰了雨飞和覆灭雨家 还是可以的 老奴遵命 听到罗浩的话语后 浮海低头回了一句 便转身退下去 颁发旨意了 另外一边 黑暗禁区 随着消沉放下狠话后 整个黑暗禁区如灵大敌 时不时就能听到 夜兰的怒吼声 回荡大半个黑暗禁区 而为了恢复伤势 夜兰也变得残暴无比 短短两日 便吸食了黑暗禁区内 无数魔物的血肉惊奇 倒是让她的伤势恢复一些 只是力量却变得斑驳不纯 甚至会让她无望突破神境 不过 为了应对接下来 消沉随时都会打上门 夜兰也不得不这么做 短短两日不到 随着黑暗禁区 众多帝君长老的回归 一座恐怖的阵法 也随之戎罩黑暗禁区深处 这是完整版的暗夜求天阵 比起前两日 夜兰借助魔灵珠施展出来的翻版 简直有着天壤之别 此阵 在黑暗禁区内施展开来 别说是来一位大地强者 就算是来个三四位 也绝对没办法走出去 消沉和那位魔后 一旦进入的话 也只能沦为被他们宰割的肥肉 还有一日 本座倒是要看看 你这家伙到底是虚晃一招 还是真的有那个胆量感来 看着虚空中流转的神秘魔纹 夜兰的神情也变得愈发猙獰 目光回到唤星城 在经过两日的祭练和熟悉后 江丽也彻底掌握紫岩魔藤边 感受着这一根长边的威力 江丽脸上露出振奋的神色 由这一尊极道地兵加持 她的战力最少增加两成 如今 哪怕是对上夜兰 她有七成的把握 可以将对方击败 若是没有这一尊地兵 则是对方有七成的把握 可以将她这位魔后击败 这个渣男若是不弃人的话 倒也挺好的 抚摸着紫岩魔藤边的鞭头 江丽在泥南中像是想到什么 翘脸上忍不住浮现一抹红韵 接着催了一口后 便闪身除了香房 看到萧尘和柳若仙 还在房内深入交流 江丽翻了一个白眼后 便告别端木学影等人 动身赶往黑暗禁区了 随着夜色的降临 在一对一拿下一血 并完成十连绝杀的壮举后 一道狂暴的气息 宛若火山爆发般的冲天气 在深入交流两天后 萧尘终于压制不住反哺 修为势如破竹地突破到至尊境 并且以一突破 就以恐怖的速度疯狂飙升起来 第419章 修为达到至尊七重境 准备给黑暗禁区送礼 夫君突破了 感受到这一道修为波动 端木学影等人面色一喜 短短四个月不到 从洞天境突破到至尊境 他们这一位夫君 当真是举世无双 而在几人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撕裂虚空 出现在幻星城上空 随后没有丝毫犹豫 冲向苍穹之上 幻星城上空雷鸣声滚滚 整片天地变得昏暗起来 如此骇人的一幕 顿时引得幻星城内 无数强者未知侧目 有的强者甚至好奇 想要上去观望一下 不过随着一股地威的爆发 天行剑的话音回荡在虚空 所有强者被警告一番后 一个个都不敢有异动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虚空的雷云 几乎囊括了方圆万里天地 一抹紫色出现在雷云中 引得下方众人一片哗然 至尊敬层次的紫急雷结 这怎么可能 到底是和方妖孽在此渡劫 竟然能引得紫急雷结降临 看到上空发生蜕变的雷结 饶食一些见多识广的强者 在这一刻都露出骇然之色 紫急雷结 唯有一个人在某一个境界 根基底蕴都打磨得很完美 潜力资质足以惊动上苍石 才会降下紫急雷结考验 在冬域 圣王静以下的紫急雷结 或许有些弟子还能引动 但圣王静以上的紫急雷亭 已经有上千年没出现过了 没想到今日在唤星城 他们竟然能目睹到 至尊敬的紫急雷结 此人若是不陨落 未来必定是大帝 在下方众人心神惊骇之时 萧尘看着眼前翻滚着的雷云 脸上没有露出任何畏惧之色 反而带着一抹兴奋 天遣灭世印还差一部分能量 才能引动天遣抹杀方圆万里 所以 突破到至尊境层次 也是他计划的一环 利用至尊境的紫急雷结 给天遣灭世印充能 所能引动天遣的威力 简直不是他能想象的 这一次 不管黑暗禁区有什么手段 在绝对实力面前 都只能化为飞灰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完全无视紫急雷亭的肆虐 便宛若犹一般冲入雷云中心 如此胆大妄为的举动 又是让众人一阵骇然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没有众人想要看到的 萧尘会被紫急雷结轰杀 唯有紫急雷云 在雷暴中不断翻滚 在威势达到巅峰后 又再逐渐衰弱 让下方众多强者 看完久久不能雨 一个时尚后 随着天地爆发 最后一阵雷鸣声 天地间翻滚的雷云 也随之消散 唯有天结造化之力 弥漫于天地间 这让下方众多强者 蠢蠢欲动 至尊境层次的天结造化之力 如果可以掠夺到一部分的话 绝对是可以让自身修为大增 不过在感受到上空的地位后 哪怕是一些至尊敬强者 此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唯有萧尘盘坐在虚空中 疯狂炼化天结造化之力 不知道过了过久 当一日晨曦洒落大地之时 萧尘也睁开了紧闭的双眼 一股强悍的修为波动 宛若风暴般席卷而开 至尊其崇敬 感受到身上涌动的修为波动 萧尘脸上露出一抹意外之色 想不到 柳若仙的原因反哺 加上紫急雷劫洗礼 竟然让他的修为一突破 就达到如此害人的境界 要知道 越往后修为突破就越困难 而他一突破到至尊境 就能一口气连破七个小层次 这放眼整个东狱 不对 放眼整个苍蓝界 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逆天奇迹 恭喜魔主大人神功盖世 一突破竟然连破七重境 纵观苍蓝界亿万年历史长河 也绝无 在萧尘收敛修为气息 感受着自身的强大时 天邪上来就先拍马屁 这让天行剑等人感到有些无语 行了 你们还是抓紧时间恢复修为吧 若是以后 你们修为被我赶上了 你们这数千年岁月 就真白活了 萧尘文言摆了摆手 打断天邪这马屁精 让几人脸上都露出一抹尴尬 以萧尘如此恐怖的修为晋升速度 恐怕用不了多久 就能达到帝君境 修为想追上他们 简直是轻而易举 随口回了一句后 萧尘便落入下方 跟端木学营等人交代一番后 萧尘也没在万宝商会内逗留 在传音跟江丽取得联系 得知对方已经抵达黑暗禁区的百里外 萧尘便毫不犹豫地动用阵盘传送过去 今日过后 或许世间再无黑暗禁区 黑暗禁区百里之外 一片被迷雾营绕的山林中 江丽百般无聊地挥动紫颜魔腾鞭 随后一鞭子狠狠抽在一个人偶上 嘴里还嘟囔着 渣男 把屁股撅高一点 你看老娘今天抽不抽死你 而前方那个泥土人偶 正是萧尘的模样 此时人偶趴在地上 屁股高高地撅起 并对着江丽 让这一位魔后抽完露出爽快 却又有些羞耻和兴奋的表情 在江丽又一边落下后 放置在一旁的空间阵盘 在此时也发出一阵嗡鸣 随着空间的扭曲 萧尘也一步跨出 那个泥土人偶瞬间化为一堆沙力 江丽的神情也恢复到高冷的模样 不过在感受到萧尘身上的修为波动后 她的瞳孔忍不住一缩 至尊七重镜 你一突破 就达到了至尊七重镜 似乎是有些太难以置信 江丽忍不住开口询问道 要知道 她天资妖孽无比 当年刚突破到至尊镜 也只达到至尊四重镜 而萧尘 竟然一突破 就连破七重小镜见 这家伙 还能算是一个正常人吗 侥幸而言 萧尘文言淡淡一笑 吸收了柳若仙的原因反补 再加上完美吸收子迹雷洁 她若是不能达到如此地步 倒是有愧柳若仙 这万年柳目精华了 说了一句话后 萧尘目光打量着江丽 又看了看地上的泥土 嘴角忍不住一抽 不用想 也能猜到 江丽刚才在干嘛 想不到这个女人 还有这种特殊癖好 不愧是北玉的魔后 以后这女人 最好别让她拿下了 若不然这一根小皮鞭 她会让对方知道 到底是用来抽谁的 情况怎么样 压下心中这个念头 萧尘目光看向远方 话音低沉地询问道 黑暗禁区的周围 都有魔灵族的眼线 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 他们都能知晓 而在内部 黑暗气息变得格外沉重 疑似有地级阵法笼罩天地 听到萧尘的话语 江丽将他感知到的情报 都如是跟萧尘说了出来 若不是他专修魔闻之力 恐怕还感应不出来 禁区内的阵法波动 那一座隐晦的地级大阵 让他有种强烈的危机感 若是身陷其中 将有生死危机 第四百二十章 看来 倒是可以给这帮家伙一个惊喜 阵法 萧尘文言淡淡一笑 除非这阵法超出天地的限制 否则他们挡不下天谴雷杰的 说着 萧尘似乎想到了什么 话音在此时变得低沉 我们需要提防的是 那一尊老不死 对方到底有没有什么保命底牌 比如假死或者复活 所以 在天谴雷杰过后 你务必要在第一时间内 就进入到禁区查探情况 他可以通过系统 复活自己和其他人 难保这一方世界 这些活了上万年的老不死 就没有类似的保命能力 比如 什么血肉藏魂重组 或者是 灵魂分裂转移之类的 所以要杜绝对方 一切生还的可能性 嗯 江丽文言也没有抬杠 只是凝重地点了点头 随后 目光看向黑暗禁区深处 需要我护送你 进入黑暗禁区吗 萧尘现在只有至尊七重禁修为 想杀进黑暗禁区深处 会很艰难 不用 我不会傻到直接杀进去 偷偷潜进去 效果会更好 萧尘文言摇了摇头 拒绝了江丽的体 天谴一旦引动 方圆万里的法则会瞬间扭曲 如同囚容一般 封锁这片天地 哪怕是大地强者 也无法传送逃离 如果江丽护送他进去 一不小心被强者缠住 来不及脱身就麻烦了 虽说江丽被天谴轰杀 他也可以将对方复活 但对方一身修为将会化为乌有 想重新恢复 又得浪费不少时间 更何况 对方还会留下心理阴影 在话音落下之时 萧尘身上涌出一阵黑炎 身体在此时也逐渐模糊 这让江丽瞳孔骤然一缩 因为这一股黑炎 竟然散发着纯正的黑暗气息 跟暗夜魔灵族简直一模一样 你竟然能伪装成其种族 看到萧尘化为一道魔影 江丽一脸震惊地询问道 若是他不知道 眼前此人就是萧尘的话 恐怕会怀疑 这家伙是暗夜魔灵族之人 这家伙 竟然还有如此手段 一点小手段而已 萧尘并没有过多炫耀 只是话音平静地回道 在修为达到至尊境后 他解锁了一些功法秘书 不仅可以利用混沌真元 模拟出其他的真元属性 甚至还能复刻别人的神通 他曾帮柳若先 进化过黑暗不祥之力 在不久前还跟叶兰发生过惨烈厮杀 对于黑暗不祥之力 已经相当熟悉了 此时想要模拟出来 完全不难 再加上 他还修炼了天魔无影部 这一门身法修炼到极致后 也能将自身化为一道魔影 跟暗夜魔灵族的天赋 倒是有一些相似 我进去了 你自己悠着点 可别出意外了 在身形彻底模糊后 萧尘化身为暗夜魔灵族 便朝着黑暗禁区前了进去 这家伙 看着萧尘远去的背影 江丽眉头忍不住一皱 脸上露出罕见的担忧 该死 本后怎么会忍不住担心这家伙 非亲非故的 他死了 我正好可以自由了 何况这家伙 还有复活能力 我担心个锤子 在骂骂咧咧鄙比试自己一顿后 江丽又凝聚出一个泥土玩偶 紧接着甩出长边狠狠抽上去 脸上的担忧 化为兴奋和满足 就连他自己也没察觉到 随着萧尘出现在他的世界中 他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古怪 嗯 更像一个正常的女人了 另外一边 看着那一片被黑雾环绕的山林 萧尘的脸上也露出了一抹冷笑 身形如同鬼魅一般 化为青烟就冲进去 连守在外围的众多魔物哨兵 都没有惊动 随着身形彻底融入黑雾中 萧尘整个人如入无人之境 在短短不到半个钟内 便横跨黑暗禁区数千里 直接来到黑暗禁区的内围 下一刻 萧尘突然顿住脚步 目光异样地看着前方 在系统鉴定功能下 前方那一座隐匿于天地间的阵法 在这一刻也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 暗夜求天阵 地军级极品阵法 以及到地冰暗夜魔魂帆作为阵机 以八大地军级魔物的精血为影子 熔炼诸多材料所铸造的地级阵法 若不是暗夜魔灵族族人 一旦进入 必将遭受反噬 阵法若是全面激活 可以轻易覆盖方圆万里 诛杀大地进层次的强者 只能暗夜魔灵族之人进入 查看出眼前这座阵法的信息 萧尘脸上也露出一抹凝重 伸手按向前方的阵法光幕 不知道他模拟出来的黑暗之力 能不能骗得过这一座地阶阵法 随着手掌跟阵法光幕的触碰 阵法光幕上泛起一阵阵涟漪 就在萧尘以为 这一座阵法要爆发反噬的时候 谁知他的手臂却轻易没入阵法 破磨而尽了 看到手臂没入阵法光幕 萧尘脸上露出一抹意外 没想到 造化乾坤觉得模拟能力竟然如此恐怖 连帝君级极品的阵法都可以轻易骗过 本以为还得费一番功夫 没想到这么简单就进来了 看来 倒是可以给这帮家伙一个惊喜 在话语泥喃中 萧尘大摇大摆地走进阵法 目光看向黑暗境区的深处 天谴灭世应所召唤的天谴雷杰 能覆盖方圆万里 但想将夜兰等人一网打尽 他必须深入到最深处才行 毕竟 他这一次最大的目标 是那一位红毛老不死 对方不死 他很难心安 谁在哪里 在萧尘新年落下之时 在黑暗禁区巡逻的魔灵小队 也发现了萧尘这一位外来者 一个个犹如草木皆兵 当即朝着萧尘围过来 萧尘见状没有一点慌乱 反而直接爆发修为波动 黑暗不祥之力的气息 宛若海啸般席卷而开 滚 误了本尊汇报情报 你们这些人都得死 话音冰冷地说一句后 萧尘抬手轰飞这些人 身形朝着禁区深处冲去 那种冷漠而霸道的姿态 如同真正的魔灵族强者 好可怕的魔威 不知道是哪一位魔尊大人 被萧尘随手一掌掀翻在地上 众多魔灵族将士都一脸敬畏 黑暗禁区内等级三言 他们这些至尊禁以下的魔灵 可不敢得罪这些高等级魔灵 于是 在这种大摇大摆中 萧尘如入无人之境一般 便来到黑暗禁区的深处 看着眼前矗立的一座座巨型宫殿 天地间还弥漫着诸多隐晦的气息 萧尘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随即撤掉了身上的伪装 混沌竟是雷火 宛若火山爆发一般 在他身上冲天起 第421章 黑暗无边无际 那本公子今日 便以雷霆击碎黑暗 三日时间已到 黑暗禁区的狗东西 还不速速滚出来受死 几乎在修为气息爆发之时 萧尘的话音宛若滚滚天雷 煞时间震动整个黑暗禁区 再加上那独一无二的混沌 竟是雷火 此时在黑暗禁区内 就如同黑夜中升起了一轮大日 让夜兰和众多强者 都为之骇然 怎么可能 他什么时候来的 为何阵法没反应 在惊骇中 禁区内众多的帝军强者 都看向萧尘所在的位置 脸上露出一抹难以置信 暗夜球天阵完全激活后 能辨别出种族血脉气息 怎么还有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进来 在念头落下之时 夜兰和几位帝军长老 在面色阴沉中一步跨出 身形出现在虚空之上 至尊七重镜修为 当几人看到萧尘后 瞳孔便忍不住收缩 那几位长老的脸上 更是露出疑惑和不解 不是说此人是一位大帝吗 怎么修为 只有至尊七重镜 就你一人前来 夜兰没有在意萧尘的修为波动 而是目光扫了周围一眼 魂念疯狂赶至这片天地 试图找出除了萧尘以外 进入黑暗禁区的其他人 比如那一位北玉魔后江丽 他可不信 萧尘想要覆灭黑暗禁区 只需自己出手就足够了 对付你们这一帮杂鱼 本公子一个人就够了 听到夜兰的话语 还有感受到一道道恐怖的契机 全都锁定在他身上 甚至在此地深处 还有另外一道目光 也在暗中注视着他 萧尘嘴角掀起一抹残忍的弧度 说话间 一枚鸣刻着神秘符文的喜应 十分诡异地出现在他的身前 随着雷狐在上面闪烁 一种难以言喻的气息 让夜兰等人面色巨变 此物 此物乃是绝世凶器 感受到浑身汗毛 在这没喜应出现后 都忍不住战力竖起 夜兰的神情为之巨变 哪怕是急到地兵 也无法带给他这种生死危机感 难不成眼前这喜应是一件神物 疯狂几日后 我们也准备回去了 坐在我的私人邮轮上 这两人竟然说运船 让我给他们打点爹 我拿头打吗 出手 以最快的速度将其灭杀 在内心感到惶恐之时 夜兰大声嘶吼一声 黑暗不祥之力轰然爆发 暗夜魔血连出现在手中 一刀横贯天地斩向萧尘 纵使他伤势还没复原 但他毕竟是一尊大帝 此时催动几道地兵所斩出的一刀 依旧能让无数地军感到惊恐绝望 而面对这一记死亡镰刀斩 萧尘此时就像吓傻了一般 只是抬头看着这一刀 嘴角还掀起一抹嘲讽 哼 下一刻 随着刀芒轰在萧尘身上 毁灭性的冲击 宛若末日风暴一般席卷天地 万丈虚空在这一刻轰然崩塌 这家伙竟然用头硬阶组长这一劫 周围几大帝君长老 在看到这一幕后 瞳孔都猛的一缩 就算对方是一位大帝 如此硬阶也必死无疑 不过就在他们念头刚刚浮现之时 一道耀眼的金光从萧尘身上爆发 在那种毁灭性的冲击中 萧尘浑身弥漫着金光 就如同天神下凡一般 周围肆虐的黑暗不祥之力 竟然无法伤对方一分一毫 如此不可思议的一幕 让夜兰和几大帝君强者 瞳孔在放大中险些炸裂眼眶 不可能 你怎么能硬抗本座一击而毫发无伤 在心神亥然中 夜兰宛若疯子对着萧尘大吼 第一次 第一次有人用头挡她的攻击 并且还做到毫发无伤呢 这他妈究竟是什么怪物 短短刹那间 夜兰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将死之人 不必深知 萧尘文言冷声一声 接着全力爆发修为 双手截出一道硬诀 利用夜兰的攻击 触发明刀守护印记 她现在处于短暂的无敌状态 但这状态只能维持三秒而已 所以 她必须在三秒钟内 成功激活天潜灭尸印 引动天潜 毁灭方圆万里 随着手中印记结出 真元宛若洪流一般 疯狂没入到天潜 灭尸印中 一道道雷弧 从喜应上不断闪烁 难以形容的恐怖威压 宛若风暴一般 笼罩天地 如同沉睡于混沌中的魔神 在这一刻 从沉睡中复苏一般 令得夜兰和几大帝君长老 浑身冒出一股寒意 不能让她激活这一尊凶器 在话音嘶吼中 黑暗不祥之力 从夜兰身上冲天爆发 就连几大帝君长老 也疯狂催动修为 笼罩在黑暗禁区内的地极阵法 在这一刻前所未有的运转起来 黑暗之力 宛若狂潮一般席卷而开 目光所及 整片天地一片漆黑 夜兰在此时 也结出一道硬卷 永夜无光 随着这几个字音的回荡 虚空中出现了一只眼球 在这只星红毛子 眨巴一下后 一道略显暗红色的漆黑光柱 便对着萧尘轰响 刹那之间 在震耳欲望的轰鸣声中 萧尘整个人被轰入地下 金光跟黑光不断碰撞 山脉大地也随之崩塌 不过在防御无敌的状态下 纵使这一道光束 可以轻易轰杀帝君九重进强者 但此时依旧没办法伤到萧尘 这一幕 让夜兰等人目次欲裂 不可能 此地乃是黑暗禁区 黑暗之力无边无际 你为什么还能活着 看着在深坑中 轰不死的萧尘 夜兰宛若疯子一般的怒吼道 集合他 这位黑暗禁区之主 还有将近十位帝君进强者 再配合一座帝君级的阵法 哪怕是强如半神 倘若被正面轰动的话 就算不死也得受重创 但眼前这家伙 依旧毫发无伤 呵呵 黑暗无边无际 那本公子今日 便以雷霆击碎黑暗 听到夜兰的话语 萧尘抬起头露出一抹冷笑 话音森然地回荡在天地间 而此时 明刀守护印记的无敌状态已过 但萧尘也成功激活天谴灭世印 在话音回荡一瞬间 一道磅礴的银紫色光柱 从天谴灭世印冲天起 暗夜球天阵所轰出的漆黑光柱 竟被这道银紫色光柱当场轰爆 这让夜兰等人的面容当场扭曲 还不得等他们惊骇出声 一股无法形容的神秘波动 在眨眼间扩散到方圆万里 整片天地如同受到刺激一般 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威压 宛若天崩一般轻浮而下 令得夜兰等人瞳孔色缩 这是天节雷云 看到漆黑的虚空突然间风云变幻 一道道雷蛇在苍穹上不断地游动 夜兰等人的脸上都露出一抹惊骇 你这件宝物竟然能引动天节 在内心惊骇中 夜兰看向萧尘 话音冷冽地道 想利用天节来对付我们 这方法确实很不错 但很遗憾 就算你能引发地极层次的雷劫 也依旧无法覆灭我们黑暗禁区 族长 那不是雷劫 那是天谴 这家伙竟然引动了天谴 在夜兰话音刚落下之时 一旁几位帝军晋长老 一个个都惊恐大叫道 这让夜兰头皮瞬间炸裂 目光猛地看向虚空之上 第422章 天谴之下 万物寂灭 虚空之上 原本在翻滚的雷云 先是浮现出一抹紫光 接着紫光便愈发深邃 眨眼间化为暗紫色 下一颗化为紫红色 最后更是蜕变成血红色 在这一抹血红渲染雷云之时 这方圆万里雷云也发生蜕变 那种雷霆之威变得愈发恐怖 哪怕是夜兰这种帝军强者 也本能地感受到一种恐惧 因为在这一抹血红出现后 这就已经不是天谴了 而是骇人至极的天谴 普天之下 正常的天谴雷霆之力 只会在银色和紫色间来回变换 是大恐怖 而血色的雷霆 唯有天谴 才会是这一种充满暴力气息的颜色 意味着天地动目所降下的杀伐之力 最重要的一点是 天谴之下无活物 这是苍蓝界公认的真理 哪怕是强如半神的盖世强者 也难以在天谴的轰杀下活命 可想而知天谴是有多恐怖了 你他妈是不是疯了 你竟然引动了天谴 在心神感到惊骇和恐惧中 夜兰宛若失心疯一般 对着萧尘歇斯底里的怒吼道 多少年了 他已经快忘记恐惧是何种滋味了 如今萧尘的疯狂举动 让他全部都回忆起来 他虽然有帝君九重镜的修为 但在天谴下也如同蝼蚁一般 而在夜兰嘶吼间 周围几位帝君镜长老已经被吓破胆了 一个个都疯狂爆发修为撕裂空间 想要离开天谴雷云所笼罩的范围 可在他们爆发修为后 原本能轻易撕裂的空间 在此时却变得无比牢固 哪怕他们是帝君强者也无法撼动 如同这片天地的法则已经被扭曲 方圆万里化为了坚不可摧的囚龙 族长 我们逃不了 快杀了他 毁了那枚喜应 或许能中断天谴的降临 感受到无法撕裂空间离去 几位帝君长老在惊恐中 目光都锁定在萧尘身上 说话间 帝君静修为也疯狂爆发而开 一道道神通宛若洪流般轻腹而下 萧尘见状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嘴角露出一抹嘲讽 甚至还主动收敛修为 完全一副求死的样子 这让叶兰的瞳孔猛的一缩 先不要攻击 叶兰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连忙开口喝止几大帝君 但在他话音刚传出的同时 几大帝君的攻击已经落下 天地间爆发出一阵轰鸣声 萧尘在没有做防御的情况下 整个人被几大帝君轰爆炸开 看起来真的就像是被抹杀了 这一幕 让叶兰完全猛逼了 他跟萧尘可是经历过厮杀的 对方的实力比他还要强一些 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被轰杀了 这家伙绝对是在主动求死 难不成 这只是对方的一具分身 以一具分身惨死作为代价 引动天谴来覆灭黑暗禁区 此人真是不折不扣的疯子 一路传阵颠簸 才刚回到别墅 就看到燕灵基同学迎上来说 他这几天在钻研查意 等一下要给我见识功夫查 这 叶 检测到宿主肉身和魂体禁毁 请问宿主是否进行免费复活 在夜兰心神惊骸中 萧晨感受着身体和灵魂爆开 魂体真灵隐匿于天谴灭视印中 他脑海中也传来了系统的提示 暂时不复活 萧晨想都没想 便拒绝了系统 现在复活也只是再死一次而已 毕竟这天谴已经快酝酿完毕了 更何况 这种死亡后 魂体真灵溶于天地间的体验 竟然让他有种前所未有的感悟 或许借助这次死亡 还有此次天谴的降临 他对于天地法则能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死了 看到萧晨被轰成一团血雾 唯有那枚天谴灭视印 静静地悬浮于虚空中 不仅是夜兰猛了 几大长老也猛了 快拿下那枚雷印 或许能中断天谴 脸上的错愕还没停留一会 其中一位长老大喝道 身形冲向天谴灭视印 夜兰和另外几大长老神情一宁 一个个也一同抓向天谴灭视印 轰隆 不过就在这一瞬间 随着天谴灭视印上面闪过一道雷弧 苍穹之上爆发出震耳欲龙的轰鸣声 一道道宛若雷龙一般的血色雷霆 从翻滚的雷云中朝下方倾覆而下 锁过之处 虚空寸寸爆碎炸开 甚至大部分的天谴雷霆 都是朝着夜兰等人而来 不好 这雷印能吸引天谴雷霆 看到上空无数血色雷霆轰然落下 夜兰等人一个个都吓得面色俱变 身形宛若流光一般冲向景区深处 老祖救命 在惊恐万分中 夜兰等人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红毛老怪身上 如果这一位禁区老祖可以挡住这一波天谴 他们或许还能活下来 好 几乎在夜兰等人话音回荡间 一只恐怖巨手从禁区深处深处 随后以无可匹敌的姿态 跟漫天雷霆轰击在一起 伴随着轰鸣声的滔天乍响 那一只血色巨手被轰得皮开肉绽 但第一波天谴雷霆也被阻挡下来 这一幕让夜兰等人都露出一抹狂喜 虽然这一位老祖受创了 但似乎有能力挡住天前 你们该死 还没等夜兰等人狂喜多久 伴随着一道暴力的话音 从黑暗禁区内转了出来 一尊庞大的血色身影 挣脱身上的锁链 从禁区深处冲出 巨大的手掌拍向夜兰等人 那种毁灭性的攻击 令个夜兰等人面色俱变 一个个都爆发修为抵挡 老祖 是我们 感受到红毛老怪的杀意 夜兰等人疯狂地嘶吼道 千不该万不该 这一位谷祖竟然在此时失控了 哄 伴随着轰鸣声的乍响 夜兰等人的神通都被轰爆 一个个口喷鲜血 身形倒卷 这一位谷祖 可是及他们所有人之力 也无法战胜的恐怖存在 而在几人被轰飞重创的同时 一道道血色雷霆也从天而降 那种毁灭性的雷霆之力 比起上一波还要强几成 不 看着如此恐怖的天前雷霆 夜兰等人 发出绝望的怒吼 身受创伤 加上如此恐怖的天前雷霆 他们这几位帝君 纵是有天大的本事 也不可能在这种绝境下存活下来的 伴随着嘶吼声的回荡 夜兰一行人都被淹没在雷海中 身躯更是被血色雷霆当场轰爆 不仅是夜兰一行人 此时 黑暗禁区内为万里地狱 都被天前雷霆无情地轰杀着 不论是何种生灵 不论是何种境界 在一道道血色雷霆的轰击下 都只能化为青烟或者是残渣 就连那一尊红毛老怪 那庞大的如山的身躯 在第三波天前雷霆降临后 也宛若烟火一般爆碎炸开 而萧尘以奇特的视角看到这一幕后 内心却涌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凝重 因为那一位禁区谷祖 身躯在被雷霆轰碎后 竟然化为黑血 无断融入下方大地 令得这一片大地 在充满不祥的气息中 也还隐藏着一缕生机 第423章 从此刻开始世间再无黑暗禁区 假死 以虚无的视角看到这一幕后 萧尘心中虽然有些诧异 但并没有感到太多意外 这些活了一万多年 成功触及到那一步的老不死 手里果然有非同寻常的手段 这一位黑暗禁区的谷祖 在知晓天浅无法抗衡后 便选择自爆肉身和魂体 以密法将自身的残魂和精血 疯狂融入到这一片黑暗之地 只要精血残魂能和大地融合 并且融入大地下方足够深的话 除非天浅能将整片大地都抹除 否则这一位谷祖 就还有生的希望 当然 这种秘法 也需要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 至于代价有多惨痛 萧尘就不得而知了 在念头转动间 天浅雷霆 已经将方圆万里 都轰了好几遍 万里大地 更是被雷霆之力 轰出数千丈深 从苍穹上看的话 就像一个有万里大小 深度有数千丈的巨坑 在这个范围内 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生机波动 所有黑暗生灵和众多建筑物 都在天浅的轰击下 化为虚无 万里地域彻底化为死地 如此恐怖的一幕 让黑暗禁区的外围发生恐慌 无数黑暗魔物都在疯狂逃窜 就连处在禁区外的江丽 此时也被这一幕吓到了 如此恐怖的雷霆之力 它若是进入天浅轰杀范围 绝对撑不过两波雷霆轰击 这家伙应该没出意外吧 在内心感到惊骇和恐惧中 江丽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震撼 便小心翼翼地朝着天浅靠近过去 对于沿途疯狂冲出的黑暗魔物 江丽在这一刻看都没有看一眼 黑暗禁区的核心内围惨遭抹杀 仅凭外围这些杂七杂八的魔物 对其他势力已经很难有威胁了 毫不夸张地说 从此刻开始 世间就再无黑暗禁区了 除非 那一位老不死还能奇迹般地活下来 这样黑暗禁区或许还有重振的希望 半个时辰后 万里地狱的生机彻底湮灭 天浅雷云也在虚空中消散 唯有一枚古怪的喜应朝下方跌落而下 就在这喜应要坠入深坑中时 一道耀眼的白光也随之闪耀 原本就破碎的虚空 竟然出现一道漩涡 在生死轮回气息席卷天地间 萧尘的身影再一次浮现出 并且在复活后 萧尘的修为气息不仅没有半点跌落 反而疯狂地攀升着 身为系统的宿主 萧尘能拥有特权 每一次死亡重新复活 修为依旧会恢复如初 而这一次的死亡 他近距离地赶出天浅雷霆 再结合他妖孽无比的悟性 让他的法则领悟飙升到一个相当可怕的程度 所以在系统恢复修为之时 他便一口气突破修为瓶颈 修为正式踏入到至尊八重镜 刚回到别墅内 燕灵基同学立马邀请我品茶 但这壶茶温了好几天 喝起来虽然很润口 你究竟是谁 为何能引动天前 就在萧尘修为踏入至尊八重镜之时 下方的深坑大堆突然传来一阵嘶吼 弥漫在深坑中的黑雾 被一股冲击强行冲散 只见在那一个漆黑的深坑中 焦黑的土地不断地翻滚震动 一抹暗红在大地疯狂蔓延 整片大地不断地蠕动起来 随后化为一尊千丈高的泥土巨人 浑身上下散发着残暴的黑暗气息 这个大家伙 正是黑暗禁区的谷祖 在修为突破地军晋级线后 为了应对以后的天地神节 他不惜耗费数千年时间 抹杀族内多位地军强者 就是为了提炼他们的魔血和残魂 滋养这一片大地 方便他日后遭遇生死危机 可以兵解肉身和残魂 融入这片大地来保命 本以为这一道底牌 是日后用来杜劫的 没想到 黑暗禁区惹上了萧尘 而对方还能召唤天前 而天前的威力 比天地神节还要可怕 被迫无奈中 这一位谷祖 只能动用掉这道底牌 终于让他在天前下 留有一线生机 但代价便是 他从今往后将无缘真神境 并且也会从暗夜魔灵族的谷祖 变成一尊人不人鬼不鬼的山怪 在怒吼声中 禁区谷祖挥起巨大手掌 当即朝着萧尘拍了过去 能威慑冬域的黑暗禁区 竟然让一位至尊静蝼蚁 引动天前雷霆给抹除了 这简直就是奇耻大如 竟然还有帝君禁实力 感受到这一位禁区谷祖 此时身上一散开的气息 萧尘的眼神忍不住一宁 经历了天前的轰杀 在留有后手存活下来后 竟然还能保留如此实力 真不愧是一个 古老势力的终极抵御 不过萧尘此时没有任何畏惧 甚至连防御护照都没有凝聚 只是冷冷地注视着 不断逼近他的巨手 死了 下一刻 当那一只巨手 逼近萧尘前方摆仗之时 伴随着虚空传来一阵撕裂声 一道长边撕裂虚空暴射而出 在暗紫色火焰的环绕下 宛若天地秩序锁链一般 煞世间缠绕上那一只恐怖巨手 紧接着 长边猛的一扯 那种恐怖的绞杀之力 将这只手臂当场绞碎 让黑暗禁区谷祖 发出震耳的嘶吼声 大地强者 看来本后没来晚 江丽没有理会禁区谷祖的嘶吼 对着萧尘说了一句后 目光在周围扫了一眼 翘脸为之动容 真不愧是天前降临 竟然能将禁区大得 轰出一个万里深坑 当然 最让江丽感觉到不可思议的 是萧尘不仅一点事情都没有 就连修为还突破一个小层次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怪物 宰了他 切记不要让他跑了 萧尘文言也来不及多说客套话 便话音民众地对着江丽开口道 能在天前下活命的老怪 若不将对方彻底灭杀的话 他们今后恐怕会有大麻烦 而江丽文言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目光落在禁区谷祖的身上 紫颜魔腾边在这一刻疯狂延伸 宛若一道紫颜魔莽般 缠绕上禁区谷祖那庞大的身躯 恐怖的魔闻之力 伴随着滔天紫颜 狠狠轰在黑暗禁区谷祖的身上 如果这老家伙是全胜状态 即便是江丽也得逃之夭夭 但现在 对方为了能在天前下活命 状态已经不及全胜一二成 如此实力可不是他的对手 你们究竟是谁 感受到紫颜魔腾边的绞杀 禁区谷祖发生出怒吼咆哮 堂堂黑暗禁区谷祖 一位恐怖的半神强者 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让这位禁区谷祖 内心有一万个憋屈 下地狱去问马 江丽文言冷哼一声 双手截出一道硬绝 魔闻之力化为漫天魔蝶 便朝着禁区谷祖轰击而下 可同样在此时 禁区谷祖眼眸中闪过一抹幽光 那如山一般庞大的身躯 传出毁灭性的能量波动 紧接着 在江丽瞳孔剧烈收缩中 禁区谷祖轰然暴碎炸开 第424章 不留下点什么的话 别人都不知道是我做的 哄 伴随着一阵轰鸣声的炸响 难以形容的恐怖冲击 宛若风暴般横扫而开 江丽在猝不及防中 被当场先飞出去 喉咙一甜 喷出来一口鲜血 不过江丽此时完全顾不得压制伤势 而是目光死死地盯着那片风暴中心 因为在他的感知中 有一道残魂波动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脱离这片黑暗风暴 他想逃 在大鹤声传出之时 江丽强行爆发修为 不过在这一瞬间 萧尘的身影 不知道何时出现在虚空之上 在不灭魂灯浮现的那一瞬间 双手更是结出一道神秘应觉 伴随着一阵嗡鸣声的响起 一道道魂炼宛若触手一般 煞时间便追上那一道流光 将黑暗禁区谷祖的残魂死死地缠绕住 不灭天魔灯 感受到这一条条魂炼的缠绕 还有那一盏神秘的青铜孤灯 黑暗禁区老祖发出了嘶吼声 对于这尊急到地兵 他这老家伙也知晓 若是在有肉身的情况下 他完全不惧这尊地兵 但只有残魂状态 就如同待在羔羊 认得便好 不管你生前有多疯狂 死后就只能沦为魂灯的祭品 在冷冷说了一句后 萧尘双手骤然结印 不灭魂灯爆发出惶惶之威 在黑暗禁区谷祖不甘的怒吼中 便将这一尊老怪拖进不灭魂灯 天地也随之陷入死寂 不成神 终究是蝼蚁 想不到强如黑暗禁区谷祖 最终也只能以陨落而收场 看着黑暗禁区谷祖的残魂 被拖进不灭魂灯 江丽的神情显得有些复杂 如此修为 哪怕是放眼整个苍蓝界 也绝对是一等一的强者 没想到 竟然被萧尘利用外物抹杀 甚至还带上整个黑暗禁区 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 若不是亲身经历的话 只怕他怎么都不会信 事情了结 该回去了 收起不灭魂灯后 萧尘目光扫了下方一眼 话音平静地对江丽说道 方圆万里都化为了废墟 在天前雷霆的轰沙下 夜兰等人连同帝兵和宝物 统统都被雷霆轰成了虚无 倘若他不是将魂体真灵寄托在天前灭尸印里面 只怕在天前雷霆无情的轰沙下 仅存的魂体真灵也会化为虚无 所以这一趟倒是没法收割什么宝物 不过这一次 能将黑暗禁区从这世间抹除 倒是让他少了一个心腹大患 说着 萧尘拿出空间阵盘 俩人便准备回去了 不过就在此时 萧尘眼神微微一凝 像是想到什么似的 目光看向了下方的废墟大地 怎么了 难道那尊老怪还没死 看到萧尘目光看向下方大地 江丽的面色忍不住一遍 目光也看向了下方大地 修为更是急速运转起来 摩文之力瞬间笼罩俩人 不是 萧尘文言摆了摆手 示意对方不要紧张 我只是觉得 负面黑暗禁区这种壮举 不留下点什么的话 别人都不知道是我做的 听到萧尘这句话 江丽顿时愣住了 他倒是没想到这一点 不得不说 眼前这个男人 思路倒是清晰 轰动 在江丽心生胆慨之时 萧尘手握五行修罗枪 枪芒挥舞在下方划过 一行巨大无比的字体 散发着五行光芒 也凝聚在大地上 黑暗禁区 敢敢猎杀吴七柳神 本公子今日以天谦将其灭之 倘若今后还有人再敢招惹五等 本公子不介意让天谦再次降临 刘明者 萧尘 念出萧尘刻在大地上的话语 江丽脸上流出一抹吃味之色 吴七柳神 说的好霸气好友犯 反倒是他 堂堂北玉魔后 跟在这个男人身后跑来跑去 一直被这个男人当成工具用 现在提都不提到一下 可对 渣男 不过想到 他又不是萧尘的女人 计较这些倒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江丽撇了撇嘴 当即扭过头去 走了 你发什么神经 留下这几行字后 萧尘回过头 看到江丽表情丰富 不禁有些疑惑地询问道 你才发神经呢 渣男 江丽文言白了萧尘一眼 让后者感到有些很无语 不过萧尘也懒得计较 抬手间激活空间震盘 俩人消失在废墟上空 另外一边 幻星城 万宝商会 怎么样了 可有黑暗禁区那边的消息传来 一间宛若宫殿般的贵宾房内 端木学营等人紧张地询问道 而在对方的柳燕飞 刚刚放下手中的传讯玉佩 脸上露出惊魂未定的神情 根据我们商会派出的探子汇报 不久前 黑暗禁区深处 有血色雷云浮现 疑似天谴降临禁区 不过由于整个黑暗禁区发生暴乱 我们商会的人 无法潜入查明情况 在沉默一下后 柳燕飞颤抖道 怎么会有天谴降临 这就是那一位萧公子的底牌吗 可是在天谴雷霆下 万物都得灰飞烟灭 难不成这一位萧公子 有办法可以不惧天谴 短短片刻间 柳燕飞的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对萧辰也感到越来越好奇了 天谴 端木学影等人文言瞳孔一缩 都意识到萧辰动用底牌了 也不知道接下来的结果会怎么样 在念头落下后 厢房内重新陷入死寂 一行人静静地等待着 过了好一会 房间内的柳若仙突然睁开了眼睛 夫君回来了 几乎在这话音传出之时 房间内放置的空间阵盘 突然间爆发出一阵光芒 随着空间的扭曲破裂 萧辰和江丽服下出 这令得厢房内众女面色一喜 夫君 你没事吧 在一阵担忧中 端木学影和慕容清雪等人 上来对着萧辰就是一顿检查 没事 不必担心 萧辰文言感到一阵温馨 安抚了众女一眼后 目光看向了柳若仙 黑暗禁区已灭 从今以后 你不必再躲躲藏藏了 听到萧辰这一句话 柳若仙的身子一颤 抬起头目光颤抖地看着萧辰 这一句话 虽然没有说得多么动人 但却让她内心满是复杂 三百多年前 在叶兰入侵百兽山脉后 她统治的地狱化为乌有 自身更是受创极其严重 如果没有被萧辰捡到 或许在之后的百年间 她不仅伤势不能恢复 还会被叶兰找到恋化 可如今 随着她遇到萧辰 短短三个月不到 命运就发生逆转 这一事 她欠萧辰的实在是太多了 而一旁的柳若飞 在听到萧辰这句话后 脑海中如有轰鸣乍响 虽然知道天前降临 黑暗禁区已经完了 但此时 听到萧辰亲口说出 她整个人还是被震惊骂了 短短一个时辰不到 就覆灭了黑暗禁区 这一位萧公子 当真是苍蓝界之人 第425章 冬域震动 月地天的恐慌 萧公子 这梅纳舰内有一千亿零金 是万宝商会 出售八件敌兵的货款 另外十二件敌兵等 全部出售完毕后 燕妃会亲自将货款交代公子的手上 压下心中的惊骇后 刘燕妃拿出一枚纳戒 说话间将其递给了萧辰 一千亿零金 萧辰闻言 眉头微微一挑 便抬手接过那一枚纳戒 有了这一笔资源入账 他距离开启神木密钥 倒是又接近了一小步 既然公子已经解决掉麻烦了 这几天不如在幻星城内休起 燕妃一定会好好招待公子的 看到萧辰收起纳戒后 柳燕妃目光闪烁一下 话音有些莫名的说道 以萧辰展露出来的种种能力 身边还有这么多位帝君强者 如果能好好巴结这位萧公子 让其在万宝商会内挂个名的话 这对万宝商会 绝对有不可估量的好处 嗯 也好 不过本公子接下来还有点事 只能在万宝商会内再待一天 萧辰闻言点了点头 解决了黑暗禁区这个麻烦 接下来还得去收服大荒宗 还有解决荒月谷族的恩怨 当然 对于大荒宗 萧辰没怎么放在心上 毕竟 现在随着天行剑突破到帝君七重境 大荒老祖的修为也逐渐到帝君境 大荒宗已经是他的囊中物 收服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最让萧辰在意的是荒月谷族 这个同样有半神强者的势力 如果不尽快解决的话 只怕未来会有大麻烦 明日就走 听到萧辰的话语 柳燕妃面色一变 显然没想到会这么仓促 哦 不过就在柳燕妃张了张嘴 刚想开口说什么的时候 萧辰腰间的令牌突然亮起 一道讯息也传入到他脑海中 令得萧辰的眼神忍不住一宁 看来没办法 待到明天了 萧辰话音低沉地说了一句 这句话不仅让柳燕妃神情一愣 也让柳若先等人都看了过来 夫君 是不是出事了 在意识到什么后 柳若先开口问道 云前辈进入苍玄境后 本想通过昔日好友 打探荒月谷族的情报 不料却被对方出卖 如今正在被荒月谷族几大长老 联手追杀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他只能向我们求援了 萧辰文言 只能将事情简单地说明一下 另得一旁一直很安静的芸汐 小脸在这一刻 直接下的苍白 不必担心 有我在 你爹爹不会出事的 看到芸汐小脸变得有些苍白 萧辰抬手摸了摸对方的脑袋 说完 一行人也没继续在商会内逗留 简单告别后 便直奔苍玄境而去 荒月谷族 柳燕飞看着离去的一行人 在愣了一下后才回过神来 这同样也是传承于上古的谷族势力 放眼东欲所有地级势力 可是能排得进前几的存在 没想到跟萧公子也有恩怨 不过以萧公子能覆灭黑暗禁区的实力来看 只怕荒月谷族要倒大霉了 在念头落下之时 柳燕飞当即传讯给自家老祖 告知对方黑暗禁区被灭一事 还有就是 柳家一定要巴结萧辰 若不是这几天 柳青天有事刚好离开 他都想拉着这位老祖 跟这位萧公子结盟了 随着萧辰等人赶往苍玄境 黑暗禁区被灭一事 在短短一个时辰内 也传到周边几大地级势力的耳中 你说什么 黑暗禁区被灭了 大罗皇宫呢 听到还老的汇报后 罗浩惊的从龙椅上站起来 目光无比骇然的看着对方 显然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情报 黑暗禁区 这可是盘踞在冬域十几万年的古老势力 综合势力比起大罗帝巢 不知道要强多少 哪怕是冬域的顶尖霸主荒谷军家 也不一定有把握能凭了黑暗禁区 可现在 仅仅不到两三天 黑暗禁区就让人给灭了 此事 老奴不敢谎报 一个时辰前 黑暗禁区深处不知为何降下天前 禁区内方圆万里都化为了废墟 禁区外围的魔物也被吓破了胆 而老奴先前按照陛下的吩咐 要时刻关注黑暗禁区的动静 便派了李渭、王平、两位将军 隐匿在黑暗禁区百里外 他们在天前平息不久后 便壮着胆子进入禁区内 只看到万里废墟大地上 鸣刻着几行字 说着 浮海深吸一口凉气 话音颤抖地继续道 黑暗禁区胆敢猎杀无其留神 本公子今日以天前将其灭之 倘若今后还有人再敢招热无等 本公子不介意让天前再次降临 流明者 萧尘 哄 随着浮海念出萧尘刻下的两句话 罗浩此时的脑海中如有轰鸣乍响 瞳孔更是收缩到极致 脸上充满了难以置信 萧尘 对于这个名字 他或许很陌生 但是对于这两行字中提到的柳神 他这一位大罗帝皇可就不陌生了 很明显 覆灭黑暗禁区的强者 就是前段时间那几人 那一位神秘的公子哥 竟然能召唤天遣降临 这他妈究竟是什么怪物 快 给朕调动国库 背上一份大礼 务必要找到那位萧公子 朕要亲自跟对方赔礼谢罪 在内心感到惊骇和惶恐中 罗浩当即下达了一条指令 虽说那一日 萧尘在斩杀罗陈锋一行人后 就说了跟大罗帝朝再无恩怨 但谁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放下一段恩怨了 如果哪天心情不好 突然想起这段恩怨 想找大罗帝朝出气 那岂不是天降横祸 所以 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 彻底化解这一段恩怨 把这位萧公子哄开心了 这样一来 大罗帝朝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另外一边 更为遥远的苍玄境内 荒月谷族 该死 这怎么可能 他们怎么会有如此手段 荒月谷族大祭司 也就是月帝天 刚收到黑暗禁区被灭的情报 得知萧尘留下的那几句话 整个人如遭雷劈 老脸更是当场扭曲 他们同样不知道萧尘究竟是谁 但凭借着话语中的柳神 最终还是能辨别出是谁 毕竟 柳神在冬域独一无二 而对方现在 就只在东荒出现过 也确实跟黑暗禁区有恩怨 所以毫无疑问 在那一片天谴废墟中流明的 很显然 就是当日 斩杀他们荒月谷族 两大帝君长老 并且斩断他一臂 硬抗神女大人一击的那位神秘大帝 这个家伙竟然能召唤天谴降临 对于荒月谷族来说 不亚于恶耗 如果此人 在荒月谷族内 也来这么一下 但荒月谷族 岂不是也得凉了 第426章 你觉得本神女会害你们 还是觉得本神女没本事 此事 务必禀报给神女大人 在念头落下之时 月地天也来到荒月谷族深处 这里到处都镶嵌着月光宝石 荣誉的月华之力 弥漫着整座大殿 而在大殿中心 存在一汪寒潭 寒潭中盘坐着一道身影 周围有月华之力 凝聚成青纱 外人根本看不清此人的面容 但此女身上所弥漫的威压 哪怕是月地天这种顶尖的强者 也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 此人 正是荒月谷族的神女大人 月灵蕴 一缕来自神域的残魂 不过如今 在荒月谷族的帮助下 她已经成功夺射了月云的身体 并且耗费心血 将其剂脸完全掌控 此时的她 虽然还远远比不上 她在神域时的巅峰状态 但在这方世界 已经是近乎于无敌般的存在 这 便是神降者的恐怖 因为曾经踏入过神境 所以对于力量的掌控 和对天地法则的运用 自然也要远超一般的半神强者 何事 感受到月地天的慌张 月灵蕴随之睁开双眼 话音平淡地回荡开来 神女大人 出大事了 一个时辰前 黑暗禁区被人以天谴之力抹除了 而出手之人 正是前段时间跟我们交手之人 深吸一口气 稳住心神 月地天也没有卖关子 当即将所知道的情报 全盘拖出 这一句话 让原本古井无波的月灵蕴 瞳孔忍不住剧烈收缩起来 你说什么 天谴 这一句话 对于别的次他不敏感 唯独天谴这两个字眼 他是前所未有的敏感 因为对于神降者来说 在苍蓝界 能威胁到他们的存在 除了同为神降者的外来者之外 就只有苍蓝界的天谴雷霆之力 这怎么可能 天谴唯有一方世界的天道 才可以引动 一个人族强者 怎么可能掌握如此手段 在内心感到不可置信中 月灵蕴当即开口低喝道 如果此人真的能操控天谴雷霆的话 那对他们这些神降者 可是巨大威胁 神女大人 此事千真万确 天谴降临黑暗禁区的动静太大了 也惊动了 我们派出去搜捕月螺天的强者 在他们深入禁区内查看后 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说着 月帝天将消沉在黑暗禁区内流明之事 还有柳若仙的具体身份 全都说了出来 令得月灵蕴听完后 浑身气息也凌乱了 命运竟然如此波折 本以为这一次 他强行融合一具肉身 恢复一定的实力后 萧尘一行人 便对他构不成威胁了 没想到现在 竟然得知 对方能调动天谴之力 这对月灵蕴来说 可是一个恶好 那一行人 现在可是在哪 在沉默一下后 月灵蕴悠悠道 此话一出 令得月帝天面色一变 神女大人 难道想主动出手 在情绪震动中 月帝天直言道 不过在下一刻 便意识到不静 连忙改口回道 老朽暂且不知 这一行人的踪迹 但想来 应该还在玄天静 也有可能已经回到东荒 说着 月帝天像是想到什么似的 眼神骤然一凝 话音一转 连忙说道 还有另外一件事 我们已经发现 云罗生的踪迹 目前大长老月豪生 和二长老月赤海 已经在联手追杀这家伙 如果神女大人 想逼出这一行人 可以从云罗生这家伙身上下手 不过说到最后 月帝天一脸担忧 迟疑后继续说道 神女大人 如果对方真的能召唤天谦降临 我们贸然出手 是不是太危险了 听到月帝天的话语后 月灵运神情恢复平静 话音淡淡地回荡开来 天谦 乃是一方世界的终极杀伐之力 即便是神 也很难调动这种力量 虽然不知道 此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但他势必 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并且在短时间内无法再动用这种手段 否则 他是不会留下那两句话的 身为一方神女 月灵运很清楚天谦的威力 也很清楚这种力量的限制 如果一个人 能肆无忌惮地调动天谦 那跟世界之主也没区别 对于神经以下的蝼蚁 举手投足间都能抹除 又何必留下这两句话来震慑世人 所以从他的角度来看 对方应该无法随便动用天谦之力 但又不想自身被各种麻烦找上门 这才会留下这么两句话 以此来威慑各大地及势力 当然 这都只是月灵运的单方面猜测 此时他也不能百分百确定此事 看着秦义在厨房忙碌 背影是那么的有风情有韵味 回眸让我直呼受不了 也跑过去下面给他吃 一起吃才棒棒的 一旁的月地天 在听完这番话后 整个人也沉默了 作为荒月古族的大祭司 他也不是什么简单人物 自然能听得出来 月灵运并不确定 如果月灵运这番话说错了 那荒月古族的命运可就完了 放心 既然你们不放心 本神女此次会给你们找些帮手的 看到月地天一脸担忧 月灵运再一次开口道 这让月地天面色错愕地抬起头 不知神女大人所说的帮手是 荒谷君家 月灵运文言淡淡吐出了这几个字 让月地天的瞳孔一说 荒谷君家 这可是冬运顶尖的地级势力之一 其综合实力和底蕴更是首屈一指 人族中 除了荒谷叶家和荒谷鸡家 哪怕是他们荒月古族也比不上这种大势力 可是 荒谷君家向来孤傲无比 跟荒月古族也没有交情 怎么可能会出手帮荒月古族对付萧尘一行人 难不成 神女大人跟君家某位大人物有交情 荒谷君家也有一位神将者 而此人刚好是本神女的一位追求者 似乎是看出了月地天的疑惑 月灵运在此时淡淡的开口道 本神女会以密法传讯于她 让她调动军家强者前来支援 你们先将这一行人逼出来 联合军家强者将其逼入绝境 必要之时本神女会出手的 听到月灵运这一番话 月地天瞳孔骤然一说 这很明显 是要让他们去当棋子 试探出萧尘等人 到底能不能再次召唤天遣降临 摆明案就是炮灰 如果萧尘还能再次召唤天遣降临 那他们这一行人 很可能都会陨落 这位神女大人虽然神秘无比 但月地天可不认为 对方可以硬抗天遣 在念头转动间 月地天有些迟疑了 怎么 你觉得本神女会害你们 还是觉得本神女没本事 感受到月地天的迟疑 月灵运化音变得冷冽 这让月地天打了一个机灵 老朽不敢 老朽这就去通知其他人 对云罗生展开全面猎杀 在花音颤抖地说了这两句话后 月地天在惶恐中连忙离开大殿 月灵运 不仅对荒月谷族 有天生的血脉压制 也能轻易抹杀他们 若是违背 这位神女大人的指令 哪怕她是荒月谷族的大祭司 只怕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肖尘操控天前 看着月地天离去 月灵运目光闪烁一下 紧接着双手截出硬绝 无数符文凝聚成一团光团 随后变化为流光消失不见 第427章 军家神子军奥锋 云罗生岌岌可危 东狱 荒谷军家 作为人族最顶尖的三个谷族之一 军家的威名震慑了东狱十几万年 帝军进强者更是有近二十位之多 如此恐怖的抵御 除了荒谷叶家、荒谷鸡家 还有妖族一些恐怖的妖皇谷族 东狱其他势力 还没人有胆子敢招惹荒谷军家 此时 在军家祖辞内部 十几位老者盘坐在地面上 双手不断结出一道道硬绝 修为疯狂地灌入到阵法中 每个人的身上都散发着恐怖的地位 而在他们的身下 一道道神秘的阵法纹路 宛若蜘蛛网一般蔓延整座祖辞 阵法的中心还屹立着一座祭坛 俊美的青年盘腿而坐 周身不断升起一簇簇金色火焰 似乎是在接受这十几位 帝君强者的洗礼 借助这一座阵法祭坛 强行熔炼血脉肉身 一种恐怖的修为波动 不断在青年体内凝聚 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这种波动达到极致后 青年男子猛地睁开双眼 一双暗金色的眸子 闪烁着骇然的光芒 诡异的是 这男子每一只眼睛 竟然都有两个瞳孔 虫瞳 一种极为罕见的体质 不仅天生能看破虚妄 甚至还能看到天地纹路 在修炼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可谓是上天的蠢 每一个若是不夭折的话 未来都能修炼到帝君境 不过这还没完 几乎在男子睁开双眼之时 他胸前一块骨骼 也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如同胸膛内孕育着一轮黄黄大人 一股毁灭性的波动 宛若海啸席卷一般 煞时间在男子身上横扫开来 祭坛瞬间暴碎炸开 阵法更是当场崩溃 盘坐在周围的十几位老者 一个个如同垃圾般被掀飞出去 有的口中甚至喷出一大口鲜血 但这些老者 不仅没有露出暴怒的神色 一个个反而都显得一脸狂喜 五等恭喜神子大人重获新生 在心情激动中 十几位老者纷纷单膝跪地 一脸敬畏地看着白衣青年 此人 正是君家神子 君奥峰 跟月灵运一样 都来自于神域 是神域长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才能让他们自斩一缕神魂下界 而荒谷君家 正是十几万年前 上一批神将者降临时 在苍蓝界衍生的家族 这一次 因为是残魂降临到苍蓝界内 他必须有一具肉身作为载体 恰好荒谷君家 这一代的弟子 愿意跟他的残魂融合 成为他行走于苍蓝界的载体 而对方还是罕见的重铜体质 不过 单单只有重铜还不够 无法将他这一缕残魂的实力 最大化地释放出来 所以君奥峰便盯上了君家 其中一脉的一位子嗣 此人竟然拥有罕见的至尊骨 这同样也是一种可怕的体制 在心生贪婪之下 君奥峰命令对方交出至尊骨 可却遭到了对方的言辞拒绝 一怒之下 君奥峰给对方扣上了罪奴之名 以铁血手段斩杀这一脉所有人 并且铸造溶血祭坛 联合君家所有帝君强者 熔炼这一脉的血肉精华 彻底催熟这一块至尊骨 最后更是将其融入体内 让这一具肉身发生蜕变 如今 随着众铜和至尊骨完全融合 这具肉身直接被祭练成帝兵 他的修为也达到了半神层次 以他现在的实力 除了其他偷渡进来的神将者 这方世界还有谁是他的对手 接下来 也该去完成长辈交代的任务了 感受到这一具肉身十分完美 比起他在神域的本体 也只是差了一些而已 君奥峰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 想起他们此番进入苍蓝界的目的 君奥峰的脸上也露出罕见的凝众 如果三年之内 无法在苍蓝界找到那一件东西 那个大势力只能强行毁了此件 届时 或许会有一场神战爆发 而他们这些任务执行者 将会因为无能而遭到长辈漠视 家族地位也有可能会遗落千丈 所以 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那件至尊神物才行 哪怕是掀起蔑视之战也在所不惜 死了 就在君奥峰念头落下 刚要开口对君家众多强者下令之时 伴随着前方的虚空突然撕裂而开 一抹流光也朝着君奥峰抱舍而去 神子大人小心 突如其来的情况 吓了君家众多长老一跳 而君奥峰则是眼神一凝 抬手便抓住了那团流光 随着流光被他一把捏爆 一道信息也没入脑海中 寻天静 消沉 可召唤天前降临 疑似有至宝在身 接收完所有信息后 君奥峰的眼帘一眯 身上散发着危险的光芒 神子大人 可是发生什么事了 感受到君奥峰神情的变化 其中一位老者 沉声询问道 没什么大事 只是有猎物出现而已 君奥峰文言淡淡地说道 随后一直点向那位老者 根据这些信息 联合荒月谷族 给本神子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这些人 说完 一道流光 没入老者脑海中 令得老者的瞳孔 骤然一缩 黑暗禁区 竟然让人召唤 天前给灭了 在内心惊骇中 老者抬头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不过看到君奥峰淡漠的眼神 他连忙回应了一句 便带着众长老退下 荒谷军家 在东狱 看似风光无比 但只有 他们这些高层才知道 他们不过是 神域军家的仆人 若是胆敢忤逆这一位神子 荒谷军家 分分钟都得被灭 苍玄山脉 作为苍玄境和玄天境的交界处 这里充满了各种机缘和危机 山脉中 更是常年有迷雾笼罩 哪怕是圣境强者 也不敢轻易踏入到苍玄山脉 因为稍有不慎 就会当场毙命 所以 这一片延绵十几万里的山脉大地 除了偶尔响起的售吼声 常年都处在死寂状态中 不过今日 一般炸开 苍玄山脉也变得不平静 云罗声 你逃不掉的 乖乖束手就擒 你在临死之前 或许还能见到神女大人一面 看看你那位夫人 如今是有多么风光 几乎在那道身影破空而出之时 伴随着话音 回荡在这片天地间 两道身影也紧随其后一同冲出 恐怖的帝威当即横扫苍玄山脉 下一刻 随着俩人抬手点出一指 两轮残月带着毁灭性的波动 煞世间便直奔前方 那道身影 而此人 正是芸汐的父亲云罗声 也是明镇冬域的九节帝君 第428章 慢着 我们有话要说 你们不能这样 放你娘的狗屁 感受到身后急速逼近的月盲 还有听到月豪声的混账话语 云罗声在暴怒中猛地转身 九节魔剑也朝着前方展出 剑盲瞬间横灌天地 跟那两道月盲轰击在一起 轰鸣宛若惊惊雷般震动天地 云罗声在恐怖的冲击中 整个人被强行轰飞出去 口中更是喷出一口鲜血 他才刚突破到 帝君八重镜不久 此时 面对两位老牌的帝君八重镜强者 他还能有还手之力 已经是战力超凡了 但想以一敌二 并且战胜对方 这几乎不可能 冥完不灵 真以为你曾经凭借一滴 玉外魔神精血 将我足要地脚的天翻地覆 就有能力可以与我们抗衡 简直就是笑话 看到云罗声被他们联手轰飞 月豪声和月赤海在冷笑中 身形也再一次逼近云罗声 荒月之力横扫虚空 又是两道神通落下 完全不给云罗声半点喘息的机会 九节剑阵 看到眼前轻浮落下的两道神通 云罗声也没有心思成口蛇之力 在爆壳中传出之时 他手中截出一道硬绝 九节魔剑竖着 悬浮在空中 宛若残影一般 环绕在周围 一座恐怖的魔道剑阵 煞时间以他为中心 便朝着四周施展而开 下一刻 伴随着神通与剑阵的碰撞 毁灭性的冲击在山脉中肆虐 方圆千里 震荡不已 云罗声更是从高空被轰入地下 令得大的被砸出一个万丈深坑 不过即便如此 云罗声还是凭借一己之力 硬生生扛下了这两道神通 令得月豪声和月赤岩 瞳孔再次一缩 这家伙竟然如此难缠 不过下一刻 月豪声和月赤海便祭出地兵 施展神通对云罗声轰击而下 天地间再次爆发轰鸣 云罗声在口吐鲜血中 也一点点被轰入地壳 应该快到了 若是等不到支援 只能御时俱焚了 感受到九节见证应付不了多久 云罗声脸上露出一抹疯狂之色 如今他虽然没有魔神精血 但也可以燃烧自己的精血 只是事后 他有可能陨落 或者是变成了一个废人 不过就在此时 他腰间的玉佩突然亮起 一道讯息传入到脑海中 让他脸上露出一抹狂喜 没有多余的言语 只有简单几个字 坚持住 马上到 短短几个字音 如同强行记忆般打在他身上 让云罗声爆发出恐怖的战役 九节见证 爆 伴随着这一道话音的响起 九节见证也轰然解体爆开 毁灭性的冲击 瞬间摧毁月豪声和月赤海的神通 也将这两人强行逼退出去上百里 大地更是被轰出万丈大小的深坑 云罗声身形化为流光 再一次朝着远方冲去 你以为你还能逃得掉吗 看到云罗声的举动 月豪声和月赤海冷笑一声 一步跨出百里距离 出现在云罗声的身后 随着俩人抬手对着虚空一按 一道道阵纹 封锁住百里天地 令得云罗声不得不杀住身形 转过身 一脸森然地盯着俩人 丧家之犬 结局已定 神女大人如今已夺赦成功 你这家伙 还是下地狱去吧 免得成为神女大人的污点 在云罗声转身之时 月豪声和月赤海同时结出一道硬诀 令得云月大阵前所未有的震动起来 云月双声 八方俱灭 哄 在这几个字音落下之时 笼罩在天地间的阵法 也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不过也在此时 百里之外传来了轰鸣声 一辆魔龙车脸咆哮冲出 紧接着 伴随着一道长边横贯天地 恐怖的冲击在阵法上爆开 在月豪声和月赤海目光看过去的同时 这一座虚空大阵竟然被撕开一道口子 那一辆双头魔龙车脸 如同入无人之境一般 便冲到了他们的眼前 萧辰 看到这一辆双头魔龙车脸 云罗声脸上露出一抹狂喜 显然没想到 萧辰一行人会来得这么及时 双头魔龙车脸 是东荒那一行人 月豪声和月赤海俩人 看到萧辰一行人后 瞳孔都忍不住收缩 虽然他们还没有见过萧辰一行人的真面目 但已经从月地天口中得知这一行人的情报 而这一辆双头魔龙车脸 便是对方的标志性车脸 没想到 他们这么快就跟这一行人碰面了 夜晚 赵母娘看我吃饱了撑着 说我不能太偏心 偶尔也要孝敬长辈 这是要我洗脚 还是做饭给她吃 我好难 嗡 就在两人心神震动之时 他们耳朵上的月牙形耳坠突然亮起 月地天的指令也传入他们的脑海中 东荒贼子不知以何种手段 召唤天谴覆灭了黑暗禁区 你们二人追击云罗生 将其拖住等我们到来 若遇到东荒那一行人 切记不可死战 拖到我们到来 短短几句话 传入到月豪生和月赤海的脑海中 让他们感觉头皮瞬间都要炸开了 眼前这一行人召唤天谴灭了黑暗禁区 开什么玩笑 那么大的一个黑暗禁区 岂是说灭就能灭得了的 还特么召唤天谴 这一位大祭司确定不是老糊涂了 短短刹那间 月豪生和月赤海的内心掀起惊涛骇浪 显然都有些不敢相信月帝天这一番话 但他们俩个都了解月帝天的为人 对方是绝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的 一念至此 月豪生和月赤海对视一眼 都读懂了对方眼中的意思 那便是 逃 结结结 想不到一段时间不见 你这家伙竟如此狼狈 在月豪生和月赤海心生亥然之时 天蝎看着云罗生染血狼狈的样子 当即调侃了一句 爹爹 在车碾行宫上的云西 看到云罗生没有出事 立马朝着对方挥手道 脸上的担忧也化为了欣喜 接下来有少爷在 一切都不会出事了 在几人交谈的瞬间 月豪生和月赤海全力爆发修为 直接震碎虚空 便准备逃离此地 对于月帝天最后交代的两句话 全都抛到脑后了 面对能召唤天前负面黑暗禁区的强者 他们俩个岂能有胆子留下来拖住对方 这不是在找死吗 你们跑不了 看到月豪生和月赤海的动作 消沉的话音回荡在虚空之中 江丽和天行剑一步踏出 俩人瞬间封锁这片天地 将月豪生和月赤海都逼了出来 速战速决 免得生变 在这几个字音落下后 江丽和天行剑都没有留守 俩人都祭出帝兵展开攻击 就连云罗生和天邪 还有大荒老祖和柳若仙等人 几位帝君都一同出手 神通宛若洪流般轰下 百里虚空不断爆裂坍塌 慢着 我们有话要说 你们不能这样 啊 不 你们不讲武德 看到众多神通杀招 一同倾覆落下 月豪生和月赤海歇斯底里的吼道 不过 雅人话音还没说完 就被淹没在众多神通中 口中发出绝望的嘶吼 只能拼命地招架抵挡 第429章 让你们逃了的话 本后还有何颜面回北域 两大帝君八重进强者 还真不愧是荒月谷族 底蕴确实有够惊人的 看着被云罗生等人 全程压制的月豪生和月赤海 萧尘目光忍不住闪烁起来 除了之前在东荒被他斩杀的两大帝君 还有月地天和那一位神女大人 再加上还没路过面的荒月族长 目前已知 修为在帝君七重进以上的就有七位之多 帝君七重进以下的强者 势必也有不少 综合起来的话 荒月谷族的帝君强者 应该会有15位左右 还真不愧是谷族势力 这底蕴确实够强大的 系统 有没有神经修为体验卡可以兑换 在内心感到有些沉重之时 萧尘当即对着系统询问道 既然帝君镜上面还有神经 那修为体验卡 应该还有更为高级的才对 现在天谴灭世印进入冷却中 他身上只有一张帝君修为体验卡 哪怕是再加上江丽和天行剑等人 一旦跟荒月谷族展开厮杀 局面还是会变得相当棘手 毕竟 那一位神女大人可是一位神将者 实力远超帝君九重进强者 哪怕他动用帝君修为体验卡 也不一定可以战胜得了对方 若是能有一张神经修为体验卡 哪怕只有短短半刻钟 也足以让他见谁秒谁 叮 神经修为体验卡 需要100亿积分才能兑换 并且每个月只能兑换一次 在萧尘话音落下之时 系统机械式的回应道 这让萧尘忍不住瞪打双眼 需要100亿积分方能兑换 他完全没想到 只是随口问了一句 还真的有这种道具 不过100亿积分是不是有点贵了 之前的帝君修为体验卡 也才需要两亿积分而已 而神经修为体验卡 竟然要100亿积分 一下子翻了50倍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立即打开人物属性面板 看到规规额后又立马关了 在系统升级后 他虽然也收集了一些资源 但才让积分涨了一些而已 现在积分只有12亿多点 距离100亿还有不少距离 如果眼下有什么突发情况 发生的话 想兑换神经修为体验卡 根本来不及 那半神经呢 这个世界实力上限是半神 没道理 没有半神体验卡吧 在不死心中 萧尘再一次询问道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 那接下来宰了这两个家伙 他还是先回东荒避避风头 免得遇上那一位神女大人 被打得落花流水就丢脸了 叮 系统暂无半神经修为体验卡 不过宿主可以通过升级地军 修为体验卡 获得半神经修为体验卡 听到系统的回答后 萧尘眼眸瞬间一亮 修为体验卡还能升级 这系统还真特么是个小可爱 这么重要的事情 又没给他说明白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当即升级了这一张 地军修为体验卡 不过半神 虽说还是神经以下 但已经触及到神经 所以 系统没法免费升级 足足扣了他五一点积分 不过感受到水晶卡片中蕴含的能量 比之前提升了好几倍不止后 萧尘脸上也没露出心疼之色 在想到什么后 萧尘再次问道 对了 这个修为体验卡 能不能切割修复的 之前他就想过这个事情 不过内心觉得不太可能 但还是忍不住开口确认 叮 系统所给予的特殊道具 除了能进行升级之外 无法进行修复和合成 在萧尘念头转动之时 系统机械式的回答 顿时让他打消念头 果然不行 这bug太逆天了 如果修为体验卡 可以无限切割 那他岂不是随时都有帝君修为 这还修炼个锤子 直接摆了让身边这帮女人 帮他收集资源 岂不是更好 第二天一早 美都沙同学就拉我起来上班 说今天要来一个大客户 听说还是个美女 让我一定要搞定对方 这 住手 我们荒月谷族愿意和解 在萧尘跟系统交流的这一段时间 月豪生和月赤海 已经被打成重伤 口中鲜血狂喷 全身遍体鳞伤 在绝望和恐惧中 俩人不得不求饶 身为荒月谷族的帝君长老 若是就这么死于围攻中 那可真是死得太憋屈了 姐姐姐 我们拒绝 没听到萧尘下令让他们停手 天邪怪笑一声后 猛扑而上 神通攻击再一次倾覆而下 帝君八重镜的强者 哪怕是他巅峰之时 见到了也得低着头 但现在 他却可以苟证人士 从而顽虐如此强者 简直爽得他浑身上下 每一个毛毛都在颤抖 果然 当狗的 只要跟对了主人 他就愈发的威猛 费什么话 解决他们 在天邪怪笑中 江丽突然冷哼一声 这一刻也不再留守 帝君九重镜的修为 横压天地 随着他手中紫岩魔藤边 轻轻一抖 长边化为紫岩魔莽 朝着俩人扑去 柳若仙则是召唤出万流法香 一根根柳条 宛若秩序锁链般麾下 天行剑和大荒老祖 则是以大荒之力 施展出神通 化为枪戟 朝着俩人轰杀落下 还有良兵 身后浮现出一尊恶魔虚影 恶魔掌盲煞世间 横贯虚空 就连天邪和王德发 听到江丽的话语后 俩人都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此时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 虽然修为略显不足 但在权力以赴中 那种神通威力 还是极为不俗 眼前七大帝君的再一次联手攻击 让越豪生和越赤海 发出绝望的怒吼 他们刚才已经动用掉所有的底牌 如今面对这一波攻势 完全没有能力招架了 住手 修伤我族长老 就在越豪生和越赤海 绝望嘶吼的同时 一道苍老的话音 突然回荡在这片天地 令得越豪生和越赤海面露狂喜 这声音 赫然是大祭祀月地天 没想到荒月谷族的支援 在这一刻终于赶上了 不过 面对这一道嘶吼声 江丽等人跟没听到似的 神通依旧轰在越豪生和越赤海的身上 令得这两大帝君强者的肉身 彻底崩溃 两人脸上满是惊骇 和难以置信之色 显然没想到 在荒月谷族的支援赶过来之时 眼前这一帮人竟还敢痛下杀手 这是要血战到底吗 难道眼前这帮人有足够的底气 可以承受得住荒月谷族的怒火 不过在生死关头 越豪生和越赤海 也来不及想太多 残魂在肉身崩溃炸开之时 也化为流光冲向远处的天际 试图跟越地天等人会合 让你们逃了的话 本后还有何颜面回北域 就在俩人藏魂化为流光窜出之时 江丽眼帘微微一抬 抬手对着虚空一握 一道道魔纹凝聚着滔天子言 便对着俩人的魂体笼罩而下 第四百三十章 看来得以身作耳 才能将其引出了 不 被这一张子言魔纹网当场罩住 越豪生和越赤海宛若入网之余 魂体在虚空中不断地挣扎 口中更是发出凄厉的嘶吼 因为此时这种子火已经不是真元之火 是特殊的魂火 落在他们的魂体上 简直就是火烧灵魂 让他们都痛不欲生 而在俩人嘶吼间 十里外的虚空轰然爆碎炸开 几道身影也浮现在虚空之中 恐怖的帝威宛若风暴一般 煞世间便席卷这一片天地 这一行人 赫然是荒月谷族大祭祀月地天 以及荒月谷族祖长月世间 还有另外几位帝君敬长老 毫不夸张地说 除了一两个留守的长老 还有死去的月渊和月节 荒月谷族高层战力 基本都出动了 放开他们两个 当月地天和月世间 看到月毫生和月赤海的惨状后 两大强者勃然大怒 在话音滚滚回荡中 兔耳朵当场竖起来 恐怖的杀鸡充斥着这一片天地 是你们这两只兔崽子 在月地天和月世间开口之时 云罗生像是被刺激到一般 目光赤红地盯着这两人 云儿呢 你们究竟把它怎么样了 虽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但云罗生还是想知道 月云的确切消息 月云已经成为神女大人 行走世间的载体 这是他身为荒月谷族 上一代帝女的荣耀 也是他唯一能够赎罪的机会 听到云罗生的话语 月地天话音低沉道 不过话语还没说完 就被云罗生打断了 放你娘的狗屁 为了讨好欲外来的家伙 不惜牺牲自己的族人 现在却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你们这一帮软脚兔 当之是恶心的令人 住口 听到云罗生毫不留情 撕开他们丑陋的一面 月地天和月世间等人 都是一脸暴怒 地威更是像排山倒海般的 碾压过去 如今祭祀已过 神女大人攻城 实相的 先放开我族两位长老 你们跟荒月谷族的恩怨 或许还有一些缓和余地 否则 杀他们俩个 在月地天话语还没说完之时 萧陈脸上露出一抹不耐烦 当即对着江丽开口吩咐道 这令得月地天和月世间等人神情一乐 而月豪生和月赤海俩人 都是一脸惊恐 不 下一刻 江丽美眸闪过一抹寒光 右手对着虚空猛的紧握 那一张紫颜火网爆发出恐怖的绞杀之力 令得月豪生和月赤海 发出凄厉的嘶吼声 俩人的残魂 在众人的注视下 当场被火网绞杀成灵魂碎片 紧接着 在萧陈的试一下 天邪发出一阵怪笑 睁开嘴巴猛的一息 俩人的地魂残片便被他尽数吞噬 而他的修为波动 也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如火山般冲天爆发而死 帝君五重镜 帝君六重镜 帝君七重镜 几乎还不到几个呼吸间 吞噬了两大帝君残魂后 天邪的修为 竟然从帝君四重镜 恢复到帝君七重镜 并且隐隐间 还有继续提升的势头 如此害人的事情 让众人都惊呆了 来到公司后 我整个人都看傻了 这客户 竟然是柳神学姐 难道是三年之约已到 对方总裁归来 要攻略我了 天 天魔族帝君 看到眼前这一幕后 月地天和月世间 也都认出了天邪的身份 不过下一刻 俩人的神情 变化为滔天怒火 你们竟然杀了豪生和赤海 哄 在怒吼咆哮声中 月地天和月世间等人 就像是被激怒的凶兽一般 浑身上下 散发着滔天煞气 一起出手 杀了他们 本来他们还想迂回一下 看能不能忽悠这一帮人 就出越豪生和月世海的 没想到 萧尘竟然这么干脆利落 连谈判的机会都放弃了 这让他们在惊恶中 又感到耻辱和怒火 算上月渊和月节 荒月谷足 惨死在萧尘等人手中的 帝君长老 已经达到了四位之多 这可是难以弥补的惨痛损失 在滔天怒火中 荒月谷足一行人 都一同出手 荒月之力 瞬间横扫虚空 整片天地 化为朦胧月夜 一口残破的枯井 浮现在月地天身前 当即映照天地 对着萧尘笼罩而下 这赫然是月地天的帝兵 只不过被上次 被萧尘削掉一脚 导致帝兵如今的威能 有所减弱 但即便如此 这一尊帝兵 还是散发出惶惶之威 而月时间 则出击出一对银月弯刀 宛若折叠起来的兔子耳朵 同样也散发着恐怖的帝威 伴随着银月光芒 闪耀于天地之间 这一对银月弯刀 也对着众人斩下 除了月地天和月时间之外 在后方的多位帝军敬强者 此时 看到这两人率先出手后 一个个也爆发修为 施展神通 惶惶地威震荡虚空 上空也崩塌成虚无 如此恐怖的一幕 比起江丽等人 群殴月豪生和月赤海 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毕竟 两大帝军九重敬强者 七位帝军敬中期强者 此时一同出手 足以毁天灭地 不过江丽和天行剑等人 并没有任何畏惧 一个个都爆发修为营 向着漫天神通攻击 虽说他们阵容 此时要比对方逊色一些 但别忘了 他们有萧尘在 只要萧尘安然无恙 别说是身受重创 哪怕是当场陨落 对方也能将他们重新复活 所以 在没有任何后顾之优时 江丽等人都以进攻为主 浑然不顾及会不会受创 这种疯狂的厮杀方式 让他们尽数挡住攻击 也让月地天和月时间等人 瞳孔剧烈色缩 显然没想到 这一行人会这么难缠 他们的任务是 要将萧尘等人逼入绝境 以此来试探对方的底牌 可现在 他们一行人竟然占据不了上风 而那一位公子哥可还没出手 如何能将这些人逼入到绝境中 那女人 是隐秘在附近吗 看到江丽等人 跟月地天等人杀成一片 毁灭性的风暴 不断在虚空中横扫肆虐 萧尘目光扫了虚空一眼 神情逐渐变得有些凝重 整个荒月谷足 让他最为忌惮的 也就那一位神女 而他如今手中的王牌只有一张 一旦动用 必须将对方击杀才行 否则日后会有不小的麻烦 不过这一位神女 似乎有些小心谨慎 到现在都没在这片虚空中看到踪迹 看来得以深作耳 才能将其引出了 在话语泥喃中 萧尘的目光闪烁 心中也有了决定 轰隆 不过就在此时 在双方厮杀进入白热化之时 虚空中再次爆发滔天轰鸣声 距离两者几十里外的苍穹上 空间宛若纸片一般爆碎炸开 一个漩涡浮现在虚空中 恐怖的气息也横扫天地 第四百三十一章 这一次注定无法低调 那便杀得痛快 又来人了 看到远处虚空浮现的漩涡 萧尘的眼神也忍不住一宁 就连战场中心 不论是月地天或者是江丽等人 一个个也都将目光扫了过去 因为在他们的感知中 漩涡中所凝聚的威势 不比他们任何一方弱 很显然 这应该是哪方古族势力降临了 而在众人目光看过去之时 一头长着翅膀的黄金九头狮 拉着一座巨大的车脸行宫 在嘶吼声中冲出漩涡 难以形容的 威压横扫着一片天地 就连在虚空中肆虐的风暴之力 在这种威压下也骤然一致 甚至在这一刻 那一头黄金九头狮嘴巴张开 喷出一道道恐怖的赤眼火柱 朝着厮杀的两拨人马轰过去 这令得月帝天和江丽等人面色一宁 一个个都抬手轰向着一波赤眼攻击 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 月帝天和江丽等人都被这部攻势逼开 两拨人马后退进十里 目光都看向了插手者 帝君九重镜的黄金九头狮 看到那一头庞大的兽影 众人的脸色忍不住一遍 这种恐怖的威压 比起他们在场任何一人 都只会是指强不弱 放到妖族中 绝对是妥妥的一尊妖帝 可就是这样的存在 竟然被人用来拉车 这来者究竟是何人 竟然有如此大的派头 他们是 荒谷君家的强者 在内心惊骇中 天邪目光看到这一行人 话音无比惊骇的大叫道 整个人也如同见鬼一般 荒谷君家 这不仅是东玉的顶尖势力 更是不灭天魔族的死对头 当初席卷东玉的动乱 就是荒谷君家的大地 带领东玉众多地级势力所平定的 也让不灭天魔族被封印了数千年 现在在外界 只有一些漏网之鱼 像过街老鼠一样苟延残喘 所以在认出这一行人后 天邪的反应才会这么大 荒谷君家 竟然真的出动了 月帝天和月时间 看到这一行人后 瞳孔也忍不住收缩一下 脸上露出一抹意外之色 虽说月灵运对他们说过 此次会让君家来帮他们 但这可是地战 搞不好可是重创 甚至是陨落的 他们以为 君家最多派两位强者敷衍一下 没想到这一次来的阵容 竟然这么强大 以帝君九重镜的 黄金九头师拉车 在车面周围 还环绕着十几位帝君 简直就是军家高层 都集体出动了 难不成 是神女大人口中的 那一位军家神子 亲自带队降临了 军家神子降临 尔等还不参拜 在天邪和月帝天等人 感到惊骇之时 其中一位白发老者 从黄金九头师上站起来 恐怖的帝威 宛若天崩一般 笼罩着一片天地 此人正是荒谷军家的 大长老 君不义 一位修为达到了 帝君境极致 已经触及到 神境的恐怖存在 虽然还没成为半神 但也是一尊大帝了 这便是军家的恐怖 仅仅只是大长老 就能有如此修为 三年不见 柳神学姐一脸 求贤若渴地盯着我 说他虽然当上了总裁 但生活却很空虚 除了我谁都容纳不下 我 我 魔主大人 我们要撤吗 听到君不义回荡 在虚空中的话语 姜丽等人的面色 都变得格外凝重 天邪更是有些 底气不足地询问道 如果只是对付 荒跃古族一行人 他们一行人 还有实力可以应付 可若是军家插手 他们绝对被碾压 所以这个时候 选择暂避锋芒 才是最为正确的选择 我们 需要撤吗 听到天邪的问话 萧辰站在楼阁上 话音平静地 传入到对方的耳中 瞬间让天邪 浑身汗毛为之站立 他丝毫不怀疑 如果他敢胆怯撤离的话 下场绝对会被拉去点灯 在心神义领中 天邪看向了君不义等人 神情也变得猙獰和疯狂 姐姐姐 你们军家神子 算什么乱 也配我们魔主给他行礼 实相的 让他赶紧滚出来 给我家魔主大人 三跪九拜 猖狂的话语 回荡在虚空中 不仅让君不义等人 神情变得阴沉 也让月帝天等人 面色忍不住一变 如此不退让的 激怒君家之人 这家伙到底是脑子坏掉了 还是这帮人有绝对的底气 不过在下一刻 月帝天等人便是一脸狂喜 不管这家伙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激怒了君家一行人 对方这下是真晚了 有意思 明明是处在烈士 嘴巴还能这么硬 看来你很信任 你这一位魔主大人 就在君不义面色阴沉 刚想开口说些什么之时 一道话音从车碾中传出 紧接着 一位俊逸如神的青年男子 便走到行宫的楼阁看台上 跟萧尘隔空数十里对视着 此人 正是君家神子君奥峰 有半神实力的大恐怖 你便是萧尘 在目光对视的那一瞬间 君奥峰话音再次回荡开 听说你能引动天前 不知本神子有没有机会 能见识到这种逆天壮举 没有任何拐弯抹角 君奥峰便开门见山 在得知月灵运传递过来的情报后 他也笃定 萧尘这一种逆天的能力 在短时间内绝对无法动用第二次 所以他才敢如此明目张胆 直接站在萧尘面前拉仇恨 那个女人呢 蛊惑你这一只 舔狗乖找事情 自己躲在背后 准备坐享其成吗 萧尘文言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话音嘲讽地回荡在天地间 这短短的两句话 让君奥峰的神情 瞬间变得阴沉无比 舔狗 本神子还是第一次 听到如此特殊的称呼 随着话音森然地传出 一股恐怖的杀机也随之冲天爆发 屠了他们 一个不留 在这几个字音中 君家十几位帝君一同爆发修为 宛若天地主宰一般踏空而出 刹那之间 方圆万里内天地扭曲变幻 化为一处恐怖的剑种虚空 一道道剑翼冲天爆发 紧接着 在天行剑和江丽等人 瞳孔色缩中 宛若暴雨梨花一般对着众人轰响 月地天等人见状 一个个面露狂喜 在这一刻也没有保留 一个个也都施展神通 朝萧尘等人轰杀而下 你们以防守为主 注意警惕四周 还有个女人没出现 看着眼前铺天盖地落下的神通 将百里天地崩塌成一个巨型黑洞 萧尘对着江丽等人说了一句 身前也随之浮现在两件物品 一张暗金色的水晶卡片 和一面神秘的青铜古镜 分别是半神镜修为体验卡 和天元神玄镜 这一次 注定无法低调 那便杀个痛快 第四百三十二章 既然你因为踏而来 便为此付出代价吧 碰 几乎在这两样东西浮现之时 半神修为体验卡 便暴随炸开 萧尘也抬手 按向天元神玄镜 下一刻 随着无数光点 融入萧尘体内 毁灭性的气息 随之冲天爆发 甚至在这一瞬间 一阵白光 在天元神玄镜上闪过 萧尘直接消耗五一点积分 将天元神玄镜的品质 强行提升到半神层次 恐怖的半神之威 横压方圆万里天地 一道强光 从天元神玄镜上折射而出 在众人还不知道 发生什么之时 君不义和月地天等人的神通 竟然被这一道 镜面之光复刻 两波神通在虚空中轰然相撞 毁灭性的风暴余波 宛若海啸一般肆虐 万里见种虚空 更是震荡不已 君不义和月地天等人 一个个在瞳孔剧烈色索中 脸上都露出骇人的神色 刺 刺神兵 看到天元神玄镜展露出来的恐怖威能 君不义和月地天等人都如同见鬼一般 刺神兵 是超越了极道地兵 拥有部分神兵威能 但却没有经历过天地神节洗礼 彻底蜕变成真神兵的稀有兵种 这种之宝 落在大地强者的手中 也能爆发出半神之力 只是会有极大的反噬和消耗 还有容易引动天地神节而已 最重要的是 刺神兵 可不是地军强者所能打造的 哪怕是半神强者 若是不以自身生命陷阱 都没有办法能炼制出来 而就算是有半神强者的陷阱 也不一定能百分百炼制出来 这家伙竟然有刺神兵 难道这一面镜子 就是能召唤天前的至宝 不对 这似乎是 北玉神玄道宫的镇宫之宝 天元神玄镜 此物不是击到地兵吗 怎么会蜕变成 在念头转动间 月地天认出天元神玄镜 整个人也变得更为惊骇 不过还没等他将话语说完 萧尘接收到 从天元神玄镜上面传来的信息 脸上露出一抹意外的神色 双手在此时 结出一道硬绝 混沌五行真元 宛若星河道卷一般 疯狂地没入到天元神玄镜内 紧接着神光映照这一片天地 整个世界 如同被镜像分割一般 一道道身影 也在萧尘这边凝聚 而这些身影 赫然是君不义 和月地天等人的镜像投影 并且 每道镜像投影 都有对方的八成实力 这一幕 让君不义和月地天等人的瞳孔 在急速放大中 险些当场炸裂眼眶 虽说眼前这些投影 每一个气息 比他们的本体要弱一些 但他们两拨人马 可是有二十多人 一次性复制出 二十多位帝君强者 这一见词神兵 未免也太变态了吧 可惜 只能复制半神镜以下的强者 存在时间 也只有半可钟而已 看到眼前这一批镜像分身 萧尘的脸上露出一抹意外 他也没有想到 在天元神玄镜 升级到半神级后 竟然会激活群体 镜像复制能力 一次性最多 可以复制五十位帝君强者 并且每一个 都赋予对方本体八成实力 就是镜像所能维持的时间 要比单体少 并且 镜像一旦被对方彻底击杀 便无法再一次重新凝聚出来了 可即便如此 这个群体能力的出现 倒是能缓解当前的局面 没过多久 柳神学姐把我拉进办公房 说她有几个亿的订单要跟我谈 若是我表现不好 她就收购我的公司 我 这帮杂鱼就交给你们了 目光从这些镜像投影收回后 萧辰对着天邪等人说了一句 便看向君奥峰这位君家神子 我们本无恩怨 但你不该出现 既然你因为他而来 便为此付出代价吧 随着话音冰冷地回荡在天地间 恐怖的威压 宛若天崩一般细卷开 萧辰一步跨出 君不一所凝聚的万里剑种 虚空轰然崩塌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浩瀚无边的混沌星空 改天换地 不仅能在极大程度上提升自己的作战能力 还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屏蔽天地感应 若不然 以大地境强者或是半神强者 动辄有可能超越天地极限的力量 在厮杀中极有可能引发天劫降临 而在话音回荡间 萧辰无视君不义和月帝天这些杂鱼 只是手持五行修罗枪杀向了君奥风 半神修为体验卡只能维持一刻钟 他必须在一刻钟内斩杀这一位君家神子 还有引出荒月古族的神女 并且也将其一同斩杀在此 若不然的话 一旦半神修为体验卡失效 他们一行人将会万劫不复 哈哈哈哈 让本神子付出代价 就平免 看到萧辰率先杀过来 还有听到这两句话后 君奥风脸上露出一抹狂笑 半神修为宛若海啸般爆发 没有任何的试探 一出手便是绝杀 君奥风胸口前那一块至尊骨 绽放出耀眼光芒 虚空在这一刻轰然爆碎炸开 一只鸣刻着古老神闻的巨手 在一道道血色雷霆的环绕下 宛若上仓拍出的一掌 当即对着萧辰拍下去 下一刻 随着两人的厮杀碰撞 如末日般的冲击也疯狂肆虐而开 哪怕是君不义和月帝天这些强者 一个个在冲击中也都受到了波及 整个战场瞬间被分割成上下两部分 上空君奥风和萧辰这两位半神强者 下方则是君不义和江丽等人的厮杀 轰鸣声不断震荡万里星空 令得这一方天地变得愈发不稳定 君奥风只开启至尊骨 就跟萧辰战成了平手 而下方 有天元神玄境制造出的镜像分身 江丽和天行剑等人在疯狂进攻中 竟然奇迹般的压制住君不义等人 这让君不义和月帝天等人一脸憋屈 一个个嘶吼着要去攻击天元神玄境 但随着天元神玄境发出一阵嗡鸣 竟然在虚空上幻化出数千道分身 君不义等人完全分辨不出来 哪一个才是天元神玄境本境 把他们气得昆昆都要爆炸了 想不到苍蓝街的土著 竟然也能有如此强者 臣服于本神子 交出你能召唤天遣之法 等你日后飞升进入神域 本神子会在神域照着你 看到他动用至尊古神通 竟然没能压制住萧辰后 君奥风在经义中 当即开口奉劝道 臣服于你 就凭你这只舔狗 萧辰文言露出一抹冷笑 再一次刺激这一位神子 既然那一位神女 一直都不肯露面 那他只能对自己狠一点了 随着萧辰这一句话落下 君奥风的瞳孔猛的一缩 身上爆发出恐怖的杀机 一把闪烁着雷狐的方天画戟 出现在他手上 恐怖的威压 也宛若风暴一般席卷这片天地 这同样是一件次神病 原本是荒谷军家的底蕴 但随着他降临荒谷军家 这一把方天画戟 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兵器 下一刻 伴随着话音的回荡 君奥风挥舞方天画戟 掀起一片血海 一头万丈血龙 跟随着方天画戟 瞬间对着萧辰狠狠地轰击落下 所过之处 混沌星空不断军烈崩塌 恐怖的威势令得众人面色俱变 这一击 绝对能轻易地抹杀帝君九重进强者 这一位军家神子的实力 竟如此恐怖 第四百三十三章 节节节 魔主大人终于不再装了 机会 看到君奥风暴发恐怖的一招 萧辰的脸上也闪过一抹一色 下一刻 萧辰低贺一声 五行混沌真员 宛若海啸一般喷涌而出 在身后更是浮现出一头混沌阻龙虚影 枪芒瞬间横贯天地 携带着毁天灭地般的威势 朝着君奥风那一己迎上去 轰鸣宛若若苍天怒吼一般 震撤天地 毁灭性的冲击化为风暴横扫而开 萧辰凝聚出的那一道枪芒 在君奥风这一击下 竟然被当场轰爆了 混沌祖龙虚影在悲鸣中被轰成漫天雷火 君奥风那一击依旧势不可挡 视如破竹般地轰在萧辰身上 煞事间 萧辰口中鲜血狂喷 胸前被撕裂出身可见骨的伤口 身形在虚空崩塌中被轰飞出去 魔主 夫君 下方厮杀的天蝎和柳若仙等人 在看到上空这一幕后 脸上都露出惊骇之色 他们怎么都不敢相信 萧辰会被君奥风击败 并且还是被一击打成了重伤 为了这一笔几个亿的订单 我和柳神学姐展开极限拉扯 我想抽身而退他便七十二上 僵持一个小时 我人都骂了 呵呵 你们这一位魔主大人 似乎就只是一个水货 看到上空君奥风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君不宜在冷笑嘲讽一句后 一个个也像是打了鸡血般 趁着天蝎和柳若仙等人 心神大乱疯狂反扑 一时间胜利天平 也开始往他们这边倾斜 轰鸣声再次在天地间炸开 厮杀在寝客间 便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这便是你的实力 虚空之上 在一己将萧辰打伤后 君奥风宛若君王一般 每踏出一步 都令得万里虚空不断震战 如有毁天灭地的伟力 在他的脚下凝聚 踏天 当第三步落下之时 君奥风吐出两个字 随着字音冷冷地 回荡在这片虚空中 一只散发着金光的脚掌 宛若上舱抬脚践踏而下 直接落在萧辰的头顶上 本公子不可能不如你 看到上空这一只脚掌 萧辰发出惊天的怒吼 接着顾不得压制伤势 便挥舞五行修罗枪横扫而出 跟那一只恐怖脚掌轰在一起 没有任何意外 在萧辰故意压制实力中 他又一次被君奥风轰飞 身上更是爆出一团血污 看起来已然是重伤之躯 该死的家伙 这可是你逼本公子的 在感觉到时机差不多成熟之时 萧辰在怒吼中 祭出天谴灭尸印 一种难以形容的神道气息 宛若风暴一般在上空席卷 这是 神物 看到萧辰祭出天谴灭尸印 还有感受到这种神道气息 君奥风眼中闪过一抹精芒 修为在这一刻被他催动到了极致 身形如同鬼魅一般 急速逼近萧辰 虽说他在神域并不缺神物 但能引动天谴降临的神物 哪怕是再神域也没有见过 这东西 他很感兴趣 同样在此时 几乎在君奥风身形冲出的同时 几十里外的高空突然爆碎炸开 随着一道银月光芒闪过 一道曼妙的身影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宛若流星一般逼近萧辰 身上所弥漫的修为波动 完全不比君奥风弱多少 此人 正是荒月古族那一位神女大人 一直以特殊的秘法隐匿在虚空 除了神境强者谁也无法识破他 如今看到萧辰被重创 还祭出一件神物对敌 他终于也沉不住气了 出现了吗 感受到两道身影急速逼近 萧辰的嘴角掀起一抹糊涂 他有感觉 荒月古族那位神女大人 就隐匿在这一片虚空中 不过这片虚空太过于广阔 加上对方的隐匿之法特殊 哪怕他能看破虚妄 但想要在这一片天地中 找出月灵运的具体位置 也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 再者 他跟君傲峰打起来后 也不可能一直分心找人 所以 他便上演了一场苦肉计 毕竟 受重伤对他来说 基本跟没有一样 如今这一位神女出现 他也没必要继续装了 神玄境风 在念头落下的同时 一阵白光在他身上闪过 萧辰的伤势 请客间复原 毁灭性的气息 宛若天灾一般 疯狂席卷爆发 伴随着这几个字音的回答 上空的天谴 灭世印突然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原本悬浮在下方的 天元神玄境 仿佛刚才那一枚 天谴灭世印 只是天谴神玄境 折射的镜像 下一刻 天元神玄境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一股恐怖的犀利 随之横扫八方 不好 看到眼前这一幕后 君傲峰和月灵玉 神情骤然一变 也明白 他们这是被萧辰给耍了 对方刚才都只是在演戏而已 不过在这一瞬间 他们想要撤离 已经为时已晚 随着这一股犀利的爆发 周围空间不断扭曲折叠 君傲峰和月灵玉 在神情骇然中 都被吸入到 扭曲折叠的空间内 就连萧辰的身影 也消失不见了 这 什么情况 看到上空的突发状况 君不易和月帝天 等人一脸骇然 显然是被这个反转 给整猛了 明明上一刻 被打得重伤吐血 没想到下一刻 却满血复活了 还施展某种大神通 将两大半神强者给吞了 结结结 原来魔主大人之前 一直在示弱 是想引出隐藏在暗中的老娘们 现在两个人一同现身 魔主大人终于不装了 在君不易和月帝天 等人骇然之时 天邪和柳若仙等人 也都反应过来 一个个脸上 都露出狂喜之色 同样也没有想到 萧辰还留了一手 这一刻 得知萧辰并不是打不惯落败 而是故意下套 引出暗中的敌人 天邪和天行剑等人 如同打了鸡血 一个个都爆发神通 杀向君不易等人 如今 两大半神强者 被萧辰封印进天元神弦境内 他们若是不抓紧时间 解决掉眼前这帮家伙 可就真的是在拖后腿了 不过是一点卑劣伎俩而已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算计都是徒劳的 听到天邪的怪笑 君不易冷哼一声 他可不认为 萧辰一人面对两大神响者 能有实力 可以将俩人留下 若是没有相对应的实力 那一见此神兵 可困不住俩人 说不定还会是自取灭亡 随着这两句话音的回荡开来 两拨人马再一次厮杀在一起 云罗生看着上空的天元神弦境 脸上忍不住闪过一抹担忧之色 荒月鼓足那一位神女大人 现在占据的是月云的身体 不知道这一次 萧辰能不能帮助他 挽救回这一位妻子 随着念头的落下 云罗生的担忧化为了滔天怒火 配合着众多镜像投影 再次杀向月底天等人 第434章 这一枪名为断月 天元神弦境内 随着天元神弦境提升到半神层次 镜中世界也从十里 蜕变到一百里 但百里天地 对于半神强者来说 不过是一方小空间 随便一个瞬息 就能横跨百里距离 此时 在外界再一次进入 白热化的厮杀中 整个镜中世界 也开始发生剧烈震荡 百里外的空间壁垒中 有一面面镜子在变换 散发着一种恐怖的风镜之力 而在虚空之中 三道身影形成三角形状 互相对峙着 恐怖的气息 令得这片虚空不断军裂 这三人 赫然是肖尘 君傲峰 和月灵蕴 想不到竟让你摆了一道 你这家伙 确实很不一般 看着前方的肖尘 君傲峰冷声说道 不过在说话间 看着肖尘身上 没有任何伤势 他的瞳孔 还是忍不住收缩着 刚才那两道神通 都是结结实实地 轰在肖尘身上 就算对方 是想故意让他轰重的 也不可能一点伤势 都没有留下 而现在 肖尘却一点伤势都没有 这只能说 对方的自愈能力 强悍到令人发指 你是从什么时候 发现我的 在君傲峰开口后 月灵蕴蒙着青纱 也清冷地询问道 他自认为 隐匿得十分完美 哪怕是君傲峰 这一位神子 也没发现 他就在实力之外 可他最终 还是被肖尘 给引诱出来了 很显然 对方是一开始 就知道他在附近 才会故意下套 演出一场苦肉计 本公子没必要回答 你们的问题 但却有必要 送你们两个上路 肖尘文言冷冷一笑 当即全力爆发修为 毁灭性的力量 在镜中世界席卷 令得这一方小世界 颤抖得更厉害 下一刻 没有任何花里胡哨 肖尘只是简单的 一个横扫 长枪如龙 横扫着一片虚空 带着毁灭性的气息 轰向了君傲峰和月灵蕴 可笑 真的以为你凭借 这一件此神兵 还有这种诡异的 肉身修复能力 就可以同时 抗衡我们两大强者 看到肖尘施展神通 轰杀而来 君傲峰的脸上 露出一抹冷笑 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半神 而是来自神域的神将者 在同境界中 可以轻松击败 原生半神 更何况 他们手上也有刺神兵 肖尘想以一敌二 将他们击败 这无疑就是在异想天开 月灵蕴没有在说话 只是对着虚空一握 一把浑身流转着 银色光芒的长剑 也出现在他的手中 这是荒月古族的质宝 荒月水凝剑 同样也是一剑刺神兵 在他成功收服荒月古族后 这质宝也落入到他的手中 下一刻 银月当空 恐怖的剑道法则气息 震荡于虚空 一道剑弓 宛若弯月一般 斩向消沉 哄 三道神通轰然碰撞 毁灭性的力量 席卷整个镜中世界 百里范围充斥着 无尽的风暴冲击 空间壁垒周围 一面面镜子 在冲击中不断破灭 但在后方 又有更多的镜面生成 只是那种生成速度 隐隐间 有些赶不上破灭的速度 毕竟 天元神玄境 已经凝聚一部分力量 化为镜像投影 帮助天蟹等人对比 此时还要承受 三大半神强者的攻击肆虐 哪怕品质 被提升到刺神兵 也有些超负荷了 累死累活拿下订单 刚把柳神学姐送走 就看到芸汐学姐进来说 她让公司市值翻了一倍 有没有特殊奖励 并暂且不落下风 不得不说你这土著 还真有实力 但就算你有能耐 你这一尊赐神兵 可经不起这种厮杀冲击 一旦他承受不住而崩溃 外面的镜像投影 会随之破灭 你的人下场 可会死得非常惨 跟萧辰硬拼一招后 君傲峰一脸嘲弄到 试图以此搅乱萧辰的心神 让对方在厮杀中露出破绽 你废话真多 在君傲峰还没说完之时 萧辰直接冷声打断对方 萧辰在此时被他催动到了极致 混沌竟是雷火 没入到五行修罗枪内 长枪起手 宛若心芒一般的爆刺而出 竹心 在这一枪的绝杀中 哪怕是君傲峰这一位神子 在此时也感到致命的危机 当即在嘶吼声中 疯狂爆发萧辰 瞳孔内有符文不断闪烁 身后更是浮现一双眼眸 一道毁灭性的光束 宛若蔑视之光一般 迎向了萧辰这一枪 在重通神通的爆发下 萧辰这一枪被挡了下来 毁灭性的冲击横扫而开 萧辰和君傲峰厮杀碰撞在一起 但同样在此时 伴随着银月光芒闪耀虚空 月灵运抓住俩人交手的这一瞬间 当即对萧辰展出一道恐怖的剑光 银月当空 剑光璀璨 这一剑 哪怕是同为神将者的君傲峰 浑身汗毛也被刺激的战力竖起 如此恐怖的一击 若是落在他的身上 就算不死也得重伤 萧辰在察觉到这一幕后 神情没有露出半点的慌乱 反而露出一抹森然的笑容 在跟君傲峰对碰被轰退的刹那间 他转身迎向了月灵运恐怖的一剑 并且是在没做防御的情况下 任由那一剑从他头顶上劈下 而他则是全力调动混沌进士雷火 再一次灌入到五行修罗枪内 抬手对着月灵运挥出一枪 什么 看到萧辰丝毫不防守 完全就是在自找死路 君傲峰和月灵运都被吓到了 特别是后者 此时看着萧辰冰冷而淡漠的眼神 蒙着面纱的脸庞被惊得面色巨变 这一瞬间 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但这一剑已经斩下 此时他没办法收回 哄 下一刻 在君傲峰的注视下 月灵运这一剑轰在了萧辰的脑袋上 镜中世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但跟俩人所预想的不一样 萧辰的脑袋并没有被劈开 反而爆发出耀眼的金光 整个人就如同防御无敌一般 完全无视月灵运这一剑的伤害 反而全力以赴地挥出一枪 在风暴冲击肆虐的同时 枪芒犹如月虎一般撕裂天地 朝着月灵运的腰身横扫而去 仿佛要将对方当场拦腰斩断 而这一枪 名为断月 是萧辰在记竹心之后 再次创造出来的枪法 这怎么可能 住手 在心神惊骇中 月灵运抽身暴退 以长剑抵挡 君奥峰则是面色争鸣的大吼 整个人如疯狗一般的冲过来 似乎是想替月灵运挡下这一道神通攻击 但萧辰这一枪 衔接得无比完美 而君奥峰刚被轰退出去 完全来不及阻挡这一枪 刹那之间 枪剑碰撞在一起 月灵运虽然已经及时躲闪了 但依旧无法避开和挡下这一枪 手中刺神兵被当场轰飞出去 左侧身子在来不及躲闪中 被萧辰这一道枪盲命中了 一道恐怖的伤口撕裂大半个身子 那一条左臂 更是被萧辰一枪卸了下来 第435章 萧辰的自杀式攻击 两大半神强者陨落 于二 看到月灵运被萧辰一击中创 并且还将左臂当场卸了下来 君奥峰宛若入魔一般的大吼 虽然这一具身体 只是月灵运夺射过来的 但在他眼中一样是女神 此时看到月灵运被人中创 并断掉一臂 还是在他这一位追求者眼前所发生的 这让他心中的怒火 沸腾到了极致 在话音回荡在天地间 君奥峰疯狂催动修为 至尊骨和虫彤再一次展现威能 毁灭性的力量席卷这一片天地 君奥峰挥动方天化己杀了过来 萧辰并没有理会君奥峰 只是继续逼近着月灵运 在对方身形道卷尖 他成功将对方那一只断臂 收入到系统空间里面 脸上赏过一抹如是重负的神色 有了这一条断臂 他就能以此物作为本命追溯物 将芸汐这一位生母再度复活了 同样的 他也能肆无忌惮地抹杀这两个家伙了 小子 为悦赎罪 在萧辰念头落下之时 君奥峰的攻击随之倾覆而下 那种毁灭性的力量 让萧辰的眼神忍不住一鸣 几乎没有任何思索 便猛地转身将五行修罗枪横在身前 跟君奥峰这一己硬汗在一起 下一刻 伴随着枪挤的碰撞 轰鸣再次炸响虚空 恐怖的冲击在俩人之间爆发 五行修罗枪被君奥峰轰成月壶形状 不过 萧辰此时的无敌状态还没过 倒是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便轻松挡下君奥峰这一己 只是身形被对方轰退出去 虽然不知道你动用了什么手段 但本神子可不信 你能一直处于防御无敌状态 看到萧辰无伤地接下他这一招 君奥峰冷冽的话音也响彻而起 不过 在这一句话刚说完之时 君奥峰看到萧辰身上的金光突然散去 神情再愣了一下后便变得猙獰无比 呵呵 本神子才刚说完 这么快就失效了 接下来 没了这种防御手段 本神子倒是要看看 你如何挡住我们俩人的联手 随着最后一句话的落下 君奥峰再一次展现出无敌姿态 手持方天画戟从左侧杀向萧辰 月灵运没有任何话语 在暂时压住身上的伤势后 他即便是独臂受创的状态 此时也爆发出无比恐怖的气势 昊月当空 一尊神秘的天女虚影浮现在月灵运身后 在杀意冲天爆发中 月灵运手持刺神兵 跟君奥峰杀向萧辰 挡住 本公子有必要挡吗 听到君奥峰回荡在天地间的话语 还有看到 俩人竟然一起联手杀来 萧辰脸上露出猙獰并疯狂的笑容 体内真元疯狂逆转 一种毁灭性的力量波动 从萧辰的体内迷慢来 这令得君奥峰和月灵运面色俱变 不好 快退 他要自爆 一时间 不论是君奥峰还是月灵运 都被萧辰这个举动吓得大叫 如此毁灭性的波动 足以无限接近于真神之力 有抹杀半神强者的威力了 这种情况 除了强行逆转体内真元 自毁经脉丹田自爆之外 几乎没有办法能做到了 快哄开这尊次神病 在头皮感到发麻中 月灵运对着君奥峰大喝道 修为在这一刻爆发到极致 一道剑光改变方向 轰向了周围的臂障 强者自爆 并不是立马就能引爆的 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逆转真元 强行压缩到一定程度才能做到 时间虽然不是很长 也需要一两息时间 不过对于顶尖强者而言 一两息就足以让他们做出应对 甚至是逃离到几十上百万里外 可现在 他们被封死在天元神玄境内 这方天地只有方圆百里而已 一旦萧辰在这里自爆的话 跟正面承受完全没有区别 同样就在这时 整个镜中世界轰然震战起来 一股毁灭性的波动 也从虚空中弥漫而开 方圆百里的镜面避障 在急速军裂 这让君奥峰和月灵运彻底傻眼了 这是 自爆刺神兵 你他妈是不是疯了 感受到这种波动后 君奥峰歇斯底里的怒吼着 话音在这一刻都为之发颤 自爆肉身魂体也就算了 现在连刺神兵都不放过 内外夹击双重自爆 哪怕他们两个都是神想者 也绝对没办法硬扛下来的 想不到他们这一次降临苍蓝界 首要任务都还没完成 如今就面临生死大劫 这特么就跟闹着玩一样 甚至在这一瞬间 在镜中世界外 原本悬挂在上空的天原神玄境 突然爆发一阵光明 一道道镜像投影在厮杀中崩溃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面色一变 柳若仙和江丽等人的脑海中 都传来消沉不容置疑的话音 退开 护住自身 虽然没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柳若仙和江丽等人 都下意识遵守指令 在君不义等人愣神之时 一个个都爆发修为后退 怎么回事 不好 这是神兵自爆 感应到这波动不寻常后 君不义等人惊恐的大吼 但在话音传出之时 一道波纹封锁住四周天地 天原神玄境也冲向了几人 不 几乎在刹那间 天原神玄境内 天原神玄境外 都响起了绝望的嘶吼声 伴随着耀眼的强光 在虚空中闪耀 毁天灭地般的冲击 也在虚空炸开 江丽和柳若仙等人 一个个哪怕是有 萧尘事先通知 也还是被这种冲击 先飞了出去 王德发和大荒老祖 这些反应池的 还被冲击阵的当场 喷出大口鲜血 而君不义和月地天等人 因为虚空受到了干扰 一个个都来不及顿走 哪怕两者之间 还有上千丈距离 但那种威力 也是他们难以承受的 不少帝君 被炸成了一堆碎肉 君不义和月地天这几位 帝君九重敬强者 哪怕疯狂调动修为 进行抵御 一个个还是被轰得肉身崩溃 几人不是断手就是断脚 身体血肉模糊形如厉鬼 看起来也都是将死之人 当然 最惨的还是君奥峰和月灵运 这两位神将者 在天原神玄境里面 承受着两种恐怖的自暴 俩人即便都是神将者 拥有一缕纯正的神魂 在这种力量下 还是当场轰尘飞灰 就连那一缕神魂 也没能幸存下来 身为老板 岂能让秘书得寸进尺 我一怒之下 就将芸汐学姐留下来加班 没想到对方却很满意 说她还想加塞 神子 神女 死了 看到虚空中肆虐的恐怖风暴冲击 令到苍穹上崩塌出一个万丈黑洞 下方的苍悬山脉 更是被夷为平地 君不义和月地天 如同跌入到深渊中 你们也一起上路吧 还没等他们亥然多久 柳若仙和江丽等人都撕裂风暴而至 毁灭性的神通也对这几人轻负而下 这让君不义和月地天 都发出了绝望的嘶吼声 紧接着 残驱都彻底的淹没在神通攻击中 被柳若仙和江丽等人捕刀斩杀了 第四百三十六章 这是看到孕妇 曹贼属性 直接觉醒了是吧 死 死了 随着君不义和月地天等人 被江丽和柳若仙捕刀击杀 天行剑和王德发等人 目瞪口呆地看着一切 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他们这边才八大帝君净强者 就算有一帮镜像投影出现 也只能压制住君不义等人 想要将其斩杀可不太现实 可没想到 随着天元神玄境落入敌方阵营自爆 整体局面竟然有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对方的帝君强者瞬间死了近七成 剩下的强者也身受重创 瀕临死亡 在他们的收割下 最终也只能陨落 短短一刻钟不到 斩杀两大势力二十几位帝君 这种战绩 他们做梦都不敢想 可眼前 却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魔 魔主呢 在众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之时 天行剑话音颤抖地询问了一句 虽然知道 萧尘拥有复活能力 但刚才那种毁天灭地的爆炸 只是波及出来一些 就能抹杀一帮帝君 正中心的爆炸 绝对能抹杀半神强者 魂体真灵都不能幸免 这倒是让他有些担心 萧尘会不会出意外了 嗡 几乎在天行剑话音落下之时 伴随着虚空中传来一阵嗡鸣 一道身影也在白光闪耀中凝聚而出 赫然是刚才自爆的萧尘 在肉身灵魂自爆之前 他就已经将魂体真灵 转移到天谦灭世音中 以天谦灭世音那种恐怖的材质 别说是半神静强者的自爆 哪怕是真神静强者的攻击 也完全没有办法将其摧毁 这也是他敢如此疯狂的底气 扶君 魔主大人 看到萧尘再一次浮现出 柳若仙和天行剑等人 都是一脸激动和狂喜 一个个纷纷围了过来 修为 修为没有跌落 下一刻 感受到萧尘身上涌动的修为波动 天行剑等人的神情变得有些不解 显然没有想到 萧尘死后复活 竟还能有修为 毕竟 萧尘曾告诫过他们 虽然他有能力复活其他人 但却无法为其他人保留修为 让他们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尝试着做死 否则一身修为会复之流水 可现在 对方复活后 修为还是至尊八重镜 难不成对方留了一手 不用那么惊讶 对于自身的修为 我可以在陨落之时 以特殊的方法保留 但也只限于自身而已 看到天行剑等人震惊不已 萧尘只是随口解释几句 打消了这一行人的疑虑 死 死后真的还能保留修为 听到萧尘这几句话 天行剑等人忍不住深吸一口气 脸上露出一抹惊骇和羡慕之色 死后复活还可以保留修为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逆天了 而是能堪比造物主了 怪不得萧尘敢引爆天元神玄境 原来是有如此逆天的复活能力 一番教导后 芸汐学姐说她姐姐芸芸很想我 让我抽空去她家换灯泡 灯泡放久了容易老化 需要保养 她真贼 萧尘 月云 她怎么样了 在众人为此震惊不已的时候 芸罗生的关注点完全不在这 连忙话音颤抖地询问道 眼神中满是担忧和害怕 放心 芸伯母无恙 听到芸罗生的话语 萧尘淡笑着回应道 接着右手轻轻抬起 从系统空间内取出那一条断臂 这一幕 让芸罗生的瞳孔剧烈收缩起来 那么大的一个人就剩下一条手臂 你管这个叫无恙 月云 她 她能复活吗 强忍住要上去搂住这一条断臂 芸罗生深吸一口气紧张地问道 爱妻就在眼前 可却只是残肢 这一刻 芸罗生多么想喊一句 复活吧 我低爱人 但很遗憾 她没有复活能力 只能紧张地看着萧尘 希望这位女婿能行了 没问题 萧尘文言并没有掉芸罗生的胃口 只是淡笑着回应了一句 十二亿多的积分 升级帝君修为体验卡 用了五亿 升级天元神玄境 同样用了五亿 刚才她复活动用一亿 现在还剩一亿多积分 用来复活月云足够了 系统 以这一条手臂为本源追溯物 复活这一条手臂的原生主人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当即下令道 叮 系统已扣出一点积分 正在为宿主复活人物月云 伴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 耀眼的白光随之闪耀而起 云罗生等人 只看到萧尘抬起手 对着残肢一案 一个漩涡在白光闪耀中凝聚而出 紧接着 在光芒的凝聚中 一道身影也浮现在漩涡中 赫然是已经死去了的月云 并且还是拥有自主灵魂意识 还没被月灵蕴夺射过的原生物主 这里是 睁开双眼 月云显得有些迷茫 目光也打亮着周围 她的记忆 只停留在荒月古族广场 她被月灵蕴夺射之时 那一刻 她感受到绝望和彷徨 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甘 渴望有人来救她 但也不想有人来 最终带着对云罗生和云熙的思念 被月灵蕴无情地抹杀了灵魂意识 可没想到 她现在竟然又重新感知到意识的存在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心念转动间 月云的目光在周围扫过 鬼使神差地看向云罗生 随着四目相对 俩人的脑海中如有轰鸣乍响 目光更是忍不住剧烈颤抖着 云 云儿 在眼眶变得通红之时 云罗生一把冲到月云面前 将对方轻轻地搂露到怀中 你是 升哥 感受到这一个久违了十几年的怀抱 月云简直不敢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云儿 能见到你真好 听到这一声称呼 云罗生这位曾一人杀入荒月谷族的帝君强者 眼睛在这一刻变得更通红 就连话音也显得沙哑无比 贪婪地闻着月云的体香 完全忽略了周围其他人 姐姐姐 老云 你这位媳妇长得还真水亮 就在俩人享受着温馨时刻之时 天蝎在一旁忍不住怪笑道 顿时打破了这种美好氛围 不过天蝎的话语还没说完 就被消沉淡淡地扫了一眼 这让他浑身一灵 这时候才想起来 月云不仅是云罗生的媳妇 更是云熙的亲生母亲 也是魔主大人的丈母娘 这可不是能随便惦记的 嗨嗨 魔主大人 老奴的意思是 她长得真好看 简直就是云熙魔主夫人的成熟版 在内心紧张中 天蝎连忙解释道 不过这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变得更怪了 这让消沉眉头忍不住骤气 不会说话 就少说两句 若不是这家伙没那脊俩肉 他都怀疑这家伙胆子肥了 连他的丈母娘都敢惦记上 这是看到孕妇 曹贼属性直接觉醒了是吧 第437章 我觉得不能操之过节 芸汐 听到天蝎口中提到的名字 月云的身子猛的一颤 像是意识到什么一般 目光在人群中搜寻起来 下一刻便落在芸汐身上 四目相对 月云整个人如遭雷劈 身子剧烈地颤抖起来 尽管她跟芸汐 在后者出世不久后 就被迫分离 但此时这种来自血脉的激动 还是让月云在寝刻间破防了 没想到母女再一次见面 当初只能蜷缩在她怀中的婴儿 如今已经长成婷婷玉丽的少女 这一刻 月云直接泪目 想都没想 便挣脱云罗生的怀中 朝着芸汐飞扑而去 浑然忘了 她现在没有任何修为 不过 在云罗生意念的笼罩下 随着月云每踏出一步 脚下的虚空都会凝固 让对方此时 就算没有修为 也可以在虚空中如履平地 娘亲 芸汐看到这一幕后 身子也是剧烈颤抖 也本能地朝着月云飞扑而去 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 母女俩人拥抱在一起 这温馨的一幕 让柳若仙和天行剑略有感触 几人在此时也没去打扰对方 云罗生双眼通红地注视着这一幕 紧接着 她便转身朝着萧辰跪下去 罗生 拜谢 幸好萧辰眼疾手快 在云罗生还没说完时 连忙伸手扶住了对方 云前辈不必如此 芸汐是我的内人 而你们是她的父母 同样也是我的长辈 一家人就不必这么见外了 阻止云罗生的跪拜 萧辰淡笑着开口道 而此时 月云在不远处察觉到这动静 这才意识到自己忽略了恩人 连忙和云汐来到萧辰的身前 怯深月云 不小心怠慢了恩人 还请恩人不要见怪 说话间 月云便对着萧辰弯腰一败 这让萧辰感到有些很无奈 刚要开口劝阻之时 云罗生却率先说道 让她行这一礼吧 不然 她内心会一直过意不去的 她很了解月云的为人 有恩必还 有仇必保 虽说 他们是云汐的父母 如今也算是萧辰的长辈 但一马归一马 救命一命如恩童再造 更何况萧辰是直接复活 这简直就是新的再生父母 倘若 他们认为自己身为云汐的长辈 就能凭借这一层关系 抵消恩情 跟一老卖老的白眼狼有何区别 当然 云罗生和月云 也不是要以这一败抵消掉恩情 而是表明他们夫妻俩人的态度 此恩他们夫妇二人都铭记在心 日后若是有机会 必定加倍偿还 接下来 在相互客套一番后 岳云也了解到事情的前因后果 对于萧辰也是越发敬佩和满意 芸汐在这些年 能遇上这么一个男人 绝对是命运在眷顾着 魔主大人 我们接下来 要顺势覆灭荒月谷族和荒谷军家吗 在打扫完这一片天地 回收天元神玄境众多的碎片 还有君不义等人的遗物后 天邪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我觉得不能操之过节 在天邪话音落下后 云罗生话音低沉道 两大势力此次陨落了众多帝军强者 看起来确实是受到了不可逆的重创 但是这两大势力传承十几万年 可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 说着 云罗生扫了众人一眼 将所知道的全盘拖出 荒月谷族 除了这一位突然冒出来的神女之外 在谷族身处还沉睡着一头满荒一种 是一头真正的荒月魔云兔 并且修为达到了半神层次 除非荒月谷族遭受到灭族之威 否则这一头满荒一种 会一直沉眠于地底下 等待时机能渡劫成神 同样的 在荒谷军家中也有这种老不死 这些都是谷族势力真正的抵御 他们的实力 纵使比不上顶尖的神将者 但应该也不会差太多才对 除非我们有把握可以击杀这种存在 否则贸然前去覆灭两大势力 我们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 说完 云罗生目光看向了萧尘 他们当中这么多人 能斩杀半神强者的 也只有萧尘一个人 如果萧尘有能力继续击杀半神强者 他们一行人就能前去覆灭两大势力 可是萧尘斩杀两大神强者 都需要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若是无法再次展现出半神层次的战力 前去覆灭两大势力 可就不太理智了 先修整几天 再静观其变 萧尘文言也明白了云罗生的意思 在沉吟一下后 话音平静地回答道 现在帝君修为体验卡 尽数消耗殆尽 他还需再等一段时间 才能兑换新的体验卡 在此期间 还是不能太冒险 先回去修整一番 等柳若仙等人 修为尽数恢复 再试着帮江丽 晋升到半神境 再来覆灭两大势力也不迟 随着话音的落下 萧尘一行人也没在此地逗留 便开启空间传送回到幻星城 另外一边 神域 东陵星域 一座足足有上万丈大小的祭坛上 十八道身影 静静地盘坐在祭坛内 每一道身上都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足以碾压任何半神强者 这些人 赫然都是度过神节 凝炼出神魂的真神 在天原神玄境暴碎 炸开的那一刻 十八道身影中 有一男一女猛地睁开双眼 口中同时喷出来一口鲜血 如同遭受到什么反噬一般 君家神子君傲风 月族神女月灵玉 出局 几乎在俩人喷血的同时 一道冰冷的话音 也如同天鹰一般回荡在星空之中 令得盘坐在祭坛周围 一道道伟岸的身影 在这一刻 都睁开了眼眸 刹那之间 神光映照着一片星空 亿万里虚空不断震战 怎么回事 没有过多的言语 仅仅只有几个字 却让君傲风和月灵玉 俩人面色俱变 因为周围这一道道身影 都是各大势力的掌权者 也是东陵星域十八位主宰 代表着东陵星域所有势力 每一个都有神王境的恐怖修为 弹指之间足以抹除一方大事件 还能轻易决定他们两个的生死 苍蓝界东域有变数 有一个男子不仅能召唤天谦 甚至还拥有诡异的复活能力 他利用刺神兵将我们两个困住 便毫不犹豫地自爆和引爆神兵 我们一时大意 这才让他得手了 听到自己老祖的询问 君傲风一脸惶恐地道 召唤天谦 复活 在君傲风话音落下后 众多神王都微微一愣 显然都有些不太相信 神静之下 有人能在自爆后复活 甚至是操控天谦雷霆 简直荒唐 第四百三十八章 不要觉得这很荒唐 甚至是在引狼入室 老祖 我说的都是真的 他召唤天谦 覆灭了一方势力 我和月儿想要破解他的隐秘 没想到最后 却被这小子阴了 他若是没有复活能力的话 是不敢跟我们同归于尽的 感受到众多神王的注视 君傲风一脸惶恐的教导 虽说他有真神静初期的修为 是君家在三千岁以内 突破到真神静的妖灭天骄 但跟神王之间 还隔着一个天神静 对方想要抹杀他 简直易如反掌 更何况 这一次神将计划 可是关系到十八大势力 往后十万年的资源分配 甚至关系到一位神军的终极传承 如果哪一方势力的神将者 能找到神殿 并且得到传承 东陵星域的势力格局 将会发生改变 原本他肩负着君家的希望 没想到此次却首先出局了 可想而知 这一位君家主宰的内心 会蕴含有多强烈的怒火 废物 因为你的一时疏忽 君家十万年来的准备 在这一刻 全都白废了 在君傲风惶恐中 君家神王话音冰冷 直接宣言制裁对方 废你君家神子身份 打入神火牙三千年 切实你若是 还能活着出来 本王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听到君家老祖的话音 君傲风顿时满脸死灰 君家神火牙 哪怕是天神静强者 都会被折磨得崩溃 他只有真神静初期的修为 别说是三千年这么久 哪怕是三百年都够呛 同样的 在君傲风被制裁之时 月灵运也遭受到惩罚 周围其他神王目光闪烁 当即通过密法沟通 盘坐在神将祭坛内 分裂神魂 进入到苍蓝界的神子神女们 一时间 苍蓝界各大域内 都有一道道身影猛的抬头 露出震惊和难以置信之色 显然没想到 能跟他们一起 明镇东陵心域的同辈天骄 竟然这么快就有人出局了 并且是被一个土著所击杀的 在震惊之余 这些神子神女也感到了危机感 一个个在目光闪烁中下达指令 接下来 他们必须发动战争 将苍蓝界角的天翻地覆 将那一位不死的守灵人逼出来 这样才能找到 倒映神君的神木所在 另外一边 天芒山脉 吞天芒一族 沉重的气息笼罩着整座大殿 众多帝君长老都是一脸猛逼 突然间接到大祭司的传令 说是有关于吞天芒一族的大事要宣布 众多长老在惊骇中都来到义士大殿内 看着古玄面色沉重的转过身 众多长老神情变得愈发凝重 诸位 老朽今日召集你们过来 是有重大的事情要宣布 也需要征求你们的意见 看着眼前各大长老 古玄话音低沉的道 老朽不久前接到消息黑暗禁区被人给灭了 什么 听到古玄这一番话 大长老穆威 二长老尼罕 还有天葵和天夕等人 一个个面色为之一变 显然都是被这句话给吓到了 堂堂黑暗禁区 威震东狱的地级势力 怎么突然间就被灭了 老朽也很难相信 但事实就是如此 说着 古玄目光看向穆威和天葵等人 话音更是语出惊人的继续说道 灭黑暗禁区之人 你们几个也都见过 正是前几天在柏兽山脉内 跟我们起冲突的那一行人 听到古玄的话语后 穆威等人的瞳孔剧烈色缩 脸上满是惊骇和难以置信之色 特别是天葵和天夕 脑瓜子都嗡嗡作响 前几天 他们亲眼见证过 萧尘一行人跟黑暗禁区之主的厮杀 纵使那位魔主大人的实力异常强悍 可在黑暗禁区之主召唤出红毛老怪后 萧尘还是被对方一招轰得吐血了 即便事后 萧尘以不可思议的手段 将自身受到的伤势 尽数修复如初 但不可否认的是 萧尘的实力绝对达不到半神层次 哪怕是再加上另外几位帝君 这种阵容 想要覆灭黑暗禁区 简直就是在吃人说梦 可他们现在 却听到黑暗禁区被萧尘一行人给灭了 这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你们一定想不到 他是怎么覆灭黑暗禁区的 看着穆薇和天魁等满脸惊骇 古璇深吸一口气 继续补充道 天谦 他们不知利用了什么手段 召唤天谦灭掉了黑暗禁区 说着 古璇就将自己所知道的情报 全部一五一十地说给己人听 这让穆薇等人后背一阵冰寒 天谦 苍蓝界的禁忌力量 他们以为 只有某些神将者动用神之力 才会引动天怒 降下天谦轰杀 没想到 这种属于天道的力量 竟然还能被他人利用来对敌 这是何等恐怖的事情 如果能随意动用这种手段的话 今后看哪方势力不爽的话 随便来一下 谁能挡得住 大祭司此番召集我等 是觉得 那一行人 会对我们吞天蟒一足下手 想起那一日 跟萧陈一行人的冲突 天魁和天溪俩人 话音有些颤抖道 他们可知道 穆颜和尼灵 是死在萧陈一行人的手里 说到底 双方还是有恩怨存在的 只是在他们的掩饰下 矛盾才没进一步计划 如果哪天事情败露 或者是因为什么事 两者又产生了冲突 一旦对方在天王山脉 召唤天遣降临 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我们吞天蟒一族 跟他们又没有什么恩怨 他们为何要对我们下手 听到天魁和天溪的话语 还有察觉到俩人的惶恐 穆薇和尼寒俩人 都感觉到不对劲 老朽召集你们过来 不是要讨论 他们会不会对 吞天蟒一族下手的问题 而是 该如何拉拢他们 最起码 我们得把他们变成朋友 或者是站在同一阵营上 看到穆薇和尼寒 似乎察觉到疑点 古璇当即开口打断俩人 在众人目光看过来之时 古璇话音低沉地继续道 老朽的建议是 背上后礼 登门拜访 将那一位魔主两位 拥有吞天蟒血脉的夫人 彻底融入到我们天王山这一脉 最好将其 立为我们族内的弟女 什么 听到古璇的话语 几大长老面色一变 神情一脸难以置信 弟女 说白了就是下一任女帝候选继承人 而弟子 则是下一任大祭司的候选继承人 两者在吞天蟒一族中 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如今要让外人来继承 是不是有些太草率了 不要觉得这很荒唐 甚至是在隐狼入室 看到穆薇等人 一脸难以置信 古璇话音低沉地分析起立弊 不管他们是来自哪一脉 都是九彩吞天蟒的后裔 站在族群的高度上来看 接纳他们绝对利大于弊 何况他们背后的夫君 还有如此恐怖的能耐 若不是女帝现在在闭关 老朽都想着建议女帝 让她去建一建那魔主 兴许还能结成一桩 古璇站在宫殿的上方 对着穆颜等人劝说道 其实 他最大的目的 让这些人跟他统一意见 接下来好劝说女帝穆悬一 远赴玄天进去会议会消沉 看能不能擦出点火花出来 不过 在他话语还没说完之时 他像是察觉到什么似的 面色在此时忍不住一僵 连忙收回最后两个字 紧接着 一道清冷的话音 也回荡在大殿内 第四百三十九章 那两位魔主夫人 很有可能是穆悬一的后代 老王过 天天操心本地的婚事 你是不是嫌得发慌了 突如其来的话语 令得古璇穆威等人面色一变 也让大殿内的温度瞬间直降 指尖在高台上的王座上 伴随着空间的扭曲变换 一道身影也如鬼魅般的浮馅出 头戴皇冠 满头白发 白皙圣雪的肌肤上 映照着冷艳的五官 一身血红色的流金衣裙 更是将身材勾勒出完美的曲线 浑身上下透露着一种高冷的气质 此人 正是穆悬一 如果萧辰在这里的话 会很惊讶地发现 这一位吞天蟒一族的女帝 跟彩烟和彩蝶竟有些相似 此处当有穆悬一的配图 只能做成这样了 自我感觉还行 见过女帝 在神情微微一江后 古璇和穆威等人 连忙转过身来 对着穆悬一行了一礼 穆颜和霓领陨落了 详细情况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还有 你们刚才又在讨论什么 看到古璇等人一脸的紧张 穆悬一皱着眉头淡淡问道 刚刚闭关出来 才知道前几天 天魁等人传简讯给他 说穆颜和霓领陨落了 需要族内强者的支援 不过在前几天 他在闭关试着 能不能冲击半神境 倒是没有注意到 俩人传来的简讯 今日一出关 就看到这几个老家伙聚集在一起 还准备建议 他去见什么魔主大人 显然 是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女帝 在你闭关的这几天 冬雨几乎快变天了 在穆悬一花音落下后 穆威在此时连忙回道 还是让老傅来说吧 穆威才刚刚说完一句 就被古璇开口打断了 似乎担心 这家伙因为后代的陨落 一不小心 情绪太过激动 扯到一些不该说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 还得从灵妖女帝之目开始说起 在接过话题后 古璇深吸一口气 用较为简洁的话 将百兽山脉内发生的事情 还有黑暗禁区被灭的事情 全都一五一十的 说给穆悬一听 惊献灵妖女帝洞府 外来的吞天莽后意 目颜泥领陨落 百兽山脉厮杀 一位名为萧陈的神秘强者 召唤天前 覆灭了黑暗禁区 在本地闭关的这一段时间 外界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 听到古璇讲述的事情后 饶师穆悬一也被惊到了 特别是后面覆面黑暗禁区一事 怎么有点像是神话传奇一般 咋看都不是正常 圣灵能做到的事情 女帝 这一位名为萧陈的神秘强者 如果还能再次召唤天前的话 绝对是未来的霸主及人物 倘若能跟对方建立起 某种密切关系 对吞天莽一族 绝对有难以预料的好处 在穆悬一话音落下后 古璇话音低沉地说道 不过她的话语还没说完 穆悬一就淡淡地打断道 所以 你让本帝去见一见 这位所谓的魔主大人 是想本帝大意献身 去色诱对方 把这位魔主 变成本帝的裙下沉 可女帝这番话 可就冤枉老朽了 老朽只是想让女帝 去谈谈合作 可没说要让女帝 你去色诱对方 听到穆悬一这一番话 古璇身子被吓得一颤 连忙干咳几声解释道 这种熟悉的访问话术 她在以前就见识过了 往往是这一位女帝 想要揍她的开场白 为了避免这一身老骨头 被对方揍 古璇在这一刻 只能赶紧转移话题 对了 那位魔主身边两位夫人 都有九彩吞天蟒的血脉 不知道女帝 可知在冬域哪一个境遇 还有吞天蟒一族的传承 随着这一番话的落下 穆悬一眉头微微皱起 当即陷入到沉思 这让古璇微微松了一口气 话题转移成功 这一把老骨头 能少挨一顿揍了 画好灯泡后 云云学姐说 今天是七夕节 是牛郎麦里耕田的纪念日 让我快点握住十字架祈福吧 我 女帝 大祭司 说到那两个吞天蟒后裔 我们其实还有一点没说 在穆悬一和古璇交谈之时 一旁的天蟒有些迟疑的道 有什么话说出来便是 什么时候这么磨脚了 看着天蟒一脸纠结 天蟋神情也很怪异 穆悬一当即皱眉道 这让天蟒神情微微一领 深吸一口气便开口说道 我们见过那两个吞天蟒后裔 之前总感觉 他们有一点熟悉 如今仔细回想一下 他们似乎 跟女帝尼 长得颇为相似 说到这里 天蟒和天蟋 有些如是重负 这个疑问 终于说出来了 前几天 看到彩岩和彩蝶之时 他们一开始也很疑惑 不过 觉得 这同样有吞天蟒血脉 长得稍微像一点 也很正常 加上后面沐岩和泥岭陨落 他们的注意力都被转移了 就没有在深思这一件事情 可这几天 随着他和天蟋的讨论 俩人觉得有些不正常 在互相验证一番后 俩人觉得 那两位魔主夫人 除了跟女帝 长得有一丢丢相似之外 就连血脉气息波动 也有好几分相似 这让他们不得不怀疑 那俩人是不是沐悬一 在外面所留下的血脉 而对方现在 之所以还能感受到 原因气息 是动用了某种秘术才导致的 所以 他们这几天都在纠结 也不敢和大祭司等人说明白 就是有些担心 会不会捅篓子 可现在 随着一行人 又提起那两位魔主夫人 天蟋再三纠结下 最终还是忍不住了 什么 跟女帝长得有些相似 听到天蟋的话语后 古玄和穆威等人都瞪大双眼 神情一脸震惊地 看向沐悬一 脑海中都浮现出一个猜测 难不成 女帝这些年 一直不肯找伴侣 其实是在外面有过夫君 还曾为对方孕育过后代 你们确定 他们长得跟本帝有些相似 沐悬一可没注意到 古玄和穆威等人的表情 在听到天蟋这一番话后 他此时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瞳孔忍不住收缩一下 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 随之浮现在他脑海中 却 确实有点像 看到沐悬一猛地抬头 神情也显得有些激动 天蟋感觉有些头皮发麻 一颗心在此时凉了半截 最后又硬着头皮补充道 不仅是长得有点相似 就连身上的气息波动 跟女帝也有几分相似 哄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古玄和穆威等人的脑海中 如有轰鸣乍响 几人都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 要知道同一种血脉 气息波动也会不同 这跟功法 血脉 体质 都有相当大的关系 可要是两个人气息波动相似 如果不是尸成一脉的话 那应该是有血缘关系了 这也就是说 那两位魔主夫人 很有可能是沐悬一的后代 第四百四十章 咋地 你想让本地去当他们的老祖 难道会是那一次 在古玄和穆威等人胡乱猜测之时 穆玄一情绪变得有些不稳定 嘴里更是忍不住呢喃了一句 而就是这一句话 让古玄和穆威等人如遭雷劈 一个个都忍不住瞪大了双眼 那 那一次 卧槽 还真有 并且还是一发入魂 最终怀孕淡下后代 但又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因为痛恨那个男人的父亲 还是为了不在族内留下把柄 却又不忍心杀了刚淡下的子嗣 就只能将其遗弃在外面 这才有了那两位魔主夫人的出现 如此说来的话 穆玄一 岂不是那两位魔主夫人的血脉源头 牛逼啊 一声不吭 他们还以为穆玄一一直是厨子 没想到 现在都是老祖籍人物了 你们在想什么 在泥南一句后 似乎感受到古玄等人 目光变得有些怪异 穆玄一当即板着脸询问道 没想什么 听到穆玄一这一句话 古玄连忙摆了白手道 虽然这一位是他看着长大的 但那种暴脾气连他都很激态 毕竟对方 揍他可是敢真的揍 女帝 不管曾经发生了什么 既然他们是你的后代 我们理应 在迟疑一下后 古玄开口说道 虽然不清楚 穆玄一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但如果那两位魔主夫人 跟穆玄一真有什么渊源 那事情可就变得简单了 什么他们是本地的后代 谁跟你们说 他们是本地的后代了 古玄的话语还没完全说完 就被穆玄一冷冷地打断了 这让古玄和穆薇等人都感到有些猛逼 不是后代 那刚才所说的那一次 又是怎么一回事 四千五百多年前 在本地还没击败林瑶 成为新一任女帝之时 有一次外出曾遭遇叶家的强者 并且遭到他们几人的围堵猎杀 之后本地虽然侥幸脱离了围杀 但也不幸受众伤最终昏迷了过去 坠落到玄天静的一处迷雾沼泽内 恰巧的是 当时那一处迷雾沼泽内 隐匿着一个蛇人族部落 一对蛇人夫妇捡到了本地 看到古玄和穆薇等人一脸不解 穆玄一只能讲述起尘封的往事 脸上也露出一抹惆怅 这让古玄和穆薇等人神情一灵 一个个也变得愈发好奇和不解 蛇人族 这是一些蟒类生灵跟人族结合后 血脉异化后所淡下来的种族生灵 因为血脉发生变异 蛇人族在修为梅达到入圣境之前 都无法完全化形拥有人族的形态 自身的成长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跟他们吞天蟒一族 完全是不同的种族 可以说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 没想到这一位女帝穆玄一 竟然会跟蛇人族扯上关系 而当时 那一对蛇人族夫妇 女方妇中孕育有子嗣 本帝在被救下以后 为了不亏欠他们什么 便逼出自身一滴精血 为他们腹中的子嗣进行洗礼 将一缕九彩吞天蟒血脉 融入到这子嗣的胎原内 并帮他们取名为美杜莎 希望日后此女 可以带领蛇人族 走出那片迷雾沼泽 在话语低沉中 穆玄一几乎是用最简洁的话语 将这一段渊源全都讲述了出来 当年 之所以不留下什么宝物 给这一对夫妇 而是选择帮他们还未出世的子嗣洗礼 是因为这对夫妇 实力都比较低弱 如果给他们宝物的话 一旦被其他人发现了 就只会引来杀身之祸 所以 穆玄一选择留下一缕九彩吞天蟒的血脉传承 帮助这对夫妇 还未出世的子嗣 重塑根骨 这是当时最体面 也是最稳妥的回报方式 后来 随着她回到吞天蟒一族 忙于找荒谷叶家那几位强者算账 还有闭关准备挑战灵妖女帝 她就没再去打扰过 这一个隐居在迷雾沼泽中的蛇人族部落 过了几十年后 随着她出关击败灵妖女帝 在灵妖女帝判出吞天蟒一族之时 她在追捕过程中再一次来到此地 只是迷雾沼泽内已经化为废墟 那一个蛇人族部落也不知所踪 再后来 在找寻无果后 穆玄一也只能放下此事 将这段往事封于记忆中 而现在 听到天蟒说出的这一番话 她的第一反应便是那两位魔主夫人 很有可能就是来自那个蛇人族部落 甚至还是 她当年取名为美杜莎的血脉后裔 听到芸芸学姐的话 芸汐学姐走过来说 这种特殊的纪念日 大家要一起祈福才会更好 我突然觉得做牛郎好可怜 原来如此 想不到女帝 竟然还有这种渊源 古玄和穆薇等人文言 神情都显得有些惊异 一些强大的生灵 确实可以在一些幼体还未诞生之时 以血脉洗礼将血脉融入到对方体内 这样 对方在体质发生蜕变的同时 也会继承自身的一部分血脉之力 只是这一种方式 终归是外来介入 虽然可以提高对方的天赋潜力 但却无法让这种血脉达到纯化 比如那一缕九彩吞天蟒血脉 就算跟对方的血脉彻底融合 对方也无法蜕变为纯血的九彩吞天蟒 顶多只能达到七彩层次 不对 如果他们的吞天蟒血脉是这么来的话 那他们是如何提升到九彩层次的 在念头转动间 古玄和穆威等人都想到了关键点 这种血脉传承方式 随着那一位美毒沙孕育后代 九彩吞天蟒血脉只会越稀薄 怎么现在反而蜕变成纯血的九彩吞天蟒了 难不成 那一位魔主大人能让吞天蟒血脉发生蜕变 在内心惊骇中 古玄和穆威等人的脑海中 都纷纷涌现出这一个念头 如果对方真的有这本事的话 那可就是吞天蟒一族的复兴 毕竟 哪怕是他们这些帝军强者 除了自身的血脉传承之外 也无法随意提升他人的血脉 女帝 如果这俩人真的是那一对蛇人夫妇的后裔 老朽觉得 你有必要跟他们接触一下看看 在这个念头落下之时 古玄干咳一声 壮着胆子对穆玄一说道 咋的 你想让本帝去当他们的老祖 听到古玄这个建议后 穆玄一话音悠悠的道 不不不 女帝误会了 就算女帝跟他们真有渊源 但一直以来都是清白之身 怎么可以去当他们的老祖 不过老朽觉得 既然他们有可能是故人之后 女帝也应该去确认一下 没准还能有意外的收获 古玄文言摆了摆手 一本正经的回应道 也好 穆玄一文言点了点头 也没有拒接这个提议 既然如此 你便和本帝走一趟吧 其他人留在族内待命 随着这两句话的落下 穆玄一和古玄也是当机立断 俩人直接撕裂空面消失不见 只留下面面相去的穆威等人 不知道为何 他们突然都有种不祥的预感 似乎穆玄一这一次离去 就像是肉包子打狗一样 可能会沦为别人的口中凉 这想想 就让他们感觉到好难受 第441章 你们军家 确定要忤逆本神子 与此同时 荒月古族 看着荒月神殿中 一颗颗月魂珠 突然间变得暗淡 并且爆裂炸开 一位长着白色兔耳朵的老妇人 在这一刻 像是被抽走所有力气 整个人双腿一软 直接瘫坐在地 完了 荒月古族 完了 此人 是荒月古族的十三长老 月如 因为他年事已高 加上不喜欢杀戮 修为也只有帝君三重镜 所以这一次 他并未跟随月灵运和月地天等人 前去猎杀云罗生 引出消沉一行人 而是选择留下来 坐镇荒月古族 没想到却意外躲过了杀身之祸 可看到月魂殿内 一颗颗跟众多帝君长老命魂 互相关联的月魂珠 在半颗钟内相继爆碎炸开 月如脸上并没有任何庆幸 相反却浮现出无尽的绝望 荒月古族众多高层 竟然在同一天陨落 这对于整个族群来说 绝对是致命性的打击 如果接下来 有强敌攻打上门的话 荒月古族该如何阻挡 对了 云兔老族 荒月古族还有云兔老族 只要老族肯从禁地内出来 荒月古族说不定能挺过去 在念头落下之时 月如下令让荒月古族封锁山门 便一个人尽职冲进了后山禁地 不仅是荒月古族当场炸锅 类似的情况 还有荒谷君家 在看到君不义等人的魂牌破灭后 君家组长君万圣 在亥然中也猛了 这一次 君家可是出动了十三位帝君长老 跟随君奥峰一同去猎杀萧臣等人 他想过无数个可能 就是没有想到竟会全军覆灭 那可是一位神子和十三位帝君 哪怕是另外两大荒谷世家 也不一定能有实力吃得下 可现在 短短一个课中不到 所有人竟然都死了 这对荒谷君家来说 可是毁灭性的打击 此事 只能请老祖出关做主了 在赶到六神无主中 君万圣当即泥南道 一个闪身便要前往君家祖辞 听闻君家绳子 让人给宰了 我们叶家特意来悼念一番 就在君万圣要前往祖辞之时 伴随着一道话音幸灾乐祸的响起 君家的高空上突然间炸开一个口子 一头神皇猎鸟拖着巨大的车碾行弓 也从空间裂缝中冲了出来 这令得君万圣的面色巨变 荒谷叶家 很显然 应该是那一位叶家神子 在神域中得到什么指令 才会在如此巧合之时 便直奔他们君家而来 叶秦苍 你这是什么意思 在内心沉重中 君万圣身形浮现在君家高空上 目光警惕地盯着一位轻衣男子 此人 正是荒谷叶家的家主 叶秦苍 也有帝君九重镜修为 并且还是修炼到了极致 只差一步就能成为半神 也俗称大帝 呵呵 没什么意思 叶秦苍文言轻笑一声 目光朝梦看着君万圣 君家神子提前出局 现在君家损失惨重 一旦未来掀起苍蓝浩劫 你们君家将会岌岌可危 而我们家神子念 再跟你们神子相识一场 这才愿意过来接手 你们君家这个烂摊子 说完 叶秦苍一脸细血地盯着君万圣 想让君家臣服于叶家 这不可能 君万圣文言面色一阵阴沉 拳头在此时更是死死紧握 没想到 这边才知道君奥峰等人陨落 叶家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了 甚至还要趁机收编他们君家 这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你们君家 确定要忤逆本神子 几乎在君万圣话音落下之时 车脸上传出一道淡漠的话音 紧接着 一位青年在一位老者的跟随下 也来到这一座车脸行宫的前方 两道恐怖无比的气息 伴随着话音的回荡 当即席卷整个君家 这令得君万圣的瞳孔剧烈收缩 半 半神 不仅是眼前这一位叶家神子 就连对方身边那位灰衣老者 同样也是一位半神境强者 如果他猜得没错的话 这一个老家伙 应该是叶家的第二十七代老祖 叶不韦 一个活了两万多年的老家伙 想不到叶家神子这一次降临军家 竟然把这老怪 从棺材中扒出来了 本神子重新给你一次 组织语言的机会 你们军家 究竟是要臣服于本神子 让本神子代替奥峰兄 完成他未完成的事情 还是本神子将君家抹除 看着君万圣惊骇的样子 叶天冷笑一声后 淡淡道 原本 他是想带人过来军家 找君奥峰商量结盟的 可没想到人还在半路 就得知君奥峰出局了 并且 军家也损失惨重的样子 所以 他便改变主意 打算收编荒谷军家 毕竟 失去神子坐镇的下界势力 还没资格能让他平等对待 我们军家 臣服 在君万圣 面色不断变换之时 随着一道沙哑的话音 回荡在这片虚空 一道充满腐朽气息的身影 也浮现出 此人 正是君家二十八祖 君奥 也是一位恐怖的半神 老祖 君万圣闻言面色一变 抬起头看向这位老祖 不过在张了张嘴后 最终也没有说什么 很好 识时误者为俊杰 你这老家伙 倒是还没老糊涂 叶天文言淡淡一笑 对君奥说了一句后 目光看向了君万圣 君奥封一行人 究竟是怎么陨落的 另外一边 一行人才刚回到唤星城 萧承跟柳燕飞等人 简单客套一番 便回到厢房内 整理此行的战利品 这一次 因为月灵运和君奥天俩人 是在他的自暴下所陨落的 那种毁灭性的力量 摧毁了俩人的一切 储物那届完全崩毁 唯有两件次神兵保留了下来 只是在自暴中受到一些损伤 但这对于萧承来说 完全是一个小问题 毕竟他有系统 只要有足够的积分 想要修复很简单 不过这一次 他收获的可不只是这两件次神兵 还有君不义和月地天等人的遗物 一行人的尸骸和纳戒 让他的积分狂飙猛涨 最后更是突破到138亿大关 连灵金也收获到有3600多亿枚 仅仅一场厮杀 就让他原本见底的身家 飙升到相当恐怖的高度 果然 唯有猎杀顶尖强者 他才可以一夜暴富 甚至是在短时间内 激活神须古墓密药 第442章 这是要彻底摊牌 把姜丽给拿下了 还是先增加自身抵御 看着属性面板上的积分数值 萧尘神情依旧显得有些惆怅 这一次收获虽多 但他付出也很多 保命的底牌 该动用的基本都用了 没了帝君修为体验卡 他就只有至尊敬修为 这种实力 若是相对于同龄人 别人绝对无法企及 可跟那些老怪相比 可就显得太雷弱了 兑换神境修为体验卡 需要100亿点积分 我到底要不要兑换 在心面转动之时 萧尘犯起了嘀咕 如果花100亿 兑换神境修为体验卡 是用来对付半神境的强者 就显得有些杀鸡用牛刀了 更何况 在他回归幻星城之时 系统还告知他一件事 那便是 苍蓝界的苍穹之上 有一座恐怖的古镇 一旦他动用神境修为体验卡 将自身修为提升到真神境 便会触发这座古镇的镇压 天地意志也会降下天浅轰杀 并且还是不死不休的那一种 这让萧尘整个人都骂了 当然 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这种轰杀和镇压 会随着他死亡而结束 所以他倒是有办法能规避掉 就是需要付出一点代价而已 对了 既然帝君级修为体验卡 可以升级为半神级修为体验卡 没道理圣王级和至尊级的不行 在内心陷入困扰之时 萧尘这时候灵光一闪 才意识到这个关键点 整个人变得激动起来 他一个月能兑换一张帝君级修为体验卡 两张至尊级和三张圣王级的修为体验卡 如今帝君级和至尊级都已经被他使用掉了 但圣王级只用了一张 这也就是说 他还可以兑换两张圣王级修为体验卡 如果可以将其升级为半神级的话 可就是多了两张恐怖的保命底牌 系统 圣王级的修为体验卡 可以提升到半神级吧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当即询问道 爹 可以 但圣王级修为体验卡提升到半神级 需要消耗七一点积分才能完成升级 听到系统机械式的回答后 萧尘差一点就想仰天长笑 本以为需要等到下个月 才能再次得到半神修为体验卡 没想到转眼间就可以获得两张 这简直就是意外之血 系统 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 还有这功能 这简直就是 你身为金手指的失职 想到动用掉的几张修为体验卡 萧尘在此时感觉还是有些心疼 虽说那几张修为体验卡 都是用在关键的时刻上 但早知道有这功能 说不定他不会轻易动用 会想其他办法来应对危机 第一 升级修为体验卡 这是系统二次升级后 才能具备的特殊能力 宿主之前也没有询问 听到系统这回答 萧尘的嘴角一抽 也懒得自找不痛快了 当即将这个月剩下的 两张圣王级修为体验卡 都兑换了出来 随后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下令让系统升级 在一阵白光闪耀过后 他的积分值 虽然减少了14亿2000万 但却得到了两张半神级的修为体验卡 这一下子 安全感又爆棚了 看着眼前这两张金色水晶卡片 萧尘悬着的心 也彻底放下来了 接下来 只要再将五行修罗枪 提升到半神级 还有将天元神玄境 也修复完整的话 他一个人就足以压制 两位半神强者 如果再帮将力打破限制 将修为提升到半神境界 再赋予对方一剑刺神兵 对方完全有实力 应当一位神祥者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耗费两亿5000万点积分 修复了天元神玄境 又耗费五亿点积分 将五行修罗枪提升到半神级 从云玉学姐家出来 没想到在街上遇到江丽大姐 他说他七夕一个人过 想不开要报复社会 就从我开始吧 我 从刚才到现在 你偷看了18次 怎么 本公子帅气的容颜 让你有些无法自拔 收起修为体验卡 和两剑刺神兵 萧尘目光扫了江丽一眼 话音有些玩味地说道 瞬间让江丽的俏脸微微一僵 紧接着便露出一抹懊恼之色 臭飙脸 渣男 江丽忍不住脆了一口 便没好气地撇过头去 又当着自己女人的面来调戏他 这个家伙 真的是越来越放肆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离当着柳若仙等人的面 来玩弄他这位魔后 也不远了 这个杀千刀的渣男 过来 我摸一下 萧尘没在意江丽这傲娇模样 只是朝着对方轻轻招了招手 什么 不过这充满暧昧的一句话 一下子就让江丽彻底扎毛了 就连柳若仙等人 也是一脸诧异地看过来 脸上都露出了一抹古怪 显然没想到 萧尘竟然会说得如此直白 这是要彻底摊牌 把江丽给拿下了 不要激动 我只是想将你的天资 提升到半神级 看能不能让你打破修为瓶颈而已 看到江丽想抱粗口的样子 萧尘当即坏笑着解释一句 这一句话 让江丽忍不住瞪大双眼 你要帮我打破修为瓶颈 似乎是有些不敢相信 江丽又忍不住确认到 她现在还不是这家伙的女人 对她这么好 是不是太过了点 毕竟 柳若仙都还没体验到这种待遇 第一个就落到她头上 这倒是让她倍感意外 我曾经说过 日后可以帮你突破到神境 这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现在帮你先提升到半神层次 是你这段时间付出所应得的 萧尘文言淡淡一笑 话音温和地说道 这一段时间 江丽被她使唤来使唤去的 虽然表面上有时会有些不满 但真正厮杀的时候都很尽力 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 更何况 对方已经被她视为禁篮 日后绝对是一位贤内主 现在提前对江丽好 也没什么不妥当的 堂堂魔后 什么时候这么婆婆妈妈了 怕我当着他们的面吃了你 看到在她说完后 江丽愣在了原地 神情变得很复杂 甚至还有一些挣扎的样子 似乎是在做什么决定一般 这让萧尘很无语 当即开口调侃道 谁不不妈妈了 被萧尘刺激了一句 江丽顿时也火大 当即来到萧尘的面前盘腿坐下 挺了挺傲然的胸围 低贺了一句 来吧 这动作 这姿势 这语调 让萧尘忍不住一愣 你这是 想让我摸这脸 扫了江丽傲然的部位一眼 萧尘嘴角露出一抹坏笑道 无耻渣男 听到萧尘的话 江丽面色一红 便往后缩了点 但下一刻 看着萧尘一脸坏笑 还有他此时这动作 似乎显得有些怕了 他又重新挺起了胸膛 一脸不屑地脆了一口 亮你也不 就在他最后一个字 还说没出口之时 一只大手突然落在他身上 让他脑海中如有轰鸣乍响 整个人也当场僵硬在原地 第443章 他堂堂北玉魔后 有那么容易满足 感受着胸前传来的温度 还有那强有力的把握感 僵力的脑袋乱成一户僵 他竟然真的敢抓下来 还是这么大力 他怎么敢的呀 江丽在短暂的猛逼过后 便是强烈的羞耻和恼怒 当着柳若仙他们的面 如此亵渎他这位魔后 简直不把他当一回事 就在江丽恼羞成怒 想要拍飞消沉之时 随着一阵白光的闪耀而起 一股神秘的力量席卷而来 让江丽脑海再次爆发轰鸣 这一刻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肉身和灵魂 在这种白光的笼罩中 发生惊人的蜕变 就连天地也变得有些不一样 天地纹路变得更为清晰 法则领悟变得更加容易 还有他沉寂了数千年的修为瓶颈 在这一瞬间也发生了松动 仿佛只要捅破这一层薄膜 就可以踏入到半神镜层次 这让江丽的内心极为震撼 此时也顾不得找萧尘算账 连忙闭上眼睛运弓 准备冲击半神镜 护体真元将萧尘的手轻轻弹开出去 这让萧尘的嘴角微微扬起一抹弧度 被他袭击了敏感部位 却没全力爆发 修为将他轰飞 只是用护体真元弹开他而已 这一位北玉魔后 虽然表面很抗议 但身体却很听话 看来在接下来 只要他再步步紧逼 深入压迫一下的话 就能和柳若仙一样 入目七寸了 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 刚才你们也听到了 是他先主动挑衅的 我只是满足他而已 在心中念头转动之时 萧尘撇到柳若仙等人怪异的目光 干咳一声后 一本正经的解释起来 这让谈作大殿内 准备冲击半神境的江丽 翘脸逐渐变得争鸣起来 气息在这一刻轰然爆发 萧 陈 江丽猛地睁开双眼 咬牙切齿地开口道 本不想跟这家伙计较了 没想到对方还敢刺激他 光明正大的耍流氓就算了 竟然还敢说是为了满足他 他堂堂北玉魔后 有那么容易满足 呸 跑题了 这一刻 看着这一张渐渐的脸庞 江丽决定 就算暂时延缓冲击半神境 也要让这家伙知道 女人生气的后果 不过在江丽话音刚传出之时 萧尘早已经意识到 情况不对 没有半点犹豫 拉着柳若仙和梁冰等人 直接消失在这间厢房内 这把江丽气得牙痒痒的 随着萧尘和柳若仙等人的离去 江丽的神情 逐渐变得有些复杂 抬手按在左胸上 他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这地方被萧尘触碰后 心跳也变得更加急促了 甚至 他不仅没有半点的厌恶 反而还感受到一种刺激 这让江丽的心境彻底乱了 或许 在不知不觉中 这一个男人不知道在何时 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而这一道痕迹 正在瓦解他的傲娇和高冷 让他一步一步地接纳萧尘 也渴望跟对方负距离接触 该死 本后 究竟在想什么 在念头愈发不对劲后 江丽猛地摇了摇头 当即静心凝气 开始冲击半神 只是脸颊上的一抹红韵 却是久久都没有散去 就连嘴角 在想起萧尘这家伙时 也会忍不住微微上扬 真是了不得 想不到短短一个月都不到 这一位北域魔后 就被夫君拿下了 一行人在来到另外一间厢房后 柳若仙神情有些感慨地开口道 他本以为江丽 可以坚持一两个月的 没想过这么快就拉了 看来他还是低估了萧尘的魅力 不过想来也是 这一段时间 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萧尘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全都打破了他们的认知 哪怕是女爹 在见证这个男人 展现各种的奇迹后 也会情不自禁地 被这个男人所吸引 随着内心愈发渴望了解对方 会一步一步沦陷 也是正常的 哈哈 运气好而已 听到柳若仙这略显感慨的话 萧尘有些尴尬地打了一个哈哈 还以为这一位正宫吃醋了呢 当即伸手搂过柳若仙 脸上露出坏坏的笑容 不管未来如何 你们永远都是站在我身边的人 我也不会偏爱哪个 和冷落谁的 说着 萧尘抬手挑起柳若仙的下巴 让这位女帝露出罕见的羞涩 这几天经历了好几场厮杀 我对萧尾有了新的认知 不过还需要夫人 助我深入了解一下 好好巩固一下萧尾 听到萧尘这一番话 柳若仙当即低下头 一副西听尊便的样子 让萧尘小夫血气沸腾 梁冰和洛幽莲等人 看到这一幕后 也都心领神会 全都一脸羡慕 傅君 那我们就先出去了 感觉到接下来会有大事发生 梁冰和洛幽莲等人对视野 也是善解人意的说道 不用了 这一次 你们也留下来吧 就在一行人要离开之时 萧尘突然偏过头开口道 这让众女一惊 柳若仙也猛地抬起头 神情明显有一些紧张 就连梁冰和洛幽莲等人也没想到 这一次 萧尘竟然会让他们留下来 难道 柳若仙愿意和他们一起了 不会怪我擅自主张吧 在梁冰和洛幽莲等人愣神之时 萧尘看着柳若仙 淡笑着询问道 这让柳若仙微微一愣 随即摇了摇头说道 不会 如果其他人都能其乐融融 唯独他每一次都要搞特殊 一开始可以说是放不开 但久而久之就有隔阂了 所以 柳若仙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只是第一次难免会有些尴尬 那我们就开始吧 萧尘文言哈哈一笑 当即挥手屏蔽相防 修行 就是要一直不断探索 才能发掘出更多奥妙 对此 他可是乐此不疲 有意思 不仅有半神进实力 还能召唤天前降临 在萧尘探索修炼的奥妙之时 叶天在听完君万圣的汇报后 眼睛忍不住微微眯起 根据君万圣口中的情报 还有神域传过来的讯息 他对于这一位 能让君奥峰和月灵运提前出局的家伙 也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如果君万圣所说的全都属实的话 那这家伙 很可能会是神战的变数 给你们两天时间 查出这家伙在哪 否则 你们应该知道后果 在沉默一下后 叶天突然说道 这让君万圣等人面色一惊 第444章 哈哈 乃尔本色 可以理解 神子大人 打算对此人动手 在叶天话音落下后 叶琴苍猛地抬起头 从君万圣的口中 他刚刚才知道 这一次 不仅是君家神子栽了 还有十几位帝君强者也没了 除此之外 还有荒月谷族 虽然还不清楚 对方死了多少位强者 但从月神族神女 也栽了的情况来看 此次跟随的帝君强者 十有八九 也都陨落了 对方能灭杀掉 这么多强者 必定是手段逆天的大恐怖 荒谷叶家跟此人可没恩怨 贸然去招惹对方 很不明智 怎么 你想忤逆本神子 还是觉得 本神子会像君傲风一样 是在带着你们这些老家伙去送死 听到叶琴苍的话语 叶天面色骤然亦冷 恐怖的威压 宛若天崩一般 刹那间笼罩在对方的身上 令得叶琴苍面色为之巨变 琴苍不敢 感受到叶天的怒火 叶琴苍连忙低头道 虽然叶天的个人实力 还不足以让叶家恐惧 但对方毕竟是神域主家的神子 光是身份就能压死叶家 他就算是叶家的家主 此时也只能像狗一样 哼 本神子不希望有下一次 叶天文言冷哼一声 接着淡漠地继续道 根据本神子得到的消息 君傲风和月灵运之所以会陨落 是因为一时大意着了对方的道 被对方收入到一件刺神兵内 在来不及破风而逃的情况下 对方自爆和引爆那件刺神兵 这才借助双重自爆的威力 让他们两个提前出局 从这一点来看 这家伙的实力 撑死就跟君傲风和月灵运相当 就算再强也无法同时压制住俩人 所以才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 而如今 这家伙已经自爆了那一件封印类刺神兵 就算他事后还可以复活 也无法再动用这种手段 再者说了 自爆复活 势必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修为也不可能重回巅峰 现在正是对方最为虚弱的时候 你觉得我们这些人会对付不了 在一口气说出一大堆后 叶天此时一脸吻操胜券 他可不信 一个低等的大千世界 就算有强者能在自爆后复活 还可以在短时间内重回巅峰 就连自爆的神兵也可以修复 如果这方世界真有这种变态的话 那他还是直接抹脖子回神域算了 神子大人教训的是 我们立马就去搜寻这一行人的终结 听完叶天这一番话 叶擎天当即回应道 不得不说 叶天这一番话确实有道理 如果对方不是神将者 就算手段特殊了一点 也不可能没有极限的 要是这一次能拿下对方 得知如何召唤天谴降临而不死 并且还能死后复活的秘密 他们说不定还能逆天改命 一旁的君万圣 在听到俩人的对话后 脸上露出狂喜的神色 君家因为这一位神秘强者损失惨重 可能需要上万年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如果此次能借助叶家之手 替死去的君不易等人复仇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对于叶天等人的杀鸡 萧辰此时并不知晓 他正忙得不易乐乎 随着柳若仙加入到大家庭中 他也解锁全员死亡缠绕模式 各种花式柳条捆绑 简直让他惊为天人 只可惜 采烟和采蝶这两姐妹到现在还没出关 若不然倒是可以让他们先尝一尝厉害 吃饱抹干净 准备走人 没想到江丽大姐穿着玉袍就追出来 说这点分量还不够 晚上要过来加餐 这是恶风了吧 一日 幻星城万里之外 伴随着虚空突然炸开 两道身影也浮现出 这两人 正是沐悬一和谷悬 你确定 他们就在幻星城内 遥望着前方 沐悬一问道 在沐沿和泥林陨落之时 老朽便派人对这一行人调查过 发现最开始是出现在玄天境南部 之后还打劫了万宝商会的幻星城分部 哪怕是柳家的老祖柳擎天降临 也没能阻止这一行人勒索商会 但在老夫看来 这不过是万宝商会 想讨好此人的假象 倘若是真的勒索 万宝商会可不会这么平静 特别是最近 不知道还从哪里搞来一批地兵 在玄天境和苍玄境大肆出手 这很明显 应该是那一行人的手笔 所以老朽觉得 这一位神秘的男子 应该需要大量灵精 对方若不是在万宝商会总部 那很有可能就是在幻星城内 听到穆玄一的询问后 古玄话音低沉地回道 毕竟前段时间 幻星城发生的动静太惊人了 帝君进后期大战 全城还被勒索了 人员一流动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所以他想查到这些并不难 毕竟 萧城的魔龙车碾 特征也十分明显 加上身边还有几大帝君强者 稍价一对比 都可以打探出来 勒索了一整座城池 听到古玄的话语 穆玄一微微一愣 显然是没想到 一位能覆灭黑暗禁区的恐怖强者 竟然会做出这种调身价的事情 不过 这也让穆玄一对萧尘愈发好奇 如此随心所欲的形式风格 还有那种堪称逆天的手段 他倒是想好好地见识一下 在简单交谈一番后 穆玄一和古玄俩人 便直奔幻星城而去 与此同时 幻星城 万宝商会呢 萧公子还没出关吗 柳秦天看着柳燕飞 话音低沉地询问道 在得知萧尘再次回到幻星城 柳秦天便带领着柳家几大长老 准备过来见一见这位传奇人物 看能不能耗费一些代价 让萧尘出手提升下天资 如果可以的话 万宝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 实力将会突飞猛进 纵使还比不上荒谷军家 这种顶尖的地级势力 但在东玉七大境内 也能算适中上游了 可没想到 他们一行人昨天刚到 就得知萧尘完女人 不对 是突然闭关修炼去了 这倒是让他们扑了一个空 萧公子红颜众多 只怕这一次 没几天时间是不会出关的 听到柳秦天的话语 柳燕飞微微叹气道 果然是温柔香 英雄种 哪怕是萧公子这种 惊为天人的公子哥 在美色面前 也会有忍不住沉沦的时候 哈哈 乃儿本色可以理解 既然这样 我们就在幻星城内停留几天吧 感觉到柳燕飞有些吃味的样子 柳秦天当即哈哈一笑 随后语众心长地说道 不过 萧公子竟然好这一口 那你接下来 更得把握机会了 毕竟我们家飞二 也不需任何女人 听到柳秦天的话语 柳燕飞面色微微一红 当即就想数落这一位老祖 不过就在此时 柳秦天的神情骤然一变 目光凝重地看向了外面 有强者来了 第445章 这梭哈 真有那么好玩 在柳秦天话音落下的同时 商会外面传来一阵嘶吼声 随着几人目光看向窗外 只见上方虚空突然炸开 一头长着三个头颅的蟒类妖兽 拉着一座车脸行宫出现在外面 这让柳秦天和柳燕飞眼神一宁 三头金蟒悬交 这是大罗帝皇罗号的御用车脸行宫 看到那辆车脸行宫后 柳秦天有些诧异地说道 难道是我们商会大肆出售帝兵 让这位大罗帝皇察觉到不对了 在念头落下之时 柳秦天对着柳燕飞等人摆了摆手 一行人便出了包厢来到一楼大厅 对于这位大罗帝皇 他倒是不是很忌惮 毕竟对方只有帝君六重镜 他真正忌惮的 不过是大罗皇宫内那一位老不死 现在有可能也是帝君八重镜修为 还真的是稀客 今日不知道是刮什么风 竟然把大罗帝皇吹来了 这倒是让老夫倍感意外 在罗昊和福海走进商会大厅之时 柳秦天当即哈哈一笑 上来就是一番客套话 这让商会大厅内的其他强者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震惊之色 显然没想到 大罗帝皇会亲自降临幻星城万宝商会 而迎接对方的竟然还是万宝柳家老祖 难不成 幻星城内又有大事要发生了 在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中 一些鸡贼的强者连忙离开商会 准备收拾东西逃离幻星城了 毕竟前几天 幻星城上空爆发大战 全城都被勒索的事情 让他们还心有余悸呢 朕也没想到 柳家老祖竟然不在万宝城 反倒跑过来一处分布商会 看来幻星城确实有了不得的人物 看到柳秦天一行人后 罗昊也开口客套一番 说话间 他目光深深看了商会内部一眼 神情在这一刻也变得愈发凝重 得知萧尘一行人覆灭黑暗禁区后 他便怀疑萧尘等人会回到幻星城 现在看到柳秦天的出现 他更坚信自己的猜测了 不知道大罗帝皇此次前来是为何事 柳秦天闻言淡淡一笑 并没有回答罗昊的问题 只是试探性的询问一句 朕 想见萧公子 在柳秦天话音落下后 罗昊也没有拐弯抹角 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 这让柳秦天的脸色微微一变 果然是冲着萧尘一行人来的 难道这家伙 也知道萧尘可以提升他人的天赋资质 打算让萧尘出手 帮自身打破修为瓶颈 不知大罗帝皇口中的萧公子是哪一位 在心念转动间 柳秦天并未第一时间说出 反倒是装起糊涂继续套话 但下一刻 他像是察觉到什么一般 目光看向商会大门外 就连罗昊也是面色一变 同样转身看向了外面 因为此时 两道浩瀚如鸢的恐怖气息 一同出现在他们的感知中 每一道都让他们如临大敌 帝君九重敬 来的竟然是两位当时的顶尖强者 今日这幻星城是捅了强者窝卜城 老朽古玄 以及我族女帝穆玄一 特来拜访萧公子 若有唐突 还望公子见谅 随着一道苍老话音的响起 古玄和穆玄一也走进大厅 这让罗昊和柳擎天等人 瞳孔微微一缩 吞天莽一族的大祭司 和吞天莽一族的女帝 他们也没想到 这两位名镇东玉的顶尖强者 竟然不远亿万里远赴幻星城 只为了能见到这一位萧公子 嗯 萧公子不在 话语还没说完 看清这几人后 古玄顿时有些尴尬 感知到商会大厅内 有好几道帝君气息 他还以为是萧陈一行人呢 没想到竟然去搞错对象了 萧公子呢 穆玄一目光从罗昊和柳擎天身上扫过 话音平静地询问道 那一种雍容而雅的上位者姿态 让罗昊等人感到强烈的压迫感 不知道两位想找的萧公子 究竟是何人 在不知这几人来意的情况下 柳擎天此时也不敢随意透露 依旧是假装糊涂的反问一句 柳会长不必紧张 老朽和女帝氏带着善意而来 并不是要来找萧公子的麻烦 至于是哪一位萧公子 自然是以天谴灭掉黑暗禁区 在废墟大地上流明的萧陈 萧公子 感觉到柳擎天在打马虎眼 古玄在这一刻开口直言道 这让柳擎天眼神一鸣 短短两天都不到 几大帝君强者接连道场 想要拜访求见一面 萧陈覆灭黑暗禁区所掀起的波澜 着实惊人 萧公子 确实在商会内 看着穆玄一和罗昊等人 柳擎天没在打马虎眼 话音低沉地说起情况 只不过 萧公子现在和他几位夫人 正处于闭关状态中 不知什么时候出关 几人若是不着急的话 倒可以在商会内等候 闭关 听到柳擎天这一番话 古玄等人都是一脸古怪 当即也明白对方的意思 而穆玄一 则是面色微微一僵 也没想到 会这么不凑巧 正好撞上对方和家欢乐 不过几人都没说什么 只是在柳擎天的安排下 入住了万宝商会的厢房 摆脱江丽大姐后 刚回到别墅 就对上美都沙同学的死亡凝视 她问我是不是去隔壁为爱发电了 这是能细说的吗 耐心等这一位公子哥出关了 随着时间悄然流逝 两天时间一换过 穆玄一等人在等待中 也有些无语了 一点破事 还能折腾的两三天呢 这梭哈 真有那么好玩 心里虽然有些犯嘀咕 穆玄一等人 依旧只能耐心等待 没有哪一个强者 敢去催促消沉 另外一边 荒谷军家 在军家老祖君敖 表示臣服之后 叶家众多帝君 也都入住到军家 正好趁着军不义等人都死了 夜间偷偷安慰下对方的妻女 小日子倒是有点小滋润 也让军家 一些小辈 敢怒不敢言的 怎么样 事情有进展了吗 军家内院中 感受到君万圣的到来 夜天头也没回地问道 回禀神子 根据军家探子的情报 那一行人最开始 是出现在玄天境南部 现在全都滞留在 万宝商会的幻星城内 短时间内 应该不会再离开了 似乎是在委托万宝商会办事 听到夜天的话语 君万圣当即回到 他们还以为 萧尘付出惨痛的代价 抹杀军家和荒月谷族 众多强者后 会找个隐蔽的地方隐匿一段时间 没想到 竟然大摇大摆地回到幻星城 如此有恃无恐 难不成这一行人 还手握某种底牌 第446章 哪怕是真神转世 都没有他这么变态 幻星城 听到君万圣的禀报后 夜天的眼神微微一眯 如同是猎人得知 猎物在哪里了一般 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嗜血糊度 召集军家所有帝君 准备前往击杀对方 几乎没有多做思索 夜天直接下达指令 这让君万圣的脸色一变 神子 这一次除了侦测到对方的所在 我们查探到万宝商会柳家 还有天芒山脉的吞天芒一族 也都有帝君强者 滞留在万宝商会内 疑似跟那一位肖公子 有特殊的关系 在情急之下 君万圣连忙将所有情报说出 现在君家已经损失惨重 这一次 若是再在了跟头 只怕就彻底爬不起来了 瞻前顾后 畏手畏脚 如何能成大事 听到君万圣的话语 夜天面色骤然亦冷 话音无比冰寒的道 如果我们现在不出手 等那家伙彻底缓过来 到时就真的没机会了 更何况 什么天芒山脉吞天芒一族 还有什么万宝商会柳家 不过是一些土鸡娃狗的势力 没有神将者带领 就算身后有半神 也可以不足为惧 强势 霸道 冷傲 这一番话落下后 让君万圣面色变得很难看 拳头更是忍不住紧握起来 失去君傲锋和君不义等人 君家只剩下六位帝君强者 还有一位寿源无多的老祖 完全失去了跟荒谷叶家抗衡的实力 此时被对方如此训斥 君万圣也只能强忍着 秦苍 不为 集合叶家的强者 准备前往唤星城 在训斥了君万圣一番后 叶天目光看向君家老祖 没理会君万圣这个耸包 至于你们君家 是打算跟本神子一起行动 还是在那人将你们君家覆灭之前 让本神子送你们一程 听到叶天的话语 君不为缓缓抬头 话音沙哑地回道 血债血偿 君家哪儿不能白死 在这话音落下后 君万圣的身子忍不住一颤 最终松开死死紧握的拳头 纵使 他有再多顾虑 也只能屈服于现实 没过多久 一艘气势磅礴的古老玄洲 便撕裂虚空 消失在君家上空 而君家 在这一艘玄洲离去后 一些强者也接到指令 开始带着一些核心弟子 离开君家 以各种渠道 分散到东域七大境内 这是君万圣在心生不安后 为君家所留下的血脉活种 如果这一次发生什么意外 君家也不至于会惨遭灭族 另外一边 在夜天率领君业两家强者 直奔幻星城而来之时 萧辰也结束了三天三夜的闭关修炼 一股强悍的气息 从他身上轰然爆发 至尊九重镜 感受到修为距离地军镜又进了一步 萧辰的脸上 也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 短短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就从开源三重镜提升到至尊九重镜 哪怕是真神转世都没有他这么变态 夫君当真是万古难得一见的神人 只怕用不了多久就能超过弱仙了 在萧辰感到满意之时 柳弱仙话音感慨的道 要知道 他从开源镜修炼到至尊镜 可是花了将近三千年时间 萧辰却只花了不到四个月 这其中的差距简直难以想象 若不是他的心境强大 只怕都会被打击到了 若是没有你们的舍身相助 我的修为没法提升这么快 听到柳弱仙的话语 萧辰脸上没有自得 只是淡笑着开口道 纵观他成长的这几个月 每个月都有几位红颜为他铺路 再加上还有系统给他各种开挂 能有这一种修为进度也很正常 在感慨一下后 萧辰没有急着出去 反而取出一堆材料 帮柳弱仙等人合成和升级装备 毕竟 柳弱仙现在的修为 恢复到帝君七重镜 相对于巅峰时期 只差一个小境界而已 相信在大量资源的堆砌下 用不了几天就能完全恢复 若是有相对应的帝兵 战力绝对暴涨一大截 同样的 良兵的修为在融合深渊之主的传承后 已经达到帝君六重镜层次 若有帝兵增幅也能起到不小作用 至于洛幽连和端木雪盈等人 除了洛幽连达到至尊六重镜之外 其他人的修为都还在圣王镜以下 但基本都达到了入圣九重镜 接下来只要度过圣王镜雷劫 端木雪盈等人都能晋升圣王 如果有合适的装备防身 哪怕遇到什么突发情况 众女也有能保命的底牌 当然 最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每个月的免费系统功能 不用也不会累积到下一个月 所以萧辰不想浪费这些次数 随着萧辰一系列操作 各种装备也超凡升级 柳若先得到两剑及到帝兵 良兵同样也得到两剑帝兵 并且都融入了自身的精血 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炼化 战力比起之前直接翻倍 就连洛忧连等人 虽然修为暂时还不高 但也有一剑帝兵护身 等到往后修为提上来 便能驾驭更多的帝兵 战力爆发绝对很恐怖 忙完这一切 萧辰和柳若先等人 才走出这一间厢房 萧公子出来了 察觉到紧闭的房门被推开 萧辰一行人从房内走出来 商会内 不管是沐玄一等人 或者是柳青天等人 一个个看向了厢房 紧接着心念一动 都消失在厢房内 有人在窥视 在走出房门的瞬间 萧辰和柳若先等人 就感应到这一道的魂念 眼神忍不住一鸣 下一刻 商会走廊的空间骤然扭曲 一道道身影浮现在走廊内 也幸好这里是万宝商会的贵宾区 商会走廊有三丈宽 此时这一行人出现 才不会显得很拥挤 哈哈 萧公子 我们又见面了 几乎在萧辰目光看过来之时 谷玄 柳青天 还有罗浩这三人 都是一脸热情的哈哈一笑 就连说出的话都一模一样 这让三人瞬间就尬住了 目光当即扫了另外俩人一眼 心想这两家伙 真是臭不要脸 一个个竟然抢他的台词 你们有诗 看着谷玄和柳青天 还有罗浩这一行人 萧辰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当即明知顾问地询问道 众多强者都聚在一起 却感觉不到任何恶意 很明显 这都是来讨好他的 如果这一波奈好好宰一番的话 不仅可以收获一大堆帝君小弟 还可以让身家底蕴再一次暴涨 说话间 萧辰打量起眼前这一行人 不过在看到穆玄一之时 他神情忍不住愣了一下 一种熟悉和怪异的感觉 瞬间涌上心头 卧槽 白毛美度杀女王 这女人怎么长得跟彩燕那么像 难不成是对方失散多年的祖母 第447章 可以说一下 你们此行真正的目的吗 穆玄一 九彩吞天蟒一族 现任女帝 年龄8637岁 生性冷傲 且从不尽男色 当前修为帝君九重镜 曾以入圣境修为 击杀过一位重伤的圣王镜强者 在内心感到惊叹之时 萧辰开启了鉴定功能 穆玄一的基础信息 一条条浮现在眼前 包括对方的修为境界 功法神通 过往战绩 身高三维 这让萧辰的眼神忍不住一宁 没想到 吞天蟒一族的女帝 竟然会跑过来找她 难不成是她宰了穆颜和尼灵 被查出来了 或者是对方 是冲着灵妖女帝的传承而来 但感觉到穆玄一身上并无恶意 萧辰在此时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吃家伙 好恐怖 在萧辰打量穆玄一的同时 这一位女帝也在打量萧辰 感受到 在萧辰目光的注视下 她就像是被扒光了一般 完全没有任何隐秘可言 穆玄一如临大敌 目光震惊地看着萧辰 尽管在前来换星城的路上 古玄就对她说 这一位萧公子十分恐怖 她也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 可现在紧紧一眼的对视 穆玄一就感到浑身发麻 要知道 哪怕是半神经的强者 也没办法轻易看穿她 但萧辰却能给她这种惊悚之感 可想而知 对方究竟有多恐怖了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萧公子 这一位是我祖女帝穆玄一 听到萧公子的各种事迹 我祖女帝对此惊叹不已 便想和萧公子结交一番 看到俩人互相对视一眼 似乎有些要来电的样子 古玄当即大喜开外 连忙开口帮忙搭线 不过古玄的话语还没说完 就被穆玄一冷冷扫了一眼 让她这把老骨头一个哆嗦 后面的话也没继续说下去 只能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罢了罢了 还是不能操之过急 女帝的幸福 只能让她自己去把握 她这老家伙急也没用 凡事讲究一个先来后道 你们一下子来了三拨人 这会让本公子很为难的 看到穆玄一有些冷傲 萧晨虽然有些好奇 对方长得怎么那么像彩烟 不过此时她没有急着询问 而是将目光落在罗昊的身上 对于这个家伙 萧晨可没忘记 毕竟 在刚进入冬域之时 就是跟对方的倒霉儿子起了冲突 还将对方的分身投影给逼了出来 最终更是当着这个家伙的面 她亲自出手宰了对方的儿子 没想到这家伙还赶快找他 你是来找本公子算账的 在内心有所猜测之时 萧晨话音平静地问道 不不不 萧公子误会了 朕可没那胆子 听到萧晨的询问后 罗昊被吓得一击灵 连忙摆了摆手说道 朕 不对 罗某这一次冒昧来拜访萧公子 也确实是因为前段时间那件事 不过不是来找公子算账的 而是来找公子赔礼道歉的 说着 罗昊取下手上一枚纳戒 将其递到了萧晨的身前 这梅纳戒内有一千亿灵精 和一些地阶高级天才地宝 虽然罗某知道这些东西 对萧公子来说不算什么 但也是罗某的一点心意 那一日 那逆子受到他生母与非的唆使 打算覆灭掉玄天晋南部的势力 在玄天晋南部 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势力班底 从而找机会残杀几位兄长 来颠覆大罗帝朝 却不料冲撞到萧公子 而那一日 罗某还未得知 这母子二人的狼子野心 这才会一时冲动不小心冲撞了萧公子 不过在查明一切事情真相后 罗某已经下令废除与非 并将这女人背后的势力 也一同铲除了 但冒犯终究是冒犯 尽管那一日 萧公子说 跟大罗帝朝恩怨已尽 可罗某这一段时间 还是寝食难安 在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后 这才厚着脸皮来找萧公子谢罪 希望萧公子大人不计小人过 忘记那一日所发生的不愉快 在萧晨开口后 罗浩的嘴巴如同连珠炮弹一般 一番话可以说是 说得滴水不漏 不仅巧妙地淡化那一日的矛盾 更是将所有的恩怨 都推到罗臣锋身上 还真不愧是 活了几千年的帝君强者 柳擎天和古玄等人 听到罗浩一番话后 脸上都没有半点的鄙视 反而露出一抹欣赏之色 虽然从道义上讲 罗浩这种做法 会显得有些无耻 和没有血性 死了一个儿子 竟然不义愤填膺的为其报仇 反而低声下气 和费尽心思的讨好沙子仇人 但从身为掌权者来看 能以最小代价 化解掉一个天大隐患 甚至是将一位强敌 变成自己的盟友 这才是一个 顾全大局的合格领导者 为了让我情节在线 美都沙同学换上校服 说我的软件 硬化工程学 要是做得不好 以后就别想逃课吃外卖了 我 看在你这么有心的份上 这一枚那借本功夫就收下了 在罗浩紧张的目光中 萧辰也懒得计较此事 便抬手收下这一枚储物那件 白白送上门的资源 不收可就太装逼了 紧接着 萧辰目光看向柳晴天等人 话音有些低沉的开口问道 柳会长这么急着见本公子 也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哈哈 一点小事也 柳晴天文言打了一个哈哈 随后目光扫过木悬一等人 不过 萧公子还有其他贵客 要招待 老头子 我还是等萧公子忙完再说 看到罗浩不是来找萧辰 提升天赋资质的 看起来似乎还不知道 萧辰还有这种手段 所以他现在倒是不着急了 免得等下把这事情爆出来 不小心触怒萧辰就麻烦了 萧辰文言若有所思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便看向木悬一和古悬 可以说一下 你们此行真正的目的吗 萧辰可不信 这两大帝君九重进抢者 大劳远跑过来 就是想结交他 毕竟 在百兽山脉那一战后 面对古悬等人的邀请 他也没有开口拒绝 而是说 在覆灭黑暗禁区后 会抽空过去一趟的 原本他是打算在这几天 等彩烟和彩蝶出关以后 一行人就前往天芒山脉 没想到 还没等他们前往天芒山脉 这一位女帝竟然亲自找上门 其中一定是有什么原因 听闻萧公子的两位夫人 也有九彩吞天芒的血脉 不知可否让本地见一见 在萧辰话音落下后 木悬一话音平静道 这让萧辰的眉头忍不住皱起 竟然是冲着彩烟和彩蝶来的 难不成想当着他的面挖墙脚 萧公子不要多想 我们女帝之所以想见两位夫人 是因为她 很可能是两位夫人的血脉源头 看到萧辰眉头皱起 神情变得有些警惕 古悬干咳一声 连忙解释道 这两句话 就如同平地惊雷乍响 瞬间让萧辰瞪大双眼 第四百四十八章 所以你们这次来 是想让彩烟和彩蝶认阻归宗 什么 萧辰有些发猛地看着古悬 紧接着又猛地看向木悬一 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虽然对于木悬一 和彩烟彩蝶长得很相似 当才在心里也打趣 这是不是俩人的祖母 但听到对方 真的是彩烟彩蝶的血脉源头 萧辰还是差一点就被惊掉下巴 因为在鉴定功能下 她除了能看出对方的修为境界 功法神通 过往战绩之外 还能看出 眼前这位吞天蟒一族的女帝 还是一位未经人士的老厨娘 特喵的 未经人士 却是祖母 难不成 这女人还能无性繁殖 一念至此 萧辰的目光变得有些古怪 脸上也忍不住泛起了纠结 要是对方真的是彩烟和彩蝶的祖宗 他是不是得跟着 喊对方一声祖奶奶 靠 想想就好刺 呗 好憋屈 萧公子 你不觉得 这样看本地 会显得有些很失利吗 被萧辰一脸稀奇地盯着 木悬一的额头青筋跳动 深吸一口气 险些撑爆衣服 对着萧辰话音低沉的问道 如果是换作 是在场其他男人 敢这么盯着她的话 木悬一可能会一巴掌直接甩过去 不过眼前的萧辰 让她感到很忌惮 她最多只能冷声提醒一句 嘿嘿 萧公子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虽然两位夫人的九彩吞天蟒血脉 很有可能是来自于我祖女弟 但她们 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我祖女弟 一直都是清白之身 这一点 还请萧公子放心 感觉到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古悬干咳两声连忙解释道 不过她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变得更怪异了 什么我祖女弟 一直都是清白之身 这一点 还请萧公子放心 这话说的 跟拉皮条和做没事的 这让木悬一的嘴角微微一抽 身上的气息也变得愈发冷烈 有话直说不行吗 非要说得这么莫见 话音悠悠地说了两句 木悬一扫了古悬一眼 似乎在说 要不是遵你这老家伙 是族中元老 今日不让你长记性 我就不是女弟 对此 古悬只能装傻充愣 身为一个人精 不对 身为一位莽精 她要不制造一点微妙的气氛 怎么能让这两人有苗头出现 事情是这样的 四千多年以前 在古悬信心闭嘴之时 木悬一目光看向萧辰 将四千多年前的事 简单地讲述了一下 当然 这事情就没上次说得那么全面 其中省略了 她为何会被人追杀 还有追杀她的强者又是谁 这些细节 全是都模糊带过 只是说了 意外受创 坠入那一片迷雾沼泽 恰巧遇到一个蛇人部落 和那一对蛇人夫妇 慢着 你刚才说 你给那一对蛇人夫妇的子嗣 取名为美渡沙 在木悬一还没讲完之时 萧辰听到这一段情节后 忍不住瞪大双眼 看着木悬一 刚才还有些不确定 现在已经能试锤了 眼前这位来自吞天蟒一族的女帝 确实就是采烟和采蝶的血脉源头 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蛇人族美渡沙一脉 吞天蟒血脉的源头所在 因为他记得采烟跟他说过 蛇人族历代女王 之所以会被称为美渡沙 都是为了纪念第一任蛇人族女王 四千多年前 在蛇人族遭遇到灭族危机之时 是那一位名为美渡沙的蛇人女子 以一己之力拯救了整个蛇人部落 并且带着蛇人族横跨亿万里远 突破万魔含冤的封锁来到东荒 才不至于在那一战中惨遭灭种 不过 在带领蛇人族来到东荒后 那一位蛇人族女王伤势受创严重 在诞下子嗣不久后便撒手人寰了 之后 在当时蛇人族的大祭司 还有几大部落长老的建议下 为了铭记这一位女王的功绩 还有让赋予对方身上吞天蟒血脉的特殊含义 视为是神对于蛇人部落的救赎 便将美渡沙这个名字 作为王的称号延续下去 这也是如今东荒蛇人族美渡沙一脉的由来 以前他只是当故事听听而已 可没想到如今 这一位亲手缔造蛇人族美渡沙一脉的政主 就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眼前 这让萧辰感到有些扯犊子 随手送出去的一滴精血 却成为一个部落的信仰 世间之事还真的是奇妙 小姨子听到也来劲 当即换了一身护士服 说要研究小蝌蚪在活性媒中的存活率 这种专业医学知识让我快疯了 果然那两个拥有九彩吞天蟒血脉的女子 体内的吞天蟒血脉就是来自于女帝 听到萧辰惊异的询问 谷玄的脸上露出狂喜 有了这一层关系 吞天蟒一族跟萧辰的关系 不就能变得特殊了吗 接下来 就是该如何清上加清了 不过 既然这一位萧公子喜欢吞天蟒血脉的女子 没道理不会喜欢穆玄一 毕竟 这一位才是血脉源头最为纯正的妖精女帝 萧辰想不动心很难 何况还有辈分加持 至于穆玄一 在看到萧辰这反应后 也没再继续说下去了 神情变得有一些复杂 想不到多年以后 竟然还能遇到当初那一对蛇人夫妇的后代 并且对方还继承了她的血脉 甚至还能让薄弱的血脉 反组和蜕变到九彩层次 是让她感觉 像是凭空多出来两位孙女 不对 两位血脉至亲的妹妹一般 一时间倒是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了 所以你们这一次来 是想让彩颜和彩蝶认祖归宗 在古玄和穆玄一念头各意间 萧辰目光古怪的看着这两人 萧公子误会了 虽然他们的吞天蟒血脉是来自于女帝 但他们依旧是那一位蛇人夫妇的后代 跟我们家女帝并没有直接的宗属关系 如果要让他们认女帝为祖 那就是在背弃自己的祖先 这可是大不易的事情 在萧辰话音落下之后 古玄摇了摇头开口道 说着 古玄看了一眼目悬一 干咳一声后继续说道 不过 既然两位夫人的吞天蟒血脉 是来自于我祖女帝 如今时隔数千年又能再一次相遇 这或许是上苍在冥冥之中的安排 如果萧公子不介意的话 不如让两位夫人拜我家女帝为师 成为吞天蟒一族的帝女 古玄神情有些激动地说着 可说到最后看到萧辰眉头皱起 这让她的内心忍不住咯噔一下 话音一转连忙改口道 不过这建议 想必萧公子是不会同意的 所以老朽建议 能不能让两位夫人 跟我家女帝结为姐妹 让这则因果有一个好的结果 以此来慰藉那一对蛇人夫妇 和女帝赐服女子的在天之灵 第449章 这俩人似乎还是旧时 结为姐妹 听到古玄这一番话后 萧辰的眉头微微一挑 这老家伙怎么感觉像在推销自家女帝似的 有种恨不得将沐轩一 推到她床上来的感觉 难不成 这老家伙想谋权篡位 所以急着将这一位女帝给倒腾出去 在萧辰念头转动之时 沐轩一神情有些尴尬 虽然不知道对方两位夫人 是那一位蛇人夫妇的弟几代子孙 但最起码也得比她小个四五千岁 如此悬殊的年龄差距 喊她生老祖都不为过 现在却要跟对方结为姐妹 确实让她这位女帝很尴尬 彩烟和彩蝶目前还在闭关 这件事还是等他们出关后 你们再与他们进行交涉吧 在沉吟一下后 萧辰没有印象 只是随口回应了一句 再闭关 听到萧辰的回答 沐轩一有点失落 不过谷轩却是面色一喜 闭关好啊 几天没出关 他们就在萧辰身边待几天 这可是摩擦升温的好时机 若是这段时间 还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绝对可以碰撞出一些火花 到时候 他这个老家伙再撮合一下 说不定过几年下 一任女帝就有了 哈哈 无妨 既然两位夫人暂时不变 那老朽和女帝就在商会内打扰几日 想必萧公子和柳会长应该不会介意吧 在心中念头落下之时 谷轩眉开眼笑地说道 沐轩一文言也没有说什么 他也很好奇 彩烟和彩蝶俩俩人的吞天莽血脉 究竟是如何蜕变到九彩层次的 虽然还不知道具体 但很显然应该跟眼前这个男人有关 萧辰文言淡淡一笑 也没有拒绝这两人 只是将目光落在柳擎天身上 看着对方的身后 还跟有万宝商会 其他的帝军长老 萧辰眉头微微一挑 此时也想到了什么 不知柳会长 哄 就在萧辰开口问话之时 商会深处某一间厢房内 突然爆发出一股滔天邪气 紧接着 便是一道刺耳却又熟悉的话音 结结结 十个多年 本军不仅恢复到巅峰 还顺势突破了小境界 如今本军也终于踏入到帝军八重境了 感受到这一道修为气息 罗浩的瞳孔忍不住收缩 如果他没感应错的话 这个家伙 应该就是在前一段时间 跟王德发厮杀的那一位帝军强者 当时对方的修为 只有帝军四重境 没想到 现在却飙升到帝军八重境 这未免 也有些太恐怖了吧 你在鬼叫什么 在众人心生惊异之时 还没等萧尘开口训斥 一道冰冷的话音突然响起 紧接着 在走廊的另外一间厢房内 一道更为恐怖的魔道气息 宛若海啸一般的横扫而开 这是 半神 感受到 这让他们毛骨悚然的压迫感 木悬一和古悬等人的神情 为之一变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在万宝商会内 竟然还隐匿着一尊半神 终于突破了吗 相对于几人的惊骇 萧尘则是一脸欣喜 本以为江历破镜还需要几天 没想到三天不到就成功破镜了 这倒是给了他一个意外之喜 下一刻 随着这股气息消失不见 走廊内的空间随之扭曲 另外几道身影浮现出 赫然是天邪 还有被惊动的云罗生 和天行剑等人 当然也还有刚刚突破到半神的江历 还没歇一会 丈母娘就走进来 拿着小皮便问我 当年她教我细节要到位 我竟然还没学好 这个得重学 我疯了呀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怎么这里这么多人 看到穆轩一和柳卿天一行人 天邪和天行剑等人 微微一愣 若不是这些人 一个个都收敛气息 身上也没有任何含义和杀气流露 他们还以为是军家的人找过来了 你是江历老魔女 看到江历的那一刻 穆轩一的瞳孔一缩 话音有些惊异的道 身上的气息剧烈波动起来 看起来像是要动手的样子 是你 小赖皮蛇 在穆轩一惊呼之时 江历也看到了对方 不过相对于穆轩一 显得有些咬牙切齿 江历却是一脸惊喜 想都没想 就喊出了曾经那个称呼 这把古玄和柳卿天等人都吓了一跳 竟敢喊吞天蟒一族的女帝 为赖皮蛇 怕不是要将这一位女帝给刺激疯了 不过听这语气 俩人似乎是旧识 闭嘴 不准你再喊这个称呼 在江历刚喊出这个名字后 穆轩一有些怒不可遏的道 似乎江历再敢喊出这个昵称 穆轩一接下来就会忍不住动手 哪怕对方是半神强者也不例外 还是像以前一样凶 动不动就想着干架 好歹本后也是 你的救命恩人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恩人哪 看着穆轩一这样子 江历想起数千年前的事情 脸上当即浮现出一抹感慨 当年之情 本帝已经还给你了 但你当年 趁着本帝重伤失去记忆 将本帝当成宠物来养 还给本帝为那些东西 本帝这一世 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 穆轩一文言咬牙切齿 目光喷火地看着江历 若不是 忌惮江历是半神静强者 以他现在的实力打不过 他势必要好好教训对方 嘖嘖嘖 小气巴拉的 当年不就是为了你一点春药吗 一点小破事 竟然还记分到现在 要不那药效激发你的原始欲望 从而刺激到你的魂体真灵 你现在还是一条小赖皮蛇 看到穆轩一这样子 江历嘴角微微一勾 满不在乎地回答道 三言两语 就将当年的事情 全都抖了出来 也让穆轩一这位女帝 脸黑如锅 当年 这个可恨的女人 为了看她到底会不会发情 竟然给她 为了三大瓶春药 虽然她因为这些春药的药力 激活了瘦窗 陷入封闭的意识 但意识复苏后 身体爆发的原始本能 险些让她当场崩溃 幸好最后动用秘法 才将欲望强行镇压住 可即便如此 她还是备受煎熬好长一段时间 差一点就沦为一条纯情小玉蛇 之后 她跟江历展开过好几次较量 想要狠狠收拾对方出口恶气 但因为修为比江历弱了一些 每一次较量都是以惨败告终 而如今 俩人时隔几千年再一次相见 却不料对方竟然突破到半神 这让沐悬一感到极大的憋屈 嘖嘖嘖 看起来一脸想要打我的样子 但很可惜 本后的修为还是比你强 看着沐悬一气得一脸憋屈 江历此时也没有魔后的样子 像一个女流氓一样的挑动沐悬一 老魔女 给本地滚 听到江历这欠勉的一句话 沐悬一在此时终于忍无可忍 帝君九重进修为也随之爆发 第四百五十章 把你的鞭掏出来 本公子加强一下 哄 随着沐悬一爆发修为 谷悬等人都面色一变 就连萧尘也一脸错愕 显然没想到 这俩人一见面竟然有这么大的火药味 要是在万宝商会内大打出手的话 最先哭的是柳擎天这一位老东家 但下一刻 就在江历一脸兴奋 准备改天换地之时 却不料沐悬一瞬间收敛气息 神情也随之恢复到平静状态 你现在可是半神 本帝不跟你计较 等本帝日后突破到半神 再来找你这个魔女算账 淡淡地说了两句后 沐悬一看向了萧尘 对于这一个死对头 他也是了解一些的 四千多年前 对方被北域几大势力 联手攻破老巢 并且封入一尊 集到地兵妹 如今不仅能破风而出 还能顺势突破到半神 跟眼前这一位公子哥 一定脱离不了干系的 嘖嘖嘖 数千年不见 这小脑袋倒是聪明一点了 看到沐悬一不想跟她打架 江丽顿时嘖嘖撑其地说道 怪不得 怪不得 原来女帝跟北域魔后是旧时 老朽还有些纳闷 当年听到北域魔后 战败被封印并且失踪 女帝出关后 为何会大发雷霆 甚至还要对北域的势力动手 原来是 在江丽继续刺激沐悬一之时 一旁的古玄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话音有些惊异地嘀咕起来 就像是想通了什么事情一般 而这两句话 虽然不是很大声 但在场都是强者 一个个全听在耳中 这让江丽的身子 微微一颤 老王过 在本地背后乱嚼舌根 你是不是骨头又痒了 古玄的话语还没说完 就被沐悬一冷声打断 这让古玄身子一哆嗦 也没有继续再往下说 不过所透露出来的消息 足以让沐悬一不被动了 当年 你去过北域 在沉默一下后 江丽突然问道 这让沐悬一有些冷傲的撇过头 少自作多情 当年你那样子对待本地 本地怎么可能为你报仇 沐悬一文言一脸不屑 完全没把对方当一回事的样子 不过内心却是微微掀起了波澜 当年 她击败灵瑶成为新一任女帝 但也因此负伤需要闭关疗伤 出关后 就听到江丽在北域出示的情报 对于这一位北域魔后 虽然因为一些小闹剧 俩人为此曾大打出手好几次 但想起她在北域闯荡那一段时间 因为受创 导致诗意化为小吞天蟒 若不是被江丽捡到了 恐怕已经是凶多吉少 尽管对方最后给她喂三瓶春药 以这种损方法帮助她恢复意识 每次想起来 让她恨得牙痒痒的 可不管怎么样 对方有恩于她 这个也是事实 并且在那一段时间 她也将对方视为了一位伙伴 所以那一年 得知江丽被人围攻 惨遭封印失踪 她成为女帝后 本想调动古玄等人 陪她一同杀入北域 只是那时 她刚成为女帝 族内的局面不是很稳定 而吞天蟒一族 跟北域众多势力并无仇怨 因为一己私利 就让族群跟其他势力开战 这也不是明智之举 所以 在冷静下来以后 穆轩一没有发动战争 而是只身一人潜入北域 在经过一番精心伪装后 暗杀了各大势力 多位帝军进强者 虽然没能彻底抹除这几大势力 但也让几大势力付出惨痛的代价 之后近千年内 众多帝军强者 被吓得不敢出山门 在北域中 更是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她甚至还以火魅妖姬的代号 登上北域众多势力的通缉榜 当然对于这一线 一向傲娇的穆轩一 可不会开口说出来 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上 本后就不提你的久事了 今后不管是在东域 还是在北域 本后都可以罩着你 看到着穆轩一这样子 江丽在内心已有答案 当即走到穆轩一的身边 用力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宛若一副大姐大的模样 这一幕 让罗昊和柳青天等人 都感到有些诧异 显然没想到 吞天莽一族这一位女帝 跟江丽竟还有这种过往 看来 这又是一位好姐妹了 刘若仙和梁冰等人对视了一眼 都能读懂对方眼中的特殊含义 跟彩烟和彩蝶 有特殊血脉羁绊 跟江丽这位魔后 又是过敏之交 今后一番相处 穆轩一要是不会成为她们的姐妹 那绝对是萧尘的身子骨跟不上了 强行让我补完课程 丈母娘说我细节还有点不到位 日后还得勤加练习 加大力度 多补几次课就能出师了 我 既然你们俩个是旧时 那就进厢房内洽谈吧 看着江丽和穆轩一 萧尘淡笑着开口道 不过就在这时 萧尘的话音才刚刚落下 原本搭着穆轩一肩膀的江丽 在这一刻像是察觉到什么一般 抬起头看向东南方位 神情也变得凝重无比 半神强者 有好几位半神强者 正在急速逼近这里 什么 听到江丽这两句话 在场不管是柳若仙和天行剑等人 或者是柳擎天和古玄这些局外人 此时都被吓了一跳 半神强者 并且是好几位 还冲着这里来 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 魔主大人 难不成是荒月谷族和荒谷军家找来的帮手 想为他们死去的神子神女 和众多强者报仇 在古玄和柳擎天等人迷惑之时 天蝎在此时快言快语地询问道 这一句话 让古玄和柳擎天等人 脑瓜子一下子就炸了 荒月谷族 荒谷军家 死去的神子神女 这可是东玉内顶尖的两大谷族势力 而神子神女可是神将者才有的称呼 换一个说法 可就是两位半神静强者 听这一句话 萧尘一行人 在不久之前 似乎跟两大势力开战过 不仅斩杀了两大势力多位强者 甚至还抹杀了他们的神子神女 这怎么可能 如果他们没感应错的话 江丽似乎是刚才突破的 之前才只有帝君九重镜 除此之外 萧尘一行人当中 似乎就没半神了 毕竟在前几天 古玄可是亲眼看到 萧尘被黑暗禁区那一位老祖 一手轰退 并当场受创吐血的 很显然 萧尘当时是没有半神镜战力的 可现在却能覆灭两大势力的神子神女 对方来了几位半神 在古玄等人 感到头皮发麻之时 萧尘只是话音平静地问了一句 三位 我所能感知到的 就只有三位而已 当然 不排除有其他强者 可以瞒过我的感知 听到萧尘的问话后 江丽面色凝重地道 三位以上 那就没什么好怕的 萧尘文言目光一闪 脸上并无担忧之色 再嘀咕一句 让古玄等人 又是一脸骇然后 萧尘看向江丽 但笑着继续道 把你的鞭掏出来 本公子加强一下 第四百五十一章 荒谷军家联合荒谷业家 这阵容也太恐怖了吧 听到萧尘的话语 江丽的嘴角一抽 这话说的 怎么感觉有点别扭 不过江丽也明白 萧尘是在指啥 二话没说 就将紫岩魔藤鞭掏出来 急到地兵 看到这一条 散发着恐怖地危的长边 古玄和柳擎天等人的瞳孔 微微一缩 难不成 这一位萧公子 是想强化这件急到地兵 当这个念头浮现之时 在场所有人心神俱正 急到地兵 这已经是苍蓝剑内的顶尖大杀器 在网上 可就稀释罕见的刺神兵了 而众所周知 想要让一剑急到地兵 蜕变成一尊刺神兵 除了融合进某种神性材料之外 就只有让半神进强者进行活进 这两个方法 很显然 萧尘不可能选择第二个 毕竟在场的半神强者 就只有江丽一人而已 难不成 这位萧公子的手中 有罕见的神性材料 想到这里 古璇和柳卿天等人 呼吸急促 一个个都直勾勾地盯着萧尘 萧尘并没有理会几人的注视 只是抬手摸一下紫岩魔藤边 伴随着一阵白光的闪耀而起 系统直接扣出了五一点积分 紫岩魔藤边也随之发生蜕变 一股恐怖的半神之威 从紫岩魔藤边上爆发 令得古璇和柳卿天等人 都露出骇然之色 哪怕是沐轩一这一位高冷女帝 也同样被萧尘这操作给吓到了 怎么可能 仅仅只是摸一下 这一尊急到地兵 就变成半神兵了 在心神惊骇的同时 古璇忍不住揪了一把胡子 柳卿天一巴掌拍在罗浩的脑袋上 让罗浩这一位帝皇露出一抹怒意 不过这也证明了 眼前这一幕并不是什么幻觉 而是真真实实所发生的事情 这一位萧公子竟然恐怖如斯 有了这剑刺神兵 哪怕你才刚突破 也能无惧神想者 随手升级了紫颜魔藤边 萧尘淡笑着说了一句后 便将紫颜魔藤边送回去 这一幕 让穆轩一呼吸无比急促 目光颤抖地看了看萧尘 现在 他完全能肯定 江丽这一位死对头 绝对是拜萧尘所赐 才能突破到半神的 他们到了 就在穆轩一等人心神震撼 刚想开口询问些什么之时 江丽接过紫颜魔藤边 抬起头凝重地开口道 到了 那便出去送他们一程骂 萧尘文言淡淡一笑 身形随之消失不见 江丽和柳若仙等人 也都撕裂续空消失 跟随萧尘一同出去 女帝 古玄看向穆轩一 不过还没等他开口建议什么 穆轩一也撕裂续空消失不见 就连柳晴天和罗昊等人 在目光闪烁一下后 也都一起跟了出去 不完课 丈母娘还叫来萧儿妹妹 让她过来辅导我学习 必须整明白 软件硬化和硬件软化 该如何多元运用 我 与此同时 幻星城百里外的万丈高空上 伴随着虚空如纸片一般炸开 一艘散发着恐怖威压的旋舟 也从破碎的虚空中冲了出来 刹那之间 地位宛若海啸一般席卷天地 令得方圆万里内的强者 一个个都猛地抬起头来 目光都是看向幻星城的方向 至于幻星城内 众多修炼者感受到 上空如同天崩一般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惶恐和绝望的神色 如此似曾相识的感觉 跟前几天简直如出一辙 甚至比前几天还要恐怖 究竟是哪一位帝君 又想覆灭幻星城吗 神子 这便是幻星城 看着下方占据方圆千里的庞大城池 君万圣化音低沉地对着叶天会报道 在他的感知中 下方城池内 似乎有好几道帝君强者的气息 如此看来 萧尘一行人很有可能就在下面 神子 要直接出手吗 在君万圣化音落下之时 叶秦苍目光兵冷地注视着幻星城 似乎只要叶天一句话 他便会出手抹出城池 将萧尘一行人逼出来 不用了 他们出来了 叶天文言摆了摆手 目光没有看向下方 而是看着前方虚空 几乎是在叶天化音落下之时 前方的虚空也随之爆裂炸开 一道道身影不断地踏空而出 这一道道身影 正是萧尘等人 结结结 荒谷君家的老家伙 死了那么多位长老 竟然还敢找上门来 在身形出现的那一瞬间 天邪化音森然地怪笑道 这让君万圣等人的面色一沉 没想到 他们都还没有以施压人 对方就开始先声夺人了 看起来 这些人并不惧怕他们 真的是荒谷君家 而走出来的谷璇和柳卿天等人 在看到君万圣和君敖后 瞳孔都忍不住收缩一下 这两人 一个是君家的家主 一个是君家的老祖 都是威震冬域的顶尖强者 没想到 今日却一同降临了 看来双方真的发生过厮杀 不对 那是荒谷叶家的家主叶秦苍 和荒谷叶家的老祖叶部位 下一刻 当谷璇和柳卿天等人 目光扫过另外一边后 感觉头皮都快炸开了 荒谷君家联合荒谷叶家 这阵容也太恐怖了吧 叶家之人 相对于谷璇和柳卿天等人的骇然 穆璇一在看到叶秦苍等人后 俏脸在这一刻变得冰寒无比 当年若不是这几个家伙 他也不会伸受重创 坠入到迷雾沼泽内 虽说让他因此结下一段奇缘 但跟这些人有恩怨也是真的 而这些年 随着荒谷叶家如日中天 他一直找不到机会报仇 对方也因为忌惮他 成为吞天蟒一族的女帝 不敢再擅自对他动手 两者的恩怨搁置了许久 乍看下似乎不了了之了 可穆璇一一直都没忘 没想到如今又遇上了 你便是萧晨 那一个让君傲峰和月灵运提前出局的家伙 而在沐悬一等人看向叶天等人之时 叶天也在打量着眼前出现的一行人 仅仅扫了一眼 叶天目光便落在萧晨身上 话音有些低沉的询问一句 站在一行人的最中间 如同是众星拱月一般 叶天想都不用想 就能确定身份了 又是一位神将者 萧晨闻言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目光扫过叶天和叶秦苍等人 本公子跟你们荒谷叶家并没有恩怨 你们确定要为了君家来招惹本公子 可笑 荒谷君家跟荒谷叶家乃是世交 叶神子跟我族神子更是默逆之交 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 坑杀了我君家神子和多位长老 但在我们两大世家联手后 你们注定要为此血债血偿 在萧晨话语落下后 君万圣像是被刺激到了 当即杀气冲天的大喝道 这一番话 直接堵死了萧晨 想要跟叶天交涉的可能性 同样也堵死了叶天 想要收服这些人的可能 倒也让叶天的眼神微微一眯 眼眸中忍不住闪过一抹寒光 第452章 姐姐姐 想要让我们后悔 也得你们能活下来 呵呵 好一个默逆之交 本神子不喜欢被人宣兵夺主 下一次若是这样自以为是 就别怪本神子不给你情面了 在君万圣话音落下后 还不等萧晨开口回话 叶天目光冰冷地扫了君万圣一眼 话音中蕴含的刺骨寒意 让后者的身子忍不住一颤 这让萧晨的眼神微微一凝 也看出来这两大势力 只是在相互利用而已 不过他对于两者的关系不感兴趣 只是默默地掏出半神修为体验卡 本公子没兴趣看你们狗咬狗 既然你们非要找死的话 那本公子只能送你们一城了 哄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萧晨几乎没有任何迟疑 弹指间捏碎修为体验卡 但随着无数光点没入体内 他的修为也疯狂暴涨起来 眨眼间便达到了半神层次 这一幕 让叶天和君万圣等人 瞳孔都剧烈收缩起来 就连古璇和柳擎天等人 也都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萧晨竟然也是半神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前几天 在百兽山脉厮杀之时 对方不是财大帝战力 连禁区老祖一招都挡不住吗 怎么几天不见 就成为半神了 一时间 古璇的脑瓜子嗡嗡作响 饶是他活了数千年 此时也想不通这事 唯一能解释 这前后有反差的 就是萧晨是在这几天才突破的 你们是想留下来 还是先退到一边 萧晨没有理会古璇等人的惊骇 在动用修为体验卡 提升修为后 他话音平静地问了一句 像古璇和柳擎天等人 跟着一起恩怨没关系 所以 他不会抢求对方留下来并肩作战 当然 这些人若是选择留下来 他日后自然不会亏待的 听到萧晨的话语 古璇和柳擎天等人面色一变 神情在这一刻有些挣扎起来 荒谷军家和荒谷叶家 这可是东域最为顶尖的人族势力 不论哪一个都是他们不好招惹的 其实 像吞天蟒一族还好 还有底气可以抗衡 但大罗帝朝和万宝商会 不论对上哪个荒谷世家 下场都只是被碾压而已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过还没等几人思索多久 穆璇一已经爆发修为气息 站在江丽的身边 表明自己的立场 这让古璇的神情一惊 紧接着 在想到什么事情后 古璇也没有再迟疑 同样爆发修为踏出一步 柳擎天和罗昊等人 看到穆璇一和古璇做出抉择 一个个在挣扎中猛的一咬牙 同样爆发修为站在几人身边 燕灵机同学得知后 也跑来凑热闹 说他是生物研究学志愿者 知道怎么放生小蝌蚪 大猛情 才能活得更好 我 呵呵 有意思 吞天蟒一族 大罗帝朝 万宝商会 大荒中 希望你们不会后悔今日的抉择 在穆璇一等人爆发修为气息后 叶秦苍也认出这一群人的身份 话音有些阴策策的说道 姐姐姐 想要让我们后悔 也得你们能活下来 天蟀文言发出一声怪笑 便一马当先直接冲出去 想要跟君万圣等人搏命 有一位能瞬间修复伤势 和轻易复活他人的主子 他这一条疯狗 只管放开咬人 要是不幸 阵亡没准还有赏赐 这便是天蟀的底气 放肆 区区一个帝君八重镜 你是怎么敢这么狂的 看到天蟀不知死活的猛扑过来 君万圣在此时有些怒不可遏 当即将他在夜天那里受到的憋屈 宛若火山爆发般通通发泄出来 在话音传出之时 君万圣踏出一步猛的爆发修为 一道神通攻击便对着天蟀轰下 那一种恐怖的气势 若不是帝君九重镜 是绝对无法抗衡的 滚 不过就在这时 伴随着萧尘冷亨踏出一步 混沌真元席卷这片天地 方圆万里虚空扭曲 混沌雷火汹涌爆发 君万圣的神通还没真正落下 就被混沌竟是雷火轰爆开来 整个人也在冲击中身形倒卷 口中更是喷出一口溺血 目光骇然地看向了萧尘 显然没有想到 仅仅只是踏出一步而已 就能有如此恐怖的攻击 这便是半神镜强者吗 就在萧尘想抬手重创这一位军家家主之时 后方的军家老祖看到这一幕 在这一刻也冷哼着爆发修为 身形如同鬼魅一般 出现在君万圣前方 抬手一拳轰向萧尘 虽然没有什么神通招式 但抬手间所引动的法则之力 却是如同海啸一般震荡天地 下一刻 伴随着两大半神强者的碰撞 毁灭性的冲击席卷这片天地 方圆千里内的虚空 直接崩塌成一片虚无 幸好萧尘在此时已经施展出改天换地 一行人全都处在他创立的次元空间内 若不然 面对这一种毁灭性的冲击 只怕幻星城眨眼间便会化为灰烬 即便如此 柳卿天和天行剑等人 还是被朕的气血翻滚 这个老家伙就交给我吧 我不会让他打扰到你的 在萧尘跟君家老祖对碰一击后 江丽手持紫颜魔藤鞭 出现在萧尘身边 随着话音的传开 便施展神通杀向君敖 杀无设 看到萧尘等人率先动手 叶天在此时开口冷喝道 紧接着 叶家老祖叶不韦盘坐于虚空 在他身前突然出现一座祭坛 这是叶家的镇足至宝 兵魂祭坛 是一尊恐怖的刺神兵 一旦全面激活的话 可以召唤沉迷于祭坛内的兵魂 而这些兵魂 都是叶家以往一些即将死去的帝君 将血肉残魂融入到祭坛形成的英灵 一旦被再次召唤出来的话 能有生前状态的七成十力 如果被外力强行击杀 残魂会重新回到祭坛 等到修复好 便能再次被召唤出来 换句话说 只要这一座兵魂祭坛不悔 这些兵魂英灵就是不死的 缺点便是 兵魂英灵只有简单的战斗意识 每一次出现在都无法维持太久 并且在祭坛内部 只能酝养一位半神静英灵 和十八位帝君静英灵 但即便如此 这一件质宝已足够无敌 哪怕是东欲其他顶尖的地级势力 也难以有至宝能跟兵魂祭坛抗衡 兵魂祭 英灵出 在祭出兵魂祭坛的一瞬间 夜不为低喝一声便结出应诀 直接按在这座古老的祭坛上 刹那之间 伴随着一道道沙哑的嘶吼声 从祭坛内转了出来 浩瀚的黑气宛若狼烟一般 从祭坛上横扫而开 一道道浑身弥漫着黑气的身影 如同幽灵一般从祭坛上站起来 阴森而残暴的恐怖气势 煞时间席卷这一片天地 这也令得沐悬一和古玄等人面色俱变 第453章 比群殴本公子还没怕过 英灵祭坛 看到眼前这近二十道黑影 沐悬一等人的心沉入谷底 原本力量就悬殊 现在是更悬殊了 如果萧尘没有底牌在手的话 那他们这次可就凶多吉少了 不过这还没完 几乎在夜不为祭出兵魂祭坛之时 跟江丽厮杀在一起的君敖 在怒吼中寄出来一张人皮卷轴 刹那之间 一道道诡异的纹路在虚空中蔓延 瞬间以人皮卷轴形成恐怖的大阵 将方圆万里都笼罩内 一道道血色气息宛若幽灵一般 没入到君敖和叶清仓等人体内 令得君敖等人眼中浮现出一抹血色 浑身气息在这一刻也变得更加狂暴 狂血发阵 这是君家一位老祖 在成为半神后 自知无望度过天地神节 便血迹自身熔炼三十八种地阶材料 最终才炼制成一张恐怖的人皮卷轴 此物一旦激活 将会形成恐怖的天地阵法 不仅可攻可守 能轻易抹杀大地强者 甚至还能对阵法内的指定目标进行增幅 让其进入狂化的暴走状态 修为战力可以提升近三成 而对于帝君进层次的强者来说 修为战力别说是被增幅三成了 哪怕是一成也能有可怕的逆转 感受到叶清仓等人的气息变得无比狂暴 古玄和柳卿天等人都露出一抹绝望之色 两大荒谷世家的底蕴进出 哪怕真龙一族也难以抵挡 他们人数就算再多一倍 恐怕也是难以与之抗衡 比群殴本公子还没怕过 看到君业两家如此阵容 萧尘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随着他轻轻一抬手 天元神玄境就像是一轮大日 直接从萧尘的手上腾空而起 存在镜中世界的百亿灵精 宛若烟火一般的爆碎炸开 下一刻 随着神光映照这一片天地 叶秦苍和君万圣等人的影像 都被天元神玄境给复刻出来 甚至还包括众多的冰魂英灵 不到一个呼吸的功夫 萧尘这边便多出来四十几道身影 每一个身上都散发着恐怖的帝威 就如同是一具具冰冷的杀戮机器 哪怕是此时 每一道镜像投影 比起君万圣等人的本尊 气息波动都要弱了两成 但加上沐玄一等人的话 阵容便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情况让古璇和柳擎天等人 震惊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显然没想到 这阵容上如此悬殊的差距 萧尘仅仅靠着一剑刺神兵 就可以将差距弥补 甚至是反超了 半夜可能是功课做多了 我既然梦见美渡沙同学化身为白发蝴蝶仙 非要缠着我采花蜜 做梦都逃不掉 造孽啊 镜子 难道这就是你用来封印君奥峰和月灵运的那一剑刺神兵 他不是已经自爆了吗 怎么现在还能再出现 在君万圣等人惊骇之时 叶天也是一脸难以置信 难不成 眼前这家伙 有两尊质宝 并且还是一模一样的 任叶天怎么想也没想到 萧尘并不是有两件相同的质宝 而是能随手修复好自爆的神兵 当然 他若是想要的话 也可以批量复制 只是时间上来不来 和难以操控的过来 想知道 死了回神域温那两个倒霉货吧 面对叶天的询问 萧尘并没有解释 只是话音森然的冷喝一声 便抬手对着虚空猛的一抓 五行修罗枪瞬间出现在他的手中 而在出现那一刹那 恐怖的半神威压横扫这片天地 令得叶天等人的瞳孔再度一锁 又是一尊刺神兵 此人 竟然拥有两件次神兵 如果再加上那一件能引动天前的神物 和江丽手中握住的那一根紫岩魔藤鞭 这一行人 可就有四箭之宝了 杀 将五行修罗枪随手召唤出来后 萧尘又召唤出自己的镜像投影 两道身影一左一右 如同天降神王一般 便对着叶天等人震杀而去 只可惜 天元神玄境 只能凝聚出一道半神级镜像投影 若不然把江丽和叶天等人的投影 全都凝聚出来的话 基本都不用他动手 而在萧尘杀出之时 一道道镜像分身宛若杀伐机器 煞世间随着萧尘一同扑杀而出 天邪和天行剑等人 也毫不犹豫地冲出 就连穆玄一和古玄等人 在这一刻也没有再犹豫 同样施展神通 杀向君万圣等人 现在萧尘弥补了双方的阵容差距 如果他们还能被压制 只能说是计不如人了 狂妄 看到萧尘和众多镜像投影扑杀而来 叶天的眼中露出一抹圣人的寒光 伴随着一道神光从他的身上爆发 恐怖的剑翼几乎要撕裂这片天地 玄黄剑铁 他所融合的这一具肉身 体质哪怕是放眼到神域 也是极其恐怖的神级体质 而在苍蓝界内 虽然因为天地存在限制 这位弟子的体质不完整 但跟他的神魂互相融合后 这体质所能爆发的战力依旧十分恐怖 毫不夸张地说 在这一次十八位神将者当中 能胜过他的绝不会超过三个 但是君傲峰和月灵月 也没有资格能与他匹敌 在冷鹤声传出的同时 叶天抬手对着虚空一抓 一把玄黄重剑随之浮现 这是荒谷叶家传承于上谷的另外一剑底蕴 是上一代神将者所留下来的 荒谷叶家无人能再一次动用 不过他也是一位神将者 自然能使用这剑刺神兵 随着玄黄重剑横扫而出 毁灭性的剑芒掀起风暴 令得前方万丈虚空尽数崩塌 萧尘也在面色凝重中挥出一枪 枪剑几乎在一瞬间便轰在一起 还没等轰鸣声回荡开来 恐怖的冲击席卷于天地 周围 不论是古玄和柳卿天等人 或者是众多镜像分身投影 亦或是君万圣和叶青苍等人 都被这种冲击给先飞出去 但下一刻 两拨人马全都像是疯了一般 一个个互相厮杀碰撞在一起 万里天地 目光所及之处 无不是风暴肆虐 甚至看不到一道道身影 因为已经快到无法看清 唯有空间在不断地崩塌 锁横扫而开得冲击 哪怕是至尊九重镜的强者 一旦被波及 绝对必死无疑 神子 老夫来助您 在厮杀瞬间进入白热化之时 君老稳住那一张人皮卷轴后 便和人皮卷轴所凝聚的半神及英灵 一同朝着萧尘震杀而来 滚 本神子不需要帮助 面对君家老祖的好意 叶天此时完全不领情 一剑逼退萧尘后冷声道 你去帮叶不为击杀另外一位半神 这家伙就交给本神子收拾即可 不过 就在叶天话语还没说完的时候 萧尘在此时突然露出一谋冷笑 紧接着 他对着虚空一暗 一盏古老的魂灯也随之浮现而出 这赫然是不灭魂灯 第454章 没什么不可能的 真神静下我无敌 灵魂泪即到地冰 看到萧尘眼前浮现的这一盏魂灯 君傲和叶天的脸色都忍不住一遍 灵魂泪地冰 这玩意刚好能克制英灵祭坛 毕竟 英灵虽说是介于死魂和气灵之间 但说到底也是由残魂演变来的 面对一些灵魂类地冰 还是有被克制的风险 想不到你竟然还有一尊灵魂类地冰 可惜的 他层次不够 还压制不了兵魂 在心中念头转动之时 叶天只是冷笑着说道 修为也随之汹涌爆发 说话间 玄黄重剑爆发出惶惶之威 就要对着萧尘再一次轰响 但就在他话音还没说完的时候 萧尘突然抬手点在不灭魂灯上 毫不迟疑 消耗五一点积分 将不灭魂灯升级到半神级 恐怖的灵魂威压席卷天地 刺 刺神兵 这一盏魂灯 竟然也是刺神兵 看到眼前这一幕 叶天和君敖都是一脸亥然 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这家伙身上 竟然同时掌控着四件至宝 哪怕是神将者也做不到吧 很显然 虽然萧尘是当这俩人的面 生计了不灭魂灯 但俩人可不敢认为 这一盏魂灯是 临时发生蜕变的 他们只会认为这 本来就是刺神兵 只是之前一直处在封印状态 刚刚才被萧尘解除封印而已 不过 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 如果这一盏魂灯是刺神兵的话 那对冰魂祭坛 可是有天克作用 哦 在叶天和君敖 瞳孔剧烈收缩之时 萧尘的脸上 露出一抹残忍的弧度 魂力宛若红流一般 没入不灭魂灯 令得不灭魂灯 在嗡名中 爆发出一道魂力波纹 刹那之间 波纹宛若海啸一般 席卷万里虚空 不论是叶天和君敖等人 或是古玄和柳擎天等人 一个个石海都为之震荡 一股恐怖的灵魂冲击 不断冲击他们的魂体 让他们感觉到 灵魂像是要炸开了一般 就连冰魂祭坛 所凝聚出来的英灵 也在这种灵魂冲击中 疯狂嘶吼起来 形体在这一刻 更是变得有些扭曲 无差别的灵魂攻击 你他妈是不是疯了 看到整个战场 被灵魂狂潮波及 叶天在这一刻 有些不解的喝倒 在爆喝的同时 叶天也没有任何迟疑 当即一箭轰向了萧尘 他是神将者 石海内乃是一缕神魂 品质要远超大地强者 所以 此时也是最先缓过来的 但其他人可就没有这个本事了 一个个在冲击中 身形猛的一致 而这个空荡 就足以让萧尘做很多事情了 看着叶天灰剑朝着他劈了过来 萧尘此时完全没有理会 目光凝聚在君傲的身上 随着嘴角掀起一抹残忍的弧度 他所凝聚的镜像分身 冲向君傲 一股狂暴无比的能量波动 也从镜像分身上横扫而开 这是 自爆 感受到这种毁灭性的波动 君家老祖意识也恢复清明 看到眼前这一幕后 当场被吓得面容扭曲 身形更是本能的暴腿 可这时已经为时已晚 萧尘的镜像分身投影 已经逼近到跟前 在他和那一尊半神级英灵中 轰然解体 无与伦比的毁灭性力量 瞬间轰在君傲和那一尊英灵的身上 令得这两者口中都发出凄厉的嘶吼 那一尊半神级英灵当场被撕成碎片 而君傲因为有地兵护体 加上本身实力也很恐怖 倒是硬生生扛下了这一波自爆 但也受到了重创 你这家伙 去死吧 看到萧尘当着他的面 重创一位半神强者 还有抹杀一尊半神级英灵 叶天怒不可遏 玄黄重剑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倾覆而下 但令人感到诧异的是 萧尘竟然没有回头 反而直奔君傲而去 这一幕让叶天瞳孔猛的一缩 完全没有想到对方会无视他 不过在这一瞬间 叶天也来不及多想 一剑轰在对方的后背上 轰 伴随着轰鸣声的滔天乍响 叶天这足以重创半神强者的恐怖攻击 落在萧尘的后背 就像是在挠痒痒似的 萧尘不但没有回头 反而宛若离弦之见 在浑身都有金光闪耀中 瞬间逼近到君傲的身前 紧接着 混沌雷火肆虐于虚空 一道枪芒如同是残月横断虚空一般 以无可匹敌之事 对着君傲倾覆而下 不 看到萧尘这一枪 君傲立声嘶吼着 脸上满是绝望之色 他刚刚被镜像分身自爆重创 整个人惊魂未定都没缓过来 此时面对萧尘如此恐怖的一枪 他可以说是完全毫无招架之力 在嘶吼声回荡于天地间 枪芒轰击在君傲的身上 哪怕是比击到地兵还要强的半神躯体 在萧尘这一枪下 还是被当场劈成两半 毁灭性的力量 甚至将君傲来不及逃出的藏魂 当场绞杀成碎片 如此恐怖的一幕 让万里星空突然间变得有些死寂 叶天和叶不韦等人都是一脸骇然 一个个瞳孔不断色缩 脑子已经是嗡嗡作响 从厮杀爆发到现在 才过去了几个呼吸 一位半神静强者 外加一尊半神级英灵 如此轻易就被斩杀了 这还是半神级厮杀吗 简直就跟闹着玩一样 第二天一早 睁开眼就看到美杜莎同学红着眼 问我敌儿是哪个臭娘们 今天不解释清楚 就别想站住出去 我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毫发无伤 在短暂的死寂过后 看着萧辰收起君傲的尸骸 叶天在这一刻才回过神来 但脸上却是不解和难以置信之色 他刚才所爆发的力量 已经无限接近于真神 这世间 绝对没有哪一个半神 可以无伤接下这一招 可眼前这家伙却做到了 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 让叶天感觉头都炸了 没什么不可能的 真神静下我无敌 结局早就注定了 听到叶天的话语后 萧辰抬起头淡淡道 说话间 他的左手轻轻一抬 两面镜子浮现出 这赫然是另外两面天元神玄镜 不久前 在修复天元神玄镜之时 萧辰便预留了部分残片 并且还多修复出两面同样的镜子 本来打算交给柳若仙等人练花的 但发现 柳若仙和良兵因为功法属性不匹配 很难操控这一种镜像类的吉道地兵 萧辰便暂且将其搁置在系统空间内 现在这两面镜子也该派上用场了 随着念头的落下 萧辰的左手触碰到这两面镜子 当即对着系统下达了升级指令 刹那之间 随着白光闪耀爆发 恐怖的威压席卷于天地间 两面镜子也如同黄黄大日 从萧辰的左手上腾空而起 第455章 如此匪夷所思的厮杀过程 差点让他们的裤裆都湿了 又是两尊刺神兵 看到从萧辰手上腾空而起的两面镜子 叶天在亥然中眼珠子险些当场突出来 一模一样的气息 眼前这家伙 不仅再次寄出来两尊刺神兵 并且 这两尊刺神兵跟上空悬浮的镜子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不论气息还是外观 完全没有任何差异 就像是一笔一复刻出来的 这家伙是有多少剑刺神兵 下一刻 还没等叶天震惊多久 生死危机也在他心中猛地炸开 叶天没有任何犹豫便爆发修为 不过 他并不是要攻击萧辰 而是想撕裂虚空逃走 这一刻 纵使他觉得自己很强 可面对一个能硬抗他一击而毫发无伤 并且还能掏出几件刺神兵的恐怖妖孽 他绝对无法与之抗衡 所以 最理智的做法是 暂避锋芒 之后再找机会联系其他神响者 将萧辰这家伙彻底扼杀掉才行 想跑 完了 看到叶天想要撕裂虚空逃走 萧辰在冷笑中结出一道硬绝 上空的天元神玄境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一股恐怖的封印之力横扫着一片天地 令得万里虚空的空间如同被凝固一般 滚 感受到天地被强行封锁 叶天在怒吼中挥出一剑 玄黄剑芒带着毁灭性的威势 当即轰在前方的虚空壁杖上 在轰鸣声滔天乍响中 被封锁住的虚空宛若镜面般炸开 不过 还没等叶天面露狂喜 撕裂虚空逃离出这里 另外两面天元神玄境已经震杀而来 两道波纹同时扫过虚空 令得原本破碎掉的虚空 再一次被重新镇压封锁 令得叶天的神情为之巨变 只能猛地转过身盯着萧尘 清晨的噩梦从被美杜莎同学逼问开始 我解释不出来 他非要拉着我做早操 我跑 他追 我们苦茶子乱飞 干 你不是很狂吗 怎么却想着不这儿逃了 在叶天转身之时 萧尘脚踏虚空 宛若君王辟逆天地 身后两面天元神玄境散发着神光 恐怖的威压排山倒海的压向叶天 这让叶天的面色变得极为阴沉 紧接着便转为森冷刺骨的冷笑 本神子不过是在逗你而已 区区一个下界界界明 岂能让本神子不这儿退 随着这两句话语回荡开来 叶天身上爆发出滔天剑意 玄黄剑气就如同风暴一般 在叶天周围形成一道龙卷 让叶天宛若剑神降临凡尘 本神子就不信 你一个人同时操控五尊次神兵 还可以发挥出他们的全部威力 一个人的真元和魂力都是有限的 哪怕他身为一位神降者 在半神境中近乎于无敌 也没办法同时操控几尊次神兵 这不仅会让自身修为超负荷运转 也无法将每一尊次神兵的威力发挥到极致 所以说 有时同时操控几尊次神兵 还不如单体操控一尊更强 在念头落下之时 叶天已经手持重剑轰出一击 玄黄剑气宛若暴雨梨花般轻浮而下 每一道剑气都能轻易抹杀一位帝君 如此恐怖的一击 他就不信 还无法真正的重创肖尘 多不如惊 这确实是真脸 但很可惜 你遇到的是本公子 在众人看到叶天恐怖的一剑 一个个瞳孔忍不住色缩之时 肖尘只是面色平静地冷笑道 混沌真元疯狂地没入到天原神玄境内 令得这两尊次神兵爆发出耀眼的神光 紧接着 当半神之威横扫于天地间之时 两道跟肖尘长得一模一样的投影 手握五星修罗枪从镜面中冲出来 紧接着两道枪芒交叉横贯天地 跟叶天那一剑狠狠地轰在一起 刹那之间 轰鸣声宛若苍苍天怒吼般 震撤万里虚空 毁灭性的风暴 以俩人为中心 疯狂肆虐 令人感到骇然的是 叶天轰出的一剑 竟然被那两道镜像投影给挡了下来 这让叶天的脸庞 瞬间变得扭曲起来 不可能 你所召唤出来的镜像投影 每一道怎么还有如此实力 同时操控五尊次神兵 每一尊还能尽数发挥 这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 眼前这家伙 体内是蕴含有多么庞大的能量 还有石海和丹田得有多么坚韧 才能承受住几尊次神兵的压榨 这个 回去问你娘吧 在叶天话音嘶吼回荡间 萧尘手握五行修罗枪 也撕裂风暴 轰杀而至 其实 他所能操控的极限 也只是五尊次神兵 再多的话 会导致他超负荷运转 自身会受到极大反噬 并且 在这种状态下 对于魂力和真元的消耗 可是正常厮杀的好几倍 这也就说 原本半神修为体验卡中蕴含的能量 足以让他正常厮杀一刻钟 可若是以这状态厮杀的话 连维持半刻钟都会很勉强 所以 他必速战速决才行 下一刻 伴随着枪芒的落下 叶天只能在怒吼中 拼尽全力进行抵挡 但他此时刚招架住两道镜像投影的攻击 萧辰的攻击便紧随而至 这让 让他有些应接不暇 这一次对碰 瞬间被萧辰压入下风 双臂在冲击中 被震得鼓裂 而口中更是喷出一口鲜血 还没等他缓过来 两道镜像投影 从左右两侧包抄过来 浑身上下弥漫着一种毁灭性的波动 这熟悉的波动 让叶天的瞳孔瞬间收缩到极致 脸庞在这一刻 更是扭曲如厉鬼 自爆 你他们是不是疯了 萧辰现在可是在跟他近身肉搏 两尊投影冲过来 进行自爆的话 虽然可以重创甚至击杀他 但是对方跟他离得这么近 也会承受同等恐怖的伤害 这跟玉石俱焚 完全没什么两样 听到叶天的嘶吼声 萧辰完全无动于衷 反而露出一抹宁笑 手握五行修罗枪 再一次轰杀而下 轰隆 下一刻 震耳的轰鸣 几乎是紧随着叶天的话音响起 两大镜像投影 一左一右猛地炸开 毁灭性的冲击淹没了萧辰和叶天 叶天的护体真元 尽数破碎 玄黄重剑试图挡住萧辰 却被对方连带着重剑 狠狠轰轰在他的胸膛上 伴随着胸膛骨骼尽数崩断 五脏六腑在冲击中被粉碎 叶天目光死死地盯着萧辰 扭曲的面孔上浮现出一抹恐惧和不解 疯子 怪物 在口中说出这两个字词后 叶天的肉身彻底爆碎炸开 石海内那一缕神魂 在这种冲击中突然自焚 化为一缕青烟消失不见 天地间 君万圣和叶秦苍等人 一个个看到这一幕后 身体都僵硬在半空中 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带 继菌熬之后 叶天也死了 并且也在短短几个呼吸间内所发生的事情 如此匪夷所思的厮杀过程 差点让他们的裤裆都湿了 第456章 想要拉一个垫背 却拉了一个继母 你们的神子也不过如此 在君万圣和叶秦苍瞳孔色索中 萧尘收起叶天残破的尸骸和遗物 便转过身冷笑着盯着君万圣等人 随着一阵白光闪过 萧尘身体上的伤势在寝刻间恢复如初 让君万圣等人面色俱变 一个个都如同见鬼一般 大人 我们愿意臣服 在心中感到无边的惊骇和恐惧中 叶秦苍和君万圣同时大声嘶吼道 如今叶天和君敖都尽数惨死 剩下的人绝对不可能是对手 如果此时投降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毕竟他们好歹也是帝君敬强者 若是能收服将会是极大的助力 杀 但下一刻 还没等他们心中生起希望 萧尘的话音如同一盆冷水 瞬间让君万圣等人面露绝望 结结结 老鬼们 下地狱去陪你们家神子吧 听到萧尘的话语后 天邪宁笑着扑了上去 再一次跟君万圣等人展开厮杀 柳琴天和云罗生等人 一个个也变得愈发疯狂 反观君万圣等人 一个个目睹了萧尘的恐怖战力 还有自家老祖和神子当场惨死 全都被打击的心态破防 自身士气更是遗落千丈 在沐悬一和柳若仙等人的红杀中 一个个都被压入下风 甚至是负伤 被沐悬一等人击杀 也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萧尘可没耐心耗下去 感受着修为体验卡 还剩下为数不多的力量 他目光落在冰魂祭坛上 下一刻 随着身形微微一闪 萧尘出现在祭坛上 紧接着 不灭魂灯浮现出 在漫天魂火肆虐中 镇压在冰魂祭坛上 而失去了君傲的操控 这一座冰魂祭坛 哪怕能自己运转 也完全没办法能抵挡住这种镇压 短短片刻间 就被萧尘强行镇压封印 蹬随着君万圣等人厮杀的冰魂英灵 一个个在嘶吼中轰然爆碎炸开 全都化为一道的黑烟回到祭坛 如此变故 让本就落入下风的君万圣等人 在此时也呈现出一面倒的局面 不少长老被当场抹杀 有的甚至想自爆拉人垫背 但在沐悬一等人疯狂的进攻中 他们连逆转真元的时间都没有 一个个只能在寒恨中陨落 到死都没想过会这么憋屈 另外一边 叶家老祖叶不韦 看到这种局面后 只想摆脱江丽逃出这片星空 可是 面对手中掌握有刺神兵的江丽 哪怕对方是不久前才突破到半神境 他也没办法能压制住对方 江丽所爆发出来的战斗力 甚至比他这位老牌半神还要惊人 这让他感到十分憋屈 他们两个已死 你也该上路了 在叶不韦想方设法找机会之时 萧尘镇压收起那一座冰魂祭坛 目光也落在叶不韦的身上 随着这一句话回荡开来 他抬手对着不灭魂灯一点 不灭魂灯骤然发出一阵嗡鸣 一股神秘的力量轰然降临在叶不韦的身上 让这个老家伙的脸庞如同麻花般扭曲起来 魂灵因果关联 感受到不灭魂灯想跟他强行关联 叶不韦在嘶吼中疯狂地镇压十海 但同样在此时 江丽也手持紫颜魔藤震杀而至 那一种威势让叶不韦当场炸锚 两位 老夫愿意臣服 放我一马 在绝望中 叶不韦立声嘶吼着 但话音才刚刚传出 就被轰鸣声掩盖了 叶不韦在仓促中被江丽一边抽飞出去 真元运转在此时也出现了破绽 一盏魂灯虚影在他头上凝聚而出 下一刻 灯燕从魂灯虚影上亮起 一股毁灭性的灵魂冲击 伴随着那一束灯燕的燃烧 疯狂冲击着叶不韦的十海 让叶不韦发出了痛苦的嘶吼声 放过老夫 老夫愿意当狗 当奴才 在生死关头面前 这一位站在苍蓝界巅峰的霸主级人物 此时也不得不放下尊严来向萧尘求饶 如果可以活着 没人会愿意死 抱歉 你没资格 听到叶不韦的话语 萧尘只是冷冷一笑 便掐出印诀 虚空一案 叶不韦头顶上的魂灯当场炸开 如同灯灭人灭 灯毁人亡一般 毁灭性的灵魂攻击 无视叶不韦的封锁 直接轰在他的魂体上 令叶不韦发出惨叫声 还不带叶不韦缓过来 江丽的攻击紧随而至 紫颜魔藤边突然崩的笔直 在紫颜魔纹之力的环绕下 宛若一杆紫颜魔纹枪一般 枪芒划破长空 直接从叶不韦的心口贯穿而过 毁灭性的力量瞬间摧毁对方的五脏六腑 令得叶不韦的瞳孔急速放大 目光难以置信的看向了江丽 这一边 为名穿西 看着叶不韦一脸难以置信 江丽想起萧尘厮杀的情形 话音冷烈的说了一句 那种装逼的幼稚模样 让萧尘嘴角微微一抽 不过此时他也没在意这些 随着他对着不灭魂灯一案 一道道锁链宛若触手一般 刺入到叶不韦的石海深处 将对方的魂体强行拖出来 最后更是封印尽不灭魂灯 至此 随着最后一位半神尽强者的陨落 君万圣等人也彻底失去翻盘希望 早操才做到一半 丈母娘突然进来 说大清早炒得要死 早操做得也不标准 她身为老师 有必要示范一下 我 叶家不会败的 今日 我叶家众人虽死 但你们也不好过 神域主家会为我们复仇的 在心中希望破灭后 叶秦苍凄凉地狂笑 随后在癫狂中 甩出自身的帝兵 并且毫不犹豫地引爆着帝兵 毁灭性的冲击 在众多帝君强者中肆虐炸开 令得天行剑和王德发等人 一个个都喷出大口的鲜血 而叶秦苍 则是通过这一点缓冲时间 毫不犹豫地冲向了柳若仙 身上更是弥漫着毁灭性的波动 他就算是死 也要拉一个垫背 哪怕是弄不死对方 也要将对方彻底废掉 找死 看到叶秦苍这举动 柳若仙的面色冰寒 但却没有半点畏惧 一条柳条 宛若秩序锁链一般暴射而出 煞时间横贯天地轰在叶秦苍身上 令得叶秦苍还没靠近他身前摆杖 就在虚空中当场暴碎炸开 不过这种剧力 一位大地强者的自暴 也能重创同级别强者 更别说是帝君八重镜 但是 随着柳若仙身上的悬疑 突然爆发出恐怖的地危 漫天风暴冲击 竟然破不了他的防御 这一幕 让木悬一和古悬等人的瞳孔 微微一缩 急到地兵 没想到 柳若仙的身上 竟然有两尊急到地兵 一弓一手完美配合 哪怕是大地强者的自暴 也能很轻松地抵挡下来 叶秦苍要是看到这一幕 只怕会气得当场活过来 想要拉一个垫背 却拉了一个寂寞 第457章 自家神子才刚刚出局 就想掀桌子 打乱棋局 君万圣在吐血道卷中 看到这一幕 脸上不禁露出惨然的苦笑 短短几天时间 曾经危震冬域的荒谷军家 就这么在他手里 走向灭亡 他完全想不通 苍蓝界内 为何会出现 如此有被常理的存在 短短不到半刻钟 便能击杀几位半神境强者 身体受到重创 还能瞬间复原 如此存在 本应该天地不容 可这家伙 却能存在于下戒 简直就是天地不公 君业两家败得不冤 在心中无限凄凉中 君万圣在此时 也完全放弃了抵抗 任由穆玄一等人的神通 轰击而下 刹那之间 在震耳的轰鸣声中 君万圣便惨死当场 就连仅剩的另外几位帝君 也被云罗生等人 一一斩杀 短短一刻钟都不到 荒谷军家和荒谷叶家 两拨人马 全军覆没 这让穆玄一和柳青天等人 久久不能平静 显然没想到 哪怕是当时的巅峰强者 也会有脆弱如狗的时候 打扫一下战场 萧辰没有理会 震撼不清的穆玄一等人 只是对天邪和王德发等人 吩咐了一句 而他身上的修为体验卡 能量在此时也消耗殆尽 但这一波 得到君业两家强者的遗物 他或许能开启神木秘谣了 神域 依旧是那一座万丈祭坛上 一位面容冷峻的青年 突然间猛地睁开双眼 整个人就像是受到反噬一般 口中忍不住喷出一大口鲜血 怎么可能 下界为何会有如此恐怖的存在 在鲜血喷出的刹那 男子当即仰天怒吼 此人 正是刚刚被萧辰抹杀的叶天 准确地来说 这是叶天的本尊 而在下界被萧辰抹杀的 是他的一羽神魂 融合叶家弟子 所凝练成的一具分身 但即便如此 在叶天看来 这也是耻辱 叶家神子叶天出局 同样就在此时 当叶天的怒吼还在回荡中 一道冰冷的话音突然响起 这让叶天的瞳孔猛地一缩 神情极为惶恐地抬起头来 怎么回事 几乎在他抬头的瞬间 一股恐怖的神威弥漫星空 让叶天感觉像是天塌一般 此人 正是叶家神王 叶辰 老祖 那人是怪物 他不仅有半神境极限的恐怖战力 还能同时操控五尊次神兵 甚至是免疫我的最强一击 老祖 我已经全力以赴了 可他实在是太恐 听到自家老祖的询问后 叶天一脸惶恐地解释道 不过他话语还没说完 就被叶辰冷哼打断了 自以为是的蠢货 谁给你勇气 一个人去找他 话音如同滚滚雷霆 回荡在这片星空后 令得叶天如遭重击 口中更是喷出一口鲜血 神情也变得愈发的惊恐 擅自主张 却又惨败而归 叶家因为你的狂妄自负 导致在神战中提前出局 如此罪责 纵使你身为本王的后辈子孙 也必须为这件事情付出代价 随着这一番话音的回荡 一道神光轰在叶天身上 令得叶天发出了凄厉的嘶吼声 整个人在赤炎神光中不断挣扎 原本俊美的脸庞变得扭曲无比 如同是在承受这世间 最为恐怖的刑罚一般 而在祭坛周围 众多神王神情一片淡漠 但眼中都露出一抹凝重 一个下界半神 竟然让几大神子接连出局 卡雷在苍蓝界内 倒是出了一个棘手的存在 在念头落下之时 一位为神王掐出应诀 以密法沟通祭坛上面 剩下的十五位神将者 将叶天战败的消息 传给这一行人 诸位 既然苍蓝界有变数 我们不妨试试强攻 在叶天凄厉的嘶吼声中 君家神王突然睁开双眼 话音有些低沉的建议道 这一番话 让叶晨这一位叶家神王 还有月神族的女性神王 目光都忍不住闪烁起来 现在他们家的神将者 都提前出局 已经失去了 在苍蓝界绝逐的机会 如果彻底打乱棋局 强行进入苍蓝界内 他们或许还有机会 可以获得神君传承 自家神子才刚刚出局 就想掀桌子打乱棋局 诗相未免有些难看了吧 在叶晨话音刚落下之时 一位神王 话音有些嘲讽道 这让叶晨的面色一寒 气机也变得愈发危险 苍蓝界内出现变数 本王只是想尽早抹除这个变数 免得神君传承 落入苍蓝界土著之手 大家在外面白忙活了一场 在沉默一下后 叶晨冷笑着道 这让军家神王 和月神族神王目光闪烁 甚至都毫不犹豫地 赞同了叶晨的提议 不过三人这番话 其他神王可不乐意 气氛在这一刻 变得有些僵持 不用争了 神将计划是 十八大势力共同商议的 如今可不是谁先出局 就可以反悔的 更何况 苍蓝界外 有道印神君设下的封印禁制 纵使经历过十几万年的时间 这封印已经开始减弱松动 但也不是那么容易破开的 更何况 谁也不知道这禁制 有没有跟传承关联 若是强行破开封印 导致传承进毁 这责任 你们三大势力 能担得起吗 在气氛变得僵持之时 一位投身双脚的中年男子 睁开双眼 话音低沉地说道 一股实质性的恐怖神威 煞世间弥漫亿万里星空 此人 乃是东陵星域苍龙一族的王 也是这十八大神王中 最为恐怖的一尊强者 此时对方开口 哪怕叶臣和军家神王 也都不得不信心闭嘴 只能目光阴沉地看着神将几坛 静观事态发展 目光回到苍蓝界内 萧臣在落入到万宝商会内后 便对天邪和云罗生下达指令 荒谷军家主力已除 剩下的成不了气候 不过为了避免日后 会有隐患出现 就劳烦你们几个 前去覆灭军家了 说着 萧臣目光又看向 穆玄一和古玄这俩人 至于荒谷叶家 就劳烦你们两位出手了 荒谷叶家那边 比较靠近吞天蟒一族 所以让穆玄一等人出手 是最合适的 节节节 魔主大人放心 这一次由老奴出手 军家上下连狗不能活 听到萧臣的话语 天邪发出一阵凝笑 脸上露出残忍之色 以前他可是被军家强者追杀过 没想到风水轮流转 军家如今算是完了 这让天邪内心 涌现出一种变态的快感 果然 当奴才跟对了主人 可要比自己奋斗强 可 萧公子 当才我家女帝厮杀受了点伤 倒是不方便再来回奔波了 就让老朽亲自回一趟天芒山脉 联合其他长老对叶家进行围剿 女帝就暂且劳烦萧公子照看了 天邪话音才刚刚落下 古玄干咳一声开口道 说完 还不等萧臣和穆玄一说什么 古玄便撕裂虚空消失不见了 第458章 你不怕若仙妹妹他们吃醋 本后倒是很乐意陪你探索一下 这个老家伙 看到古玄留下这句话就跑 穆玄一神情显得有些恼目 老东西 一直想撮合他找伴侣 他堂堂吞天芒一族的女帝 想要找一个伴侣 会很难吗 当真是 皇帝不及太剑即 闲吃萝卜蛋操心 刚才倒是多谢你仗义出手 在穆玄一面色变换之时 萧臣笑着走到对方身边 随后抬起手点向穆玄一 这突然的举动 让穆玄一的瞳孔忍不住一缩 身体在此时本能的躲闪起来 虽说 他没感觉到萧臣有恶意 但从那年开始 他的身体就出现了副作用 很排斥异性靠近他的身边 更别说是要跟他有身体接触了 穆玄一下意识就爆发修为 想要一巴掌甩开萧臣的手 但下一刻 站在他身边的僵力 突然间抬手按住他 恐怖的半神之力 让他的身体一僵 只能在瞳孔剧烈收缩中 被萧臣一直点在肩膀上 还不得穆玄一开口说什么 一阵白光也随之闪耀而起 穆玄一只觉得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煞时间涌入到他的身体内 眨眼间便修复好他的伤势 就连一些困扰了他数千年的旧伤案疾 在这股神秘之力的修复下 也消失不见 这让穆玄一的脑海如有轰鸣乍响 脸上露出骇然和难以置信的神色 怎么可能 这位萧公子 不仅能轻易修复自身 还可以随意治疗他人 这一刻 穆玄一终于知道 萧承刚才厮杀 为何那么无所顾忌了 有如此变态的修复能力 这简直就是不死的存在 怪不得敢采取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攻击手段 你的伤势并不是很重 不过这些年 却留下了不少就伤案疾 也让你的身体 产生了一些过激反应 不过从现在开始 就不用受困扰了 如果你想要的话 也能及时行乐了 随手治疗一下穆玄一后 萧承收回手指但笑着道 这一番话 说得有些云里雾里的 不过落在穆玄一的耳中 却不亚于晴天霹雳乍响 显然没想到 自己身体隐藏着的一个后遗症 竟然这么轻易 就被萧承看穿了 不过 什么他想要的话 也能及时行乐了 这是再暗指 他若是觉得不好意思 想要报答的话 可以来找对方 以身相许及时行乐吗 无耻 联想到这一个可能性后 穆玄一的脸色变换一下 紧接着美好气的脆了一口 便面色微红地离开了这里 这让萧承微微一愣 他觉得 他已经说得十分含蓄了 没想到穆玄一的反应还这么大 不就是 吃多了春药 导致身体出现应激反应 从而失去欲望 十分排斥异性接触吗 这又不是什么大问题 没想到他顺道帮其治好后 竟然还被这一位女帝鄙视 果然是农夫与蛇 耐不住撒娇 我只好过去指导一下 没想到燕玲基同学跑过来说 他练瑜伽扭到腰了 让我帮忙正补整一下 我 则则则 不错哦 这一条小母蛇 可是酝养了几千年的极品 跟你两位夫人 还有某种特殊的血脉羁细 若是能拿下的话 想必魔主大人 倒是可以来一个祖孙三十三生桃花开 在沐寻一离去之时 看到萧承有些失神 江丽宛若一个魔女一般 靠近萧承有些娇柔的道 那可纯可遇的话音 还有这话语的内容 让萧承的嘴角 忍不住一抽 这话说的 他是有那种特殊癖好的人吗 不过细想一下的话 这事情还挺刺激的 但这种事情 萧承可不会表露在脸上 只能日后有时间再探讨 看着江丽诱人的脸庞 萧承的嘴角微微一掀 话音充满雌性的道 相对于修炼了几千年的小母蛇 本公子对饥渴了几千年的魔女更感兴趣 不知魔后有没有兴致 在月夜下跟本公子深入探讨一下 死 听到萧承如此赤裸裸的话 江丽当场瞪大了双眼 柳擎天和天行剑等人 一个个都深吸一口凉气 这可是北玉魔后啊 现在更是半神强者 换作是他们在场的任何一个人 给他们几个胆子都不敢这么说 没想到 萧承却敢这么直白的调戏 真不愧是刚宰了几个半神的男人 果然有够猛的 不过 几人也不敢露出敬佩的目光 一个个眼观鼻鼻关心 就当是没有听到一般 目光也不敢看这两人 哥哥哥 你不怕若先妹妹他们吃醋 本后倒是很乐意陪你探索一下 在面色变换一下后 江丽此时毫不示弱 轻笑一声 说出这一句暧昧的话语 便神态优雅 而又魅惑地甩一下头 发丝宛若青纱绸缎一般 从萧承脸上轻浮而过 那一种风情万种的姿态 让良冰和洛幽莲等人瞪大了双眼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显然没想到 这一位以冷血闻名于北玉的强者 竟然也会有如此风姿绰约的一面 如此风轻 哪怕是他们当中 最为妩媚的火灵机和洛幽莲 相比之下也要逊色一分了 而江丽在说完转身后 便想急着离开大厅了 如果仔细看的话 还是可以看出这一位魔后 妩媚的脸上似乎有些紧张 慢着 看到江丽调戏完她后就想跑 萧承在这一刻忍不住出声了 这让江丽身形微微一顿 嘴角也忍不住扬了起来 果然 只要她略失小计 不对 只要她略斩姿色 这位公子哥 果然也扛不住 看来这一次倒是能让她掌握主动 好好地扳回一局气一下这家伙了 萧公子 这么急着叫住本后 是感到有些急不可耐了吗 在念头浮现之时 江丽笑盈盈地回过头 神情还是那么的魅惑 不是 听到江丽的话语 萧承古怪地摇了摇头 随后一脸认真的说道 我只是想对你说 你好骚啊 在萧承最后几个字落下后 江丽的脸庞骤然一僵 周围其他人面色大变 显然没想到 萧承竟然会这么大胆 是真不怕这一位魔后 当场炸毛吗 萧承 本后跟你没完 在咬牙切齿留下这一句话后 江丽便冷哼一声消失在大厅内 那种愤愤的小眼神 似乎再说 最好别落在他手里 若不然他会让对方知道 什么是取经深归群下沉 柳擎天和罗昊等人 都被吓出一身冷汗 这一位魔主大人 实在是太彪悍了 竟然能把北玉魔后 拿捏得死死的 实在是我被楷模呀 你们 在几人念头转动间 萧承突然开口问道 不过他的话语还没说完 几人就被萧承吓了一跳 魔主大人 我们什么也没看见 第459章 底蕴再次暴涨 激活神木骨须蜜药 看到柳擎天等人这么大的反应 萧承在此时 不禁感到有些无语 他这么和蔼可亲的一个人 一个个还真把他当魔头了 摇了摇头 萧承也懒得计较这些 接下来 我要闭关一些时日 这段时间你们关注一下各大势力的动静 我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说完 萧承又帮柳擎天等人治疗一下伤势 顺便修复旧伤案集和提升天赋资质 这让罗昊满脸震撼 显然没想到 萧承竟然还有如此手段 可以随意改变一个人的天资 这一次前来找萧承赔礼道歉 和毫不犹豫地站在萧承这边 绝对是他这一生做得最为明智的举动 萧承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撼 在简单交涉一番后 便回到自己的乡房 不知道这一次 能让我收获多少积分和灵精 进到乡房内 萧承在泥南中也掏出一堆储物那件 这些都是夜天和君万圣等人的遗物 至于夜天和众多帝君的尸骸 有的让他喂给了双头魔龙魁 让其成为对方提升修为的养料 有的则是交给了天行剑和大荒老祖 接着再复刻出两尊大荒链神鼎 让俩人将其炼制成荒骨射立子 这样一来 强者尸骸中蕴含的血肉精华 便能让低境界武者直接吸收 可以极大程度上提升身边人的实力 比起直接回收兑换成积分要更划算 在耗费大半个时辰后 萧承终于查看完所有储物那件 将可以利用的东西挑选出来 其余的物品则是回收兑换成积分 这一波 让萧承的积分达到惊人636亿多 灵精更是到达恐怖的7670亿枚 一场厮杀 不仅让他积分赚得盆满钵满 就连灵精储备远远超出想象 这一下子 他不仅可以兑换真神镜修为体验卡 还可以顺利开启神木古墟的秘药了 系统 兑换一张真神镜修为体验卡 查看一眼属性面板后 萧承深吸一口气说道 下一刻 随着系统提示的响车落下 一张水晶卡片也浮现出 通体散发着混沌的光泽 上面还铭刻着神秘符文 其中蕴含的能量波动 简直让萧承感到窒息 这一种能量波动 比起半神镜修为体验卡 简直要强大几十倍不止 有这一张底牌在手 倒是不那么被动了 握着眼前这一张水晶卡片 萧承脸上并没有露出狂喜 反倒是露出一抹凝重之色 接二连三的神将者 让他意识到 在苍蓝界外面 肯定有一群更恐怖的家伙 没准还是神域中的大势力 而真神镜 只是帝君镜上面的境界 并不是神镜的巅峰层次 如果在这些神将者的背后 有超越真神镜的恐怖存在 那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难以形象的噩梦 所以 光凭一张真神镜修为体验卡 可还不够 他必须掌握更多底牌 才能应对未知的危机 在心中念头落下之时 萧承随手收起水晶卡 魂念沉入到系统空间 随着他心念一动 神木古须密钥绽放出光芒 一股恐怖的犀利横扫而开 短短片刻间 系统空间内 无数灵精化为粉末 灵气化为狂潮 不断被密钥吸收 这一幕 哪怕是帝君镜的强者 看到了 只怕会被当场下的昏厥过去 如此多的灵精 足以让一个古族势力 培养出十几位帝君强者 没想到萧承却毫不犹豫的 让一枚古玉吸收了 简直就是毫无人性 刚指导完瑜伽 萧儿妹妹走过来说 她跟秦姨学了三十六套正骨手法 想让我深度体验一下 会不会很酸爽 我妈了 哇 终于 在吞噬了这七千多一枚灵精后 神木古须密钥绽放出耀眼光芒 随后消失在系统空间内 直接出现在萧承的石海 这让萧承的脑海中 如有轰鸣乍响 一道恐怖的画面 也浮现在她眼前 只见在一片浩瀚无比的星空 一位看不清容貌的白衣身影 脚踩星和手握日月 以无比恐怖的战力 屠杀将近三千位强者 之后更是收集了众多强者的尸骸 以无上神通融入体内的混沌世界 在自身的肉体瓦解崩溃 神魂化为光芒消失之时 将这一个刚形成的古须世界 葬入一片虚无 最终只留下一枚古玉 作为开启的传承密钥 画面中没有任何声音 但萧承在看完以后 整个人都被惊呆了 通过之前所鉴定出来的信息 他已经知道 那一位斩杀三千强者的神秘白衣男子 是神域一位自称为混沌神的恐怖存在 可他没想到 对方斩杀三千强者的画面 竟然会恐怖到这一种程度 脚踏星和手握日月 一击破灭一方星空 无数大千世界在厮杀中化为了尘埃 那种恐怖程度简直堪比宇宙大爆炸 而被对方屠杀的三千强者 每一个身上所弥漫的威压 都让他感觉到 自己就像是一只蝼蚁 这绝对是一帮超越了真神境 甚至是超越天神境和神王境的恐怖存在 很有可能是 系统跟他提及过的神军 或者是更为高级的神帝 这让萧辰彻底骂了 没想到这一枚神木秘药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来历 不管这一位混沌神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强者 既然这一枚神木古须秘药被激活了 那就意味我现在可以开启时空隧道 进入到那一片未知的混沌世界中了 想到这里 萧辰心头俱正 神情变得激动 刚才那一位混沌神的恐怖 他可是清清楚楚看在眼里 如果能得到对方的传承 这绝对是一场逆天机缘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辰从石海内召唤出那枚神木古须秘药 便小心翼翼的激活 开启出一条时空隧道 嗡 下一刻 在柳若仙等人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中 那一枚神木古须秘药 突然发出一阵嗡鸣 一个漩涡宛若黑洞一般 当场就将萧辰给吞噬了 这一幕 令得柳若仙等人的面色一变 一个个刚想跟着一起冲进去 但那一个时空入口 在吞噬了萧尘后 就突然消失不见 只留下那一枚神木古须秘药 静静悬浮在萧尘所在的位置 夫君 被这一枚古鱼吞噬了 突如其来的惊变 让良冰和洛幽连等人惊魂未定 一个个都满脸不安和担忧地看向柳若仙 显然有些搞不懂 这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此物是夫君得到的一件神物 里面隐含着某一种神之传承 夫君或许是进入里面接受传承了 我们只需要在外面耐心守候即可 看着良冰等人一脸担忧 柳若仙话音温婉地说道 不过话虽如此 但在他的脸上也显得很担忧 第四百六十章 神木古须之内 神将者的巨头 另外一边 当时空隧道入口将他吞没之时 萧尘也被这种情况给吓了一跳 他还以为这入口会固定在虚空中 尽等有缘人要不要自己走进去呢 没想到这入口竟然会吞别人进去 随着一阵天旋地转过后 萧尘也看清周围的景象 这是一片混沌的世界 到处都充斥淡淡雾气 放眼望去 就像是一个浩瀚无比的灰色星空 到处都看不到有生机波动的事物 唯有一座座巨大的孤坟 宛若若山岳般屹立于星空 看起来倒有点像是一个星空乱葬岗 到处都透露一种死寂和荒凉的气息 这里就是神木古须 踏足这一片星空 看着眼前的事物 萧尘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一抹震撼的神色 眼前每一座孤坟 全都散发着难以形容的恐怖气息 如同正在沉睡的一头头星空巨兽 让他浑身汗毛都忍不住竖了起来 毫无疑问 这一座座孤坟 应该就是那一位混沌神 在埋葬三千强者后所留下来的 难不成 那一位混沌神斩杀三千神灵 是为了剥夺他们身上的传承 看到眼前这一座座孤坟 萧尘脑海中涌现出猜测 下一刻 他脸上便浮现出激动和狂喜之色 如果真如他想的一样 每一座孤坟里面都有对应的传承 那眼前三千座孤坟 可就是三千门传承 并且还都是神之传承 这一次真是要起飞了 没有丝毫犹豫 萧尘怀着激动的心情 走向最近的一座孤坟 轰隆 几乎在他脚步踏出之时 整个古墓星空发出轰鸣 三千座孤坟轰然震动起来 每一座孤坟都有光芒冲天起 似乎是在期待着萧尘选择他们 如此一撞 让萧尘心头俱振 显然没想到 他竟然会这么受欢迎 三千孤坟都争着选他 到底是他的天赋资质过于妖孽 还是这些孤坟太渴望被传承了 辱神木者 若是能得到任何一座孤坟的传承 都可以融合孤坟内的神员 获得孤坟之主的毕生传承 代价便是 此生会被落下神木印记 成为神木之主的追随者 并且终身最高成就 无法超越孤坟之主 每个人 只有一次选择机会 就在萧尘脚步踏出之时 一道淡漠而威严的话音 突然响彻在这一片虚空 这让萧尘脚步微微一顿 猛地抬头看向星空深处 只见在最深处 一座石碑 萧尘脚步传一里于虚空中 哪怕是漫天雾霾 也无法遮挡那伟岸的身影 难以形容的恐怖威压 宛若海啸般席卷而开 令得原本还在震动的三千孤坟 在这一刻 如同哑火一般归于死寂 这一幕 也让萧尘的瞳孔为之收缩 难道这一座墓碑 就是那一位神木古须之主 所留下来的 在心中震撼之时 萧尘将在了原地 神情也变换起来 三千孤坟 可以选择其一进行融合 之后能获得坟主的神源 神源是什么 萧尘虽然有些不太清楚 但想一下也能推测出来 应该是神境强者的 毕生感悟和修为本源 融合之后 可以在短时间成长为神境强者 可代价便是 融合后 无法超越原主的境界 这应该是某种副作用或限制 不过这倒是没什么 关键是 融合这些孤坟之主的神源传承 此后都会受到神木之主的控制 并且每一个人都只能选择一次 这也就是说 如果有人能得到神木之主的传承 便能掌控下方三千孤坟的传承者 想到这脸 萧尘目光盯着星空深处那一座墓碑 脸上露出一抹志在必得的灼热之色 既然是他开启了神木骨须 那他所要继承的传承 自然就是神木之主的 否则 身为开启者 却无法继承神木之主的传承 以后岂不是要白给别人打工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忽略掉周围三千座孤坟 静止朝着那座混沌骨碑冲去 哄 不过就在萧尘冲出之时 那座混沌骨碑似乎感受到萧尘的意图 随即爆发出一股微压横压着一片天地 萧尘瞬间感觉到身上 如有万丈山岳压下来 身形直接坠落到下方 这是考验吗 感受这一股微压 如同一只无形气墙一般 在疯狂镇压着他的身体 就连体内的混沌真元 也在微压下不断燃烧 不过萧尘并没有气馁 反而露出灼灼的战役 随着他挺着身子踏出一步 混沌真元就像是井喷一般 在他周围形成了真元气焰 萧尘便再次迈开脚步 走向那一座混沌石碑 与此同时 外界 苍蓝界终于一座神圣的大殿内 一道道身影围坐在圆桌的边缘 从俯视角看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十八人座位的圆桌 只是圆桌边上的身影 加起来只有十五位 其中有三个座位空空如也 而在场坐着的十五位 每一个竟然都是虚影 这些人 赫然就是东陵新域十八大势力 所派遣下来的神祥者 除去已经出局的君奥峰 月灵运和夜天三人之外 剩下的十五位神将者都在这里 并且囊括了人族 妖族 恶魔族 圣神族 天使族等多个种族 诸位 这一次提前召集各位 投影进入到神将大殿 原因大家想必也知道了 苍蓝界东域 出现了一个狠人 短短几天的时间 便斩杀了君奥峰 月灵运 夜天这三人在下界的分身 据说 他不仅有半神境极致的战力 还有不可思议的自愈能力 和复活能力 甚至还能通过某种手段 操控天谴雷霆 如此手段 绝非苍蓝界土著所有 我甚至怀疑 他可能是神殿不死守灵人 利用部分神军传承 所培养出来的杀戮机器 其目的就是为了肃清 我们这一些 入侵苍蓝界的神想者 在剩下的十五位神将者 都到齐后 坐在左侧的一位黑衣青年 突然到 此人名为姬昌聚 也是东御荒谷基家的神将者 在神域主家中 也是一位神子 在得知夜天出局后 姬昌聚感受到危机 于是便以密法沟通神将大殿 将剩下的神将者都召集过来 准备商议 应该如何应对肖臣 第461章 那边制造出各种矛盾 推动各大种族厮杀吧 神殿不死守灵人 培育出来杀戮机器 听到姬昌聚的话语后 一位背后长有翅膀的俊美男子 突然抬起头 有些莫名的询问道 你说这些 该不会是想让我们 联手先铲出他吧 此人 是天使族天圣宫的神将者 话音 在众多神字中 绝对是翘楚 如果各位没什么意见 我建议是 尽早除掉他 听到话音的询问后 姬昌聚点了点头道 此人在短短几天内 就让三大神祥者出局 显然是 针对我们而来 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 先将这家伙抹除的话 只怕接下来神殿出世 此人必将是重大隐患 身为姬家的神字 他跟君奥峰和叶天都交过手 俩人的战力 可不比他弱多少 哪怕是成为神将者 是自斩一缕神魂 融合下界之人 所能发挥的手段 受到极大限制 但也要比下界的 半神强的太多 可即便是这样 几人还是先后被斩杀了 可见 这一位名为萧尘的土著 究竟是有多强大了 哼 这些不过是你的猜测而已 你有什么能够证明 他是在针对神将者 姬昌剧的话音才刚刚落下 话音便毫不留情地冷笑道 其他人闻言 同样一脸淡漠和冷笑 显然对姬昌剧所言的事情不敢冒 他们一行人 有的在中狱 有的在南州 有的在北狱 有的在西狱 现在不过是通过上一代神将者 所建立起来的神殿聚集在一起 真身一个个相隔一万八千里的 让他们大老远跑过来 围剿一个土著强者 这不是闲着没事找事干 更何况 他们一行人可都是竞争者 里面有些人甚至还有矛盾 哪一个会乐意干这种事情 别忘了 我们是神将者 是来入侵苍蓝界掀起浩劫 制造杀戮 削弱这方天地封印的 对于这方世界的生灵而言 我们可是仇敌 倘若我们不趁现在将其抹杀掉 以后被对方逐一击破 可就晚了 听到话音的嘲讽 姬昌剧面色阴沉 话音低沉地说道 一帮蠢货 当真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非要等被人拿着枪杀到眼前后 这些人才会知道 事态有多严重 得了吧 无非是你现在处在东狱 身边有神子和神女出局 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想着将我们一起 拉下水而已 我们虽是入侵者 但也不是好惹的 只要没有危及到对方的利益 此人可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 东狱那边的烂摊子 你可以找另外几人 说着 话音伸手指了只几道身影 分别是苍龙一族的龙子敖成瘫 凤凤凰一族的凤子凤吉昌 还有坤鹏一族的神子彭成坤 这几人跟吉昌剧一样 都是在东狱的神将者 听到话音的话 敖成瘫 凤吉昌 和彭成坤 眉头都微微皱了起来 他们身为妖族神子 对于人族可没好感 想让他们去对付那一位神秘的土著强者 除非有难以抗拒的利益 否则这事情还是别想了 我们可没有那个行功夫 在念头落下之时 敖成瘫直接开口拒绝 扫了一眼众人后继续到 既然各位都拒头了 加上还有意外发生 如今 我们只能提前展开计划 在场的各位 应该没有意见吧 听到敖成瘫这两句话 在场几人的眼神一宁 倒是没有开口反驳 而是轻轻点了点头 苍蓝界上空 有道应神君所部下的天地大阵 让东陵星域众多神王强者 都感到束手无策 好在钻研一番后 众多神王发现 这一座大阵并不是无懈可击的 每隔十二万八千年 阵纹便会处在不稳定状态 这也是他们攻破大阵的关键 不过即便如此 他们依旧无法强行破开大阵 只能付出极大的代价 将真神静强者的残魂 避过阵法感应 送入苍蓝界内 随后融合下界之人 避开天地感知 寻找道应神君的传承 或者是引发杀戮 来制造天地灵怨 从而以众生的血气和怨气 来腐蚀和削弱这一座大阵 好让外界十八位神王破阵 这便是神将者的由来 还有他们的最终目的 既然诸位没有意见 那便制造出各种矛盾 推动各大种族厮杀吧 在众人都默认后 熬成滩再次说道 一股森然的杀机 也弥漫在大殿内 众生皆是棋子 而他们是直棋者 上一代神将者 没能彻底腐蚀这座大阵 反而被苍蓝界土著剿灭了 这一次 他们绝对不能再重蹈覆辙 浪费这宝贵的第二次机会 在话音落下后 熬成滩等人也没有再停留 投影都消失在神将大殿内 唯有鸡昌剧面色十分阴沉 一帮目光短浅的蠢货 在沉默一下后 鸡昌剧怒骂道 他有种强烈的预感 如果这一位神秘土著不除掉的话 这一次的苍蓝浩劫 必定会有变数 他们很可能会像上一代一样 最终栽在苍蓝界土著的身上 不过鸡昌剧纵失有再多的不甘 单凭他一人 可不敢去招惹萧尘 所以在冷亨一声后 只能离开神将大殿 回归荒谷鸡家 准备调用荒谷鸡家的力量 在冬域内掀起血雨腥风了 目光回到神木骨墟内 随着萧尘愈发靠近混沌石碑 弥漫在虚空的压力也越恐怖 忙碌了一天 来到我的餐厅视察 纳兰同学很激动 连忙给我上了一做好菜 吃到一半就感觉不对 他竟然下药了 那一种恐怖的压力 让他感觉到 每前进一尺 骨骼肉身都要被挤爆了 而他距离那座混沌石碑 还有将近一千丈的距离 哄 终于在萧尘踏入千丈范围内后 整片古墓星空 发出震耳的轰鸣 一股无比恐怖的力量 直接轰在萧尘的身上 让他如同玩偶一般 被轰飞出去 好恐怖的神威气强 这不是我能承受的 仅仅一瞬间的触碰 萧尘感觉浑身骨骼 像是要碎掉一般 抬起头死死的盯着这一座混沌石碑 在沉默一下后 萧尘没有选择继续前进 而是选择离开神木古墟 如此恐怖的威压 以他现在的修为境界 强行进入 只是在找死 毫无疑问 混沌石碑千丈范围内 唯有修为达到帝君境 才能承受那一种威压 这也就说 想获得神木之主的传承 修为最低也得是帝君境 夫君 相房内 看到神木古墟秘药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紧接着萧尘的身影 便重新出现在眼前 这让柳若仙等人感到有些意外 显然没想到 萧尘这么快就从神木古墟中出来了 诸位夫人 我要你们助我突破帝君境 萧尘出来后 没有过多解释 在话音低沉地说了一句后 便朝着柳若仙等人扑过去 这让众女忍不住发出一阵惊呼 紧接着就沦陷在萧尘的突破中 第462章 浩劫席卷苍蓝界 修为突破帝君境 随着萧尘闭关突破帝君境 也掀起一场浩劫 冬裕 先是龙族跟凤族不对眼 率先展开厮杀引发寿潮 之后 坤鹏一族插手 导致矛盾急剧加剧 直接演变成三族大战 还有姬家绳子 竟然想趁着几大妖族厮杀 从背后偷家夺取妖族质宝 结果不小心被发现 也被卷入到厮杀中 至此 冬裕从原本的妖族大战 演变成妖族和人族混战 并且在姬家的带头下 厮杀在短短两天内 便席卷大半个冬裕 甚至在这种混战中 原本被封印的天魔族禁区 也不知道怎么都被开启了 被封印了数千年 天魔族对人族有极大的恨意 出来后便是惨无人道的报复 冬裕七大禁彻底陷入混乱中 无数生灵在厮杀中惨死 天地间充斥着极大怨气 唯有一些较为强大的势力 在这种厮杀中还能安稳点 不仅冬裕如此 在其他地域也都有厮杀 北域有不少隐秘已久的魔头 大肆洗劫一些正道势力 让以太虚神殿为首的势力 不得不给予反击 最后更是在北域掀起一场恐怖的诸魔行动 终于 随着深渊世界的地下深处 一尊尊上古恶魔突然苏醒 深渊世界内也发生了惊变 恶魔族神子幽玄 以极为强硬的手段和恐怖的实力 碾压深渊世界中众多的恶魔君王 成为深渊世界新一代的深渊之主 之后 幽玄以特殊秘法血迹一些低级恶魔 提升了众多恶魔君王的实力后 便带领卡洛斯等人 破开深渊结界 以复仇的名义 对天使族和圣神族展开了厮杀 这几大种族原本就有仇怨 厮杀当爆发便进入不可控状态 短短两天便席卷大半个中狱 那种惨烈的程度 比起上一次天使族和圣神族联手 想要攻入深渊世界灭掉恶魔族时 还要更加的惨烈 类似的事情 还有南州和西域 不同种族之间 不同势力之间 莫名其妙地厮杀了起来 有的理由更是荒唐至极 什么某家弟子多看了老子一眼 老子就必须图他满门睡他妻女 若不然就会念头不通 形成心魔 短短两三天时间 一场浩劫席卷整个苍蓝剑 诸多势力都不知道为啥厮杀 但上头的顶尖势力下达指令 这些附庸势力也只能去厮杀 这便是身为棋子的悲哀 作为一切事情的始作俑者 众多神子神女都毫无波澜 只是在静等天地发生变化 当天地灵愿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 神殿守灵人若是想阻止这一切 不让这座天地大阵出意外的话 就只能走出神殿阻止众生杀戮 对方一旦出现 神殿便无法继续隐藏 只能在苍蓝剑内现实 这一次有上一代积攒下来的经验 相信他们一定可以破除天地大阵 得到到应神君埋葬在此界的传承 随着杀戮的进行 又一天巧然而逝 在第四天中午 伴随着一阵轰鸣声在幻星城上空乍响 一股恐怖无比的修为气息也冲天爆发 萧尘在沉寂几天后 终于踏入到帝君境 当破镜的气息直冲云霄后 幻星城上空随之风云变幻 魔主大人出关了 感受到这一道气息 天邪和天行剑等人 一个个都面露狂喜 虽说萧尘只是闭关几天 但这几天可发生不少事 萧尘不再有些事情 他们不好擅自决定 如今对方出关 倒是能有一个主心骨了 短短一个月不到 就从至尊境突破到帝君境 这一位萧公子究竟是什么人 在天邪等人狂喜之时 刘燕飞目光复杂地 看向萧尘所在的房间 厮杀的时候 能爆发出半神境战力 前一段时间 才刚渡过至尊境天节 如今对方却又要渡地君境雷洁了 如此反反复复地 倒把他搞糊涂了 完全不知道 萧尘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强者 只能说这一位公子哥 实在是太有悲常理了 而在众人目光看不去之时 一道身影也撕裂虚空而出 赫然是萧尘 在柳若仙等人的帮助下 吸收大量的精华之物 加上他之前使用过半神境修为体验卡 对于天地法则领悟 有了飞跃式的提升 这一次突破地君境 并没有想象中困难 对于萧尘来说 完全是水到渠成 轰隆 几乎在萧尘身形出现在虚空中时 幻星城上空已经出现了万里雷云 雷云翻滚中 甚至还出现一抹紫色 这赫然是地君级的紫级雷洁 在冬域 已经有数千年没出现过了 那种威视看的天胁等人 面色俱变 如此恐怖的雷洁 哪怕是他们现在这种修为 也没有把握 可以硬扛下来 更别说 渡劫时只有帝君一重敬修为 哪怕是古帝在世 也难以度过 看着眼前这种架势 他们不免有些担忧 不过萧尘脸上 却没有半点担忧 反而露出一抹期待和狂喜之色 有天蝉灭诗印在手 不管是什么样的雷洁 他都可以从容地应对 甚至是将其转为 下一次激活天蝉灭诗印的能量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便撕裂虚空 冲入雷云之中 这一幕把穆璇一和柳卿天等人 看得目瞪口呆的 显然没想到 面对帝君级层次的子级雷洁 萧尘竟然敢随意 到这种程度 他到底是半神静 还是帝君静 在沉默一下后 穆璇一有些不解地问道 让江丽忍不住撇了撇嘴 这不是很明显吗 修为刚刚突破到帝君静 看着一脸怀疑人生的穆璇一 江丽神情有些复杂地继续道 一个月内便连破两个大境界 而他之所以能拥有半神战力 不过是动用了某种特殊手段 你会不会感到更加怀疑人生 随着江丽这几句话的落下 穆璇一的眼睛收缩成树瞳 脸上满是惊骇和难以置信之色 一个月前 才只有圣王静 还有那种能诛杀神想者的恐怖战力 竟然只是通过特殊手段暂时提升的 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妖念 一瞬间 穆璇一不免被打击得有些迷糊了 旁边的江丽 看到穆璇一这一种样子 嘴角微微掀起一抹糊涂 小银蛇 听到这个男人这么妖孽无双 你有没有一点点心动的感觉 甚至是想将对方变成群下沉 有的话 等候可以帮你 随着这一番话的落下 穆璇一神情微微一愣 紧接着古怪的转过头 第463章 当真是一个既幼稚又无聊的女人 心动 群下沉 偏过头看了江丽一眼后 穆璇一脸上露出一抹痴笑 本帝又不是木头瓜子 如果真的对一个男人心动 主动程度可不是你能比的 岂会在乎什么女子矜持 说了两句后 穆璇一像意识到什么一般 目光更为古怪的盯着江丽 我懂了 你 发情了 穆璇一十分笃定的说道 当即让江丽的脸庞一僵 怪不得 你会这么好心 其实是想假借本帝的名义 借机对萧公子吐露心声 将对方玩弄于裙摆之间 如果萧公子对你并不感兴趣 你则可以将一切推到我头上 避免你这一位魔后会很丢脸 可如果萧公子对你有意思 你不仅可以将萧公子拿下 又能借此机会来打击本帝 当真是一个极幼稚又无聊的女人 一本正经的说完这番话后 穆璇一有些不懈的回过头 脑海中忍不住浮现出 江丽以往一些幼稚的行为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谁敢相信 堂堂北玉魔后 跟人闹别扭后 不仅会在地上画圈圈诅咒对方 甚至还会整出一大堆泥土玩偶 拿着小皮鞭变花样的鞭策对方 在穆璇一说完后 江丽发出了轻笑 本后不过是看你这条小赖皮蛇 寂寞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有一位公子哥 能让你多看几眼 打算给你创造机会 弥补一下曾经的过失 没想到你却不是好人心 说着 江丽轻轻甩一下秀发 脸上露出迷远的笑容 再者说了 以本后的魅力 想要拿下这位萧公子 也不过是勾勾手指而已 哪里需要你来充当掩饰 如此臭美的一番话 让穆璇一脸鄙视 不过 就在她要开口说 什么的时候 江丽脸上露出一抹挑衅的笑容 紧接着凑过来 语出惊人的道 若是你不相信的话 咱们不妨来比一下 就比 我们两个 谁先将萧公子 变成群下沉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穆璇一当即 瞪打双眼 满脸震惊地看着江丽 两位赫赫有名的女帝 比谁先拿下一个男人 没毛病吧 本帝为何要跟你比 在脸庞忍不住抽搐后 穆璇一冷哼一声说道 看起来对这事情兴趣并不是很大 虽说她对萧辰有些好感 也好奇想深入了解一下 但还不至于要卑微道去道追 毕竟 她也是吞天蟒一族的女帝 有属于自己的骄傲和矜持 你不是一直想跟本后比个高低吗 这一次 你若是能争得过本后 本后今后就认你为姐姐 反之的话 就是小赖皮 看到穆璇一这种傲娇模样 江丽嘴角微微一掀 话音挑衅地继续道 这两句话 让穆璇一瞳孔微微一缩 像是受到了不小的刺激 显然没想到 江丽竟然对她使用激将法 目的还是为了逼她一起抢男人 这脑回路属实 是她无法理解的 无聊 在沉默一下后 穆璇一淡淡道 不过 对方没有开口拒绝 在江丽看来 就是默认了 这让江丽的嘴角微微 掀起一抹弧度 对于这个死对头 江丽可谓是惺惺相惜 自然不想便宜其他人 觉得这一辈子 应该会被肖臣操控时 她就想找一个垫背的 穆璇一就成为了她的目标 就这样 肖臣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就渡个劫的功夫 就有两位女帝打起她的主意了 当真是躺着 都有艳浮从天而降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上空的雷劫也在逐渐减弱 当最后一道紫急雷霆轰下后 肖臣这一次渡劫也完美落幕 浩瀚的天劫造化之力 充斥于天地之间 随着肖臣轻轻一息 便宛若潮水倒灌一般 不断被吞噬和炼化着 半个时辰后 肖臣猛地睁开双眼 恐怖的修为气息 也随之席卷开 帝君五重镜 感受到体内涌动的修为力量 肖臣脸上露出一抹意外之色 本以为这一次 他最多只能冲到帝君四重镜 没想到竟然冲到帝君五重镜 看来提前感受高等级战力 对突破修为果然很有帮助 节节节 恭喜魔主大人功高盖世 短短一个月便连破两个大境界 此等修为进度绝对是前无古人 在肖臣收敛气息之时 天邪当即冲过来恭贺 后面还跟着天行剑和云罗生等人 行了 少说这些没用的 这几天没什么事情发生吧 在天邪还没说完之时 肖臣便打断对方问道 此话一出 瞬间让天行剑等人的面色 变得极为凝重 魔主大人 这几天确实是出大事了 并且是危急大路 说着天邪和天行剑等人 你一句我一句的 很快就将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 都一五一十的跟肖臣讲了一下 这让肖臣眉头忍不住皱了起来 苍蓝浩劫 肖臣也没有想到 剩下的神祥者竟然这么干脆 直接调动背后所掌控的势力 在苍蓝界各大狱掀起了浩劫 这一帮人还真的是疯狂 再利用不灭魂灯 吞噬炼化了君傲的残魂后 肖臣也知道了更多的事情 其中就包括神将者的目的 还有神将者的由来和人数 只是没想到 这一行人竟然会这么快行动 让肖臣感受到极大的危机感 如果苍蓝界上空的天地阵法被迫 哪怕他手中有真神镜修为体验卡 恐怕也没有办法跟这一行人抗衡 毕竟 在域外虚空中 可是有超越真神镜的天神强者 甚至是更为恐怖的神王镜强者 除非他得到神木之主的传承 或者是拥有其他更强的底牌 兴许还能跟这些域外势力抗衡 否则 一旦天地阵法被迫 他终究是待宰羔羊 魔主大人 我们要主动出手吗 在肖臣念头转动之时 天邪话音低沉地问道 这几天 东狱各大境虽然有厮杀爆发 但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刻意避开他们 他们背后的势力 比如大荒宗 万宝商会 吞天蟒一族 都没有被卷入到这一场厮杀中 在覆遍荒谷军家和荒谷叶家后 便下达指令固守山门避开厮杀 但随着这场浩劫愈演愈烈 各大势力 终究都无法避免 迟早也是要跟这一帮杀红眼的家伙 碰撞在一起的 这倒是让他们难以抉择了 第464章 第五次随即回收 冰镜中的睡美人 听到天邪的话语 萧陈的眉头皱起 在此时也陷入到沉思中 这几天 东狱掀起了浩劫 却刻意避开他们 很显然 是东狱仅存的几位神将者 不想来招惹他们这一行人 这证明了对方很忌惮他们 如果能斩杀这些神想者 说不定能阻止事态发展 可若是贸然出手 也可能会一身骚 第一 系统随机回收功能已重置完毕 请问宿主是否进行新一次回收 就在萧陈思索 要不要主动出击之时 系统提示应冷不丁地响起 这让他露出一抹错愕之色 想不到在这一个关节点上 系统随机回收会重置完毕 也不知道这一次 能减回什么东西 如果能减回什么拟天宝卧 说不定又能多出一道底牌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陈看向天邪等人 话音低沉地吩咐道 暂且不动手 你们派人关注一下他们的动向 其他的 等我处理完一些事情后 再决定要不要猎杀这一群家伙 接下来 除了开启第五次随机回收 他还想再闯一次神木古墟 如果可以得到神木之主的传承 他说不定能借此机会 冲击真神境 甚至是得到某种恐怖的大杀器 这些都会让他更有底气 去面对域外的势力 天邪等人 文言没有说什么 唯有梁冰的脸上露出担忧 现在苍蓝界发生浩劫 忠狱必定也无可避免 不知道如今的深渊世界 究竟怎么样了 毕竟 他可是恶魔女王 在深渊世界中 有他的子民 你在担心忠狱那边 在梁冰面露担忧之时 萧陈也注意到这细节 当即柔声安慰一句道 等这边的事情处理完 我们陪你走一趟忠狱 这一句话 让梁冰身子微微一颤 神情也变得激动起来 如果萧陈带人陪他到忠狱 那往日恶魔族所受到的屈辱 将会从他手上被一一洗刷 甚至是他那一位陨落的父亲 也能凭借本命之物复活过来 说完 萧陈也没有在高空上逗留 便降落在下方一处山林内 看到酒吧股东 是我这位学长 小五学妹上来就要 和我举杯对明月 说红酒 没有香精勾兑 没法喝过瘾 他好懂啊 警戒四周 注意有突发情况 在落入地面后 萧陈话音明重地 对着柳若仙和天邪等人说道 这一番话 倒是让江丽和穆轩一等人 感到一头雾水 都有些不明白 萧陈这事要他们警戒什么 难不成 这附近有半神静强者 夫君 难道你又能动用 那个特殊的传送天赋了 在众人感到迷惑之时 柳若仙像是想到什么 当即有些意外地问道 满打满算的 今日距离上一次萧陈捡到他 已经过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间点他可不会忘记 嗯 这次不仅能再次动用 并且随着我修为的提升 我所能回收物品的范围 也要远远地超过上一次 萧陈文言也没有隐瞒 当即话音凝重地说道 这两句话 让柳若仙和梁冰等人面色一变 上一次 萧陈是回收了天元神玄境 距离东狱可是有数亿万里 当时萧陈对他们提及过 回收范围是整个苍蓝界 这一次 回收范围还要远超上一次 难不成还能回收域外之物 你们想得不错 这一次 我确实能回收域外之物 但会回收什么东西回来 我也没有办法确定 看着柳若仙等人一脸震撼 萧陈话音有些低沉地说道 说完 萧陈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便对系统下达回收指令 叮 恭喜宿主使用每月随机回收功能 正在为宿主传回此次的回收物品 随着系统提示音的响起 一阵白光弥漫整个山林 萧陈前方的虚空骤然扭曲 一颗不规则的巨大蓝宝石 也凭空出现在萧陈的前方 令人心悸的恐怖威压 煞事间弥漫整个山林 让沐玄一和江丽等人 一个个神情都为之巨变 神经器械 这绝对是神经器械 眼前出现的这一颗蓝宝石 绝对是来自于神域的物品 天蝎更是被吓得 差点大叫起来 妈爷 魔主大人竟然回收到一件神物 这在苍蓝界内 可是天地不容 会引发天遣轰杀的禁忌之物 不过好在 在系统的封锁屏蔽下 这方天地并没有反应 你们看 这一颗蓝宝石里面 似乎封印着一个人 还没等众人震惊多久 当众人看到蓝宝石的内部后 瞳孔在此时 忍不住收缩一下 这一颗巨大的金石 通体都有神性气息 很有可能是神域中的神源 或者是神经 而能被封印在神源和神经中的 此人必定是神域中的神境强者 如果对方已经死了 绝对是天大的机缘 可若是对方还活着的话 很有可能会是一场灾难 一尊神 如果在苍蓝界内完全复苏的话 这一方天地 说不定会被轻易地毁灭掉 又是一个女人 在沐悬一等人感到毛骨悚然之时 肖尘看清蓝宝石的内部 神情在这一刻微微一愣 这系统牛啊 之前是回收女王女帝 现在业绩能力上去了 连玉外女神都搞来了 一个月一个 再这样下去 她吃得消吗 在嘴角忍不住抽搐一下后 肖尘也懒得去吐槽系统了 当即仔细打量起对方 在这个足足有一人多高的蓝宝石内 一位银发女子闭着双眼 精致的五官宛弱艺术品 但神情却显得极为痛苦 而对方的身上 全都被鲜血染红了 甚至还形成血精体附着在对方的身上 看起来倒是十分惨烈 不知道对方是什么级别的神境强者 肖尘没有被对方的神言迷住 第一时间最为在意的 是这女子的修为境界 如果对方的修为境界足够牛逼的话 或许可以成为她接下来的一条大腿 随着念头的落下 肖尘当即动用系统鉴定功能 对方的基础信息也浮现出 波若西 苍蓝界滨海神宫的公主 修为曾达到神军境巅峰 生性有一些孤僻冷傲 但骨子里却重情重义 13836年前 因为得到滨海界神珠 想趁此机会冲击神帝 不要在闭关之时 被滨海神宫副公主 联合外人强攻破关 导致最终闭关突破失败 并且深受反噬 之后以一己之力 重创七大神军 自身遭到近乎致命的重创 只能以秘法逃离滨海神宫 以水源宾夕之法 让神魂陷入沉睡 以此来恢复自身受到的所有伤势 波若西形象图 作者自己做的 原形是哪个国脉女主 相信大家都能猜到 嘿嘿 喜欢的记得支持一下 第465章 哪怕神帝也挡不住 系统之妖牛逼的吗 波若西 神军境巅峰 看完眼前浮现的一条条信息 萧尘脸上露出一抹振奋之色 看到对方的第一眼 萧尘认为 对方最多也就神王境 毕竟神军神帝 距离他太遥远了 可没想到 眼前这一位重伤的白发睡美人 修为竟达到恐怖的神军境巅峰 如果能治好对方的伤 让对方从沉睡中复苏 并且将其忽悠留在身边的话 接下来的局面可就简单多了 唯 萧尘 他 他好像还活着 在萧尘心生振奋之时 将力仔细感知一下对方 神情有些惊悚的开口道 虽然眼前这个银发女子 乍看之下 很像一具尸体 但她还是感知到 在对方的身体内 有着微弱的生机 如果对方突然复苏过来 会发生什么 简直不敢想 活着才好 这样才能收尾己用 萧尘文言依旧满脸兴奋 有些满不在乎的回应道 而这看似随意的一句话 却把江丽等人都吓到了 你该不会是 想趁着这家伙重伤昏迷 才不对方吧 在深吸一口气后 江丽话音颤抖道 这一句话说出来后 险些没把萧尘噎死 当即有些美好气的转过身来 本公子看起来像是那种 会趁人之危的出什么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谁知道在萧尘说完后 江丽竟然煞有其事地点了点头道 这让萧尘的嘴角忍不住抽搐起来 不过她也懒得跟江丽计较 只能日后找机会教训对方 在心中记下小本门后 萧尘直接走向波若西 身形停在这颗蓝宝石的前面 这让江丽和穆轩衣等人都无比紧张 生怕萧尘不小心惊动沉睡的波若西 这一层金石 竟然是她用秘法凝聚出来的神经守护结界 轻轻触碰这颗巨大的蓝宝石 萧尘脸上忍不住露出一抹惊叹 当然还有一种难以掩盖的心境 能有如此高密度能量的晶体 若是抠下来一小块引爆的话 其威力足以摧毁整个苍蓝剑 这完全没有半点夸张的成分 毕竟 这可是一位神军镜巅峰强者 以修为凝聚出来的守护晶体 其中蕴含的能量是何等恐怖 系统 检测一下 修复她的伤势需要多少积分 在惊叹这惊实的恐怖后 萧尘当即对系统询问道 叮 想要完全修复好波若西的伤势 需要消耗897亿点积分 听到萧尘的话语 系统机械士回道 饶势萧尘在心里早有准备 此时还是被系统吓了一跳 将近900亿 这未免也太吓人了吧 深吸一口气 稳定一下心神 萧尘脸上泛起了一抹郁闷 将近900亿的积分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她现在也才只有700多一点积分 想要修复波若西的伤势 还差了点 系统 你的好感度契约 对神君也有效吗 在心念转动间 萧尘有些不放心地询问道 神君 这可是能轻松毁灭一方世界的恐怖存在 神魂的力量 更是浩瀚到远超常人的想象 虽然系统也很牛逼 但萧尘不知道极限 内心还是有些忐忑 定 好感度契约增幅好感 可以无视修为境界 还请宿主尽管放心 听到系统这一句话 萧尘神情微微一愣 竟然能无视修为境界 这岂不就是说 哪怕神帝也挡不住 系统这要牛逼的吗 相经对酒 战力持久 趁着我有点上头 小五学妹竟然想让我投资入股她 让她也当老板 事后给我介绍她姐 这 夫君 你打算怎么处理她 在萧尘内心忍不住震撼之时 柳若仙靠近过来后 话音凝重地询问道 纵使波若西现在陷入深程度的沉睡 但身上所散发出的神性气息 还是让她们感到本能的站立 以我现在的能力 想要让她复苏过来 得付出极大的代价 接下来还是看情况定了 在沉引一下后 萧尘挥手间将波若西收入到天元神玄境 紧接着又将那一面镜子收入到系统空间 这样一来 就可以很有效地隔绝对方身上的神性气息 不过 到底要不要复苏波若西 还是要看看今后的局面 如果她能获得神木之主的传承 暂时没有遇到难以应对的危机 积分点就先用来提升自身实力 看到萧尘随手将波若西收了起来 江丽和柳若仙等人不免有些担忧 这可是一尊神境强者 若是处理不好的话 跟自杀没什么区别 哎 你把她收到尽忠事件 该不会是想 用对付本后的手段来对付她吧 在念头落下之时 江丽突然间问道 这让萧尘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本公子有那么傻吗 先前对付江丽 他能威逼利诱 那是建立在他有一定的能力 随时可以反制对方的情况下 他才敢那么的肆无忌惮 而波若西可是货真价实的神境强者 并且还是神境中极为恐怖的神君 如此存在 瞪他一眼都能秒杀他 如果想要威逼利诱的话 那跟找死没有什么区别 接下来 你要回北域吗 白了江丽一眼后 萧尘想到了什么 话音一转询问道 江丽可是被人给封印的 在北域中还有众多仇敌 如果对方急着回北域复仇的话 接下来 他们就只能兵分两路了 仇都已经报了 暂时不回去了 江丽文言有些无所谓的说道 这一句话 倒是把萧尘搞猛了 仇已经报了 看到萧尘有些疑惑 天蝎连忙解释一番 原来 在萧尘闭关的这几天 江丽不知道是不是醋意大发 脑子一热 就拉着沐悬衣前往北域复仇 当然被强迫的 还有云罗生和天蝎等人 在一位半神敬强者的带领下 加上还有好几位帝君敬强者 并且都是八九重敬的 北域内除了有神将者的古族势力之外 其他的势力根本挡不住他们一行人 其中就包括对江丽出手的几个势力 所以 在江丽的带队下 以神玄道宫为首的几大势力 在短短两天内 就惨遭覆灭 这让北域众多势力 都为之骇然 而江丽等人 在覆灭完神玄道宫等势力后 也没在北域多坐停留 便利用地级空间阵盘 一路传送回了幻星城 听到天蝎讲述完所有事情 萧辰在此时也忍不住一愣 目光有些古怪地看着江丽 显然没想到 这一位北域魔后的性子会这么急 趁着他在跟柳若仙等人练功 就带人跑到北域 把仇给报了 下次 还是不要这么莽撞了 在内心感到惊异中 萧辰有些无奈地道 虽然江丽现在是半神境强者 但万事难保 不会有什么意外 若是他没在身边 出意外就麻烦了 江丽闻言微微一正 紧接着嘴角扬起一抹细微的弧度 这个渣男 是在担心他会出事吗 还算这家伙有点良心 第466章 姐姐 那个女人好奇怪 跟我们长得好像 接下来 在简单交代一番后 萧辰便回到厢房内 准备再闯一下神木古墟 这让江丽和沐玄一感到有些郁闷 他们还准备 等下找机会 支开柳若仙等人 让萧辰见识一下他们的魅力 没想到这家伙 又有事情倒过 无奈之下 江丽只能在互相调侃中 跟柳若仙等人闲聊起来 讲一些有关于沐玄一 变成小吞天蟒的囧事 当然 这也不是为了嘲笑沐玄一 而是为了让柳若仙等人 熟悉这一位吞天蟒一族的女帝 方便沐玄一能融入这个姐妹团 不知道这一次 我能否得到那一座混沌石碑的认可 在沐玄一等人 互相打拒之时 萧辰进入厢房内后 便召唤出神墓古须密钥 开启时空通道进入其中 依旧还是那一片荒凉的古墓星空 在他进入后 三千孤坟都爆发出耀眼光芒 无比渴望萧辰能够选择他们 不过 萧辰却对三千座孤坟视若无睹 只是朝着星空深处的混沌石碑进发 与此同时 柳若仙等人所处的厢房内 盘坐在大荒链神顶中的彩烟彩蝶 在这一刻都同时睁开紧闭的双眼 两股无比可怕的气息 从大荒链神顶内爆发 这让房内众人眼神一宁 目光都齐刷刷地看过去 彩烟和彩蝶要突破到至尊境吗 感受到两道修为气息的爆发 柳若仙和梁冰等人眼神一宁 脸上也都露出一抹欣喜之色 这几天 俩人一直在闭关 倒是让他们有点不习惯 如今这俩人出关 他们在拿捏萧辰某些方面上 又可以多出来两位主力军了 这血脉气息 一旁的沐悬依 感受到这两股气息 身子也忍不住一颤 这血脉气息 虽说本质还是有些不同 但跟它确实是极为相似 绝对是从它这里衍生出去的吞天蟒血脉 嗡 下一刻 伴随着大荒链神顶的顶盖被打开 两道绝美的身影也出现在厢房内 哇 大家都在啊 看到眼前这一帮熟悉的身影 彩蝶这个古灵精怪的丫头 当即有些兴奋地打个招呼 紧接着目光在厢房内一扫而过 姐夫呢 在内心过于激动中 彩蝶下意识喊出这个称呼 这让一旁的彩烟嘴角一抽 不过 他在此时也懒得计较 跟柳若仙等人点了点头后 目光便在厢房内搜寻起来 虽然这一次闭关 只是过去了几天 但俩人却感觉到很漫长 闭关出来 第一也没有看到萧尘 让他们感觉心痒痒的 毕竟 等下渡过至尊敬雷结后 他们还指望萧尘这家伙 来帮他们巩固一下修为呢 随着目光在厢房内扫过 萧尘的身影并没有看到 反倒是看到一张很特别的面孔 当彩烟和彩蝶 这两姐妹 跟木悬一对视在一起时 三人在这一刻都愣住了 像 太像了 几乎在一瞬间 不论是彩烟和彩蝶 或者是木悬一心中 都冒出这一个念头 你是 在迟一下后 彩烟率先开口 不过还默等他将话语说完 幻星成上空 便响起轰鸣声 天地契机也锁定在他们两姐妹身上 先去渡劫吧 夫君正好去闭关了 而这一位 跟你们颇有渊源 不过一时半会说不清 一切事情 等度过天劫后再说了 感受到天地雷劫 再凝聚 柳若先话音温婉地说道 让彩烟的眼神微微一宁 当即意识到 在他们闭关的这一段时间 一定是 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随着这个念头的落下 彩烟也没有在房内逗留 便拉着彩蝶 消失在房内 造念 投资入股的事情 才谈了一半 江丽大姐 就闯进来逮个正招 知道我竟然入股员工 她说 必须给个交代 我 姐姐 那个女人好奇怪 跟我们长得好像 难道是蛇人族哪一代 还没有陨落的美杜莎女王 出了相防 彩蝶在虚空中 对着彩烟询问道 看到沐悬一的第一眼 她内心竟然有种 无比亲切的感觉 就像是小孩子看到 自家娘亲一般 这种感觉 让她感到有些 陌生和迷茫 应该不是 她身上有十分纯正的 吞天莽血脉气息 这可不是历代美杜莎女王 所能拥有的 听到彩蝶的话语 彩烟摇了摇头道 目光忍不住闪烁起来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她应该是一头 血统纯正的九彩吞天莽 并且很有可能就是 吞天莽一族的女帝 甚至跟我们还有血脉关系 不会有错的 那一种锐利的眼神 和那种上位者气息 只有身为一方王者 久而久之才会拥有 什么 听到彩烟的话语 彩蝶被吓了一跳 是不是吞天莽一族的女帝 她倒是不在意 可若是这个白发女人 跟她们有血脉关系 那岂不是就是 她们的娘亲 不对 应该是奶奶 或者是祖奶奶 阿脸脸 只是B个关出来 就多了一位亲人 这让彩蝶的小脑袋瓜 快要爆炸了 先渡劫吧 一切事情 自会明朗 看到彩蝶这副模样 彩烟只是淡淡一笑 目光却是忍不住闪烁起来 如果这位白发女子 真的跟她们有渊源 甚至是她们的亲人 那美度沙一脉 必定有非同寻常的来历 想起族内 有关于美度沙一脉的由来 彩烟此时 在内心也有了一定的猜测 在俩人交流间 苍穹上的雷云 已经汇聚成形 甚至因为 两姐妹是一同度劫 雷云中竟然浮现出一抹紫色 虽然那种紫色 没有萧尘度劫时 那么纯粹和幽深 但也足以证明 这次是紫集雷结 这让彩烟和彩蝶面色一变 就连从房内出来的柳若仙等人 神情在这一刻 都变得凝重无比 紫集天结 这可是十分考验 渡截者的根基底蕴 和承受能力 不过 彩烟和彩蝶 血脉天资 早就被萧尘提升到 帝君级极品 甚至还经常进行 深程度的互补修炼 经历过几十次的 先天道体圣液洗礼 俩人的修为根基 被打磨得十分完美 如今 想度过紫集天结 应该不成问题 想到这里 柳若仙等人都稍微放心了一点 只是在雷云覆盖边缘 为其护法 避免一些不长眼的家伙 趁此机会过来掠夺机缘 而端木学颖和柳韩飞等人 一个个都感受到了紧迫感 现在彩烟和彩蝶 都突破道致尊敬 他们竟然连圣王敬都还没有突破 都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若是不赶紧抓紧时间修炼 只怕以后会更加拖后腿了 在念头落下之时 端木学颖等人跟柳若仙 简单交涉一下 便一同闭关准备突破到圣王境 就连洛幽怜和燕灵姬等人 也受到刺激 一个个也选择去闭关修炼提升修位了 第467章 老娘堂堂一位魔后 身上哪一处没有料 五百丈 神木骨虚内 看着五百丈外的混沌石碑 还有感觉浑身清惊暴跳 身体和神魂已经达到极限 萧尘脸上露出一抹失望 本以为这一次突破到帝君五重境 他应该可以获得混沌石碑的传承 没想到只能进入到五百丈的边缘 前方的威压已经不是他所能承受的 倘若他再踏入一步的话 肉身和灵魂会当场炸开 虽然萧尘有复活能力 但也没法再继续前进 帝君五重境只能达到五百丈范围 如此说来的话 想要接触这一块混沌石碑 修为最起码要达到帝君九重境 甚至是半神境 在简单估算一下后 萧尘内心有了答案 也没有在神木骨虚内逗留 心念一动出现在箱房里面 咦 人呢 从神木骨虚内出来后 看着箱房内空空如也 萧尘的脸上露出疑惑 不过很快 随着他魂念朝着周围蔓延 一切情况也随之映入脑海 彩烟和彩蝶出关了 感受到幻星城上空的动静 萧尘的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这比他预料的还要快上一些 倒是给了他一个惊喜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的身形微微一晃 出现在幻星城的高空 夫君 看到萧尘的出现 柳若仙等人面色一喜 同时也感到有些意外 他们还以为萧尘会闭关好几天呢 没想到才短短两个时辰就出关了 学影他们呢 扫了柳若仙等人一眼 发现只有几个人在这 萧尘有些疑惑地问道 他们觉得修为有些跟不上 都进入魔龙车碾中闭关了 听到萧尘的询问 柳若仙笑着回道 这让萧尘感到有些意外 不过也没办法 采烟和采蝶本身就有上古一种的血脉 加上这次还得到灵妖女帝的血脉精华 还有她时不时就给俩女补充一下营养 俩人修为会提升这么快 也很正常 或许今后 可以让他们进入神木古墟中 融合那些孤焚传承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的目光闪烁 虽说融合三千孤焚的传承 会让自身的成长受到限制 只能达到孤焚之主的高度 但那是基于常规条件下 如果她以后能获得神木之主的传承 在配合系统堪称变态般的升级能力 没准可以帮众人打破这种传承限制 两种外挂综合之下 她身边的女人和亲信 绝对可以在短时间内都成长为一位位真神 甚至是更高的天神或者是神王 哎 你干嘛盯着她笑得这么邪了 就在萧尘心念转动 嘴角微微扬起之时 江丽的话音突然响起 这让萧尘忍不住一愣 此时才发现 穆璇一就处在她的前方 本公子喜欢 这你也要管 萧尘嘴角微微一扬 毫不示弱地开口道 这一句话 顿时让江丽和穆璇一微微一愣 喜欢 如此直白毫不掩饰 难不成 对方刚才已经在内心幻想 穆璇一和自己的两位夫人 一起服侍对方的各种场面了 呸 果然是渣男 江丽闻言忍不住脆了一口 满脸鄙视地看了萧尘一眼 老娘堂堂一位魔后 身上哪一处没有料 这家伙不盯着 非要去盯着一条小赖皮蛇 这就是男人的猎奇心理吗 总喜欢跨越种族冲锋 能满足某些嗜好是吧 可退 看到江丽突然一脸不爽 萧尘在此时也很郁闷 她感觉这一位魔后 绝对是惊气混乱了 不然不会一天到晚都想跟她对着干 在几人交谈间 上空的彩岩和彩蝶 在此时也肚结完毕 伴随着两股修为气息冲天爆发 两姐妹的修为波动 都停在至尊四重镜 这让柳若仙和穆璇一等人都为之动容 一突破 就连破四个小境界 并且还是在至尊镜 在场这么多人中 除了萧尘这个妖孽以外 其他人都没有这种成就 为了不能厚此薄笔 我只能同时投资入股江丽大姐 这一次更是砸进去大量资金 差点没把江丽大姐高兴坏了 夫君 姐夫 还没完全稳定修为 看到眼前的萧尘后 彩烟和彩蝶脸上都露出一抹狂喜 随即变化为流光 朝萧尘扑了过去 下一刻 在众人的注视下 这一对双胞胎姐妹花 一个冷艳无比 一个俏皮古怪 都一同扑进萧尘的怀抱中 软玉怀中 沉甸甸的分量 让他感受到极大的压迫感 让萧尘有种想吹想号角 进行冲锋的冲动 不过在众目睽睽下 他也不好意思反抗 都看着呢 先矜持点 感受到怀中焦躯温度上升 一个个眼中都有春波荡漾 是什么意思 已经不言而喻 萧尘连忙干咳一声道 这一句话的落下 顿时让彩烟和彩蝶都清醒了一点 一个个白了萧尘一眼 才脱离怀抱 那种眼神 分明是在说 等下若不好好的 帮他们巩固修为 以后就别想让他们耍什么花样了 夫君 这一位是 从萧尘怀中脱离后 彩烟神情恢复高雅 目光看向了慕悬一 她叫慕悬一 是天芒山脉吞天芒一族的现任女帝 同时也是蛇人族美渡沙一脉的制造者 听到彩烟的话语后 萧尘当即长话短说 简单介绍一下慕悬一的身份后 也将对方跟蛇人族之间的渊源 一五一十的跟彩烟和彩蝶说了 是她缔造了蛇人族一代的美渡沙女王 听到萧尘讲完这些事情后 彩烟和彩蝶都当场惊呆了 第一代美渡沙女王的事情 他们身为后人都治根治底 本以为那一位刺下吞天芒血脉 缔造出蛇人族美渡沙一脉的强者 应该不在世上了 没想到时隔几千年 对方不仅活得好好的 还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这种来自心灵上的冲击 简直无与伦比 在彩烟和彩蝶看着慕悬一之时 后者在此时也显得有一些紧张 对于她来说 眼前这一对双胞胎姐妹花 就是一种另类的血脉延续 他们都有着近乎相同的血脉 此时说是亲人也丝毫不为过 彩烟见过悬一老祖 在沉默一下后 彩烟最先回过神来 当即拉了一下彩蝶 对着慕悬一行礼道 如果没有这一位存在 蛇人族就不会有美渡沙姨脉 自然也不会有他们这两姐妹 所以于情与礼 他们都应该尊称慕悬一一生老祖 啊 彩蝶见过悬一老祖 被自家姐姐拉了一下后 彩蝶在此时也回过神来 连忙对着慕悬一行礼道 虽然她感觉有点猛 但既然姐姐认了 她跟着喊便是了 你们不用称呼 我为老祖 在彩烟和彩蝶刚喊完之时 慕悬一连忙摆了白手 让两姐妹觉得有点猛 还以为是哪里唐突了 都一脸疑惑地抬起头 第468章 这一趟到中狱 还有几日入城 我们就进行几日的交流如何 哥哥哥 你们这位老祖 现在还是厨子呢 未经人士被人这么称呼 这对他来说的是多唐突 所以你们还是称呼他为姐姐吧 在彩烟和彩蝶感到疑惑之时 一旁的江丽轻笑一声开口道 只是那种腔调 在配上这番话 让人难免有些浮想连篇 姐姐 而彩烟也是聪明人 看了看眼慕悬一 又看了看眼萧尘 他在此时也像是意识到什么 脸上忍不住露出古怪的神色 难不成 眼前这一位悬一老祖 对萧尘也有那种意思 好家伙 他才闭关了几天而已 突然间冒出一位血脉源头老祖也就算了 没想到这一位老祖竟然还盯上他的男人 这是不是太刺激了 被彩烟和彩蝶这么盯着 饶失慕悬一活了几千年 修为更是达到帝君九重镜 此时难免还是有些尴尬 毕竟两姐妹的身份摆在这里 并且长得跟他也是极为相似 种种因素影响下 他想要做到心静如水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姐姐 我怀疑这一位老祖 是想跟我们抢男人 在气氛显得有些尴尬时 彩蝶对着彩烟传音一句 这让后者嘴角微微一抽 就这还用怀疑 放着辈分更大的老祖称号不让叫 还主动放低姿态 要和他们做姐妹 这不是明摆着要和他们抢男人吗 不过彩烟也没有摆谱和不给面子 当即便顺应对方的意思改了称呼 和彩蝶一起称呼沐悬一为悬一姐 根据蛇人族的记载 这一位赐与蛇人族机缘的吞天芒女帝 跟他们美毒沙一脉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只是以一滴精血 令得第一任美毒沙女王的血脉品质 发生蜕变而已 所以 从某些方面来看 他们也不是沐悬一的后代 只有种族血脉传承的渊源 若不然的话 只怕她内心也会有隔阂 我们到下面说话吧 在几人互相认识后 萧尘淡笑着开口道 一行人再来到万宝商会内后 柳若仙和梁冰等人 也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都跟彩烟和彩蝶讲了一遍 得知在 他们闭关这一段时间 外界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彩烟和彩蝶都被深深震撼到了 平黑暗禁区 解救云罗生 覆灭荒谷军家和荒谷叶家 这其中 不论哪一件事情 都足以打破他们的认知 更恐怖的是 如今的萧尘不仅能爆发出半神境战力 修为还突破到帝军五重境 这让彩烟和彩蝶有些受打击 本以为这一次出关 他们两姐妹的修为应该能追上萧尘了 没想到还被拉了一个大境界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夫君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知晓如今整个苍蓝界都不平静 各大狱的势力甚至在互相厮杀 彩烟话音凝重地询问道 虽然这一场浩劫 还没波及到他们 但以如今的情形来看 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这一下倒是棘手了 接下来 我准备去中域猎杀神降者 听到彩烟的话语后 萧尘话音森然地道 这让众人神情一领 梁冰的身子更是微微一颤 很显然 萧尘之所以会选择去中域 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 若不然的话 萧尘想要猎杀神降者 也会在东域这边猎杀 何必大老远跑到中域 这一刻 饶视梁冰身为恶魔女王 此时也忍不住想化身成为魅魔 里里外外地奖励萧尘好几十次 接下来 在有了打算后 萧尘也是干脆利落 当即通知了云罗生和天行剑等人 不过这一次 萧尘并未带上柳擎天和万宝商会的人 只是让他们帮忙关注一下东域的局面 还有照看一下东荒那边 有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 而罗浩这一位帝皇 因为大罗帝朝的疆土受到波及 他必须坐镇朝中 稳住整体局面 所以这几人没办法一起去中域 只能留下来 跟万宝商会互相有个照应 倒是古璇这一位老顽固 得知沐璇一要前往中域 便带着沐威和尼罕几位长老赶了过来 准备和萧尘一行人一同前往中域狩猎 经过一番筹备后 几人便准备上路 不过萧尘还是留了几个心眼 将两块空间阵盘提升到半神级 一块留在了万宝商会这边 一块让人送到吞天蟒族内 如果有什么突然情况发生的话 只需要短短片刻间 他们一行人便能激活空间阵盘 强行横渡虚空归来 遗憾的是 他现在没有中域那边的空间坐标 只能从东域横跨数亿万里飞过去 哪怕双头魔龙车脸被提升到半神级 双头魔龙魁也成功踏入帝君境层次 他们想要抵达中域 起码也要好几天 完事后 小五学妹看我这么给力 说想拉他姐姐入伙 让我改天能见一见 他姐姐阿里也很勤劳能干的 这不好吧 夫君 既然想要抵达中域 还需要好几日 这一段时间 我们是不是得做点 啥 随着双头魔龙车脸 冲出幻星城 朝着中域的方向急速前进 采烟有些意味深长地说道 说完 他还忍不住舔了一下嘴唇 露出一种魅惑至极的模样 让不远处的沐悬衣看到后 脸上忍不住露出错愕之色 显然没想到 这一位看着跟他一样 是冷艳型的吞天马 血脉厚意 竟然也会有如此妩媚的一面 难不成 是对方压制不住体内的蛇欲 可 不知夫人想干嘛 听到采烟这一句话 萧尘明知顾问的道 说话间 还扫了沐悬衣和江丽一眼 让俩人都连忙挪开了目光 很简单 这一趟到中域还有几日路程 我们就进行几日的交流如何 听到萧尘的话语 采烟手指从脸颊划到红唇 说话间又从红唇划到脖梗 甚至是脖梗下的曼妙之地 那种诱人的模样 足以让任何男人 看得都为之疯狂 啊 姐姐你好骚啊 一旁的彩蝶看到这一幕后 在这一刻忍不住大叫起来 不过话音并没有多少鄙视 反而透露着一种 兴奋和崇拜的情绪 这一种又冷又郁 又骄又骚的样子 她曾经也试着模仿过 但就是没有那样味道 采烟这种姿态 简直男女通杀 让她这一位妹妹羡慕不已 哪怕是萧尘 对眼前这个女人 已经是知根知底 此时还是被采烟这种姿态给聊到了 体内血气轰然暴走 这一刻直接不装了 大胆妖念 莫要以为 你修为突破一个大境界 就可以在本公子的面前卖弄姿态 今日我就让你知道 萧某这一杆雷火霸王枪 可不是谁都能接得下的 被采烟激怒后 萧尘对着这个妖女冷喝一声后 大手一挥便将其镇压拖入房内 当然城门失火 不免殃及吃鱼 彩蝶和柳若仙还有良兵 在这一刻也是惨遭牵连 这一幕 看到沐悬一一愣又一愣的 只能将目光落在江丽身上 淡定 这个你以后待久了 就知道是很正常的 没看出来 你那一位有血脉羁绊的后背 这是在叫你 该怎么样展现蛇妖的魅力 看到沐悬一一脸震惊 江丽翻了个白眼说道 这一番话 让沐悬一如遭雷劈 一种前所未有的羞耻感 突然从身下窜到了头顶 第469章 忠欲三大族的厮杀 苍蓝界 忠欲 尽管忠欲的占地面积 只有东欲的一半不到 但这里的天地灵气浓度 却比东欲还要强一点 而这一片地狱 人族和妖族并不是主宰 反倒是天使族和圣神族 主宰着这一片地狱 当然 在多年以前 还有恶魔族能与之抗衡 但自从天使族和圣神族结盟 加上两者的底蕴都突飞猛进 恶魔族就被打入深渊世界内 若不是深渊之主牺牲自己 封印进入深渊世界的入口 只怕 现在就是两族独大了 而这一次 随着幽玄降临深渊世界后 恶魔族的局面迎来了逆转 沉睡得恶魔君王纷纷复苏 沉风的恶魔血池发生蜕变 恶魔族在杀出深渊世界后 竟然在短短两天内 就占到一些上风 这还得得以高等恶魔的天赋 可以将其他种族的生灵魔化 所以 在杀出深渊世界以后 忠欲内有不少人族和妖族 让低等魔物军团不断扩张 从而快速地占据更多地狱 这便是恶魔族的恐怖 面对恶魔族的反扑 天使族和圣神族都是以防守为主 从深渊世界入口 被逼到忠欲腹底 厮杀已经让这片大地染成了暗红色 无数人族和妖族在这场厮杀中陨落 这些人 都是信仰天使族和圣神族的教徒 但在这一刻都被两大族给抛弃了 这让忠欲上空凝聚着滔天的怨气 更可笑的是 此时三大族之间的厮杀 还没有帝君净强者出手 只是至尊净强者参与 就让半个忠欲燃血了 可想而知 这种厮杀是有多惨烈了 吾王 恶魔一族的主力军 已经进入忠欲腹底 我们是不是该出手了 在忠欲陷入惨烈厮杀中 一座巨型天体宛若天宫一般 漂浮在忠欲万丈高空上面 而在这一座巨型天体上 几道身影目光冰冷的俯视大地 在他们的背后都长有一对翅膀 这一行人 正是天族一族的高层们 天公王和各大帝君长老 暂且不及 等待神子和老天使王降临 若不然面对那一位恶魔族的魔子 单凭我们这些人可还挡不住对方 听到那一位天使的话语 天公王话译当即睁开双眼 身为下界天使族的王 对于神域中的事情 也是知晓一点点的 这一次 众多神将者的降临 也是他们的大机缘 如果能帮助自己一族的神将者 找到神殿并博得传承 甚至是破开天地大阵 他们这些帝君尽强者 都有机会摆脱这一片天地的束缚 踏入神域成为更恐怖的神尽强者 所以 在他们才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各大神降者的命令 直接在大陆上掀起厮杀 几乎在话译 话音刚落下之时 巨型天体上的空间骤然破碎 两道身影在此时也随之浮现 这赫然是天使一族的神将者话音 还有天使族仅存的半神强者花龙 随着这两人的降临 话音等人连忙行了一礼 目光都带上了一抹敬畏 圣神族的家伙还没到吗 目光扫了众人一眼 话音淡漠地询问道 随着厮杀的进行 他们也有些按捺不住了 虽说这一次厮杀是为了制造杀戮 削弱天地封印 但同时也是为了解决种族恩怨 天使族和圣神族跟恶魔族之间 在神域中也有根深蒂固的矛盾 所以话音跟圣神族的神将者合计一下后 便打算联手将恶魔族的神将者给淘汰了 而这里正是他们的约定地点 还没 来了 话语文言摇了摇头 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不过他话语还没说完 就像察觉到什么一般 猛地抬头看向了前方 哄 下一刻 伴随着轰鸣声的乍响 前方虚空突然间碎裂 一艘足足有千丈大小的行弓车脸 宛若虚空巨物一般浮现在虚空中 而在这一座行弓车脸上 站着一位位身高十丈 宛若太坦一般的身影 这正是圣神族 为首的那一道身影 正是圣神族的神子 圣灵 后面一位气息腐朽的老者 则是圣神族的半神老不死 圣龟风 还有另外一位是圣神族的族长 圣帝也 答应小五学妹的要求 来到公司就看到芸汐学姐 说我这老板当得不称职 若是不以身作罚 他就要去举报 我 来晚了一点 不过并不待 现在就按计划行事吧 在车脸行宫出现 跟话音一行人汇聚后 圣灵话音低沉地说道 这一次 为了能覆灭恶魔族 将幽玄这家伙淘汰 圣神族的高层基本都出动了 就连沉睡的半神都被拉了出来 可见 他们要覆灭恶魔族的决心 呵呵 两族联手 当真是好大的魄力 但你们以为这样子 就有能力可以覆灭恶魔一族 将本魔子从棋局中踢出去吗 在圣灵 话音刚落下不久 虚空中突然响起一阵圣人的话音 紧接着一个漩涡诡异的浮现出 在话音和圣灵等人目光看过去之时 一道道身影也浮现在万丈高空上面 恐怖的魔器玩若海啸一般 在这些人出现的同时 便朝着周围疯狂席卷 整片天地在短短片刻间化为一片漆黑 这让天使族和圣神族的强者脸色一变 幽玄 看到为首的那一道身影后 话音和圣灵简直不敢相信 显然没想到 在他们想要围杀幽玄之时 对方竟然会主动找上门来 难不成 这家伙掌握了某种底牌 既然你们想提前叫我踢出棋局 那就别怪本魔子对你们残忍了 看着眼前两大种族的强者 幽玄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在话音回荡的同时 幽玄没有任何犹豫 当即全力爆发修为 伴随着他手中结出一道硬诀 一座座石门浮现在他的身后 每一座都散发着恐怖的魔气 就好像是连接九幽炼狱一般 这是 深渊地狱魔门 看着眼前这一座座石门 话音等人 瞳孔微微一缩 深渊地狱魔门 不仅可以连接深渊世界深处 将一众恶魔强者 传送到眼前 甚至还可以召唤出 已死的恶魔族强者 将其变成邪灵 配合军团作战 并且是石门不被毁掉 邪灵就可以不断重生 其恐怖程度可想而知 而眼前在幽玄的身后 竟然矗立着四座深渊地狱魔门 很显然 这是由四位恶魔族半神 甘愿献祭自身所连铸造而成的 怪不得 恶魔族在数千年前 哪怕是被逼到绝境 都不见有半神老不死跑出来救场 原来是献祭自身 铸造成深渊地狱魔门 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了 第四百七十章 接下来 你们这一帮家伙 就都沦为魔奴吧 你果然有一手 看到从地狱魔门内 走出半神邪灵 还有后面乌泱泱一片的恶魔士兵 话音面色冰冷的低语道 接着双手截出一道硬绝 身后的天宫 突然爆发一阵轰鸣 一个巨大无比的池子 浮现出 波光零零间 一尊尊浑身闪烁着金属质感的身影 也十分诡异地 从池子里面浮现出 恐怖的威压 宛若风暴一般 煞世间便席卷这一片天地 兵种天池 天使一族上一代神将者 倾尽全族资源 打造的恐怖大杀器 可以将陨落得天使族人 投入天池里面 回炉重造 融入各种珍贵的炼器材料后 将其炼制成一尊尊杀戮兵器 这便是天使兵种 只是这些天使兵种 没有自主意识 唯有纯粹的战斗意识和杀戮欲望 并且只有神将者 才有资格能动用 所以这一口兵种天池 在近十二万年来 都处于尘封状态中 如今随着化音的降临 天使兵种才得以现实 同样在此时 在化音激活兵种天池之时 圣神族的神子圣灵 也召唤出众多石棺 随着这些石棺被剧里掀开 一尊尊身影 散发着恐怖气息 也随之出现在这一片天地间 这是圣神族的巨灵傀儡 乃是族内陨落的帝君强者 融入诸多材料所炼制出来的 平均每十尊帝师才能炼制出一具 但十二万年下来 积累的巨灵傀儡也很恐怖 粗略一看竟然有近三十尊 其中有两尊竟然还是半神级的 只是这些傀儡 每一次复苏激活都会很容易失控 唯有圣神族的神子 才能以秘法驾驭主 杀 看到天使族和圣神族 都祭出各自的底牌 幽玄的脸上没有任何慌张 反倒是露出一抹森然之色 随着这道充满杀意的话音 回荡在虚空中 不管是卡洛斯还是路易斯这些恶魔君主 或者是从深渊地狱魔门走出的恶魔邪灵 在嘶吼声中都冲向了天使族和圣神族 眼眸中完全看不到一丝畏惧 有的只是嗜血和残暴的寒光 如同这一群恶魔 此时已经失去了理智 变成嗜血的魔物一般 刹那之间 随着三大族在虚空中碰撞 轰鸣声瞬间震撤这片天地 毁灭性的风暴宛若末日降临一般 令得方圆万里虚空不断爆裂崩塌 三大族有不少的强者 几乎在碰撞的刹那 就被对方撕成碎片 血腥气息伴随着能量冲击 在短时间内席卷这片天地 那种恐怖的厮杀 用言语来形容都显得有些苍白 而在这种碰撞中 恶魔族在短短片刻间 还是被压制落入下风 甚至有不少恶魔君主受创 有的还被对方撕成了碎片 但对于这一切 幽玄脸上丝毫没有任何慌乱 反而涌现出难以遏制的兴奋 幽玄 不管你还有什么底牌 在我们两族的联手下 你被淘汰已经是定局 看着厮杀已经进入白热化 话音的身形出现在高空上 在话音回荡间轰然爆发修为 便施展神通朝幽玄镇压而下 甚至在他动手的那一刻 圣灵也一言不发地出现在高空上 同样施展神通对着幽玄镇压而下 两大神响者一同出手 威势简直是害人至极 被淘汰已是定局 幽玄闻言只是露出一抹森然的笑容 随后在狂笑中轰然爆发修为 恐怖的魔言宛若风暴般席卷 在他身后更是浮现出万丈魔影 魔威滔天 伴随着幽玄手持三叉戟挥舞而出 一道恐怖的神通迎向话音和圣灵 刹那之间 随着三人的交叉碰撞 整个战场被清理出一个真空地带 不少厮杀的强者被强行先飞出去 而面对两大神子的镇压 幽玄在此时也落入下风 甚至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在俩人的进攻中被动防守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幽玄脸上的笑容也变得愈发森然 这让话音和圣灵俩人都感到不安 敢挑衅老板 我反手给芸汐学姐补了一下公司规章制度 让他懂得什么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他立马就嘴软了 不要留手 速战速决 在心中愈发不安中 话音大声抱贺一句 纯粹的光明之力从他身上疯狂爆发 一尊看不清容貌的身影浮现在身后 接着便手握圣剑对着幽玄暴展而下 天使裁决 话音所掌握的神通中属于较为恐怖的一招 此时尽管没有光明神力加持 但以半神境的修为来催动 所爆发的威力也依旧恐怖 同样的在话音施展出这一招之时 圣灵在嘶吼中身体膨胀一圈 身后浮现出恐怖的万丈虚影 宛若一尊从远古而来的古神 在星河斗转的异象中 对着幽玄轰轰出了一拳 拳破惊天 这同样是圣灵掌握的一道必杀技 此时施展出来宛若古神灭世 那种威势足以让人肝胆欲炼 两大神子突然间全力出手 让在场众多强者面色巨变 这种威力别说是抹杀帝君九重镜 哪怕是半神尽强者 稍有不慎的话都会被当场秒杀 就等你们呢 看到话音和圣灵不留余力 幽玄当即当即放声狂笑 抬手间丢出一个光团 光团散发着滔天魔气 里面包裹着一团绿雾 看起来就像是被封印的毒 不好 看到眼前这一个光团 话音和圣灵面色巨变 但此时俩人想要收手已经为时已晚 轰隆 伴随着神通跟光团的碰撞 诡异的绿雾伴随着风暴冲击 如同海啸一般席卷方圆万里 在两大神子神通的助攻下 这毒雾瞬间横扫整个战场 大部分都落在周围其他强者的身上 而幽玄在这种冲击中 也是被当场轰飞出去 虽然口中喷出漆飞的魔血 胸前更是被轰得坍塌爆裂 这已然是受创不清的样子 但他脸上丝毫没有任何愤怒 反而一脸扭曲得的大笑起来 多亏你们两个 这毒才能扩散 接下来 你们这一帮家伙 就都沦为魔奴吧 听到幽玄这一番话 还有感受到 这些毒物在没入身体后 令他们的身体和真元 被不断被侵蚀 脑海中涌现出 嗜血残暴的杀戮念头 话音和圣灵俩人 瞳孔剧烈色缩 在这一刻 也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目光骇然的看向幽玄 这是 失心魔魂毒 不可能 这可是神级剧毒 为苍蓝界所不容 你是如何将毒物 带进苍蓝界的 在辨认出这毒物后 话音不禁大叫起来 失心魔魂毒 这是一种 十分可怕的神级毒物 中毒后会陷入蜂魔状态 神体和神魂 都会被严重污染 最终沦为行尸走肉般的尸魁 哪怕是天神静强者 一旦中毒太深的话 也没办法进化毒素 而这种毒物 品质已经达到了天神级 不可能在苍蓝界内出现 毕竟十八大神王 能在不触动 苍蓝界天地大阵的情况下 将他们的神魂送入此界 已经是极限 不可能再送进来 其他的辅助性宝物 更别说是能威胁到 天神静强者的可怕毒物 这家伙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其他神王没有察觉到吗 第471章 这一次 终究还是本魔子技高一筹 嘿嘿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这可是我族筹备多年的成果 如今终于能够拍得上用场了 看到话音和圣灵一脸骇然 幽玄露出一抹猖狂的笑容 在十二万年前 上一代神祥者以身设险 将一丝失心魔魂毒荣入残魂 在恶魔族神王的帮助之下 将这一丝独力带入苍蓝界内 而十二万年前 恶魔族上一代神将者 本想利用这一丝独力 奴隶天使族和圣神族的神将者 但奈何这一丝独力实在太弱了 为了能够瞒过各大神王 和苍蓝界的天地阵法 这一丝独力被削弱到神级以下 甚至还不足以对一位半神境强者 起到致命性的作用 于是 恶魔族上一代神将者 在征服深渊世界 统治恶魔族以后 便铸造一个万毒魔瓮 将这一丝独力养起来 并且留下失心魔魂毒的饲养方法 当然 这是简化了无数倍的低配版 但即如此 这一丝失心魔魂毒 经过十二万年的运养 已经成长到极为恐怖的程度 哪怕品质还没突破神级 可其中蕴含的恐怖毒素 足以让数以千计的帝君 因此走火入魔 化为失魁 这便是幽玄最大的底牌 也是他敢带恶魔族 前来找天使族和圣神族复仇的底气 如果能奴役天使族和圣神族 接下来一旦整合三族的力量 他甚至能进入其他大狱 将其他神将者一一淘汰 不愧是恶魔族 只会甩这些卑劣的阴招 听到幽玄得意的话语 化音的脸色变得猙獰 身上有纯白火焰爆发 但你想要用这种手段 奴役本神子 这只能说是一个笑话 在察觉到身上的失心魔魂毒 并不正宗厚 化音在怒吼中 疯狂爆发修为 光芒圣年不断在他身上燃烧 疯狂进化侵入体内的魔毒 伴随着思想声的响起 一缕缕诡异的黑雾 不断被他逼出体内 就连一旁的圣灵 也是在怒吼中 爆发出万丈金光 身上同样有诡异的黑雾被逼出 嘿 自以为是 真以为本魔子的主要目标 就只是你们两个蠢货不成 看到化音和圣灵俩人 在逼出体内的失心魔魂毒 幽玄化音冷冽地低喝一声 浑然不顾身体受到的伤势 手持三叉戟 便对俩人轰响 看到幽玄的攻击 化音和圣灵 也无法继续逼出毒素 只能在嘶吼中 施展神通进行反击 伴随着三人的再次碰撞 毁灭性的风暴 疯狂肆虐 而在周围 随着失心魔魂毒的扩散 众多强者已经纷纷中招 除了少数那几位半神镜的存在 其余的强者已经受到魔毒反噬 眼眸中都浮现出嗜血和暴力的寒光 脖梗上更是浮现出一道道诡异的纹路 众多帝君强者在嘶吼声中不断挣扎 还不等他们压制独立的发作 众多恶魔君主便嘶吼着降临 一道道神通轰沙二下 逼得对方不得不招架 也更进一步的加剧了魔毒的侵蚀 而那些天使兵种和聚灵失魁 本就是灵魂力较为薄弱的杀戮兵器 全靠话音和圣灵俩人在分心掌控着 此时俩人自顾不暇 更是被幽玄牵制住 这也导致了 众多天使兵种和聚灵失魁 在魔毒的侵蚀下瞬间失控 对周围的生灵展开无差别的攻击 如此变故 让眼前本就棘手的局面更是雪上加霜 不少天使族和圣神族的强者都被轰杀 有的在被重创后更是入魔轮为了傀儡 哪怕是天公王化义和天圣王圣地业 在这一刻也都出现魔化中毒的特征 他们虽然有帝君九重镜的修为 可还是扛不住这种魔毒的侵蚀 短短一刻中不到 战场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 原本占据优势的天使族和圣神族 在失心魔魂毒的侵蚀下不断倒戈 除了陨落和被分拾掉的 大部分天使族和圣神族的强者 此时已经被同化成一尊尊魔物 如此情况 让华英和圣灵俩人目自欲裂 对芸汐学姐的教育还没贯彻到底 就被美杜莎同学逮个正着 说我这老板不务正业 必须让我明白什么是茶楼补缺 撤 想办法跟其他神将者会合 否则我们对付不了这家伙 在华英嘶吼间 华英双翼一阵便想要撤退 连众多天使长老都不顾了 就连圣灵 闻言也是毫不犹豫地崩塌虚空 想跟华英一起离开这个鬼地方 不过就在此时 悠璇脸上露出一抹凝笑 双手在这一刻截出应绝 周围散落在天地间的部分恶魔 身体十分诡异地炸成一堆血物 紧接着 四座深渊地狱魔门爆发出诡异的幽光 一道道魔闻以众多恶魔精血为引 宛若蜘蛛网一般封锁住万里天地 将华英和圣灵等人都困死在里面 这让两大神响者猛地转身 目光无比森然地盯着幽玄 幽玄 现在道应神殿还没出现 我们不想跟你玉石俱焚 可若是你真把我们逼急了 你应该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随着华英森然地回荡在天地间 华英和圣灵身上的气息变得愈发危险 嘿嘿 会有什么后果 本魔子还真他妈不知道 听到华英如此冷傲地威胁话语 幽玄在此时也像是被刺激到了 在华英低吼中 结出一道硬诀 四大深渊地狱魔门再度一颤 一股波动瞬间席卷方圆万里 不少被失心魔魂毒侵蚀的强者 都发出了暴力的嘶吼声 目光看向了华英和圣灵 下一刻 一个个都如同疯狗一般 朝着俩人疯狂扑杀过去 该死 你这是再比我们玉石俱焚 看到众多恶魔族 天使族 甚至是圣神族的强者 疯狂扑过来 华英和圣灵在怒吼中施展出底牌 毁灭性的力量在虚空中爆开 将扑过来的众多强者淹没了 虚空彻底崩塌成虚无 四座深渊炼狱魔门颤抖不已 就连天宫和聚灵周也被先飞 不少靠近华英和圣灵的强者 都被这一股力量当场抹杀 甚至是连尸体都没有留下 这一幕 让幽玄的瞳孔骤然一缩 显然没想到 华英和圣灵竟然还有如此底牌 俩人的联手一击 竟然抹杀了周围近七成的强者 看着周围就剩下部分恶魔君主 还有几尊天使兵种和聚灵尸魁 幽玄再一次发出狂笑 哈哈 你们的实力确实有够可怕的 但现在 你们应该没什么招了吧 看着动用底牌后 面色苍白的俩人 幽玄话音森然的冷笑道 似乎能用众多傀儡的陨落 换掉眼前两人的保命底牌 这是十分划算的事情 这一次 终究还是本魔子极高一筹 在狂笑一声后 幽玄也没有继续废话 便想对俩人赶尽杀绝 可同样在此时 这一片被封锁住的虚空外 有一处空间突然间被撕裂 紧接着 伴随着一道龙音声的乍响 一头双头魔龙拉着车碾行弓 十分诡异的从虚空中冲出来 第472章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怪物 有人降临了 看到恶魔大阵外的动静 幽玄目光森然的抬起头 眼神中露出嗜血的杀意 不管这一行人究竟是谁 若是敢插手他们的事情 最终的下场都只能是死 趁现在 轰开这一座阵法 看到幽玄停滞一下 华英在嘶吼声中疯狂爆发修为 完全没关注阵法外是谁出现了 一道神通杀招 轰向虚空中的魔闻封锁 试图趁着这个机会 破开封印 逃出升天 而圣灵同样也嘶吼着爆发修为 一拳毫不犹豫地轰向了虚空大阵 但同样在这一瞬间 周围已经沦为魔物的天使兵种和聚灵尸馈 甚至还有天使族和圣神族的两位半神强者 一个个都嘶吼着杀向话音和圣灵 刹那之间 恐怖的厮杀在轰鸣声中再度爆发 魔独混合着风暴在阵法内不断席卷 那种恐怖的冲击 足以让任何半神强者都为之绝望 虚空大阵在冲击中更是颤抖不已 看起来随时都有可能会暴随炸开 这一幕 让刚刚降临此地的萧陈 瞳孔都忍不住收缩一下 显然没想到 这厮杀会如此之惨烈 在他跟彩烟等人修炼三天三夜后 众女就因为承受极限而败下阵来 他只好中断闭关出来透透气 没想到车拧进入到中域腹地 就感应到万里外有厮杀爆发 万里虚空被阵法封锁住 阵法内有天使族 圣神族和恶魔族等众多气息 这情况让萧陈感到有些诧异 而良冰出来后更是心生紧张 在思索一下后 萧陈便选择靠近过来 查看一下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没想到 他们一行人才刚降临 就看如此恐怖的厮杀 两大半神强者被一众魔物为杀 看起来已经陷入到生死绝境中 这一幕的视觉冲击 比起他跟君奥峰和叶天等人厮杀之时 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在萧陈等人目光凝望之时 阵法的厮杀再一次发生变化 只见花音背后双翼折断 圣灵的身躯爆出了血污 毁灭性的力量 再一次抹杀了靠近过来的众多强者 哪怕是化为魔物的天公王和天圣王 在这种力量的爆发下 也都如同蝼蚁 这一幕 让阵法外的良冰一脸难以置信 甚至整个人还处于猛逼的状态 此次回归忠狱 他已经做好了要重振恶魔族 找天公王化义和天圣王圣地业复仇的准备 可没想到等他赶到了忠狱 竟然看到两大王者已经沦为魔物 现在还被自家神子给当场抹杀了 这种情况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都给本魔子死吧 还没等良冰惊害多久 幽玄的化音回荡在天地间 三叉戟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一把轰在化音和圣灵的身上 而化音和圣灵此时已经是强弩之末 面对幽玄这一击完全没有招架能力 只能发出绝望的怒吼声 砸碎 本神子在神域等着你 随着怨毒的嘶吼声回荡在天地间 两大神响者就这么被幽玄斩杀了 但幽玄也不好受 在化音和圣灵的临死反扑中 她的身体也被轰得面临崩溃 看起来随时都有可能会陨落 可面对如此情况 幽玄脸上没有任何的担忧 反而露出一抹疯狂的宁笑 双手突然间结出一个硬绝 一股恐怖的犀利宛若飓风一般席卷万里虚空 周围众多强者陨落后的残枝碎片 还有虚空中弥漫着的失心魔魂毒 统统都被她吸入到体内 这令得幽玄原本残破的身体 如同吃了激素一般膨胀起来 头上长出两根鸡脚 手肘和肩膀上长出来一根根骨刺 一对翅膀宛若浮衣一般伸展而开 就连屁股都有一条尾巴长了出来 恐怖的魔气伴随着圣人的毒物 从幽玄的身体上轰然爆发 那种威势无限接近于真神 这便是幽玄的目的 此行她前来斩杀化音和圣灵 除了要将两个死敌淘汰之外 还有就是要让她的肉身发生蜕变 让她拥有无限接近于真神境的力量 以万毒魔魂 通过失心魔魂毒熔炼 她足血肉精华 足以让她这一具魔体变得无坚不摧 感受着体内涌动的恐怖力量 幽玄知道这一次她是赌对了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怪物 看着阵法内仰天长笑 身体在急速发生变异的幽玄 江丽和柳若仙等人瞳孔不断色缩 这种威势 比以往遇到的任何半神 还要更加的惊悚和恐怖 做好厮杀的准备 在众人感到惊悚和压迫感之时 萧陈死死的盯着幽玄 话音低沉的说了一句 本想来猎杀忠欲的神将者 可没想到他们却来晚一步 天使族和圣神族的强者 竟然让恶魔族给抹杀了 甚至还有一部分强者 已经变成了魔物傀儡 这一位恶魔族的神将者 还真不是什么简单角色 除了那个家伙以外 竟然还有六位半神 在对着江丽等人说了一句后 萧陈目光在幽玄等人中扫过 经过刚才的厮杀 不论是天使族 圣神族和恶魔族 大部分强者都已经陨落 至于没死的 全都沦为了 没有自我意识的魔物 目光星红的悬浮在虚空中 身体有的还是歪七扭八的 但气势依旧显得十分恐怖 而在这十几道身影中 有几道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赫然是拥有半神镜的实力 其中有两道介于虚与石之间 浑身上下弥漫着圣人的魔气 这是恶魔地狱魔门 所凝聚出来的半神镜邪灵 原本是有四尊的 只是在刚才的厮杀中 被话音和圣灵斩杀了两尊 残魂都回到魔门内沉睡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尊巨灵尸魁 和一尊天使兵种 也达到了半神镜层次 就连天使族和圣神族的 半神镜老祖也都还活着 只不过已经被魔毒侵蚀 沦为被幽玄控制的魔物 眼前这些家伙 一共七尊半神和十二尊帝君 阵容比他们这边可要强多了 查漏查到一半 丈母娘突然来到公司 说她在家闲不住要来帮忙 让我暖心满胃又暖身 我裂开 这应该是折磨吧 而在萧尘话音落下之后 幽玄在此时也完成蜕变 周围的天地阵法突然间崩塌 魔气宛若海啸一般席卷而开 一道道森冷的目光 齐齐看向萧尘等人 你们 是谁 冰冷而刺耳的话音 从幽玄的口中传出来 令得这方天地的温度 都在直线下降 至于周围其他强者 一个个口中都发出低吼声 目光星红的盯着萧尘等人 似乎只要幽玄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扑上来 将对方都撕成碎片 卡洛斯 塔尔木托 梁冰看到魔物中的两道身影 面色在这一刻变得难看至极 目光当即看向了幽玄 你这个壁驰 到底对恶魔族做了什么 第473章 该死 你掌握的究竟是什么力量 眼前那几道身影 赫然是他熟悉的几位恶魔君主 甚至还包括路易斯这位堕天使 只是这几人 现在身上不仅遍体鳞伤 看起来还像是行尸走肉 已然是被控制住的傀儡 对于卡洛斯和路易斯这两个家伙 梁冰倒是没有什么好版 但塔尔木托一直忠于他的父亲 对于恶魔一族也算是尽心尽力 没想到对方也成为了魔物傀儡 这让梁冰心中怒火中烧 哼 拥有王族恶魔血脉 竟然敢对本魔子如此放肆 听到梁冰的问候后 悠璇心红的目光落在梁冰身上 说话间他脸庞上闪过一抹杀意 紧接着 没有任何的欲照 在这一股杀意流露之时 周围众多魔物发出嘀吼 全都像疯狗一般朝着萧尘等人扑杀而去 这一幕 让萧尘等人的神情一变 完全没有想到 眼前这一位恶魔族的神将者 竟然会如此杀伐果断 连多余的交流都没有 就想动手将他们都斩杀在这里 杀 好在萧尘等人早已做好厮杀准备 在众多魔物扑杀过来的那一瞬间 萧尘反手祭出半神境修为体验卡 将自身的修为提升到半神境 接着五行修罗枪出现在手中 一道雷火枪芒瞬间横扫而出 就连一旁的江丽和沐玄一等人 一个个都毫不犹豫地爆发修为 一道道神通化为洪流 便对着众多魔物轰下 轰隆 随着神通和众多魔物互相碰撞在一起 轰鸣宛若苍苍苍天怒吼一般 震撤方圆万里 而萧尘等人所施展的神通洪流 只阻拦对方还不到一息的时间 就被为首的六尊半神境魔物 强行轰爆开来 众多魔物再次逼近萧尘一行人 不过面对这情况 萧尘在此时并没有惊慌 只是单手掐出一道硬绝 三面天元神玄境 从他身后浮空而起 紧接着 伴随着光芒映照天地之间 萧尘三道镜像分身 和众人的镜像投影 便宛若军船一般扑杀而出 这一幕让幽玄星红的眸子 闪过一抹意外 显然没想到 萧尘竟然有如此底牌 可以同时召唤出这么多镜像投影 不过这还没完 几乎在三面天元神玄境子 封锁虚空之时 萧尘的脚下 还出现一座诡异的枯骨祭坛 随着萧尘一脚踩在祭坛上 整座祭坛爆发出无尽光芒 两道身影诡异的浮现在祭坛周围 浑身上下散发着恐怖的修为气息 那种修为气息 赫然是半神镜 而这一座祭坛 正是荒谷军家的镇祖宝物 冰魂英灵祭坛 只不过 现在已经被它完全炼化 甚至还顺手将其强化升级一番 除了原本就存在的 一尊半神镜英灵 萧尘又将剩下的帝君英灵强行合成 蜕变出一尊更为强大的半神镜英灵 虽说在数量上被削弱了 但两尊半神镜英灵 可是要比一尊半神和几尊杂兵强多了 刹那之间 两拨人马再次碰撞在一起 只不过这一次 那六尊半神镜魔物 无法再轰爆萧尘等人的神通 反而是被萧尘等人轰飞出去 在萧尘展开多道底牌后 眼前这些魔物 已经很难从阵容上取得优势了 镜像类似神兵 原来你就是东狱那一位 将军奥峰等人淘汰出局的神秘强者 你竟然跑来中狱了 在萧尘一行人 将众多魔物击退 准备将其押入下风斩杀掉之时 随着沙哑的话音 回荡在天地间 幽玄双翼振动 宛若幽灵一般降临 三叉戟更是携带着毁灭性的威势 对着萧尘的脑袋轰下去 这让萧尘浑身汗毛 忍不住战力竖起 想都没想 便挥起五行修罗枪横扫而出 长枪如龙 宛若横扫千军一般 煞时间就跟三叉戟轰在一起 枪戟碰撞尖 横扫而开 周围不论是江丽等人 还是众多的镜像投影 都被这一股力量 当场先飞了出去 向天行剑和沐薇等人 一个个浑身气血翻滚 一口溺血 当场就喷了出来 目光都无比骇然的 看着萧尘和幽玄 显然没有想到 这两人碰撞所爆发的攻击余波 竟然差一点 就让他们当场重创 眼前这两人 实力究竟是有多恐怖 泰勒趴在桌上休息 恍惚间看到丈母娘 挺着大肚子走进来 吓得我浑身一击灵 才发现是在做梦 但内心还是很慌 竟然能接下本魔子一己 你的实力确实很强大 身形暴退上千丈 幽玄目光森然的盯着萧尘 浑身上下散发着滔天磨威 本魔子喜欢有实力的人 如果你愿意追随于本魔子 本魔子可以跟你一同联手 探索苍蓝界内最大的隐秘 随着这两句话的回荡 众多魔物傀儡都停手 似乎是在彰显幽玄的诚意 这让江丽和穆轩一等人 都愣了一下 显然都没想到 这一位在刚才就想 直接抹杀掉他们的魔子 此时竟然会说出这种话 这是在忌惮萧尘的实力 哼哼 想让本公子追随于你 你觉得你有这个资格 听到幽玄如此甜不知耻的话语 萧尘只是略带嘲讽的冷笑一声 下一刻 混沌竟是雷火 犹如火山一般喷涌而出 在他身后 更是浮现出混沌祖龙的虚影 一道枪芒携带着蔑氏之威 煞时间对着幽玄轰杀而下 给脸不要脸 那就别怪本公子送你上路了 看到萧尘果断的拒绝 幽玄此时也被激怒了 伴随着他双翼展开 恐怖的魔器 遮天蔽日的席卷开来 紧接着他手持三叉戟 杀向了萧尘 而众多魔物傀儡 在幽玄动手的那一刻 也都嘶吼着扑向众人 天地间再次爆发厮杀 并且那种激烈程度 完全不弱于不久前发生的三足大战 该死 你掌握的究竟是什么力量 伴随俩人的再一次交手 幽玄忍不住怒吼咆哮道 他发现 每一次跟萧尘碰撞 对方身上涌动的雷火之力 竟然能吞噬和净化他身上的万毒魔力 这个发现 让他感到有些惊骇和恐惧 要知道 他不仅拥有万毒魔魂 还融合了话音等诸多强者的尸骸 和弥漫在天地之间的怨气和毒物 站立在半神境中 可以说是无敌一般的存在 但即便是这样 幽玄发现自己 不论是从战力爆发 或者是从真元属性上 都无法压制眼前的萧尘 甚至还被对方克制了 对方那一种诡异的雷火之力 每一次跟他进行对轰 都能净化吞噬他的魔魂 这个发现 让他感到毛骨悚然 如果再这么厮杀下去的话 他这一身万毒魔魂 岂不是要一点点的被蚕食殆尽 第474章 苍蓝剑内 怎么会如此恐怖的半神境强者 必须速战速决 察觉到这种不利因素后 幽玄在此时也当机立断 修为煞世间爆发到极致 小子 本魔子承认你有点强 从属性上也能克制我 但本魔子 终究不是你所能战胜的存在 随着这两句话音的回荡 万毒魔力 宛若火山喷发一般冲天而死 一尊恐怖的恶魔虚影 浮现在幽玄身后 下一刻 只见幽玄手持三叉戟 宛若从深渊炼狱中走出的罗刹神 当即崩塌虚空 对着萧尘轰击而下 如此恐怖的攻势 让江丽和穆玄一等人在厮杀中 都本能地感受到一种生死危机 神情忍不住为之巨变 这一集 绝对能抹杀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这一位恶魔族神将者 竟然如此恐怖 呵 无法战胜的存在 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听到幽玄回荡在天地间的话语 萧尘只是神情淡漠地冷笑一声 紧接着 伴随着轰鸣声在虚空中炸响 恐怖的雷火之力从他身上疯狂爆发 一尊伟岸的白衣虚影浮现在他身后 整片天地在此时变得暗淡无光 如同是在一瞬间重归混沌一般 在幽玄一己落下之时 萧尘竟然闭上了双眼 脑海中浮现出 混沌神斩杀三千神境强者的恐怖画面 一种难以形容的杀伐之意 伴随着恐怖的混沌气息 从萧尘的身上横扫而开 长枪划破虚空 如同一枪劈开混沌天地一般 枪盲迎向了幽玄恐怖的一己 枪击碰撞的那一刹那 没有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震撤天地 有的只是悄无声息的吞噬和烟灭 如此诡异的一幕 让幽玄的瞳孔忍不住剧烈收缩 脸庞更是扭曲得如同厉鬼一般 不 不可能 下一刻 伴随着尖锐无比的话音从口中传出来 幽玄想都没想就想抽身暴退 避开消沉这无可匹敌的一枪 但就在双翼震动的瞬间 五行修罗枪已经轰在三叉戟上面 令得这一根三叉戟在暴力弯曲中 又一把轰在他的身上 刹那之间 轰鸣声响彻这一片虚空 幽玄身上炸开黑色血雾 胸膛瞬间爆裂坍塌 整个人随着崩塌的虚空 被萧尘轰入空间乱流内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他怎么会这么强 在身形被轰飞的一瞬间 幽玄的脑海中只有这三句话 整个人更是被吓得亡魂接冒 本以为他爆发出最强一击 可以轻松地压制这个家伙 可他万万没想到 对方所施展出的一枪 竟然把他最强的一击 当场粉碎了一个稀碎 苍蓝界内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半神镜强者 这一瞬间 幽玄终于能够理解 为何君奥峰和叶天等人 都会被此人淘汰出局了 眼前这家伙根本就是一尊怪物 绝对是神镜以下无敌般的存在 结束了 就在幽玄的脑海中有诸多念头闪过 像疯了一般想逃出这一片天地之时 萧陈话音平静地响起 紧接着 在他身形倒卷的后方 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一尊神秘的昏灯 随着灯焰在虚空中摇曳不定 浑火宛若海啸一般横扫爆发 煞时间便轰在了幽玄的身上 这让幽玄发出了凄厉的嘶吼声 尽管他这一缕魔魂的品质很高 但也耐不住灵魂刺神兵的攻击 还没等幽玄嘶吼多久 一点枪芒宛若流星划破长空一般 在幽玄刚要回过神来的那一瞬间 便一把贯穿了对方的胸膛 毁灭性的力量涌入到对方的身体内 混沌雷火之力 直接搅碎幽玄的内脏 让幽玄目光难以置信地看向了萧陈 仅仅不到几个回合 他就被萧陈斩杀了 如果不是他先前以一己之力 斩杀了华英和圣灵 他甚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废物 究竟是什么人 在惊骇和不解中 幽玄问出这一句 不过萧陈并没有回答 只是朝对方冰冷一笑 混沌竟是雷火和不灭魂火 煞时间轰进对方的石海中 想将幽玄的神魂彻底吞噬 不过在这种毁灭性力量涌进石海时 幽玄的神魂却是在石海内突然自焚 随后化为一缕青烟消失不见 如同是回归到神域本体中了 这让萧陈目光微微一闪 脸上露出一抹失望之色 本想擒下这些神乡者的神魂 利用不灭魂灯将其吞噬炼化 看能不能获得 苍蓝界外众多神奇势力的信息 没想到这些家伙的神魂 在被斩杀之时都会自毁 这倒是让他感到有些郁闷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如今吃下这一行人 以我的手段和抵御 未必不能应对这一切 摇了摇头 萧陈也没有多想 反手收起幽玄的尸身和兵器 紧接着目光落在其他人身上 虚空中 随着幽玄被他斩杀 众多魔物傀儡也都失去了控制 一个个虽然变得更加嗜血残暴 但群体之间已经变得毫无章法 在江丽和穆玄一等人的配合下 不是被斩杀了 就是被强行镇压 整个战场 在短短片刻间后 便彻底归于平静 这一幕 让穆玄一和古玄等人 都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显然没想到 顶尖强者的厮杀 竟然能这么干脆 我还惊魂未定 美渡沙同学就霸气色漏地走进来 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看这一身判官式穿办 他又想审判我了 夫君 这几人还有救吗 在萧尘身形飘落的那一刻 良兵面色复杂地指着卡洛斯 和塔尔木托 这几位恶魔君主 这几人都是恶魔族一族的元老高层 每陨落一个 都是恶魔族的重大损失 如果可以抢救一下的话 他倒是希望这几人没事 可以 萧尘文言扫了塔尔木托等人一眼 一眼便看出了这几人当前的状态 石海灵魂被魔毒侵蚀 从而失去了自我意识 身体受窗 严重濒临崩溃 不过这一切对于他来说 都只是一些小问题而已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来到塔尔木托的身前 抬手便按在对方的牛头上 混沌竟是雷火 宛若洪流一般 涌入到对方的石海中 随着塔尔木托口中发出痛苦的嘶吼 一阵阵诡异的黑雾 从对方身上一散 在强势净化掉失心魔魂毒后 萧尘心念一动动用系统修复 塔尔木托整个人便恢复如初 怎么回事 我这是在哪 随着魂体和身体都被修复 塔尔木托意识也恢复清明 在神情有些迷茫中 他发现自己被一群人围在中间 身前的男子更是如同神明一般 身上所散发的气息 差点就让他窒息了 第四百七十五章 本王刚才竟然还想救他们 真的是脑袋被屁股给夹了 你们是谁 在心头亥然之时 塔尔木托下意识问道 不过在下一刻 当他目光撇到梁冰后 他瞳孔忍不住收缩一下 脸上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梁 梁冰女王 什么情况 他竟然看到梁冰了 对方不是在恶魔血池内消失了吗 怎么会突然之间出现在他的眼前 还有 他们一行人 不是在深渊世界 被一位叫幽玄的魔子给控制了吗 怎么现在会出现在这里 短短片刻间 塔尔木托脑海中闪过各种疑问 让他的牛头都猛逼得要爆炸了 塔尔 是本王 本王回来了 这一次 我会重新带领恶魔族 走向一个新的未来 看到塔尔木托彻底复苏过来 梁冰在此时面带喜色地说道 说完 梁冰目光看向了萧尘 期待后者也能将另外几位恶魔君主 复苏恢复过来 若不然的话 单凭他这一位恶魔女王 还有塔尔木托这一位恶魔君主 哪怕晚一些再将他老爹复活了 想要重振和管理恶魔族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萧尘看到梁冰的目光 此时也明白对方的意思 当即来到卡洛斯的面前 慢着 不要救他们 就在萧尘准备动手治疗之时 塔尔木托在此时也回过神来 当即对着萧尘和梁冰大喊道 这两个家伙是白眼狼 他们愧对女王和深渊之主的栽培 把他们救活 只是在恶心女王自解 听到塔尔木托的话语 萧尘和梁冰微微一愣 目光一同看向了前者 白眼狼 这是怎么回事 梁冰文言面色一沉 有些好奇地询问道 四千多年前 恶魔一族战败后 他受到重创昏迷 被封入血池 对于后面的事情完全不了解 莫非在他沉睡到苏醒的这一段时间内 恶魔族发生了叛乱 在女王失踪之前 路易斯和卡洛斯这两家伙 竟然想强行剥夺女王身上的血脉传承 以此来让他们两个 踏入到帝君九重镜 此事 我们各大君主虽然有反对的 但奈何 我们实力比不过他们 在梁冰话音落下后 塔尔木托如实说道 还没等他说完 梁冰就炸毛了 什么 这两个帝池 竟然想练化我 卡洛斯以前对他父亲 可是忠心耿耿 对于他这一位后辈 也没有遗老卖老 没想到这老家伙 现在却想要练化他 还有路易斯 以前可是百般讨好 想要俘获他的芳心 没想到 在他受窗沉睡后 对方却想要将他练化了 除了这件事 他们两个还背叛了整个恶魔族 不仅率先投降 臣服于一位叫幽玄的恶魔族神祥者 还亲自猎杀了千万恶魔子民 让对方祭猎某种毒物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在毒物被炼制出来后 最先被控制的是我们 在梁冰文言暴怒之时 塔尔木托继续开口道 说着 他此时才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目光骇然地看着眼前这一行人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他现在应该是幽玄所掌控的魔物傀儡 但现在却被解救了 难不成 那一位叫做幽玄的恶魔神将者 已经被眼前这一行人给斩杀了 这两个必持 本王刚才竟然还想救他们 真的是脑袋被屁股给夹了 听到塔尔木托说出这番话后 梁冰此时忍不住戴上痛苦面具 口中更是不断飘出优美的词句 塔尔木托向来忠厚 甚至愿意为恶魔族一族付出生命 在有关是非对错上是不会撒谎的 所以 梁冰并没有怀疑 对方这一番话的真实性 毕竟 卡洛斯和路易斯 以前就给他一种野心勃勃的感觉 在某些事情上还喜欢跟他唱反调 不过 念在是族群高层 对于恶魔族来说 都有关键的作用 他和他父亲都只是睁一眼闭一眼 看到两人如今这种凄惨的模样 他还会想着让萧辰出手进行救治 没想到 这两人竟然是如此无耻 在咒骂了一顿后 梁冰此时还感到有些不解气 当即爆发修为轰在俩人身上 短短片刻间 在一生生避迟中 梁冰结束了卡洛斯和路易斯的痛苦 直接送他们俩下地狱去忏悔了 这一幕让塔尔木托感到有些错愕 一番审判后 美都沙同学对我卖力干活的态度很满意 说我是一位劳动楷模 接下来要放我几天假 这让我有点猛 这俩个家伙呢 在了路易斯和卡洛斯后 梁冰指着两位谨慎的恶魔君主 对着塔尔木托询问了一句 那冰冷的话音和满身的杀气 让塔尔木托浑身一个机灵 回女王 他们两个倒是比较安分 没有参与卡洛斯和路易斯的事情 听到塔尔木托这一句话后 梁冰在此时也才松了一口气 看来恶魔族高层 还是有忠于他和他父亲呢 夫君 那就劳烦你了 感到一次欣慰后 梁冰转过身看向萧尘 露出一抹罕见的温柔 这一幕 还有这一句话 瞬间把塔尔木托给惊呆了 卧槽 夫君 女王有夫君了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梁冰从失踪到现在 也猜不到三个月 这么短的时间内 对方就有夫君了 并且看眼前这情况 梁冰女王这位夫君 似乎还有其他红颜 这让塔尔木托的认知彻底崩塌了 萧尘可不知道塔尔木托的震撼 在梁冰开口后 他便来到那两位恶魔君主的面前 跟刚才治疗塔尔木托一样 如法炮制 三两下就将两位恶魔君主都治好了 如此逆天的手段 又把塔尔木托给看傻了 塔尔 我父亲的本命帝兵吗 再敲打一下那两位恶魔君主 让其和塔尔木托一起谢过萧尘的救命之恩后 梁冰话音紧张地询问道 这一次前来忠愈 除了要重振恶魔族之外 还有就是复活他的父亲 也就是深渊之主卡尔斯 不过萧尘想要复活其他人 必须要有本命追溯物才行 可以是血肉尸骸 也可以是本命物 对于修炼者来说 本命物最为常见的 就只是本命兵器了 回禀女王 塔尔不知 听到梁冰的话语后 塔尔木托一脸惭愧 他被幽玄控制后 记忆就出现断层 倒是不记得深渊世界中的事情了 应该是这一件吧 就在梁冰文言面色一变之时 萧尘在此时掏出来一把魔剑 可怕的魔威也随之弥漫而开 深渊万魔剑 看到这一把魔剑 梁冰的面色一喜 这正是他父亲的本命帝兵 没想到这件帝兵 竟然在萧尘的手里 想来应该是从幽玄的那截中找到的 萧尘确定后 也没有任何废话 当即对系统下令复活卡尔斯 第476章 难不成他这一位女儿也挂了 兵 系统已扣出一点积分 正在为宿主复活深渊之主卡尔斯 随着系统提示音的响起 一阵白光随之闪耀而起 虚空中响起惊天轰鸣 萧尘等人的前方 突然间出现一个漩涡 生死气息横扫于天地 下一刻 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 一位头角真容身形将近九尺 身上有着一道道魔纹的身影 也随之出现在一行人的眼前 此人正是深渊之主卡尔斯 也是梁冰的亲生父亲 魔主 看到眼前这一道熟悉的身影 塔尔木托和另外两位恶魔君主 眼珠子在这一刻险些突出来了 刚才听到梁冰索要卡尔斯的本命地兵 他们还以为只是想找回这件遗物而已 没想到 竟然是想通过这一件地兵 将死去的卡尔斯复活过来 眼前这男子是什么 竟然能无视天地法则 复活以死之人 我这是 在塔尔木托等人感到惊骇之时 卡尔斯复活后 也是一点的猛逼 他记得自己 在以深渊万魔剑 封印住深渊世界的入口后 自身也因为伤势过重 随时有可能会陨落 加上梁冰当时被人贯穿心脉 和重创灵魂 他最后只能选择牺牲自己 将毕生修为 通过恶魔血脉传承 封入到梁冰的体内 自己则是形神俱灭 按道理来说 他是连一丝 残魂都没有留下 怎么他现在还能感知到天地 父亲 欢迎回来 就在卡尔斯感到有些猛逼之时 梁冰来到对方的跟前 话音低沉地说了一句 这让卡尔斯的身子剧烈一阵 目光有些难以置信地看过来 梁冰 看到梁冰这一位亲生女儿 卡尔斯的脑瓜子 嗡嗡作响 难不成 他这一位女儿也挂了 现在父女俩是在幽冥世界相聚了 塔尔拜见魔主 就在卡尔斯念头浮现之时 塔尔木托和另外两位恶魔君主 都一同跪在了卡尔斯的面前 尽管此时的卡尔斯身上已无休为波动 但对方在他们的心目中 依旧是深渊世界的魔主 塔尔 梅菲 索隆 看到塔尔木托和另外两位恶魔君主 卡尔斯在此时更加猛逼了 同时意识到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他还没死 在念头浮现之时 卡尔斯目光在天地间扫过 才发现虚空中除了梁冰和塔尔等人 竟然还有一大帮人组 并且 他现在完全没有任何修为 父亲 其实你已经死了 只是又被复活了 看到卡尔斯一脸猛逼 梁冰此时也没卖关子 当即用最为简洁的话语 将所有事情都讲述一下 还顺带介绍起萧尘等人 现在是四千多年后 神将者 三族厮杀 夫君 萧尘 听到梁冰讲完这一切后 卡尔斯眼睛瞪得像同龄 显然没有想到 他已经陨落了有四千多年 恶魔族还被神将者控制了 而自己的女儿 在这些年 伤势已经恢复 修为还达到帝君七重镜 甚至还找到了一位夫君 不仅横跨数亿万里 从东狱来到中狱 斩杀那一位神祥者解救了塔尔等人 还将他这一位老丈人重新复活过来 这一切事情 饶使卡尔斯身为一代深渊之主 脑子还是被震撼的 有一些猛圈 哈哈 不愧是我卡尔斯的女儿 梁冰 你果然是好样的 在愣了好一会后 卡尔斯狂笑一声 以此来宣泄自己内心的激动和欣慰 随后又将目光落在萧尘的身上 神情在此时变得有些紧张拘束 小有之情如同恩同再造 此恩卡尔斯必定铭记于心 今后若有机会必定会回报 这一番话 顿时让萧尘有些哑然失笑 前辈客气了 你既然是良冰的父亲 那也就是萧尘的长辈 这点情分就不用太往心里去了 萧尘摆了摆手 一脸毫不在意 毕竟 复活一个人只需要一亿点积分 而以他现在的身家和能力 一亿点积分确实不算什么了 长辈 听到萧尘的话语后 卡尔斯忍不住一愣 显然没有想到 这一位拥有逆天能力的神秘男子 对他竟然会如此礼貌 甚至还尊称他为长辈 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实力和手段 就将自身摆在了高不可看的高度 这让卡尔斯倍感意外 哈哈 既然你不在意的话 那今后我就尊称你一声贤婿了 再愣了一下后 卡尔斯当即开怀大笑起来 整得良宾都有些不好意思 有如此逆天的男人当贤婿 这绝对是他这辈子的高光 要不是他就只有良宾这一个女儿 此时都想多许配起萧尘几个女儿 让恶魔族一族能因此而蓬地生辉 前辈客气了 听到卡尔斯的话语 萧尘也是抱以一笑 短短几句交谈 他对这一位老丈人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虽然是恶魔一族的头目 但看起来不是什么自私狡诈之辈 相反言行举止都透露出一种豪迈 比起某些虚伪之辈要好相处得多 接下来 在简单客套一番后 萧尘一行人也没有在虚空中继续逗留 而是驾驭双头魔龙车脸前往深渊世界 现在忠誉各地一片厮杀混乱 天使族和圣神族的高层已经陨落殆尽 接下来只需要整顿恶魔族所有的力量 将忠誉这一片地域彻底纳入到掌控中 还有就是 这一次斩杀了幽轩等人 让萧尘的身家再次暴涨 他已经有足够的资源 可以让般若息复苏了 不过在此之前 还是要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实力 毕竟各大神想者的频繁动作 还有天地间愈发浓郁的怨气 都让他感觉到这片天要变了 另外一边 苍蓝界外 依旧是那一座熟悉的神将祭坛 两道身影几乎在同一时间睁开双眼 狗日的幽轩 我曹你老祖 在怒骂声中 华英和圣灵俩人都喷出一大口鲜血 脸上露出怨毒 不甘 惶恐等情绪 天使族神子华英 圣神族神子圣灵 出局 而在俩人华英的回荡间 一道冰冷的华英也回荡在神将祭坛上 这里的华英和圣灵俩人都是满脸死灰 下一刻 天使族神王和圣神族神王一同睁开双眼 目光一同落在华英和圣灵的身上 恐怖的威压 宛若天崩一般倾覆而下 怎么回事 威严的华英带着末世苍生的淡漠 令得华英和圣灵俩人的身子一颤 脸上也露出恐惧的神色 如果他们没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恐怕在接下来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第477章 众多神王的惊骇 萧尘躺着也中枪 是恶魔族 他们不知道动用了什么手段 携带了一缕失心魔魂毒进入苍蓝界内 我们两大族哪怕联手也被对方设计了 这一切都不能怪我们 听到两大神王老祖的问话 华英和圣灵都是一点惶恐 连忙将所有责任都推到幽玄身上 在他们看来 倘若不是这一缕失心魔魂毒 最终出局的必定是幽玄这家伙 可就是这失心魔魂毒 让他们俩人前功尽弃 失心魔魂毒 听到华英和圣灵的话语 天使族神王和圣神族神王眉头一皱 他们还以为这两人 也是被那一位神秘土著给淘汰了 没想到却是栽在恶魔族的手里 这倒是让他们倍感意外 当然 在感到意外过后 便是滔天的怒火 废物 两大神响者联手 竟然还栽了跟头 你们还有脸敢将一切过失 推到敌人的头上 在震怒中 天使族神王和圣神族神王同时暴怒到 两道神光轰在了华英和圣灵的身上 令得俩人在此时发出凄厉的嘶吼声 这是十八位神将者中 继承君傲风 月灵韵 夜天等人后 又两位承受自家老祖怒火的倒霉蛋 但华英和圣灵都不敢怨恨自家老祖 只能将这种怨恨全都记在幽玄身上 他们发誓 总有一天 等幽玄再次回归神域 一定要这家伙付出代价 本王记得 这一次神将棋局 众多神将者 除了神魂进入苍蓝界以外 都不得携带任何超过神级的辅助外物 而你们恶魔族一族 竟然敢违背这规则 这是在蔑视我们另外十七大势力吗 在承接华殿和圣灵后 天使族神王和圣神族神王 目光都锁定在恶魔族神王身上 伴随着冰冷的话音 回荡在天地间 恐怖的神威 也弥漫数亿万里星空 呵呵 你们两个可不要乱口高吗 本王可担当不起这个罪名 听到两大神王的话语 恶魔族神王睁开双眼 话音略带嘲讽的回道 十八大神响者在进入苍蓝界之前 都需要各位的检查 你们是觉得本王有那个能力 可以同时瞒过你们十七神王 赤裸裸地嘲讽 让两大神王眉头一皱 神情也变得有些阴沉 确实 眼前这老鬼虽然有些不凡 但也只是神王静后期修为 想要同时瞒过十七位神王 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可即便如此 难保对方不会有什么特殊手段 来到医院 小姨子还没见到 就看到唐英妹妹 她说我身体劳损 必须跟她进病房深入治疗 这样好得快 我妈了 不 我不甘心啊 就在神将祭坛 气氛变得有些紧张 话音和圣灵俩人的惨叫 还在回荡时 众多神将者中 一位黑衣男子 猛地睁开双眼 口中发出极度不甘的嘶吼声 紧接着又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恶魔族魔子幽玄 出局 几乎在男子喷出鲜血之时 冰冷的话音再次响彻星空 这让众多神王都面色诧异 显然没有想到 这一位刚刚淘汰了天使族 和圣神族神子的猛人 竟然会紧随着俩人一同出局 难不成 这家伙也被人给阴了 优玄 怎么回事 在众多神王感到诧异之时 恶魔族神王当即开口问道 刚才听到对方一口气 淘汰了两大族的神子 他还是蛮骄傲的 没想到 这才过了十几二十个呼吸 优玄现在也让人给淘汰了 这倒是让他感到始料未及 是东玉那一位神秘的土著 他不知道为何来到了中玉 实力也强到超乎我的想象 我敢保证 这一次进入到苍蓝界的所有神想者 绝对没有哪一个会是这家伙的对手 听到自家老祖的问话 优玄深吸一口气回道 言语间没有任何推脱 反倒很干脆的承认自己的败己 神情满是对萧尘的震惊和忌惮 说完 还不等恶魔族神王开口 优玄便单膝跪在祭坛上 优玄有负老祖的厚望 还请老祖责罚 没有任何逃避 出局就是出局 他辜负了恶魔族的厚望 理应也受到对应的惩罚 起来吧 相对于二打一还被淘汰的废物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在优玄说完之时 恶魔族神王并没有暴怒降下惩罚 反而是有些漫不经心的嘲讽一番 这让天使族神王和圣神族神王的面色难看至极 只能将这股气撒在话音和圣灵的身上 让这两家伙一时间叫的那是一个凄厉 而周围其他神王 一个个听到幽玄的话语后 都是面色凝重的开始传讯 很难相信 短短几天的时间 十八大神将者就被淘汰了六位 看来苍蓝界这一位神秘的土著 注定要成为这盘棋的最大变数 什么 那家伙不仅去了中狱 还淘汰了三位神将者 苍蓝界 东狱 在接收到来自老祖的传讯后 鸡昌剧一脸骇然的抬起头来 这几天 他虽然有派人盯着幻星城那边 但也不敢盯得太紧 生怕对方会盯上他 可没想到 仅仅五天还不到 对方不仅消失在幻星城内 还跑到中狱 淘汰了三大神祥者 这家伙 还是正常人吗 鸡昌剧不知道的是 其实萧尘就只淘汰了幽玄 只是鸡家神王 为了让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就把话音和圣灵的人头 一起算在萧尘的身上 这倒是让萧尘 有种莫名的躺枪 不行 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 我必须采取一些行动 若不然等这家伙 从中狱归来的话 我和妖族那三个蠢货 很有可能会成为对方的目标 必须趁对方还没回归东狱 制造更多的杀戮 引发灵愿 如此一来 只要天地灵愿足够 引发阵法动荡 让道映神殿出世 剩余的神将者 自然就会聚集到一起 届时 就算这小子的战力惊世骇俗 也不可能是 众多神子的联手之敌 一念至此 机昌剧没有任何犹豫 当即下达一条条指令 甚至还联系了熬成滩等妖族神子 一场更为恐怖的血雨腥风 煞时间便席卷了整个冬域 甚至不仅是冬域如此 在北域 南州 西域 其他神将者 收到自家老祖的传讯后 一个个在亥然中 也是疯狂推动厮杀 试图加速削弱天地封印 让道映神殿能提前出世 第478章 夫君 他不是那种剑色起义之人 深渊事件 在苍蓝界掀起更残酷的厮杀之时 萧尘一行人也来到了深渊事件内 简单交代一番后 萧尘在卡尔斯等人的安排下 来到一座僻静的恶魔宫殿内 不过良兵并未跟随 而是跟天邪和塔尔木托等人 开始处理深渊事件中的麻烦 毕竟他身为恶魔女王 如今恶魔族乱成一团 倒不是贪图享乐之时 积分达到2860多亿 临京高达6460多亿 这些家伙果然都是肥养 在耗费半个时辰整理了所有战利品后 萧尘看着属性面板上暴涨的积分数值 还有系统空间内堆成万丈山岳的灵精 脸上不禁露出感慨的神色 在前来忠愈之时 他还在位要不要复苏波若曦而烦恼 毕竟修复一下动辄就要900亿积分 这可不是谁都能承受得了的 但如今他有的是积分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闭上双眼 魂念沉入系统空间 进入到那一面放置着波若曦的天原神玄境内 这一幕 让彩烟和柳若仙等人眼神微微一鸣 不过几人并未开口说些什么 唯有沐悬一的脸上露出疑惑 他这是在干嘛 在内心感到有些不解中 沐悬一对着江丽询问道 本来在萧尘进入宫殿内后 他原本是不想跟着进来的 但胳膊扭不过大腿 他最终还是被江丽拉了进来 说是能多接触到萧尘的隐秘 所以他才出现在大殿内 可是从进入到现在 他就只看到萧尘在整理战利品 时不时丢出一两件东西给他们 所谓的隐秘倒是没有发现 此时看到萧尘这样子 让他感到有一些好奇 不太清楚 八成是去私会那一位 刚紧回来不久的白发美女了 江丽文言撇了撇嘴 毫不避讳地回答道 这让沐悬一神情微微一愣 紧接着 他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瞳孔忍不住微微一缩 目光震惊地看向了江丽 你的意思是 他打算趁从神域捡来的女子 还在沉睡中 破开神经 跟对方发生点什么特殊的事情 破 听到沐悬一这两句话 江丽险些被口水噎死 显然没想到 沐悬一的脑回路会如此奇特 就连柳洛仙和彩烟等人 都是一脸怪异地看不来 让沐悬一感到有些尴尬 夫君 应该是进去复苏那位女子 她不是那种会见色起义之人 在沐悬一感到尴尬之时 彩烟话音平静地开口道 这让沐悬一更加尴尬和惭愧了 与此同时 天元神玄境内 萧尘的投影也凝聚而出 直接落在波若西的前方 从鉴定信息来看 此女重情重义 希望性格不要太冷 若不然不太好接触 看着沉睡在神经中的波若西 萧尘话音有些低沉地呢喃道 下一刻 萧尘没有再迟疑 来到神经的面前 抬手按在这一颗巨大的蓝宝石上面 系统 修复她的伤势 变 系统已扣除897亿点积分 正在为宿主修复人物波若西 几乎在萧尘话音落下后 系统提示音也随之响起 一阵耀眼的白光 闪耀整个镜中世界 原本沉睡在神经中的波若西 眼睫毛在这一刻 微微颤抖着 而在她身上的伤势 全都诡异地消失了 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气息 煞时间宛若风暴一般席卷而开 令得萧尘的脸色都为之巨变 魂灵投影 险些崩溃 好在她这一次还把不灭魂灯带了进来 否则都没办法在这种气息下 维持形体 还不等萧尘惊骇多久 原本覆盖在波若西身上的神经 此时竟然如同冰雪一般融化了 化为浩瀚的神力涌入波若西体内 这也令得弥漫在镜中世界的神性气息 轰然暴涨 虚空不断爆碎炸开 如同是承受不了 这种恐怖的存在 好在这一面天元神玄境 已经被萧尘收入系统空间 彻底隔绝了跟天地的感知 否则 单凭这种气息爆发 就足以让苍蓝界变天 万里虚空都会降下天前 想要毁灭气息的源头 不过这种气息并未爆发多久 随着所有神经化为液体 流进波若西的体内 弥漫着在镜中世界的神性气息 也消失不见 一番深入检查 唐英妹妹说我内火旺盛 普通理疗不足以排毒 必须要针灸 但她一个人搞不定 得再叫一个师妹 是你 救了本宫 波若西缓缓睁开双眼 狱卒散发着晶莹光泽 悬浮在地面三寸之处 目光有些好奇地打量着萧尘 本来以她的伤势 哪怕是用密法封印自身 进入自我修复中 也需要再经历一万年时间 才能完全恢复 可没想到 在伤势还没恢复三成的情况下 剩下的伤势 竟然在一瞬间内完全恢复了 这让波若西在猛逼中 也是一脸难以置信 嗯 看你伤得有点重 就帮你治疗一下 看着眼前没有了血迹 浑身拢罩着白色青纱 宛若雪女一般的身影 萧尘面不改色地点了点头 脑海也随之疯狂运转起来 现在治疗好波若西的伤势 让对方从沉睡中复苏过来 他必须想办法将对方留下 否则这897一点积分 可就打水漂了 帝君静修为 而在萧尘念头转动之时 波若西内心也掀起波澜 他曾达到神君静巅峰的高度 哪怕此时受创导致修为跌落 也可以一眼看破萧尘的状态 这种灵魂状态 分明还没有经历天地神洁 点燃神火 让灵魂发生蜕变 这也就是说 眼前这位能治好他伤势的神秘男子 其实是连真神境都没踏足过的弱者 这怎么可能 神境以下的生灵 如何能治疗神君 你的伤势虽然恢复了 但修为还没重回巅峰 接下来一段时间内 不如就留在这里 调养恢复修为吧 在沉默一下后 萧尘率先打破僵持 对着波若西直言道 这让波若西眼神一鸣 美眸在萧尘身上扫过 话音有些平静地说道 公子这是想囚禁本宫 饶有兴趣地说了一句后 波若西的目光略过周围 这一面镜子虽然有些特殊 但品质只达到刺神级而已 他若是想要的话 一个念头就能毁了 只不过 萧尘对他有救命之恩 他也不是什么忘恩负义之人 此时倒是想看看 萧尘想干嘛 第479章 难不成 他落入某一位熟人的手中了 谈不上囚禁 你虽然还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 但现在 也能发挥出神王境战力 这种实力 想要离开轻而易举 我也没有能力 可以将你留下 只不过 你现在 处在一方大千世界内 出去会引起这方天地的反噬 不过以你的实力 或许可以不用畏惧 但是这一方天地 还存在某种天地禁止 在域外 还有一些神级势力 在虎视眈眈 你现在的身份比较敏感 一旦暴露的话 必定会引来你的师妹 届时 你很可能会被几位神军强者 追杀致死 利用系统鉴定功能 再一次鉴定出波若西的信息后 萧尘有些故作高深地讲了一堆 这让波若西 瞳孔猛地一缩 目光十分凌厉地盯着萧尘 你 认识本公 这一番话 似乎在表明 对方不仅知道他的具体身份 甚至还知道 他被师妹背叛了 这让波若西心中一沉 难不成 他落入某一位熟人的手中了 不用紧张 本公子对你并无恶意 并且 我也没有见过你 之所以知道这些 只是本公子懂得一点推演之法 可以看到诸天万物的一些过往 看到波若西 神情变得紧张和戒备 萧尘此时摆了摆手高深莫测的道 这倒不是他想装逼 而是他必须这么说 毕竟 对方身为一位高高在上的神军 打个喷嚏 就可以弄死他上万次 哪怕他救了波若西一命 让对方有一定的好感 也依旧会让他处在被动的局面中 想要靠人与人之间的真诚 和救命之恩来约束波若西 这个风险还是太大了 所以 萧尘必须进行一些包装 让自己变得更加神秘和强大 才能震慑住这一位神军强者 你懂得推演之法 在萧尘话音落下后 波若西的眼神一宁 目光有些静一不定 此时也感到有些好奇和摸不准了 你叫波若西 是苍蓝界滨海神宫的公主 修为曾达到神军进巅峰 年龄十六万九千三百六十五岁 一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年前 你在混沌界海中 找回先祖遗物 滨海界神珠 便想要炼化此物 看能不能借此冲击神帝境 不料被你师妹蓝玄机察觉到异常 便联合他的拼头火云神军 还有其他几位神军进强者 在你闭关之时 强行破关导致你突破失败 只能将滨海界神珠 暂时封印在体内世界 随后重创七大神军 以密法逃离滨海神宫 后面你因为伤势过重 选择自我封印 一直沉睡到现在 被本公子意外捡到 看到波若西敬意的目光后 萧辰大致说出对方的事情 这让波若西的脑海中 如有轰鸣乍响 神情难以置信地看着萧辰 就连契机也变得有些紊乱 滨海界神珠 这确实是他在混沌星海中找到的 也是滨海神宫一位先辈所遗失的 但这件事 自始至终 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从得到滨海界神珠后 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包括他的师妹蓝玄机 对方只是知道 他在混沌界海中得到某种大机缘 有一定的把握 可以让他突破境界 为了避免今后 被他这个师姐 压得永无翻身之日 才选择联合外人 和另外几位长老 想要趁他闭关之时 将他强行斩杀 只是没想到 最后还是被他给逃了出来 不过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些本该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隐秘 此时都被萧辰准确无误地说出来了 这让波若西彻底被惊到了 对方不仅有逆天的修复能力 可以在瞬间治疗好他的伤势 甚至还能看破他过往的隐秘 这一位公子哥 绝对不是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 一时间 波若西在感到好奇的同时 也升起了前所未有的凝重 不过 波若西此时还比较警惕 神魂当即感知蔓延开来 十分轻易就突破了这一面 天元神玄境的封锁 只是在下一刻 他感觉进入到一片广阔无恒的虚无空间 里面 除了一些灵精宝物之外 就感知不到任何生灵的气息 就连空间也庞大到没有边界 这让他的神情瞬间发生变化 这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虚无求聋 他这是被囚禁吗 没多久 堂一妹妹的师妹 宁容容就来了 看着对方一脸清纯无辜 明显还没实践过的样子 我真怕扎错地方 要命 不用紧张 镜子外 只是我的一个储物空间 可以隔绝掉你身上的神性气息 看到般若西面色发生变化 还有感知到对方的神魂波动 萧尘不用想 也知道对方误会了 当即开口解释道 等你能完美收敛身上的神性气息后 想要出外界我 随时都可以放你出去 只不过出了外界 你暂时还不能离开这方世界 否则必定会引起天大的麻烦 想要用蛮力束缚对方 萧尘此事是做不到的 只希望 这一位神军强者的复仇心理 不是很急切 凭借系统的好感度增幅 还有他展现出来的神秘 可以将波若西暂时留下 我现在就能完美收敛自身的神性气息 在萧尘话音落下之时 波若西突然间开口道 话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那就是 他现在想到外界去看一看 如此才能确定萧尘是不是在骗他 既然你想要出去 那便一起出去吧 萧尘文言也明白对方的顾虑 并没有拒绝波若西这个暗示 毕竟 被人关在系统空间内 这确实很像是被囚禁 何况波若西还是一位女性神军 冰青如玉 堪称极品 心中没有顾虑 完全是不可能的 下一刻 随着萧尘话音的落下 镜中世界也变得扭曲 萧尘的神魂投影消失不见 意识直接回归到石海魂体 紧接着 萧尘睁开双眼 在彩炎等人见状面色一喜 刚想开口询问些什么之时 他直接召唤出那一面天元神玄境 将波若西从镜中世界中释放出来 伴随着白光的闪耀 看着大殿内多出来一位绝美的白发身影 清冷的气质 令得空气的温度直线下降 彩炎和柳若仙等人 一个的瞳孔都剧烈收缩 目光死死地盯着波若西 压力 前所未有的压力 尽管在波若西被萧尘刚被捡回来之时 他们已经透过神经 看过对方的真容了 但那时 波若西是重创陷入沉睡的状态 无法很直观地展现出 自己的绝世容颜 而现在 对方不仅从沉睡中复苏 并且身上的伤也复原了 白发飘然 容颜绝美 特别是一种宛若冰帘 绽放于雪巅之上的清冷气质 让彩炎和柳若仙等人 都忍不住生出一种惊艳质感 难以想象 这世间竟然还有女子 能让她们有如此之大的压力 真不愧是来自神域的女子 第四百八十章 过几天 如果不好好补偿我们 你接下来 可就没那么好过了 在彩炎和柳若仙等人 打量波若西之时 后者目光也落在一行人的身上 看到眼前这么多角色女子 一个个都有不逊色于她的容颜身段 只是少了一种高高在上的神性气质 但波若西丝毫不怀疑 眼前这些女子 若是突破到神境的话 身上的气质 绝对不会比她弱多少的 这一位公子哥的身边 竟有如此多美女 看来对方是一位风流成性 并且喜好肉迷的浪荡公子 一瞬间 在看到彩炎和柳若仙等人后 波若西自动给萧晨打上标签 这要是让萧晨知道了 绝对会抱着对方大喊冤枉 身边美女多 又不是她的错 其中有一半 都是系统捡回来的 另外一半属实 是她女人员爆棚 再加上这些女人太飙了 一个个天生逆鼓 她是被迫打庄的 别干瞪眼 打个招呼认识一下吧 萧晨可不知道 波若西在想什么 感受到大殿内的气氛 有些尴尬 她笑着说了一句 随即又为波若西介绍彩炎等人 也简单提及一下波若西的来历 不过碍于波若西的身份 彩炎和柳若仙等人 只是礼貌地打了一个招呼 之后便没有过多的交谈了 这倒不是因为 彩炎和柳若仙等人 自视清高 在感受到来自波若西的危机感后 几人就打算联手排斥这一位神军 而是对方给他们的压迫感 实在是太强了 一位来自神域的女强者 弹指尖足以毁灭苍蓝界 那种实力悬殊所带来的距离感 可不是一接触 就能轻易化解的 这里是苍蓝界一处深渊世界中 至于这片天地 究竟有没有异样 以你的实力 应该不难感受出来 似乎是感受到气氛有些尴尬 萧尘转移话题对波若西说道 在他话音落下后 波若西眼神微微一凝 魂念几乎在一瞬间内 便覆盖了整个苍蓝界 感受到 这一片天地 确实存在天地静置后 他的眉头忍不住皱了起来 脸上露出一抹凝重的神色 神军级的天地静置 在察觉出 这天地静置的不凡后 波若西在此时 也收回神魂感知 正如萧尘所说的 这一方世界 真的存在天地静置 并且在域外 还有强者虎视眈眈 十八道神王静强者的波动 如此阵容 若是他修为处在巅峰时期 对方让他多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 但现在 他暂时只能发挥出神王静战力 可没办法同时应对十八位神王 怎么样 现在应该不会觉得 本公子是在忽悠你了吧 看到波若西眉头微微一皱 萧尘在此时淡笑着询问道 这让波若西的脸上 闪过一抹尴尬 但很快就平静下来 既然这一方世界有些不一般 那若西接下来就一公子所言的 暂且先待在这方世界恢复修为 确定萧尘是真的对他心存善意 并不是要变相地囚禁他后 波若西也没有摆什么架子 话音平静地说了一句后 身形便消失在大殿里面 似乎是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会给柳若仙等人带来压力 去找地方好好地静一静了 果然 这位凝容师妹 因为没经验 操作起来都不会配合 不小心还扎出血了 念在他初次犯错 我就原谅他了 呼 好恐怖的压迫感 这就是来自神域的强者吗 明明没有释放出神性气息 却让人感到强烈的窒息感 在波若西消失的那一刻 江丽和柳若仙等人都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甚至还伸手拍了拍胸前的凶物 似乎在刚才 真的被一股无形气场 给压得喘不过气了 夫君 是什么级别的强者 在江丽轻松御手落下 让雪峰为之阵战之时 柳若仙有些好奇地问道 刚才萧尘介绍波若西 并未提及对方的修为 这让他很好奇 萧尘是看不透对方的修为 还是怕说出来会刺激他们 他最强之时是神军境巅峰 听到柳若仙这一句话 萧尘沉默一下后说道 不过这回答 却让柳若仙等人感到满头雾水 显然不知道这神军境 究竟是什么样的境界 简单一点来说 半神境强者度过天地神节 成功点燃神火 将灵魂蜕变成神魂后 便能踏入到真神境 真神境后面是天神境 神王境 神军境 以及神帝境 听到萧尘这番话解释后 柳若仙和江丽等人 瞳孔一缩 接着都忍不住道西一口凉气 显然没想到 波若西的修为 竟然恐怖到这种程度 超越帝君境几个大境界 如此存在 只怕抬手轰出一拳 都能毁灭苍蓝界吧 相比之下 他们倒是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你们也不用感到遥不可及 只是神君境而已 未来若是你们想要的话 我有办法可以让你们达到 甚至是超越神君成为神帝 看到柳若仙等人 一个个神情恍惚的 萧尘摆了摆手 有些毫不在意的 言语间透露出来的自信 让柳若仙等人身子一颤 他们也能成为神君 甚至是神帝 这话任谁说出来 都会让人感觉是在吹牛逼 可是 从萧尘口中说出来 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力 似乎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并且 他们也不会怀疑真实性 不过神君神帝 目前对于我们来说 还有些太过遥远了 当务之急 我们还是先尽可能提升修为 争取全员早日突破到半神境 等日后时机成熟 再踏入神境 看到柳若仙和彩燕等人 一个个满脸崇拜的样子 萧尘淡笑一声说道 尽管现在有波若西这位强者 作为终极底牌 但他们一行人的修为 还是不能落下 若不然 连小麻烦都解决不了 那真是丢脸丢到家了 更何况 一方能让神域众多势力盯着的世界 其中蕴含的隐秘 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他还是不能大意 一念至此 萧尘目光在柳若仙等人扫过 最终落在江丽和木悬一的身上 几位夫人 我有一点事情 打算跟他们俩的探讨一下 不知你们可否先回避一下 看着眼前这两位绝色女子 萧尘话音低沉地说了一句 这让柳若仙和彩烟等人的神情变得有些错愕 紧接着 也像是明白什么一般 古怪的看了江丽和木悬一眼 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你这个死鬼 过几天如果不好好补偿我们 你接下来可就没那么好过了 说完 彩烟和柳若仙等人也懂得分寸 都很识相地离开了这一座宫殿 留下江丽和木悬一一脸的猛圈 下一刻 俩人也意识到什么 一颗心忍不住剧烈跳动起来 神情在一刻变得有些不自然 第481章 你应该瞪他 然后再盘他 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这家伙 为什么把他们俩都留下来 该不会是 不会吧 不可能 这也太突然了吧 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不过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为什么不是只留一个人 而是要两个人一起留下 他们好歹也是黄花大闺女 两个人一起也不怕吃不消 就算不怕 好歹也得考虑一下 他们会不会很尴尬 短短片刻间 在萧尘说出这一句话 彩烟等人相继离去后 江丽和木悬一俩人的脑子 瞬间乱成一团 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 如潮水般喷涌而出 你 留我们下来 想干嘛 在深吸一口气 稳住心神后 江丽话音颤抖地问了一句 虽说 他之前跟木悬一讲过 俩人要制造机会 想办法把萧尘拿下 但他们都是嘴强王者 说完后 这几天依旧不敢行动 显然还是放不下内心的矜持 现在这情况 倒是让他们感到有些始料未及 没干嘛 我想要你们两个助我修行 争取早日突破地军九重镜 看着江丽和木悬一 一脸紧张 萧尘在此时 也没拐弯抹脚 反倒是开门见山地回答道 什么 助你修行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 但听到萧尘的回答后 江丽和木悬一还是炸毛了 当即一脸愤愤不平地盯着萧尘 萧公子 你说这话的意思 是打算将我们两个 当成卢顶来失望 他们好歹也是两位女帝 而不是两尊肉 呸 两尊卢顶 放眼整个苍蓝界 他们两个可是无数男人的梦中女神 内心渴望亿万变 也舔不到脚趾头的存在 这家伙 竟然敢如此直白地说 想要他们助对方修行 是不是有些太放肆 太目中无人了 如果换作其他男人 敢说出这种话 分分钟就被他们两个 给大谢八块了 不过这话从萧尘口中说出来 他们虽然不至于会手起刀落 但在内心还是有些很不爽的 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看着江丽和木悬一 一脸难以接受 萧尘只是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目光灼灼地盯着江丽和木悬一 你们都是世间不可多得的女子 曾凭一己之力 站在苍蓝界的顶端 有自己的尊严骄傲 和女子的矜持 岂能被人以卢顶的身份进行对待 我的建议听起来是有些很唐突 但没有冒犯和贬低你们的意思 这话真正的意思是 我想让你们两个 像彩燕他们一样 能成为我的女人 日后突破层层障碍 一起登顶云颠之上 说着 萧尘向前踏出了一步 一脸深情地盯着俩女 就是不知道 你们两个愿不愿意陪我一起登顶巅峰 没有多么激昂的语调 甚至还显得有些怪异 可就是这一番 看似有些不正经的话语 传入江丽和穆璇一两人的耳中后 如同蕴含了某种不可抗拒的魔力 让俩人的气势迅速溃败 脸庞甚至都罕见的红了 目光飘忽躲闪 心脏急速跳动 在萧尘这番真情告白下 两大女帝已经溃不成军 差一点就想夺门逃了 你们两个不愿意吗 看到江丽和穆璇一这个样子 萧尘并没有给俩女时间纠结 再一次开口 让两大女帝回答 这让江丽和穆璇一 是他们生平中第一次跟男性如此之暧昧 并且他们还处在别动当中 萧公子 我们才认识不到十来天 现在谈这个是不是 在心脏急速跳动中 穆璇一抬起头说道 不过她的话语还没说完 就被萧尘抬手按住嘴唇 这让她的身子微微一僵 我被修饰 讲究的是念头通达 敢爱敢恨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此生我定不负你们 如果你们不愿意 此生我也不纠缠 这是一个双向选择 决定全在你们手里 只是我不愿意等太久而已 看着江丽和穆璇一俩人 萧尘十分干脆地开口道 这让穆璇一彻底妈了 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哈哈 好一个敢爱敢恨的 好一个决定全在我们手里 把我们的情绪挑逗起来后 反手将问题甩给我们抉择 还只留下一丁点时间考虑 本后的萧大公子 你果然是个渣男 就在穆璇一 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之时 江丽轻笑一声后 有些咬牙切齿地说道 想跟我们两个比破例是吧 老娘今天就满足你 看看今天这场较量 究竟是谁更厉害一点 听到江丽这一番话 萧尘神情微微一愣 显然没想到 江丽的反应会这么大 言语之间 对她似乎颇有怨气 难不成是憋太久了 就连穆璇一也是一脸猛逼 显然没想到 江丽会答应得这么草率 这是被刺激到了 还是顺势而为 想立马尝尝先 你这条蠢蛇 这么看着本后干嘛 你应该瞪她 然后再盘她 让她知道我们的厉害 看到穆璇一 一脸惊呆地看过来 江丽红着脸 骂骂咧咧地开口道 这种样子 完全没有半点魔后风范 反倒是 一个想要偷吃进果的魔女 被人看破后 尴尬到破防了 才会装腔做事 想为自己打气 而穆璇一 这位傲娇冷艳女帝 此时就像是一头呆鹅 脑海中已经乱成一团 完全不知道 接下来要干嘛 既然你们都不打算离开 那接下来 就让我们来一场 见血的较量 看看是你们这两位 女帝厉害点 还是我这一位夫君 要更胜一筹 听到江丽的话语 还有看到穆璇一 并没有离开 萧尘在这一刻 也是干脆利落 大笑一声后 便将俩女搂住了 姐姐 你说老祖和魔后 能坚持多久时间 在萧尘手忙脚乱之时 彩蝶拖着下巴 看了一眼宫殿 随后有些好奇的 被彩烟问道 这一句话 险些没把彩烟给噎死 闭嘴 这是我第十八次警告你 不准再称呼他为老祖 同一个屋檐下 还要同处一室 甚至共睡一床 你这么乱称呼 害不害臊 没有回答彩蝶的弱智问题 彩烟披头盖脸 就是一顿问候 让彩蝶的嘴巴 忍不住嘟起来 特殊的称呼 有新鲜感觉 这是你亲口跟姐夫说的 当时我听得一清二楚 现在却怪我乱称呼 虽然知道这样子很不好 但每一次都感觉很刺激 他主打的 就是一个叛逆 现在不让他叫 以后就偏要叫 好你个死逆子 你当真是飘了 听到彩蝶的话语 彩烟气不打一出来 一把揪住对方的耳朵 疼得彩蝶一脸呲牙咧嘴的 疼疼疼 彩烟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再不松手的话 下一次 我就和老祖 还有姐夫一起收拾你 随着这一句雷人的话语说出口 彩蝶毫无疑问 又迎来一顿毒打 看得柳若仙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当真是一对活宝姐妹 第482章 倒映神军 苍蓝界地下深处的大恐怖 这家伙 还真是荒莹无多 在彩烟和彩蝶斗嘴之时 另外一处僻静的虚空中 波若西扫了萧尘所在的宫殿一眼 神情微微波动一下 明明看起来有些不凡 却又跟顽固一样好色 莫非 天底下的男子 都喜好这一口 不过波若西并没有深究 扫了一眼后便收回目光 毕竟 萧尘有恩于他 关于对方的私生活 他也不好干涉什么 再收回目光后 波若西又看向下方大地 眼中闪过一抹诡异之色 躲在这方世界的地下深处吗 随着这一声泥南的落下 恐怖的神魂感知宛若潮水一般 煞时间朝着大地深处蔓延而去 在察觉到这番天地有静置后 波若西就试图找出源头所在 经过刚才一番感知 这世界其他地方没什么特别 唯有在这方世界的地河深处 似乎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波动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这里应该就是这方天地静置的源头所在 短短不到几个呼吸 波若西的魂念便深入地下亿万里 突破层层天地法则的封锁和遮掩 直接来到苍蓝界最为核心的地河 放眼望去 这里是一片熔岩事件 恐怖的高温足以焚杀任何地军竞强者 哪怕是半神竞强者也无法在这里坚持 而除了高温之外 这里所凝聚的世界法则之力 更是恐怖到足以让真神 不对 足以威胁到神王 一道道血色的雷霆 不断在熔岩世界中穿梭 每一道血色雷霆所蕴含的法则之力 比起萧辰曾经召唤出来的天谴雷霆 不知道要恐怖多少倍 这是足以是神的力量 哪怕是神王境的强者 面对这一道道雷霆 也没办法能轻松应对 而在这一道道雷霆环绕的中心 一座青铜古殿静静地矗立着 周身鸣刻着一道道神闻 似乎一旦全面激活的话 足以爆发出毁天灭地之威 神君到场 看着眼前这一种骇人的景象 波若西在此时猛地睁开双眼 神魂感知瞬间被他收了回来 脸上甚至露出一抹忌惮 因为在他的感知中 那一座神秘的青铜古殿 竟然是一尊神君极至宝 并且从上面弥漫的神闻道运来看 这一座青铜古殿的主人 只怕不比他巅峰时期弱 他现在修为跌落到神王境后期 如果贸然去探索这处遗迹 惊动了青铜古殿中的存在 只怕他也会陷入到麻烦中 所以 波若西虽然有些好奇 这一座青铜古殿究竟隐藏着什么 但最终也只能压制住内心的好奇 听到我被拉近做针灸 小姨子闻着味就来了 仗着自己是主任 他赶走其他人 说接下来由他亲自下针 我有点慌 神王 他是如何进入苍蓝界的 就在波若西魂念撤离之时 青铜古殿的最深处 一位如同干尸一般的老者 突然睁开双眼 一股恐怖的修为波动 煞世间弥漫在大殿内 此人 正是君奥峰等人 所要逼出的不死守灵人 只是此时对方身上 所弥漫的修为波动 比起十二万年前 不知道要恐怖多少倍 那种波动 已经远远超越了半神境 很可能是真神境 或者是天神境 甚至是神王境 再让天地灵渊育一下 只要吸收了这一波灵渊 这一具魔神 就能达到完美了 切实 等到道魔两身融合 本君不仅能伤势尽数恢复 甚至还能重回到巅峰状态 有望打破桎骨 踏入神地境 感受着天地间的变化 老者露出森然的笑容 没错 这一位所谓的不死守灵人 正是留下传承的倒映神剧 十二万八千多年前 他意外遇到一位重创的神帝 并且对方还是一位纯阴女帝 为了能有机会突破到神帝境 他脑海中冒出一个疯狂念头 那就是裁补对方 趁对方受到重创 吸干对方的精华 可他还是低估了神帝强者的恐怖 在身中歧毒和身受重创的情况下 对方还能爆发出神军境巅峰战力 那一战 他肉身不仅被打崩 神魂也受到了重创 若不是最后施展秘法 逃离那一片星界 只怕他很有可能会被那位女帝给宰了 之后 为了避免被那一位神帝追杀 他不惜横跨几个星域来到苍蓝界 将自身三成血肉融入青铜骨关 形成天地静置 彻底封印苍蓝界 另外五成血肉 他利用秘法将其熔炼成一具魔胎 并将其封印在这一座青铜骨殿内 只是这一具魔胎 除了用各种神级材料喂养之外 还需要众生愿力刺激才能复苏 让这一具魔神的潜力达到极致 所以 在十二万多年前 他来到这方世界后 便顺手布了一个局 故意让青铜骨殿的投影 现身于苍蓝界 并且声称谁要是能得到到印青铜蜜药 便有机会能获得他的传承 之后也正如他所料的 周围被惊动的神级势力都疯狂了 一个个想方设法要进入这方天地 奈何面对他布置的禁止 众多神亡都没办法攻破 并且在当时 他本体因为元气大伤 在剩下的血肉重组后 修为更是跌落到半神境 根本不敢放任何神境强者 进入这一方世界 但好在 在他故意放出一处破绽后 这十八大神王也不是傻子 竟然想到 让真神境强者的神魂降临 融合苍蓝界生灵 成为神将者 在这一方世界建立起根据地 肆无忌惮地寻找所谓的秘药 只可惜 在他的戏弄之下 第一批神将者 根本找不到真正的传承 只能不断在苍蓝界内 掀起一场场厮杀 而察觉到众生灵院 对于魔神的孕育有极大作用后 倒映神君便以众生为棋子 跟这些神将者玩起了把戏 甚至还以守灵人的身份培养出来 几位气韵之子 跟这些神祥者进行较量 这样一来 不仅不会让苍蓝界的众生 看不到希望 从而变得麻木沉浮在神将者的淫威下 导致仇恨消失 直接丧失了怨根的根源 也能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 巧妙地清除这些外来强者 之后 众多神王暴怒强攻天地禁制 奈何禁制处在巅峰时期 根本不是他们能撼动的 最终众多神王只能选择放弃 但却根据他所留下来的一点破绽 推演出这阵法只能维持十二万年 众多势力便约定十二万年后再来 而倒映神君也陷入沉睡 如今十二万年过去了 凭借曾经的一些宝物 他本体修为恢复到神王境 魔身也是差不多孕育完毕 只差最后一次天地灵院洗礼 他便能将到魔两身融合 修为重回到神君境巅峰 第483章 众多神王的察觉 苍蓝剑内的惊变 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苍蓝剑内为何会有神王 随着心中各种念头闪过 倒映神君眉头微微皱起 他沉睡之时 明明已经封锁了苍蓝剑 以倒映神殿作为阵机所形成的天地大阵 哪怕是神君敬强者想进来也没那么容易 可在他复苏后 竟然有一位神王敬强者 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了 这让倒映神君的内心涌现出一种不祥之感 下一刻 倒映神君结出一道硬绝 神魂融入到天地大阵中 瞬间窥探到苍蓝界外的情况 18位神王强者 还有那一座神将祭坛 全都映入他的脑海中 一个都没少 看着这18位神王 依旧是12万年前那18位神王 只是一身修为波动变得更强大了 这让倒映神君的心中一沉 显然没想到 这一位进入苍蓝界内的神王 竟然不是12万年前的强者 难不成 是这些家伙找来的帮手 可是 有神王进入其中 完全有能力 可以理应外合 强行破开这处天地禁止 这些人却还在制造杀戮 引发天地灵愿 莫非不是一伙的 在沉思一下后 倒映神君收回了神魂感知 也没有去找波若西的麻烦 还有三天时间 他这一具魔神就能孕育完毕 从而接受天地灵愿洗礼复苏 在此之前 只要对方没来找他的麻烦 他不会蠢到去招惹波若西 随着念头的落下 倒映神君缓缓闭上双眼 倒映神殿随之陷入死寂 唯有大殿内一座黑金棺木 不断有沉闷的心跳声响起 并且频率也是在不断加快 三天时间眨眼急过 整个苍蓝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处都是湿山血海怨气冲天的景象 苍穹上面 甚至被一层黑云所笼罩着 在倒映神君错误的诱导下 鸡昌剧等人都彻底封没了 不断屠杀苍蓝界的生灵 制造出更多的天地灵怨 这让苍蓝界的生灵 在短短几天内 便死了一大半 除了少数一些有实力的势力外 其他势力的地盘已经变成炼狱 不过仅剩的神将者 脸上没有任何喜色 反而是一脸阴沉 因为他们发现 不管众生怨气如何增加 天地禁止都没有被削弱 这让他们不得不怀疑 众神王给他们情报是不是假的 天地灵怨对禁止根本没有效果 不仅是众多神将者察觉到异常 就连在域外的十八位神王 在这一刻也感到有些不对 一个个眉头紧锁地盯着虚空禁止 诸位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一处天地禁止 不仅没有被削弱 反而还变得更强了 在死寂的氛围中 君家神王盯着这一处禁止 突然开口对着其他人问道 这让众多神王神情一愣 哼 原来君兄也有如此感觉 本王还以为是我有错觉呢 就在君家神王开口后 叶家神王叶臣附和道 十二万年前 这天地禁止因为众生的灵怨而出现波动 我们不知道是他因为不稳定才出现波动 还是这处禁止在吸收灵怨才会出现波动 如果是前者 这禁止经历了十二万年 威力应该有所减弱才对 但现在这玩意 威力丝毫不弱 甚至是要强于十二万年前 如果是后者 那我们这些年来就都被人给耍了 听到叶臣这一番话 众多神王面色阴沉 一个个都忍不住感知一下天地禁止 感受到这禁止真如叶臣所说的 丝毫不弱于十二万年前 甚至比十二万年还要强 众多神王就像吃屎一样 表情是一个比一个难受 既然天地灵怨无法削弱禁止 如今看来我们就只能强攻了 看到众多神王的神情变化 叶臣在这一刻开口蛊惑道 而这一次 之前嘲讽他的天使神王 在这一刻没有出言嘲讽 反而点了点头赞成这道 叶臣神王说的不无道理 或许我们在十二万年前 真的是被禁止给误导了 如今看这情况 我们唯有强攻 先前自家神子还没出局 第一个跳出来反驳的是你 现在自家神子出局后 第一个出言赞成的也是你 你这变脸的功夫还真可以 就在天使神王话语还没说完之时 凤凰族神王在这一刻突然冷笑道 气氛瞬间变得诡异下来 你想打一架 被凤凰族神王嘲讽了一句 天使族神王霸气地回道 不过就在他这一句话刚落下 身上爆发出恐怖的气息之时 虚空中突然爆发轰鸣 这让众神王神情一变 还以为是又有神将者被淘汰了 不过随着目光看过去 众人才发现是苍蓝界的虚空静置 在这一刻竟然破天荒地震动起来 剧烈的动荡引得苍蓝界为之震战 也令得十八位神王的瞳孔都猛地一缩 这静置不稳了 刚才还在讨论这静置稳如老狗 没想到他们话音才刚落下 这天地静置就变得不稳了 未免也太巧了吧 好机会 趁现在阵法出现波动 我们一同出手击破他 再愣了一下后 军家神王爆喝一声 修为随之轰然爆发 金光闪耀着一片虚空 如同一轮恐怖的大人 慢着 现在情况不明 我们不能出手 看到军家神王想要动手 凤凰族神王当即爆喝到 修为在此时也轰然爆发 恐怖的神威弥漫星空 让周围众人面色一变 住手 谁允许你们动手的 就在两大神王要开思之时 苍龙族神王的话音 如同惊雷一般乍响 恐怖的龙威 让两大神王身子微微一僵 毕竟 这可是众多神王中的最强者 单打独斗的话 在场另外十七位神王 没人有把握 能应熬练 你们看 苍蓝界内似乎有东西 要出事了 同样就在此时 几家神王目光锁定着苍蓝界内 话音低沉的对着其他神王喝到 这两句话 瞬间让所有神王都看向苍蓝界内 瞳孔在这一刻都忍不住收缩起来 只见在虚空境之内 原本弥漫在天地间的众生灵院 宛若漏斗一般的灌入某处大地 使得东狱和中狱之间的汪洋 在这一刻形成一个万里漩涡 并且随着天地灵院的倒卷 天地灵气也一起蜂拥而去 在虚空中刮起恐怖的风暴 戒海上空尽数崩塌 那种恐怖的冲击足以重创 或者是抹杀地军进强者 如此害人的动静 令得东狱和中狱众多的生灵 一个个都抬头看向戒海方向 显然有些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484章 道魔相容 六大傀儡复苏 神殿要出世了 在戒海发生如此惊变之时 苍蓝界各地仅剩的神将者 一个个都猛地抬头 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虚空震荡 神殿出世 这一次 他们若是能得到神君传承 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人神王 在念头落下之时 不认识鸡昌剧 还是熬成贪等人 一个个带人 朝着戒海急驰而去 一群不知死过的蝼蚁 竟然也敢往这边赶来 在戒海漩涡深处 倒映神君森然地抬起头 脸上露出一抹嗜血之色 而在他的身前 一尊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浑身散发着滔天魔气的身影 静静盘坐在那口黑金棺木上 随着天地间的灵愿 不断被这身影吞噬 对方身上所散发的修为波动 也变得愈发恐怖 短短片刻间 便达到恐怖的真神境 并且还在急速飙升中 就如同是弥漫在天地间的灵愿之力 大大的刺激到 这具魔神蕴含的机能 让这具魔神 不断释放出自身的潜力 竟然在吞噬众生灵愿 在倒映神君 弄出来如此惊人的动静后 原本在恢复修为的波若西 也睁开双眼 目光再一次看向 倒映神殿所在的方向 脸上露出罕见的凝重之色 如此惊人的动静 如果不是有质宝要出事 那就是有魔头要复苏了 前者倒是没什么 兴许还会是机缘 可如果是后者 事情就麻烦了 毕竟 在一处神君道场内 如果真有什么魔头要复苏 要么是这道场的神君强者 要么是被对方封印的敌人 随着目光的闪烁 波若西并没有什么动作 只是闭上双眼 恢复修为 他跟倒映神君毫无瓜葛 只要对方不来找他麻烦 他也不会闲到没事找事 另外一边 柳若仙和采烟等人看着虚空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凝重之色 好惊人的动静 难不成是那些神将者 所要找的至宝出事了 看着冬玉所在的方向 采烟话音沉重地说道 没想到 他们这边才配合恶魔族 整合了中玉所有的势力 这中玉和冬玉之间 又有如此异象爆发 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完全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联系冬玉那边 让他们不要管外界的事情 不论这方天地发生什么惊变 死守地盘保护好自己就行了 至于其他的事情 等我们回去再说 如果遇到什么无法抗拒的危机 记得让他们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在彩烟话音刚落下后 柳若仙话音凝重地道 如此惊人的动静 势必会爆发厮杀 而在这一段时间内 浩劫会席卷苍蓝剑 危机也会无处不在 他们一行人跟在萧尘身边 虽然要时刻面临厮杀惨战 但只要萧尘不死的话 他们的危机反而很小 倒是远在东荒的其他人 没准会遭遇到什么危机 采烟文言点了点头 当即拿出传讯玉佩 给萧曼等人传讯 做完这一切后 采烟等人也没有在虚空中逗留 只是派天邪和塔尔木托等人 带着一块半神级空间阵盘 先行前往界海漩涡侦查 而他们这些主力军 则是留在深渊世界 等萧尘出关后再一同前往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又是两天过去了 原本弥漫在天地间的众生灵院 已经被戒海先后吞噬了近九城 戒海漩涡上空 浮现出一座青铜古殿的虚影 恐怖的威压弥漫笼罩着天地 而在漩涡的下方 青铜古殿依旧存在于 地下亿万里深处 只是在神殿内部 那一尊魔神已经完全复苏 浑身上下散发着恐怖威压 那种修为波动 竟然达到了惊人的神汪境后期 接下来就差到魔戎河了 看着眼前这一具复苏的魔神 倒映神君脸上露出激动之色 随即分裂出一部分神魂 融入到这一具魔神当中 令得魔神在这一刻也睁开双眼 果然是截然不同的力量 若是按照古法进行相容 本君绝对能重新回到巅峰 日后也有望踏入到神地境 感受着这一具身躯蕴含的力量 倒映神君脸上露出激动的神色 没想到十二万年前遭遇重创 他逼不得已 才动用这一门意外得到的道魔相容大法 本以为育育出来的魔神应该不怎么样 没想到这身躯的潜力底蕴都超出想象 这简直就是意外之血 在念头落下之时 倒映神君一心两用 倒魔两身结出应绝 在一白一黑两种光芒的爆发中 倒魔两身在此时也诡异的融合 一股恐怖的气息也在俩人间爆发 几乎在这一刻 大殿中有六道身影站了起来 每一道身上都散发着恐怖气息 那种波动赫然达到了半神境极致 只差一步就能成为真神 而这六道身影 其实是十二万年前 倒映神君所说的弟子 也是当时的气韵之子 只不过 在对方斩杀了所有神将者后 倒映神君并没有帮助他们打破天地封锁 成功突破到真神境层次 因为那样做的话 会让天地禁止出现破绽 所以倒映神君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将这六大气韵之子 都炼制成一具具不死傀儡 并封印在倒映神殿内 十二万年来 虽然他没有刻意去祭炼这六具傀儡 但这六具傀儡在神殿气息的滋养下 身躯的坚硬程度已经能堪比真神兵 这一次让这几具傀儡复苏 就是要去清理这批神祥者 免得在他融合的关键时刻 被这一群蝼蚁闯进来打扰 随着一道指令的落下 六大傀儡冲出倒映神殿 朝着上空漩涡扶摇而上 另外一边 中玉和东玉的戒海上空 在天地灵院变得日渐稀薄之时 虚空中也被撕裂出一道道裂缝 紧接着 一辆古老的车链从裂缝中冲出 恐怖的威压瞬间席卷这片天地 为首的一位青年站在行宫楼阁下 目光无比凝重地盯着下方漩涡 这一行人 赫然是从东玉赶过来的机家众人 为首的正式机家的神将者姬昌俊 果然是倒映神殿 看到戒海上空的投影 机昌俊深吸一口气息 并没有下达什么指令 只是在戒海上空静静等待着 倒映神殿 可是有一位不死存在 并且还有几位半神净土著作为守护者 这是上一代神祥者出局后提供的情报 虽然不知道 时隔十二万年后 这一位守灵人和几位守护者还在不在 但他们先冒险行动明显是很不理智的 第485章 你是不是觉得本神子是一只傻鸟 在念头落下之时 机昌俊随即闭上双眼 在行宫楼阁上静候着 没过多久 周围的虚空再一次被撕裂 并且一次性还是三道之多 伴随着龙音凤鸣 还有昆吼声响起 一道道庞大的身影 也从虚空裂缝中冲了出来 真龙 真凤 昆鹏 东玉三大顶尖的皇族妖兽 一个接着一个陷身于戒海 恐怖的威压令得方圆万里 虚空风云倒卷 也让机昌俊忍不住睁开双眼 东玉离此地并不是很远 你们竟然这么久才赶到 并且还是三大族一起来 看来 你们是商议好了 打算在后面捡漏 想让其他人当出头鸟 看到姗姗来迟的三大妖兽皇族 机昌俊话音有些莫名的询问道 这让三大族文言冷笑一声 一个个都化为了人形状态 本来是有这个打算的 可没想到 在虚空中隐秘了那么久 另外几个家伙都还没到 这帮家伙 当真是吃屎 都赶不上热乎的 扫了机昌俊等人一眼后 彭承坤阴阳怪气地说道 而他口中所言的那几个家伙 自然是指南州 西域 和北域的几位神将者 上一次 明知道应神殿是消失在中域的附近 这一次降临 竟然不提前靠近这片地带 这几个家伙的脑袋 当真是被昆浊了 既然彭兄这么急切 不如让坤鹏族作为先锋 先进入漩涡内 抢占先机 听到彭承坤的话音 机昌俊淡笑着说道 这一句话 让敖成瘫和凤机昌眼神一宁 彭承坤则是面色骤然一冷 目光不善地看向了机昌俊 你是不是觉得 本神子是一只傻鸟 随便被你忽悠两句 就进去送鸟头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森然的气机弥马而开 似乎机昌俊不说两句好听的 他下一刻就会变成愤怒居昆 直接将对方被得分不清男女 彭兄误会了 你可是有一半坤的血统 怎么能说是一只傻鸟呢 这不是在羞辱你一半不是鱼吗 机昌俊文言嘴角一掀 有些意味深长地说道 让敖成瘫和凤机昌俩人的眉头 微微一皱 这家伙分明是在挑衅彭承坤 果然 这一位机家神子 还是因为在神域被对方绿了 而耿耿于怀 所以想在下届时 找机会洗刷当初的耻辱 不过这时机 未免也选得太不对时间了吧 现在倒映神殿出世 在所有危机还没明朗之前 众多神想者都是同一阵营 现在内耗可不是明智之举 机家小儿 你是不是想跟本神子较量一番 在敖成瘫等人念头落下之时 彭承坤脸色阴沉得有些可怕 说话间目光死死地盯着对方 似乎只要机昌俊有胆子在接话 他下一刻便会毫不犹豫地动手 咔 不过就在此时 在机昌俊眉头微微一跳 刚要开口说些什么之时 不远处的虚空突然爆碎炸开 一道道身影在此时踏空而出 为首是一位面如关玉的白衣男子 身后还跟着众多身穿道袍的老者 这是北域神将者苏然 在他身后则是北域最大的地级势力 神须道宫 而在这一行人的不远处 还有一道道浑身涌动着魔气的身影 为首的一位 是一位身穿紧身衣的女子 脸上蒙着面纱 看不清容貌 如细柳福春的腰之上 顶着两座雪白圣锋 让人看了都不禁感慨 这身材不符合比例 此人 同样是来自于北域的神将者 只不过是统领魔道的领军者 名为痴妹 在他身后则是玄幽魔门 是能跟神须道宫抗衡的顶尖魔道势力 不过这还没完 在两大神将者接连现身后 其他神祥者也都接连将领 其中就包括西域和南州的神将者 他们距离此地虽然比较遥远 但手里也不是没有准备底牌 上一任神将者 为了能快速到达苍蓝界任何一个地域 曾大肆收集空明石 铸造空间传送宝物 尽管已经使用掉一部分 但依旧有不少宝留下来 他们正式动用这些空间传送宝物 才能在短短一天之内 从另外几大狱赶过来 随着十二大神祥者的巨头 虚空中也陷入诡异的气氛 姬昌巨和彭承坤没有在针锋相对 而是目光凝重地盯着其他神祥者 其中像苏然 鬼凯 鬼鬼 这些同样是神将者中的强大存在 比他们当中任何一个都毫不逊色 所以这个时候 若是继续搞内讧的话 只会让别人有机可乘 短短半天 小五学妹各种秀才艺 不管是身抓重点 还是知难而上 都让我深有感触 这么卖力 肯定还有目的 好家伙 前面竟然有这么多神祥者 我们还要过去查探情况吗 在众多神将者巨头之时 天蝎和塔尔木托等人隐匿在百里之外 前者看到这一幕 不禁有些惊悚地问道 以往 只是两三位神祥者联手 就让他们一行人 棘手不已 若不是每一次都有萧尘在力挽狂澜 只怕他们一行人不死 也得伸受重创 而这一次 在界海漩涡的上空 竟然有十二位神将者 这是何等恐怖的事情 毕竟每一位神将者 就是一位半神强者 如果再加上他们身后势力的老家伙 还有这些家伙手中掌握的某种底牌 所能出动的半神强者 起码还得翻个两三倍 这也就是说 一旦厮杀爆发的话 对方的半神进战里 最少也有近四十位 毫不夸张地说 此时 苍蓝界所有的半神强者 几乎都聚集在这个漩涡上空 过去找死吗 天行剑文言翻了个白眼 随即对几人传音警示道 魔主大人现在还没有出关 我们可不能离这些家伙太近 免得捅出篓子 我们应付不了 我们在后退一百里 远远监视他们即可 听到天行剑这一番话 天蟹等人点了点头 也没有无脑昏头了 都小心翼翼地收敛气息 隐匿于虚空中慢慢后退 诸位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便探索悬涡罗吧 对于百里外的天蟹等人 熬成谈此时虽然有所察觉 但并未将这几人放在心上 只是对着其他神将者说道 毕竟 几位帝君近强者 若是放在平常时期 不管是在苍蓝界哪一个地方 都是能威慑一方的超级强者 可现在在他们一行人面前 不过是几只强一点的蟹蚁 他们最要紧的是 探索这一个漩涡 找到道印神殿 并得到里面的传承 凡事讲究一个先来后到 既然是你们几位先到的 那这一次漩涡探索 理应让你们先进去 在熬成谈话音落下后 苏然露出如沐春风的笑容 一脸温序地对熬成谈说道 其他人闻言都为之沉默 显然是默认苏然的说辞 这让熬成谈的神情微微一僵 第486章 有什么底牌统统施展出来 不然的话 我们都会死在这 大家都来自神域 没必要这么客气 更何况 这天下的机缘 有缘者得知 何须在意这些规矩 不如大家一起进入探索如何 在面色变换一下后 熬成谈淡笑着说道 眼神有些冰冷地扫了苏然一眼 这家伙竟敢让他难堪 等下若是有机会的话 他一定会让对方知道 什么是龙性本营 什么又是龙阳之后 被熬成谈一脸森然地扫了一眼 苏然的眉头微微一皱 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不过他并未放在心上 只是将目光看向痴妹等人 既然熬大神子诚心诚意地邀请了 那我们一行人 就一起进入漩涡吧 苏然一脸风度翩翩地说道 不过 还没等他将话语说完 众人像是感应到什么一般 目光瞬间看向下方的漩涡 有强者上来了 感应到漩涡中的波动后 在场所有神子面色一变 几乎在众多神子话音落下之时 漩涡中爆发出惊人的轰鸣 原本刚修复不久的空间 在这一刻如镜面般炸开 六道身影如同鬼魅一般 出现在众多神子的面前 恐怖的威压宛若风暴一般 煞时间便横扫着一片天地 他们是六大守护者 看到眼前这六道身影 众多神子的瞳孔猛的一缩 脸上都露出惊骇和难以置信之色 在上一代神想者被轰杀 神魂回到神域之时 曾将苍蓝界内获得的一切情报 都一五一十地禀报给众多神王 这些情报 就包括了十二万年前 六大气韵之子的图像 所以 此时看到这六道熟悉的身影 众多神想者都被吓到了 显然没想到 这六位气韵之子 竟然全都还活着 这是何等恐怖的事情 要知道 帝君静强者的寿源 一般只有两三万年 半神静强者最多可以达到五六万 而眼前这六大气韵之子 历经十二万年 还没有死 能不成 眼前这六人 已经突破到真神静吗 不对 他们好像是 傀儡 就在众人心神惊骇中 苏然在这一刻 最先意识到不对 当即对着其他神将者大喝一声 这一句话 让众人在惊异中 都露出欣喜之色 原来是傀儡 怪不得能保存这么久时间 不过纵使为傀儡 经历了十二万年之久 身躯也应该要腐朽了吧 下一刻 还没等熬成瘫等人欣喜多久 六大气韵之子 转动着僵硬的头颅 目光森然地落在眼前所有人身上 伴随着一道道威压的横扫爆发 六大气韵之子 没有任何的迟疑 如同豺狼一般 扑向熬成瘫等人 身上所弥漫的恐怖力量波动 瞬间让熬成瘫等人 面色俱变 半神境极致 感受到这种恐怖的力量波动 熬成瘫等人都是一脸骇然 同样在嘶吼声中爆发修为 没有任何的试探 在六大气韵之子扑杀而来之时 一道道神通瞬间横滚于天地 朝着六大气韵之子轰杀而下 伴随着神通的碰撞 借海上空崩塌成恐怖的黑洞空间 毁灭性的冲击宛若海啸一般席卷 天邪和天行剑等人 在后退百里外后 看到眼前这一幕 一个个面色俱变 也丝毫顾不得会不会被发现了 都疯狂爆发修为朝着远处逃窜 如此毁灭性的力量 哪怕他们都是帝君进强者 一不小心被卷进去的话 只怕下一刻就会被重创 而在天邪等人疯狂逃窜之时 在厮杀碰撞中心的苏然等人 一个个都如同见鬼一般 目光骇然地盯着眼前六大气韵之子 无伤硬抗 眼前这六大守护者 竟然凭借肉身防御 就扛下他们的神通 要知道他们可是神将者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磨合 所能发挥出来的战斗力 几乎能达到半神境极致 十二位即经半神一同出手 再加上身边还有刺一点的 起码有二十四位半神 一同全力爆发 竟然奈何不了 眼前这六位气韵之子 这六大气韵之子 竟然如此之恐怖 怪不得 在十二万年前 能淘汰上一代十几位神将者 原来 是因为小五的姐姐阿里老欺负他 他打算让我去他家帮他出气 让他姐姐知道我的厉害 这就很为难我了 他们的肉身堪比真神兵 一击无果后 熬成瘫感应出六大气韵之子的异常 便话音歇斯底里地 对其他人嘶吼道 全力以赴 不要留守 有什么底牌统统施展出来 不然的话 我们都会死在这 几乎在最后一句话 还在回荡间 熬成瘫在嘶吼中 发出惊天龙银 随手化为一头金色的万丈巨龙 恐怖的龙威横扫于天地 两片神秘的龙银 浮现在他的眼前 下一刻 随着他一爪子轰在了上面 那两枚龙银当场爆碎炸开 又是两道龙银声响彻天地 一黑一白两道龙影 浮现在熬成瘫左右 身上同样散发着恐怖的修为波动 那种波动 赫然也达到了半神界 这是龙族的半神强者 在即将陨落之时 燃烧血肉和金破 在融合多位帝君境强者 所铸造出来的龙魂秘宝 一旦激活 可以召唤出半神境巅峰的龙魂金破 所能爆发的战力 绝对不弱于神将者 看到熬成瘫如此舍得 其他神将者也没藏桌 一个个都施展出底牌 伴随着一道道光芒的爆发 众多神想者 要么激活阴魂类秘宝 要么动用背后势力的傀儡兵器 或者是动用一尊尊强大的刺神兵 一时间 更多半神境波动 肆虐于虚空 熬成瘫等人的阵容 战力瞬间翻了几倍 不过 面对熬成瘫等人的全力以赴 六大气韵之子 并没有什么迟疑 依旧像僵尸一般 再一次朝着众多神想者扑杀而去 暗随着轰鸣声不断乍响 恐怖的厮杀 瞬间白热化 毁灭性的力量 令得方圆万里虚空尽数崩塌 下方借海 更是不断掀起数万丈的滔天巨浪 这一幕 看得万里外的天邪和天行剑等人 浑身一阵冰寒 太恐怖了 简直是前所未有的恐怖 如果再这样厮杀下去的话 只怕东狱和中狱大陆都会受到波及 这一场厮杀的规模 绝对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 哪怕是帝君九重镜的强者 恐怕连插手的资格都没有 太残暴 太激烈了 我们必须将这里的情报传递回去 希望魔主大人能应对这种大场面 在虚空中观察了一会后 天邪深吸一口气颤音道 他第一次感觉到 就算是修为达到帝君八重镜 也不过是强大一点的蝼蚁而已 之前的战斗 他好歹还能帮上一点忙 但眼前这种厮杀 他要是被卷进去的话 可能都不用一个呼吸 他就会被冲击抹杀了 第487章 修为突破帝君九重镜 准备前往戒海 另外一边 在敖城滩等人陷入惨烈的厮杀之时 萧辰也结束了为期四天的闭关修炼 随着他修为突破到帝君镜 所有武学也被提升到神级 萧辰这一次闭关 可以说是 完美地吸收了江丽和慕玄一的反补 也令得他的修为飙升到帝君九重镜 只差一步就可以突破到半神镜 这让萧辰不禁心生感慨 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 修为就达到当事顶尖 这种修为晋升速度实在是太梦幻了 萧辰 你这个渣男一点都不温柔 让老娘这么痛 今后 你若是敢使乱中气 本后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在萧辰睁开双眼 感受着体内涌动的力量之时 一旁江丽躺在地上无力的道 看起来有点像是神志不清了 难以想象 一位半神镜强者 究竟是经历什么样的磨练 才会神志不清再说梦话了 而在另外一边 沐轩一已经完全昏死了过去 不过在他身上有九彩光芒在闪烁 修为气息也在昏睡中 节节攀升着 很显然 沐轩一虽然因为承受不住剧烈的冲击 而昏厥了过去 但这一次也得到了惊人的好处 不出意外的话 等到对方苏醒过来后 修为必定能踏入半神 行了 该起来了 看到江丽这模样 萧辰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过嘴角却微微掀起 能将两位高傲的女帝 折服成这样子 她内心还是有点自豪的 随着一道混沌真源 没入江丽体内 对方也在迷糊中 逐渐清醒了过来 睁开双眼 就看到萧辰那似笑非笑的眼神 甚至在眼眸深处 还有灼热光芒 如同一只还没吃饱的豺狼 意犹未尽地看着一头绵羊 这让江丽浑身一领 连忙从地上翻起身 挥手间遮住了身子 目光警惕和后怕地盯着萧辰 渣男 你还想干嘛 想起萧辰的残暴 江丽一脸的憋屈 本以为 凭借修为比对方强一些 他应该可以占据上风的 可没想到 对方凭借着属性克制 还有神鬼莫测的枪法 几个回合就将他压入下风 十个回合后就溃不成军了 后面就只能在被动中求饶 可没想到 萧辰这家伙 一点连相惜欲的念头都没有 直接在他的身上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现在回想起来 他依旧会心惊胆战 忍不住地腿脚发软 如果你还能再坚持的话 我倒是不介意再来几次 看到江丽如小女孩般的警惕 萧辰一时间感觉征服感爆棚 脸上露出一抹坏笑地回答道 这一句话 让江丽的脸庞瞬间就红了 不过还没等他露出娇羞模样 看到萧辰完全拿捏他的样子 他脸上当即露出一抹不服气 渣男 你以为本后会怕你吗 有种你就 一时口直心快 江丽刚想说 有种你就弄死老娘 不过看到萧辰愈发兴奋的神情 他后面的话 最终还是不敢说出来 生怕自己受到非人的虐待 哄 下一刻 就在萧辰笑着想说什么之时 一股强悍的修为波动 从沐悬一身上轰然爆发 在九彩光芒的闪耀中 沐悬一的修为成功踏入半神 这让萧辰的眼神一凝 哥哥哥 想不到你这小蛇 终于追上本后了 还不赶紧谢谢你这位夫君 对你的大力支持 在萧辰看向沐悬一之时 江丽在此时 就像是找到可以脱下水的 当即倾笑一声 有些妩媚的对沐悬一道 让刚睁开眼的沐悬一 忍不住愣了一下 看到萧辰灼热的目光 还有听到江丽这句话 沐悬一想起了先前的一幕幕 原本清冷的脸庞 破天荒的变红了 特别是 背上萧辰那灼热 而又富有轻悦性的目光 他感觉浑身上下 就像是有无数蚂蚁在爬 羞耻而又奇怪的感觉 不断冲击着他的神经 让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看到我一脸很为难 萧辰学妹豁出去了 只要我帮他出气 他以后和他姐给我表演无敌风火轮 这口气我出定了 夫君 我们可以进来吗 就在大殿内 气氛变得有些暧昧之时 柳若仙的话音 突然在他的耳边响起 这让萧辰的眉头一皱 以柳若仙的性格 一般是不会在他闭关刚刚结束 还没走出大殿 就急着来找他的 如果有的话 那只能证明 有大事发生了 进来吧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辰随口说一句 这也让江丽和沐悬一都意识到什么 一个个连忙整理好身上的妆容 神情在这一刻也变得端庄稳重 下一刻 随着空间泛起了涟漪 柳若仙和彩烟等人 全都出现在大殿内 刚一进门 几人就闻到一种熟悉的气味 这让彩烟和彩蝶有些蠢蠢欲动 不过想到现在可不是享乐的时候 俩人当即压下心中的杂念 目光看向萧辰和江丽等人 东狱和中狱的戒海上空爆发天地异象 疑似有什么金氏神物要出世了 引得各大神将者一同降临戒海 但没多久 戒海下方就冲出来六尊傀儡 跟那一帮神祥者厮杀在一起 现在战况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说着 柳若仙的神情变得愈发凝重 根据天邪他们的传讯 这一场厮杀 神祥者一方触动了近四十位半神 可他们竟然占据不到一丁点上风 从戒海下方冒出的六尊傀儡 肉身强度一次达到了真神级 真神级 听到柳若仙说完这些 萧辰的眉头微微一挑 脸上露出意外的神色 没想到 在他闭关这几天 竟然还有这种事 那六具傀儡 就是众多神将者所要寻找的事物 不对 应该是这六具傀儡 背后所守护的事物 只是让萧辰感到疑惑的是 苍蓝界内明明有天地禁止 限制一切事物晋升到神级 为何这六具傀儡 会有神级肉身强度 难不成 不知这天地禁止的 就是傀儡背后之人 或者说 这是不完全的神级傀儡 若不然也不会这么久 还拿不下几十尊半神 一念至此 萧辰脸上露出一抹意思 夫君 我们要过去搅局吗 看到萧辰一脸饶有兴致的样子 彩颜话音有些不确定的询问道 嗯 不过不是去搅局 而是去收拾残局 萧辰文言点了点头 他列杀了六位神想者 跟这些家伙已经结约 如果能有机会 将这些家伙都一起清除掉 他绝对会毫不犹豫的出手 并且这一次 或许还能弄清楚 天地禁止的隐秘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辰也没有拖泥带水 当即带着柳若仙等人 走出恶魔大殿 利用双头魔龙车碾 传送到戒海那边 并且在临走前 还传讯通知波若西一声 得知波若西在必要之时会出手 萧辰一颗心也彻底的放了下来 有一位神军强者作为后盾 哪怕对方的实力只恢复到神王境 也足以应付大部分的突发情况了 第488章 魔主大人 这里不安全 我们快撤吧 另外一边 在萧辰等人准备动身之时 借海上空厮杀的众多强者 一个个也都陷入蜂魔状态 熬成瘫等众多强者 一个个拼尽全力 哪怕是底牌进出 也奈何不了眼前六大傀儡 一种惨烈而疯狂的情绪 顿时涌动在众人的心中 以阵法封锁住他们的行动 让魂灵和刺神兵自爆 或许可以重创他们 在厮杀陷入僵持之时 吉昌剧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当即对熬成瘫等人大吼道 虽说眼前这六大气韵之子 肉身强度强横到有些离谱 给他们的感觉足以媲美真神兵 但对方并不是真正的神兵傀儡 没有经历过天地神洁的洗礼 真正算起来的话 只能勉强挤进真神级 终究还是有些不完美 若不然的话 他们绝对不可能是六大气韵之子的对手 更别说还跟这些家伙厮杀了将近半克钟 听到鸡昌剧的话音 熬成瘫等人心神一灵 一个个眼中露出了精芒 这个做法 虽然会让他们付出极大的代价 但这样若是能重创六大气韵之子 这绝对是可行之策 在念头落下之时 众多神将者将修为催动到极致 跟六大气韵之子碰撞在一起 虚空也在这一刻被封锁住 而众多势力的半神老祖 则是趁着这个短暂缓冲 掐出硬诀 开始引爆各自的次神兵 甚至 被召唤出来的一些阴魂惊魄 还有一些尸馈或是傀儡兵器 一个个身上都弥漫着极端狂暴的能量波动 如同一尊尊启动自毁程序的大杀器 当即朝着六大气韵之子疯狂扑杀而去 对 感受到这种动静后 鸡昌剧等人抱贺一举 在跟六大气韵之子对轰一下后 身子变化为残影冲向苍穹之上 六大气韵之子见状嘶吼一声 当即就想将鸡昌剧等人留下 但还没等他们扑杀而上 周围即将自爆的阴魂惊魄 还有众多尸馈和傀儡兵器 在这一刻也及时降临阻拦 厮杀再一次碰撞 而鸡昌剧和熬城滩等人 还有各大势力的半神老祖 在这一瞬间都撤出阵法之外 几乎在一道道阵文 将方圆千里彻底封锁之时 众多阴魂惊魄 尸馈魔物 傀儡兵器 还有一些刺神兵 也宛若烟火一般 轰然爆开 耀眼的光芒 将整片天地都笼罩在强光之中 毁灭性的力量淹没六大气韵之子 众多神将者搞出来的虚空阵文 仅仅才坚持不到一息时间 就在这种冲击中崩溃炸开 千里虚空瞬间崩塌成虚无 毁灭性的力量宛若黑洞风暴一般 朝着四面八方疯狂的席卷去 那种力量 已经超出半神境的极限 可奇怪的是 在这一片戒海的上空 哪怕有超越半神境的力量横扫爆发 苍穹上竟然没有天谦要降临的征兆 似乎这一片天地的天机感应 被某种存在给屏蔽掉了一般 来到小五学妹的家 看到对方的姐姐阿里 我人都傻了 这不就是高中跟我网恋奔线 想玩仙人跳的精神小妹吗 卧槽 他们疯了 真不怕激怒这一方天地 被天谦彻底轰杀成灰吗 看到前方那一种毁天灭地的场景 天邪和天行剑等人也在疯狂撤离 在爆出粗口的一瞬间 几人已经退出几万里 但那种毁灭性的力量 依旧如同海啸一般 朝着他们席卷而来 这要是落在大陆上 恐怕在一瞬间内 都能摧毁冬于任何一个境遇 让亿万万生灵瞬间化为灰烬 嗡 就在天邪等人怒骂之时 伴随着一阵嗡鸣声响起 一块阵盘从天邪的怀中飞了出来 紧接着 伴随着一道光柱冲天起 虚空上吞噬出现一道漩涡 在一道龙银声响彻于万里虚空之时 一辆双头魔龙车脸也从漩涡中冲出 魔主大人降临了 看到眼前这辆双头魔龙车脸 天邪和天行剑等人都一脸狂喜 不过在下一刻 看着前方横扫而来的风暴冲击 几人的面色都忍不住发生变化 现在各大神响者和六大气韵之子的厮杀 可是出现搞不好可是会卷进漩涡中的 萧尘可不知道天邪等人的担忧 在双头魔龙车脸冲出的一瞬间 他就看到前方横扫而来的冲击 这让萧尘的眉头微微一挑 脸上不由地露出一抹惊讶 显然也没想到 这厮杀竟然会惨烈到这一种程度 还没等萧尘开口说什么 江丽和慕轩一面色凝重 在此时都向前踏出一步 半神经修为也随之爆发 一道强悍的守护屏障 瞬间挡在车脸的前方 跟那一道圆弧冲击波轰在了一起 伴随着轰鸣声的响起 守护屏障不断的震荡 好在这一股冲击波 在横扫了数万里后 已经被削弱了几成 以江丽和慕轩一的实力 最终还是将其挡了下来 好恐怖的厮杀 这些家伙 究竟遭遇了什么 在挡下冲击余波后 江丽和慕轩一 看着前方的空间乱流 脸上都露出震撼和心有余悸的神色 也没办法制造出如此攻击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制造出这种风暴冲击的两拨人马 他们的综合实力究竟是有多恐怖 魔主大人 这里不安全 我们快撤吧 就在江丽和慕轩一挡住风暴冲击后 天蝎和天行剑等人立马来到车脸上 神情慌张地开口道 刚才的碰撞 他们都看在眼里 完全不是他们能插手的 所以此事先撤离比较好 撤离 听到天蝎的话语 萧陈的眼神一鸣 目光在虚空中一扫而过 走不了了 当然 也没必要走 几乎在话音落下之时 原本在周围肆虐着的空间风暴 突然间被撕裂出一道道裂缝 接着一道道身影狼狈地走出来 这正是鸡昌剧和熬成滩等人 所有人看起来都狼狈不已 显然在刚才那一种碰撞中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 双头魔龙车拧 你是萧陈 看到萧陈的一瞬间 鸡昌剧的瞳孔一缩 完全没想到 这位淘汰了六位神将者的家伙 此时竟然会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难不成 这家伙是打算来收拾残局的 只是现在来早了一点 萧陈 就是他淘汰了叶天等人 在鸡昌剧忍不住惊呼之时 熬成滩等人也都看了过来 一个个眼中带着不善之色 很显然 这些人也认为 萧陈之所以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是打算找机会将他们一窝端了 萧陈 不管你来此的目的是什么 接下来若是想要活命的话 就老老实实配合我们几个 在新年落下之时 鸡昌剧对着萧陈低贺一句 让后者文言忍不住愣了一下 第489章 这个家伙是纯纯有什么大病吧 配合你们 萧陈在愣了一下后 脸上露出一抹冰冷的笑容 接着伸手指向前方的虚空 你们是打算 让我配合你们对付那几个家伙 听到萧陈的话语 鸡昌剧等人的瞳孔忍不住一缩 一个个都看向萧陈所指的方向 哄 几乎在萧陈话音落下之时 伴随着一道轰鸣声的响起 前方的空间风暴 如同纸片一般被轻易撕开 六道身影 如同魔神一般的朝他们暴射而来 看清这六道身影后 鸡昌剧等人的脸上 都露出惊骇和难以置信之色 眼前这六大气韵之子 一个个虽然看起来极为狼狈 并且身体上也显得有些残破 显然是在冲击中受到可怕的重创 但是六大气韵之子的气息 并没有比刚才弱多少 并且在破碎的身躯上 还有光芒在不断闪烁 残破的身躯 竟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急速恢复着 这让鸡昌剧和熬成滩等人 感觉脑袋差一点都要爆了 超越了半神镜层次的恐怖攻击 竟然无法真正重创这六具傀儡 他们一行人哪里还有赢的希望 该死 快往我这里靠拢 在心神亥然中 鸡昌剧是想都没想 就朝萧陈报射而去 同时还对熬成滩等人大吼道 萧陈出现在这里 面对他们这么多神祥者的包围 和突然冒出来的六大气韵之子 脸上竟然没有半点的慌乱之色 很显然 对方的手中一定掌握有什么底牌 否则面对如此危机 不可能这么淡定的 不管对方的依仗是什么 此时往萧陈这一边靠拢 将六大气韵之子引过来 他们就那把萧陈拉下水 从而让自己处在更有力的局面 听到鸡昌剧的话语 熬成滩等人也明白对方的打算 一个个都没有丝毫犹豫 也朝着这边急速靠过来 这群该死的家伙 看到眼前这一幕 江丽和沐悬一等人面色一变 一个个神情都变得冰寒无比 在怒斥一句后 修为轰然爆发 显然是做好了要拼命的打算 不要慌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你们先到里面待着 看到眼前这一幕 萧陈抬手制止了江丽一行人 在江丽等人文言一脸疑惑之时 萧陈在此时又打出了一个响指 一股恐怖的犀利 在江丽等人还没反应过来之时 就将这一行人彻底的吞没了 只留下萧陈一人立于虚空中 这一幕 让鸡昌剧和熬成滩等人 一个个都显得有些错愕 很显然 萧陈应该是将身边的人 都收入某种空间容器中了 只是对方为啥要这么做 是觉得一个人撤离的话 要比一行人撤离更方便 还是这家伙 想要动用某种自杀式攻击 短短一瞬间 鸡昌剧脑海中想过好几个可能 最后联想到鸡家老祖 传来有关于君奥峰等人 是如何被淘汰出局的 他的瞳孔 在这一刻收缩成针孔形状 一股强烈的不安 也在他心头上轰然炸开 他想要自爆 随着这句话 回荡在虚空中 鸡昌剧的身形忍不住一致 熬成滩等人更是一脸猛逼 都有些不明白 鸡昌剧此时为何会这么说 六大气韵之子已经从周围扑杀过来 众多神祥者也聚拢在萧尘千丈之内 萧尘反手掏出来一枚洗印 上面刻有一枚没神秘符文 赫然是天谴灭世印 没有任何犹豫 萧尘在这一瞬间将修为催动到极致 天谴灭世印低溜溜的悬浮在他身前 随着他双手截出一道硬绝 混沌竟是雷火宛若洪流一般 不断没入到天谴灭世印里面 刹那之间 如同天雷勾动地火一般 天谴灭世印爆发出恐怖的威压 一道血色光柱也随之冲天起 令得苍穹之上突然有轰鸣炸响 看到我这位网恋情人 阿丽同学很嚣张 插着腰说 今天要是不让我躺着出去 他的毛就不是白色的 我当场炸毛了 什么情况 如此惊变 让鸡昌剧和熬成滩等人 一个个神情都为之巨变 因为在这道血色光柱爆发后 他们竟然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机危机 不好 他这是在引动天谴 下一刻 在意识到什么后 鸡昌剧歇斯底里 脸上还有些许不解 这一片虚空 天地契机都被屏蔽了 并且还是倒映神军的手笔 哪怕是他们也难以破除 而萧尘竟然能无视封锁 引动天谴 还不等鸡昌剧等人做出反应 虚空中再一次响起震耳的轰鸣声 血色雷云 宛若海啸一般席卷而开 六大气韵之子也在此时轰然降临 没有任何的神通攻击 有的只是蛮横的力量 在金光的闪耀中 一道道拳影携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如同崩塌六道轮回一般轰向众人 这让鸡昌剧等人发出胶着的怒吼 往他这边引 随着话音的回荡 鸡昌剧等人将修为爆发到极致 一道道神通影响了那六道拳影 轰鸣声再次滔天乍响 在鸡昌剧等人有意的牵引之下 碰撞爆发所产生的毁灭性力量 宛若洪流一般朝萧尘倾覆而下 这种力量 不管是哪一位半神镜强者被正面轰中 绝对必死无疑 萧尘看到这情况 完全没有要进行躲闪的意思 只是面带嘲讽地看着这帮人 任由那恐怖绝伦的力量 将他整个人淹没在其中 可是在下一瞬间 萧尘身上爆发耀眼的金光 整个人如同无敌神王一般 静静地悬浮在风暴乱流中 这一幕 险些让鸡昌剧和熬成滩等人惊爆眼球 不可能 这家伙是如何做到的 惊骇的话语还没有说完 六大气韵之子再次杀到 而这一次 因为心神过于惊骇 鸡昌剧等人都露出破绽 被六大气韵之子一拳轰飞 口中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 脸上都露出憋屈和惶恐的神色 如果再找不到破局的方法 他们一行人绝对会死在这 反观萧尘 在明刀印记被激活后 不仅一脸淡然地立于风暴乱流中 手中的引雷浮印也彻底凝聚完成 随着这枚符印融入到天前蔑视印中 这一尊大杀器在此时也完全被激活 恐怖的法则气息宛若狼烟一般直冲云霄 苍穹上的血色雷云在翻滚中已经红得发黑 天威瞬间封锁住方圆万里 一道道血色雷霆 宛若血色巨龙一般 煞时间便朝着萧尘等人扑杀而下 这一幕 让鸡昌剧等人露出绝望的神色 一个个都神情怨毒地看向萧尘 狗子 本神的去你压的你他妈想死也不能这么搞啊 踏马的竟然引动天前 并且还是足以轰杀真神的天前 这是苍蓝界的土著能搞出来的 二话不说一上来就要同归于尽 这个家伙是纯纯有什么大病吧 一时间 鸡昌剧和熬成瘫等人 想活吞消沉的心都有了 第四百九十章 轰杀所有神将者 苍蓝界天道复苏 轰隆 在鸡昌剧等人嘶吼时 一道道血色雷霆也跟众人的神通碰撞在一起 轰鸣声煞时间震撤天地 没有任何意外 面对足以轰杀真神境的天前雷霆 鸡昌剧等人的神通瞬间就被轰爆 一个个在绝望的嘶吼声中 就被一道道血色雷霆淹没 只能在绝望当中走向毁灭 如此恐怖的力量 哪怕是他们本体降临都不一定能够抗得过 更别说 他们现在只是一缕神魂融合苍蓝界生灵 就算将实力发挥到极致也达不到真神境 面对如此天谴轰杀 完全毫无抵挡之力 刹那之间 不论是十二大神降者 或者是各大势力的半神老祖 一个个在寝客间都被轰成了飞灰 十二大神降者的神魂 还可以回到神域本体 但各大势力的半神老祖 则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连一点渣都没剩下来 看到眼前这一幕后 萧尘脸上没有任何畏惧 反而露出一抹期待之色 任由漫天血色雷霆轰在他身上 这倒不是萧尘没有办法 来规避这一场天谴轰杀 而是他不需要 如果他想要的话 哪怕系统空间是依靠他的真灵而存在 无法让他的本体进入到系统空间内部 他依旧可以通过卡爆他的手段 来规避掉这一场天谴雷霆轰杀 比如 先进入到一面天元神玄境内 接着将镜子收入到系统空间 也能让他间接进入系统空间 只是出去后 他先前从哪一处虚空进入 事后也会重新出现在原地 这样会很容易让人蹲点俱杀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是一种能在关键时刻保命的特殊手段 不过萧尘这一次是主动求死 倒是没有必要动用这种手段 毕竟 这可是天谴雷霆 蕴含这方世界最为原始和恐怖的法则之力 他在被天谴雷霆轰杀的同时 也能感悟到这方天地的奥妙 再加上他悟性无比妖孽 还能通过系统起死回生 绝对可以在这种天谴轰杀中 得到惊人的好处 说不定 可以顺势突破到半神境 随着念头的落下 天谴雷霆将他整个人淹没 萧尘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哪怕是自己的身躯已经足够强大 可依旧在天谴雷霆的轰击中崩溃 强烈的痛苦伴随着一种奇异的感觉 不断冲击着萧尘的灵魂感知 随着身体彻底化为飞灰 萧尘的魂体真灵 进入到天谴灭世印当中 进入一种看似已经陨落 实际上又没死透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萧尘对于天地本源的感知 达到一种极为恐怖的境界 法则感悟也在持续暴涨着 被阿丽同学挑衅后 我立马做出反击 先抓住两个带头闹式的 在顺藤摸瓜一路排查 另外一边在鸡昌剧和敖城滩等人都被轰杀之时 六大气韵之子也被天谴雷霆视为异类 一道道血色雷霆不断轰在他们的身上 哪怕这六大气韵之子 肉身强度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已经可以媲美一些真神兵了 但是面对如此恐怖的天谴雷霆 哪怕是真神躯体也很难扛得住 在一道道血色雷霆的轰击中 六大气韵之子发出嘶吼 身躯在这一刻不断崩溃 察觉到生死危机 六大气韵之子本能地冲向下方漩涡 一道道血色雷霆也跟着轰进漩涡中 刹那之间 漩涡中发生了惊天大爆炸 戒海随之发生恐怖的冲击 东狱和中狱的生灵 哪怕是相隔亿万里 也能感受到大地在不断震战 而在漩涡里面 六大气韵之子 哪怕身躯足以堪比真神兵 也相继被天谴雷霆轰杀了 这让盘坐在倒映神殿内的倒映神军 在这一刻猛地睁开双眼 天谴 这怎么可能 感受到这种只属于一方世界天道的力量 倒映神军的脸上露出一抹难以置信之色 这一方世界 已经被他部下静置封锁住了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这一方世界的天道 可以说是被他镇压 并且在戒海这一片虚空中 所有天地感知都被他屏蔽 就算这方世界的天道 想反抗被他镇压的话 也很难找到他的本体所在 可现在 外界为何会有天谴雷霆降临 难不成此地被天道感应到了 一时间 倒映神军心中涌现出一种不安的感觉 现在 两具身躯融合 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若是在紧要关头被打断的话 只怕这一次会对他造成反噬 在念头落下的同时 倒映神军心念一动 倒映神殿发生震动 穿梭在周围的雷霆之力 也凝聚成一道守护屏障 在这六具傀儡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或许可以借此机会试探一下 看到漩涡中发生惊天大爆炸 萧尘依附在天谴灭世印中 内心也浮现出这一个念头 不管怎么样 他引动天谴轰杀六大气韵之子 已经是事实 如果这六具傀儡 背后是有人在操控的话 他无疑是将对方得罪了 不过他身后有一位神军进强者 哪怕修为还没恢复到巅峰层次 也足以为他撑腰 如果这六具傀儡 是某个遗迹的守护者 他或许也能趁此机会 探明这一处遗迹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再度激活天谴灭世印 牵引最后这几道天谴雷霆 朝着漩涡深处继续轰下去 地底很深 但是以天谴雷霆恐怖无比的速度 几乎在寝刻间便深入到地河深处 紧接着携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轰在倒映神殿外面的屏障上 轰鸣声煞时间震动地河深处 在雷霆之力的肆虐之中 地河深处掀起熔岩巨浪 倒映神殿也剧烈地颤抖起来 这让原本刚闭上眼睛 努力进行融合的倒映神君 在这一刻又猛地睁开双眼 该死 怎么回事 六大傀儡已经被轰杀了 天谴雷霆为何会深入到地河深处 随着黑白二气不断震荡 倒映神君也显露出真容 此时倒魔两身已经融合过半 两具身躯以左右镶嵌的方式进行融合 中间一部分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 多出的一部分就显得有些恐怖了 如同一尊诡异的双人变异失魁 让人看了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轰隆隆 而在倒映神君低吼的那一刻 一阵轰鸣声宛若苍苍天怒吼一般 不对 此时这一道轰鸣 就是苍天的怒吼 煞时间震撤整个苍蓝界 并且在轰鸣响起的那一刻 整个苍蓝界都在发生震动 如同一尊至高无上的主宰 突然间从沉睡中复苏一般 这让苍蓝界内所有生灵 都面色惊骇地抬起头来 第491章 原来是你引动了天前 本军我他妈跟你没完 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 苍蓝界外 依旧是那一座熟悉的神将祭坛 看着剩下的十二位神将者 都猛地睁开 双眼喷出鲜血 十八大神往脸上露出金融 剩下的十二位神将者 竟然被一起淘汰了 简直比十二万年前 还要更加魔幻 是东玉那一位神秘的土著修士 他不是倒映神殿的守护者 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 听到众多神王的询问 鸡昌剧就像是受到刺激一般 整个人语无伦次的奸生教导 这让众多神王眉头一皱 一个个听得云里雾里的 少废话 苍蓝界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他妈就不会挑重点奖吗 在愣了一下后 鸡家神王也是暴脾气 当即对鸡昌剧暴喝道 苍蓝界内有神军禁制隔绝 纵使他们身为神王进强者 也只能模糊感应到 苍蓝界内所发生的大动静 对于里面的具体事情 他们没办法详细感知 老祖 那家伙是一个怪物 在倒映神殿要出世之时 十二万年的六大气韵之子 也随之横空出世 那六个家伙的肉身强度 竟然都堪比真神兵 就在我们付出极大的代价 重伤那六位气韵之子之时 淘汰君奥峰和叶天等人的 那一位东玉土著突然间出现了 他上来二话不说 就掏出一尊质宝 直接引动天遣雷霆 将我们一行人都轰杀了 在惊魂未定中 听到自家老祖的质问 鸡昌剧口吐芬芳的道 引动天遣为己用 在鸡昌剧说完这些后 十八大神王一脸震惊 显然没有想到 在苍蓝界内 竟然有蝼蚁可以调动天遣为己用 并且还是在神君传承出现的地方 这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在他们的感知中 剑海上空 在漩涡出现的那一刻 一切感知就都消失了 很显然 是受到了神君传承的影响 毕竟 神君传承也是超越下方世界的极限神物 如果没有隔绝掉天地感应的话 一旦出现 必定会被天道所抹除 所以说 剑海上空应该是一片无感之地 哪怕是天道 也感应不到其中发生什么 这也就是说 那个土著 是打破了神君屏蔽的天机感应 从而让天道意志 降下天遣雷霆 轰杀万物 或者是以神物 调动法则 形成天遣为己用 不管是哪个可能性 都不是下界之人 所能做到的事情 轰隆 就在众多神王心声惊骇之时 苍蓝界的虚空突然爆发轰鸣 这令得众多神王的神情一变 目光都齐刷刷地看了过去 只见 苍蓝界虚空中遍布的一道道神闻 在这一刻爆发出耀眼的白光 恐怖的神威瞬间横扫于天地 虚空不断有血色雷云翻滚着 并且在寝客间宛若浪潮一般 不断朝着戒海上空席卷去 这是 天怒 看到眼前这一幕后 十八大神王的瞳孔骤然一缩 显然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变故 在他们的感知中 这座虚空大阵除了封锁苍蓝界之外 同时也是在镇压这一方世界的天道 而现在 苍蓝界爆发天怒 这就意味着 苍蓝界的天道开始反噬 试图摧毁这座虚空阵法 机会 一同出手 配合这方世界的天道 摧毁这一座虚空阵法 再愣了一下后 叶臣在此时最先反应过来 当即对着其他神王抱和道 说话间 耀眼的光芒从他身上闪耀而起 恐怖的神威也震荡着一片虚空 令得他如同一尊惶惶大日 携带着毁灭性的神王之力 直接朝虚空大阵轰了过去 看到叶臣出手 其他神王的眼神一凝 不过都没有出手阻止 反而也跟着爆发修为 神通同样震荡虚空 对着虚空大阵轰下 现在他们麾下的神想者 都被淘汰了 想从内部获得神军传承 已经不可能 如果能破开这一座虚空大阵 他们还是有机会获得机缘的 另外一边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轰鸣声 还有虚空不断有血云涌动 恐怖的威压横扫于天地 完全就是一幅末日景象 无数生灵在惊骇和恐惧中 纷纷都被吓得软瘫在地上 完全没搞本 怎么苍蓝界好端端的就变天了 看起来就像是末日要降临一样 如此害人的动静 自然也惊到萧尘 看着在他控制天前雷霆 轰入漩涡中后 整个苍蓝界在一瞬间内 就彻底变天了 萧尘也是一脸猛逼 完全没想到 自己一个举动 竟然会引来天道意志 在一瞬间内发动天怒 该死 天道复苏 他明明已经被镇压住了 怎么会在这关头复苏了 在萧尘感到惊异之时 地河深处的道映神殿内 道映神君发出惊天咆哮 恐怖的神威在大殿内横扫爆发 一方大千世界的天道 战力撑死也就神王境 如果他还存在巅峰时期 他完全可以 鸟都不用鸟 可现在 他两具身躯融合到关键时刻 修为刚刚恢复到神王境巅峰 即将恢复到神君境层次 如果被外力强行中断了 所造成的反噬绝对恐怖 神员追溯 在暴怒之中 道映神君低吼一声 道映神殿爆发光芒 先前在戒海上空发生的一幕幕 宛若残影一般 从他的眼前闪过 该死小鬼 原来是你引动了天谴 本局我他妈跟你没完 看到萧尘引动天谴雷霆 轰杀机舱具和六大气韵之子 道映神君在这一刻又发出了怒吼 言语间充斥着森然和暴力的情绪 从这些投影来看 萧尘似乎是被天谴雷杰给轰杀了 但道映神君 凭借着强大的洞察力可以断定 萧尘还没死 这一笔账 他算是彻底记下了 轰隆 在道映神君怒吼咆哮间 一道道血色雷霆也没入漩涡中 直接横跨亿万里 轰在地河深处 毁灭性的冲击在地河深处爆发 整个苍蓝界再次为之震战不已 不论是东狱还是中狱 或者是其他地狱境内 大地都在疯狂的震动 不少山脉有火山爆发 海域更是掀起了海啸 妥妥一幅末日景象 好在这是一个修炼事件 对于这些自然灾害 众多生灵都能自保 倒是没发生什么大规模伤亡 只是看到苍蓝界在这一刻 完全是要走向毁灭的节奏 亿亿万生灵还是面如死灰 而在地河深处 随着道映神殿亮起一道道神闻 这一波天浅雷霆也被挡了下来 道映神君面露猙獰 那一句还没完全融合的道魔身躯 在这一刻 抬起双手 截出一道硬绝 笼罩整个苍蓝界的虚空大阵 在这一刻也随之爆发出光芒 如同要强行镇压这一方天道 可就在这时 虚空外十八大神王的攻击 也轰在这一座虚空大阵上 第492章 虚空大阵被迫 倒映神君魔化 轰隆 随着轰鸣声震动整个苍蓝界 一道道神闻 宛若蜘蛛网一般 在虚空中爆发出恐怖的神威 整座虚空大阵不断颤抖 在这一刻受到剧烈冲击 这令得盘坐在神殿深处的倒映神君 神情在这一瞬间也变得猙獰无比 该死 这十八只蝼蚁 还是贼心不死 等本军完成融合后 所有人统统都得死 在气急败坏的嘶吼中 倒映神君手中掐出硬绝 倒映神殿当即引动阵法 一道道毁灭性的阵法神通 顿时朝着十八大神王轰去 甚至在这一刻 虚空大阵还爆发出莫大的伪力 不断镇压着苍蓝界的天道意志 而面对这种镇压 苍蓝界天道意志反噬得更为激烈 血色雷云在虚空中不断急速扩张 随着天谴雷云从血红色转变成赤黑色 一种更恐怖的威压也席卷意外里虚空 令得苍蓝界各地都有天灾不断在爆发 这一幕 让寄存在天谴灭世印中的消沉 在这一刻也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天罚神雷 根据系统鉴定出来的信息 这是远比天谴劫雷 还要更恐怖的神物 唯有一方世界意志 凝聚本源世界法则 方才有可能凝聚出来的神级劫雷 其威力完全能抹杀天神静强者 甚至还可以重创一些神王静强者 下一刻 在天罚神雷凝聚出来后 一道道雷霆宛若黑色巨龙一般 在界海上空肆无忌惮地穿梭着 有的轰向星空外的虚空大阵 有的轰向了地河深处的神殿 这让虚空大阵变得摇摇欲坠 也让道印神军变得愈发狂躁 该死 本军只差一步 只差一步就能完成融合 你们为何都如此烦人 感受到因为分心控制虚空大阵 道魔两身的融合变得愈发艰难 道印神军的杀意也沸腾到极致 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没有一天的时间 根本无法完成融合 时间要是拖得太久 魔神很可能会变异 从而产生自主意识 到时会演变成一尊不受控制的魔物 想要控制并融合 基本就不太可能了 有希望 祭神王兵 不要留守 在域外虚空中的十八位神王 感到到苍蓝界内的动静后 一个个的神情都为之一阵 叶成更是兴奋的大吼着 随即祭出一把金色神剑 恐怖的剑道气息 伴随着神王之威 煞时间振战虚空 让众多神子都感到惊骇欲绝 他们虽然是众多神王的后辈 但此生还没见到过神王出手 此时看到这一幕 他们只感觉到心魂都在站立 其他神王听到叶成的大吼 还有看到苍蓝界内的状况 一个个也都祭出本命神兵 刀剑插击 边中顶砖 几乎是各种兵器应有尽有 每一尊都散发着恐怖气息 紧接着 伴随着神光照耀星空 一道道远比刚才更为恐怖的神通 煞时间横贯万里星空 直接轰在虚空大阵上 轰鸣声再一次滔天乍下 在十八大神王全力的攻击下 还有苍蓝界天道的疯狂反扑 虚空大阵在颤抖中 也出现一道道裂缝 如此情况 让地河深处的倒映神军 身子忍不住的颤抖起来 神情也变得更加的争鸣 一股强烈的杀意和怨气 突然从他身上汹涌爆发 你们这群该死的 不过就在他话语还没说完之时 原本被他融合了一半的魔神 在一瞬间也剧烈地颤抖起来 如同是诞生了自主意识一般 这令得倒映神军的面色巨变 不好 感受到魔神的异状 倒映神军当即结印 想要强行控制这群魔神 不过 在他刚想双手结印之时 竟然发现 原本从魔神上延伸出来的右手 在这一瞬间 竟然有些不听指挥 让倒映神军的内心忍不住一尘 只能左手结印 一把按向自己的右胸膛 可就在左手落下的时候 原本就难以控制的右手 在这一刻竟然抓了过来 一把抓在左手的手腕上 如此诡异的一幕 若是不知道的话 还以为倒映神军是一个人在表演左右手护膊 魔神反噬 感受到左手腕传来的恐怖力量 倒映神军的瞳孔差点炸裂眼眶 倒魔相容最怕的就是 魔神突然间变异反噬 毕竟这玩意 前不久才吸收了无数生灵的怨念 体内的灵怨本就处于不稳定状态 唯有倒魔相容 他才能将这种怨念强行镇压 可没想到 竟然会受到外界的干扰 导致这种融合被迫中断 如今自身神魂又爆发出怨念 让这一具魔神产生变异 并诞生出本能意识 这对于倒映神军来说 绝对是不可控的变数 而随着魔神的反噬 倒映神军的心神跟着大乱 也失去对虚空大阵的控制 原本只出现一道道裂缝的虚空大阵 在这一瞬间 便得摇摇欲坠起来 这也让十八大神王看到了机会 一个个再度施展神通 甚至是用出吃奶之力 再一次轰在那一座虚空大阵上 伴随着轰鸣声的乍响 虚空大阵彻底的崩塌 这也让倒映神军受到了反噬 口中忍不住喷出了一口鲜血 功亏一篑 本军竟然在最后一步功亏一篑 不论是这一方世界 还是你们这些蝼蚁 全都得化为灰烬 在无比怨毒的话音中 感受着魔神的反噬还在继续 并且在一瞬间变得愈发疯狂 倒映神军宛若苏风魔一般 发出了圣人的狂笑声 身上更是冒出了诡异的血红符纹 一道道魔纹在他的身上急速蔓延 一股极端恐怖的气息 也在这一刻冲天爆发 倒映神军在这种刺激下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入魔 这样做 虽然会让他变得神志不清 容易变成嗜血残暴的魔物 也会由此深染不祥 葬送自己的神地路 但此时 面对十八大神王 攻破虚空大阵 还有苍蓝界的天道 想要抹杀他 他除了入魔童话魔神 让自己的修为暴涨外 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应对 眼前这种危机了 起舞弄清影后 阿丽同学说 他妹妹在我的酒吧里面兼职 他能歌能舞又能干 也要去我的酒吧帮忙 又为难我了 破了 这一层该死的封锁 终于破了 在倒映神军开始魔化的同时 十八大神王看着破碎的阵法 一个个脸上露出狂喜的神色 紧接着 十八大神王如同狼入羊穴一般 不可一世地从狱外降临而下 虽然这一方天道能威胁他们 但此时天道的力量有所损耗 想要同时对付他们十八大神王 几乎不可能 所以 隐藏在这方世界内的神军传承 他们十八大神王是要定了 第493章 十八大神王的亥然 倒映神军彻底封魔 神军传承 是本王的了 在虚空承受不住神威 而不断破碎中 十八大神王的目光 锁定在下方漩涡上 下一刻 十八大神王完全无视下方翻滚的雷云 直接爆发修为想撕裂这一片天地 强行进入到下方的漩涡中 这令得苍蓝界天道震怒不已 雷暴声在虚空中不断乍响 一条条黑色雷龙也咆哮而上 滚开 看到下方轰射而来的天伐神雷 十八大神王只是话音冰冷的抬手 神王兵爆发出毁天灭地的威势 煞时间跟天伐神雷轰击在一起 毁灭性的力量崩塌亿万里虚空 东狱和中狱 大部分区域都遭受到毁灭性的冲击 不少修为低弱的生灵当场被震死了 大陆板块更是山崩地裂 宛若世界末日降临一般 若不是 苍蓝界的天道出于本能 调动法则之力 镇压虚空 只怕这一次碰撞 就足以让苍蓝界走向毁灭 不愧是大千世界的天道 竟然能挡下十八位神王的联手一击 但你 终究还是挡不住我吗 看着虚空中不断被削弱的风暴冲击 军家神王和其他神王露出意外之色 在话音落下的同时 十八大神王再度踏出一步 神王之力再一次横扫虚空 可同样就在此时 在十八大神王即将施展第二轮神通之时 下方漩涡的地和深处 突然响起一道暴力的嘶吼声 紧接着 一道难以形容的恐怖魔道气息 煞世间从戒海漩涡中冲天爆发 整个苍蓝界都在剧烈地颤抖着 这也令得十八大神王的面色巨变 这是 神王境巅峰 不对 似乎是 超越了神王境 是神军敬强者的气息 在浑身汗毛 忍不住战力竖起中 十八大神王脸上露出骇然之色 难不成下方漩涡中所隐藏的 不是什么神军敬强者的传承 而是一位活着的神军敬强者 苍蓝界外的虚空大阵 只是对方进去沉睡前 所凝聚出的守护屏障 想到这里 十八大神王感觉到脑子都要炸开了 内心更是生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哈哈哈哈 想不到本君沉眠了十二多万年 本以为利用道魔相容重回巅峰 甚至有望借此机会踏入神地境 没想到却毁在你们这帮蝼蚁的手里 在圣人而癫狂的话语中 一道身影浑身散发着滔天魔气 宛若魔神一般从漩涡中冲出来 刹那之间 戒海在一瞬间被蒸发了大半 虚空更是变得无比昏暗 一道道雷龙不断在穿梭着 紧接着没有丝毫犹豫 便对着男子扑杀而去 而面对天罚神雷的轰杀 道印神君只是更为癫狂的大笑着 魔气化为实质性的冲击横扫而出 跟漫天雷霆轰击在一起 虚空在冲击再彻底化为虚无 天罚神雷也被道印神君轰爆 那种骇然的场景 令得十八大神王一个个都感到头皮一阵发麻 看到我犹豫 阿丽同学只好软磨硬泡 说我不放心的话 可以再验证一下 他们两姐妹的新本事 保证让我满意 你说 你们想怎么死 没有理会十八位神王的惊骇 在话音森然的说了一句后 道印神君的目光看向夜城 身形在这一瞬间便消失不见 也令得夜城的面色为之巨变 这倒不是道印神君故意针对夜城 而是夜城的站位 要比其他神王更为靠前 在装逼抬高自身地位之时 也会让自己很容易被盯上 这便是木秀于临风必摧之 枪打出头鸟 快帮本王挡住他 看到道印神君身形消失 夜城浑身汗毛战力炸开 在话音嘶吼间 他将修为爆发到极致 神剑更是横在了身前 当 下一刻 在其他神王还没有动作之时 夜城前方的虚空彻底崩塌 道印神君一拳轰在夜城的神剑上 伴随着清脆的金属撞击声 夜城被道印神君连人带剑 一般轰在他的胸膛上 刹那之间 夜城的胸膛爆裂坍塌 血雾也在他身上爆开 整个人如同垃圾一般被当场轰飞出去 恐怖的冲击更是崩塌后方亿万里虚空 直接在苍蓝界外的虚空留下一道天鹤 如此害人的一幕 让其他神王都傻眼了 一个个瞳孔忍不住剧烈色缩 神情更是变得有些毛骨悚然 要知道 夜城可是有神王进后期的修为 只差一脚就能踏入神王进巅峰 在十八位神王中也算是上游强者 如此存在 竟然被对方一拳轰飞 这便是神军进强者吗 哪怕对方此时并不是巅峰状态 依旧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 这漩涡下面竟然隐藏着一位神军 在众多神王亥然之时 萧辰看着短短片刻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整个人在天谴灭视印中也感到有些猛圈 完全没想到 在这个漩涡的下方 还隐藏着一位神军 并且对方 似乎在修炼什么魔弓 结果在关键时刻被打断了 导致反射变成现在这样子 这倒是一个意外 除此之外 在苍蓝界外竟然有十八位神王强者 这应该是众多神祥者背后的掌控者 虽然是一个意外 不过可以借助这一位神军 将这十八位神王给抹杀了 至于接下来 如果这一位神军有收服的可能性 倒是可以想办法帮对方恢复正常 看着眼神厮杀的众人 萧辰心中也有了决定 倒映神军跟他没有仇怨 原本只是想试探一下 漩涡下方有什么鬼东西 没想到 却把这一位神军强者从闭关中炸出来 如果接下来 有收服对方的可能性 他还是乐意帮对方的 当然 如果对方不领情的话 他也很乐意搞死对方 毕竟 没有谁会为了一时的歉意 让自身陷入被动和危险中 十八位神王 或许吞了你们以后 能让本军恢复巅峰 在萧辰念头落下 屏蔽天谴灭尸印的气机波动 隐匿在虚空当个小透明之时 倒映神军一拳轰飞夜尘后 目光看向了在场其他神王 随着话音的森然落下 一道幽光煞世间渲染至一片天地 将大半的苍蓝界都笼罩在黑暗中 体内虚视界 这是神军进强者的特殊能力 可以将体内的虚视界映照到外界 形成一方被自己掌控的神道领域 除了同等级的强者 在神道领域中 施法者不仅可以随意掌控天地法则 甚至还能增负自身和强行压制对方 哪怕是大千世界的天道意志 也难以抗衡神道领域的镇压 当年 他就是凭借神道领域压制住这方世界的天道 在以自身血肉精华 催动道印神殿不知禁止的 如今 纵使他的修为只恢复到神军进初期 也不是眼前这帮家伙能应付得了的 第494章 一起出手 趁他病 要他命 神道领域 看到眼前席卷了大半个苍蓝界的领域 十八大神王脸上露出骇然和惶恐之色 这可是神军进强者才能掌控的神通 对神王进的强者有绝对的压制能力 纵使他们有十八人之多 每一个都有神王进后期 甚至是神王进巅峰修为 可面对一位开启神道领域的神军进强者 哪怕是十八位神王联手 他们也只有被碾压的份 疑点破面 轰开领域 在内心感到骇然中 熬练目光扫过这一片领域 当即对着另外十七人吼道 说话间 他已然献出了本体 庞大的苍龙身躯竟然长达数百里 如同是一头遮天蔽日的星空巨兽 难以形容的龙威也随之横扫天地 伴随着龙银声的炸响 熬猎当即一个神龙百尾 神王之力在虚空中爆发 龙威宛若一把晴天巨剑 朝着上方某一处虚空轰击而去 身为在场十八大神王中的最强者 熬猎的实力已经无限接近于神军 对于神道感知也是远超于其他人 倒映神军所施展出来的神道领域虽然很恐怖 但在他的龙魂感知中还是存在不稳定和破绽 加上对方的状态似乎有些不对劲 如果能集合十八大神王之力 以点破面轰击这层神道领域 他们还是有破除的希望 听到熬猎的嘶吼 还有看到对方毫不犹豫地献出本体 另外十七位神王在此时也没有留守 像凤凰神王和昆蓬神王这些妖族强者 一个个在这一刻也都显现出妖兽本体 遮天蔽日的身影让虚空变得有些拥挤 而其他神王虽然没有妖族这种巨大化的变身 但一个个的身后都浮现出了异象 紧接着 神光映照天地 一道道神通互相交织在一起 顿时朝着万里上空轰击而去 伴随着轰鸣声的滔天乍响 万里苍穹上宛若末日降临 那种恐怖的冲击 令得苍蓝界如同是要崩溃一般 世界各地中再一次有天灾爆发 苍蓝界天道在本能的趋势下 没有再攻击道应神军 还有十八大神王 而是调动世界本源法则 镇压虚空 避免这一方世界 在这种恐怖的冲击中走向毁灭 一群强大一点而已的蝼蚁 也妄图能与本军抗衡 都给本军下地狱去吧 看到熬猎等人疯狂攻击虚空 令得神道领域避障 在此时震荡不已 道应神军面色猙獰的的大声嘶吼一句 毁灭性的力量在虚空中爆发 神道领域上突然浮现出一张张猙獰的鬼脸 接着张嘴被十八大神王发出一道阴波攻击 恐怖的阴波席卷天地 亿万里虚空当场崩塌 十八大神王的神通 在这一刻尽数崩溃炸开 而下方大陆若不是有苍蓝界天道庇护 只怕冬玉和中玉板块会当场化为乌有 如此恐怖的一幕 让寄托在天前灭世印中的消沉 都被震撼到了 完全没想到神军镜强者会恐怖到这一种程度 随便一道神通 都足以摧毁整个苍蓝界 神镜以下的生灵不对 是神王镜以下的任何生灵 就如同蝼蚁一般的渺小 完全没有半点反抗的能力 系统将真神镜修为体验卡升级到神军镜需要多少积分 在内心感到震撼中 肖臣对系统询问道 本以为拥有一张真神镜修为体验卡 它可以有底气应对来自神域的强者 可没想到 这冒出来的神镜强者 竟然一个比一个恐怖 它连神镜都还没突破 现在连神军都出来了 如果手中没掌握一道能应对神军镜强者的底牌 它内心完全没有安全感 哪怕现如今 身边有波若西这一位神军镜强者也不例外 毕竟 这一位尊贵的滨海神功公主 目前还没完全恢复到巅峰 并且也还没有成为她的人 她很难指挥地动对方 所以 还是要自身的底气足够 才能应对任何突发情况 定 鉴于系统目前版本还不完善 神级以上的修为体验卡 系统暂时无法进行升级 等宿主修为突破到神镜 系统会进行重制和升级 届时才可以升级神镜以上的修为体验卡 在萧尘话音落下后 系统机械式地回到 这让萧尘当场沉默了 没想到 系统还有这种弊端 搞得她忍不住想吐槽一下 不过想到 系统这个弊端是受她修为限制 萧尘也没有说些什么 只是观察起虚空战况 现如今 只能先静观其变了 在阿力同学的演示下 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无敌风火轮 什么是托尔娘的极致魅力 他们太会了 妥妥的老母啊 而在虚空之中 随着道应神军展开反击 十八大神王都喷出鲜血 脸上露出一抹绝望之色 接下来 除非有转机出现 否则 他们都得死在 道应神军的手里 本以为苍蓝界内 是一处机缘之地 没想到 却是一处埋葬他们的目的 该结束了 本军可没有那么有耐心 陪你们这群蝼蚁玩下去 在一击重创 十八位神王强者后 道应神军 宛若风魔一般的大笑 不过他的话音还没说完 一股邪气从他身上爆发 这令得道应神军身子骤然一僵 紧接着 脸庞在这一刻变得猙獰 整个人如同受到反噬一般 口中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声 该死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反噬 本军以血肉秘法创造了你 你竟然妄图吞噬同化本军 在沙哑的嘶吼声 道应神军宛若风魔一般 左手抬起 轰向了右胸口 身上顿时有一道道鬼影 在嘶吼咆哮着 并且原本达到神军 净出气的修为气息 在这种反噬爆发后 也变得极其不稳定 这一幕 让原本绝望的十八大神王 在这一刻都露出狂喜之色 反噬 他的身体存在某种缺陷 现在出状况 反噬自身了 看到道应神军的异常 叶沉激动的大声嘶吼 修为在这一刻也轰然爆发 手中神剑也随之挥舞而起 剑光在刹那间横贯虚空 机会 一起出手 趁他病 要他命 在歇斯底里的咆哮声中 其他神王也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都是倾尽全力 再一次展开攻击 并且那种攻势 比起刚才那一波 还要更为凶猛 原本以为这一次是必死无疑了 没想到到头来 还能有转机出现 如果能斩杀眼前这一位神军竞强者 他们十八大神王 绝对可以届时崛起 第四百九十五章 本军就算是化为魔器之灵 也要让你们这帮蝼蚁惨死 刹那之间 一道道足以毁天灭地的神通 在一瞬间 便淹没了道应神军 万里高空上 崩塌出一个黑洞 倒应神军怨毒的话音 也回荡在万里高空上 哈哈 想要诛杀本军 你们还不够格 在这一道怨毒的话音中 一道幽光突然在黑洞中闪耀 紧接着便强行撕裂这片天地 直接轰在一位神王身上 在众多神王瞳孔色缩中 那位神王肉身直接崩碎 神血随着残枝洒落虚空 如此恐怖的荧幕 让众多神王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纵使身受反噬 所爆发出来的一招神通 依旧能抹杀掉一位神王 眼前这家伙 未免也太恐怖了吧 不要慌 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如果现在不将他斩杀 等他缓过来压住反噬 我们所有人全都得死 看到那一位神王被轰杀的成渣 只有一缕神魂 避开了神通攻击 军家神王对着其他人大声喝道 这也让其他神王都回过神来 只能强行压制住内心的亥然 但还没等他们反击 一道黑影便撕裂风暴冲出黑洞 几乎在0.0001秒钟之内 便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军家神王面前 一直看着干枯发黑 宛若鬼爪般的手掌 煞时间对着军家神王的心口抓了过去 这一幕 让军家神王的灵魂如同步入深渊 就像是看到他太奶奶在对他招手 身体在本能中便想要避开这一招 但倒映神君太快了 哪怕是神王进强者 在此时也难以反应过来 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动穿自己的胸膛 毁灭性的力量更是疯狂轰入他的体内 短短不到一眨眼间 军家神王的内脏就被摧毁了 这让军家神王露出疯狂之色 给本王死 在极度的不甘心中 军家神王知道神王之躯是保不住了 神魂在一瞬间内引爆丹田内的神员 一道道神光宛若太阳般闪耀 恐怖的冲击淹没了倒映神君 出手 看到眼前这一幕 熬猎和其他神王丝毫没顾及军家神王 还没脱离危险 在暴鹤一声后 一个个再度施展神通 毁灭性的力量 往狂潮一般倾覆而下 差点就将军家神王的神魂给抹杀了 这让军家神王的心态炸裂 在这一刻忍不住口吐芬芳 而在他身后的倒映神君 还没从自暴中缓过神来 就被众多神通攻击轰重 这让他发出暴怒的嘶吼声 神员之力也随之汹涌爆发 可同样在此时 因为自身陷入暴怒 还被众多神王打伤 魔神的反噬也变得更加剧烈 原本强悍无比的身躯 竟然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看起来无比惨烈 甚至在两具身躯的融合位置 还长出了一道道诡异的肉牙 就像是一条条深渊魔虫一般 不断在啃视着另外一边身躯 这让倒映神君一脸痛苦不已 你们这些家伙 全都给本君死 在身受反噬和重创中 倒映神君变得愈发残暴 毁灭性的力量 无端肆虐于虚空 再一次跟众多神王厮杀在一起 苍穹上变得一片混乱 纵使倒映神君落得如此惨壮 并且修为波动还在急速下降 但他此时所能发挥出的战力 依旧强于在场众多神王强者 只是不幸的是 他此时已经难以维持神道领域 也无法再像之前一样碾压神王 在众多神王的强攻之下 状态也变得越来越糟糕 不过 猛虎兽创依旧是猛虎 众多神王强者在倒映神君的癫狂出手中 一个个也付出惨烈的代价 有两位修为较弱的神王 当场被倒映神君击毙了 就连神魂也被对方撕成了碎片 还有六位神王 包括军家神王在内 肉身则被对方轰爆 至于其他修为较为强大的神王 一个个在厮杀中也受到了重创 而在这种厮杀中 没有人注意到在下方虚空的某处位置 一个银发女人正淡漠地注视着这一切 此人 正是波若西 早在萧尘要引动天谴之时 他就已经来到这一方虚空 不过 当时萧尘传音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所以他就没出手解决机娼剧等人 可没想到 萧尘后面竟然引动了天谴 这个举动当场把他惊到了 但想起萧尘对他的告诫 波若西并没有出手相救 只是隐匿在虚空中静观一切事情的发展 没想到萧尘整个人被轰成了渣渣 众多神将者和守护者死了以后 后面又冒出来十八位神王 还有他感知到的神军强者 如今这战况 倒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一方大千世界 竟然有这么多神境强者 还得真让人感到很稀奇 第二天一早 小五学妹说 我昨晚知道他们太辛苦了 等下他要亲自下厨给我吃 菜名叫蓝银草银儿 这能吃吗 在念头落下之时 波若西目光扫过虚空 最终落在天谴灭尸印所在的地方 接着伸出手指 对着虚空轻轻一勾 萧尘所在的虚空泛起一丝丝连依 天谴灭尸印诡异地浮现在波若西的身前 这让萧尘感到很吃惊 显然没想到 波若西竟然能看出 他隐匿在那一处虚空中 还真不愧是神军竞强者 你在里面 看着这一枚天谴灭尸印 波若西有些好奇地问道 嗯 不过我目前只剩魂体真灵了 身体和魂体已经化为飞灰 听到波若西的询问 萧尘以天谴灭尸印为媒介 向波若西如实解释了一句 这一句话 让波若西的瞳孔为之收缩 只剩魂体真灵 那岂不是跟死了没什么区别 要知道魂体真灵 没了魂体作为载体 是无法外界存活的 很快就会消失在天地之间 化为最为原始的能量因子 哪怕是神军竞强者 也没办法复活过来 难不成 这位公子哥有办法可以复活 想到这里 波若西的内心掀起惊涛骇浪 在这一刻就想开口询问此事 不过就在此时 还没等波若西开口说些什么 虚空中的战况随之发生变化 十八位神王强者在陨落两位 肉身崩溃六位和重伤十位后 终于将倒映神军逼上了绝路 你们这帮该死的蝼蚁 本军堂堂一代神军 岂能被你们所击杀 今日你们断本军成帝之路 本军就算是化为魔器之灵 也要让你们这帮蝼蚁惨死 在这一道嘶吼声响起的同时 倒映神军单手掐出一道硬诀 紧接着 一股神秘的波动在虚空中扩散开来 一道神秘的光柱从漩涡中冲天起 整个苍蓝界为之颤抖 一座通体铭刻着神闻的巍峨神殿 在这一刻也浮现在万里高空之上 这正是倒映神殿的行功 也是它目前仅剩的至宝 第496章 十八大神王陨落 苍蓝界的危机 神军极至宝 看到虚空中浮现的这一座神殿 熬裂和仅存的众多神王 脸上都露出惊骇的神色 原本倒映神军凭借着强横的修为 就足以震杀他们一行人 若不是自身因为什么鬼原因遭受反噬 他们一行人想要将倒映神军逼入绝境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现在 这一位神军进强者 竟然还有一尊至宝 这无疑是他们的噩梦 都给本君死 在众多神王感到惊骇和绝望之时 倒映神军的口中发出凄厉的嘶吼 紧接着 他的肉身毫无欲照地崩溃炸开 将原本即将融合的魔神彻底斩下 在魔神爆发出滔天煞气 想要蜕变成魔物的时候 倒映神军拖着残破的身躯 完全没入到倒映神殿里面 令得那一座青铜古殿 在这一刻爆发出更为恐怖的神威 仅仅一刹那间 整个苍蓝界几乎都被笼罩在里面 众多神王的退路更是被禁术封锁 并且在那一具魔神 即将发生蜕变之时 倒映神殿突然打开宫殿大门 宛若星空巨兽 张开深渊巨口 直接将那一具魔神吞噬进去 在十二多万年以前 为了从那位神秘女帝的手中保命 倒映神殿正面承受了对方的攻击 这也导致了 倒映神殿受到了可怕的重创 大殿的主体差一点就被打碎 神性更是被那位女帝抹杀了 不仅威能暴敌好了几个档次 甚至无法做到自主攻击防御 哪怕经历十二多万年 这一尊神君至宝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但即便如此 这一尊至宝所能爆发出的威力 依旧是神王竞强者无法匹敌的 刚才 他以为凭借着修为上的压制 可以轻锋斩杀这十八位神王 就没有调动这一尊神君至宝 可谁知道 魔神的反噬竟然如此激烈 导致他现在落得这般局面 当真是一时大义千古恨 随着道印神君 血迹自身吞噬魔神 血肉神魂跟道印神殿融为了一体 这一尊神君极至宝 也在重回巅峰状态 主体上面的一道道裂缝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不见 秀迹斑驳的殿身闪耀起一阵幽光 恐怖的神君 威压横压亿万里虚空 逃 攻破避障 逃回东陵星域 感受到这种压倒性的神威 众多神王王魂接冒的吼道 一道道神通轰向领域避障 试图逃出这种虚空封锁 可就在这一瞬间 一道魔纹光环从道印神殿上爆发 一枚枚符文化为无数怨灵魔影 煞时间轰在众多神王的身上 那些失去肉身的神王 神魂在这一击中被轰成了碎片 甚至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而熬裂和其他几位强大一点的神王 此时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原本受创的肉身在不断崩溃 让几大神王发出凄厉的嘶吼 神君大人 这都是误会 误会 你听我们解释 在生死危机爆发中 熬裂等人便想求饶 但此时的道印神君已经封魔 神魂血肉融入到印神殿已经化为魔灵 哪里还能听得尽熬裂等人在说些什么 在众多神王的嘶吼声中 毁灭性的力量将熬裂等人尽数抹杀 就连神魂也被轰爆了 至此 十八大神王尽强者 在这一刻陨落殆尽 这则消息若是传回东陵星域 足以让整个星域都为之震动 不愧是神君尽强者 看着虚空中十八大神王相继陨落 萧尘在天前灭世印中也有些震撼 果然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一位神君尽强者 哪怕是出了意外 也不是一帮神王强者所能招惹的 只是现在 十八大神王陨落 不知道这一位神君尽强者 会不会对这一方世界下手 一群卑微的蝼蚁 竟然害得本君成为一尊气灵 在萧尘念头落下之时 已经蜕变成气灵的倒映神君 在堤吼中又爆发出一阵魔威 将众多神王的血肉残骸 还有神魂碎片 都统统吞噬进倒映神殿内 纵使今生 他已经失去成为血肉生灵的资格 可若是吞噬足够多的生灵血肉 让大殿的主体不断发生净化的话 他或许有可能成为一尊神帝魔兵 随着众多神王的残骸被吞噬 倒映神殿 不对 此时应该称呼为倒映魔殿 才更为合适 随着倒映魔殿所弥漫出的波动 变得愈发恐怖 对方的修为不仅稳固在神君近初期 并且还在以恐怖的速度 急速飙升着 你有把握对付他吗 感受到虚空中变得愈发恐怖的魔威 萧尘话音凝重地对着波若西询问道 先前 他觉得跟倒映神君没什么恩怨 没有必要的话 不会去招惹对方 甚至还想着能不能收服对方 但现在 这家伙已经入魔 并且还化为魔灵 接下来会对这一方世界造成威胁 想将其收服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这倒是让萧尘感到有些淡疼 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波若西了 以我目前的状态 最多就只能牵制 听到萧尘的话语 波若西如实回道 这让萧尘的心中一沉 为了把阿里同学安排到酒吧工作 我第一天一早就过来找江丽大姐 一进门就看到对方很是兴奋 问我紫色怎么样 轰隆 在两人交谈的同时 虚空中突然响起惊人的轰鸣声 整个苍蓝界也剧烈的震动起来 指尖在四面八方 不管是在哪一个方位 都有雷云在不断翻滚 一道道漆黑的雷霆 在虚空中不断闪烁 随后带着毁天灭地之威 轰向道印摩电 很显然 这是苍蓝界的天道 想要抹杀道印神军 虽然他没有生灵的感情 只是这方世界的本源意志 但他被道印神军封锁和镇压十二多万年 对方现在对苍蓝界有有难以形容的威胁 在积蓄足够的力量后 天道意志终于动手了 这下麻烦了 看到一道道天伐神雷 轰向道印摩电 萧尘在这一刻感觉人都妈了 没有思索 便对着波若西说道 等下还请出手 保住这方世界 我会想办法帮你制裁这个家伙 在萧尘话音传出之时 无数天伐神雷也轰在了道印摩电上 令得天地间爆发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也让道印神军的话音森然地回荡开 一方大千世界的天道 也有胆对本神军出手 随着这道话音的响彻 一簇簇诡诡异的黑色焰火 宛若狂潮一般横扫开来 所过之处 虚空直接被焚烧成一片虚无 哪怕是天伐神雷也不例外 十二多万年前 他受创严重 无法彻底炼化这一方天道 如今就让这一道抑制成为他的祭品吧 第497章 眼前这一位银发白衣女子 跟那一位神秘女帝有关系 轰隆 随着道印神军催动摩电力量横扫虚空 天伐神雷在这一瞬间 如同残血遇上熔岩 只能被这一股力量无情地吞没和炼化 整个苍蓝界都在剧烈颤抖 山河大的都在颤抖中崩塌 如果这一方世界的天道 被人炼化吞噬的话 那这方世界毫无疑问会走向毁灭 万物生灵绝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所以这一次 萧尘不想出手也没办法了 毕竟 以道印神军现在这种状态 如果发现他的存在 也势必会灭杀他的 同样就在此时 波若西听到萧尘的话语后 在这一刻也催动自身修为 恐怖的寒冰气息宛若狼烟一般冲天起 这让道印神军为之惊异 魂念感知几乎在一瞬间 便锁定在波若西的身上 是你 看到对方 是最先潜入苍蓝界的神王强者 道印神军在此时发出了狂笑声 那十八只蝼蚁对本军动手之时 你躲在暗处死活都不肯出手 本军还以为你会趁乱逃出这里 没想到 现在那十八只蝼蚁陨落了 你这家伙反而又胆出手了 你是觉得 凭你一己之力 可以撼动本军 伴随着话音的回荡 滚滚黑炎在道印魔殿上空 凝聚出一道魔影 神情嘲讽 而又癫狂地盯着波若西 你的废话真多 波若西文言神情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神情冰冷地看了对方一眼 在他话音落下的那一刻 一抹蓝光在他身前闪烁 随着他伸手握住蓝光 一把通体晶莹剔透 宛若水晶一般绝美 却又散发着恐怖气息的冰魄长剑 在这一刻也出现在波若西的手中 冰海水寒剑 这是波若西的本命神兵 同样也是一件神军至宝 并且这一件至宝 不仅品级达到神军级级品 也没有在大战中受到损失 可以说是最为巅峰的状态 纵使以波若西现在的修为 无法将全部威能发挥出来 但依旧能发挥出神军战力 毕竟 在这短短几天内 他的修为已经恢复到神王境巅峰 只差一步就能恢复到神军境初期 没想到我说了一句 紫色很有韵味 江丽大姐就气得想和我一决雌雄 还说不让他服软 他就不让阿丽来工作 反了 神军极致薄 你竟然有这种东西 看到波若西祭出冰海水寒剑 倒映神军感受到强烈的威胁 不对 这把剑 这把剑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随着波若西催动手中的冰海水寒剑 倒映神军在这一刻就如同剑鬼一般 声音变得有些惶恐和尖锐 如同想起什么可怕的往事 如果他没感应错的话 这把剑的气息跟十二多万年前 那一位险些要了他小命的女帝 所掌握的神剑简直是一模一样 不同的是 十二多万年前 那位神秘女帝手中的剑 品级已经达到了神帝级 只是当时已经断成两劫 神性几乎湮灭 难以发挥神威 若不然的话 哪怕当时那一位女帝身受重创 并且还中了某种可怕的魔毒 他也不可能从对方的手中逃走 不过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个女人 为何会有那位女帝的同款配件 难不成 眼前这一位银发白衣女子 跟那一位神秘女帝有关系 想到这里 倒映神军突然间感到一种莫大的恐惧 想不到他都躲到这鬼地方来了 那位女帝竟然还派人来搜捕他 这是铁了心要对他赶尽杀绝啊 你认识冰 海水寒剑 感受到倒映神军化音中的惊骇和惶恐 波若西在这一刻有些诧异地抬起头来 冰海水寒剑 这可是冰海神宫的神帝级至宝 是冰海神宫第七代老祖水寒锡 在正道成为神帝后所铸造的 当然 他手中握着的这把冰海水寒剑 并不是冰海神宫的神帝级至宝 而是那一把神剑的仿制品 真正的冰海水寒剑 随着冰海神宫第七代老祖水寒锡 在十二多万年前彻底失去音讯后 就不知去向了 等一下 这家伙似乎躲在这一方世界十二多万年了 难不成这家伙跟第七代老祖的失踪有关 想起萧辰先前跟他讲过的事情 和这几天看出这方世界的眉目 波若西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目光凌厉地锁定在神殿上 你在十二多万年前见过冰海神宫的第七代老祖 听到波若西这一句话 倒映神君就像是受到刺激似的 声音异常刺耳地回荡在虚空中 哈哈哈哈 原来那小剑表是冰海神宫的第七代老祖 听你这话的意思 他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势力中 看来他哪怕是神帝级的强者 在身受重创和身重魔毒的情况下 十有八九也陨落在哪方星空中了 在推测出一些端倪后 倒映神君也逐渐疯狂 强烈的恨意伴随着滔天魔气 更为疯狂地从倒映魔殿上爆发 身受重创 身重魔毒 波若西文言面色一变 接着便想询问些什么 不过还没等他开口 倒映神君再次说道 十二多万年前 你们那位老祖 把本君打得像是丧家之犬 只能躲在这一方大千世界中 没想到十二多万年后 本君竟然会遇到那剑人的后辈 这简直就是命运的安排 随着这两句话的回荡 倒映神君疯狂炼化众多神王的血肉精魄 还带一尊产生本能意识 还没有完全炼化的魔神 这令得倒映神殿爆发出更为恐怖的魔气 不仅在加速恢复往日的威势 并且还在朝魔气的方向进化 如此害人的威势 让波若西的神情无比凝重 虽然他可以凭借手中的滨海水寒剑 让自己的爆发出神君近初期的战力 可若是让这家伙继续变强下去的话 纵使他能越击而战也很难应付得了 跟着这一方世界的天道 被本君一起吞噬炼化吧 还不等波若西做出反应 倒映神君在刺耳的话音中 直接催动本体施展出攻击 一道道魔纹 宛若蜘蛛网一般笼罩虚空 下一刻便带着毁灭性的力量倾覆而下 波若西看到这一幕 翘脸变得无比冰冷 接着手持长剑施展出兵海水寒剑法 毫不畏惧地跟倒映神君厮杀在一起 随着第七代老祖的失踪 滨海神功以无神帝作证 在苍蓝星界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如果可以通过眼前这家伙 找到曾经第七代老祖的话 滨海神功不仅能在苍蓝星界站稳脚跟 他也能知晓这一脉该如何突破神帝境 甚至是重回滨海神功血洗那些叛逆者 第498章 此举虽然有一些冒险 但如今只能搏一搏了 在波若西念头落下的同时 两大神军轰然碰撞在一起 无法形容的冲击 煞时间崩塌虚空 若不是苍蓝界天道出于自保 疯狂调动本源之力镇压虚空 还有波若西在施展攻击的同时 也奋出一部分力量来保护后方 只怕苍蓝界在这种冲击中 随时都有可能被轰成碎片 如此恐怖的厮杀 已经让苍蓝界万族生灵 都陷入一片死灰和绝望 这一辈子 他们就没见过如此恐怖的厮杀 动辄就崩塌意外里虚空的 半神镜强者连提鞋都不配 哈哈哈哈 就是这一套剑法 当年那个小表杂 就是用这一套剑法 不仅毁了本军的质保 还将本军重创伤到根基 让本军变得如此凄惨 叹到波若西施展出冰海水寒剑法 倒映神军响起十二多万年前的事 话音愿毒地嘶吼着 说话间 倒映魔殿上面浮现出一座座浮雕 一个个轻面獠牙 面目猙獰的 就如同深渊炼狱中的罗刹神 伴随着嘶吼声的响起 这些浮雕具现化为一道道魔影 在嘶吼咆哮中 疯狂扑向波若西 如此恐怖的一击 让波若西的脸色骤然一变 但下一刻便更为冷烈的爆发修为 身后浮现出一座神秘的宫殿虚影 宫殿如同冰晶筑成 上面有云雾营绕着 在周围更是有海浪滔天的异象 一股难以形容的神性气息 宛若海啸一般在虚空爆发 这是冰海神宫的投影 而冰海神宫 是冰海神帝作画时 所遗留下来的道场 里面每一处砖瓦 都蕴藏着神帝的道运 只是这一座道场 在冰海神帝作画后 就陷入沉寂的状态 除非有人将冰海神诀 修炼到大圆满 否则无法重新唤醒 这一座神帝道场 不过即便如此 此时波若西以冰海神诀 召唤出一道冰海神宫的投影 依旧让他的战礼得到增幅 恐怖的冰寒气息 横扫于天地之间 在冰雪和海浪滔天席卷中 一道剑光斩 向无数罗刹神 轰隆 伴随着两者的碰撞 毁灭性的冲击 再度在虚空中爆发 这也让消沉一颗星 直接沉到谷底 因为在这种碰撞中 波若西并没有占据到什么上风 毕竟对方 现在只有神王境巅峰的修为 哪怕是有神军及至宝辅助 想要对付一位真正的神军 还是勉强了一点 更何况 倒映神军 现在已经跟倒映神殿融为一体 化为了一尊能吞噬生灵 提升实力的魔气 不久前 还吞噬了十八大神王的血肉筋魄 现在修为 还在不断攀升 此消彼长下 恐怕波若西落败 也只是时间问题 一番较量后 江丽大姐也没了脾气 除了嘴硬之外 其他都服软了 还换了一身纯蓝衣裙 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这 该死 我到底要怎么做 才可以逆转局面 随着念头的转动 萧尘也愈发胶着 以他现在的底蕴 就算是动用真神镜修为体验卡 恐怕连厮杀的内围都进入不了 如果要是有神级至宝帮助 他或许 还有插手的可能性 可是 不管是五行修罗枪 或者是天元神玄境 又或者是不灭魂灯 如今都没有达到神级层次 想要派上用场完全不可能 而天遣灭是印 这玩意虽然是神级至宝 但他现在已经引动一次天遣 目前这玩意陷入到冷却之中 无法再一次被动用 更何况 苍蓝界的天道都奈何不了道印神君 他就算能再次召唤天前 也无济于事 不对 我还有一件神物 在心内胶着中 萧尘的脑海中闪过一抹灵光 突然想起那枚神木骨须蜜药 神木骨须蜜药 可是混沌神遗留下来的 其品质绝对是至高无上 不过 这只是传承宝物 能不能用于战斗 萧尘也说不准 此举虽然有一些冒险 但如今只能搏一搏了 在思索一下后 萧尘做出决定 虽说神须古墓蜜药 只是一件传承宝物 但这玩意的逼格和品质摆在那里 就选拿出来当石子用 没准也能发挥出作用 更何况 此时的道印神君 已经跟到道印神殿融化 不再是一尊纯粹的生灵 而是一尊另昧的器物 竟然是器物 说不定 还真有可能被神木 古墓蜜药所压制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直接对系统下达复活指令 伴随着一阵白光的闪耀爆发 萧尘也重新现身于天地之间 并且在出现的那一刻 萧尘的修为气息便轰然暴涨 从帝君九重镜突破到半神镜 不过还没有等他仔细感受这种力量 毁灭性的风暴 冲击不断的席卷来 令个萧尘的脸色为之巨变 连忙爆发修为进行抵挡 可即便如此 哪怕萧尘此时的修为突破到半神镜 在这种冲击依旧显得很渺小 整个人当场被冲击先飞出去 护体真元也濒临崩溃 两大神菌的厮杀 他就算是修为达到半神 无法靠近两者十万里内 只能动用真神镜修为体验卡了 希望这一次我的想法不会出错 在衡量一下后 萧尘也没有心痛 取出真神镜修为体验卡一把捏碎 随着系统提示音的响起 水晶卡片化为无数光点 没入萧尘体内 萧尘的修为也被强行提升到真神巅峰 原来你也是一位神军竞强者 只可惜修为跌落到如此地步 你终究不是本军的对手 在萧尘使用修为体验卡之时 苍穹上的厮杀也彻底白热化 倒映神军感应出波若西的不凡后 在这一刻忍不住发出圣人的怪笑 接着爆发出更为恐怖的摩威 再一次对着波若西震杀而下 你我之间本没有恩怨 但你既然身为那个小剑表的后辈 那便为对方所做之事付出代价吧 在这几句猖狂的话语中 倒映神军消化了十八大神王和魔神的血肉精华 修为波动在这一刻已经达到神军境中期的地步 魔神之力横扫于天地间 完全将波若西压入下风 甚至让波若西忍不住喷出鲜血 显然是受到不清的创伤 尽管他也身为神军 但修为跌落是硬伤 哪怕是手持神军极致宝 也无法弥补两者的差距 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绝对必败无疑 该死 只能拼命了吗 感受到局面对他愈发不利 波若西眼眸中闪过一抹寒光 神情在这一刻逐渐变得疯狂 身为滨海神功的公主 并且还修炼到神军境巅峰 自然是有一些禁忌手段的 一旦施展 绝对可以爆发出难以形象的神威 但也会让自身付出不可逆的代价 不过如今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他若是不疯狂可就没转机了 在念头落下之时 波若西身上的气息变得更为冰寒 没心处也浮现出一枚神秘的符纹 第499章 竟然在一瞬间内就杀了一位神军 别冲动 我来帮你镇压他 就在波若西要施展禁忌之法时 随着后方一道气息冲天爆发 消沉的话音突然传入他耳中 这让波若西的眼神一鸣 不过手上的动作依旧没有停顿 在抵挡到应神军攻击的同时 随时都准备施展禁忌之法 因为此时在他的感知中 消沉的气息只有真神境 虽然不清楚对方 是怎么从那一枚喜应中复活的 修为又是如何提升到真神境的 但如此修为就想要帮他对付一位神军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竟然还有一只蝼蚁 感受到消沉在急速逼近战场 倒应神军感到一阵诧异 紧接着爆发出一道魔光 朝消沉轰杀而去 虽然不知道这蝼蚁是如何出现的 但区区真神境修为也赶过来插手 简直就是在找死 而在这道魔光爆发之时 一道冰蓝见光也横贯于天地 跟那道魔光当场轰在一起 这让倒应神军感到有些诧异 下一刻便发出了猖獗的笑声 你竟然在意这只蝼蚁 如同是找到什么乐趣一般 倒应神军变得异常兴奋 魔道之力跟着汹涌爆发 既然你不想这小子死 那本军就越要宰了他 就让我们来比比 究竟是你能护住这小子 还是本军能宰了这家伙 随着这话音的回荡 一道道魔光横扫于虚空 无端朝着萧尘轰杀而去 这让波若西的面色巨变 也顾不得萧尘的叮嘱了 当即催动修为施展秘法 耀眼的蓝光也随之闪耀天地 可同样在这时 萧尘逼近到这两者的千里之外 看着一道道朝他轰过来的魔光 他的神情变得无比冰冷 混沌竟是雷火疯狂爆发 一枚神秘的古玉浮现在他的身前 老家伙 想要宰了本公子 先试试这玩意吧 在话音回荡间 萧尘一直点在神木古须秘药上 混沌雷火之力疯狂没入到其中 伴随着一阵轰鸣声的炸响 神木古须秘药绽放出光芒 如同是一尊沉睡了数千万年的古神 突然复苏一般 一股难以形容的混沌气息 宛若风暴般席卷于天地间 萧尘的身后浮现出一个巨大的漩涡 漩涡后方一片雾外环绕 让人有些难以看清里面 但却可以感受到一道道骇人的波动 令得道印神君和波若西都为之骇人 紧接着 萧尘的身形倒卷没入到漩涡中 道印神君所爆发的一道道魔光 也跟着轰入到那一个漩涡里面 刹那之间 漩涡入口发生了惊天爆炸 一道道愤怒的嘶吼声 突然从漩涡内转出来 那种恐怖的穿透力 还有声音中的道运 让道印神君和波若西感觉灵魂都为之战立 恍惚之间 他们似乎看到三千座孤坟 每一座孤坟都有一尊伟岸的身影 在暴怒嘶吼中掀开坟墓爬了出来 每一道身影身上所弥漫着的神威 都让他们感到窒息 神帝 这三千道身影绝对都是神帝 三千神帝的埋葬地 这他妈是什么地方 不过 这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在这三千身影的最深处 一道背对他们的白衣身影 宛若宇宙星空的无上主宰 哪怕是那三千道 令他们感到窒息的身影 在这一道背影的映照下 也显得微不足道 如此骇人的一幕 让道印神君和波若西 感觉多看一眼 都要当场爆炸了 没多久 我和江丽大姐 来到鸟语花香的地方 这啥意思 想让我浇灌花花草草 开拓下桃源之地 当得打也是吧 好 还没等到印神君和波若西惊害多久 三千库坟上的虚影 突然间发出嘀吼 目光齐刷刷地看向道印神殿 三千道恐怖的神帝意志 如同跨越了不同的时空 让道印神君的意识 受到剧烈的冲击 不 不要杀我 本君不知道 此地是诸位大人的沉眠之地 还望诸位大人饶 在极端的恐惧中 道印神君 话音歇斯底里地响彻在虚空中 但还没等他将话语说完 一道光芒 突然从漩涡中爆射而出 一把轰在道印神殿上面 另得道印神君话音戛然而止 原本弥漫在天地间的魔器 也土崩瓦解 大殿主体在轰鸣声中颤抖崩塌 化为残垣断壁 从万里高空上坠落 如同道印神君在一瞬间内 被那一道光束抹杀了神魂 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这让波若西当场惊呆了 整个人呆呆地愣在虚空 一股刺骨的寒意 险些让他化为冰雕 波若西完全没有想到 一位能威震一方心欲的神君敬强者 竟然这么轻易 就让一道光给抹杀了 甚至在这一刻 原本弥漫在天地间的雷云 在一瞬间内都烟消云散了 就好像天道一直被吓到了 想都没想 就直接溜之大吉 虚空之中 就剩下波若西一人 这让他本能地感受到 一股生死危机 如果那三千道什么虚影 想要对他进行攻击的话 那他绝对是没有活路的 哼 就在波若西浑身冰冷之时 虚空中再一次响起轰鸣声 指尖那一个漩涡 剧烈地震荡起来 紧接着吐出来一道身影 便彻底化为了一枚古玉 这道身影正是萧尘 只是那一枚古玉 也就是神木古须密药 此时却变得暗淡无光 如同回到先前 没有吞噬灵精被激活时的样子 竟然在一瞬间内 就杀了一位神君 当萧尘的身形 重新浮现于天地间 便一脸震撼地 看着神木古须密药 他原本只是想借助神木古须密药 看不能爆发神威 压制住道映神君 没想到 这玩意在受到攻击后 竟然会变得如此恐怖 三千孤焚之主 显现出真灵虚影 一人一个眼神 就把对方给秒了 这他妈也太吓人了吧 要知道 那可是一位神君静强准 哪怕现在融合一尊器物 变成了不人不鬼的魔灵 但依旧是神君静级别的 没想到却死得这么容易 进入到石化状态了 需要重新吞噬能量 才能再度被激活吗 在念头转动间 萧尘抬手抓住这一枚古玉 看着神须古墓密药 已经变得暗淡 他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不过这一枚密药 如果利用好的话 或许能成为杀手锏 想到这里 萧尘脸上露出振奋 如同发现了新大路 不知道这一枚神木古须密药 能不能对付得了神帝竞强者 如果可以的话 这玩意简直无敌 但搞不好的话 也会让自己死得很惨 毕竟 神木古须内 蕴藏着众多强者的传承 甚至还有一位至高无上的恐怖存在 也在里面留下了传承 如果神木古须密药的秘密被曝光 他恐怕会被一大帮神帝强者追杀 所以 若不到万不得已 或者有绝对把握 这密药 是不能轻易动用了 第五百章 你们都想要灭苍蓝剑了 你管这个叫做小打小闹 在念头弱下之时 萧尘反手收起神木古须密药 脸上的惊叹也逐渐变得平静 刚才 那是什么 看到萧尘收起神木古须密药 波若西这才敢靠近过来问道 这一间秘宝的恐怖 已经超出他的想象 哪怕是滨海神宫完全复苏 所爆发的威能也不过如此 这让他无比好奇 一个在大千世界内 修为都还没突破到神经的弱者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神级之宝 这是我无意间得到的一件宝物 没想到这玩意在认主以后 竟然能爆发出这么大威能 萧尘文言淡笑一声 并没有说得很明白 虽然波若西现在对他很有好感 但对方毕竟还没有成为他的人 在利益足够巨大的情况下 哪怕是夫妻之间都会反目 萧尘可不敢保证 这一位神军进强者 在得知神木古须密药所有的隐秘后 会不会在内心忍不住生起觊觎之意 这倒是不是他小人之心 而是一些基本生存准则 无意间得到已经认主了 波若西文言目光微微一闪 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追问 虽然他对密药十分好奇 但要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就显得有些巨星叵测了 更何况现在 还有一些麻烦没有解决 在念头落下之时 波若西抬起头看向虚空之上 身上的气息变得有些冰冷 要动手吗 在沉默一下后 波若西话音冷冽地问道 既然已经得罪了 那便彻底斩杀吧 萧尘文言神情冰冷 在话音传出的同时 身形直接冲向高空 虽说十八大神王已经被斩杀了 但对方的人马可还在星空之外 其中就包括 曾被他斩杀的十几位神将者 与此同时 苍蓝界于外星空之中 依旧是那一座熟悉的神将祭坛 气氛在死祭当中沉寂了好一会 姬昌巨和叶天等人 一个个无比惊骇和恐惧地 看着苍蓝界内 就连身子在这一刻 都在忍不住地颤抖着 在十八大神王轰开镜之后 他们一行人 因为修为有点低 没有资格跟着进入到苍蓝界 只能在狱外星空关注战况 原本以为十八大神王进入苍蓝界 可以很轻松灭杀那一位东狱土著 为他们一雪前耻 寻找到神军传承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苍蓝界内并没有神军传承 反倒是有一位活着的神军 如此惊变 让他们这些在狱外的人都惊呆了 但还没等他们惊骇多久 整个苍蓝界就被封锁了 之后 那一位神军跟十八神王的厮杀 他们隔着静止 也能看到很清楚 原本看到十八大神王付出惨痛的代价 将到印神军给打的肉身崩溃后 他们一行人都忍不住心生狂喜 甚至还做好了准备 等静止被迫的那一刻 就进去帮忙收拾残局 可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那一位神军竞强者 竟然召唤出了一尊神军至宝 在化为神军集气灵后 仅仅在短短片刻间内 就将所有神王斩杀了 这种惊变让他们感觉到天都塌了 十八大势力的掌权者 陨落在这里 绝对会让东陵星域彻底炸锅的 可还没等他们缓过神来 苍蓝界内又冒出来一位巅峰神王 手上还掌握有一件恐怖的神军至宝 凭借此物 就能牵制那一位神军强者 只可惜 这位女性神王 还是差了一点 根本不是那位神军的对手 眼看着波若西即将落败 鸡昌剧等人感觉到不妙 便想逃回去禀报这件事 可就在他们刚要撤离之时 那一位该死的东玉土著 竟然又出现了 仅仅只是掏出一枚古玉 就把那位神军给秒杀了 如此害人的事情 让众多神子和一些天神竞强者 一个个都被震撼得有些猛逼了 显然没想到 萧尘这个土著的手中 还有如此大杀气 更离谱的是 在倒映神军刚出来之时 他们还以为 这家伙就是萧尘的后台 可没想到 萧尘反手 就将对方给宰了 看我一脸郁闷 江丽大姐非要和我玩公主荣耀 还说 我能拿下二连击破 就告诉我个秘密 她完了 我要五连绝杀 不好 他们中我们来了 就在众多神子 感到浑身发寒之时 其中一位天神竞强者 突然大吼道 说话间 这些天神竞强者想都没想 便抓着自家神子 引盾虚空 这一次 十八大势力 除了各大神王 和各大神子之外 每一个势力 都还有一位天神竞长老跟随着 他们是各大神子的护道者 是为了防止 十八大神王 争夺神军传承 而大胆出手 众多神子 会在战斗余波中 被当场震死 所以才让他们跟随着 不过 纵使他们 身为十八大天神 是各大势力 长老中的强者 但他们十八人联手 也完全不是一位神王的对手 更何况 这一位神王 还能抗衡神军强者 甚至在这一位神王的身边 还有一位掌握某种大杀器 可以抹杀神军的神秘男子 刚才没跑 现在 就一起留下吧 同样就在此时 在众多天神境长老 带着自家神子 想要撤离之时 虚空中传来一道冰冷的话音 一道冰蓝光芒 瞬间横扫虚空 直接将亿万里星空给封锁了 萧尘 本神子承认 我们先前跟你是有恩怨 但那些不过是小打小冒 你至于要对我们感情杀绝吗 看到虚空被封锁 萧尘跟波若西并肩出现 虚空弥漫着刺骨的寒意 鸡昌巨和君奥峰等人 在这一刻歇斯底里的吼道 纵使 他们已经回归本体 都拥有了真神境的修为 但面对波若西这位神王 依旧还是显得太雷弱了 哼 小打小闹 你们都想要灭苍蓝界了 你管这个叫做小打小闹 听到鸡昌巨等人的嘶吼声 萧尘咧嘴露出森然的笑容 我出手了 而在萧尘说话的同时 波若西可不想拖下去 在对着萧尘说了一句后 便祭出那把滨海水寒剑 恐怖的剑光横灌星空 让十八大天神境强者 还有十八大神子们 感觉都像是看到了十八大神王 不 你们若是杀了我们 十八大势力定会上报天炎神朝 届时必定会有神军强者降临的 看到波若西毫不犹豫地出手 鸡昌巨等人歇斯底里的大吼 十八大天神境长老 一个个都面露绝望 内心都生出一种后悔 只恨刚才 为什么还要留下来观察事态的发展 在十八大神王陨落的那一瞬间 他们就应该及时逃回各大势力 只可惜 一步迟 步步错 如今后悔也没用了 第501章 神域的浩瀚 新的危机 轰隆 在鸡昌巨等人的嘶吼声中 恐怖的剑光淹没了一行人 纵使这十八大天神境长老 一个个在同级中都是翘楚 也无法联手抗衡一位神王 更何况 波若西还不是神王境强者 而是一位修为暂时跌落到神王境巅峰的神军境强者 实力远超一般的巅峰神王 紧紧眨眼间 十八大天神境强者 还有十八位神子们就被波若西斩杀了 这一幕 把萧尘看得有些目瞪口地 完全没有想到 这一位公主竟然如此杀法果断 一上来就直接放大招清场 连出手的机会都不给他 他还想趁着修为体验卡时间还没过 能不能虐一下鸡昌巨和军奥天等人 再积累一下有关于真神境的感悟呢 看来只能等日后 找波若西这一位公主切磋积累经验了 那十八位神王陨落在这一方大千世界 就算不宰了这些家伙 他们背后的其他强者 日后也会找上门来的 看到萧尘的眼神有些诧异 波若西话音平静地解释道 这让萧尘感到有些无奈 这个我知道 想到刚才鸡昌巨的话语 萧尘的眉头忍不住皱起 随即将目光看向波若西 你知道天眼神朝吗 对于神域的事情 萧尘完全不了解 自然也不知道 鸡昌巨口中的天眼神朝 是一个什么样的势力 不过 能被鸡昌巨提及 并且还用到上报这个词语 很显然这是十八大势力的上级 在神域中 应该不是什么 岌岌无名的势力 你不知道神域的事情 听到萧尘疑惑的询问 波若西神情有些诧异 萧尘种种手段 都堪称逆天 就连底蕴也是无比的神秘 他还以为对方 是来自神域古界的 哪一方霸主级势力 没想到对方 却对神域的事情一无所知 看到萧尘是真的很迷茫 波若西话音低沉地回道 神域无比浩瀚 总体被划分为三千个星界 每一个大界又有一百多个星域 每一个星域又有数千个大千世界 而星界有强有弱 最为顶尖的星界 则是被称为古界 由一些传承了上一年的古老势力 所把持着 他们坐落于神域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 以霸主的身份 主宰着神域大部分资源 其实力和底蕴 不是一般势力所能比的 听到波若西的话语 萧尘脸色骤然一变 那不成 这所谓的天言神潮 就是其中一方霸主 天言神潮并不是神域的霸主级势力 其综合势力在三千星界中 只不过是处于中游的层次 跟本宫之前所掌控的滨海神宫相差无几 看到萧尘面露金融 波若西猜出来对方在想什么 话音有些惆怅地继续解释道 三千星界 越是靠近神域中心 星空元气便越浓郁 各种资源也越丰富 而苍蓝界和天言界 都处在神域东部较为偏远的地带 就连神帝竟强者 几十万年都不见得能诞生一尊 跟古界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 说着 波若西就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神情在这一刻变得冰冷无比 他记得 在他闭关冲击神地境之时 蓝玄机和另外一位神军突袭他 后者就是修炼某种神火之道 难不成 会是天言神潮的人 实力跟滨海神宫相差无几 在波若西陷入沉思之时 萧尘的面色也骤然一沉 他不知道滨海神宫的具体实力底蕴 但从波若西的实力也能推演出大概 公主实力达到神军境巅峰 副公主有胆偷袭这位师姐 实力必定也不会相差太多 再加上下面肯定还有几位长老 妥妥的又是好几位神军境的强者 这种存在 若是想要覆灭苍蓝界的话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看来 必须尽快突破到真神境 让系统重置和升级才行 在这些念头浮现的同时 萧尘的内心也有了决定 当然 他还得重新激活神木骨须秘药 得到那一位混沌神的传承才行 这些东西 平复心中的紧迫感 萧尘目光看向虚空 迟疑一下后询问道 这些战利品 我取一部分神经和神药恢复修为 其他的 你所是有需要 就拿走吧 听到萧尘的话语 波若西也很直接 萧尘对他有恩 他自然不会惦记 这些身外之物 取一些神经和神药 是因为这方世界太平级了 不利于他恢复修为而已 多谢了 萧尘文言也没有做做 当即取走众多战利品 就连那一座神将祭台 也没有放过 俩人打扫完虚空战场 便重新回到苍蓝界内 另外一边 东陵星域某个大千世界内 伴随着一道神光冲天爆发 整个大千界都为之颤抖 怎么可能 我君家的家主 怎么会陨落 难不成是被其他势力为杀了 在怒吼咆哮声中 君坚主戒内众多的城池内 有不少神经强者睁开双眼 一个个面色骇然的 看向君家的方向 在君家主戒中 君家掌控着这一方世界的命脉 就连世界意志 也被君家炼化了 毫不夸张地说 君家已经一手遮天 没想到君家的家主 竟然会突然间陨落 要知道 那可是一位神王晋后期的强者 在这一方世界中 除了已经融合天道的君家谷祖 这位君家家主 可以说是最强的 还没等众多强者惊骇多久 整个君家主戒爆发出轰鸣 一双巨大无比的眸子 突然间在苍穹上睁开 莫大的天威 令得君家主戒内众多生灵 都趴在地上 君无蝶 君家的老祖 一位跟君家主戒世界意志 融合在一起的恐怖存在 虽说表面上的修为 只有神王晋巅峰 但对方在这一方世界 所能爆发出的战力 完全可以匹敌神军晋初期 甚至是神军晋中期的强者 只是融合世界意志后 他也受限于这方世界 无法离开这方世界太久时间 否则这一方世界会随之崩塌 这种存在 在神域中被称之为和道者 神曰 速谷险基 随着这一道声音 回荡在君家上空 整个世界的灵气和元气 疯狂汇聚 紧接着 便在君家上空 显现出一道画面 这赫然是 道印神军 化身为道印魔殿 将军家神王斩杀的那一幕 这便是和道者的恐怖 哪怕是在不同的心域 也能凭借对方留下来的 一缕神魂印记 追溯出对方临死前 所看到的一些画面 与此同时 在另外十七大势力中 各大势力的和道者 一个个都各斩神通 窥探到各大神王 临死前的记忆画面 一股股恐怖的杀机 当即在虚空中爆发 原本互不交涉的 十八位和道者 在这一刻都分出一道神念 汇聚在一起 第五百零二章 来自神域的杀机 致命的信息差 想不到时隔十几万年 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东陵星域某一处 荒凉的星空中 随着一道苍老的话音 回荡在这一片星空中 一道苍老身影 也随之浮现出 此人正是军家的老神王 君无敌 看起来虽然满头白发 如同一位垂暮的老人 但身上所弥漫的气息 却比普通神王更恐怖 并且这还只是 他的一道投影 并不是真身的最强状态 可想而知 若是真身降临的话 这威势得有多恐怖 而在君无敌话音落下后 星空中再度有神光爆发 一道道完全不逊色 于君无敌的气息 也宛若风暴一般 在星空中横扫而开 其中 有延绵千里的苍龙 有遮天蔽日的神凤 有魔气冲天的恶魔 有圣光普照的天使 一道道身影 宛若星空主宰一般 令得这一片星空 在颤抖中崩塌 这些身影 同样都是和道者 也是十八大势力背后 真正的底蕴 更是东御星御 最强的十几位神王 自家神王都死了一个了 一个个 还是这么爱显摆 在众多身影降临之时 其中那一位 魔气滔天的恶魔身影 话音嘲讽地说了一句 让众多神王气息一顿 虚空中的气氛 瞬间变得有些不对劲 天使族的老神王 更是目光森然地 盯着恶魔族的老神王 他怀疑 这家伙是在针对他 奈何他没有证据 毕竟 在场所有神王 就他神光最为璀璨 加上头顶上有光环 背后有对六只翅膀 妥妥的是全场最亮的仔 反观对方黑不溜秋的 浑身上下还冒着黑气 对方肯定是妒忌了 稍安勿躁 这次我们巨头 可不是要找茬的 就在两大神王忍不住来电之时 君无敌话音低沉地 回荡在虚空 各大势力的掌权者 不幸身亡 想必各位也通过特殊的手段 知晓他们究竟是如何陨落的 一位活着的神君 竟然隐匿在一个平级的大千世界内 并且还抹杀了十八大势力的掌权者 这笔账 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说完这一番话 虚空中陷入短暂的死寂 众多神王目光不断闪烁 不知君大神王 想要如何算账 在沉默一下后 恶魔族的老神王突然说到 言语之间还带着一种戏血 他们虽然都是和道者 但可不是神君竞强者 如果是在自己所在的大千世界内 他们的战力足以匹敌神君竞强者 可若是出了自己所在的大千世界 他们顶多就是神王竞巅峰的战力 甚至还会因为年迈 导致战力有所减弱 比不上一些根基雄厚的年轻神王 所以 想让他们找一位神君竞强者复仇 哪怕是十几位老神王一起上 下场很有可能会被当场团灭 老夫建议 以十八大势力的底蕴 联手构建出士君古镇 隐匿于一处大千世界 再构建出来一条空间空间 想办法将对方引入阵法内 看到众多神王目光闪烁 均无敌话音低沉地说道 这让在场十几位神王的眼神一鸣 士君古镇 这是十八大势力在很多年前 得到的一门神军级杀伐阵法 曾经 各大势力为了争夺这一门阵法 而大打出手 最终在一番厮杀中 各大势力各自占据到一部分 导致这门阵法无法重现于世 没想到 现在君无敌竟然会提议 合力布置出这一门阵法 这倒是让他们感到很意外 士君古镇是神军级极品阵法 若是有能力将其布置出来的话 确实有机率可以杀死一位神军 可那一方大千世界 跟我们各大势力相距甚远 就算我们能构建出空间通道 又该如何吸引对方进入其中 在目光闪烁中 苍龙一族的老神王突然开口道 一位神军强者不会是傻子 想将对方引过来可不容易 除非 有什么能诱惑对方的宝物 或者是让对方真的动怒了 我们十八大神王凝聚出一道分身 亲自前往苍蓝界将对方激怒 十有八九能将对方引出来的 听到苍龙族神王的话语 君无敌话音冰冷地说道 这让众多神王心中一领 凝聚分身作为诱饵 不得不说 这想法确实很大胆 可如果分身一旦被抹杀 他们也势必会受到重创 别说还有没有机会突破神军境王 能不能恢复过来都是一个未知数 怎么 诸位不敢吗 看到众多神王迟疑 君无敌冷笑着说道 那一位神军可是被我们十八大势力所逼 才会肉身崩溃化为一尊魔器 如果放任对方继续成长下去的话 只怕十八大势力不久后就被灭了 听到这一番话 各大神王的面色一变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这番话是事实 结结结 既然君老头都有如此破裂 那本君陪你玩一把又如何 在众人还在衡量利弊之时 恶魔族老神王怪笑着说道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另外十几位神王也纷纷表态 一行人开始制定详细的计划 杀鸡随之在星空中蔓延开来 只是众多神王不知道的是 他们都犯了一个致命的点 那便是 他们都是以各大神王的神魂印记 追溯临死前的记忆 从而忽略了各大神子和天神镜长老 都是如何陨落的 只是先入为主 以为各大天神镜长老和各大神子神女们 也都是被倒映神君所化的魔殿给击杀的 到现在 他们还不清楚波若曦和萧尘的存在 而有的时候 往往一个微不足道的信息差 就能让他们的计划出现变故 甚至是为此搭上自己的性命 另外一边 在各大势力的老神王制定计划之时 萧尘将彩烟和柳若仙等人放了出来 看到虚空已经恢复了平静 同时还得知道印神君 已经被俩人给斩杀后 彩烟和柳若仙等人都惊呆了 完全没想到 萧尘手中那一枚神秘的谷玉 竟然可以轻易诛杀一位神君 这简直是打破了他们的认知 夫隽 那我们接下来 是要回东荒 还是先回忠狱 平息一下心中的震撼中 彩烟话音担忧地询问道 两位神君强者厮杀 整个苍蓝界都为之动荡 肯定也死了不少生灵 不知道刘云成萧家还有蛇人族部落 有没有出什么意外 第503章 死鬼 嘴巴还是这么甜 等晚上再收拾你 先回东荒吧 在沉思一下后 萧尘开口回道 虽然从传讯中 已经得知萧家没出什么意外 但萧尘内心还是有些不放心 毕竟 他离开东荒已经有好些时日了 萧灵和慕容清雪等人 一个个还在萧家内哭等着 若是再不回去一下 将他们都带在身边 倒是有些说不过去了 还有就是 萧家的防御大阵 还有萧家内众人 都需要重新提升一番 若不然的话 下一次 若是有什么惊天大战爆发 一旦冲击波及到东荒那边的话 只怕萧家众人都能被余波给震死 随着话音的落下 萧尘将天邪和塔尔木托等人的天资 提升到半神级 让几人的修为 都在原有的基础上突破一个小境界 便让几人配合卡尔斯这位老丈人 去整顿忠狱了 而他则是带着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利用半神级空间阵盘 传送回萧家 刘云成萧家 看着虚空肆虐的风云逐渐散去 大地也在颤抖中逐渐平息下来 萧战放下手中的传讯玉佩 脸上露出一抹缓和之色 放心吧 陈儿他们都没事 看着木念云和萧灵等人 一脸担忧 萧战但笑着开口安抚一番 没事就好 听到萧战的这句话 木念云长舒一口气 不久前 突然风云变幻 又是电闪雷鸣 又是大陆震战 感觉就像是世界末日 要降临了一般 哪怕萧尘现在已经经非昔比 他这位做娘亲的 还是很担忧 萧尘这个家伙太可恶了 等回来后 一定要教训他 把我们几个落在萧家这么久 要是不把他绑起来挠脚丫子 然后再一根一根的拔毛 接着在 在木念云松了一口气之时 一旁的萧妈咬牙切齿 突然有些语出惊人的说道 这让萧战和木念云神情变得古怪起来 萧妈 你是憋坏了吗 竟然当着家主和云仪的面这么说 还没等萧妈咱话语说完 萧琳连忙拍了萧妈一下 这让对方回过神来 看到萧战和木念云一脸古怪 萧妈的翘脸顿时变得通红 整个人连忙低下头 尴尬的不敢抬起头 看来真的是憋坏了 情绪一爆发 竟然当着长辈的面 什么话都说 幸好没有一直说下去 若是说出一些不得了的话 只怕他今后都难以抬头了 你这妮子还是这么大大咧咧的 要是成儿回来后 你把他给吓跑了 可不要半夜搂着贝丹喊他的名字 看到萧妈一脸窘迫 木念云忍不住调侃道 这一番话 不仅缓和了气氛 也让萧妈有个台阶下 让一旁的萧战乐呵一笑 云姨 你说什么呢 谁半夜抱着贝丹喊他的名字了 萧妈文言脸红得快滴血了 抬头有些百媚千娇的开口道 这一幕倒是让木念云和慕容清雪等人 感到有些忍俊不惊 哄 而就在一行人有说有笑之时 虚空中突然响起一阵轰鸣声 万丈高空上 空间宛若镜面一般爆碎炸开 这让刘云成内众人都抬起头 是尘儿 一定是尘儿回来了 看到上空如此动静 萧战当即一脸狂喜 话音激动地开口道 几乎在他话音传出的一瞬间 伴随着一阵龙音声的响起 一辆双头魔龙车鸣横空冲出 恐怖的地危随之弥漫天地 刘云城内有不少人 都当场软瘫在地上 不过萧家众人 却是一脸狂喜 双头魔龙车鸣 果真是萧承回来了 而在萧承等人感到狂喜之时 双头魔龙车鸣落入萧家 随后收敛气息落在内院 也幸好萧家在这段时间扩建了 若不然的话 以现在双头魔龙的修为境界 哪怕是压缩体型 也有上百丈 倒是显得有些拥挤了 父亲 娘亲 我回来了 在双头魔龙车鸣停稳之时 萧承一行人宛若鬼魅一般 凭空出现在萧承等人身前 回来就好 你再不回来的话 你娘亲可要在我耳边 挠到出茧子了 萧承文言开怀大笑道 这两句话 让穆念云忍不住白了一眼 随后狠狠地凝了对方一下 疼得萧承一阵呲牙咧嘴后 他才连忙走到萧承的面前 你看你这孩子 看起来都瘦了 一脸宠溺地帮萧承整理一下衣裳 穆念云话音有些心疼地开口道 这让萧承感到有些无奈 他现在可是半神尽强者 体格绝对是当时第一的 没想到还会被穆念云担心 会不会瘦了 等你忙完后 娘亲给你做一下好吃的 你现在可还在长身体呢 整理一下衣裳后 穆念云又笑着道 这话前半句还说得好好的 后半句又把萧承整不会了 果然 不管一个男人成长到什么地步 在娘亲的眼中永远都只是孩子 谢谢娘 萧承也没有拒绝这个提议 只是话音柔和地回了一句 这让穆念云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快去安抚他们吧 他们这段时间可都想死你了 简单交谈两句 穆念云也没有霸占萧承太多时间 当即松开双手对着萧承柔声说道 萧承文言微微一笑 目光也看向后方几道身影 萧门 萧灵 慕容清雪 还有白素星和南宫静等人 一个个的眼眶都有些红彤彤的 情绪看起来都要忍不住爆发了 诸位夫人 我回来了 看着眼前这一帮绝色佳人 萧承话音柔和地说了一句 这一声夫人 瞬间就让萧门等人都绷不住了 萧承 你这个混蛋 隔了这么久才知道回来 还以为你不要我们了呢 在双眼通红中 萧门和萧莲等人 当场就将萧承围起来 有的忍不住垂了萧承一下 有的忍不住凝了萧承一下 有的死死抓着萧承的手 还有的抓住萧承的衣服 生怕萧承会走丢似的 这一幕倒是看得萧战有些感慨 他这个儿子 服员还是真的是不浅 找到这么多角色女子就算了 关键一个个还乖巧懂事 相互之间不会闹矛盾 也不会一起去孤立谁 一个个都情同姐妹的 这是多少男人想都不敢想的 你看起来很羡慕啊 怎么 是不是想学你儿子一样 给老娘我找一对好姐妹 就在萧战忍不住感慨之时 一只御手宛若钳子一般 直接拧向了他的腰间 疼得萧战的嘴角微微一皱 只能连忙开口安抚慕念云 夫人误会了 我萧战有何德何能可以享受尘儿那种复原 我这一生能有尘儿这样的好儿子 还有你这样的好夫人 就已经别无所求了 怎么可能还会想着给你找姐妹呢 听到萧战的话语 慕念云这才没开眼笑 风情万种地白了前者一眼 死鬼 嘴巴还是这么甜 等晚上再收拾你 第504章 尘儿 这一位也是你的红颜吗 呜呜 你们几个好过分 亏我还对你们心心念念的 还给你们带了一些好东西 你们一个个眼里就只有夫君一个人 我们这几个姐妹都可以忽略了是吧 在萧妹等人将萧成为了好议会后 彩蝶靠近过来一脸伤心欲绝地说道 一副明明想凑过去看热闹 却还要装出好伤心的样子 把彩烟看整得有些无语 她一度怀疑 这个跟她同一天出生的妹妹 是不是在蛋壳里面孵过头 导致脑子有一些不好使了 都活了300多岁 有时还这么幼稚 真的是够了 彩蝶姐 彩烟姐 若仙姐 还有其他各位姐姐们 欢迎你们归来 听到彩蝶的话语后 萧妹和慕容清雪等人 连忙松开萧成 转而对着彩烟和柳若仙等人打声招呼 不过在看到慕轩一和波若曦等人后 萧妹和慕容清雪等人都微微一愣 果然萧成这次出去 又会带回来其他美女 可这容颜和气质 未免也太高级了吧 看着慕轩一和波若曦这两位美女 不论是气质还是身段都堪称极品 并且 俩女还都留着一头银白长发 这让萧妹和慕容清雪等人 脸上都露出惊艳和羡慕之色 他们修炼了纯英功法后 头发虽然也化为了白色 但跟这两位美女比起来 明显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位陌生的黑发美女 那种雍容而雅的样子 也是让他们自愧不如 成儿 他们是 在萧妹和慕容清雪等人愣神间 萧战和慕念云有些疑惑地询问道 神情也变得有些古怪 难不成 眼前这几位看起来很陌生 但却显得极为惊艳的女子 也是他们两个未来的儿媳 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一位是吞天莽一族的女帝 名为慕悬一 现在跟彩燕她们都一样 也是你们为过门的儿媳 这一位是北域魔后江丽 也是你们为过门的儿媳 听到肖战和慕念云的询问 还有看到肖妹等人的目光 肖臣当即笑着向众人介绍道 这让慕悬一和江丽俩人 都罕见得变得不好意思 并且都收起女帝和魔后的骄傲 恭敬地对肖战和慕念云打声招呼 这让肖战和慕念云都有些拘谨 紧接着 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肖战同空猛的一锁 目光看向了肖臣 话音也有些颤抖 连忙朝后者传音询问一句 陈儿 你说 他们是女帝魔后 难不成 他们是帝君竞强者 这段时间 随着肖臣进入冬域 他了解过东荒以外很多事情 也知晓外界究竟是有多浩瀚 在东荒 圣王竞强者几乎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可是在东欲某些古老的势力中 很可能就是一个看大门的而已 而女帝或者是魔后 唯有一位女性修士 修为达到帝君竞后 才可能被惯语的称号 所以说 肖臣这一次 拐了两位女帝回来 不是 听到肖战的传音后 肖臣微微摇了摇头 他们现在是半神竞修为 已经超越了帝君竞极限 什么 肖战文言 脑海中如有轰鸣乍响 神情骇然的 看向江丽和穆玄一 卧槽 眼前这两大儿媳 竟然是半神强者 传说中站在 苍蓝界众生的最顶端 随便跺跺脚 都能灭了东荒的存在 干嘛呢你 都老大不小了 还一惊一乍呢 看到肖战这么大的反应 慕念云当即翻了个白眼 不过他也有些好奇 肖战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大反应 夫人 这可不是我一惊一乍 而是这两位儿媳 根脚都太恐怖了 肖战文言苦笑一声 凑到对方耳边小声道 什么 大陆最巅峰的存在 比若仙还要强很多 听完肖战的解释后 慕念云倒吸了一口凉气 反应比肖战还要大一点 前段时间 得知柳若仙这一位儿媳 是一位很强的帝军强者 并且还是万年柳木成金 他震惊了好几天才缓了过来 没想到 眼前新出现的两位儿媳 竟然都比柳若仙更强大 我滴个乖乖 他儿子这是要上天啊 攻陷江丽大姐的城堡 回家已是半夜 走着走着 杀出来一个金发女人 突然跪在我的前面 干啥 这是来碰瓷的 对了 那个吞天蟒一族 是什么样的种族 在内心震撼中 慕念云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转身小声的对着肖战问道 吞天蟒 这一听 就不是人族 难不成 是某种能化形的蟒类妖兽 而慕念云这话 虽然说得很小声 但在场大部分人 都是顶尖强者 岂会听不到这一句 小声的询问 这让慕悬一 变得有些尴尬 同时感到不好意思和担心 可 吞天蟒一族 是传承于上古的蛮荒一种 其种族血脉之力 不比真龙真凤弱多少 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 萧尘干咳一声解释道 让慕念云回过神来 这才意识到 他这小声的询问 已经被人听到了 传承于上古的蛮荒种族 听到萧尘的解释后 慕念云一脸的震撼 果然 他儿子还是这么与众不同 先是万年柳木 又是蛮荒一种 这身子蛊能吃得消吗 不过 尽管内心感到有些担忧 慕念云并没有感到芥蒂 只是笑呵呵地 走到慕悬一和江丽的跟前 从修行阅历上讲 我远远不如你们 所以 你们两个也不用感到紧张 若是你们两个不介意的话 以后我就称呼你们的真名 你们跟彩炎他们一样 称呼我一声云仪即可 等这臭小子给你们办了宴席 到时 我再来占你们一点便宜 让你们跟这小子喊我一声娘 看着眼前这两大大美女 不管哪一个 随手都能捏死她 慕念云并没有感到畏畏缩缩 反倒是落落大方地笑着说道 从实力和阅历上而言 她完全被俩女所碾压 但从身份上而言 她是萧尘的娘亲 所以 该有的气度 还是要表现出来 虽说她不会以身份压人 可身为长辈该有的气度 还是要表现出来的 若不然的话 倒是给萧尘丢脸了 在慕念云话语落下后 江丽和慕悬一都感到有些意外 显然没想到慕念云会这么开口 特别是慕悬一 她刚才还在担忧 慕念云和萧战 会不会接受不了她的出身 没想到这一位婆婆 竟然是如此神明大义 这倒是让她感到有些庆幸 一切都听云仪的 俩女在对视一眼后 都落落大方地回道 身上的女帝和魔后 风范都消失不见 如同是对长辈抱有敬意的晚辈而已 好好好 尘儿有你们这样懂事的红颜知己 当真是她八辈子才能修来的福气 看到江丽和慕悬一欣然接受 慕念云在此时笑得合不拢嘴 目光也看向了波若西 尘儿 这一位也是你的红颜吗 第505章 安抚众女 准备闭关 慕念云这一句话才刚落下 江丽等人的神情微微一将 波若西在此时也看了过来 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 不过 江丽和慕悬一等人 更多的还感到紧张 毕竟 他们现在是消沉的女人 所以才会这么放低姿态 收敛起自身的强者威严 可波若西就不一样了 这可是一位来自神域的恐怖存在 甚至可以轻易地摧毁整个苍蓝界 如果因为误会而感觉到冒犯了 对方动怒后的后果可不堪设想 怎么 说错了 感到气氛有些不对 慕念云忍不住一愣 杨卿你误会了 若西只是我的朋友 不是我的红颜知己 肖尘也察觉到气氛不对 连忙站出来打圆场 为慕念云介绍一番 若西她来自域外 只是因为某些缘故被我意外所救 所以 她暂且跟着我们 为我们互道 肖尘并没有细说波若西的来历 只是简单地说明一下大致缘由 这让慕念云和肖战 都听得有一些迷糊 域外 难不成是指 苍蓝界以外的事件 想到这脸 慕念云和肖战等人 一脸震惊 显然没想到 肖尘竟然连域外的女子都能结识到 难不成肖家二媳 要遍及诸天万界了 哈哈 还她娘一时鲁莽 倒是唐突仙子了 还望若西仙子不要介意 在内心感到震撼之时 肖战当即哈哈一笑道 虽然肖尘现在介绍说 波若西不是红颜知己 但在他们看来 这也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 他们这两位做长辈的 可得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若不然 要是坏了自家儿子的好事 那他们做父母 可太失败了 两位客气了 听到肖战这两句话 波若西也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只是礼貌地对着二老点了点头 肖战和慕念云也没有介意 都是很满意地看着波若西 从江丽和慕轩一等人紧张的表情来看 这一位白发女子的修为 肯定极其恐怖 如果肖尘以后 能将其变为他们的儿媳妇 那两者结合后生出来的后代 一定很优秀 想到这里 肖战和慕念云变得很振奋 甚至都在忍不住幻想着 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了 接下来 在一番交谈中 肖尘跟肖战和慕念云等人 简单讲述一下这段时间的经历 当得知肖尘如今的修为 已经达到恐怖的半神境 并且还抹杀了掀起苍蓝浩劫的众多神想者 肖战和慕念云等人 一个个都被惊到了 完全没有想到 肖尘在短短一个多月内 经历的会如此惊心动魄 完全打破了他们的认知 不到五个月 就从开源境突破到半神境 成为苍蓝界最巅峰的存在 他们肖家是何德何能 才会走出如此妖孽啊 走近一看 我猛了 这不是大学时的中二欲解验吗 天天喊着 要重建天宫正义秩序 审判渣男 他又来盯上我了 尘儿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在震撼了好一会后 肖战像是意识到什么一般 话音有些沉重的询问一句 如今肖尘的修为 已经达到苍蓝界巅峰 如果想要在五道意图继续走下去的话 就得走出苍蓝界去探索更宽广的天地 这也就是说 肖尘可能在不久以后 就要离开这方世界了 接下来 我打算闭关突破到真神境 然后离开苍蓝界前往神域 果然 在肖战念头落下之时 肖尘也如实地回答道 让肖战等人面色一变 不用担心 神域虽然浩瀚 也充满了危机 但此行有若曦护道 加上我自身的底蕴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看着肖战和慕念云等人 一脸担忧 还没等众人开口 肖尘便先开口道 随后 肖尘又帮肖战和慕念云等人 提升了天资 还赠予了一些帝君级的 功法神通和资源 又将肖家守护阵法和灵脉 里里外外全都升级了一遍 直接将刘云城肖家 打造成一个修炼圣地 忙完这一切 肖尘才回到自己的院落中 夫君 你这一次前往神域 会带上我们几个吗 院落之内 看着肖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肖门等人有些忐忑地询问道 短短几个月内 他们的修为也发生了质的飞跃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天人九重镜 不过这点修为 相比于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简直微不足道 想要帮上肖尘的忙 更是难上加难 所以他们很担心 肖尘要是真的动身前往神域 是不是又会选择将他们留下 这一次 若是你们想去的话 我会带你们一起的 听到肖门的话语 肖尘笑着回了一句 这让肖门等人都露出狂喜之色 但下一刻 想到他们的修为 众女又变得纠结 可是我们的修为这么低微 跟你去神域只会拖你后腿 听到这一句话 肖尘不禁哑然失笑道 放心吧 我会找到让你们快速提升修为的办法 足以在短时间内突破到帝君境 甚至是更为强大的真神境 什么 在肖尘这一句话落下后 不仅肖灵和彩烟等人被惊呆了 就连柳若仙和江丽等人也不例外 一个个都难以置信地看了过来 足以让他们在短时间内突破到帝君境 甚至是更为强大的真神境 肖尘竟然还有如此手段 难不成是 想起肖尘不久前得到的那一枚古玉 柳若仙和江丽等人都有所猜测 但这手段我目前还无法动用 所以 接下来得闭关研究一下 看着众女一脸震惊 肖尘又解释了一句 而在她念头落下后 系统空间内的神木谷虚密药 在此时悬浮在一片灵精当中 周围甚至还有一些神经和神药 随着一股犀利轰然爆发 无数灵精化为了飞灰 化为精纯的能量 没入神木谷虚密药 就连那一小部分的神经和神药 也在被神木谷虚密药抽取能量 只不过这一次 相对于上一次 只需要一千亿灵精不同 完全实化后的神木谷虚密药 似乎需要更多的能量才能激活 就连吞噬速度也要慢了很多 夫君刚回来又要闭关了 听到肖尘这一句话 慕容清雪等人一惊 一个个都眼巴巴地看着肖尘 他们在这里盼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肖尘回来了 没想到对方却要闭关了 不用失魂落魄的 接下来 我会先抽两天时间陪陪你们 帮你们提升修为和巩固根基 争取日后能一口气突破圣锦 看着慕容清雪等人一脸失魂落魄 还有看着神木谷虚密药 大概需要两天时间 才能完成这一次的吞噬转化 肖尘笑着对众女说道 这让肖闷和慕容清雪等人眼眸一亮 一个个就像喝多了一样开始面饭桃红 第506章 熟悉的混沌神 肖尘的脑子炸了 一连两日 肖尘都是在帮肖闷和慕容清雪等人 提升修为和巩固根基中度过 就连原本还在处理商会事物的子灵和子罗 也赶回来跟肖尘体验一下 久别圣新婚的感觉 而这一次 彩嫣和柳若仙等人倒没有跟着一起凑合 毕竟两天时间不足以让其他人羽露均沾 所以 他们都将机会留给了肖闷和慕容清雪等人 毕竟来日方长 只要他们能一直待在肖尘的身边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机会多的是 没必要跟肖闷等人争一时之宠 这家伙还真是不会放过每一段 可以及时行乐的时间 扫了肖家内院一眼 波若西的神情异样 在嘵喃一句后 目光又看向了柳若仙和彩嫣等人 你们 能跟我讲一下 有关于这个世界和他的事情吗 这两天 他的神魂不断探查这方世界 试图找出这个世界有何奇妙 竟然能隐藏一位神军静强者 并且还欲欲出肖尘这种神秘无比的妖孽天骄 着实是让他感到好奇 不过 在查探两天后 波若西依旧一无所获 这让他感到越发好奇 只能从旁敲击 询问其他人了 而彩嫣和柳若仙等人 正纠结该怎么样才能接触波若西 没想到 对方在打坐两天后 竟然主动开口找他们聊天 这倒是让他们感到很意外 如果能从波若西的口中了解到神境修炼的奥妙 还有有关于神域更多详细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绝对有天大的好处 既然若西仙子有意了解 我们几个自当有问必答 有了突破口后 柳若仙和彩嫣等人开始为波若西解惑 讲述起苍蓝记的事情 还有萧陈的成长经历 并且在交谈中 彩嫣和柳若仙等人 也问起有神域的事情 和有关修炼上的困惑 一行人在交谈中也逐渐变得熟络 随着第三天的到来 萧曼和慕容清雪 还有子罗子灵等人 在萧陈的大力相助下 一个个都突破了境界 令得刘云成百里外的高空上 轰鸣声不断 不过萧陈并没有跟过去看众女杜劫 而是继续待在厢房里面 反手掏出神木骨须蜜药 这一次 我必须获得神木之主的传承 才会有底气在神域中生存下去 看着眼前这一枚恢复正常的古域 萧陈深吸一口气 再次激活了密钥 伴随着一阵轰鸣的响起 一个漩涡在房间内成形 直接将萧陈给吞噬进去 依旧是那一片 充满混沌气息的星空目的 三千孤坟在萧陈进入后 全都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期待着萧陈会选择他们 萧陈依旧是毫无波澜 目光锁定在最深处的混沌石碑上 身形煞石间化为一道流光 便朝着混沌石碑爆射而去 察觉到萧陈的举动 混沌石碑发出一阵嗡鸣 恐怖的威压也轰然降临 不过随着修为的提升 萧陈已经是今非昔比 曾经能让他止步的恐怖威压 如今在他看来完全不算什么 几乎在短短刹那间 萧陈便逼近到混沌石碑的千丈之内 而这个范围的威压 虽然要比千丈之外的恐怖好几倍 但也只是让萧陈的身形微微一顿 在修为尽数爆发中 萧陈如同君王屁腻天地一般 三两下来到混沌石碑的跟前 右手抬起一把按了上去 哄 随着这一掌的落下 神木古须星空爆发出一阵惊天轰鸣 耀眼的光芒从混沌石碑上闪耀而起 整个星空为之震动 三千孤坟在这一刻如同受到惊吓一般 一座座在寝客间都变得有些暗淡无光 如同有一位沉睡的星空主宰 突然间被萧陈给唤醒了过来 你终于来了 在耀眼的神光中 一道虚无缥缈的声音 回荡在这片星空中 让萧陈的脑子嗡的一下就当场炸开了 这混沌石碑之主感受到他的到来 第一句话 竟然不是你好 有缘人也不是是谁 胆敢闯入屋的沉眠之地 这一类比较正常的话 而是你终于来了 难不成 这一位神木之主认识他 前辈认识在下 在内心感到疑惑不解中 萧陈努力看向强光中的身影 这一看 险些让他的脑子糊了 口中还没说完的话语 也戛然而止 一位随着那一道白衣身影转身 一张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面孔 也在这一刻映入到他的眼眸中 卧槽 一模一样 这一位在不知道多少年前 斩杀掉三千什么的混沌神 竟然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难不成 这是他的某一个前世 你想错了 我并不是你的前世 你可以是我 但也不是我 因为真正的我 已经消亡在这一片星空中 如今残存的 不过是一缕神念 就在萧陈脑海中 忍不住浮现这个念头之时 白衣身影 话音惆怅地说道 这短短的几句话 让萧陈感觉 脑子又要炸开了 眼前这位混沌神 并不是他的前世 还有 他可以说是混沌神 但又不是真正的混沌神 这都是什么鬼 短短几个月 便成长到半神境 看来在天渊意志的辅助下 你想要崛起 真的是很容易 就在萧陈感觉脑子乱糟糟的时候 混沌神又说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这让萧陈的瞳孔骤然一缩 天渊意志 这又是什么鬼 难不成是在止系统 你到底是谁 而我又是谁 还有天渊意志 究竟是什么 在脑子一片混乱中 萧陈抬起头大河道 他之前就曾想过了 如果他不是穿越者 而是这个世界的他意外穿越蓝星 之后又莫名其妙的重生回苍蓝界 那他为什么非要重生到苍蓝界 而不是留在蓝星开启龙王剧情 毕竟 对于系统来说 如果是找个宿主 让自身逐步成长 以蓝星为根据地 也可以开启征途 何必大费周章 再带着他重生回去 这就让人感到很奇怪 还有 系统究竟是什么东西 是某种生命体 还是某种意志 这也是困惑了他好久的问题 毕竟 如此逆天的存在 是不可能凭空诞生的 若不是也太有备常理了 再有就是 系统为什么会选择他 这同样是一个疑惑点 总不可能 因为是他在蓝星时 是一位帅气的番茄读者 因为每天坚持 帮一位叫余生不复青的 扑街做折点小礼物 星成则灵 就意外获得 系统加持逆袭人生吧 这特么听起来 似乎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第507章 三千万年前的秘星 一切源头的忠实 就知道你会这么问 但事情有些很复杂 在萧尘话音落下后 混沌神叹息一声道 这让萧尘的面色一僵 我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 在沉默一下后 萧尘再次问道 本来在激活混沌石碑之前 他对一切事情还抱有期待 也不会对一些问题想太多 但现在 随着发现这一位混沌神 竟然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有些事情 他不想深思也不行了 若不搞清楚一切缘由 他甚至有一种 让人掌控命运的感觉 仿佛 他在系统觉醒后 所做的每一件事 和所面临的一切 都是别人在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这就会让他有种当傀儡的感觉 你源自于我 脱胎于我 又不同于我 看到萧尘逐渐心灰意冷的样子 混沌神的神情并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话音平静地说了这一句话 紧接着 在萧尘的注视中 混沌神继续说道 三千万年前 一具被天渊意志所封印的古老棺木 突然从混沌之外飘了过来 导致这一方星空的混沌戒海避障 出现裂缝 星空发生巨变 邪源污染众生 神域陷入到至暗时刻 短短不到一万年 神域以北的生灵 全都化为了邪魔 随后跟神域众多势力发生惨战 那一战 神域以北几乎被打成了废墟 神域的强者可以说陨落过半 原本被天渊意志封印的那一具棺木 在吞噬神域众多强者的负面之力后 也从那一具棺木中 祭出了一只手臂 说到这 混沌神的瞳孔忍不住色缩 接着脸上露出一抹痛苦之色 声音也变得有些颤抖 仅仅只是一只手臂 就将当时有神帝进巅峰修为 只差一步就能超脱这片星空的 我给打成重伤 神域数千名神帝如同孩童一般被对方顽虐 但他并没有急着要杀了我们 而是想要一步步击溃我们的心理防线 让我们这一帮神帝强者 此生出能让他完全复苏 并破关而出的负面之力 之后 离合察觉到他的意图 为了神域众生不会沦为对方的食物 为了这一方星空能有一线生的希望 离合以生命法则进行自我献祭 将毕生修为和生命精华都注入我的体内 让我对于在短时间内强行踏出了那一步 说到这里 混沌神的拳头捏得咔咔作响 但片刻后又忍不住松开拳头 凭借着那一步的力量 我成功抹杀他祭出的那一只手臂 但也彻底激怒了棺木中真正的他 在暴怒之中 他强行冲破棺木的封锁 导致天渊一直崩溃 斜缘开始蔓延星空 我虽凭借着离合的馈赠 拥有超越神帝境的力量 可还是无法彻底抹杀他 只能将他封印在神域以北那一道混沌界海壁杖中 可没想到 似乎是回忆起什么 混沌神的神情变得有些猙獰 脸上也露出一股骇然的杀气 令得星空中三千座孤不断地颤抖着 可没想到 在我将他封印 身受重创之时 三千神帝竟然心生歹念 妄图将我彻底斩杀于那片星空 抽练我的混沌之道 和离合残存的生命之道 当他们得以能参悟本源大道 同样也踏出那一步成为星空主宰 所以那一天 我燃烧神魂精血回光返照 以混沌之法斩杀三千神帝 并且抹出他们的神魂意识 只保留部分神员作为传承 将其封入这处神木骨墟内 另外一部分神员 则是被我用来加固对他的封印 做完这一切 我已经由等苦尽 不久后也会陨落 就连神魂也会彻底消散 但令我没想到的是 我竟然在虚空中发现了崩溃的天渊意志 并且在游离四散的天渊意志中 发现一丝微不足道的真灵印记 这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 于是我以最后的修为 将我还没消散的神魂 斩断一部分出来 作为那一丝真灵印记的载体 然后收集虚空中残留的天渊意志 以混沌之法将其转生到这片星空 希望能借助这方天地的轮回法则 让这一丝不完整的真灵印记 能成功蜕变成一道新的灵魂 十日今日 三千万年了 你终于来了 听完混沌神说完这一大堆后 萧尘感觉脑子真的要炸开了 混沌之外 天渊意志 棺木之内 他 这怎么越听越复杂 本以为他是混沌神的转世 或者是对方凝炼出的分身 如今看起来似乎不是这样 这让萧尘感到很猛逼 将燕姐送回家 没想到他中二病更厉害了 说他心有恶魔 还跪下来求我帮他镇压大大的邪恶 这纯心是在刁难我 你让我捋一下 按你这么说的话 系统就是天渊意志所演变的 而我 则是以你的神魂作为载体 然后融合那一丝不完整的真灵印记 借用这方天地的轮回法则 转生所演变的 捋完头绪后 萧尘深吸一口气 很不平静地说道 如此说来的话 它算是一个新诞生的生命体 只是成分有点复杂 灵魂的源头材料 是两位顶级大佬 一位是 以天渊意志 作为封印禁制 将那一尊邪魔封印在棺木中 并留下一丝真灵印记的大佬 一位是眼前这一位混沌神 你可以这么认为 所以说 我是你 但也不是你 而你 就是你 听到萧尘的话语后 混沌神点了点头道 我明白了 所以这么说的话 我诞生是为了能具备 那一位封印混沌域外邪魔的强者的真灵特性 可以承载这一道所谓的天渊意志 也就是 我口中所谓的系统 从而成长起来后 去杀死那一尊混沌域外邪魔 在混沌神刚刚说完之时 萧尘突然面色难看得到 原本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小屌丝 没想到 竟然有如此逆天的来历 未来甚至还要背负这一种使命 让萧尘一时间觉得有些接受不了 不 你错了 在萧尘话音落下后 混沌神微微摇头道 我并没有要求 你要去做任何事 也不会强求 你未来要拯救事件 当时我之所以那么做 只是不想让离合白死 所以才给神域众生 留下一线生机 至于你以后要怎么选择 完全可以看你心情决定 毕竟 我已经死了 离合也死了 对于已故之人 这一方星空 与我们无关 你的人生依旧是一片混沌 想要走哪条路都看你自己 第508章 这怕不是要将萧尘往死里整 未来一片混沌 路还是自己走 听到混沌神这一番话 萧尘的神情微微一愣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还不是很难接受 对了 天渊意志是什么 还有那一顿邪魔 又是什么样的存在 在沉默一下后 萧尘再次问道 天渊意志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名字也是我随便取得 我只知道 它是一道超越了神地层面的无上意志 拥有能逆转这方星空法则的神秘力量 这一点 在这短短几个月内 想必你也有所了解 说着 混沌神突然顿了一下 话音凝重地继续说道 有一点 我必须告诉你 天渊意志目前并没有成长到巅峰 并且因为它可以逆转这方星空的法则 所以 它也会成为这方星空意志的眼中钉 若不到万不得已的话 切记不要过于依赖这一道意志 唯有自身强大 方才是真正的强大 说完这一番话后 混沌神的身影逐渐变得透明 话音在此时也变得愈发低沉 我的时间不多了 接下来 我会将毕生所学都尽数传授于你 当然 我并不是让你走我的老路 而是结合天渊意志的辅助 打破神境稚谷 最终踏出那一步 还有三千神地的传承 就当是我送你的礼物 它们可以让你身边的人尽快变得强大起来 另外 我当年所留下来的封印虽然很强 但这封印无法将它一直封印住的 只要这一方星空内有负面之力诞生 它还是能通过吸食负面之力恢复的 想破风而出 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这一番话的落下 混沌神抬手点出一指 整个神木古序空间骤然震动起来 一团混沌光源从混沌石碑中掠出 接着化为一道流光 没入消沉体内 而混沌神的身影也化为光点消失 这一幕 让消沉的瞳孔猛的一缩 他还有很多事情还没问清楚呢 这一位混沌神这么快就不行了 不过 还没等消沉喊出声 随着那一团混沌光芒没入体内 消沉感觉身躯像是要爆炸一般 一种极端恐怖的力量 不断冲击着四肢百骸 就连十海灵魂 在这股力量的吸力下 也在剧痛中发生蜕变 甚至在这种蜕变中 无数枚散发混沌气息的神秘符文 化为功法神通和种种感悟 全都烙印进他的灵魂深处 这让消沉感觉脑袋都要被撑爆了 仙殿道体在这一刻蜕变为混沌体 修为气息更是在一瞬间冲破臂障 直接踏入到真神境 并且还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 急速飙升着 这让消沉的面色为之一变 下一刻出现在流云城上空 修为突破真神境 如果没有一方世界的天道 降下神节为他洗礼 他很难点燃神火 在这一方星空继续生存下去 这就好比一个人出生后 要开证明上户口一样 神域每个大千世界 都是神域星空意志创造的小弟 如果有生灵突破到真神境 要进入更为广阔的星空 就必须降下天节进行考验 除了检验渡截者的天赋潜力之外 还有就是将对方的一切信息 都传递和烙印进神域星空内 如果屏蔽一切天地意志感应 突破真神境后 一直没渡截的话 他在这一方星空中 就属于黑户 修为根基也会比较虚浮 并且他后面要是进入星空中 很可能会被神域意志所排斥 甚至还会降下天罚 将他抹除 看燕姐病得不轻 我只好帮他镇压邪恶 将我的正义贯彻到底 让燕姐感受从未体验过的温暖 他说真的爱惨我了 那是 伏居 在萧尘身影浮现在流云城上空后 萧曼和慕容清雪等人都骤然一惊 他们才刚刚度过入圣境雷劫 将修为巩固在入圣境四重境 还没等他们落入萧家内 没想到萧尘突然出现了 这倒是让他们感到意外 因为在他们要渡劫之时 萧尘说要闭关一段时间 现在才两个时寸不到 竟然这么快就出关了 不对 夫君 夫君身上的气息好恐怖 我感觉快要腿脚发软了 在内心惊讶中 感受到萧尘身上浩瀚如鸢的气息 彩烟和肖闷等人 神情未知一变 他竟然突破真神经了 感到萧尘的气息 波若西也看向虚空 神情变得有些凝重 短短几个月 修为从开源境突破到半神 这就算了 毕竟在神域中 也不乏有妖念能做到 但几个月从开源境 突破到真神境 哪怕是放眼神域 也很难找出几个 不对 他的气息还在不断攀升着 难不成这是要冲击天神境 感受到萧尘的气息 还在不断攀升 短短时间 就从真神境初期 达到真神境后期 并且还在势头不减地 继续攀升着 波若西的瞳孔 忍不住一缩 翘脸上露出一抹亥然之色 在神域中 神之境界一共有五个 分别是真神境 天神境 神王境 神君境 以及神帝境 每一个大境界 又可以化为初期 中期 后期 巅峰 大境界的划分 虽然没有神境以下的境界 那么复杂 但每一个小层次的提升 可是要比想象中更困难 需要魂后的本源法则领悟 以及将神道根基打磨完美 通常来说 修为刚突破神境 还没有渡劫之前 就能冲击到真神境中期的 在神域中 足以称之为天骄 一突破 就能冲到真神境后期的 足以称之为妖孽 一突破 就能冲到真神境巅峰的 放眼整个神域星空内 十万年都不见得有一个 哪怕是他这一位 滨海神功公主 刚突破时 也才冲到了真神境中期 后面度过天地神节后 才冲到真神境后期的 像消沉这一种 一上来就冲到真神境后期 并且气息还在急速暴涨的 他当真是见都没见过 轰隆隆 在波若西感到震撼不已之时 万里虚空也随之 响起雷鸣声 雷云宛若狂潮一般蜂拥而来 几乎在瞬息间 就化为了紫色 一上来就是紫集神节 可见这一方天道 对消沉是有多重视 不过在下一刻 消沉的气息 当场冲破真神境后期 还没渡劫修为 就达到了真神境巅峰 这种突破方式 把天道给整不会了 雷云在翻滚一下后 随即变成了血红色 天浅 并且还是神级天浅 足以轰杀真神强者 这一幕 让柳若仙和江丽等人的面色一变 显然没有想到 消沉突破神境 竟然会让天道降下天浅考验 这怕不是要将消沉往死里整 第509章 修为突破到天神境 系统进行重制升级 神级天浅吗 这样才得见 看到万里虚空 全变成血红色的雷云 恐怖的天威令得东荒生灵都在颤抖 萧尘抬起头露出一抹兴奋之色 经历过紫急雷劫的轰击 他已经不满足于如此了 唯有更为狂野 更为暴力的雷亭之力 才能将他的根基打磨得更加完美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祭出天谴灭尸印 整个人冲入到雷云中 轰鸣声再次滔天乍响 萧尘整个人被血色雷亭淹没 身上的衣服也随之化为飞灰 但他非但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萧尔气息竟然在疯狂暴涨着 仅仅半个钟不到的时间内 萧尘竟然冲破真神境瓶颈 萧尔正是达到天神境初期 满延数十万里的雷海 竟然被他吞噬了大半 这令得苍蓝界天道为之震怒 原本只是血红色的天谴雷亭 在这一刻竟然化为暗黑之色 一种能毁天灭地般的气息 也宛若风暴一般席卷虚空 令得萧尘的脸色为之一变 天伐神雷 尽强者甚至是重创神王尽强者的神雷 苍蓝界的天道竟然用这个来考验他 他瞄得是不是玩不起 哄 随着萧尘念头的落下 漫天神雷淹没了萧尘 不过这足以抹杀天神尽强者的神雷 并没有对萧尘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反而绝大部分的神雷 轰在萧尘身上的时候 就被天谴灭尸印疯狂地吞噬了 剩下的力量 尽管轰在萧尘身上 依旧会让他皮开肉绽 但不会有致命的伤害 反倒是在帮萧尘不断强化肉身和凝炼神魂 让萧尘的根基底蕴变得愈发恐怖 这一幕 让彩岩和柳若仙等人都忍不住捏了一把汗 就连波若曦也被当场惊呆了 显然没想到 萧尘竟然能突破到天神境 还能正面硬抗天伐神雷洗礼 这家伙 未来若是不陨落 绝对是一位神帝境强者 随着时间的流逝 发现不论怎么折腾 都奈何不了萧尘后 天伐雷云剧烈地翻滚几下 便逐渐在虚空中消散而去 这情况 让萧尘感到有些错愕 因为他前前后后 杜劫还没超过半个时辰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快 这倒是把他整不会了 卧槽 你跑什么 给本公子回来 再愣了一下后 萧尘对着虚空大吼道 不过他这一吼 非但没有让天伐雷云重新凝聚 反倒是更为迅气地消失不见了 卧槽 不就吸了你几波天伐神雷吗 你身为苍蓝界天道 竟然怂了 还有老子的天结造化之力呢 你压得不给就跑了 看到漫天雷云突然消散而去 万里虚空在此时化为了晴空 萧尘气得忍不住破口大骂 不过任凭萧尘怎么臭骂 虚空中依旧是一片平静 这让萧尘感到很郁闷 完全没想到 苍蓝界的天道竟然这么吝啬 让他好几次羊毛就有阴影了 你一口气突破两个境界 已经超出这天地所能反补的极限 所以这一方天地的意志才会离去 加上他之前被一位神军强者镇压 破除天地禁制 也消耗了太多能量 方才还能凝炼神雷为你洗礼 已经是他所能达到的极限了 在萧尘感到气急之时 波若西突然现身说道 说着 波若西扫了萧尘一眼 随即转过头继续说道 还有 大庭广众之下六鸟 萧公子还有债号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萧尘在此时才发现 他现在可是光溜溜的 这让他老脸一红 在干咳一生后 便换了身白衣 不愧是波波公主 这定力果然非凡 穿好衣服 萧尘淡笑着回过头 异样地看着波若西 还真不愧是 活了十几万年的女强者 看到他这精壮的身子 竟然一点波动都没有 这清冷的模样 倒是让他忍不住 生出一种征服欲望 看到我要回家 燕姐连忙追出来 说她的病情很不稳定 要我定时过来治疗 贯彻爱的正义 最好一天三次 疯了吧 叮 检测到宿主修为 已经突破到神境层次 系统将会进入到 为期三天的重置升级 重置升级后 系统的随机回收能力 将可以覆盖整个神域 同时将开启 新的神境回收体系 重置每月修为体验卡 兑换次数 重置神境层次修复 合成 升级功能 废除神境以下物品 回收兑换能力 重置神境以下各种系统功能 宿主可以免费 并无限次使用 开启神境各族生灵的复活能力 并且赠送宿主一个神级大礼包 请问宿主是否同意 系统进行重置升级 就在肖尘和波若西对话之时 系统提示音突然机械式响起 这让肖尘微微一愣 这才想起来 系统先前跟他提起过 在他修为达到神境后 系统会进行重置升级 只是没想到 这次系统升级 竟然要三天时间 并且各种功能会大换血 不仅会废除神境以下的 回收兑换能力 还会开启神境中各族生灵的复活能力 这一点倒是让肖尘感到很惊讶 因为在此之前 系统虽然可以复活他人 但只能复活神境以下的生灵 修为达到神境的 没办法复活 可没想到 系统升级重置后 竟然连神境强者都能复活 这个能力简直有点变态啊 毕竟 神境强者不同于普通生灵 每突破一个大境界 生命层次都会发生质变 甚至还牵扯到恐怖的神域星空意志 想要复活可没有在苍蓝界这么简单 若不然的话 哪怕是强如混沌神 也没办法复活离合 也就是自己爱的人 只能选择跟随对方一起陨落 希望三天后 系统能给我一个惊喜 在呢喃一声后 肖尘没有丝毫犹豫 毫不犹豫选择升级 虽然还没弄清楚 系统的真正来历 但毋庸置疑 这是他崛起的金手指 不升级指定有点毛病 夫君 你还好吧 就在肖尘下达升级指令 系统进行重制升级之时 彩炎和江丽等人都飞了上来 看到肖尘一脸安然无恙后 众女才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没事 现在的我已经今非昔比 今后哪怕是神域 我也能闯一闯了 听到彩炎等人的询问 肖尘淡笑着回了一句 听夫君的语气 这一次的突破 似乎很不一般 彩炎文言目光微微一闪 话音有些惊异地询问道 就连柳若仙和江丽等人 也都忍不住竖起耳朵 这一次 我得到一位前辈的传承 修为得以连破两大境界 一举来到了天神境初期 感受到丹田内凝聚的混沌神员 还有十海内所蕴含的公法传承 肖尘抬头露出一谋笑容 虽然他现在的修为 只有天神境初期 但在天神境内 他有绝对的把握 不会输给任何人 第五百一十章 只要夫君开心 我受点苦无所谓 天神境 听到肖尘的话语 彩炎和江丽等人 瞳孔一缩 目光都骇然地看着肖尘 这两天跟波若西接触后 他们对于神之境 也有了一个更为直观的了解 也知道 神之境每个大境界的突破 是何等苦难 哪怕是神域添交 想要从真神境突破到天神境 没有数千年的积累 也很难能完成突破 那些天资和悟性都有限的 一辈子可能会卡死在这里 直到老死 也没法突破瓶颈 而肖尘 才刚刚突破到真神境不久 就视如破竹突破到天神境 完成了别人数千年 甚至是数万年都做不到的事情 这是何等的变态 不必太惊讶 我不过是站在仙人的肩膀上 才能有这么夸张的突破速度 看着柳若仙和江丽等人 一脸震撼的样子 肖尘摆了摆手但笑道 脸上没有丝毫的自得 混沌神所留下来的神源 虽然只剩下一丢丢能量 但那可是三千万年前 最为强大的一位神帝静强者 并且最后在生命女神的帮助下 还强行踏入到神帝之上的境界 哪怕是只剩下万分之一的力量 也足以让一个人发生惊天蜕变 夫君开启那一枚秘药中的神之传承了 似乎是想到什么一般 柳若仙一脸惊异的道 这让彩岩和江丽等人也神情一惊 对于神木谷须秘药的事情 肖尘之前都跟他们提起过 只是没想到 里面蕴含的传承竟然会这么惊人 可以让人一突破到就达到天神境 唯独波若西 听到几人的交谈 只感到一头雾水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传承 但也由此勾起了内心的好奇 嗯 里面不仅有我得到的先辈传承 还有其他神级强者留下的传承 今后你们也能像我一样 快速地突破到神智境界 肖尘文言点了点头 短短两句话 顿时让众女露出一抹狂喜 脸上甚至还有些不敢相信 看到肖尘突破到天神境 他们在狂喜的同时 也感到有些很失落 毕竟 曾经的他们 绝大部分人 修为都强于肖尘 可在这短短几个月内 他们就被肖尘超越了 甚至是被远远地甩在身后 如果他们修为没办法跟上来的话 那今后等肖尘进入神域星空闯荡 那他们一行人将会沦为一帮花瓶 这对于柳若仙和江丽等人 显然都是难以接受的事情 密药内的传承众多 只要能找到合适的 你们想在短时间内 突破到真神境 绝对是轻而易举的 修炼瓶颈会变得很牢固 有可能这一生会卡死在神地境 想要突破神地超越这一片星空 会比想象中更假 什么 卡死在神地境 就在肖尘最后两个字 还没说出口之时 原本淡定的波若西 在这一刻突然叫道 目光震撼地盯着肖尘 险些就冲过来 当场甩肖尘两巴掌 问对方究竟知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神地境 这可是神域目前已知的最高境界 每一位都是可以轻易毁灭 一方心域的恐怖存在 一些排名靠后的低等星界 几十万年都诞生不了一位 就算是那些古界霸主及势力 想要培养出来一位神地强者 也得耗费无数资源和精力 历经数万年 才有可能诞生出一位 哪怕是他 作为苍蓝界中十几万年来 最妖孽的兵属性天骄 仅仅用了不到五万年 便修炼到神军境巅峰 之后就被困在神军境巅峰 十一多万年 可见 这一步是有多么难以跨越 足以困死神域中 九成九以上的神军境巅峰强者 而萧尘现在 竟然说他的传承 能让眼前这帮女人 日后轻易修炼到神地境 就是难以突破神地境 超脱这一片星空 有可能会永远卡死在神地境界 这家伙该不会是得失心疯了吧 不好意思 我失态了 看到萧尘和江丽等人精益地看过来 波若西才意识到 他有点应激过头了 当即轻声说了一句 神情再度恢复清朗 不过在顿了一下后 他还是忍不住问道 萧公子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是不是在开玩笑 日后你自会知晓 萧尘文言并没有解释太多 只是意味深长地回了一句 说完 萧尘一行人 也没在虚空中继续逗留 大手一挥 便带着彩烟等人回到院落 跟萧战和慕念云报了个平安后 一行人便进入到偌大的厢房内 刚回到别墅 突然看到美都沙同学身穿红衣 站在别墅的院落内 一脸高冷地看着我 完了 他的女王病又犯了 刚一进门 彩蝶就迫不及待地扑上来 这把萧尘当场给整无语了 连忙将这个丫头扒拉下来 夫君 你带我们进来 不是要我们帮你巩固修为吗 被萧尘扒拉下来后 彩蝶一脸郁闷地道 这让萧尘的嘴角微微一抽 想什么呢 萧尘轻轻摇了摇头 随即有些无奈地道 我现在已经突破到天神镜 体内蕴含的神性精华 可不是你们能承受的 再者说修为相差太大 加上我还不熟悉修为 小心我一个疏忽 你就小腹穿孔了 随着这一番话的落下 相防那顿时变得死寂 像沐悬一和江丽这种 还没经历几次的 翘脸上都忍不住 浮现出一抹红韵之色 可是 夫君你不是会修复伤势 还能轻易复活其他人吗 只要夫君开心 我受点苦无所谓 听到萧尘的话语后 彩蝶顿时有些失望 不过在下一刻 他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抬头神情有些扭捏到 可还没等他将话语说完 就发现相防那众人都目光震撼地看着他 显然没想到 他的脑回路会这么奇特 虽然在平时 在某些关键时刻 萧尘会动用天赋 修复他们的伤势 可在明知道无法承受的情况下 让萧尘动用修复能力来做这事 未免也太疯狂了吧 你这死丫头 是不是有什么受灭倾向 不会说话你就老是闭嘴 感觉到相防内的气氛 变得愈发怪异 采印一个板栗 直接敲在彩蝶的头上 有这种毫无下限的妹妹 当真是她这姐姐的耻辱 我还是带你们进入神木古墟里面 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你们的传承 感觉局面要擦枪走火了 萧尘干咳一声开口说道 说完 还不等众女再说些什么 她便召唤出神木古墟密钥 第511章 神木古墟内众女的震撼 看着悬浮在萧尘手上的古玉 采烟和柳若仙等人 神情凝重 这两天跟般若西交谈 他们也得知了 萧尘曾利用这一枚古玉 一举抹杀一位神军强者 这可把他们震撼得不轻 他们还以为这就是一枚传承密钥 没想到竟然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 哇 在众人的目光中 萧尘双手结印 激活神木古墟密钥 一个漩涡也随之浮现在厢房里面 进去吧 开启神木古墟密钥后 萧尘对众女说了一句 一行人没有任何迟疑 便直接踏入到漩涡内 与此同时 萧家院落内的某一处凉亭 波若西也像是感应到什么 在此时也抬头看向了相方 眼眸中闪烁着好奇和挣扎之色 但下一刻 波若西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好奇 压下想进入萧尘房间查探的冲动 虽然他对萧尘获得的传承感到十分好奇 但贸然闯进去 可能会被当成是心怀不轨 到时引起误会可就麻烦了 还是听萧尘的劝告 日后再一看究竟了 另外一边 随着一阵天旋地转 萧尘和彩烟一行人也出现在神木骨虚之内 看着前方被淡淡雾气笼罩 三千孤坟屹立于星空中 就如同一座座山丘一般 彩烟等人都感到一阵震撼 当然 他们震撼的不是这些孤坟有多巨大和荒凉 而是上面所弥漫出来的气息 让他们感到一种卑微和渺小之感 这就是密钥之内吗 看到这三千座孤坟 彩烟等人呢喃一句 而就在他们话音落下之时 三千孤坟似乎感应到什么都爆发出最为耀眼的光芒 恐怖的神帝气息煞时间弥漫虚空 这让彩烟和柳若仙等人焦躯一阵 瞳孔更是在惊骇中剧烈收缩起来 因为眼前的每一道气息 竟然都比波若西更恐怖 夫君 这些坟墓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强者所留下的 在深吸一口气后 木悬一颤音问道 尽管内心已经有所猜测 但他还是有些不敢确定 这三千座孤坟是三千位神帝所遗留下来的 听到木悬一的问话 萧承话音平静的道 这一句话 如同平地惊雷乍响 让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原本剧烈收缩的瞳孔 在一瞬间又急速扩张 三 三千神帝 不是神王 也不是神君 而是站在神域顶端的神帝竞强者 并且还是三千位之多 通过波若西的讲述 神域分为东西南北四个方位 大体可以划分为三千个星界 每一个星界拥有一百多星域 每一个星域内有数千个世界 而在如此庞大的星空世界内 神帝竞强者不会超过五千位 并且还是分散在各个星界内 除了排名靠前的星界 能拥有多位神帝竞强者之外 其他星界基本就只有一两位 有的星界甚至都没有神帝竞强者 可想而知 神帝竞强者是有多么稀有 但现在 他们竟然看到了三千座神帝竞强者的孤坟 这是得多惊世骇俗 只怕是波若西这一位神君竞强者 看到这三千孤坟都得被吓猛逼了 看到我一脸心虚 美杜莎同学让我跟他去竹林一趟 说是想挖竹笋做螺丝粉 我才不去 他分明是想找竹条抽我 安静 看到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在这种威压下 有些不好受 萧尘的目光扫向三千孤坟 话音如同滚滚天雷一般 回荡在这片星空中 这令得三千孤坟猛的一颤 紧接着一个个都归于平静 看起来都很畏惧萧尘似的 如此奇特的一幕 让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都感到震撼不已 仅仅一句话 就能让三千座神帝敬强者的孤坟 为之安静 他们这一位夫君 真的是越来越不可思议了 若不是此情此景有些不适合 他们都想集体奖励萧尘几波 夫君 这些神帝墓是怎么来的 压制住内心的震撼 柳若仙忍不住问道 彩烟和江丽等人 一个个也看过来 此事还得三千万年前说起 看着众女一脸渴望和好奇的样子 萧尘在此时也没有隐瞒什么 当即将事情的始末说了出来 当然 对于他自身的身世 还有天渊意志的事 他都隐瞒了下来 这倒不是他信不过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而是这事情解释起来相当麻烦 并且他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弄明白 所以 有关于他和系统的来历 只能日后看情况说明了 神域以北 域外邪魔 混沌神 听完萧尘大致讲完三千万年前的事情 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一个个又被惊呆了 本以为神域 就是这一片星空的全部 没想到 现在还冒出来一尊域外邪魔 并且对方的实力 还远在神地境之上 这对他们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让他们有一种浮游天地的感觉 夫君 那一位混沌神有说封印 什么时候会坚持不住吗 深吸一口气 柳若仙担忧地询问道 这倒不是他慈悲为怀 而是这一尊邪魔能危及神域众生 一旦对方破风而出 整个神域将会灭亡 最重要的一点是 那尊邪魔是被混沌神封印的 如今萧尘又继承了混沌神的传承 对方一旦破风的话 第一个要找的人 自然就是混沌神 如果找不到对方 那继承了混沌神传承的萧尘 自然会成为那尊邪魔的目标 不清楚 混沌神说 那道封印坚持不了多久 不确定什么时候会破风 不过你们几个也不用太担心 反正天塌下来 有高个子先顶着 如果那一道封印 真的要坚持不住了 神域那些霸主及势力 会有所动作的 到时我们只需要关注一下就知道了 现在 我们还是先想办法提升修为 今后真有变故 才有能力应对 萧承文言摆了摆手 并没有太操心此事 倒不是他没有责任心 而是他现在实力低微 操心只是在徒增烦恼 好了 接下来 还是先找出适合你们的传承 让自身的修为体质发生蜕变 不过融合神源 过程会很痛苦 可如果能熬过去的话 你们绝对能在短时间之内 重塑体质并突破到真神境 看到柳若仙等人 在他说完那一番话后 脸上都少了一些担忧 萧承笑着说道 说完 萧承便让柳若仙等人 全都渗入到星空深处 用心去感应每一座孤坟 找出最适合自己的传承 而三千孤坟 在萧承的震慑下 都没有爆发神威 所以 哪怕是萧曼和慕容清雪 这些修为比较弱的 也可以通过灵魂契合感应 去挑选适合自己的传承 第512章 系统重置升级完毕 新的回收兑换体系 看着彩岩和柳若仙等人 在星空内寻找自己的传承 萧承也盘腿坐下 熟悉修为 脑海中也浮现出种种功法神通 这些都是混沌神传授给他的 囊括了肉身修炼 神缘修炼 神魂修炼 还有各种辅助秘法 包括炼丹炼气布阵 毫不夸张地说 混沌神上百万年来 所学到的任何东西 都尽数传授给他了 不过这些传承太浩瀚了 萧承一时间也难以消化 有的只是封印在他脑海中 等修为境界到了 才会解锁 混沌天地绝 还真不愧是三千万年前的最强者 所修炼的功法 竟然敢以天地冠名 在惊叹一下混沌神留下的传承后 萧承在这一刻 静下心来运转功法 体内的神员轰然震动起来 五行混沌神员也开始转化 从原本五彩斑斓的样子 转成一种灰白的混沌状 这才是最为纯粹的混沌神力 以前他所修炼的五行混沌真员 虽然可以有多种属性相互并存 但相比较之下 还是会有些显得斑驳 并不是最为纯粹的混沌力量 而如今这一种混沌之力 可以说是之前的升级版 威力也要比之前更恐怖 随着时间的流逝 萧承体内的神员已经缩水了一半 一种饥渴的感觉从他的体内涌出 让萧承突然之间很渴望被填满 一股可怕的吞噬力疯狂吞噬着 弥漫在星空中的混沌气息 令得萧承的气息开始节节攀升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随着体内的神员 完全转化成纯粹的混沌神力 萧承这才睁开了紧闭的双眼 一股可怕的威压 瞬间席卷星空 天神镜中气 不要觉得只提升一个小境界 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要知道 这可是神之境 正常的天神镜强者 想要突破一个小境界 动辄都得修炼几千年 而萧承才刚突破到天神镜不久 现在又是轻松突破一个小境界 要是让神域众强者知道了 绝对会被惊得怀疑人生的 有些后境不足了 看来 只能再积累一段时间 才能冲击天神镜后期了 感受一下自身的状态 萧承也停止运转功法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以他现在的修为 再结合混沌神留下来的功法神通 绝对可以碾压同境界的神域添骄 当然 想要跨境界斩杀神王镜强者 除非对方是兽创将死 或者是兽缘即将枯竭 状态已经实不存一了 否则 他想要战胜神王镜强者 还是有些勉强 毕竟 能修炼到神王镜的 每一个在大千世界中 都是极为耀眼的存在 加上神之镜 每一个大境界之差 就如同是云泥之扁 所以在神域中 哪怕是最妖孽的天神镜强者 也难以斩杀全圣的神王强者 最多只能做到与之抗衡而已 夫君 你又突破了 在萧尘惊叹之时 彩烟和柳若仙等人的声音 在这一刻传入萧尘的耳中 扫了周围一眼 萧尘这才发现 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盘坐在周围 一个个都在等他脱离修炼状态 你们这是找到适合自己的传承了 看着众女 萧尘有些意外地询问道 嗯 在夫君修炼的这三天内 我们已经选好各自的传承 不过没有跟夫君说一声 我们不好直接进行融合 在萧尘话音落下后 柳若仙温婉地说道 这一番话 让萧尘内心不禁有些感动 面对神帝竞强者的神员传承 哪怕是神君竞强者也会疯狂 在找到合适的传承后 绝对会第一时间融合 而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则是要通知她一声后 才会选择去融合传承 可见在众女的心目中 她这一位夫君的地位 要比这些传承更重要 选好了就融合吧 短时间内我暂时不会前往神域 等你们融合完出来后 我们再一起动身前往 目光扫了众女一眼 萧尘柔和地安抚到 紧接着 一行人也没多说什么情情哀哀的话 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便去融合传承了 刹那之间 古墓星空内一道道光柱 不断冲天起 随后将彩烟等人吞没了 下一次出来 不论是江丽和柳若仙这些 修为强大的 或者是萧门和芸汐 这些修为较弱的 一个个都会得到今天的蛻变 说不定还会一起晋升真神经 好吧 是我想错了 原来美都沙同学 不是要我挖竹笋 而是要我在竹林内打洞 打了一晚上 我都累坏了 夺损啊 叮 系统已重置升级完毕 神级功能全面开启 积分体系已经重置 积分正式改为神源 详细信息正在为宿主输送中 就在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刚融合传承没多久 萧尘的脑海中 突然间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 紧接着 伴随着一声轰鸣声 在脑海中炸开 系统重置升级后的信息 也浮泄出 积分点改为了神源点 感受着脑海中传来的信息 萧尘的神情忍不住一愣 这个改动 也是很简单粗暴 就是升级后的系统 只能回收神级之物 吞噬里面的神性精华 所回收的神级物品 都是根据里面的神性精华 来计算出这件物品的价值 一般真神级的物品 所能回收兑换的神源点 在十到一百之间 神王级的物品则是在一千到一万点之间 神王级的物品则是在十万到一百万之间 神军级则是一千万到一亿之间 神帝级则是十亿到一百亿之间 这个改动倒是让萧尘感到有些无奈 毕竟 他回收任何的东西都不会去看担价的 都是一股脑的回收 最后就看一个结果 一件件的去算 不是闲着蛋疼 当然还有其他改动 比如 每月的随机回收能力 可以覆盖到整个神域 并且还有了额外的新增功能 那就是 考虑到他这一位宿主 修为提升到神境以后 闭关时间过久 可能会错过每月随机回收功能 所以 系统给他增添一个补偿 那就是 每月随机回收功能 如果错过的话 系统会将这一次回收 所需要消耗的能量 凝聚成一张修为体验卡储存起来 级别相当于神军境巅峰修为体验卡 这也就是说 如果他今后不小心错过了 每月随机回收功能 就可以额外获得一张 神军境巅峰修为体验卡 如果一年都没有开启 每月随机回收能力 则可以获得一张 神军境巅峰修为体验卡 这个功能倒是让萧辰感到很意外 第513章 这一次的神级升级大礼包 竟然这么给力 不知道神境修为体验卡 现在可以维持多长时间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辰翻越起脑海中的信息 紧接着他的眼神微微一凝 嗯 竟然提升了 修为体验卡的时间 竟然从原本的一刻钟 直接提升到半个时辰 足足翻了4倍 这个改动倒是让他感到很意外 看来系统这一次升级 当真是强化了不少啊 接着 萧辰又查看了 每月可以兑换的修为体验卡 嗯 每月可以兑换10张 真神境修为体验卡 5张天神境修为体验卡 3张神王境修为体验卡 以及1张神军境修为体验卡 而神帝境的修为体验卡 需要一年才能兑换一张 理由跟之前差不多 在短时间内 过于频繁的制造修为体验卡 会伤及到系统的核心本源的 所以才会有这些次数限制 当然 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 兑换一张真神级修为体验卡 只需要10点神渊点 天神境修为体验卡 则是要1000点 神王境修为体验卡 则是要10万点 以此类推 想要兑换一张神帝修为体验卡 就需要11点神渊点 相当于在每一个大品级中 只要能回收一件最为垃圾的神物 就能兑换一张同级的修为体验卡 至于其他功能 比如修复 合成 升级 倒是跟之前相差无几 只是需要消耗神渊点 倒是复活功能改动的有点大 不再像以前一样 神境以下的生灵 只需要一亿点积分 就可以将其从世界复活 只是会失去所有修为而已 想要复活神境强者 每一位都需要消耗海量的神渊点 远远不如重新培养 一位新的强者 比如 复活一位真神境强者 需要消耗1000点神渊 这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想要复活一位真神境强者 就需要回收实践同级的极品神物 这个代价是相当巨大的 按这么算的话 如果想要复活一位神帝境强者 就需要消耗整整1000一点神渊 如此庞大的一笔神渊点 足以让消沉 兑换100张神帝境修为体验卡 可想而知 这是多么昂贵的代价了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系统给出的解释是 神境强者 在度过天地神劫后 魂体真灵会跟神域法则交融 都会被神域星空意志所关联 想要违背神域星空意志 逆转神域法则复活他人 他必须消耗更多的本源 才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 斩断因果复活神境强者 而对方生前的修为越强大 跟神域星空意志的因果关联 也就越强 想要逆转法则 将其复活也会更加困难 这倒是让消沉 有些无话可说 好在 这种复活 可以保留一定的修为 只会让修为下跌一个境界而已 当然 系统也给出了能以最小的代价 甚至是不用付出代价 就能复活神境强者的方案 那便是 若有人能炼化神域星空意志 成为这一方星空的无上主宰 就可以随意复活任何生灵了 对此 萧辰只是呵呵一笑 想要炼化神域星空意志 哪怕是修为超越神地境 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件事 好在 他每个月自带的一次免费复活能力 并没有随着系统的升级而被取消掉 这倒是让萧辰感到有些庆幸 事后 美渡沙同学警告我 以后我敢这么晚回来 就让我在竹林打一晚上动 还要叫小姨子和丈母娘监督我 我 系统 神级升级大礼包呢 在简单整理完脑海中的信息后 萧辰睁开眼 对着系统开口问道 叮 神级神级大礼包已发放 请问宿主是否现在开启 听到系统的提示 萧辰想都没有想 便直接选择开启 叮 神级升级大礼包开启中 恭喜宿主获得特殊保命能力 逆乱 恭喜宿主获得特殊攻击能力 必杀 恭喜宿主获得神帝进修为体验卡一张 神军进修为体验卡两张 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 耀眼的白光也随之爆发 萧辰只觉得脑海中一阵轰鸣 几门奖励的信息也浮现而出 逆乱 特殊保命能力 一旦发动 可以无视修为境界 逆转天地间的法则 将敌人所施展的攻击 尽数逆转返回 注意 事后会陷入一个月的冷却时间 必杀 特殊攻击能力 一旦发动 可以无视修为境界 直接命中魂体真灵 以不可抵挡之力 将目标当场击杀 注意 该技能只能击杀神帝进 以及神帝进以下的生灵 对于修为超脱神帝进的强者 无法做到一击必杀 技能一旦发动 便不可逆转 事后会陷入一个月的冷却时间 神帝进修为体验卡 特殊类保命道具 一旦激活 可以获得神帝进巅峰修为 注意 修为体验卡 只能维持正常厮杀半个时辰 若是动用禁忌之法 超负荷战斗 维持实现 也会跟着大幅度缩短 神军修为体验卡 特殊类保命道具 一旦激活 可以获得神军进巅峰修为 注意 修为体验卡 只能维持正常厮杀半个时辰 若是动用禁忌之法 超负荷战斗 维持实现 也会跟着大幅度缩短 卧槽 三张修为体验卡 两个特殊能力 这一次的神级升级大礼包 竟然这么给力 接收完几门奖励的信息后 萧辰忍不住瞪大了双眼 脸上露出一抹狂喜之色 三张修为体验卡 并且还是一张神帝进修为体验卡 还有两张神军进修为体验卡 这就足以让他在神域闯荡 可以无惧一些突发变故了 更别说 还有两个特殊能力 一个可以逆转攻击 并且无视修为境界 如果运用的好的话 足以在生死关头反杀对方 另外一个更离谱 竟然可以无视修为境界 直接攻击对方的魂体真灵 将对方当场击毙 如此恐怖的能力 让他不禁想起一个词语 真伤 无视任何防御 造成致命伤害 当然 他这一个能力 可不是真伤加暴击 而是真伤加必杀 这是何等恐怖 哪怕是混沌神 在超越神地境之前 如果挨上这么一击 也得必死无疑 只可惜 技能冷却时间太长了 竟然需要整整一个月 在内心党楷中 消沉惋惜的道 要知道 明刀这个被动保命能力 冷却时间也才一天而已 但这两个能力 竟然要一个月 相差了整整三十倍 不过这两个能力是主动攻击 并且是一个比一个更加逆天 施展技能系统 也得付出代价 会有这种冷却时间 也是在情理之中 第514章 你这样子称呼 会让我有种想拔剑的冲动 系统 我之前所剩的积分点呢 感慨一下两大技能的恐怖后 消沉打开属性面板一看 整个人当即有些傻眼了 积分点那一栏变成了神员点 但后面的数值 竟然全都是零 他先前剩下的2000多一点积分 在系统重置升级后 全都不见了 定 系统重置升级 所有的积分点都会清零 化为系统升级所需的能源 系统重置升级后 神级升级大礼包的奖励 都是根据宿主的积分点 来决定奖励的稀有程度 在消沉询问之时 系统机械式的道 这让消沉的嘴角忍不住抽搐 怪不得 这一次的神级升级大礼包 会这么给力 又是神帝进修为体验卡 又是两大逆天攻击能力 他还有些纳闷 系统想要整出这些奖励 应该得消耗不少的本源 怎么会这么舍的 原来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从他的积分扣的 系统 你压得真是个小可爱 下次记得提前说明白 深吸一口气 忍住要吐槽系统的冲动 萧尘最后有些无奈的道 不管怎么说 这次的奖励 确实很给力 就不跟这个小可爱计较了 系统 回收这些神级物品 在沉溺一下后 萧尘取出一大堆神级宝物 随即对系统下达回收指令 这些东西 都是斩杀十八大神王 和盗印神军所得到的战利品 不过 盗印神军和十八大神王 肉身没能保留下来 唯有一些神兵力气 这倒是让萧尘感到有些可惜 叮 系统已回收所有神级物品 恭喜宿主 获得两千三百六十二万点神元点 随着一阵光芒在眼前闪过 系统的提示音也随之响起 这让萧尘感到有些意外 没想到 这一批神级宝物 竟然能值这个数 毕竟 盗印神殿被他保留了下来 十八大神王的神兵也保留 这些宝物在今后 若是修复加以炼化 或者用来合成的话 都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这次回收的 不过是盗印神军和十八大神王 还有机昌剧等人 和众多天神长老收藏的宝物 没想到 在少了高阶神物的情况下 竟然还有两千多万神元点 还真的是意外之血 没有任何犹豫 萧尘将这个月 可以兑换的一张神军进修为体验卡 还有三张神王修为体验卡 都兑换了 因为每月的兑换次数 只会重置并不会叠加 所以 这些能作为底牌的道具 他有必要想搞到手放着 就算暂时不用 也能让他有安全感 一张神帝进修为体验卡 三张神军进修为体验卡 三张神王进修为体验卡 就算对上神域的顶尖势力 我也有能力 可以与之抗衡 看着系统空间内 悬浮着的几张水晶卡片 萧尘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在话语泥喃中 萧尘扫了古墓 星空一眼 感知到众女在短时间内 都不会出来吼 她便离开了神墓古墟空间 打算找其他人 也进来继承 毕竟 她的女人虽然不少 但也才几十个而已 没办法完全继承 三千神帝的传承 所以 萧尘打算让身边的亲人 和一些比较可靠的手下 也一同来继承这些传承 这样才能让 三千神帝的传承发挥作用 刚摆脱美渡沙同学 回到别墅就看到小姨子坐沙发上 好我过去帮她擦一下身体乳 什么都要我来干 我没人权吗 这么快就出来了 感受到萧尘的气息 重新出现在厢房内 波若西也睁开双眼 神情有些诧异的 看向萧尘的厢房 只有她的气息 那些女人没有跟着出来 是在秘境内接受传承吗 感受到厢房内 只有萧尘的气息 波若西的目光微微一闪 身形鬼魅般的消失不见 下一刻 在萧尘推开房门走出来的时候 波若西的身形也凭空显现而出 波波公主 看到波若西突然出现 萧尘的眼眸位置一亮 在三千神地境的传承中 肯定也有适合波若西的 如果能让对方融合传承 她不仅能在短时间内 培养出一位神地强者 还能将对方收为己用 听到萧尘的称呼 波若西神情一僵 嘴角忍不住抽搐一下 目光悠悠地盯着对方 萧公子 你可以称呼我为波公主 或者是若西公主 又或是波若西公主 但能不能别喊波若公主 你这样子称呼 会让我有种想拔剑的冲动 随着这几句话的落下 气氛也显得有些尴尬 不过 萧尘如今也算是 见识过大场面的 并没有被波若西 这几句话给吓到 只是笑着回应道 一时口误 下次注意 说着 萧尘随口转移话题 神情古怪地询问道 若西公主没有闭关恢复修为 这是在特意等我从里面出来 这一句话落下 让波若西感觉到 有些不自然 毕竟 身为一位兵清玉洁的 神军静强者 一直在窥探 关注一个男人的私事 感觉还是蛮失礼的 我只是担心 那十八位神王允落后 背后的势力会找上门 这几天才会在外面警戒 目光闪烁一下后 波若西平静地道 不过萧尘 还是感觉出来对方的异样 嘴角在此时掀起一抹糊涂 看来 你真的很好奇 本公子的手中 究竟有没有能让人 突破到神地境的传承 听到萧尘这一句话 波若西的神情一变 不过还没等他说些什么 萧尘又自顾自地开口道 我手中确实掌握 有能让人突破到神地的传承 并且还远远不止一份 如果你真想要的话 我可以赠予你机缘 但代价是 在之后的千年之内 你必须跟在我身边 尽可能地为我所用 随着这一番话的落下 波若西瞳孔骤然一缩 身上的气息 也变得有些紊乱 可以助他突破神地境 但代价是 接下来的千年内 必须为对方所用 这岂不是变相的卖身 要是这位萧公子 想要占有他 那他不为对方所用的话 是不是就是在违背誓言 千年时间 对于神境强者来说 不过是弹指一瞬间 若西公主 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若是错过这一次机会 你想要突破到神地境 可能还得再费些时日 看到波若西面色一变 气息也变得有些紊乱 萧尘并没有感到不好意思 依旧很直白地继续蛊惑道 我如何相信 在面色变换一下后 波若西突然抬起头 话音低沉地询问道 不过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他突然像是 感到什么一般 猛地抬起头 看向虚空之上 神情也随之变得十分凝重 第515章 一位天神静的若鸡 竟敢如此大言不惭 果然还是找过来了吗 察觉到波若西的神情变化 萧尘在这一刻也有所感应 同样抬起头看向虚空 神情也逐渐变得冰冷 在抹杀鸡昌剧等人之时 对方就提到过天炎神朝 是足以匹敌滨海神功的可怕势力 也是十八大神王势力背后的依仗 难不成 十八大势力已经请来了 天炎神朝的神军竞强者 不是神军竞强者 似乎是十八位神王竞强者 感受到苍蓝界外的气息 波若西有些诧异地说道 之前有十八大神王 陨落在这一方大世界 现在竟然还敢派出 十八位神王过来查探 这些家伙不怕重蹈覆辙吗 上去看看吧 若是敌人的话 就送他们上路 听到波若西的话语后 萧尘也感到有些意外 不过他并未在意 目光闪烁一下后 话音平静地说道 说完 他身形瞬间消失在院落内 朝着万里高空上破空而去 现在他手握各种底牌 不论这十八大势力 请动什么样的强者 或者是有什么诡计 他都可以从容应对 这便是底牌强大的好处 看到萧尘破空扶摇上 波若西的眼眸微微一闪 也跟着萧尘冲天气 不知道为何 他感觉萧尘 在这几天内完全变了 变得比之前更加自信 似乎有能力 可以应对任何局面 想到这里 波若西愈发好奇 对方在这几天 究竟得到了什么 不仅修为能轻松突破到天神镜 还有了能应对一切的强大底气 架不住一拉二推三上套 在小姨子的威逼力右下 我最终还是帮他擦了身体乳 顺便针灸治疗一下 他都感动哭了 与此同时 苍蓝界虚空百万里之外 伴随着虚空一阵扭曲 十八道身影浮现出 恐怖的神威横扫着一片虚空 当即让苍蓝界天道未知震荡 这就是苍蓝界 看着下方那一个偌大的星球世界 君无敌等人脸上 都露出一抹诧异 因为在他们的感知中 这一方大千世界 不但灵气浓度有些贫瘠 就连星空元气更是少得可怜 换句话来说 这一方大千世界的潜力很低 别说是豫豫出神王境强者 就算是天神境和真神境 这也是够呛的事情 所以他们倒是有些疑惑 一位神君境强者 会躲在这方大千世界中干什么 是这一方大千世界另有隐秘 还是对方实在是迫不得已 一时间 众多神王都在内心猜猜起来 动手吧 空间节点已经构建完毕 接下来就是激怒对方了 在心念转动间 君无敌看着苍蓝界说道 神王境修为也随之爆发 这一句分身是他历经多年纪恋而成的 神魂融合分身 各方面虽然还远远比不上本体 但也能发挥出神王境后期战力 不止他这样 另外17位神王 分身也同样强大 毕竟 他们身为何道者 本体无法轻易离开自己的大千世界 想要行走于其他的心域 就只能依靠分身来代替 所以 每一位神王对分身纪恋 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资源 随着君无敌话音的落下 其他神王也都爆发修为 下一刻 星空元气疯狂汇聚而来 一道道神通在虚空中凝聚成形 紧接着便对着苍蓝界倾覆而下 那种样子 完全没理会苍蓝界众生的死活 只是想将苍蓝界直接给抹除了 好逼出那一位神君敬强者 这个举动 自然也激怒了苍蓝界的天道意志 随着一阵阵雷鸣 响彻于虚空中 漆黑的雷云 宛若天幕一般 煞时间笼罩住整个苍蓝界 甚至在雷云翻滚中 天伐神雷化为了万里雷龙 便嘶吼着冲向十八大神王 随着雷龙跟众多神通的碰撞 轰鸣声以星空元气作为媒介 当即震撤亿万里星空 虚空如同纸片一般被轻易撕成碎片 毁灭性的风暴冲击席卷亿万里星空 那种恐怖的力量 若是轰在苍蓝界内的话 绝对能让这方世界毁灭 而在这种碰撞中 天伐神雷所凝聚的万里雷龙 都在冲击中不断的爆碎炸开 很显然 以苍蓝界天道意志的力量 根本挡不住十八位神王进强者 一上来就想毁灭这一方大千世界 你们这些家伙 还真的是好大的胆 就在天伐神雷不断崩溃中 随着一道冰冷的话音 回荡在虚空中 恐怖的寒潮 宛若海啸一般席卷而开 前方肆虐的风暴冲击 竟然被强行冰冻住了 虽然只有方圆千万里范围而已 但如此恐怖的冰寒之力 还是让众神王为之惊骇 好可怕的寒冰法则 是那一位神军敬强者吗 在内心感到震动中 众神王也看向前方 不过这个念头才刚升起 就被他们一行人否决了 从神员追溯来看 当日那位神军敬强者 已经化为了一座魔殿 应该是魔器滔天才对 怎么会是这种寒冰法则 在众多神王心生疑惑之时 萧尘和波若西也在寒冰风暴中现身 这让君无敌等人都感到一脸错愕 一位天神静 一位神王静 感受到萧尘和波若西的修为气息 十八位老神王还以为是感应错了 在再三确认一下后 才敢肯定没有出错 你们是何人 那一位化为魔殿气灵 屠杀我们众多势力神王的神军敬强者呢 看着萧尘和波若西俩人 君无敌率先开口询问道 他已经被我杀了 萧尘文言冷冷一笑 抬起头纷然地说道 这一句话 让君无敌和其他神王都愣了一下 但下一刻 神情就变得冰冷和残忍 一位天神静的弱姬 竟敢如此大言不惭 难不成 你是觉得 你身边那位神王静强者 有实力可以抗衡我们十八大神王 随着话音回荡在虚空中 君无敌身上涌现出杀意 一位能诛杀十八位神王强者 并且化为气灵的神君静强者 怎么可能会被一位天神静弱姬给杀了 这简直就是在侮辱他的智商 在君无敌看来 此时这一位神君静强者为何没露面 应该是藏在这一方大千世界的深处 要么就是已经离开这里了 跟他们废什么话 宰了不就知道了 在君无敌化音落下后 恶魔族老神王森然地道 目光死死地盯着波若曦 如此纯净的女人味 并且还达到神王境 这简直就是极品大不要 若是能吃了对方 绝对能提升修为 速战速决 逼出对方 在恶魔族老神王话音落下后 其他神王在这一刻也很不难 冷冷地说了一句后 一个个都爆发修为 恐怖的神王之力随之横扫虚空 令得亿万里星空再次震荡起来 今天中秋过两天国庆 祝大家双节快乐 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 第516章 这操作简直把他绣得头皮发麻 站到我后面 看到君无敌等人施展神通杀过来 波若曦的脸上也露出了一抹凝重 在修为轰然爆发的同时 也对着萧辰低贺了一句 不过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萧辰取出一张水晶卡片 有些意味深长的淡小道 我倒是想站到你身后 奈何现在可不是时候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萧辰毫不犹豫地震碎水晶卡片 一股浩瀚的力量也涌入他体内 令个萧辰的修为气息在此时疯狂暴涨起来 仅仅还不到一息 就从天神境中期飙升到神王境巅峰 如此夸张的增幅 让波若曦的美眸忍不住一缩 翘脸上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 完全没想到 萧辰竟然有如此手段 不过波若曦也没忘了 现在还在厮杀中 再回过神的一瞬间 冰海水寒剑出现在他的手中 漫天雪花在他周围形成风暴 一道道剑光也随之迎了上去 同样在这一瞬间 在修为提升到神王境巅峰后 萧辰身后浮现出一道白衣身影 混沌神力宛若海啸般席卷天地 一道全影 宛若一轮大日横贯星空 煞时间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 迎向众多神王的神通攻击 碰撞汹涌爆发 亿万里星空犹如彗星相撞 毁灭性的冲击宛若烟火绽放开来 你竟然是神王境巅峰强者 君无敌等人在这种冲击都被逼退出去 一个个都是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萧辰 一个上不了档次的大千世界 竟然有两位神王境巅峰强者 甚至还有一位神军境强者 这一方大千世界 绝对有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 你怎么做到的 在挡下十八大神王的神通后 波若西很不平静地传音问道 前几天萧辰明明还只是半神境 可现在 不仅一度结完就能突破到天神境 还能将修为强行提升到神王境巅峰 如果这一切都源自于对方的传承 那这传承未免也有些太恐怖了吧 一点小伎俩而已 若是我想要的话 还能展现出神军之力 甚至是神地境的战力 听到波若西的询问 萧辰淡笑着回答道 但他没有说得很明白 不过这两句话 落在波若西耳中不亚于惊雷乍响 还能展现出神军之力 甚至是神地境的战力 真的假的 哪怕是神地境强者的灌顶传承 也没办法让一位天神境的弱者 爆发出神地境的战力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任何力量都需要有载体 才能在实战中发挥作用 而天神境强者的肉身 根本无法承受神地境那种恐怖的力量 强行灌顶对方会在一瞬间内爆体而亡 可是萧辰看样子并不是在开玩笑 如果对方真掌握有这种逆天手段 那背后的传承的恐怖到何种程度 难不成 是超越了神地境的强者所留 第二天来到客厅 丈母娘说要叫我做月饼 她准备了好多种口味的 有奶香樱桃味 有加心腻桃味 这些能吃吗 你这该死的家伙 竟然敢无视老夫 看到萧辰完全没有理会他 只是在跟波若西眉来眼去 君无敌顿时感受到莫大的羞辱 老脸在这一刻也变得阴沉似水 在冷哼声传出之时 他抬手祭出一口阵盘 修为爆发间按在上面 神王之威再一次横压星空 一道道剑光宛若飞剑一般 环绕在君无敌周围 令个对方在这一刻 看起来就像是剑神下凡 这一幕 也让其他神王眼神一鸣 天商路神阵 这是君无敌蕴养的神王级极品阵盘 哪怕是他们本尊清灵 也得为之忌惮 没想到这个老家伙 竟然把他带来了 不用感到意外 老夫就不信 只有我一个人 带了本命神兵 看到另外十七神王一脸惊异 君无敌话音音策策的说道 说着 他目光看向消沉 杀意也随之暴涨 这家伙很不寻常 若是不想接下来有什么变故的话 你们一个两个 也没有必要藏桌了 一旦错过了这一次的猎杀机会 我们想突破到神军境 可就难了 随着这几句话的落下 其他神王的目光微微一闪 一个个都祭出了本命神兵 因为这一次 是要诱杀一位神军进强者 其中隐藏的风险 是何等的巨大 所以他们都将本命神兵带来了 毕竟 这一句分身 可是他们行走于其他心域的载体 论重要程度 还要超过本命神兵 最重要的是 如果这一句身躯意外陨落的话 他们的本体 也会受到强烈反噬 轻则让他们神魂受创 重则让他们跌落修为 所以这一次 他们虽然是以分身作为诱饵 但每个人都带了好几门底牌 就是要确保 这句分身不会轻易陨落 随着其他神王都祭出了本命神兵 虚空中的威压也暴涨好几个层次 哪怕是波若西看到这情况 也不得不严阵以待 如果是十八位没有神兵加持的 神王境后七强者 他一人一剑 或许还有把握可以应对 可十八位神王境后七强者 每人手里都有一尊神王兵 并且品质还达到极品层次 他就难以应对了 毕竟他现在的修为 还没恢复到神军境 打算全力以赴了吗 看到十八大神王的动作 萧尘的脸上没有情绪波动 只是淡默地取出一把长枪 这正是五行修罗枪 从东荒陪他一直征战到现在 他对这杆长枪也有些感情了 只不过现在 这杆长枪的品质已经跟不上了 如今依旧还停留在半神级层次 你打算用他对敌 看到萧尘拿出五行修罗枪 波若西的眼神忍不住一宁 这长枪放在之前确实是神兵力气 可现在 若是用他进行对敌的话 只怕一个照面就会碎了 动手 还没等萧尘回答 君无敌大声喝道 天上路神阵 遮天蔽日地铺展而开 一道道剑光碗若会心划破星空 煞世间便对着萧尘和波若西轰杀而下 另外十七位神王 同样也施展底牌 一尊尊神王级极品的神兵横压天地 带着莫大的威能朝着俩人震杀而下 帮我挡住一下 我祭练下兵器 看到君无敌再一次杀来 萧尘对着波若西开口道 说话间的同时 萧尘已经从系统空间内取出一些神级材料 材料五花八门 各种属性应有尽有 都是斩杀到硬神军和十八大神王所得到的资源 随着诸多材料悬浮在身前 萧尘毫不犹豫地划开手腕 逼出来一些混沌体的精血 便对着系统下达升级指令 而波若西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感到有些猛圈 厮杀当前 临时祭练兵器对敌 这操作简直把他绣得头皮发麻 恐怕等萧尘将这神兵祭练完整 他可能都被十八大神王中创了 不过吐槽归吐槽 波若西在这一刻也没有耸 当即挥剑迎向君无敌等人 第517章 本公子有没有实力 你们马上就知道了 DN 系统已扣除五十八万点神源点 正在为宿主合成眼前所有材料 在两波神通碰撞的同时 系统提示音跟着响起 伴随着一阵白光在萧尘身前爆发 所有材料也在这一瞬间分解融合 一杆长枪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当即出现在萧尘的身前 枪长九尺 通体七黑客有暗金色的神闻 枪身上下还闪烁着混沌雷火 一种恐怖的混沌气息 不断从长枪上蔓延开来 令得周围的虚空都在不断爆裂坍塌 神王级极品 不愧是系统 看着眼前这一杆长枪 萧尘忍不住惊叹一声 短短不到一息之间 品质就发生了质变 从半神级极品飙升到神王级极品 如此逆天的操作 也幸好波若西和君无敌等人在厮杀 若不然的话都会被这一幕吓得不轻 以后便叫你混沌修罗枪吧 在内心惊叹一下后 萧尘抬手握住混沌修罗枪 长枪在此时也发出了嗡鸣 如同是再会回应萧尘一般 而在此时 虚空上的碰撞也彻底白热化 面对十八位神王强者的联手攻击 波若西纵使曾经身为神军进强者 在修为受到限制后还是有些勉强 虽然不知道你是谁 但能以神王巅峰修为 对抗我们十八位神王 你就算是死也足以自傲了 伴随着君无敌的话音 回荡在这片星空 十八大尊极品神王兵爆发出惶惶之威 毁灭性的力量 当即崩碎波若西的剑光 将对方当场轰飞了出去 口中也忍不住喷出鲜血 去死吧 给我留个全尸 看到波若西被轰飞出去 众多神王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 再次催动神王兵施展出神通攻击 波若西见状神情无比冰冷 没心处也开始浮现出印记 一种无比狂暴的气息 从波若西的身上散开 但就在此时 在波若西即将暴走的时候 萧尘突然出现在对方身边 一只手握住一杆长枪 一手顺势搂住波若西的腰 将对方稳稳地接了下来 随后在波若西的身子一僵 还没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 混沌神力疯狂灌入到混沌修罗枪中 紧接着萧尘单手挥枪 狠狠扫出一枪 一道枪盲宛若银河倒挂星空一般 跟十八大神王的攻击轰在了一起 星空再度爆发出恐怖的风暴冲击 十八大神王强者 联手后足以抹杀一些神王进强者的攻击 在萧尘这一枪下 竟然被硬生生地轰爆了 这让君无敌等人瞳孔猛地一缩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骇然的神色 怎么可能 这家伙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 以神王进巅峰的修为 硬汉十八位掌握有极品神王兵的后期神王 哪怕是古族那些霸主级走出来的巅峰神王 也难以做到如此害人的事情 毕竟能修炼到神王进的 每一个都是亿万万生灵中的妖孽 不论是天资还是悟性 都远超九成九的生灵 而在神王进中 能够跨越一个小境界 同时应对十位强者的 就足以让神域众强者震撼不已了 更别说 这些神王强者的手中 都掌控有极品神王兵 哪怕是神军进强者 应对起来都得费一番手脚 而眼前这个家伙 竟然能同时抗衡他们十八个 简直是不可思议 不仅是君无敌等人被吓呆了 就连波若西也被萧尘惊到了 他是神军进强者跌落修为 凭借着魂厚无比的法则感悟 还有比一般神王要强的根基 才能挡住十八大神王强者的联手攻击 但即便如此 他还是受创被击退了 可现在 萧尘竟然能一手抱着他 一手挡住这种恐怖攻击 莫非他曾修炼到神军进巅峰 是假的 一番摸索实践后 我体会到做月饼的美妙 丈母娘还一直问我他的月饼怎么样 除了又大又白又可口 还能咋样 你没事吧 感受到波若西腰枝的柔软 萧尘低头轻声询问了一句 没想到 在波若西有些不堪重负的胸膛下 竟然会拥有这么纤细柔软的腰枝 这身材比例 他怀疑要是动作过猛的话 这腰枝会不会当场折断了 我没事 不过萧公子 你是不是搂得有点紧了 在萧尘话音落下后 波若西也回过神来 感受到腰枝传来的压迫感 波若西神情变得有些僵硬 话音悠悠地询问道 搂得紧自然是怕你会出意外 既然若西公主没受什么大案 那本公子也可以放手一战了 感觉波若西的身子变得僵硬起来 萧尘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了一句 随即松开了波若西 说完 还不等波若西说些什么 萧尘目光看向君无敌等人 神情瞬间变得冰冷无比 我十个 你八个 我们来比一下 谁先宰光他们 森然的话音几乎没有任何掩饰 回荡在虚空中后 让波若西的眼神微微一凝 也让君无敌等人的脸色变得难看至极 当真是狂妄的家伙 虽然你刚才挡住了我们的攻击 但你不会真的以为 你就有实力可以跟我们抗衡吧 苍龙族的老神王冷喝一声 随即化为数千里长的巨龙 而他所掌控的神王兵 在此时竟然化为流金 覆盖在他的龙爪和龙林上 这一刻 展现出妖族本体 配合几品神王兵 才是他的最强状态 还有其他种族的老神王 一个个也都献出了本体 至于君无敌等人 只是单手 结出一道硬绝 契机跟本命神兵相互融合 在这一刻做到了人兵合一 身上的气势疯狂暴涨起来 本公子有没有实力 你们马上就知道了 萧尘文言露出一抹森然的笑容 混沌雷火在星空中横扫开来 长枪横扫间便杀向君无敌等人 看到萧尘率先出手 波若西此时也没有迟疑 滨海神宫虚影浮现出 他的契机跟滨海水寒剑 互相融合在一起 每一道剑光都能引动 星空寒冰法则之力 那种攻势 比起之前更加恐怖了 随着一行人再度碰撞在一起 苍蓝界外的星空 再一次爆发出 毁灭天地的风暴冲击 一些漂浮过来的陨石 不断被轰成了飞灰 幸好 苍蓝界天道已经凝聚出法则屏障 笼罩住整个苍蓝界 才没有让苍蓝界内的生灵受到波及 而在这种厮杀中 随着萧尘这一位变态强者的加入 君无敌等人才发现 是他们高估了自己 对方不论是法则运用 还是神缘属性和强度 都不是他们能比较的 就连波若西这一位性感美女 在暴怒后 战力也恐怖到极致 单体实力能碾压他们任何人 短短片刻间 他们一行人竟然被这一男一女单方面碾压 一个个在碰撞中受到重创 这让君无敌等人一脸憋屈 有想过会被打脸的 但没想到 这打脸会来得这么快 并且力度也是这么狠 再这样下去的话 只怕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被逐一击破 甚至还会陨落在这里 第518章 现在 你们可还质疑本公子的实力 燃烧精血 一举重创他们 感受到局面越来越艰难 君无敌对其他人传音道 在话音传入其他神王耳中之时 一阵诡异的血色焰火 从君无敌的身上爆发 令得他的修为气息 在这一刻疯狂暴涨起来 眨眼之间 便从神王境后期飙升到神王境巅峰 恐怖的威压 宛若风暴一般席卷星空 看到君无敌毫不犹豫地燃烧精血 其他神王目光在闪烁一下后 也没有犹豫 便跟着燃烧精血 尽管这样做 会让他们这一句分身 付出惨痛的代价 事后得耗费不少的神药 才能弥补回来 但这一刻 若是不合力将萧尘和波若西斩杀的话 只怕他们十八大神王今日 就得栽在这 蛇小博大 该如何取舍他们 还是懂得的 随着君无敌等人燃烧精血 将修为提升到神王境巅峰 那一尊尊极品神王兵的威力 被催动到极致 所施展出来的神通 也要比当才更加的恐怖 令得波若西的脸色为之巨变 在这一刻 也顾不得会不会伤及经脉了 同样以密法强行逆转丹田内的神愿力 眉心处浮现出一枚神秘的蓝色印记 满头银发化为了一种绚丽的冰蓝色 一股更为恐怖的冰寒气息轰然爆发 他手中的冰海水寒剑 也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那种冰寒剑道法则气息 在这一刻突破神王界限 完全达到了神君境层次 如此突兀的变化 令得君无敌等人 一个个的瞳孔都为之剧烈收缩 神君境气息 你是 神君境强者 如此浩瀚恐怖的法则气息 这绝对是一位神君境强者 正常的神王境强者 哪怕是用密法增幅 也无法爆发出神君境的实力 因为神君境强者 需要度过天地神劫后 在丹田内凝聚出体内虚视剑 已经沾染上一丝本源的气息 这也就是说 眼前这一位银发大兄女子 曾是一位神君境强者 只是修为暂时跌落了 杀 内心的震撼还不到一刹那 君无敌在此时大声爆合道 脸上的神情变得愈发疯狂 不管波若西是不是神君境强者 他们现在也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同样就在这一瞬间 看到波若西在这一刻进入暴走状态 萧尘的脸上也露出一抹森然的笑容 随着他眉心上 同样浮现出一枚古老的印记 他体内的混沌神力 如同吃了烈性炸药一般 在这一刻陷入暴走模式 以损害经脉丹田为代价 强行逆转神源 获得短暂的修为爆发 这种秘法在混沌神的传承中很普通 萧尘虽然没有实践过 但凭借脑海中的传承记忆 也可以很轻松地施展出来 下一刻 在混沌神力陷入暴走状态后 萧尘挥舞着混沌修罗枪横扫而出 枪盲宛若星河一般轰向君无敌等人 而波若西也展出一道冰寒见光 在刹那之间就冰封百万里虚空 随着两波神通的碰撞 君无敌这边看着威势更为吓人的神通攻击 在一枪一剑的横扫下竟然被当场轰爆了 十八位神王强者一个个口中喷出鲜血 四肢身躯也都有一阵血污爆出 脸色在一瞬间内变得苍白如指 显然都受到了重创 不可能 这一方星域怎么会有如此妖孽的神王 并且一下子还出现了两位 在身形倒卷中 君无敌一脸怀疑人生 他才几万年没出来外界走动 现在的神王都这么恐怖了吗 现在 你们可还质疑本公子的实力 一枪重创众多神王 萧尘如修罗神一般漫步于虚空 话音森冷地响彻于这一片星空 在话音落下后 还不得君无敌等人回话 萧尘目光锁定着君无敌 修为爆发间便杀向对方 至于为什么挑君无敌下手 自然是因为这家伙太狂了 其他神王都没怎么开口 就这家伙一直逼逼赖赖 真以为自己是十八位神王的老大 而波若西 在利用密法能暂时动用一部分神君之力后 目光也森然地锁定在恶魔祖老神王的身上 一道剑光横灌万里星空 对着恶魔祖老神王斩去 刚才就是这家伙 说要留他全尸的 当真是好大的胆 他的身子冰清郁节 从来还没被男人碰过 不对 刚才被萧尘搂了一下 但即便如此 也不是一尊恶魔可以惦记的 快救老夫 看到萧尘和波若西杀来 君无敌和恶魔祖老神王 脸色在这一刻为之巨变 一个个都在嘶吼声中 疯狂爆发修为 但在话音刚传出之时 几人就已经碰撞在一起 虚空中再一次爆发轰鸣 在这一种碰撞中 君无敌和恶魔祖老神王 神兵当场都被轰飞脱手 身躯在这一刻直接炸开 唯有神魂在冲击中 发出怨毒的嘶吼声 胆敢抹杀老夫的分身 不管你们究竟是何人 你们都别想 活着离开这一方心域 在一道话音回荡在虚空中后 君无敌的神魂 化为光点炸开 这一幕 把剩下的十六位老神王都看傻了 完全没有想到 在燃烧精血 将修为提升到神王境巅峰 并且祭出极品神王兵的情况下 他们竟然敌不过萧陈和波若西 眼前这两个家伙 都是怪物吗 啃了两个月饼 感觉有些腻弯 丈母娘问我 月有殷勤圆缺 人有三长两短 什么长什么短 答错要惩罚 我哪知道 撤 在内心感到惊骇中 苍龙族老神王嘶吼一声 庞大的身躯化为了人形 煞世间朝着后方的空间节点暴势而去 如此恐怖的存在 已经不是寻常手段能对付的 如果想要将其斩杀的话 只能借助士君古阵之力 看到苍龙族老神王毫不犹豫 转身就逃 其他神王也都风一般的冲向空间节点 想跑 肖尘和波若西 见状露出一抹森然 修为爆发间 又是两道神通倾覆而下 不 看到这两道毁灭性的攻击 因为反应慢了一步 被落在后方的青岩族神王和凌家老神王 在绝望中 都相继不了君无敌 和恶魔族老神王的后尘 神王兵兽创被收 分身更是被抹杀 本体也会受到严重的反噬 这一次 连那位神军净强者都没看到 就被一男一女杀得溃不成军 当真是奇耻大乳 而随着这两位老神王的分身接连陨落 另外十四位老神王已经逃出千万里外 在众多神王的催动下 一个如同黑洞一般的漩涡 也随之浮现在这一片星空 众多神王没有丝毫犹豫 一个个都冲进漩涡里面 第519章 士君古镇 众神王最后的底牌 重动空间隧道 看到前方出现的黑洞漩涡 波若西的神情忍不住一变 重动空间隧道 是神域除了传送镇以外 可以实行远距离传送的手段 只要将两个空间节点互相连接在一起 哪怕是不同的两个星域之间 也可以在短时间内抵达对面 但缺点是 重动空间隧道会比较不稳定 并且传送功能也有很大限制 如果一边的空间节点被摧毁 在重动空间隧道崩毁的同时 另外一个空间节点也会崩毁 远远不如一些空间传送镇比较有用 不过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自然形成的重动空间隧道少之又少 一般都是有强者事先搭建出来的 很显然 眼前出现的重动空间隧道 是君无敌等人事先准备的 这是为了留一条后路 方便落败 可以逃生用 还是重动空间隧道另一边设有陷阱 他们这一行人不过试过来当诱饵的 对于这两个可能性 他更加倾向于后者 追 赶尽杀绝 在波若西迟疑之时 萧尘开口说了一句 便爆发修为冲向重动空间漩涡 这个举动令得波若西面色未知一变 不要冲动 有可能是陷阱 在内心感到焦灼中 波若西也猛地爆发修为 追上萧尘想要阻止对方 穷寇莫追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对方会有什么底牌 如果不小心阴沟翻船 到时想后悔可就晚了 无妨 不论他们有什么手段 在我眼里都是徒劳的 听到波若西的话语 萧尘回过头淡笑道 那一种源自骨子里的自信 让波若西的心头微微一颤 难道这家伙 先前所说的那些话 全部都是真的 他真的能展现出神军境之力 甚至是神帝境的战力 在波若西感到心惊不已之时 萧尘已经冲入虫洞空间漩涡 波若西见状 只能压下心中的顾虑 跟萧尘一起冲进漩涡 与此同时 距离苍蓝界不知多少万里外的星空中 一颗巨大无比的星球 静静地悬浮着 从星空中腐射而下 这一颗星球 笼罩在一层血色雾气中 看起来像是星球上所有生灵 死后一身精气所凝聚而成的 随着视线往下 可以看到 在这一方大千世界里面 山和大地 已经尽数崩塌化为废墟 唯有的一条条诡异的能量触手 宛若蜘蛛网一般 蔓延整个世界 形成了一个 能覆盖大陆的古镇 这便是士君古镇 想要试杀神军进强者 就必须要先泄计苍生 屠露一方大千世界 以亿万万生灵的血气和怨气为影 以这一方大千世界的天道为阵魂 以这一方大千世界的地核为阵机 阵法所发爆发的威力 才能试杀神军进强者 而在这一个古镇的正上方 一个空间漩涡 静静悬浮着 赫然是连接苍蓝界 另外一头的虫洞空间漩涡 哇 在这一种死寂的氛围中 空间漩涡爆发一阵轰鸣 一道道身影 声势浩荡地冲出来 令得这片天地的虚空 为之破碎 这正是仅剩的十四位老神王 该死 他们怎么会那么强 那一位神军进强者呢 在冲出虫洞空间隧道后 鸡家老神王大声怒吼着 身上所凝聚的怨气 都快赶上这片天地所弥漫的怨气了 本以为有了万全准备 只要他们小心谨慎一点 就能将那位神军引到这里 可没想到 这一趟 不仅没看到那一位化为 魔电气灵的神军进强者 还被一对狗男女打得心态都破防了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是神渊追溯出错了 还是 正如那一位男子所说的 那一位化为魔电气灵的神军进强者 已经被对方斩杀了 并且 事情就发生在十八大神王陨落之后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很显然 这是两尊杀神 我们已经将其得罪 就必须要斩尽杀绝 若不然得话 听到鸡家老神王的话 天使族老神王森然道 不过还没等他将话语说完 重动空间隧道也传来震动 令得众多神王的神情一变 他们竟然追来了 感受到重动空间隧道内的气息 众神王的神情都忍不住变换着 未知会给人带来恐惧 这两家伙 在没摸清楚他们的底牌前 竟然敢贸然深入追击过来 是无知 还是有底气 准备迎敌 这一次 本王就不相信 引动弑军古镇 还杀不了他们 感受到两道气息在急速逼近 鸡家老神王话音森然地喝道 哄 几乎在他话音落下之时 重动空间隧道爆发轰鸣 萧承和波若西一同冲出 恐怖的气息 宛若风暴一般席卷天地 令得这一方大千世界 剧烈地颤抖着 好浓郁的血腥气和怨气 这一方大千世界怎么了 感受到天地间弥漫的怨气和血气 波若西的眉头忍不住一皱 目光当即扫向这一方天地 神君及天地大真 下一刻 看到下方大地蔓延的一根根血红触手 还有万里虚空上 有一层静置封锁天地 波若西的瞳孔微微一缩 神魂感应疯狂感应这一座阵法 神情也在这一刻变得愈发凝重 好邪门的一座阵法 竟然是炼化一方大千世界所布置出来的 察觉出这一座阵法的端倪后 波若西的内心生起一股寒意 几乎想都没想 便直接拉过萧尘的手腕 想要退回虫洞空间漩涡 快走 这座阵法若是全力爆发的话 绝对能斩杀神君近后期强者 不过 在他想急着离开时 发现萧尘竟然纹丝不动 这让他神情忍不住一遍 嘿嘿 想走 已经晚了 感受波若西的惊慌失措 众多神王身子未知一阵 一个个话音森然地笑道 在话音传出的同时 虫洞空间漩涡 突然传出一种狂暴的波动 紧接着便毫无预兆地爆碎炸开 毁灭性的冲击宛若风暴一般 将萧尘和波若西淹没在里面 不过随着俩人周身 都有神源力凝聚 这一种风波冲击都被轻松挡了下来 看来 你还是很难相信 我能爆发出神军境之力 或者是神帝境的战力 看着周围肆虐的风暴冲击 还有波若西抓住他的手腕 萧尘的脸上露出一抹无奈 也罢 等一下你就会明白 你所抓着的这一个男人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耐能 说着 萧尘透过风暴扫了天地一眼 神情在这一刻变得冰冷无比 血迹一方大千世界 祭练一座极品神军击古镇 怪不得这帮家伙 敢明目张胆的来苍蓝界寻仇 原来是有这种底牌在守 但很可惜 在绝对力量的面前 一切伎俩都是徒劳的 第五百二十章 想法很不错 现实很残忍 随着这几句话的落下 一张水晶卡片也出现在萧尘手中 这赫然是一张神军镜修为体验卡 眼前这一座古镇 绝对不是神王镜强者所能应付的 即便他在神王镜中再怎么妖灭 也难以撼动这一种神军级镇法 动手 而在萧尘取出神军镜修为体验卡之时 还没等虚空中的风暴彻底散去 鸡家老神王对着其他人抱和道 在话音响起的那一刻 众神王纷纷爆发修为 随着他们手中结出硬绝 弑军古镇轰然震动起来 一道道血色触手 凝聚着滔天的血气和怨气 直接撕裂风暴 对着萧尘和波若西轰杀而去 那种骇然的威势 比起他们之前厮杀之时 还要更加可怕 亿万里大路 虚空在这一刻镜数崩塌 每一道血色触手所蕴含的能量 都能轻易抹杀神王镜巅峰强者 波若西看到眼前这一幕 神情在这一刻为之巨变 如此恐怖的攻击 他利用秘法 暂时提升到神军镜初期 也是没办法可以抵挡下来的 除非加大力度 直接燃烧寿元 不过 就在波若西这个念头刚落下之时 萧尘在此时已经动用修为体验卡 随着水晶卡片 化为无数光点 没入萧尘体内 一股极端恐怖的修为气息 也从他身上爆发 在波若西和众神王瞳孔色缩的同时 萧尘面无表情的抬手 对着虚空一挥 混沌五行枪芒 宛若开天辟地一般 将众多暴射而来的触手 尽数斩断 毁灭性的冲击在天地间爆发 亿万里虚空直接崩塌成虚无 下方的大地更是化为了深渊 众神王在亥然中疯狂爆发修为 抵挡着这一种恐怖的风暴冲击 轻易轰飞出去 整个大千世界都在剧烈颤抖 若不是这一座阵法 是以这方世界为阵机 只怕这一种冲击都足以毁灭这方世界了 不 不可能 你竟然是神军净强者 你怎么可能会是神军净强者 在身形倒卷十几万里中 众神王歇斯底里的吼道 原本受创的身躯不断有血雾爆出 伤势在一瞬间内也变得更加严重 萧尘先前从天神镜提升到神王镜巅峰 并且还爆发出同级无敌般的恐怖战力 这种情况已经让他们惊骇不已了 没想到 这竟然还不是对方的极限 现在短短瞬息间 又从神王镜巅峰提升到神军镜 并且从这种浩瀚的如鸢的气息来看 对方现在的修为应该是神军镜巅峰 只差一步 就能跨入神地镜的恐怖存在 这确定不是在做噩梦 可如果不是噩梦 那这家伙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爆发出神军镜修为 将他们十八大神王的分身尽数斩杀在苍蓝界外 是在猫戏老鼠吗 随着念头的落下 所有神王遍体生寒 如同堕入冰冤炼狱 好不容易补完功课 就接到江丽大姐的电话 说他家水龙头不出水了 让我过来弄一下 过节让我修这个 他真好 真的能施展出神军镜之力 在众神王惊骇之时 波若西看到眼前这一幕后 也进入到怀疑人生的状态 不仅能施展出神军镜之力 并且还能达到神军镜巅峰 如此恐怖的修为波动 比起他巅峰状态之时 只强不弱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怪物 竟然能以天神镜的躯体 承受神军镜巅峰的力量 我动用神军镜力量也是有限制的 所以在先前才没有一下子就动用 看到波若西一脸怀疑人生 萧尘话音柔和的解释一句 他虽然有多张底牌 但也就一张神地镜修为体验卡 还有三张神军镜修为体验卡 以及三张神王镜修为体验卡而已 不可能每次一遇到危机 就动用高阶修为体验卡 如果前面一下子就用掉了 后面又遭遇到更大的危机 那他的下场将会死得很惨 不要慌 这绝对是某种禁忌手段 绝对没办法维持太久的 我们只需要将他们困死在这里 等到他的力量出现衰退后 就是我们将他们斩杀之时 在萧尘对波若西解释一句时 天使族的老神王沉声低喝倒 这让其他神王身子一震 眸光也忍不住闪烁起来 如果萧尘真的是一位神军进巅峰强者 先前厮杀时 就不会让波若西拖延时间 所以 对方很可能就如同天使族老神王所说的 只是借助某种手段 才能爆发出如此战力 如此可怕的手段 必定会有副作用 只要等他这家伙手段失效 胜利的天平 终究还是会倾向他们的 一念至此 十四位神王神情变得振奋 双手也在这一刻再度结印 士军古镇在他们的操控下 再一次爆发出恐怖的震威 一条条血色触手从深渊大地中暴射而出 随后朝着萧尘暴杀而去 甚至在这一刻 在万里虚空上 漫天黑云不断汇聚而来 一道道天伐神雷 融合着滔天怨气 化为一头头黑炎雷莽 也对着萧尘扑杀而下 这是这方大千世界的天道意志 被十八大神王强行炼化成阵魂 调动世界法则 配合这座阵法 所形成的神军级天伐神雷 其威力 足以击杀一般的神军竟强者 想法很不错 现实很残忍 纵使本公子这种力量 确实是有所限制 但也不是你们一帮土鸡娃狗能抵挡的 听到天使祖老神王的话语 和看到上下袭来的恐怖攻击 萧尘话音森然地说道 说话间 混沌雷火从他身上疯狂地喷涌而出 神军竟巅峰的力量被他催动到极致 直接在他身后凝聚出万里长的龙影 紧接着 萧尘挥舞混沌修罗枪横扫而出 龙影融合枪芒散发着恐怖的混沌法则气息 当即以萧尘和波若西为中心疯狂肆虐起来 所过之处 血色触手和天罚神雷尽数崩溃 是军古阵在冲击中疯狂地颤抖 如同是无法承受冲击 阵纹更是在不断崩溃 这一幕 让在场众多神王眼睛差一点突出来 一个个脸上露出惊骇 还有一种罕见的恐惧 不可能 这可是一座神军级极品阵法 怎么这么快就坚持不住了 在嘶吼声中 众神王疯狂催动体内修为 以本命神兵为影 将修为灌入阵法 试图将萧尘的攻击强行镇压下去 但下一刻 随着萧尘再度挥出一枪 枪芒将天地一分为二 狠狠地轰在大地上后 蔓延在大地上的血色触手 尽数崩坏 十四位神王也受到了反噬吐血而非 甚至还有几位本就伤势严重的 肉身在这一刻更是爆碎炸开 这令得另外几位神王 一个个的面容都变得扭曲和疯狂起来 第521章 好像有一根弦被轻轻拨动了 倾尽所有手段 务必将其斩杀 哪怕分身陨落 也要以绝后患 随着这两句话 回荡在天地间 姬家老神王一口精血 喷在本命神王兵上 令得这件极品神王兵 传出毁灭性的波动 神王兵自爆 在萧尘展现出来 神军进巅峰的恐怖力量后 姬家老神王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只能这样做 如果不将萧尘斩杀在这 以对方这种恐怖的战力 一旦找上他们的老巢 对于十八大势力来说 必将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 所以 如果能以这些极品神王兵自爆 再配合这一座神军级极品古镇 将萧尘和波若西彻底斩杀的话 他们才可以以绝后患 另外仅剩的几位老神王 一个个也明白 姬家老神王的意思 同样在大吼声中 喷出一口精血 毫不犹豫地引爆 陪伴他们 不知道多少万年的本命神兵 一时间 毁灭性的力量波动席卷天地 令得这方大千世界疯狂颤抖 也让波若西的脸色为之一变 想不到这帮家伙被逼及后 一个个竟然会如此之疯狂 哼 本公子说过 在绝对力量的面前 一切伎俩都是徒劳的 看着眼前近十尊绽放着耀眼光芒的极品神王兵 萧尘脸上并没有任何慌乱 反而露出一抹森冷的笑容 在话音传出的同时 神军进巅峰的修为被他催动到极致 整个人就如同星空最为璀璨的大日 伴随着雷火之力喷涌出 一道枪芒以势不可挡的姿态 当即朝着众多神王横扫而去 挡住他 看到萧尘挥出如此恐怖的一枪 几家老神王话音胶着的大吼道 极品神王兵若想要自毁 必须将力量凝聚到极致 如果中途被人打断 那就是在自取灭亡 其他神王也意识到这一点 几乎在几家老神王嘶吼的一瞬间 众多就已经凝聚出一道硬绝 下方大地再度有一条条血色出手冲天起 万里虚空上也有灵怨神雷 在不断轰击而下 试图为众多神王争取一点时间 并且这一波攻势也要强于刚才 哄 随着枪芒与士军古镇的攻势轰击在一起 震耳的轰鸣声直接响彻这一方大千世界 毁灭性的冲击 足以让任何神王进强者为之绝望 而令众神王感到惊恐的是 士军古镇这一波足以重创 甚至是抹杀神军进巅峰强者的攻势 竟然被消沉一枪视如破竹的轰暴开来 连阻挡对方一下都做不到 这让众神王的瞳孔在急速扩张中 险些当场炸裂眼眶 无敌 绝对的神军进无敌 眼前这一个男人 虽然是利用某种不为人知的手段 将修为暂时提升到神军进巅峰 但对方所爆发出来的战力 完全没有半点虚浮的感觉 不论是修为根基或者是法则领悟 都像是在神军进中修炼了几十上百万年 将这个境界修炼到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比起他们见过的任何神军都要更加恐怖 不 还没等众神王惊骇多久 那一枪也轰然降临而下 另个仅剩的几大神王 只能在绝望的嘶吼中将神王兵祭出来对敌 但这几尊神王兵内部的力量还没凝聚到极致 哪怕是自爆也没办法与这一枪抗衡 一尊尊神王兵在碰撞中被轰成碎片 毁灭性的力量 当即轻浮在众神王的身上 令得众神王都被轰成碎片 如此恐怖的一幕 令得站在萧城后方的波若西 在这一刻也彻底的看傻眼了 硬抗神军几古镇的攻击 一枪轰杀了近十位神王 如此恐怖的战力爆发 哪怕他处在巅峰状态 也很难做到这么随意 眼前这一个男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看到我答应后 江丽大姐又说 一条水龙头漏水 一条又堵塞严重 我当场就猛了 要我修两条 这工作量巨大 怎么样 我帅吗 似乎是感受到 身后波若西惊呆的目光 萧城只是微微偏过头 话音平静地询问一句 上一次被他这么问的话 如今已经成为他的女人 这一次 随着这一句话问出口 波若西已经被打标签 嗯 暂时定个小目标 半年内将其拿下 你 波若西文言微微一愣 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轰隆 而同样在这一刻 随着众神王一同陨落 这一方大千世界发出轰鸣 整个世界都在不断颤抖着 原本遍布大千世界的阵法纹路 不断有血色光芒 在剧烈地闪烁 甚至是在这一方世界的地和深处 突然间也传出一种毁灭性的波动 不好 他们留了后手 竟然是以这一方世界的核心为影 想要彻底引爆这一座神军击鼓阵 在话音急促传出的同时 波若西几乎是想都没想 便将修为催动到了极致 一道冰寒见光横灌天地 朝着万里虚空上面轰去 试图轰爆这一层阵法封锁 和萧尘离开这方大千世界 来不及了 看到波若西的举动 还有感受到下方传来的波动 萧尘只是面色平静地说了一句 在话音传出的同时 萧尘的身形出现在波若西的身边 在对方还没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把将对方搂在怀里 随后转身背对着下方 这让波若西感到很猛逼 也本能地想要挣扎起来 但也就在此时 随着波若西的见光轰在万里虚空上 轰鸣声在寝客间震动这方大千世界 紧接着 如同是起了什么连锁反应一样 原本被无数触手蔓延的大壁 在这一瞬间由火光冲天而起 整个大千世界如同烟火绽放般爆碎炸开 恐怖的冲击化为风暴 在星空中横扫开来 亿万万里虚空崩塌成虚无 萧尘和波若西俩人 宛若浮游尘埃一般 被这一种冲击彻底淹没 不知道过了多久 在风暴冲击依旧不断肆虐中 波若西感受到胸前传来的压迫感 还有看着这一张近在咫尺的脸庞 他竟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感 原本已经达到上山若水的心境 在这一瞬间内掀起了滔天波澜 一颗心忍不住剧烈跳动起来 他完全没有想到 在这方大千世界爆碎炸开之时 萧尘竟然会毫不犹豫地抱住他 并且用身躯为他挡下致命冲击 这一种做法 让他冰封了十几万年的内心 好像有一根弦被轻轻拨动了 萧尘的身影彻底烙印进他的内心深处 让他原本极度排斥跟男人接触的身子 竟然在这一刻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反应 第522章 好男人不能计较这些 免得波若西等下炸了 在脑海中的思绪 让他感到心乱如麻之时 波若西像是感应到什么一般 神情在这一刻变得僵硬起来 随即抬头盯着萧尘 话音悠悠地开口道 你的枪抵到我了 听到这一句话 萧尘神情一愣 也看向波若西 那我收起来 说着 萧尘将右手握着的混沌修罗枪收起来 这个举动令得波若西的额头轻轻爆跳 强忍着要爆打萧尘的冲动 话音充满危险地继续说道 我说的 不是杀人的枪 听到波若西咬牙切齿地说出这句话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陷入暴走的样子 萧尘干咳一声松开波若西 早说嘛 原来不是杀人的枪 而是一杆造人的枪 这倒是尴尬了 无耻 感受到萧尘松开他的腰肢 指尖划过腰间 还传来异样的感觉 波若西最终没忍不住低贺了一句 这让萧尘的嘴角微微一扯 他哪里无耻了 这几个月都是这样的好不好 不要睁着眼睛乱说 做男人很难的好不好 有时候要找找自己的原因 这几天到底有没有主动过 这些天情商有没有上涨 再这么不主动的话 感觉都快要疯掉了 在内心感到郁闷中 萧尘想起在蓝星某位网红的经典语录 好想也这么回忆下波若西的 但想了想 好男人不能计较这些 免得波若西等下诈了 你没事吧 看到在他开口后 萧尘的面色古怪 波若西有些紧张 还以为萧尘是在那种攻击中受伤了 毕竟 一座神军极阵法 配合一方大千世界自爆 哪怕他处在巅峰状态 被正面卷进去的话 就算不死也得受创 这倒是让波若西感到有些担心 放心 刚才那种攻击还奈何不了我 只可惜战力品都被炸成灰了 萧尘文言摇了摇头 目光扫了周围一眼 看着虚空中肆虐中的风暴中 已经感知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萧尘的脸上露出一抹惋惜之色 除了一开始斩杀的四位神王 回收到他们的尸骸和神兵外 其他神王的尸骸和神兵 连一块碎片都没留下 就算有 在刚才那一种毁灭性的风暴冲击中 不知道被卷到哪一处星空乱流中了 听到萧尘这一句话 波若西有些语色 在沉默一下后 他话音沉重道 刚才陨落的并不是这些人的真身 应该只是对方的分身 如果接下来 他们还不死心要进行报复 想要请动神军进抢者出手 只怕苍蓝界会有不小麻烦 在这一番话落下后 气氛顿时变得沉重 如果萧尘是孤家寡人 倒是可以跟他去流浪 但苍蓝界是对方的根 现在星空坐标暴露了 如果十八大势力 请动强者前来复仇 甚至是想要毁灭苍蓝界来泄愤的话 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不用太担心 我会有办法应对 萧尘文言摆了摆手 完全不带荒的样子 这倒是让波若西感到有些意外 难不成 萧尘还有什么手段 没有施展出来 先回苍蓝界吧 在波若西感到疑惑之时 萧尘说话间拿出一块阵盘 这让波若西感到有些诧异 紧接着 还不等波若西开口询问什么 萧尘抬手间点向了那块阵盘 伴随着一阵光芒闪耀而起 萧尘在消耗八十万点神圆点后 将这块阵盘提升到神王级极品 这种熟悉的操作 让波若西的瞳孔骤然一缩 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先前萧尘临时计量兵器对敌 就已经让他感到不可思议了 但好歹还取出了一些神级材料作为辅料 才让那一杆长枪一举蜕变到神王级极品 现在只是轻轻的一点 什么材料都没拿出来 就能让一块半神级阵盘 直接提升到神王级极品 还能再离谱一点波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在沉默一下后 波若西忍不住问道 之前不是说了吗 这事情说起来有点复杂 日后深入了解就知道了 萧尘文言依旧还是那一番言论 不过看到波若西听完有些郁闷 便摆了摆手继续道 你只需要知道 这世间肉眼能看得到的 我都可以令他们的品质 发生质的蜕变 说完 萧尘没有理会震惊的波若西 只是催动修为灌入空间阵盘 开始感应苍蓝界的空间坐标 现在神军静修为还没到时间 他必须回到苍蓝界布局才行 若不然的话 下一次若是有危机爆发 只怕局面会显得很被动 找到了 在空间阵盘一番搜索定位后 萧尘也确认了苍蓝界的坐标 混沌神力疯狂灌入空间阵盘 随后开启传颂和波若西回到了苍蓝界 另外一边 军家主界 在军无敌分身陨落的同时 军家主界也随之发生震动 军无敌暴怒的话音 瞬间回荡整个世界 该死 他究竟是谁 为何修为战力会如此恐怖 这一道暴怒的嘶吼中 如同苍天发出的怒吼 恐怖的神威 直接席卷整个军家主界 令得不少修为低弱之人都被震死了 而在军家主辞内部 一位白发老者在怒吼几句后 又猛地喷出来一大口鲜血 身上浩瀚如鸳的气息 在这一刻不断地跌落 如同是受到了极为可怕的反噬 军家长老都过来见我 拿出一颗神丹服下后 军无敌强行压住反噬 话音回荡在军家上空 在话音落下之时 几道身影如同鬼魅一般 也出现在军家主辞深处 这几人 赫然是军家几十万年来 所有神王尽强者 每一位都是军家的顶梁柱 在军家主界内有生杀大权 老祖 出了什么事了 看到军无敌受到反噬的样子 其中一位长老有些惊骇的道 看不出来 老夫这是分身被人斩杀 神魂受到严重的创伤吗 听到这老者的话语 军无敌像是被踩到痛处 话音森然和暴怒地说道 身上所弥漫的杀意 险些让老者当场跪下 几位长老脸上也露出骇然的神色 老祖那一句分身 完全能碾压军家中任何神王 没想到却在外面被人给斩杀了 难不成 跟先前家主陨落之事有关 老夫找你们过来 是要你们去办一件事 给老夫查一下这两人 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什么手段 三天内一定要查清他们的底细 随着这句话的落下 军无敌微微一抬手 萧尘和波若西的影像也浮现在虚空中 第523章 上报天炎神潮更大的麻烦 在军无敌话音落下后 几位神王长老的目光也落在这两道头影上 当看到萧尘的身影后 几人的眉头微微一皱 对于萧尘完全没有半点印象 不过当他们的目光落在波若西身上后 几人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便是面色俱变 好熟悉的面孔 她好像是滨海神宫上一任的公主 波若西 随着这一句话落下 军无敌的瞳孔一缩 脑海如有轰鸣声乍响 险些一口老血喷出来 虽然有预感这两个人会很不简单 但万万没想到 这个女人竟然是滨海神宫的公主 她之前没见过波若西 也知道对方是一位神军境巅峰强者 威震苍蓝天炎两大星界将近十万年 现在军家招惹到滨海神宫 接下来岂不是要大祸临头 想到这脸 军无敌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一颗心更是当场沉到了谷底 老祖 这波若西先前确实是滨海神宫的公主 但如今不过是被两大势力通缉的叛徒 看到军无敌面色俱变 其中一位长老沉生道 这让军无敌骤然一愣 目光也随之看了过来 叛徒 这是怎么一回事 虽说身为河道者 他在这一方世界的修为战斗力 会远远强于一般的神王境强者 足以匹敌一些神军境强者 但依旧还是一位神王境强者 并且还是不如晚年的那一种 所以 在军家没发生什么大事的情况下 他都是靠密法封印自身陷入沉睡 这样才能让自己活得更久一点 只是这样 对于外界的事情 他就一无所知了 是这样的 老左 一万多年前 上一任滨海神宫公主波若西 背叛滨海神宫 副公主蓝玄姬为了维护滨海神宫的利益 只能联合天眼神朝的强者将对方铲除掉 奈何波若西的实力过于强大 即便是在几位神军境强者的围攻下受了重创 也能凭借着特殊的密法 只身杀出重围 之后 这一位滨海神宫的公主 便在两大星界中彻底失踪了 这上万年来 滨海神宫和天眼神朝发布高额悬赏 但这么多年过去 依旧没有半点线索 没想到竟然让老祖你撞剑了 在君无敌话音落下后 那一位神王敬长老一脸激动的说道 要知道 为了悬赏这一位神军敬强者 滨海神宫和天眼神朝可是下了血本 如果有人能提供波若西的线索 已经确认无误的话 就会赠予一件极品神王兵作为酬劳 对于一些势力来说 这可是颇天的富贵 刚回来 就被轩妹妹给带到了 他竟然要我帮他做豹炒木耳 青葱豆腐汤 好家伙 是想翻身做主了事吧 等一下 滨海神宫和天眼神朝不是对立的吗 怎么会和滨海神宫一起通缉波若西 听完那位长老讲述这些事 君无敌的脸上又露出疑惑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 滨海神宫和天眼神朝虽然不至于水火不容 但两大顶尖势力也相互交手了好几次 也算是有一定的恩怨 没想到现在却联手了 回禀老祖 早在一万多年前 天眼神朝的老皇帝就已经退位 由天德太子继位成为新的君王 而这一位天德君王 不仅俘获了滨海神宫副公主蓝玄姬的芳心 修为更是在三千多年前突破到神军境巅峰 如今 两大神朝有意联姻结为同盟 就是担心波若西会成为隐患 滨海神宫内也依旧存在有反对的声音 所以 在没有抓到波若西之前 两大势力很难正式结盟 那位神王长老文言再次解释道 这一番话 瞬间让君无敌神情一震 脸上也露出了一抹狂喜 当真是柳安花名又一村 只要将波若西的情报上报给天眼神朝的话 君家这一次说不定还能崛起 他也有希望可以突破到神军 不过这个前提 必须是波若西这个女人 能从弑君古镇中活下来才行 想到这脸 君无敌的面色阴沉 弑君古镇可是神军级极品阵法 其威力足以抹杀神军近后期强者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们还在阵法内留了后手 如果弑君古镇带着那一方大千世界自毁 哪怕是神军近巅峰强者 也有可能会陨落 而波若西现在还没恢复到巅峰 想要从弑君古镇中活下来 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如果对方被其他神王斩杀 功劳岂不是其他势力的了 在这个念头落下之时 君无敌像是感应到什么 身子在这一刻猛的一阵 脸上露出一抹骇然之色 弑君古镇自毁了 感应到残留在弑君古镇中的印记突然崩溃 脑海中传来是君古镇自毁时所发生的一幕 这让君无敌如同坠入深渊 脸上也露出一抹惊恐之色 没想到除了波若西以外 另外一个男子也是一位神军近强者 并且修为战力比波若西还要更恐怖 仅仅一枪就灭杀其他神王的分身 逼得众神王不得不毁了弑君古镇 神军竟巅峰 如此恐怖的实力 纵使弑君古镇和那方大千世界自爆 也很难将这种级别的存在轰杀致死 顶多是将其重创 想到这里 一股刺骨的寒意席卷周身 让君无敌浑身都在冒冷汗 如果对方不死 一旦伤势恢复找上门来的话 整个君家主界都会化为尘埃 不行 不管波若西究竟是死没死 这事情都得禀报天言神潮 在念头落下之时 君无敌直接从地上站起来 话音低沉的对一位长老道 君圣 君海 你们俩个陪老夫走一趟东陵星服 星服 是天眼界统管三千星域所设立的机构 而东陵星服便是东陵星域的掌权中心 如果想要接触到天眼神潮 他们必须要说动东陵星服 才能通过对方接触到天眼皇室之人 不仅是君无敌如此 其他十七位老神王在被分身被斩杀后 一个个也都是亥然中想要查明萧辰和波若西的身份 结果才发现这一位银发女子 竟然是滨海神宫上一任公主 众神王在惊骇过后都如同君无敌一样 想要将这件事禀报给天眼神潮 为了不让功劳被人抢了 众多老神王都前往东陵星服 希望可以见到天眼皇室之人 如此一来 倘若这一次真的可以立大功 功劳也不会被俯司的人抢走 他们背后的势力也能因此而崛起 第524章 疯狂举动 升级苍蓝界的天道意志 另外一边 在众神王前往东陵星服之时 萧辰和波若西也回到苍蓝界 随着俩人身形出现在虚空中 整个苍蓝界也为之震动起来 毕竟 萧辰身上所弥漫的神君竟威压 可不是这一片天地所能承受的 不过出于本能 苍蓝界的天道意志在这一刻复苏过来 雷云宛若海潮一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万里虚空上天雷滚滚 仿佛只要萧辰胆敢有任何异动 苍蓝界天道必会与之决一死战 我没有恶意 只是想找你商量点事 顺便再送你一场造化 看着苍穹上雷云不断翻滚 萧辰话音平静地说了一句 不过在这一句话落下后 虚空中并没有任何回应 唯有天伐神雷在不断凝聚着 波若西显得有些疑惑 目光古怪地看向萧辰 你这是 在这跟这方世界的天道意志对话 感受着天威愈发浓郁 天伐神雷随时都会轰下 波若西迟疑一下询问道 这也让萧辰感觉到有些不对 神情有些疑惑地看向波若西 难道他没法沟通 听到萧辰这一句话 波若西一脸的怪异 天道意志只是一方世界诞生出的灵性 但因为神域星空意志的存在 他们永远都不可能会有灵志 只会遵循神域星空意志定下的一些指令 维持这一方大千世界内的秩序稳定 将神境生灵的信息传递给神域星空 看到萧辰是真的不知道 波若西话音低沉地说道 特别是说到神域的星空意志之时 他脸上露出了罕见的敬畏和恐惧 那是真正主宰整个神域的无上意志 哪怕是神地境强者也无法与之抗衡 唯有超越了神地境的无上存在 才有资格跟神域星空意志抗衡 但想要超越神地境 就必须过神域星空意志这一关 所以放眼整个神域 几乎没有哪一位强者 能与神域星空意志匹敌 更何况 在三千万年前 神域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导致无数神级势力走向毁灭 各种传承也发生了断层 如今想突破到神地境无比困难 更别说是想要去超越神地境了 原来如此 听到波若西的提醒 萧辰当即在石海内翻出一些相关记忆 脸上露出一抹诧异的神色 他还以为一方世界的意志 应该是一种高等智慧灵体 没想到对方却没有灵智 这倒是让他感到很意外 你刚才说 要送这一方世界的天道意志一场造化 在萧辰查阅传承记忆的同时 波若西在感慨一番后 有些不敢相信的问道 嗯 这一方世界太低级了 一旦暴露会有大麻烦 如果能让其升级并发生蜕变的话 想应对一些突发危机就容易多了 听到萧辰如此荒谬的话语 波若西在这一刻瞪大双眼 大千事件 确实可以通过吞噬星空元气 让自身的品质不断发生蜕变 但这个过程会无比漫长 也不是一般人能干预的 萧辰说这话的意思 是想要在短时间内 让这一方大千事件发生蜕变 这越来越离谱了 为了能让我更好的施展厨艺 薛儿妹妹特意换了发型和丝袜 让我炒菜的动力满满 她真的是太会了 就是废人啊 没有灵智 只有本能 不过只要是意志 便可以强行距离 在波若西感到惊异之时 萧辰翻越了混沌神留下来的传承记忆 眼中的光芒也变得愈发明亮 紧接着 还不得波若西在开口说些什么 萧辰在虚空中踏出一步 神军性巅峰的修为轰然爆发 不灭魂灯出现在她眼前 随着她一直点落在上面 系统在扣除八十万点神缘点后 将不灭魂灯提升到神王级级品 随着混沌神力 疯狂地灌入到这一尊魂灯 一种难以形容的魂力波动 随之横扫天地 虚空当即在颤抖中崩塌 无数光点疯狂汇聚而来 这些光点蕴含着浓郁的法则气息 抽练世界意志 看到萧辰的举动 波若西也很吃惊 下一刻便急忙开口问道 你该不会是想练化这方世界的天道意志 成为这方大千世界的核道者吧 练化一方世界的天道意志 虽然可以让自身修为暴涨 也能在这方世界内 获得恐怖的本源加持 占领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 练化世界意志也会被打上烙印 往后将会是神域星空意志的傀儡 只能一辈子被困死在这方世界中 如果离开太久或者太远 自身修为就会不断暴跌 并且 所练化的世界若是遭受毁灭 练化者必将承受致命的反噬 这便是 核道者 也正因为练化世界意志 有诸多弊端 所以一般的强者都不会去练化 唯有一些无望的强者 才会冒险选择去练化 萧辰的潜力如此恐怖 若是练化一方世界的天道意志 这只是在限制自身的成长而已 放心吧 我不是要练化它 感受到波若西有些紧张 萧辰只是淡笑着回应道 而苍蓝界的天道意志 因为被萧辰硬生生从虚空中抽取出来 在这一刻也本能进行反击 漫天神雷不断地轰击而下 不过这些足以重创神王进强者的神雷 此时在萧辰的眼里简直是不值一提 甚至都不需要爆发神通 只是混沌神力席卷爆发 就将所有攻势尽数挡下 不知道过了多久 漫天神雷随之减弱 一团明亮的光团浮现在萧辰眼前 赫然就是这一方大千世界的意志 原本是融入到这一方世界中的 此时却被萧辰硬生生地抽出来 而在世界意志被抽取出来后 整个苍蓝界也在剧烈颤抖着 如同只要摧毁这光团 苍蓝界也会走向毁灭 系统将这一团世界意志 提升到神君级层次 感受到这一团世界意志 充其量只是神王级高品 萧辰沉吟一下后 对着系统下达指令 系统已扣出一千五百万点神元点 正在为宿主升级苍蓝界世界意志 在萧辰话音落下后 系统机械式地回到 这让萧辰的眉头微微一挑 一千五百万点神元点 这个倒是不小的数目 不过 若是能让这一方世界发生蜕变 并且接下来也能为它所用的话 这一切的投资都是值得的 WOW 在系统提示音落下后 一阵白光随之闪耀爆发 恐怖的能量波动从光团上弥漫而开 苍蓝界的世界意志也跟着发生蜕变 并且在萧辰和波若西的注视下 这一团光团竟然在蜕变出形状 第五百二十五章 他就帮忙升级一下而已 直接多出来一个女儿了 意念化形 看到眼前那一团世界意志 在光芒中逐渐凝聚成实体 波若西脸上露出震撼之色 因为在神域星空中 或许是受到神域星空意志的压制 不论是那个大千世界的天道意志 都没有办法化为特殊的形态 最多是被人抽去凝炼成光团 像这样化形的 他活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见 在萧辰和波若西的注视下 耀眼的光芒也在逐渐减弱 一具完美无比的动体 也出现在俩人的眼前 满头黑发宛若青纱一般披萨下 白皙圣雪的肌肤散发着诱人光泽 完美的五官如同金雕细琢的艺术品 身上每一道曲线也完美到令人窒息 细眉如柳 穷鼻欲挺 还有那抹烈焰红唇和白皙的脖梗 再往下还可以看到两座 嗯 不能再多说了 紧紧一眼 就让萧辰惊为天人 如此完美的脸蛋和身形 哪怕是他身边的波若西 一丝不挂 也不过如此吧 神军镜 相对于萧辰 波若西最为惊叹的 不是对方那天使般的脸蛋 还有魔鬼一般的身材 而是对方在化形后身上 所弥漫的法则力量波动 竟然从神王镜后期 飙升到神军镜中期 并且还在不断地提升着 这让波若西感到一脸难以置信 目光惊骇不已地看向萧辰 希望对方能给出解释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不过随着目光看过去 波若西发现 此时的萧辰 正全神贯注地欣赏着 青丝飘落雪风的美景 这让波若西的嘴角微微一抽 旋即偏过头话音悠悠地说道 小公子 你的眼珠子 快吐出来了 听到波若西这一句吃味的话 萧辰在这一刻也才回过神来 不过他脸上并没有什么尴尬之色 只是干咳一声 有些好奇地询问道 那个 大千世界的天道意志 也是有男女之分的吗 他还以为 大千世界的天道意志 应该是没有性别才对 没想到这玩意化形后 竟然是一位大美女 这倒是打破了他的认知 如此说来的话 要是有另外一个大千世界的 天道意志化形成男的 那对方结合 岂不是能寓意出新的大千世界 果然是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这个我也不知道 波若西文言摇了摇头 这种情况他也没见过 看到我要给薛儿妹妹下厨 燕灵基同学直接跑进来 说他刚学会做海鲜大餐 有龙虾 鲍鱼 想拔棒大乱顿 我 在萧辰和波若西交谈之时 苍蓝界天道意志所化形的美女 在这一刻也睁开了迷人的双眼 瞳孔一片漆黑 但里面却闪烁着点点光芒 如同蕴含着一方浩瀚星空 让人与之对视后 都会忍不住 想要永远沉沦下去 察觉到女子睁开双眼 波若西瞬间变得警惕 目光朝对方锁定过去 爹爹 在波若西看过去之时 女子也看向了萧辰 眼眸中瞬间变得明亮 喊出这一个奇妙的称呼后 便张开双臂 朝萧辰扑过去 这称呼 这操作 这姿势 当场把萧辰的脑子给干猛了 爹爹 卧槽 他就帮忙升级一下而已 直接多出来一个女儿了 这简直就是惊吓啊 不过 还没等萧辰反应过来 苍蓝界天道意志 就已经扑到萧辰身上 那种柔软负有弹性的冲击 差一点就让萧辰原地暴走了 这种触感跟真人完全没什么两样 不对 这完全就是血肉之躯 系统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被苍蓝界天道意志 像八爪鱼一样盘住 萧辰当即在内心对着系统开口询问道 爹 鉴于宿主对于美女的喜好 系统在升级苍蓝界天道意志之时 特意将女性因子植入对方的体内 所以对方才能化身为人族女性 听到萧辰的询问 系统机械式的道 这回答 险些让萧辰喷出一口老血 完全没想到 系统还会暗箱操作 特意为他提供一点特殊的服务 萧公子 你不觉得你们这样子 会有失风雅吗 看着眼前这俩人 波若西深吸一口气 话音悠悠地开口道 不知道为何 看到萧辰被一个女人抱着 并且对方还是光明正大的 内心竟然会有一种烦躁感 特别是 看到萧辰似乎还一脸享受 他心中的烦躁感就更强了 嘿嘿 你先松开 还有 我不是你爹爹 再有就是穿好衣服 听到波若西吃味的话语 萧辰连忙将苍蓝界天道意志 从身上扒拉下来 随着肌肤相互碰触 那种柔嫩的触感 宛若潮水一般 不断冲击着萧辰的神经 试图击溃她的心理防线 好在萧辰早已经阅历非凡 什么样的角色女子没有过 所以 只是稍微定了定神 便克制住那种冲动 好吧 人足就是麻烦 还要穿衣服的 而苍蓝界天道意志所化形的女子 听到萧辰这一句话后 只是嘟着嘴 很不情愿地从萧辰的身体上下来 一身白衣素裙便覆盖在她身上 将她诱人的身子彻底地遮掩住 这让萧辰的嘴角微微一抽 目光愈发好奇地看着女子 你 真的是苍蓝界的天道意志 目光对视一下后 萧辰再次确认道 倒不是她很白痴 而是对方从一团意志光团 突然变成活灵活现的美女 并且给她的感觉 灵质已经很高了 起码也有十几岁的少女心智 让她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爹爹好傻呀 明明是你帮我打破 神域星空意志的限制 让我的意念得到质的蜕变 才可以化形成你们的样子 怎么现在还这么稳 在萧辰话音落下后 女子笑淫淫地说道 这让萧辰感到有些无奈 首先 我虽然帮助你化行了 但我并不是你的爹点 你这称呼 还是别乱叫 其次 我只是有些好奇 你先前只是一道简单的灵性 怎么突然之间 会有这么高的灵质了 看着女子说完又想扑了过来 萧辰抬手打住 有些好奇的道 嗯 怎么说呢 世界意志是整个大千世界 所有生灵灵性的集合体 其天赋和潜力 要远远超过这个世界内的任何生灵 我先前只是被神域意志限制了 如今只要打破限制 我可以通过查阅苍蓝界内所有生灵的记忆 让自身灵质 在一瞬间内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听到萧辰的话语 女子一脸愉悦道 说着 她好像想起什么一般 神情也变得有些兴奋 除此之外 我还可以变换成苍蓝界内任何生灵的样子 并且拥有 他们这一生所具备的天赋和能力 比如这样 随着话音的落下 女子身上亮起一阵光芒 紧接着便变成另外一人 而这人 赫然是彩烟 第526章 主人 你对我太好了 我要以身相许 竟然变成了彩烟的样子 看到苍蓝界天道意志所化的彩烟 萧辰的脸上露出了一抹不可思议 因为在她的感知中 苍蓝界天道意志所化的彩烟 不论是从容貌还是身形 甚至是灵魂波动和属性波动 完全都是一致的 若不是她有系统的鉴定能力 可以轻易看破世间一切虚妄 想要鉴别出真假 还有些困难 一旁的波若西 看到这一幕后 也是一脸凝重 因为哪怕是她 也看不出破绽 这可是十分吓人的 要知道 她曾经可是修炼到神军境巅峰 神魂感知和眼力是何等的惊人 而在神域中 也很不乏 有能改变身形容貌 进行伪装的神通 但在一些强者眼中 还是可以被识破的 可想而知 苍蓝界天道意志这种变换能力 此时已经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主人 你这么看着本王 是不是又想要了 在萧尘和波若西感到惊异之时 彩炎话音又冷忧郁地说道 说话间 对方不仅风情万种地盯着萧尘 还舔了一下嘴唇 指尖从她下额 一直滑到了胸前 这一幕当即让萧尘瞪大了双眼 卧槽 这声音 这语调 这姿态 简直一模一样 要不是彩炎此时 正在神木古墟内 融合神帝传承 恐怕她都会下意识认为 眼前这女子就是采烟了 夫君 你在这么看着若仙 可别怪若仙不客气了 在萧尘感到震惊之时 苍蓝界天道意志 又变换成柳若仙的模样 话音温婉地对着萧尘开口道 身上充斥着浓郁的生命气息 这让萧尘的嘴角微微一抽 而苍蓝界天道意志 就像是发现什么好玩的 随后又变换起其他模样 这让萧尘当场沉默了 如此奇特的能力 实在是不敢想象 要是将对方拿下 岂不是可以 嗨嗨 呸 想歪了 停 看到苍蓝界天道意志完的不亦乐乎 萧尘忍不住叫停了对方 随后话音低沉地询问道 你可以变换成任何人的模样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的本体 听到萧尘的问话 苍蓝界天道意志也停了下来 又变换开始画形的那个样子 嗯 怎么说呢 这个 是我意志画形后的真正样子 但不是我真正的本体 我的本体是这方世界 说着 苍蓝界天道意志 指了指下方的苍蓝界 脸上露出一抹复杂的神色 你可以理解为 所谓的画形 不过是已将意志实体化 成为能脱离这方大千世界的身外化身 但本体还是这一方世界 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羁绊 不论是哪一方消亡 我都会因此而死亡 但也正因为如此 凡是在我本体内诞生的生灵 我都可以轻易变成他们的模样 以及知晓他们一生的任何事情 在这番话落下后 苍蓝界天道意志画形的女子 脸上露出一抹人性化的伤感 纵使她打破限制 可以让意志画形 但也就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 并且这一种行为 今后若是让神域星空意志感应到了 只怕她会在寝客间内 被对方抹杀掉 不过即便是这样 能以这种方式存在 已经是她的造化了 更何况 眼前这个男人能让她打破限制画形 说不定还能帮她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个体 不用再受神域星空意志的掌控 想到这脸 苍蓝界天道意志的眼眸变得贼亮 眼珠子滴溜溜的看着萧尘 然后又一脸人畜无害的道 爹爹 你 停 我不是你爹爹 不许你再乱叫 萧尘刚梳理一下对方所说的话 都还没开口 又听到对方在乱叫 顿时有些头大的道 苍蓝界存在到现在 起码也有十几亿年 喊他爹爹 这合适吗 就算不计较年龄问题 关键他俩也不是一个品种 他也没想要这么快就当爹了 更何况 还是这么大的女儿 呜 这顿饭做得太难了 像拔棒和鲍鱼不太好处理 不小心就姿了一脸 好在做完效果不错 肉质鲜嫩多汁 棒 好吧 那我换一个称呼 不如 叫主人如何 听到萧尘的话语 苍蓝界天道意志嘟囔嘴巴 眼珠子一转 摆出欲解模样 话音充满挑逗地说道 让萧尘感到有些牙疼 他怀疑着女人 是不是查阅了亿万万生灵的记忆后 导致诞生出来的意识体精神错乱了 你想喊我主人也可以 这个称呼我并不介意 萧尘文言摆了摆手 也没在这话题纠结 话音低沉地继续说道 我之所以帮你打破限制题等级 只是为了能应对接下来的危机 说着 萧尘来到苍蓝界天道意志的身前 随即抬手一直点向了对方的眉心 而苍蓝界天道意志也没有躲闪 任由萧尘一直点在他的眉心上 伴随着脑海中传来一阵轰鸣 无数阵法知识 没入到他体内 此法名为虚空混元阵 是一门神军级极品阵法 你若是能融会贯通 完全可以以你的本体为阵机 构建出一座神军级天地大阵 不管是攻击或者是防守 哪怕是神军进强者来犯 也绝对有能力可以应对 将阵法传递给对方后 萧尘话音平静地说道 原本他是计划着 利用系统升级苍蓝界的天道意志 让这一方世界提升到神军级层次 再用混沌神留下的秘法操控对方 和波若西一起将这阵法构建出来 没想到这一次升级 竟然让苍蓝界天道意识 宁为实体化形 现在对他还好到能一直叫跌跌的程度 这一切倒是让事情变得简单多了 他只需要传授给对方阵法 再交给对方一些神级材料 不用他动手 也能布置出神军级虚空大阵了 主人 你对我太好了 我要以身相许 在萧尘说完后 苍蓝界天道意志 接受完脑海中的古法 整个人在这一刻激动得有些哇哇大叫 说话间 又像八爪鱼一样 一把盘住了萧尘 看那一旁的波若西 不禁有些营牙紧咬 显然没想到 一方世界的天道意志化形后 也能这么风骚 当真是让人感到不耻 不过 看到对方轻轻松松 就获得了一门古法 波若的西 目光微微闪烁一下 要是他也主动一点点 会不会也有什么传承 不过这个念头刚生起来 就被他按死了 他可是滨海神宫的公主 有着自己的尊严和骄傲 岂能为了一些传承 做些不耻之事 第五百二十七章 如此娇滴滴的美女 萧公子竟然舍得一脚踹走 松开 不然 我真不客气了 感受到这种诱人犯罪的压迫感 萧尘深吸一口气 有些淡疼的道 动不动就盘上来 如此明目张胆的 他都快压不住枪了 都是自家人 主人不用客气 如果有什么怒气 可以尽情地发现 听到萧尘的话语 苍蓝界天道意志 完全没有半点在意 依旧死死地抱住萧尘 贪婪地闻着对方的味道 作为一方世界的天道意志 他之前神智 一直都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 被神域星空意志 压制的只有简单的灵性 如今成功演变高等的神智 一种彷徨和空虚之感 也充斥着他的心灵 让他渴望有个依靠 萧尘文言嘴角忍不住抽搐 强忍着要干翻世界的冲动 话音有些低沉地警告对方 我们不久前才灭杀了 十八位神王的分身 他们的背后 可能会有神军进抢者在兜底 如果接下来 你不想你的本体被人摧毁的话 那就先将混元乾坤阵布置出来 若不然的话 等他们降临 你可别指望我们在厮杀中 还要分心来保护这个世界 听到萧尘这一番话 苍蓝界天道意志撅着小嘴 有些不情愿地松开了萧尘 这看在一旁的波若曦 感觉都想抱他对方了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该不会就叫苍蓝吧 在苍蓝界天道意志松开后 萧尘看着对方好奇地问道 我才不要叫这个名字呢 这是万族圣灵给我命名的 一点都不好听 苍蓝界天道意志 文言撇了撇嘴 有些小女孩心态地回答道 说道 她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目光也变得明亮起来 既然我是因为主人才能化行 不如就让主人来为我取名字 在我的身上 狠狠地打上主人的标签吧 听到苍蓝界天道意志这两句话 还有对方这种春波荡漾的表情 萧尘真的是无语了 而一旁的波若曦 则是深吸一口气 直接闭上了眼睛 她怕再多看对方一眼 真的会忍不住出手 这女人太欠揍了 一个大千世界的意志化行 怎么能骚成这样 打上标签就打上标签 还要狠狠地打 她怀疑这个女人 是在暗示着某些事情 真以为她没经历过男人 就听不出来 在波若曦感到不耻之时 萧尘这一刻真的是醉了 若不是现在时机不合适 她真的想让这个女人知道 被狠狠打标签 可是会哭的 我也想不出什么好的 不如就叫萧兰吧 在有些无语中 萧尘随口回道 这个名字 瞬间让苍蓝界天道意志 眼眸未知一亮 脸上露出一抹星系 萧兰 你叫萧尘 我叫萧兰 这名字是在暗示 我以后只能是属于主人一个人的吗 说着 苍蓝界天道意志又猛地扑到萧尘身上 朝着对方的帅脸 狠狠地拨了几下 哦 主人你太棒了 虽然表面上装作有些不在意 但实际上已经想要征服我了 这让萧兰好开心 不过主人不必如此欲情故纵 只要你勾一勾手指头 萧兰一定会满足主人所有嗜好的 在萧尘取完名字后 苍蓝界天道意志 不对 此时应该称呼为萧兰了 萧兰如同受到刺激一般 像个痴女一般喋喋不休 让萧尘有些忍无可忍 当即就拍了对方一张 让萧兰忍不住发出一阵惊呼 好 奇怪的感觉 这是怎么了 被萧尘恶狠狠地打了一下后 萧兰就像是发现新世界一般 整个人当场愣在了原地 怪不得 主人的那些女人们 一个个都很喜欢缠着主人 原来是主人 还有如此妙用 主人 你再打一下试试 在感到好奇中 萧兰转过身道 滚 看到萧兰毫无下限的样子 萧尘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 上去一脚踹在萧兰的身上 主人 我先去了 等我布置完虚空大阵 我还会再来找主人呢 在萧尘这一脚中 萧兰发出了一阵怪叫 整个人化为一道流光 直接消失在这天地间 不知道是找个地方 去回味这种感觉 还是真的去布置虚空大阵了 如此娇滴滴的美女 还是一个世界之灵 萧公子竟然舍得一脚踹走 看到萧尘一脚踹飞了萧兰 波若西话音有些莫名的道 她还是第一次看到 萧尘这么粗鲁的 虽然是这个女人 确实有些太前走了 可 别误会 那一脚压根没用力 只是想提醒她而已 萧尘文言摆了摆手说道 丝毫不担心 萧兰会因为这一脚 而心生戒地 通过刚才的接触 她完全能感觉出 萧兰对她的依赖 性格跟彩蝶一样 有些捕灵精怪的 以后这两人要是见面 估计有她可以头疼的 美味的海鲜大餐刚吃完 柳神学姐给我发了一张血针 问我她有没有修仙的资质 还让我去公司帮她修仙 疯了吧 接下来 在简单一番交谈后 萧尘为波若西修复一下经脉伤势 毕竟 逆转神员暂时提升修为 是会让经脉受到重创的 处理完这些后 萧尘和波若西也回到刘云城萧家 现在她的女人 一个个都进入神木古墟内接受传承 但还有不少神帝的强者都控制着 所以她打算让身边其他人 也跟着一起进去接受传承 至于波若西 为了防止接下来有变故发生 她一个人会有些应付不过来 所以暂时就没让波若西进入 只能等一些麻烦都处理完后 再让波若西进入接受传承了 在萧尘安排萧战和天邪等人 进入神木古墟内接受传承之时 萧兰在短暂参悟一下萧尘给予的古法后 也开始调动苍兰界的本源力量凝聚阵法 而随着萧兰打破限制 让自身提升等级化形后 整个苍兰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浩瀚的星空元气不断被接引到世界内 苍兰界的天地灵气和星空元气 在这一刻呈现出几何倍的暴涨 浓郁的天地灵气甚至凝聚成灵液 在苍兰界各地下起了淋雨 这令得苍兰界各大欲境内 不断有生灵突破 修为避障 毫不夸张地说 这是一个远超上古时期的黄金修炼盛事 半神境也不再是这一方世界生灵 所能达到的修炼终点 只要它们的功法传承 还有天赋资质跟得上 想要修炼到真神境 甚至是天神境都不在话下 当然 随着萧兰拥有高等智慧 以后凡是有生灵突破真神境 在度过天地神节的时候 体内都会被它种下烙印 这也算是它自保的一种手段 第五百二十八章 东陵星辅 不好忽悠的星君大人 另外一边 东陵星域 东陵大千世界 作为东陵星域中最为强大的大千世界 这里不论是世界的大小 还是元气和灵气的浓度 都要远远超过苍蓝界 而在这一方大千世界的最中心 一座足足有万丈高的巨型塔楼 如同晴天之柱一般 屹立于天地间 虚空中还悬浮着一座座巨大的山体 宛若一尊尊泰坦巨神一般守护左右 并且在山体上面 还有一座座宫殿 看起来金碧辉煌 再结合虚空中 有一道道极光在闪烁着 令得此地看起来 而这里正是东陵星域 东陵星域内唯一的霸主级势力 也是东陵大千世界最强的势力 此时 在这一方修炼圣地万里外的一处广场上 随着一阵传送光芒的亮起 几道身影也出现在广场上 这几人 赫然是君无敌和君家另外两位神王晋长老 东陵星域 多少年没过来了 这里还是老样子 看着万里外屹立于天地间的灰红建筑 君无敌的脸上也露出一抹向往的神色 当然 他不是渴望在这个地方修炼 而是渴望 什么时候君家才能取代张家 成为东陵星域最强大的势力 带我们去见东陵星眷 在走出传送阵后 君无敌只是略微感慨 便对一旁的护卫说道 他们虽然是来自其他大千世界 但也是对应世界中的霸主人物 一身修为更是达到神王境以上 所以 哪怕是在东陵大千世界之内 依旧也有属于他们的高傲和底气 没过多久 君无敌几人在护卫的带领下 便来到东陵星府的塔楼内 没想到 再进入到大厅后 君无敌就发现几道熟悉的身影 赫然是姬家老神王和苍龙异族的人 没想到你们这几个老家伙 竟然比老夫还要先到这里 看到眼前这几个老家伙 君无敌的神情变得阴沉 有关波若西的事情 姿势体大 其背后的奖励更是价值不菲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们可以通过这件事 跟天炎神朝和滨海神宫扯上关系 可若是有其他势力掺和 他们就很难得到重视了 苍蓝界的事情事关重大 我们若是不亲自跑一趟 恐怕日后都会遭遇大捡 听到君无敌的话语 姬家老神王低沉道 想起在士君古镇之内 萧尘所展现的恐怖战力 他的心到现在还在颤抖 你们 想把事情禀报给东陵星君 君无敌文言眼神一宁 在这一刻像是意识到什么 话音低沉的对几人传音道 波若西的事情非同小可 如果将这件事情告知了东陵星君 一旦对方想要独揽这份功劳的话 我们几大势力到头来 只会白忙活一场 甚至还要承担着 被那俩人覆灭的危机 如果能直接接触天言皇室之人 我们说不定还能因此改变命运 在君无敌这一番话说完后 姬家老神王和苍龙一族老神王 目光都忍不住闪烁起来 这做法 虽然会得罪东陵星君 可若是那个女人 真的是波若西的话 他们说不定真的能因此飞黄腾达 是秦框定吧 那俩人太恐怖了 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 不是如何跟皇室搭上关系 而是如何永久地铲除后患 在沉默一下后 姬家老神王十分理智地回到 这让君无敌的面色十分难看 显然没想到 这个家伙会这么胆小怕事 连这破天的富贵 也不敢冒险试一试 能不能独揽其身 无奈 我只好来到柳神学姐的公司 看着对方身穿制服黑丝 我犯难了 休先 应该要什么姿势 呗 资质才行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一番等待中 另外十几大势力也接连到场 一个个碰面都感觉到很诧异 也让君家老神王郁闷地想吐血 如今 十八大势力的掌权者一同到来 东陵新军哪怕是用屁股想都能猜到 背后牵扯到的事情肯定会很不简单 他们想要隐瞒 几乎不可能了 你们找本军 所为何事 在枯燥地等了两个半时辰后 随着一道话音突然响彻而起 一道虚影也出现在一时大厅 此人 正是东陵新府的辅主 东陵新军 名为张东陵 修为达到了神军静后期 放眼整个东陵新域 除去那些外来强者 他绝对是最强的存在 毕竟 东陵新域在天眼界内 也是较为强大的新域 所以张东陵有如此修为并不稀奇 无等见过新军大人 看到张东陵投影出现 君无敌等人 一个个神情一领 连忙对张东陵行了一个大礼 你们不带在自己的大千事件 一个个真身 跑到东陵新府来 莫非是东陵新域南部 出现什么今天的变故 张东陵文言扫了众神王一眼 话音有些诧异的开口询问道 眼前这十几个老家伙 是南部众多顶尖势力的河道者 他这一位新郡自然也是认识的 回禀新军 东陵新域南部 确实发生了大事 并且这事情牵扯到的层面极高 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新军大人 面见天眼皇室之人 在张东陵话音落下后 君无敌咬了咬牙说道 这一番话 瞬间让其他老神王面色微微一变 也让张东陵的眼睛当场眯了起来 是什么样的大事 让你们想越过本君 上报到天眼皇室的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一股森然的契机弥漫在大厅内 让众神王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新军大人别误会 实在是此事非同小可 我们几大势力 同时得罪了两位神军进抢者 不想因为这件事 将新军大人拉下水 所以这才想通过新军大人的引荐 让我们可以接触到天眼皇室之人 好让皇室来帮我们摆平这件事情 这样一来 即便局面变得很糟糕 新军大人也可以置身事外 在内心感到不妙中 君无敌硬着头皮道 不过在这番话落下后 张东霖神情没什么变化 只是淡默地看着君无敌 招惹到两位神军进抢者 淡淡注视一下君无敌议会后 在众神王赶到头皮发麻之时 张东霖话音冰冷地继续说道 听你这话的意思 是觉得我这一位新军 应对不了那两大神军 如此说来 他们的修为应该在神军进后期以上 而面对如此强敌 你们第一时间不哭爹喊娘 求本军庇护 反倒是行为诡异的 想要面见皇室之人 如果本军猜得没错的话 要么是你们的手里 掌握有能让皇室心动的筹码 要么是这两位神军 是天炎神朝正在通缉的强敌 本军没说错吧 第529章 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 本军就不劳你费心了 在张东霖话音落下之后 众神王的神情为之巨变 完全没有想到 这一位新军大人的心思 会如此敏锐 仅仅三言两语 就察觉到他们的不对 真不愧是活了十几万的老怪 如果你们还想隐瞒的话 那便自己走出东霖心府 看到君无敌等人在面色巨变中 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东霖心君话音淡漠的道 这一句话落下 让君无敌等人都感到一股寒意 显然这一位新军大人是动怒了 回禀心君 是波若西 我们一行人在南部的一个大千世界 遇到正在被天炎神朝通缉的波若西 如同是条件反射一般 在东霖心君冰冷的说出那句话后 姬家老神王还有其他人话音急促道 令得张东霖的面色巨变 你说什么 波若西 在喊出波若西这个名字的同时 张东霖原本虚幻的身子宁为实质 恐怖的威压也在大厅内轰然爆发 令得君无敌等人一个个面色都变得有些苍白 神君近后期的强者 放眼整个天炎神朝 也是上上游的强者 对于他们这一帮神王来说 也可以说是神一般的存在 把你们知道的都如实说出来 若是再敢有半点的隐瞒 就别怪本君不留情面了 在真身降临大厅后 张东霖目光冰冷地扫过众人 言语之间完全没有半点客气 似乎君无敌等人胆敢再有所隐瞒 他便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让这帮家伙明白 什么是星君之位 事情是这样的 在我们十八大势力所处的南部 有一方大千世界名为苍蓝剑 感受到张东霖身上森冷的契机 姬家老神王叹息一声开始说道 他可没有君无敌那么大的野心 只想抹杀萧尘和波若西 可以以此永绝后话而已 至于是东霖心腹出手 或者是天炎皇室出手 其实对他来说都差不多 苍蓝剑 神君传承 波若西 神秘的男子 听到姬家老神王大致讲完所有的事情 张东霖的脸上不禁露出一抹震撼之色 完全没有想到 在他所掌控的东霖心域 竟然隐匿着三尊神君敬强者 并且还是在同一个大千世界内 这简直就像是 卧榻之下 还藏着隔壁老曹 什么时候被偷家都不知道 布局十二多万年 为了争取一个神君敬强者的传承 不得不说 你们当真是好大的胆子 在念头落下之时 张东霖目光森然地盯着所有神王 身上隐隐流露出一种隐晦的杀机 发现神君敬强者的传承 这十八大势力都不上报 反倒是联手布局打算瓜分掉传承 这是想干嘛 很明显 这一个个都是狼子野心 打算借助这份传承崛起 幻想自家的势力中 能诞生出一位神君敬强者 从而拥有能跟东霖心腹教板的资格 博得天言皇室的重视 成为新的腐司 不过这最多只是让他感到震怒 还不至于心生杀意和感到后怕 毕竟 在他所掌控的心域内 下面哪一方势力 不是有这种狼子野心的 只是大家没有挑明而已 真正让他感到后怕的是 这十八大势力 竟然还掌握着一门底牌 是军古镇 他奶奶的 一个势力 掌握着一块镇盘 联合起来后 可以以大千世界为镇机 布置出足以诛杀神君敬强者的镇法 这他妈要是把他引出来这么一下的话 那他这一位新军大人 岂不是得当场去世 看到我一脸纠结 柳神学姐说不想交的话 他就跟我谈几单几个亿的订单 让我交不出货 把我公司掏空 好歹多 新军大人不要误会 五等对新军大人 绝对没有半点一心 手握重宝 只是先祖传承下来的而已 如今是军古镇已经自毁 我们十八大势力 不仅陨落了一位神王进强者 就连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分身 也一起陨落殆尽 十八大势力 因为我们的愚昧和无知 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倒是波若西和那一位神秘男子 俩人虽然承受了 是军古镇的自爆 但老朽觉得他们十有八九还没死 顶多就是受到重创而已 如果新军大人可以找到这两人 将其情下并献给天炎皇室的话 想必可以得到天炎皇室的赏赐 修为说不定还能瞪上一层楼 有望成为天炎神朝的异性王 感受到张东霖身上的气息 变得无比森然后 姬家老神王在面色聚变中 求生欲满满的道 一番话 先表明自己的立场 再顺势转移话题 最后再拍一下马屁 倒是让张东霖有些不好发作了 刚才你好像很想越过本军 将这件事告知点皇室中人 在这一句话落下后 张东霖目光森然的落在君无敌的身上 听这话似乎是有种要杀鸡儆猴的意思 这可把君无敌下的不轻 在面色苍白中急忙回到 新军大人误会了 老夫刚才之所以不敢将事情说明白 是因为我们还无法真正的确定叙事 万一那女子并不是波若曦 而只是跟对方神似的女子 一旦闹出乌龙惹得天炎皇室和滨海神功震怒 新军大人恐怕也会受到牵连 所以老朽方才会想着要隐瞒事情的真相 说完这一番话 君无敌浑身冷汗都冒出来了 虽然他敢笃定 这一位新军大人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动手 但这样被一位神军敬强者盯着 依旧很恐怖 最好是如此 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 本军就不劳你费心了 眼神冰冷地看了君无敌一会后 张东霖话音淡漠地说道 让众人的心都为之遗产 很显然 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 即便他们是东霖新玉的中流砥柱 这位新军大人也会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 新军大人 那我们接下来是要通知皇室 还是 再犹豫一下后 苍龙一族的老神王硬着头皮询问道 你们都说 无法百分百地确定 这个女子就是波若西 并且对方现在是生还是死也不知道 你们让本军如何禀告皇室这件事情 张东霖文言淡漠地说道 那种意思已经不言而喻 新军大人独自想要苍蓝界探明情况 听到张东霖这话 众神王面色一变 虽说他们引爆了弑君古镇 将萧尘和波若西给淹没了 但自始至终 这俩人到底没有陨落 或者是有没有受创 他们对此都不知道 如果这两人受到的伤势并不重 那可就是两位神军竟巅峰强者 张东霖就算修为不凡 也难以同时应付两人 万一阴沟翻船 可就搞笑了 第五百三十章 他对于女性的杀伤力 已经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 你们是觉得本军 提不过他们俩个 还是觉得他们 在神军级古镇 引爆大千世界的冲击中 可以安然无恙地 规避掉那种恐怖伤害 看到众神王一脸骇然 张东霖弹幕地开口道 这让众神王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不过你们的担忧 也不无可取之处 为人处事谨慎一点 总是没有错的 这一次 本军会和左右护法一起 跟你们一同前往苍蓝界 还不等众神王说些什么 张东霖又开口补充两句 令得众神王的瞳孔 微微一缩 左右护法 听到张东霖这两句话 众神王脸上露出狂喜 这可是东霖心腐 另外两位神军镜强者 虽然俩人都要比张东霖弱一些 修为境界 只有神军镜中期而已 但俩人是一对兄妹 修炼龙凤成祥功法 阴阳合璧之下 战力还能叠加 甚至可以硬汉一些 神军镜后期强者 有这两位护法 加上这位新军 那他们绝对可以生情波若西 并且将那一位神秘男子斩杀 势不宜迟 即刻出发 没有理会众神王的狂喜 张东霖抬手打了个响指 一男一女如同鬼魅一般 也浮现在塔楼的大厅内 随后在君无敌等人的带路中 一行人便朝苍蓝界火速赶过去 如果萧辰和波若西 没有在那种攻击中陨落 最大的可能性 便是回到原先的大千世界内 设下一些手段 以便应对危机 或者是带着自家亲朋好友 直接逃离那一方大千世界 所以说 他们越晚动身前往 扑空的几率就越大 目光回到苍蓝界 在安排完萧战和天邪等人 进入神木谷墟内接受传承后 萧辰此事也有些犯难了 就算是算上萧家几位长老 和一些优秀的弟子 三千神帝传承 最终也只能继承一百多人 还有两千多座孤坟 依旧是处于空置中 看来还是得尽可能的 找一些心腹培养 三千神帝强者的传承 才能发挥出作用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辰身形消失在萧家内 直接出现在万宝商会中 萧姐 你又在想萧公子了 梁亭之内 看着柳燕飞 抬起头呆呆地看着那一轮明月 站在身后的柳英 在此时忍不住开口叹息道 自从萧辰离开万宝商会 前往中狱这一段时间内 柳燕飞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整个人也没了以往的风情万种 反倒是一个被丈夫遗忘的幽怨小媳妇 每到夜晚都会站在这梁亭内 特别是 当紫灵和紫罗接到萧辰回归的信息 也离开商会一同回到柳云城萧家后 这种失落感让他愈发难受 音音 你说 如果我前段时间听老祖的话 不要有所顾忌 主动献身的话 现在会不会也可以跟紫灵他们一样 往后都能一直跟在萧公子的身边了 听到柳英的询问 柳燕飞眼神黯淡 话音复杂地问道 这两句话 让柳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现在据他所知 萧辰的修为已经达到苍蓝界的顶峰 说不定已经超越半神 踏入真神境了 这种存在 说一句不好听的 放眼整个苍蓝界 都没几个女子能配得上对方 至于柳燕飞 如果是在萧辰刚来到万宝城的那段时间 他想要成为对方的红颜知己 还有一些可能 可是现在 俩人的差距太大了 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所以 在柳英看来 柳燕飞这一辈子 应该是没机会了 但这些话 他可不敢说出来 生怕这位为情所困的小姐 今后会为萧公子而抑郁了 看来连英姨也认为 燕飞是真的错过了 感受到柳英 迟迟都不敢开口 柳燕飞也明白了对方的心思 在话音落寞而悲哀地说了一句后 两行青泪 也从柳燕飞的脸上滑落 如果上苍愿意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 他哪怕是不知廉耻地给自己下药 也要将这一身清白 交给那个男人 这段时间的悔恨和落寞 让他明白了 如果这一辈子 不能跟在一个 在他内心深处留下痕迹的男人身边 那他往后余生就算再怎么才华四溢 也不会快乐 而俩人在交谈中 浑然没有察觉到 身后多了一个人 听到柳燕飞和柳英的对话 萧辰此时也感到有些意外 虽然在前段时间 他也能感觉得到 这一位商会大小间 对他有大大的好感 但他没想到 才一段时间没有跟对方见面 这种好感会变质到这种程度 直接演变成了单相思 还是很严重的那一种 他来在不知不觉中 他对于女性的杀伤力 已经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 燕飞小姐 许久不见 你进来可好 在沉默一下后 萧辰站在身后 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只能来一段十分经典的老套 开场白 但就是这简单的两句话 瞬间让柳燕飞如遭雷劈 整个人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转过身 在看到那一道熟悉的身影后 原本只是淡淡的两刀泪痕 在这一刻宛若开闸泄洪一般 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一滴滴眼泪 在月光的照耀下 如同是断了线的珍珠 这情形倒是把萧辰整得有些尴尬了 萧公子 下一刻 还没等萧辰开口说什么 柳燕飞如同被压抑了许久 整个人在话语泥喃中 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 猛地扑进萧辰的怀中 是真的 我不是在做梦 真的是萧公子 感受到这一句结实的身躯 柳燕飞这一刻如梦似吃 抬起头红着眼睛的盯着萧辰 萧公子 你要了我吧 燕飞想要做你的女人 燕飞想要以后都跟在你的身边 哪怕是为奴为婢 不管是当你的什么 燕飞都心甘情愿 这个要求对萧公子会显得自私 但燕飞真的不想再体验这种相思之苦了 说完 柳燕飞已经将所有的矜持和廉耻 都统统抛到脑后 点起脚尖 就朝着萧辰啃过去 看到柳燕飞这样子 萧辰虽然感到很意外 但并没有将对方推开 反而顺势跟对方吻在一起 对于柳燕飞 他在刚来到冬域的时候 也有想过要拿下对方的 只是后面发生了各种事情 他在万宝商会停留的时间少了 这个念头才慢慢被淡化掉许多 而这一次前来万宝商会 主要是想送柳燕飞一场造化 让其进入神木古墟获得传承 只是没想到 俩人一见面 柳燕飞竟然会这么主动 既然对方有情 他自然也有意 那便干柴烈火 水到渠成吧 至于这样子 会不会显得很渣 反正他都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还谈什么渣不渣 第531章 主人 我将阵法布置好了 快点狠狠地奖励我 看着激情望我中的俩人 柳燕也不好待在凉亭内 在满脸欢喜地 看了柳燕飞以后 便转身离开了院落 本以为柳燕飞这辈子是错过了 没想到这一位萧公子 还会回来 这一下子 柳燕飞倒是能如愿以偿了 良久 在赶到身胶体软后 柳燕飞才红着脸 跟萧尘分开 话音有些紧张和期待地说道 萧公子 外面凉 我们回方歇息吧 这两句话 虽然没有说得很明白 但意思已经不言而喻 很显然 柳燕飞是想要萧尘进厢房内 尝一尝他珍藏多年的女儿红 现在可不行 在柳燕飞满怀期待中 萧尘摇了摇头说道 这一句话 令得柳燕飞脸色一变 有些紧张地抬起头 难道是他太主动 让萧尘看清他了 别想多了 我现在的修为超过你太多了 你的身体无法承受我的恩责 等你修为突破到真神境 切实你想反悔都不行了 看到柳燕飞神情的变化 萧尘捋了一下对方的发丝 低下头话音柔和的安抚道 让柳燕飞的脸色微微一红 才意识到是他自己想多了 不过在下一刻 柳燕飞像是意识到什么一般 整个人又有些呆呆的抬起头 真神境 他必须修炼到真神境 才能成为萧尘的女人 这确定不是口误说错了 在这一段时间 随着苍蓝界浩劫的掀起 他也了解到世界的浩瀚 也知晓了 在帝君境上面 还有个半神境 唯有突破半神境 度过天地神节后 才能达到真神境 哪怕是苍蓝界最为顶尖那些妖孽 没有数千年的积累和感悟 想突破到半神境都很困难 更别说真神境了 不用担心 我这一次前来万宝商会 本就是要送你一场机缘 让你可以在短时间内 修为突破到真神境 看到柳燕飞一脸不知所措 萧尘也没有卖关子 便将神木古虚之事 跟柳燕飞说了一下 神帝传承 听到萧尘说完这些 柳燕飞彻底惊呆了 完全没想到 在真神境上面 还有诸多境界 而萧尘这一次 想要赠予他的机缘 竟然是神帝的传承 一时间 倒是让他感到更不知所措了 萧公子 燕飞有何得何能 能承受如此机缘 想到这是足以让神域 无数强者为之疯狂的传承 柳燕飞有些愧不敢当地开口道 不过他的话语还没有说完 就被萧尘抬手按住了嘴唇 就凭你以后是我的女人 就足以承受这一份机缘 还有 以后别再称呼 我为萧公子了 跟彩燕他们一样 喊我夫君吧 随着萧尘这几句话的落下 哪怕是柳燕飞这一位商业女强人 在各种场合中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在这一刻还是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夫君 在萧尘拿开双手后 柳燕飞喊出这一个曾经 只敢在梦中称呼的昵称 眼泪再一次不争气地掉落 随后搂住萧尘又吻了上去 哪怕此时动作很生疏 但他依旧疯狂索取着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表达他此时的情感 过了好一会 柳燕飞眼神迷离地松开萧尘 目光坚定地看着对方开口道 夫君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等我从神木骨絮中出来后 燕飞一定要好好地伺候你 在柳燕飞说完后 萧尘也没有和柳燕飞继续亲亲我我 而是一起找到柳青天 将所有情况都说明一下 得知柳燕飞往后即将成为萧尘的女人 并且接下来还要继承神境强者的传承 柳青天差一点就乐疯了 不过后面 听到萧尘说 这一次神境强者的传承名额 也有他这一位商会老祖之时 柳青天险些当场晕厥过去 他万万没想到 因为柳燕飞跟萧尘这一层关系 这颇天机缘也会降临到他头上 当真是万宝柳家祖坟冒清烟了 在简单交代一番后 柳燕飞和柳青天在萧尘的安排下 一起进入到神木骨絮中接受传承 搞定完万宝商会这边后 萧尘又走访了其他势力 比如 慕容家 蛇人族 东元火家 大罗皇朝 吞天蟒一族 大荒宗 等诸多势力 这些势力 都是萧尘在成长过程中 跟他产生过交集 并给予过帮助的 他想要培养心腹 自然也会从这些势力中优先挑选 忙前忙后 两天时间就过去了 不过这一次 在甄选了众多势力的强者后 所有名额加起来 也不到三百个 虽然还剩下九成神帝传承 依旧空置着 但萧尘对此已经很满足了 并没有想到要一次性开启 毕竟 在融合神帝强者遗留下来的部分神员后 继承者的修为 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神境 但撑死也就能达到天神境 往后若是想提升到神王境 或者是神君境 以及神帝境 还是得靠大量的资源堆积 所以 在短时间内 让太多人继承神帝强者的传承 很难一下子就培养出高阶强者 其他继承名额 只能等他手中资源足够之时 想要打造一个无敌势力之时 再考虑 让人继承了 跟柳神学姐的订单谈了一半 就被美都沙同学叫出来 非要弄清楚 他和柳神学姐哪个的感觉好 让我怎么说 还剩下167万点神圆点 处理完所有事情后 萧尘盘坐在萧家内院 看着属性面板 有些郁闷 本来以为三千多万点神圆点 可以让他好好挥霍一阵子的 没想到短短几天的就见底了 看来在安顿好所有事情后 他必须前往一些高等世界 回收更多的神级材料才行 哇 就在萧尘感慨之时 苍丸界的虚空中 突然爆发一阵光明 一道道五彩斑斓的纹路 宛若蜘蛛网一般蔓延虚空 如同有什么天地大阵凝聚成形一般 一股恐怖的威压 当即横扫整个世界 令得无数生灵都为之骇然 好在这种威压并未持续多久 在阵闻隐没虚空中后 也一同消失在天地间 混元乾坤阵布置出来了 看着虚空中那种惊人的动静 萧尘脸上露出一抹诧异之色 真不愧是世界之灵 仅仅两天时间 就能参悟透一门神军级阵法 并利用她给出的神级材料 以这一方世界为核心将其布置出来 主人 我将阵法布置好了 快点狠狠地奖励我 就在萧尘心生感慨的同时 萧兰的身影鬼魅般的出现 毫不客气地扑进萧尘怀中 随后 就像前两天柳燕飞一样 搂住萧尘的脖子 直接吻上去 第532章 主人你好坏 萧兰好喜欢 猝不及防之下 萧尘当场被萧兰偷袭一个正正 感觉对方像是一个吸血鬼一般 仿佛要将她浑身精气 连同魂魄都一起吸走 这令得萧尘的瞳孔微微一缩 求胜本能当即被激发 随后展开激烈的反击 没过多久 没有多少实战经验的萧兰 就在这一种较量败下阵来 两眼也变得水汪汪的 可纯可欲地盯着萧尘 主人 你好暴力啊 不过萧兰 好喜欢 说着 萧兰脸上露出不服气的神色 紧接着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主人果然是心口不一 就让我们决一胜负吧 说完 萧兰又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 看起来就像是要活吞了萧尘 这让萧尘有些忍无可忍了 准备让萧兰尝尝她的厉害 不过就在此时 随着空间泛起了涟漪 一道身影也随之浮现 一股冷冽的冰寒气息 如风暴一般弥漫开来 这让萧尘和萧兰的动作微微一致 现在随时都会有危机爆发 萧公子倒是还挺有雅性的 看到萧兰又扑在萧尘身上 波若西嘴角微微一抽 话音有些悠悠的道 这让萧尘感到有一点小尴尬 连忙将萧兰从身上扒拉下来 你 修为恢复到神军镜了 感受到波若西身上涌动的气机 要比先前恐怖的太多了 萧尘的眉头微微一挑 只是勉强恢复到神军镜初期 战力最多只能抗衡中期强者 波若西文言点了点头 能修炼到神军镜的 每一个都是各自心域内的妖孽人物 不论是战力还是手段都不比别人差 往往一个小境界之差 所产生的战力差距 就可以呈现出一面倒的状态 所以 这几天要是遇到神军镜后期强者 单凭他一个人的话 还是难以应对 无妨 如今汇圆乾坤镇已经布置完毕 加上还有萧兰这个家伙在 就算是神军后期强者降临 我们也可以轻易应对 如果局面变得很棘手 到时我自会动用底牌 萧尘文言淡笑着摆了摆手 一旁的萧兰 文言猛地挺起胸膛 脸上露出一抹傲 她现在的修为达到神军镜中期 只差一步就能突破到神军镜后期 如果是在这一方世界 配合混元乾坤镇的话 哪怕是神军镜后期强者 只怕也会吃不了兜着走 这女人虽然很不凡 但你别忘了 她可是世界之灵 是不允许划行的 一旦她的真实身份 被神域强者识破了 所产生的轰动 不亚于一尊神帝兵出世 看到萧兰一脸嘚瑟的样子 波若西的话如同一盆冷水 让萧兰的神情一僵 也让萧尘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波若西说的没错 在神域中 所有大千世界的天道意志 都是没有具体形态的 更不会有高等的神智 所以说 萧兰应该是神域星空中 仅有的一个异类 如果让神域强者知道了 势必会疯狂地进行抢夺 毕竟 这种有灵智的世界之灵 如果能以大神通江炼化 结合各种珍稀的神级材料 说不定能炼成一尊神帝兵 当然 这个只是来自神域强者的觊规 真正让萧尘感到担忧的是 一旦萧兰身份暴露引起骚动 可能会被神域星空意志察觉 届时 一旦神域星空意志 想要抹杀萧兰 那整个苍蓝界 都会化为星空尘埃 想到这里 萧尘顿时感到有些头疼 这么一来的话 哪怕萧兰有神军进中期的实力 在这一方世界 配合混元乾坤阵 甚至可以抗衡神军进后期强者 可一旦对方出手 又存在极大风险 难不成 萧兰这一只世界之灵 只能用来给他暖被窝 这岂不是太浪费了 看到我面露难色 美杜莎同学很是火大 觉得被柳神学姐压了一头 立马去换了一身衣服 还要狠狠教训我 我 嗯 主人 我有了 就在萧尘感到犯难之时 萧兰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脸上露出一抹兴奋之色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骚话 让萧尘的脑门浮现黑线 神他没有了 刚才就吻了一下 现在就已经有了 特殊抑韵体制是吧 少一惊一乍的 有什么话快说 在内心吐槽一下后 萧尘有些无奈的道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 我可以跟主人合体 听到萧尘的话语后 萧兰露出一抹羞涩 神情有些扭捏的道 这一句话 瞬间又把萧尘雷住了 合体 特喵的 这么严肃的话题 还能想着那种事 呜 主人果然想歪了 表面上对我不屑一顾 实际上什么都想过了 主人你好坏 萧兰好喜欢 看到萧尘这个表情 萧兰顿时一脸兴奋 又忍不住扑到萧尘的怀中 打算索取一波大大低奖励 这看得一旁的波若曦 额头忍不住轻轻跳动 险些没忍住 动手抱打着一只 骚里骚气的世界之灵 但想一想 她目前还没恢复到巅峰状态 似乎打不过萧兰这一个女人 只能暂时先忍了 少没正形的 赶紧说正事 看到萧兰这样子 萧尘板着一张脸 萧兰也不好继续胡闹下去 只好开门见山地解释起来 主人 你别忘了 我现在虽然拥有高等神智 并且还可以化行为完整体 但本质上 还是世界之灵了 我可以重新化为天道意志状态 然后跟主人你意念合一 两者互相融合为一体 这样一来 就相当于合道 主人在这一方世界内 可以任意地调动法则 甚至在不离苍蓝界太远的情况下 也可以通过我 爆发出神君境之力 一脸兴奋地说完这些后 萧兰神情傲娇地抬起头 似乎在炫耀自己的特殊和强大 而萧尘和薄若西文言 则是眼神一宁 显然都没想到 萧兰竟然还能这么用 合道 好像会引发神域星空意志感应 从而被对方种下烙印 成为傀儡 你确定这样 不会有问题 在沉默一下后 萧尘像是想到什么 话音凝重地询问道 不怕 我现在已经切断 跟神域星空意志的关联 再加上主人身上的契机 无法被常人识破 就算是进行合道 也不会被察觉 所以主人不必担心 萧兰文言大大咧咧地说道 脸上还露出跃跃欲试 甚至是有些兴奋之色 想到可以跟萧尘合体 进入到萧尘的身体内 就让他感觉到很刺激 就像是一种另类的战友 和被对方支配 绝对会让他感到 彭壁生辉的 假期结束 数据全面暴跌 希望大家看完 能花点时间点一点免费小礼物 作者现在就靠免费小礼物吃饭 喜欢本书的帅哥美女们 还请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第533章 是觉得找来几位神军进强者 就能来找本公子报仇血恨了 看到萧兰跃跃欲试 还有这种奇怪的表情 萧尘的嘴角微微一扯 主人 你要不要先体验一下看 提前体验一下的话 可以先熟悉这种力量 就算遇到强敌降临 也不会显得很仓促 看到萧尘一脸怪异 萧兰兴奋地追问道 那样人畜无害的样子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长相清纯甜美 实际上是吃人不涂骨头的小恶魔 这让萧尘感到有些无奈 不过在沉默一下后 萧尘也想体验看看 毕竟 正如萧兰所说的 体验熟悉一下的话 如果真有强敌降临 萧兰用起来 也可以更加的得心顺手 那就试一试 萧尘沉默一下开口道 不过就在她话音刚落下 萧兰的脸上露出狂喜 但还没来得及开口说什么之时 苍兰借星空之外 一道恐怖的修为波动轰然爆发 令得萧尘和波若西的面色一变 一个个目光凝重的看向苍穹上 来了 能有如此恐怖的气息 这无疑是神军境强者 而在这节点上 降临苍兰界的神军境强者 很显然 这是十八大神王找来复仇的依仗 嗯 一位神军境后期 两位神军境中期 还有一帮神王境的若姬 主人 他们是来送人头的 在萧尘和波若西眼神一鸣之时 萧兰感受一下星空之外的气息 顿时有些兴奋的说道 这帮家伙来得好啊 正好可以让他和萧尘意念合一 主仆何必乱杀这帮愚蠢的家伙 不要大意轻点 他们敢大张旗鼓地前来 说不定手里掌握有底牌 看着萧兰这个样子 萧尘微微摇头道 我们先上去看看 你化为天道意志 先不要显露出来 对着萧兰叮嘱一句后 萧尘和波若西撕裂虚空 俩人一同消失在萧家内 而萧兰则是化为无数光点 融入这片天地 经过一番交流 美杜莎同学终于不计较跟柳神学姐的事 还觉得我不容易 打算给我介绍她以前的闺蜜 这不好吧 另外一边 苍蓝界十万里外的星空中 随着虚空如镜面一般的破碎 一道道身影 也集体浮现出来 刹那间恐怖的神威 弥漫着亿万里虚空 令得这方虚空的大日 都显得有些暗淡 这一行人 赫然是以张东霖为首的一众强者 这 便是苍蓝大千世界 看着前方那一颗巨大的蔚蓝星球 张东霖的瞳孔 在这一刻微微一缩 因为在她的感知中 这一方大世界内 弥漫的天地灵气和星空元气 竟然无比浓郁 虽说比起她所在的东霖大千世界 还略有不及 但完全不像君无敌等人所说的那样 是一个看起来比较低等的大千世界 这倒是让张东霖感到有些疑惑 怎么可能 这一方世界的天地灵气和星空元气 怎么会在短短几天内 变得如此浓郁 在张东霖询问之时 感受到苍蓝界如今的天地灵气和星空元气 君无敌等人都是一脸震惊 这种灵气和元气的浓郁程度 竟然比他们的世界都还要强 看来这方世界 在这短短的几天内 应该是发生了蜕变 察觉到君无敌等人的神情变化 张东霖的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 能让一方大千世界发生蜕变 要么是对方手里掌握有重宝 要么是对方的修为足够强大 不久前才宰了你们的分身 没想到你们还敢真身降临 是觉得找来几位神军进抢者 就能来找本公子报仇血恨了 在张东霖心念落下之时 随着一道冰冷的话音 回荡在虚空中 萧尘和波若西俩人也浮现在星空中 虽然没有什么威压爆发 但俩人的出现 却让君无敌等人的瞳孔剧烈收缩 一个个就如同大白天活见鬼一般 脸上充斥着惊骇和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 他们看起来竟然毫发无伤 就连气息也没有半点虚浮 看着萧尘和波若西一脸淡漠的样子 君无敌和姬家老神王等人 内心忍不住涌出一股寒意 他们在分身陨落之时 分明引动了弑君古阵 带着那方世界自毁的 那种恐怖的冲击 他们虽然没能亲眼看到 但根据他们多年的阅历 哪怕是张东霖这一位新军大人 被正面轰重 十有八九也得陨落 可现在 这俩人 竟然一点屁事都没有 波若西 果然是你 而在君无敌等人感到惊骇之时 张东霖目光死死地盯着波若西 神情在这一刻也变得有些激动 没想到被两大势力通缉了一万年 你竟然会躲在本军掌控的心域内 这还真的是让本军有些不敢相信 不会错 这种清冷高贵的模样 还有这种冰寒的气息 跟他两万多年前 天眼神朝和滨海神宫发生碰撞之时 在战场上看到对方时 基本是一模一样 并且对方 此时的修为波动 只有神军进初期 看来在一万多年前 这一位滨海神宫公主 虽然侥幸地逃了出去 但也因此伤到了根基 当真是天赐机缘 一位神军进后期 两位神军进中期 近五十位神王进强者 这阵容还真的是强大 在张东霖开口之时 萧尘扫了在场所有人一眼 脸上并没有半点荒万之色 如此阵容 看起来虽然很恐怖 但对他来说不算啥 顶多就是消耗一张神军进修为体验卡而已 不过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萧尘可不想随便浪费底牌 你有把握对付几个 扫了张东霖等人一眼后 萧尘对着波若西询问道 拖住那两个神军进中期 一时半会不成问题 波若西文言淡淡地回了一句 虽然他只有神军进初期 但手握一件极品神军兵 加上他浑厚的法则领悟 想牵制两位神军进中期强者 应该不难 岂然这样 那这一个神军进后期的家伙 还有这一帮不知死活的神王 就交给本公子来清理好了 萧尘文言淡淡一笑 随着冰冷的话音 回荡在虚空中 一股森然的杀机随之弥漫而开 令得张东霖的脸色变得难看至极 他好歹也是一位神军进后期的强者 放眼整个天眼神潮可是顶尖的存在 眼前这两个家伙 不仅敢无视他的存在 还敢如此明目张胆的商议 要如何将他们一行人灭杀 当真是狂妄至极 第534章 你在教本军做事的话 本军不介意先宰了你 新军大人 不要跟他们废话 先将波若西拿下 再合力斩杀那个男的 在张东霖面色阴沉之时 君无敌当即大声爆喝道 想起肖尘和波若西的恐怖 他的心到现在都还在颤抖 如此恐怖的两个家伙 若是不除掉的话 只怕今后都会寝食难安 你这是在教本军做事 听到君无敌的爆喝 张东霖面色骤然一沉 目光冰冷地扫了君无敌一眼 这让君无敌的身子猛地一颤 在面色变化中连忙低下头去 主人 先下手为枪 直接干他们 在张东霖呵斥君无敌的同时 萧兰的话音也传入萧尘耳中 那种急不可耐的感觉 仿佛已经憋了好久了 嗯 那边动手吧 萧尘文言也没有跟张东霖等人废话 点了点头 对着萧兰和波若西传音道 在这句话落下之后 萧兰顿时发出欢呼 主人 我要进来了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整个苍蓝界轰然震动起来 无数光点汹涌地汇聚而来 如同乳歌龟巢一般 疯狂没入萧尘体内 令得萧尘的瞳孔微微一缩 身上的修为气息疯狂暴涨 一股浩瀚无比的力量 不断冲击着她的身体 主人 我们终于合二为一了 这种感觉真的好刺激 感受到意志完全融入到萧尘体内 萧兰又像一个痴女一般不断叫唤 仿佛跟萧尘这样合二为一 可以让她的生命得到升华 别吵 让我好好感受一下 听到萧兰叽叽喳喳的 萧尘有些无奈地说道 说话间 萧尘的修为气息 已经暴涨到神君境中期 令得张东霖等人的瞳孔微微一缩 合道者 看到萧尘身上的变化 张东霖眼神微微一凝 没想到 萧尘竟然是一位合道者 这倒是让她感到很意外 因为合道者 如果是离开自己所在的世界太远的话 是无法融合天道意志 提升太多修为的 而根据姬家老神王等人的描述 萧尘被他们引诱到是君谷镇内 所爆发的修为可是神君境巅峰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对方现在怎么会是一个合道者 并且合道后修为是神君境中期 这倒是有些前后不一了 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是一个合道者 不仅是张东霖感到有些不敢相信 就连君无敌等人也一脸难以置信 因为在他们的感知中 萧尘此时爆发的气势 要比前几天若太多了 最重要的是 如果对方是一位神君境巅峰强者 为什么还要去融合一方世界意志 这只能拖累和限制自己 老夫知道了 他前几天之所以能爆发出 神君境巅峰战力 绝对是利用某种禁忌手段才能做到的 但那种手段 他短时间内无法再动用第二次 再加上在士君谷镇的自暴中 他必定是遭受到可怕的重创 为了稳住修为保住根基 再逃回这方大千世界后 他不得已才跟这一方世界的天道意志融合 在面色变化中 君无敌像是想通什么一般 激动地对着张东霖说道 新君大人 他现在绝对是外强中干 是我们抹杀他的好机会 这一番话 让萧尘感到有些意外 目光诧异地看了君无敌一眼 不得不说 这脑补能力很强 只可惜 这家伙脑补歪了 真是一个大聪明 你再叫本君做事的话 本君不介意先宰了你 听到君无敌激动的哇哇大叫 张东霖只是目光森然地扫了对方一眼 身上弥漫着的杀意 让君无敌菊花一锦 他这才想起来 这一位新君大人向来高傲 可不喜欢听从别人的意见 若是他再避避 真的会被宰了 刚下班 美毒沙同学真把他以前的闺蜜找来了 呜呜 又是个白发妹 叫做小医仙 喜欢针灸下药 跟我很对口啊 这位朋友 虽然不知道你跟波洛西是什么关系 但他可是勾结北域邪教的神域叛徒 如果你是被这个女人蒙蔽的话 不妨跟本君一起将这女人情下 在警告君无敌一句后 张东霖目光看向萧陈 话音温和地说道 不过他的话语还没说完 一股冰寒气息轰然爆发 你说什么 本宫勾结北域邪教 是神域种族的叛徒 波洛西目光森然地盯着张东霖 说话间身上凝聚着滔天的杀意 想不到他被同门师妹被刺 在侥幸逃出为杀后 还被抹黑成是勾结北域邪教的神域叛徒 蓝玄机 可真有你的 想到这里 波洛西对于蓝玄机的恨意 直接攀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你们也认为 本宫是勾结北域邪教的叛徒 在内心充满杀意中 波洛西盯着张东霖等人问道 这一万多年来 天眼界和苍蓝界都是这么流传的 不过看波洛西公主现在这反应 似乎这其中还存在着某些隐情 要不这样吧 洛西公主不妨跟本君回一趟天眼神巢 如果这其中真有什么隐情的话 相信天德陛下会替你招告天下的 听到波洛西的问话 张东霖目光闪烁道 不过他的话音才刚落下 就听到波洛西冷笑着道 你是不是觉得 本宫现在的修为跌落几个小境界 就连智力水平也下跌了几个层次 你说这话不觉得可笑吗 冷笑一声后 波洛西抬手对着虚空一抓 冰海水寒剑出现在他手中 目光锁定在张东霖左右护法的身上 一股恐怖的冰寒剑意也弥漫于星空 想要积拿本宫的话 就拿出你们的本事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波洛西也没有再废话 直接将体内修为催动到极致 恐怖的冰寒法则肆虐于星空 一道道剑光宛若惊鸿一般 煞时间展现了那一男一女 那种恐怖的威势 看得军无敌和姬家老神王等人面色俱变 一个个在头皮发麻中都本能地拉开距离 既然你不知好歹 那就让本君来领教一下 你这一位滨海神功公主 究竟是有什么能耐 看到波洛西毫不犹豫地动手 张东霖话音森然地说了两句 修为在这一刻也轰然爆发 抱歉 你的对手是本公子 看到张东霖想对波洛西出手 刚熟悉一下力量的萧陈 在这一刻也踏出了一步 混沌修罗枪出现在他手中 恐怖的雷火之力随着枪芒 当即朝着张东霖横扫而去 虽然不清楚北玉邪教是什么势力 但应该跟那一尊玉外邪魔有牵连 可不管怎么样 波洛西现在跟他是一个阵营的 未来也有可能会成为他的女人 岂能容他人带走 第535章 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实力吗 似乎不过如此 狂妄 看到萧陈枪芒横扫间朝他杀过来 张东霖的眼神瞬间变得凌厉起来 没有动用任何神兵 只是抬手轰出一拳 在一枚眉符文不断闪烁中 张东霖的手臂变成赤金色 身后更是浮现出万丈虚影 整个人如同怒目金刚一般 刹那间跟枪芒轰击在一起 下一刻 在轰鸣声震动星空中 毁灭性的冲击化为龙卷风暴 一瞬间内便席卷百万里星空 君无敌等人在面色聚变中 疯狂爆发修为 一个个倾尽全力 才勉强挡住这种冲击波 而波洛西和那一对兄妹护法 倒是没受到什么影响 三人在风暴冲击中 也是十分强硬的碰撞在一起 令得星空中的风暴变得愈发恐怖 竟然以肉身硬汗神兵 看到张东霖一拳轰在混沌修罗枪上 枪身在火花闪耀中变得弯曲起来 一股恐怖的距离也从上面传过来 萧尘的神情变得极为凝重 没想到 这家伙的肉身竟然这么可怕 完全不逊色一些神军级兵器 现在混沌修罗枪只升级到神王级 想要破开对方的防御还有些难度 主人把他引到苍蓝界内 利用阵法将他宰了 看到萧尘在碰撞中没占据什么上风 萧兰在萧尘脑海中义愤填膺的说道 不用 不就是修为差了一个小境界吗 你主人的战力爆发 可没你想的那么弱 听到萧兰的话语后 萧尘只是淡淡一笑 随即将混沌修罗枪收了起来 既然这家伙对自己的神体很有自信 那就来一场神体与混沌体的碰撞吧 在这个念头落下后 混沌神力在萧尘体内汹涌爆发 苍蓝界的能量疯狂的汇聚而来 一枚古老的符纹浮现在萧尘的眉心上 甚至在脖梗手臂也有一道道神文浮现 苍茫而古老的混沌气息 宛若风暴一般席卷而开 萧尘体内的气血剧烈的沸腾起来 整个人如同一座恐怖的血肉轰炉 抬手间就足以爆发出恐怖的神力 哇 主人你好猛啊 你这么疯狂的吞噬天地精华 萧兰感觉快要被主人吸干了 在萧尘浑身气血之力疯狂暴涨中 萧兰又激动的在脑海中哇哇大叫 萧尘并没有理会萧兰的叫嚷 只是目光森然的锁定张东霖 在嘴角掀起一抹冷笑后 整个人也化为流光冲出 混沌霸体功 是混沌神基于混沌体的基础上 所开发出来的纯肉身攻击手段 当年混沌神凭借着功法 曾硬生生打爆多位神帝 虽然他现在只是初步掌握 但也能爆发出惊人的战力 好可怕的气血波动 这家伙是想跟本军硬碰硬 看到萧尘浑身弥漫着混沌气息 煞时间破碎虚空朝他震撒而来 张东霖在诧异中眼神变得冰冷 神军进后期的修为轰然爆发 身体上同样也有神闻在闪烁 在冷笑一声后 张东霖也是破碎虚空杀向萧尘 一拳毫无花哨的迎向萧尘那一拳 跟一个注重肉身修炼的神军进强者 抵拼肉身之力 并且还是在修为相差一个小境界的情况下 不得不说 这一个和道者还真是有够自信的 哼 下一刻 随着两人的拳头猛的对碰 星空中如有一轮大日暴碎炸开一般 毁灭性的冲击在两人周围崩塌出一个黑洞 而在这种对碰中 原本有着绝对自信的张东霖 感受到拳头如同轰在一颗坚不可摧的混沌神铁上 一股远超预料的恐怖距离 宛若海啸一般汹涌爆发 张东霖的脸上露出骇然和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个利用世界意志暂时提升修为的和道者 竟然能有如此恐怖的肉身爆发力 不过还没等他惊骇多久 萧尘在风暴中露出冷笑 随着手臂上有混沌神闻在闪烁 一股更为恐怖的力道汹涌爆发 这令得张东霖的面色为之巨变 不 不可能 在感受到这一股力量无法抗衡之时 张东霖在大吼中连忙抽回来那条手臂 但这一刻已经为时已晚 毁灭性的力量涌入到张东霖的手臂 令得他的手臂上有血雾爆开 手腕在这一刻更是爆裂骨折 整个人被萧尘一拳轰飞出去 令得君无敌等人都一脸骇然 怎么可能 新军大人被一拳轰飞了 看着眼前这一幕 君无敌等人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 一个个瞳孔都在惊骇中急速放大 要知道 东霖心域在天眼神朝 所统领的诸多心域中 也是十分强大的存在 而张东霖更是神军静后期强者 实力在同级别中同样十分强大 如果他能进一步突破的话 甚至有望跟镇南新军抗衡 可就是这么强大的存在 居然被萧尘一拳轰飞了 还是在修为相差一个等级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太梦幻了 难不成 眼前这个家伙 在士君古镇的自爆中 完全没受到任何伤害 看到我长相帅气 还精通针灸推拿 小一仙似乎对我很感兴趣 还想邀请我去他家进行学术探讨 啊 太仓促了吧 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实力吗 似乎不过如此 看到张东霖被一拳轰飞 萧尘脸上露出一抹意外 他也没有想到 这混沌霸体弓 竟然会如此霸道刚猛 哪怕是修为相差一个层次 也能碾压 要知道 这可是神军静啊 神之静倒数第二个大境界 在这个境界中 哪怕只是一个小层次之差 战力悬殊也会变得十分恐怖 所以说 在排除外物的辅助下 仅凭自身的修为战力 就可以越级挑战高等级神军的 在这个境界中 绝对是凤毛麟角 随着话音的落下 萧尘没有给张东霖任何喘息的机会 再次撕裂虚空 朝着张东霖震杀而去 一道道拳影 宛若会心滑破星空一般 轰得张东霖 只能在兽窗中节节败退 脸庞更是变得扭曲起来 你们这一帮蠢货 只会在一旁看着吗 被萧尘压制得死死的 张东霖一脸暴怒的道 短短片刻之间 他身上已经多处负伤 纵使身为神军竞强者 他有恐怖的自愈能力 但萧尘那种霸道的混沌力量 也会侵蚀伤口 抑制身体恢复 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憋屈 动手 听到张东霖的怒骂后 君无敌率先爆发修为 神王竞巅峰的修为爆发到极致 一道神通凝聚着毁灭天地的力量 当即横贯几十万里星空 轰向萧尘 他们虽然没法靠近萧尘和张东霖的厮杀战场 但在外面施展神通远程轰杀萧尘还是可以的 在君无敌爆合的同时 其他的神王竞强者也沉声爆合一句 同样施展神通对萧尘进行远程攻击 刹那之间 几十位神王一同出手 神光映照亿万里星空 那一种恐怖的攻势 哪怕是神军竞强者 也得感到心神战力 第536章 阴阳何必 双生共体 不知死活 既然你们都想急着找死 那本公子就先成全你们 看到君无敌等人 齐齐施展神通轰杀而来 萧尘一拳轰退张东霖 目光看向君无敌等人 在话音森冷回荡的同时 更为恐怖的气血 从萧尘身上轰然爆发 苍蓝界的天地能量再一次被疯狂掠夺 一尊散发着混沌气息的虚影 在这一刻出现在萧尘的身后 紧接着 萧尘一拳轰向君无敌等人的神通洪流 那一道虚影在嘶吼中同样轰出了一拳 混沌新神怒 混沌霸体宫中一门恐怖的杀伐神通 修炼到极致 甚至可以一拳轰爆横心 当然 现在萧尘所施展出来的 还远远达不到那个程度 但对于众多神王进强者来说 绝对是一招无法抗衡的神通 轰隆 在拳影跟神通洪流碰撞的那一刻 近五十位神王汇聚的神通洪流 竟然如同纸片一般被轻易轰爆 那一道混沌拳影 更是在风暴冲击中不断膨胀 如同一颗恒星轰向众多神王 啊 不 快挡住 行军大人救我们 看到萧尘如此恐怖的一招神通 君无敌等人在惊恐中大叫起来 话音传出的同时 众神王疯狂爆发修为 想要撕裂虚空顿走 有的甚至还祭出了神王兵 但在这一道拳影轰出后 方圆亿万里星空都受到波及 虚空在这一刻如同扭曲一般 让他们根本无法撕裂虚空逃离 一个个只能在绝望和惊恐中 被萧尘这一道拳影狠狠杂重 毁灭性的力量在众神王中疯狂炸开 君无敌等人的身躯支离破碎 就连众多神王兵也集体碎裂 唯有一道道神魂 想冲出这片风暴 不过还没等他们有所行动 一尊魂灯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宛若幽灵一般浮现在星空中 这赫然是不灭魂灯 并且此时的不灭魂灯 品质已不再是半神级极品 而是神王级极品 随着萧尘虚空点出一指 一道道触手从魂灯上面蔓延而出 轻易撕裂空间缠绕上君无敌等人 将众多神王的神魂都吞噬了进去 甚至随着萧尘大手一挥 恐怖的犀利横扫于虚空 众多神王的残骸和神兵也被收走 做完这一切后 萧尘才转身看向了张东霖 脸上露出一抹森然的笑容 似乎在表示这一帮蝼蚁 接下来就是对方的下场 该死一个和道者而已 为何修为战力会如此恐怖 看到萧尘在短短一个呼吸间 就抹杀了所有的神王进强者 张东霖一颗心直接沉到谷底 他倒不是心疼君无敌等人的陨落 而是以对方这一种恐怖的修为战力 他能不能安然的离开还是一个问题 无双 无息 撤退 在迟疑一下后 张东霖对着左右护法低喝道 修为爆发间就想要离开此地 以现在这个局面 继续跟萧尘死磕 明显是不理智的 倒不如先行撤回到天眼神朝 让皇室派遣更多的神军降临 反正 他现在已经摸清了萧尘的实力 还有确定 这女子确实是薄若西 对于他来说 这已经是大功一件 犯不着在这里拼命了 架不住盛情相邀 我只好来到他家进行学术探讨 一开始 我们只是耍耍嘴皮子 没想到小一仙要实现出真理 我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真以为本公子这里是你的狩猎场 看到张东霖想要脱离战场 萧尘的眼神变得冰冷无比 身形一个闪烁 便出现在张东霖的身后 混沌神力随之席卷星空 一拳朝着对方轰杀过去 小子 别给脸不要脸 你不过是一个合道者而已 这份力量可无法维持太久 若是把本军逼急了 后果你可承担不起 看到萧尘轰杀而至 张东霖在怒吼中施展神通 疯狂抵御着萧尘的权影 甚至在这一刻 他还祭出神军级兵器 是一对赤金色的拳套 但即便如此 在萧尘以混沌霸体攻 催动混沌体的情况下 张东霖依旧被萧尘死死的压制住 甚至随着的时间推移 还陷入到生死危机中 你们俩个 还不赶紧动用敌派 给本军拿下的女的 在局面变得岌岌可危中 张东霖又憋屈对着左右护法大吼道 没想到 他这一位新军大人 没在厮杀中占据上风就算了 就连神军禁中期的左右护法 竟然也还迟迟拿不下波若西 要知道 波若西现在的修为 可只有神军禁初期 就算对方手里掌握有极品神军兵 也难以抗衡 两位神军禁中期强者 当真是废物啊 吾双 准备合体 听到张东霖的嘶吼 远在数万里外的一处战场 无心的脸上露出冰冷之色 他们跟波若西的厮杀 也进入到白热化程度 但不管他们两兄妹如何发起进攻 波若西依旧能凭借着浑厚的法则领悟 和手中的极品神军兵将攻势 尽数挡下 这让他们陷入到僵持中 不过现在 看到张东霖被萧尘压制的死死的 他们也不得不动用最终的底牌了 在无心话音传出后 无双神情变得狂热 俩人将修为爆发到极致 在施展神通将波若西暂时逼退后 俩人的契机在星空中完美的相容 甚至还摆出奇怪的姿势 两兄妹瞬间碰撞在一起 阴阳何必 双生共体 随着这一道话音 回荡在星空中 一阵耀眼的光芒在虚空中爆发 无心和无双在光芒闪耀中 瞬间融合在一起 一股更为恐怖的修为波动 当即横扫于星空 那种波动赫然达到了神君静候气 甚至是不弱于张东霖 这让波若西的瞳孔一缩 脸上露出一抹不可思议 完全没想到 这俩人还有这种底牌 兄妹竟然能进行合体 卑贱的女人 有幸看到我们兄妹这个样子 你接下来也可以束手就擒了 在波若西感到震惊之时 随着一道雌雄同体的话音 从光芒中传出 一道身影也撕裂虚空 朝波若西镇压而来 满头黑发无风狂舞 面容显得阴柔俊美 纤细的身材 完全看不出男女 周身上下还萦绕着阴阳二气 妥妥的一个阴阳双性人 而在这一句话落下后 无心和无双的融合体 抬手施展出一道神通 阴阳二气 瞬间在虚空凝聚成一轮末盘 上面还有一对对男女 不断在悲欢离合 恐怖的威势震荡虚空 朝着波若西倾覆而下 第537章 除非这一次 你还能再突破 否则必死无疑 面对无心无双 这么骇然的神通攻击 波若西在这一刻 也不得不全力以赴 神员疯狂灌入冰海水寒剑中 一道剑光横灌虚空 迎向对方 哄 随着水寒剑光 跟阴阳神末的碰撞 轰鸣声震撤亿万里星空 毁灭性的冲击不断肆虐 波若西这一剑 虽然是亲尽全力 但依旧 无法轰开那轮阴阳神末 只能崩毁上面众多 不断在上演悲欢离合的男女虚影 可随着这些虚影的崩溃 一种诡异的阴阳气息 从那些崩溃的人影上散开 随后对着波若西倾覆而下 这令得波若西的面色一变 在维持剑光轰击阴阳神末的同时 周围也凝聚出来一道可怕的护照 阴阳之气跟护照相互碰撞间 周围不断爆发各种淫秘异象 如同这些阴阳二气 可以乱人心智一般 这让波若西的状态 变得有些不容乐观 不过好在他凭借着 强悍的修为根基 和浑厚的法则领悟 暂时挡住了这一轮阴阳神末 虽然不清楚 阁下究竟是何方神圣 但以波若西如今的修为 将波若西押入下风 张东霖在不断防守中 对着萧陈开口见一道 只是他的话语还没完全说完 就被萧陈话音冰冷地打断了 就此罢烧 等你陨落后 本公子自会收手 在这两句话的回荡中 萧陈眉心上的符文 再度绽放出耀眼光芒 苍蓝界的天地能量 还有周围的星空元气 再一次被萧陈疯狂地掠夺着 刺激的萧蓝又哇哇大叫起来 主人 你不要这么忙 感觉快要坚持不住了 面对萧蓝的大叫 萧陈并没有理会 随着万丈虚影再一次浮现在他身后 萧陈再一次施展出混沌心神怒 并且这一次的威力 要比之前更加恐怖 全影遮天蔽日的轰下 令得张东霖面色巨变 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 在他心头上轰然爆开 如果这一拳挡不下来 他有可能会当场陨落 你大意的给脸不要脸 在怒吼咆哮中 张东霖身上闪耀其璀璨的神光 双手合拢 强行挡住萧陈这一拳 苍蓝界外 如同有两道蔑视光束 互相冲击在一起 冲击波宛若太阳风暴 一般的横扫肆虐 一道光芒在苍蓝界虚空亮起 才让苍蓝界的生灵 免于一死 而在这种对轰中 张东霖哪怕是用尽吃奶的力气 也无法在这种冲击中 占据上风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一道恐怖的拳影 如同大日一般 一点点地朝着他轻腹碾压而下 那种愈发逼近的死亡气息 让他浑身汗毛疯狂地站立 大脑一片空白 唯有满满的求生欲望 点燃了他体内的潜力 想要让本君死 你还不够格 就在心神全影要轰爆张东霖的神通 一举将对方重创 甚至是抹杀的时候 在这一句歇斯底里的怒吼声中 无尽的神光 从张东霖身上爆发 张东霖如同激发了 人生中最后的一点潜能 修为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 竟然打破了瓶颈 神君境巅峰的恐怖修为波动 宛若火山喷发一般冲天起 星空中顿时发生了惊人的爆炸 萧尘轰出的拳影也被当场震碎 身形在这种冲击中倒退数万里 最终悬浮在苍蓝界的大气层上 目光有些意外地看向了张东霖 没想到 在生死危机关头 这家伙竟然激发了体内的潜力 修为意外地突破到神君境巅峰 难不成 这家伙还有主角命格 在小一仙的哀求下 我们只好亲身进行实践 没想到他还把我的指导录下来 说日后可以拿出来学习 真的好用心 哈哈哈哈 神君境巅 这就是神君境巅峰吗 本军竟然突破到神君境巅峰了 在萧尘感到意外之时 张东霖感受着体内修为的暴涨 还有星空在这一刻变得不一样 当即发出一阵狂笑 恐怖的神威 令得波若西的神情也为之巨变 显然没有想到 张东霖会在生死关头 突破到神君境巅峰 这简直就是逆风翻盘 小子 你现在想怎么死 感受着这种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张东霖目光瞬间朝萧尘锁定过去 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说话间 张东霖更是一步跨出 抬手间便对着萧尘镇压而去 那种实质性的杀意 仿佛要将萧尘碎尸万段 才能洗刷掉刚才的耻辱 真以为你临阵突破 就能拿捏本公子吗 看着张东霖不可一世的镇压而来 萧尘脸上没有半点慌乱 神情依旧是那么的淡漠 在张东霖的神通即将落下之时 萧尘双手也随之截出一道硬诀 混元乾坤阵 起 几乎在这几个字音落下的同时 一道道神秘的纹路宛若蜘蛛网一般 煞世间便在苍蓝界的上空蔓延而开 并且在这一刻 还如同吃了热气球一般膨胀起来 刹那间就将苍蓝界周围都笼罩内 一道道五彩斑斓的雷火之力 在虚空崩塌中疯狂轰击而出 如同万龙海一般迎向张东霖的神通 在震耳的轰鸣声中 即便是张东霖临阵突破到神军境巅峰 所施展出的神通也被这万千雷火挡下来 这令得张东霖的瞳孔剧烈收缩 脸上露出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 神军级古阵 看到眼前突然出现的阵法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涌上心头 这种层次的阵法 恐怕还不是一般的神军级阵法 其品级绝对达到了神军级级品 这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手段 抱歉 这可是不是神军级古阵 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神帝级 只是由于材料和布置之人功底不够 目前只能弄出一个简易版的凑合用 但即便是这样 杀你已经够了 看到张东霖一脸亥然的样子 萧尘悬浮在阵法中冷笑着道 因为是简易版的 这阵法除了覆盖整个苍蓝界之外 最多只能再蔓延出来十万里而已 刚才张东霖谨慎 因为忌惮他是何道者 不敢太靠近这方世界 现在随着这家伙临阵突破 迫切想杀他来洗刷掉耻辱 倒是给他能动用阵法的机会了 神 神帝级阵法 听到萧尘这句话 张东霖的面色扭曲 他很想说 你他妈的一定是在吹牛逼 可是内心生起的生死危机感 让他清楚地意识到 这很有可能就是真的 该结束了 除非这一次 你还能再突破 否则必死无疑 看着张东霖的面色变得苍白 萧尘话音森然地说了一句后 手中的硬诀突然间变幻 虚空大阵彻底运转起来 第五百三十八掌 既然你不在意这女人的死活 那就让他给新军大人陪葬吧 伴随着恐怖的震危 在苍蓝界上空横扫爆发 一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眼眸 也浮现而出 如同造物主在俯视众生蝼蚁一般 令得张东霖感到一种莫大的恐惧 不可力敌 看到这一对眼眸的第一眼 张东霖便涌现出这个念头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张东霖将修为催动到极致 神通爆发间轰向阵法边缘 轰鸣阵彻亿万里星空 不过面对张东霖这一道神通 阵法光目在这一刻变得扭曲 但还是硬生生挡住这种攻击 甚至还有一部分能量 在冲击中被阵法吸收 令得混员乾坤阵的威势变得愈发恐怖 紧接着 萧尘没有任何废话 双手再度截出硬绝 那一双眼眸中有着无数符文在闪烁 下一刻凝聚成混沌光束 轰向张东霖 所过之处 虚空的一切都化为混沌 那种恐怖的威势 令得张东霖亡魂接冒 只能疯狂地催动修为凝聚出守护屏障 可在碰撞爆发的一瞬间 张东霖就感觉到 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 不断从屏障上涌过来 令得神员屏障在一瞬间内 就变得扭曲开脸 无双 无心 感受到死亡阴影在急速逼近 张东霖歇斯底里的叫喊道 而在阵法之外 跟波若西厮杀的无心无双 在看到张东霖面临生死危机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赶过来援救对方 反而目露寒光 修为在这一刻爆发到极致 阴阳神魔再一次镇压而下 放心军大人出阵法 否则这个女人必死 在全力镇压波若西的同时 无双无心的话音随之响起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赶过来一同轰击阵法的话 也很难跟张东霖里应外合破阵的 可要是能镇压波若西 逼萧尘投鼠忌器的话 反而可以更有效的帮倒张东霖 除非眼前这个男人 不管波若西的死活 小子 波若西可敌不过他们两个 你现在就此收手的话 本军可以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大家以何为贵 若不然 就算你有能力让本军身孕 但波若西也会跟着一起死 还有本军可是天眼神朝的星眷 一旦出世 你必将遭受神朝追杀 看到无心和无双的做法 张东霖色丽内人的吼道 很抱歉 本公子可不认为 仅凭那个阴阳人 就可以杀得了他 听到张东霖的话语后 萧尘神情淡漠的一笑 修为在这一刻催动到极致 让萧兰又激动的哇哇大叫 混沌光束也在这一瞬间 爆发出更为璀璨的光芒 让张东霖露出绝望和不甘的神色 不 在凄厉的嘶吼中 张东霖所凝聚的守护屏障 暴碎炸开 整个人当场被混沌光束轰了个阵阵 身上在这一刻有血光弥漫 似乎是张东霖想要燃烧精血 爆发出更为恐怖的修为战力 可是在这一瞬间已经太迟了 随着混沌光束轰在他的身上 张东霖的肉身直接崩溃解体 神魂化为流光想要逃出阵法 可是在这一种恐怖的冲击中 失去了身体庇护的神魂 根本无法抗拒这种力量 在绝望的嘶吼声中 张东霖的神魂被撕成碎片 这一幕令得无心无双的融合体 险些在惊骇和恐惧中立马解体 从小一先那里回来后 就看到美都莎同学一身轻沙 说我果然不长记性 一试就上钩 还被录了视频 这让我梦了 你竟然敢杀了兴君大人 在瞳孔剧烈收缩中 无心无双发出怨毒的嘶吼声 身上的沙意也沸腾到了极致 张东霖对他们两兄妹有救命之恩 更是像父亲一样的抚养他们长大 这也是他们甘愿修炼禁忌功法 修为双双突破到神君静后 依旧留在对方身边的原因 如今 看到张东霖惨死 他们心中的怨恨 已经达到了极致 既然你不在意这女人的死活 那就让他给新君大人陪葬吧 下一刻 随着话音森然的回荡在天地间 无心和无双在这一刻燃烧惊血 原本只达到神君静后期的修为 在这一瞬间又开始攀升起来 阴阳神魔跟着急速膨胀起来 在神威操天中 一把轰爆了波若西的剑光 毁灭性的阴阳神力 直接将波若西淹没 可就在这一瞬间 波若西的眉心上浮现出神秘符文 满头白发也化为了绚丽的冰蓝色 更为恐怖的冰海神力 在他周围凝聚成水波 将整个人包裹在里面 哄 几乎在水波形成的那一瞬间 毁灭性的冲击也在星空爆发 无心和无双的融合体 脸上露出病态的快意 互相融合后 再燃烧惊血 在这种状态下 所施展出来的神通攻击 足以重创 甚至是抹杀神军进后期强者 他们就不信 修为只恢复到神军进初期的波若西 有能力可以挡得住他们俩人的攻击 既然你们这么舍不得他 那就一起下幽冥陪他吧 还没等无心无双高兴多久 萧尘的话音突然间传过来 并且在话音响起的同时 笼罩在苍蓝界周围的混元乾坤阵 已经再一次传出恐怖的能量波动 那一双冰冷的眸子 瞬间锁定无心无双 又是一道混沌光束破碎虚空而来 让无心无双的面容变得无比扭曲 只能疯狂爆发修为施展神通 迎向这一道恐怖的混沌光束 坚持住 以一方大千世界所布置出来的阵法 不可能频繁地动用如此恐怖的攻击 等到这座阵法的威能出现衰退 就是我们为星军大人复仇之时 在能量冲击波的肆虐中 无心无双的脸庞出现幻影 就连身体也有些重叠扭曲 显然是在这种激烈的厮杀中 两兄妹有些难以为是合体了 而作为兄长的无心 只能不断安抚妹妹 你们 看不到那个时候了 就在无心无双的话音落下 萧尘还没有开口回答之时 一道冰冷的话音从下方风暴中传出 紧接着 一道璀璨的冰蓝剑光 带着冰封天地的威势 当即撕裂风暴 展向了无心和无双 不 看到下方这一道突如其来的剑光 无心和无双的脸上露出绝望之色 他们完全不敢相信 在刚才那种程度的攻击中 波若西不仅能将攻击挡下 还能爆发出这恐怖的一剑 此时 他们还在全力挡住混沌光束 根本没有办法再分心去抵挡 只能在惊恐和绝望中 被波若西这一剑轰重 在俩人受创解体中 又被混沌光束轰杀 神体和神魂当场就支离破碎 俩人一同步了张东霖的后尘 至此 三大神军和几十位神王 便尽数惨死在苍蓝界外 第539章 主人 你该不会 该不会是认真的吧 呜呜 终于结束了 感觉身体被掏空 看到萧尘和波若西结束战斗 萧兰化为无数光点浮下出 整个人有些筋疲力尽地说道 刚才那种高强度的战斗 萧尘还多次疯狂地索取 他就算有再多的天地精华 也经不起这么高 你没事吧 在萧兰从他身体内脱离出来后 萧尘目光看向波若西柔声问道 询问间 他挥手收取了张东霖和无双无心的一些遗物 没什么 哗 听到萧尘的询问 波若西摆了白手 刚想说一句没什么大碍 结果体内精脉伤势爆发 一口溺血当场就喷了出来 还想逞强 看到波若西这个样子 萧尘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即来到对方的身边 一把抓起对方的手腕 紧接着一阵白光闪耀而起 波若西的伤势便恢复如初 哇 主人 萧兰也受伤了 快点帮我治疗 看到萧尘对波若西这么温柔 萧兰在一旁顿时就不乐意了 一脸不一地说了一句后 整个人就扑进萧尘怀中 看到萧兰这种小女孩模样 萧尘和波若西感到很无语 行了 等下我弄点精华神也给你补一下 就算是你这次这么卖力的补偿 低头看着这个黏人的世界之灵 萧尘摸了摸对方的脑袋安抚道 精华神叶 听到萧尘这一句话 萧兰眼眸瞬间一亮 眼珠子在转溜了一下后 她突然俯身到萧尘耳边 声音变得又冷又郁 主人 你这精华叶 她正经的吗 死 在萧兰这一句话落下后 萧尘瞬间感到一阵淡疼 这个女人 当真还不会放过每一个聊她的机会 萧兰 你这是在玩火 深吸一口气 萧尘挑起萧兰的下巴 话音充满警告的说道 如果真把我惹毛了 你绝对会求饶的 是吗 那萧兰倒是试试看了 听到萧尘的话语 萧兰不仅不害怕 反而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这种挑衅的样子 让萧尘嘴角一抽 当目光悠悠地盯着对方 既然你这么想试一试看 那主人这一次就满足你 说完 萧尘咧嘴一笑 露出森白牙齿 在萧兰有些猛逼中 一把就将对方擒住 这让萧兰感到有些慌了 主人 你该不会 该不会是认真的吧 她就是一个嘴强王者 某些事情连青铜都不如 偶尔口嗨两句 斗一斗这主人 会让她感觉到很刺激 可要是真的让她上战场厮杀 她还是会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你说呢 萧尘文言一脸意味深长地反问道 目光在这一刻 也变得更有侵略性 正好趁这次机会 主人可以传授一些 你没有修炼过的秘法 还要让你体验一下精华神叶的大补功效 说完 还不等萧兰反应过来 萧尘便驾着对方离去 留下在虚空中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波若西 就这样一脸呆呆地愣在原地 什么意思 这俩人什么意思 才刚刚经历一场惨烈厮杀 就要上另一个战场了是吧 并且这一次厮杀 还没有她什么事 这就让波若西感到很气愤 当然 她最气愤的 不是她不能参与这件事 而是萧尘刚才对她那么柔情 现在一转身就去传业受到了 并且被传授的对象 还是萧兰这个家伙 一点先来后到的精神都没有 可对 渣男 看着这俩人离去的背影 波若西当真是越想越气 最终在面色变换一下后 她冷哼一声消失在虚空 另外一边 十八大势力所在的大千世界 随着君无敌和姬家老神王等众多和盗者的陨落 对方所在的大千世界变得昏暗无比 虚空中电闪雷鸣 世界各地发生震荡 甚至天地灵气和星空元气 都在朝星空之外疯狂地流失着 整个大千世界下起了血雨 令得无数生灵都为之恐慌 怎么可能 老祖陨落了 看到这天地异象 仿佛整个大千世界受到反噬 十八大势力的长老一脸骇然 和盗者 每一个的魂体真灵都跟世界意志 都是互相绑定在一起的 虽然这些和盗者 真身走出这方大千世界后 世界意志并不会跟着前往 但这两者依旧是不可分割的 一旦和盗者在外面陨落 被对方恋化的世界意志 会在寝客间内受到反噬 轻则导致对应的大千世界天地法则混乱 天地灵气和星空元气不断流失 山和大地会发生各种自然灾难 并且需要数万年时间 才有希望能恢复过来 严重的话 甚至有可能导致世界意志就此崩溃 整个大千世界进入到毁灭的倒计时 所以看到大千世界发生如此变化后 即便是神王进强者也彻底慌了 派人去查明其他老祖的情况 还有准备启动火种保存计划 在感到无比恐慌中 军家其中一位长老大声嘶吼道 不过 就在他命令才刚刚落下之时 他手中的传讯玉佩便传来情报 其他势力的大千世界 在刚才都发生了异想 疑似各自的老祖也陨落在外面了 这个消息 让军家仅存的几位长老 甚至是其他势力的长老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难以置信 和惊恐万分的神色 对于军无敌和其他势力的老祖 前往东陵新府面见张东陵一事 留守的神王长老也都知根知底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仅仅隔了几天 十八大势实力的老祖和神王进强者 就竞数陨落了 很显然 这是遇到了大恐怖 虽然还不清楚 这事情是不是跟苍蓝界有关 但凡显然 他们都摊上大事了 快 派人联系各大商会 将波若西还活着的事情 以最快的速度散播出去 此外 让家族中的神子改头换面 全部都派遣到其他世界去 在众多神王老祖陨落后 一道道命令 从十八大势力中传递出去 并且这些命令的内容 几乎都是相同的 如果他们众多势力的老祖 是因为苍蓝界之势而陨落 那将波若西还活着的事情 还有对方所在的大致方位 在天眼界内火速散不开的话 势必会有不少强者 前去一探究竟 甚至会惊动天眼神朝和滨海神功 这样一来 波若西等人便会自顾不暇 想要找他们算账 就没那么容易了 稍有不慎 就会让自身陷入危机中 他们就能以最大的可能 来守住他们所在的世界 如果真有什么万一 提前被转移出去的血脉后裔 也可以为家族留下传承火种 第五百四十章 或许可以尝试进行交易 另外一边 在一条条指令从十八势力传出之后 远在东陵心域中心的东陵大千事件 也发生了今天的变故 东陵心腐传出震耳的钟鸣声 整片天地瞬间变得暗淡起来 令得无数强者都猛地抬起头 钟鸣久想 星君陨落 听到这震撤天地的钟鸣 众多强者都是一脸骇然 这是东陵心腐特有的命魂中 当然也有被人称之为丧魂中 此中跟东陵心腐众多高层强者的灵魂互相关联 一旦有强者陨落便会钟鸣响彻天地 并且将对方一些死前讯息传递回来 根据每一位强者在东陵心腐的重要程度 陨落后钟楼响彻的钟声也会有所不同 而钟鸣久想 除了张东陵这一位星君大人陨落 其他强者陨落都达不到这个次数 东陵陨落 东陵心域 要变天了 在钟声震撤天地后 一位盘坐在钟楼顶部的老者 脸上忍不住露出复杂的神色 他是这一方世界的和道者 也是张东陵最开始的老师 因为修为只能止步于神王境巅峰 所以在张东陵的建议下 便融合这方世界的天道 成为这方世界的守护者 本以为时隔万千 他会看着张东陵突破到神君境巅峰 甚至是有望冲击更高层次的神帝境 可没想到 这白发人送黑发人 张东陵竟然陨落了 为师无法亲自替你复仇 只能将你的死前讯息 尽数传递给镇南王 希望他能为你复仇吧 话音沉重的呢喃一句后 老者双手截出一道硬绝 一道光芒从摘星楼上冲天起 张东陵临死前所要传递的信息 也在这一刻传递到镇南王那里 镇南王阳奎峰 是天炎神朝的异姓亲王 统御着南部大大小小数百个星域 一身修为更是达到了神君境巅峰 如果单论实力的话 这一位镇南新君的实力 可要比天德帝皇更强大 若不是天炎皇室 有一位达到神帝境的老不死 还有几位卡在神君境巅峰的太上皇存在 恐怕天炎神朝也很难震的住这位镇南王 与此同时 南武大千世界镇南王府 随着宫殿内一面镜子爆发出悬光 大殿内一位中年男子也睁开双眼 此人正是杨奎峰 东陵新君的讯息 感知到是何人传递的信息后 杨奎峰的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不过看到镜子上闪过的一幕幕画面后 他的瞳孔在此时微微一缩 脸上露出一抹震惊的神色 波若西 还有这个男人 难道是混沌铁 看到镜中的波若西和消沉后 杨奎峰猛地从王座上站起来 失踪了 已久的波若西突然出现 这已经让他足够震惊了 没想到还有一个混沌体 这种体质在神域内 不是已经绝种了吗 怎么现在又出现了 本王修炼五行功法卡在神君境巅峰多年 如果可以猎杀这一位混沌体 从对方体质本源窥探到混沌的奥秘 本王或许有一定的希望 可以窥探神帝境的奥妙 想到这脸 杨奎峰的眼眸中露出一抹金光 神情在这一刻也变得激动起来 下一刻就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杨奎峰神情冷静下来 不过从张东霖传过来的讯息来看 对方足以威胁到神君境巅峰强者 就算本王带人前去猎杀 说不定也会阴沟里翻船 此举有些过于冒险 想到直接跟萧尘动手的后果 杨奎峰的眉头忍不住皱起来 他的实力在神君境巅峰的层次中也算是比较强大的存在 毫不夸张地说 哪怕是对上巅峰时期的波若西 他也有把握可以与之一战 并且还是不落下风的那种 可即便是这样 要是把这两人逼急了 对方来一个鱼死网破 他不仅什么好处都得不到 反而还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或许可以尝试进行交易 在沉吟一下后 杨奎峰的眼中露出一抹金光 他跟波若西和萧尘都没有仇怨 犯不着因为两大势力的通缉 就冒险得罪这两位神君竞强者 如果可以跟对方交涉 获得他想要的东西 这未尝也不是好事 反正 天炎神朝在这位天德太子继位后 数千年来都在不断打压他的势力 至于会不会真的动手 只是时间上早晚而已 所以 他必须趁对方还没动手之前 寻找一切能让他触及到神帝境的机缘 未来才有资格可以跟天炎神朝平起平坐 想到这里 杨奎峰眼眸中露出一抹森然 话音冰冷地回荡在大殿里面 鬼剑 妖刀 本王需要你们去做一件事情 你们带人给本王以最快的速度 把东陵星域这十八大势力都覆灭掉 并且要扼杀他们在其他世界的成员 如果此事引起什么轰动 就对外界宣称 这十八大势力以虚假情报 诶骗东陵星君 将其引诱到某一方大千世界 以阵法杀害 其最足以株连大千世界 还有 在南部数百个星域内 不管是谁敢谣传波若西出现在南部 都给本王以散播谣言的名义诛杀掉 尽可能不要让皇室和滨海神宫 那边的人知道 这一则情报的真假 在这一方话落下后 大殿内的虚空泛起一阵涟漪 两道身影在回忆一下后 便诡异地消失在大殿内 杨奎峰在沉吟一下后 也带人前往东陵星域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东陵星域在短短几天内 再一次发生巨变 在东陵星君陨落后 镇南王阳奎峰突然降临东陵大迁世界 并且亲自任命一位神军进初期的强者 成为东陵星府新的星君 而东陵星域南部那十八大顶尖势力 连同所在的大迁世界被人一起抹除 此事震动了周围几个星域 不过 当知道这十八大势力 是因为假传情报 害得东陵星君和左右护法相继陨落后 周围几大星域再次爆发哗然 好在杨奎峰的镇压下 这件事情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只是在几大星域内引起一些骚动 如果想要传到天炎神朝皇室的耳中 估计还得一些时间才行 而这一段时间 足以让杨奎峰前往苍蓝界 寻找萧尘和波若西交易了 第五百四十一章 这一方世界有主人在 他永远都不会出意外 在十八大势力被杨奎峰尽数覆灭 周边星域掀起了滔天波澜的时候 萧尘也在苍蓝界忙得热火朝天的 嗯 忙着指导萧蓝修炼 起初萧蓝还扭扭捏捏 想要跟萧尘打马虎眼 不过 在萧尘开门见山后 震妮子也豁出去了 还没等他做好准备 一上来就想放大招 还想将他当场镇压 着实让萧尘感到很吃惊 虽然招式显得有一些声色 但凭借着傲人的根基底蕴 还是让萧尘有些难以招架 好在萧尘惊艳老道 不仅轻松挡住对方的进攻 还顺势做出反击掌握节奏 一下子就让萧蓝招架不住 最终在体力不支中败下阵来 身体也在厮杀中不幸流血了 萧尘也不是铁石心肠之人 不仅帮对方修复了所有伤势 还让萧蓝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尝到这种甜头后 萧蓝也毫不示弱 再一次向萧尘发起进攻 势必要让萧尘臣服于他 毕竟 他的修为可要强于萧尘 俩人相差了两个大境界 没道理他还打不过对方 只可惜 萧蓝的想法虽然不错 但几次较量之后 还是他败下阵来 这让萧蓝郁闷的想吐血 心中也变得愈发不服气 最后两眼一番 直接晕死过去 萧尘健壮也没有得势不饶人 而是盘腿坐下 感悟修炼心得 随着天地灵气和星空元气 宛若潮汐一般汹涌而来 萧尘的修为也急速暴涨起来 短短片刻间便突破两个等级 最后更是稳固在天神境巅峰 这种夸张的修炼进度 让他自己也心惊不已 毕竟哪怕是神域中那些妖孽人物 就算是有各种顶级修炼资源 想要从天神境中期突破到天神境巅峰 没有几百上千年积累 是完全做不到的 可想而知 萧尘这种修炼进度是有多变态了 在小姨子的胁迫下 我只要将一些没教过对方的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对方 美读沙同学也有上进心 连忙加入学习 不知道这次的战利品 能让我获得多少神远点 在巩固一下修为后 萧尘睁开眼泥难道 这一次 斩杀了三位神军竞强者 还有几十位神王竞强者 虽说对方的身体都被他轰得支离破碎 但身上的那戒和神兵 还是被他收集了起来 这一波 应该可以让他的神远点 暴涨到一个夸张的数值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开始盘点这次的战利品 回收掉一些用不上的神级材料 不过像张东霖等人 修炼用的一些天才地宝 还有对方收藏的神经 和一些神兵矿石材料 萧尘都保留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毕竟这些东西 可以用于布阵 或者合成神兵 比起直接回收药更有价值 至于一些比较低等的残次品 萧尘都没有犹豫 便直接回收 在将所有可回收的都回收后 他的神远点也飙到五千多万 这让萧尘感到有些意外之喜 还没完事 你再这么耽误下去 这方世界就危险了 就在萧尘刚回收完所有次品后 波若西的话音也淡淡地传进来 这让萧尘感到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冷冰冰的女人 竟然会忍不住催她出来 难不成 这女人是吃醋了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摸了摸下巴 当即就便准备走出厢房 嗯 主人 我不服 再来一次 这一次 我一定要用尽毕生所学 将你彻底地镇压在地上 就在萧尘要走出去之时 萧兰突然一个翻身拉住她 话音有些软弱地开口道 这让萧尘感到有些无奈 不仅性格古灵精怪 就连对于修炼之事 也变得情有独钟了 要是等到彩烟和彩蝶融合传承出来后 这三个女人联合起来后 真的要无敌了 接下来可能又会有强敌到来 如果不想你的本体有什么意外 现在就赶紧爬起来 准备干活了 看着萧兰这个样子 萧尘吓唬对方说道 现在神缘点足够 再加上 还预留了不少材料 她打算将混元乾坤阵完善一下 如果再配以天元神玄境的话 甚至可以 让苍蓝界外的空间 折叠扭曲 将这一方大千世界从星空中隐秘 这样一来 今后别人想要找到苍蓝界 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哇 而就在萧尘 话音刚落下之时 苍蓝界数百万里外的一处虚空中 随着空间扭曲 出现一个虫洞漩涡 两头神王近巅峰的太虚魔龙 便拉着一辆车碾行弓冲了出来 恐怖的神威震荡亿万里星空 也令得苍蓝界内 萧尘和波若西的面色一变 目光都看向万里高空之外 就连萧蓝震妮子 一瞬间就像是触电一般 连忙从地上蹦了起来 神情有些慌张的 看向虚空之外 主人 真的 真的又有强敌来了 这种气息给她的感觉 可比前几天的张东霖 要更加的恐怖 甚至还让她有一种 无法战胜的感觉 本来只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还真的来了 萧尘文言点了点头 神情变得有些凝重 抬手拍了拍萧蓝的脑袋 不过不用紧张 我刚才只是吓唬你的 这一方世界有主人在 她永远都不出意外 安抚萧蓝一句后 萧尘对着波若西点了点头 俩人迈出一步 走出苍蓝界 萧蓝文言脸上 露出一抹甜甜的笑容 随后也化为漫天光点 融入这方世界 这里便是苍蓝界 苍蓝界外 杨奎峰站在太须魔龙车脸上面 目光惊异地盯着眼前这方世界 神情也变得有些凝重 以她如今的修为层次 自然能察觉得到 在这方世界之内 隐匿着一座恐怖的天地阵法 那种隐晦而又令人心悸的波动 即便是她也感受到强烈的威胁 想来应该就是击杀张东霖等人的 那一座神秘古阵 本王杨奎峰 乃是天眼神朝的镇南王 此番来访并没有什么恶意 还望洛西公主能出面一见 随着太须魔龙车脸 靠近苍蓝界后 杨奎峰在沉映一下后 话音也回荡在虚空中 第542章 不知阁下 意下如何 在杨奎峰的话音落下后 波若西的脸色微微一变 就连萧尘也面露凝重之色 天眼神朝 镇南王 看来这一次来的 似乎是一个有些了不得的人物 这一个镇南王 你应该认识吧 看着前方魔龙车脸上的几道身影 萧尘话音低沉的 对波若西询问道 一位神军进巅峰 两位神军进后期 这种压迫感 可要比张东霖强大得太多了 认识 波若西文言点了点头 话音凝重地继续说道 镇南王阳奎峰 天眼神朝四大亲王之一 实力达到了神军进巅峰 即便是本宫在巅峰时期 想要镇压这家伙也不易 这一下子 还真的是棘手了 说完 波若西的内心变得愈发沉重 作为天眼神朝四大亲王之一 既然这家伙知道他躲在这里 那皇室应该也应该知道此事 接下来 若是天眼皇室带人降临 只怕局面会变得很糟糕 看来 他必须想个办法 联系以前的亲信 天眼神朝四大亲王之一 没想到这来头还挺不小 萧尘文言目光微微一闪 随即看向杨奎峰开口道 你是来为那几个家伙复仇的 在这一句话落下后 一张水晶卡片出现在他手中 这赫然是神军进修为体验卡 对于这种级别的存在 单凭萧兰的力量加持 哪怕在结合混元乾坤阵 也很难将对方彻底斩杀 所以该动用之时 萧尘可不会心疼 阁下误会了 本王刚才就说了 我没有什么恶意 并且 这一次是带着善意而来 说着 杨奎峰抬手间祭出一块流影石 话音低沉的回荡在这片星空中 关于东陵星军和十八大势力之事 本王已经妥善的帮你们解决掉了 十八大势力 连同所在的大千世界 已经被本王身边这两位心腹抹除 至于东陵星军之死 也被本王推到这十八大势力的头上 并且东陵星府内一些知晓真相之人 都被本王亲自出手处理掉了 还有在周边几大星域引起的骚动 本王以各种手段将其镇压平息 所以说 波若西公主在这一方世界出现的消息 在短时间内应该不会传到皇室那里去 随着杨奎峰话音的传出 一道道画面也从流影石中映照而出 赫然是十八大势力被覆灭时的场景 这让萧尘和波若西的眼神一宁 目光更为凝重地看向了杨奎峰 对自己心域内的势力如此冷血 不知道镇南王阁下是意欲何为 在这句话说完后 萧尘还有疑惑地看了波若西一眼 难不成 这家伙喜欢波若西 所以得知对方出现牵扯出一连串的麻烦 便不惜余力地帮助波若西摆平所有事情 只为了能讨波若西欢心 本宫跟他没有任何牵扯 似乎是读懂了萧尘的疑惑 波若西眉头微微一皱 话音淡淡地回了一句 你们不必多想 本王只是想跟你们交个朋友 杨奎峰文言淡淡一笑 没有任何隐瞒地说道 这万年来 苍蓝 天眼两大星界都在谣传 波若西公主勾结北域邪教 意图霍乱两大星界亿万兆生灵 但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为了败坏波若西公主的名声 削弱对方在苍蓝星界的统治地位 所编排出来的一些谣言 滨海神宫依旧有部分高层不相信这个说辞 也有许多忠于波若西公主的势力 至今都在等待波若西公主的回归 而本王虽然是天眼神朝的镇男王 在其他人的眼中可谓是风光无限 但若西公主应该知道 本王并不是天眼皇室之人 只是凭借着过人的天赋 一步步成为天眼神朝的亲王 说着 杨奎峰忍不住一叹 脸上露出一抹惆怅 只可惜 功高震主 本王虽然卡在神军境巅峰多年 但依旧有一线希望可以突破到神帝境 可因为这样 本王受到了天眼皇室的忌惮和打压 这种情况 在天德太子继承之后更为明显 本王甚至怀疑皇室会忍不住对我动手了 所以 本王才想要借助若西公主的力量 将来可以在皇室的镇压中谋一份安定 这一番话说得十分诚恳 听起来就是那么一回事 但萧辰和波若西可都是见过世面的 岂会这么亲信于杨奎峰 给美读沙同学和小姨子补完课 还没休息两个半小时就被燕姐喊出来 看着对方含情默默 她该不会也要我补课吧 你的目的应该不止于此吧 陈寅一下后 萧辰眼神微微一眯 似笑非笑地说道 虽说波若西是滨海神宫的公主 如果可以与之交好 确实对自身能有很大的帮助 前提是波若西的修为能恢复到巅峰 并且获得滨海神宫众多长老的支持 这样才能抗衡蓝玄机等人 重新坐稳滨海神宫公之位 可这种做法 风险太大了 聪明一点的神军竞强者 若不是真的走投无路 是不会想要冒这个险的 所以 在萧辰看来 杨奎峰应该还有其他目的 阁下果然不是一般人 杨奎峰文言眼神微微一眯 目光重新审视了萧辰一眼 如果不是看过张东霖临死前的记忆画面 他还真会下意识地认为 萧辰就只有天神境巅峰 但谁曾想 这是一个能斩杀神军境强者 修为战力 远比波若西还要恐怖的存在 除了这个目的之外 本王还想跟阁下做一笔交易 我想要阁下帮本王参户功法 在沉默一下后 杨奎峰开门见山地说道 这让萧辰感到有些惊讶 参户功法 这可是十分隐私的事情 毕竟 每个人的功法都关乎自身的隐秘 岂能容外人随随便便一起参悟的 而这一位镇男王 竟然要他帮忙参悟功法 这倒是有意思了 阁下想必也能感应得出 本王修炼的是五行功法 奈何此功法有限 本王哪怕耗费十万年去感悟 依旧只能停留在神军境层面 而阁下天生混沌体 乃是神域中数百万年都难得一见的体质 天生对于五行属性 有着得天独厚的感应 如果阁下愿意凝聚出一丝混沌本源 帮助本王参悟五行功法的终极奥秘 让本王成功窥探到神地境的奥妙 本王可以付出让阁下满意的酬劳 并且本王也会尽最大的力量 帮般若西公主重回滨海神宫 说完 杨奎风目光灼灼地盯着萧尘 神情在这一刻也变得有些紧张 本王知道这个要求有许些过分 但本王还是想阁下能鼎力相助 不知阁下 意下如何 第五百四十三章 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你想突破到神地境 听到杨奎风说完一堆后 萧尘就总结出了这一点 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 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工具人 并且还是越看越顺眼的那种 他还在愁 在进入神域后 去哪里找合适的打手 最好是神地级的强者 但这种存在 哪一个不是阴险狡诈的老怪物 很难用一些手段就能套住对方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就是利用神木古墟内的传承 自己培养出一批神地境强者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挑选一些合适的神军境强者 最好是卡在神军境巅峰的那一种 这种存在 已经具备了突破到神地境的基础 只要能融合神木古墟里面 三千神地遗留下来的神源 十有八九能突破到神地境 这可要比低等级的修炼者 进入里面融合传承要更好 而作为神木古墟之主 他可以利用混沌神留下来的手段 掌控任何融合神源传承的继承者 哪怕是对方的修为达到神地境 如果对方对他存在有什么歹念 他可以在一瞬间让对方的神源暴走 并自毁神脉 所以 如果可以收服杨奎峰 让对方融合神地传承 他很可能会多出来一位神地境的大手 但凡能修炼到神军境巅峰的 哪一个会不想突破到神地境 听到萧辰的话语 杨奎峰淡笑一声 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野心 如果真如你所说的 本公子可以帮你突破到神地境 只是你需要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在你突破到神地境后 你必须留在本公子身边听后拆遣一千年 如果你可以做到 本公子可以赐予你突破神地境的机缘 就连你身边那两位心腹也有这个机会 萧辰没有任何废话 开门见山地直言道 什么 听到萧辰这一番话 不仅是杨奎峰被惊到了 就连波若西也被吓到了 他到现在还不知道 神木古墟里面的事情 所以 此时听到萧辰这么说 他内心浮现的第一个念头 那就是萧辰峰了 神地境 这可是神域亿万万兆 生灵穷极一生都难以触及到的修炼高度 有无数神军在这一条路上前扑后继 哪怕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都不一定能突破到神地境 而萧辰竟然声称 手里有让人突破到神地境的机缘 并且还可以送给其他人 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不分青红皂白 燕姐上来对我就是一番口舌警告 还说让我带她去拍婚杀照 疯了吧 被美都沙同学知道了咋整 阁下本王是带着诚意来的 你张口就说出这种大话 确定不是在戏耍本王 在波若西感到震惊之时 杨奎峰再愣了一下后 神情变得有些阴沉 很显然 他也觉得萧辰所说的太过于荒谬了 完全就像是在嘲讽和戏耍他一样 神地强者的传承 对于本公子来说并不算什么 你们穷极一生所追求的东西 对于本公子来说却唾手可得 这一点不管你们是信还是不信 它都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萧辰文言淡淡一笑 几句话又让杨奎峰额头上青筋跳动 内心的怒气也随之蹭蹭蹭地往上涨 不过就在杨奎峰深吸一口气 冷着一张脸想说些什么之时 萧辰突然拿出来一枚灵果 抬手间对着杨奎峰询问道 这是什么 应该感应得出来吧 一枚灵果 听到萧辰的话 杨奎峰神念在这一枚灵果上扫过 迟一一下后面色有些难看的说道 难不成 这就是对方所说的 能让他突破到神地境的机缘 还真的是把他当傻子耍了 嗯 这确实是一枚灵果 品级也只有圣王级 萧辰文言点了点头 在林奎峰逐渐要没有耐心之时 他抬手间对着灵果轻轻一点 随着一阵白光闪过 灵果爆发出一股强横的灵气波动 这让杨奎峰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从能量波动来看 这一枚灵果的品级仅仅在短短片刻间 就从圣王级蜕变成半神级 如此手段 对于一些低等级的修炼者来说 确实是足以让人感到惊世骇俗 但对于他这种强者来说 略施手段也可以做到 现在他的品级是半神级 对于你来说并不算什么 可再提升一下呢 看到杨奎峰的表情 萧辰淡笑一声后 又抬手点出一指 哼 下一刻 随着萧辰这一指的落下 一股无比可怕的能量波动 煞世间从这一枚灵果内汹涌爆发 令得杨奎峰的瞳孔剧烈收缩起来 神王级 这一枚灵果的品级 竟然从半神级提升到神王级 并且只是在短短一瞬间内 在他眼前突然发生蜕变的 如此骇人的手段 哪怕是他这种神军镜巅峰强者 也没办法做到如此离谱的事情 这家伙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只是我所掌握的一点小手段 只是目前碍于一些限制 我最多只能提升到神军级 当然 本公子展现出这个能力 不是为了向你炫耀什么 只是想让你知道 本公子的神秘和强大 会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所以 不要用有限的认知 来定义本公子所说的话 看着杨奎峰的脸色不断变换 萧尘淡淡地 说了这几句话后 抬手让那一枚灵果 漂浮到杨奎峰的身前 如果还是感觉难以置信 觉得这是这什么障眼法 你不妨可以吃一下看看 说完 萧尘脸上没有任何心疼 仿佛这一枚足以让神王尽强者 为之疯狂的灵果 在他眼里 只是可有可无的 杨奎峰闻言 目光闪烁 抬手抓住那一枚灵果 这个举动 让一旁的鬼剑和腰刀面色一变 刚想开口对杨奎峰劝告些什么 但却被对方抬手制止了 这元气波动 确实是神王级 感受到这一枚灵果的元气波动后 杨奎峰将其放到嘴边张口一咬 随着果肉入口 一股浩瀚的药力也在他体内汹涌爆发 这让他的瞳孔再忍不住瞪大 抬头满脸震撼地看着萧尘 这种精纯而温和的药力 比起他吃过的任何灵果 感觉都要更加容易吸收 此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手段 这一刻 杨奎峰从原本的不幸 再到现在的难以置信 心中的态度已经有了180度大转弯 不知阁下 该如何称呼 深吸一口气压制住内心的震撼 杨奎峰对着萧尘抱了抱拳问道 他有预感 如果这次能够把握得住 命运的齿轮也会发生逆转 第544章 我能给予你的 自然也能收回 萧尘 萧尘文言淡淡地说出自己的名字 再顿了一下 话音低沉地继续说道 机会只有一次 如果你能接受这个条件 本公子便送你一场造化 这造化 足以让你百分百地突破到神地境 听到萧尘的话 还有看到对方淡然的样子 杨奎峰的嘴角忍不住一抽 整个人被萧尘整不会了 这一次前来找萧尘和波若西做交易 他已经做好了被这俩人拒绝的准备 甚至还做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条件谈不拢的话 接下来将会爆发厮杀 可没想到 萧尘这么干脆利落 只是提了一个条件 就要送他一场造化 这实在是太诡异了 如果按照阁下所说的 本王想要突破到神地境 就必须在阁下身边 听从调遣一千年 本王有些好奇 阁下是打算怎么控制本王 好让本王突破后不会食言 是以神域星空意志启示 还是需要被你种下奴役 在沉默一下后 杨奎峰沉声道 要知道神地境 这可是神域星空顶尖的强者 每一个都足以轻易毁灭一方星域 寻常人想要将其控制 几乎不可能 除了以绝对的实力压制 就只有以神域 星空意志和自己的道心启示 或者是让此人甘愿 被他人种下灵魂类契约 否则想要控制一位神地境强者 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他很好奇 萧尘想要怎么控制他 以此来保证 在他突破到神地境后 会老老实实履行协议 都不需要 萧尘文言只是淡淡一笑 脸上露出一抹不屑之色 这些方法太低级了 你只需要知道 本公子能给予你 自然也能说回来 听到萧尘这话 杨奎峰和波若西身子剧烈一阵 目光都静一不定地看向萧尘 能给予别人的 自然能收回来 哪怕对方是神地也不例外 这究竟是需要有多大的底气 才能毫不在意地说出这种话 机会只有一次 本公子给你半课中考虑一下 如果你能接受这个条件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前往机缘传承之地 不过 一旦决定了 就无法反悔 否则 哪怕你是神军进巅峰强者 本公子也能将你永远留下 当然 如果你没有破例尝试的话 念在你我没有恩怨的份上 还有你帮我们解决掉麻烦 今日我们就当是萍水相逢 往后只要你们不来找麻烦 我们也不会与你们为敌 在杨奎峰面色变换之时 萧尘话音平静地补充道 这一番话 让杨奎峰再一次感到心惊 面对他们三位神军进巅峰者 竟然还能如此泰然自若 甚至还有把握将他们留下 眼前这一位青年男子 当真是让他越来越看不透了 受不了燕姐的撒娇 我只好带他来体验一下婚纱照 没曾想燕姐还要体验一下婚纱下的二人世界 太得寸进尺了吧 好 如果萧公子真能让本王突破到神地境 那今后一千年时间 听你拆遣又有何妨 在内心挣扎了几个呼吸后 杨奎峰猛地抬起头低喝道 主公 听到杨奎峰这一句话 鬼剑和妖刀面色一变 都有些不敢相信 杨奎峰竟然会答应这种荒谬的交易 如果这其中真的有什么蹊跷的话 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不必多言 本王很清楚在说些什么 看着这两位心腹一脸心急 杨奎峰摆了摆手制止俩人 这一次 虽说有堵的成分 但天底下的机缘 哪装会没有风险 更何况 这还是能让人突破到神地境的滔天机缘 如果不冒险尝试一下的话 只怕他往后余生都会后悔 有魄力 既然如此 那便随本公子来 萧陈文言淡淡一笑 紧接着掏出神木谷虚密药 修为爆发间催动这枚密药 随着虚空中爆发一阵轰鸣 一个灰色漩涡也浮现出 苍茫而古老的气息 从漩涡中弥漫出 让杨奎峰等人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这是神地强者的气息 感受到这个漩涡内传出的厚重气息 杨奎峰目光死死的盯着那一个漩涡 这种气息 他以前只在天眼老祖的身上感受过 但不同的是 从漩涡中传出来的气息 要比天眼老祖更为厚重 似乎是多位神地强者的气息 混合在一起后才形成的一般 进来吧 这里面便有你想要的机缘 开启神木骨须密钥后 萧尘平静地说了一句 便率先走进漩涡内 波若西见状露出一抹复杂 在这一刻也跟着走了进去 主公 你真的要进去吗 看到萧尘和波若西的身形 消失在漩涡中 鬼剑和妖刀 在这一刻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在不知道这一方漩涡中 后面隐藏着什么的情况下 如果他们贸然进去的话 一旦对方想对他们不利 他们很有可能都会陨落 你们两个留在这里 本王进去查探一番 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 主公在哪 我们就在哪 杨奎峰闻言沉声说道 不过话语还没说完 就听到鬼剑和妖刀同时出声 眼眸中没有一丝退缩 这让杨奎峰有些无奈 那便一起进入吧 说完这一句话 杨奎峰没有再迟疑 便迈步走进漩涡内 鬼剑和妖刀也跟着一同进去 随着一阵天旋地转 杨奎峰等人也出现在神木古墟之内 看着这一片星空中屹立着三千孤坟 每座孤坟都散发着极为恐怖的气息 杨奎峰等人只感觉脑海中一阵轰鸣 一个个瞳孔都忍不住剧烈收缩起来 这些难不成都是神地木 在最后三个字说出来后 杨奎峰的话音变得颤抖 目光难以置信地看着萧尘 希望对方能给他一个解释 不错 眼前这些孤坟都是神地之木 看了一眼骇然的杨奎峰 还有同样震撼的波若西 萧尘话音低沉地继续道 你们身为神军进强者 应该都知道 在三千万年前 神域曾发生过一场浩劫 令得无数神级势力毁灭 并且在那一场浩劫中 还埋葬了数千名神帝 甚至就包括 曾经那个时代的两位王者 听到萧尘这番话后 杨奎峰和波若西 更为骇然地看着眼前众多的神帝之木 脸上露出不敢相信之色 三千万年前那一场浩劫 他们也从古籍中知晓一点 虽然不知道太多细节 但也知道 正是因为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导致神域星空修炼传承 发生断层 除了古界那些霸主级势力之外 其他的神级势力都走向了没落 而北域邪教 就是在这一场浩劫之后 才诞生出的反神域势力 第545章 拥有三千神帝强者传承的公子哥 竟然会说自己穷 不过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萧尘提起三千万年前的事情 南部城市在表示 眼前这三千座孤坟是三千万年前的神帝所留下来的 可如果这孤坟都是三千万前 那场浩劫中的神帝强者所留 又是谁将他们的传承收集起来 并且全部都集中在这个漩涡内 还有三千万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会有如此多的神帝强者陨落 短短片刻间 在脑海中如有轰鸣乍响之时 杨奎峰和波若西的内心又忍不住生出众多疑问 关于这三千神木的游览 我现在没法跟你们说明 其中牵扯的太多 一时半会说不清 若是你们能融合其中的神缘传承 想必也会了解到那个时代的事情 看到俩人震撼的样子 萧尘随口补充了几句 所以说 萧公子的手里握着三千神帝的传承 在深吸一口气后 杨奎峰呆若目击地说道 怪不得 这位萧公子从头到尾 都是那么的毫无波澜 不把能让人突破到神帝境的机缘放在眼中 原来 正如对方所说的 常人穷极一生都难以得到的东西 在对方这里却是唾手可得 并且还是一箩筐一大堆的 也难怪萧尘会有如此底气 萧公子 你带我们来这里 就不怕我们泄灭 或者说 想要将这些传承 占为己有 在内心感到震撼中 杨奎峰的目光不断闪烁 沉默一下后 试探性的道 不论是谁 在看到这么多的神帝传承后 都会忍不住想 将其占为己有 他杨奎峰也不例外 若不是此时 脑海中还保留着理智 只怕他会忍不住 直接动手抢夺了 而鬼剑和妖刀俩人 在听到杨奎峰的话语后 身体瞬间变得紧绷起来 目光也森然地盯着消沉 似乎只要杨奎峰下达一个指令 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发起进攻 至于波若西在听到这话后 气息瞬间变得冰冷无比 目光警惕地盯着杨奎峰 似乎杨奎峰胆敢有异动 他便会毫不犹豫地动手 在这片星空 哪怕是神帝尽强者 也奈何不了本公子 萧陈文言只是淡淡一笑 话语没有任何感情温度 那种淡漠的语气 瞬间让杨奎峰心神一愣 如有一盆冷水当头零下 头脑也变得更加清醒了 没错 如果对方没有依仗的话 怎么会放他们三个进来 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在犹豫了零点三秒后 我最终还是同意了 毕竟穿着婚纱的燕姐 是那么的有女王气场 让我情不自禁 就想和赵 开始感应传承吧 除了那些封闭有人进行传承的 其他神墓 只要你们能引发共鸣 都可以进入里面 融合神源传承 但有一点你们得记住 每个人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切记不要去选择最强的 而是选择最弃合自己的 萧陈也懒得跟杨奎峰等人 在废话什么了 再提醒一句后 便放开了对这一片古墓星空的压制 有不少孤坟 当即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这一幕 让杨奎峰感到极为震撼 呼吸也是变得愈发急促 多谢萧公子的赐予 此番杨某若是能突破到神帝境 往后必将履行跟萧公子的协议 在深吸一口气后 杨奎峰话音颤抖地说道 脸上已经带上敬畏之色 能拥有这么多神帝境强者的传承 并且丝毫不把这些传承放在眼里 这一位萧公子必定有滔天的来历 说不定 很有可能是三千万年前 某一位大恐怖的转生者 今后若是能跟在这种存在的身边 他们十有八九将会威震诸天万剑 这绝对是一场颇天机缘 你们两个还不谢过萧公子 在内心被震撼的有些麻木之时 杨奎峰连忙对鬼剑和妖刀喝倒 另个鬼剑和妖刀心神一领 俩人连忙对萧辰行了一礼 行了 融合传承去吧 萧辰文言摆了摆手 不过下一刻 在几人刚刚转过身之时 萧辰相是想起什么一本 又开口说道 对了 你们覆灭了十八大势力 应该收刮了不少好东西 最近本公子有点穷 先拿点东西凑合下 听到萧辰这两句话后 杨奎峰等人都愣住了 拥有三千神帝强者传承的公子哥 竟然会说自己穷 这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吧 三千神帝之墓 只蕴含神源和功法传承 至于原主的神兵和财富 都没能留下来 看到杨奎峰诧异的样子 萧辰淡淡地解释了一句 这才让杨奎峰等人回过神来 既然萧公子对一些身外之物感兴趣 那杨某也没有理由不好好表示一下 说着 杨奎峰将手上一枚纳戒取下来 在抹去神魂印记后 便令气飘向了萧辰 这一枚纳戒中 有杨某这些年收藏的一些东西 希望能对萧公子起到一些作用 看到杨奎峰如此舍得 鬼剑妖刀也摘下那剑 再抹去神魂印记 一同交给萧辰 毫不夸张地说 除了几人的本命神兵 还有一些特殊物品外 其他宝物他们都交出来了 这些东西虽然不凡 但相对于神帝传承 完全没有可比性的 萧辰文言 接过那三枚纳戒 粗略扫了眼里面的东西 他脸上也露出满意的笑容 很不错 接下来 你们就在这里融合传承 本公子期待你们的出关 收起这三枚纳戒后 萧辰再次挥了挥手 杨奎峰等人 当即行了一礼后 便迫不及待去挑选神帝传承 这一幕 看得波若西久久不能平静 紧接着将目光看向了萧辰 放心吧 在这里面的传承 还会有适合你的 不过 我不建议你 现在就融合神渊传承 虽然这样会让你尽早恢复到巅峰状态 但也会让你失去 能冲击神帝境的契机 似乎是感受到波若西的目光 萧辰偏过头一脸温和地说道 所以 我建议你等 修为恢复到神军境巅峰 再挑选出合适的传承 进行神渊融合 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 让修为突破到神帝境 听到萧辰这一番话 波若西不禁沉默了 眼帘微垂 目光闪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过了好一会 波若西才微微抬起头 迟疑一下后 开口问道 你给他们三个神帝传承 是想把他们培养成下属 那你给本宫传承 也是想将本宫培养成下属吗 在这一句话落下后 消沉神情微微一正 目光有些诧异地看向了波若西 气氛在这一瞬间变得有些诡异 显然没想到 波若西竟然会开口这么问 第五百四十六章 哥这里跟他玩极限拉扯呢 若西公主不仅厌绝无双 就连性格也是清冷若现 就算消沉想将若西公主变成下属 恐怕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更何况 像若西公主这样的美人 培养成下属那得多浪费 在沉默一下后 消沉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有些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几句话 瞬间让波若西的神情微微一僵 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反倒是装出疑惑的神色 哦 培养成下属会显得有些浪费 那不知道萧公子 想将本宫培养成什么 才不会显得那么浪费 听到波若西用一种清冷的语调 说出这种看似有些暧昧的话语 萧尘顿时有些语色 这个女人 今天是哪根筋答错了 竟然打破杀孤问到底 这让他该怎么回答 直接说出内心的想法 想要将对方培养成女仆 如鼎 或者是肉 可可可 太有失风度了 萧公子回答不上来吗 还是说 你想把本宫培养成你的静鸾 看到萧尘当场沉默了 波若西一脸冷酷的道 这让萧尘的嘴角忍不住一抽 太反常了 实在是太反常了 这是波若西所能说出来的话语吗 竟然连静鸾这个词语都蹦出来了 难不成 这女人也对她有意思 并且现在就想摊牌了 不管波若西出于什么目的 或者是脑子突然间错乱了 身为一个男人 她不能这么被动 一念至此 萧尘嘴角扬起一抹笑容 目光逐渐变得有侵略性 身形缓缓逼近波若西 看着对方依旧保持清冷的模样 萧尘在这一刻抬手勾起波若西的下巴 如此举动 让波若西的瞳孔微微一缩 显然没有想到萧尘会直接上手 这是被她略微刺激一下 就忍不住狼心爆发了吗 如果若西公主不介意的话 本公子倒是挺想 把你变成我的静鸾 说完 萧尘也像是脑子错乱一般 目光扫过波若西这张绝美的脸庞 随后便对着那一抹红唇靠近吻下 这种操作 还有这一张近在咫尺的脸庞 让波若西的眸光不断颤抖 原本清冷的脸庞也浮现出一抹慌乱 终于 在萧尘要吻到那一抹红唇之时 波若西连忙拨开萧尘的手臂 身形也鬼魅般的消失在原地 萧公子 请自重 本公可不是随便之人 听到波若西这一句话 还有看到对方这反应 萧尘的嘴角忍不住一扯 不是随便之人 随便起来就不是人事吧 这女人先是勾引她一番 现在又开始故作高冷了 是想要试探她吗 看来是本公子误会了 不过萧尘公主 有些事情一旦挑起苗头了 以后可就难以全身而退了 你应该懂我的意思 在脑海中闪过各种念头后 萧尘有些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让波若西的身子微微一颤 听萧公子这话的意思 似乎日后真的要将本公 变成你的禁鸾 深吸一口气 波若西压制住内心的躁动 背对着萧尘 话音悠悠地道 嗣 还来 听到波若西这一句话 萧尘顿时有些淡疼 一直跟她扯暧昧的话题 她想上手又要故作矜持 搁这里跟她玩极限拉扯呢 既然洛西公主很想知道这个答案 那本公子 今日就用行动来告诉你 在深吸一口气 稳住心神后 萧尘眼眸中露出一抹一色 几乎在话音传出的同时 她一个闪身 出现在波若西身前 随后在对方神情 忍不住变化中 萧尘一把搂住对方 然后十分霸道强势 就对着那一抹红唇吻了下去 波若西的脑海中 如有轰鸣乍响 大脑也在这一刻 陷入一片空白 那极具放大的瞳孔中 浮现出震惊 难以置信 紧张 期待 彷徨 迷茫 羞涩 她刚才 确实是想要试探一下萧尘 以此来确定 这一位萧公子 对她是不是有想法 可没想到 仅仅才试探了两步而已 她竟然就被萧尘抢吻了 这算是玩火自焚吗 那接下来怎么办 她真的 要沦为萧尘的禁卵了吗 可是 他们俩个才认识多久 是不是有些太随便了 一时间 在萧尘吻下之时 波若西的脑海中 忍不住闪过各种念头 刚才那种高冷的样子 在此时完全消失不见 不过在下一刻 波若西像是感觉到什么一般 身体在这一刻猛的一颤 一股可怕的寒冰之力 也轰然爆发 当即把萧尘先飞了出去 无耻 在怒斥了一句后 波若西面红耳赤 直接朝着入口漩涡冲了出去 似乎是找个地方去回味一下 不对 是去好好地冷静一下了 看着波若西冲出漩涡 萧尘整个人倒挂在虚空中 神情有些尴尬地翻过身来 刚才一时太投入了 一不小心 就习惯性地上手 按到某一处不该按的地方 还真的是失误了 本以为这一位波波公主 需要半年时间才能拿下 按照现在这个情形 似乎用不了太久了 感受着嘴唇上残留着一抹香甜 萧尘妈撒着下巴 有些意外的道 看来她对于女性的杀伤力 随着修为的提高又暴涨了 摇了摇头 萧尘盘坐在混沌石碑上 开始轻点杨奎峰等人 孝敬给她的身家 并没有急不可耐地追上去 安抚波若西 毕竟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波若西现在只是对她 有一丢丢情愫 但这种情愫 还处在一个朦胧的阶段 若是操之过急 上去一阵狂甜 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倒不如趁现在 利用这一段时间 收割到的神远点 将身上几尊神兵 都提升到神军级 回到家里 就看到美都沙同学一脸傲娇 让我过去帮她吹吹腿 简直过分 不过为了不穿帮 我还是受点委屈吧 该死 本宫究竟是怎么了 刚才为什么会那样追问对方 为什么在被这个家伙强吻以后 不仅没有半点的抵触 反而还有一种期待感 在冲出神木骨须的漩涡后 波若西身形停留在虚空中 整个人脸颊红的发烫 一颗心剧烈的跳动着 往日那一种清冷若鲜的模样 在这一刻 完全崩塌于无形中 整个人更是心乱如麻 刚才 那种言行举止 完全不像是他所能做出来的 简直就像突然间被人夺射了 嗯 你一个人在这里干嘛 主人呢 就在波若西思绪混乱之时 萧兰的话音也突然间响起 这把波若西吓了一跳 第547章 嘿嘿 这个臭屁女人一走 现在主人就是我的 本宫怎么知道 看到眼前突然冒出来的萧兰 波若西连忙收敛脸上的情绪 话音淡淡地说了一句 不过 即便她此时怎么收敛 那一张完美的翘脸上 依旧还残留着一抹红玉 这让萧兰的眼睛瞪得老大 像是发现了什么稀罕之事 咦 你这个兵女 竟然脸红了 还有你的身上 似乎还有主人的气息 打量了波若西一下后 萧兰一脸夸张地说道 我知道了 你这个女人 竟然瞒着我跟主人在里面偷情 闭嘴 谁跟你主人偷情了 听到萧兰这两句话 刚刚才稳住情绪的波若西 在这一刻像是被踩到小尾巴一般 整个人瞬间就炸毛了 当即瞪着萧兰冷喝道 那一种欲盖弥彰的样子 让萧兰又哇哇大叫起来 果然 你这个女人 怎么可以背着我跟主人那样 太无耻了 听到萧兰这一番话 波若西险些一口腻血 当场喷出来 这个女人 还能不能再离谱一点点 她不就是萧尘被抢吻了一下 还有被狠狠抓了一下而已吗 怎么到这女人的口中 就成偷情了 这嘴碎的八婆 在内心气得有些咬牙切齿中 波若西身上的气息 变得无比冷冽 似乎要忍不住 直接对萧兰动手了 但想到 她现在的实力 还无法抱怠这个女人 波若西最终只能冷哼一声 随即消失在万里高空之上 再跟这个女人扯下去的话 她真的怕自己会当场暴走 哼 不说算了 看到波若西突然消失不见 萧兰抽了抽鼻子 冷哼一声 紧接着 像是想起什么一般 萧兰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 嘿嘿 这个臭屁女人一走 现在主人就是我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 嘿嘿 嘀咕到最后 萧兰的眼睛眯成月牙形状 嘴角也忍不住地往上裂起 那种笑容 像极了萧尘在蓝星看过的某部日番动漫 就是那一条 作死菜花蛇标准的邪恶笑容 说完 萧兰的身形化为一道流光 直接没入神木古墟漩涡中 看起来应该是去折腾萧尘了 另外一边 在萧尘没事就跟萧兰舞枪弄棒 顺带强化装备稳固根基的时候 东陵星域发生的事情 虽然被杨奎峰压制住 但依旧有一些漏网之余 将事情真相泄露了出去 这也导致了 天炎神朝的一些高层 还是收到了一点风声 神朝皇宫内 天德帝皇坐在龙椅上半眯着眼睛 一位老太监 鬼魅般地出现在大殿内 陛下 监视镇南王的一些案子 传来密报 在天炎神朝南部的东陵星域内 疑似有通缉人物波若西的踪迹 随着这两句话 回荡在金鸾大殿内 天德帝皇在这一刻猛地睁开双眼 一股恐怖的帝皇威压 刹那间弥漫整个皇城 你说什么 波若西出现了 在这两句话落下后 老太监连忙抬起头 一脸恭敬地回答道 此事乃是天网案子传回来的情报 据说 在前一段时间 东陵星域南部 十八大顶尖势力的神王老祖 在同一天内 前往东陵星府 拜访了东陵星君 声称在东陵星域南部 某个大迁世界中 发现被神朝通缉了 一万多年的波若西 之后 东陵星君便前往一探究竟 可不知道为什么却陨落了 此事惊动了镇南王 镇南王阳奎峰 在不久后便降临东陵星域 接着命左右护法 带人灭掉那十八大势力 据说是因为这十八大势力假传情报 谎称波若西出现在某一处大迁世界 实际上是因为 这十八大势力手中掌握某种大杀器 打算以阵法囚禁 或者抹杀东陵星君 以此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可他们却低估了东陵星君的恐怖 十八大势力的神王 虽然侥幸杀了东陵星君 但所有神王也都陨落了 最后变成了一场闹剧 在老太监话音低沉地说完这一番话后 大殿的气氛骤然变得死寂 天德帝皇脸上看不出喜悟 食指在龙椅上轻敲几下后 他话音低沉地开口询问道 如此说来 天网案子也无法确定 波若西出现的事情 究竟是不是真的 回禀陛下 天网案子正在加紧排查中 相信不久后就可以确定了 听到天德帝皇的话语 老太监连忙低头回道 不久后是多久 天德帝皇闻言眼神微微一眯 身上的气息也变得愈发冰寒 波若西一招没有找到 蓝玄机便无法彻底掌控冰海神功 天言神朝也无法真正的与其结盟 此事已经耽搁一万三千多年 成为朕心中的心腹大患 如果有波若西的消息 朕连一刻都等不了了 说着 天德帝皇从龙椅上站起来 话音滚滚如雷的回荡而开 天威 龙雀 速来见朕 听到天德帝皇喊出这两个名字 老太监的脸色当即发生了变化 天威 乃是天言神朝的镇安侯 也是天言神朝的镇朝大将军 一身修为 早已达到神军境巅峰 而龙雀 是天言神朝八大进军的统领 拥有明海苍龙和幽明昆雀的血脉 一身修为 也达到了神军境巅峰 俩人可谓是天德帝皇的左膀右臂 哪怕是四大亲王也不得不忌惮 现在天德帝皇召集这两人 难不成 是想要强行搜查东陵新玉 在老太监心神转动之时 两道身影鬼魅般的浮现在金鸾大殿内 随后一脸恭敬的 对着天德帝皇跪下 臣等拜见陛下 东陵新玉疑似有波若西出现的踪迹 你们俩的带人前往东陵新玉搜查 务必要将所有事情都查得水落石出 如果确定是波若西 务必将其鸡拿回来 可千万别让他跑了 站在龙椅高台上 天德帝皇冷声道 紧接着 他像是想起什么一般 话音也变得有些森然 另外 如果镇南王胆敢有异议 甚至阻止你们进入南部 你们大可以直接动手 听到天德帝皇这一番话 天威和龙雀俩人心神异领 随后都齐声声的低贺一句 臣等领令 在话音落下后 俩人如鬼魅般的消失不见 已经火速前往东陵新玉了 大殿内 只留下目光闪烁的天德帝皇 还有显得有些惆怅的老太监 看来 天眼神朝南部 要不平静了 第五百四十八掌 这个女人是多愁善感 还是想没事找找刺解 目光回到苍蓝见 在杨奎峰等人选定传承 进入神墓内融合的时候 萧尘也是将自身几件神兵的品质 都提升到神军级极品 就连双头魔龙葵 在看到杨奎峰 有那么拉风的魔龙车碾后 萧尘也消耗了大量的神源点 对这一头拉车奴兽进行提升 随后还让这一头双头魔龙 进入一座神墓内融合传承 届时 只要等双头魔龙葵出关 再将车碾行攻升级一下 想要得到神帝级的龙兽车碾 也不无可能 就连萧兰这个妮子 在进来捣乱 被他狠狠叫一番后 萧尘也让对方去融合传承了 虽说 对方是天道意志化形 从层面上来讲 要超过一般圣灵 但修为等级 也才神军进中期 若是能融合一位 神帝强者遗留的神源 想必也能让自身 得到莫大的好处 修为也可以尽早达到 神军进巅峰 至于想要突破到神帝级 只要他日后再升级一下 想来也不会有什么瓶颈 而在融合的期间 萧兰留给萧尘一枚印记 让他可以通过印记 调动苍蓝界的世界法则 不过这印记一旦使用 就只能维持一个时辰 相当于是一次性消耗品 不过 萧尘身上拥有几大底牌 就算真有强敌降临的话 他也有把握可以应付 接下来 就是利用天元神玄境的镜像能力 将苍蓝大千世界 从星空中引没了 在所有事情都步入正轨后 萧尘看着眼前悬浮的镜子 脸上露出一抹凝重的神色 而这一面镜子 赫然就是天元神玄境 并且品级达到了神君级级品 光是升级 就消耗了萧尘四千多万点神源点 若不是这一次 有杨奎峰 鬼剑 妖刀贡献出的身家 加上他之前 还积攒了几千万的神源点 只怕光是升级 这一面天元神玄境 他的身家就会被挥霍一空了 更别说还要升级其他的宝物 不过 有这一尊神军兵 融入混元乾坤镇 整个天地阵法 将会发生至的蜕变 不仅拥有复制神君境强者镜像的能力 还能以镜像幻影 扭曲星空法则 将苍蓝界从神域星空隐秘起来 并且还具备一定的吞噬能力 这样一来 只要不是有神君境的强者 在苍蓝界所在的星空 进行大规模的轰炸 其他强者可看不出 这片虚空有什么异常 随着念头的落下 萧尘直接来到苍蓝界的地和深处 看着萧蓝所布置出的混元乾坤镇 修为爆发间将天元神玄境按了进去 整个天地大阵 在这一刻也发生蜕变 一股实质性的波动 宛若连一般弥漫整个大千世界 如果从星空外面看 可以看到 苍蓝界在这一道波纹中 逐渐消失不见 但对于苍蓝界内的生灵来说 天地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他们依旧可以看到 苍穹之外的浩月和繁星 只是感觉天地灵气 又莫名其妙地暴涨起来 你将这一方世界隐藏了 在苍蓝界发生变化的时候 波若西也感应到这种变化 身形当即出现在地河深处 神情有些震惊地看着萧尘 隐匿一方大千世界 哪怕是一些神军境的和道者 也没办法做到如此害人之事 这个家伙着实让人感到心惊 现在我们的班底还不够 若是不暂时先隐蔽一下 接下来将会有源源不断的麻烦 萧尘文言抬起头 但笑着说了一句 就算隐匿这方大千世界 它依旧存在于这片星空 你确定不会有问题吗 波若西文言眉头微微一皱 话音有些担忧地开口说道 只要位置不变 不管再怎么隐匿 也有暴露的风险 只是时间上早晚的问题 无妨 我又不是要真正的避世 只是想让他们晚一点找到我们而已 萧尘摆了摆手 毫不在意的道 只要等天眼神朝这一位镇南王出关 届时有一位神地境强者作为后手 我们也不用顾忌天眼神朝和你师妹了 而你 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到滨海神宫 听到萧尘这几句话波若西的身子一颤 显然没有想到 萧尘对她的事情会这么伤心 你就不怕 等本宫回到滨海神宫 重新做稳公主之位后 就不跟你再往来了 如此一来 你这段时间在本宫身上的投资可就白费了 在目光闪烁一下后 波若西突然间说道 这让萧尘的嘴角忍不住一抽 又来了 这个女人是多愁善感 还是想没事找找刺解 竟然又问出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如果是其他人或许会很担心 但对于本公子来说 一旦被我盯上或者打上标签的人 只要本公子不愿意 他这一辈子都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说着 萧尘抬起右手 张开的手掌猛的一握 嘴角还掀起一抹弧度 这让波若西的面色微微一变 当即就想到 前不久被萧尘狠狠抓了一下 脸色瞬间就浮现出一抹恼怒 无耻 在冷声催了一口后 波若西下一刻便消失在地河深处 这让萧尘有些郁闷地摸了摸下巴 他哪里无耻了 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 这年头 爱说实话也成无耻了吗 摇了摇头 萧尘懒得去理会波若西这个神经兮兮的女人 当即盘坐在地河深处 感悟这一方世界的法则 现在修为达到了天神境巅峰 他需要一定的时间沉淀来消化和印证混沌神留下的传承 第二天一早 刚走出房门就看到小姨子戴着口罩 说他好像羊了 让我帮他做核酸测试 开什么玩笑 我哪里敢做 与此同时 另外一遍 在萧尘尽心感悟世界法则之时 天炎神潮的南部也发生了震动 天威和龙雀 在得到天德帝皇的指令后 便带着众多强者降临神潮南部 这一种行为 令得镇南王府一些强者感到有些不满 但由于镇南王和左右护法都不在 单凭他们可不敢跟两大强者抗衡 只能任由天威和龙雀 肆无忌惮地闯入天炎神潮南部 并且还带着十万神兵神将 将整个东陵星域都封锁了 之后 一行人便想要追问出 苍蓝大千世界的具体坐标 但由于镇南王派人抹出了十八大势力 还有权力截杀这些势力在外的其他成员 导致苍蓝界的坐标也没有其他人知晓 就算是天威和龙雀降临东陵星府 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 并且还没办法强行逼问 只能有些憋屈地离开东陵星府 之后以十八大势力所在的方位 对这一片星空展开全面的侦测 第五百四十九章 世间没有完美的隐匿之法 不论如何都一定会有破绽 随着时间的流逝 肖臣进入到深层次的修炼中 只要这一方世界没有遇上事 他就不会从这种状态中复苏 而波若西 在感受到这种情况后 也没有去打扰肖臣 同样进入闭关状态 开始炼化肖臣给予他的神君忌丹药 努力让自身的修为恢复到巅峰状态 至于神木古墟内接受传承的众人 没有一年半载 恐怕是不会出关的 至此 苍蓝界迎来了短暂的平静 并且持续了将近一年之久 不过相对于苍蓝界的平静 东陵星域其他地方就乱了 短短一年时间 除了被鬼剑和妖刀覆灭的十八大势力 其他大千世界都遭到霸道至极的搜查 不少势力的老底都被掀了一个底朝天 而在这一段时间 天威和龙雀的腰包鼓了不少 甚至还带到几个重要通缉犯 但苍蓝大千世界 他们几乎把整个东陵星域都侦测一遍了 依旧没有找到苍蓝大千世界的具体所在 仿佛这一个大千世界就像被人抹除了一样 这让天威和龙雀的脸色阴沉无比 一年了 都快一年了 还是没找到 全都是一群饭桶 在东陵星域南部一方荒凉的大千世界中 龙雀话音宛若滚滚天雷一般回荡在虚空 令得下方十万神兵神将都忍不住颤抖着 陛下下达了最后的指令 如果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还是没有找到一点线索 所有人都到天火炼狱中待一个月 听到龙雀说出天火炼狱 所有神兵神将面色一变 脸上甚至露出惊恐之色 天火炼狱 这可是天炎神朝关押犯人的地方 里面燃烧的天炎魂火 可以透过神体直接燃烧神魂 一旦被沾染上 哪怕是神王进巅峰强者 一个月内也会心神崩溃 要是他们被关进去一个月 就算到最后能咬牙扛下来 也会留下极大的心理阴影 还没等我捅喉咙做核酸 美杜莎同学也带着口罩走出来 说他被小医子感染了 现在也得被捅喉咙 我 大人 这一年内 不管是有生命的大千世界 还是没有生命的荒芜世界 我们都一一侦测过了 如果这苍蓝界真的存在的话 没道理到现在还找不到踪影 除非有强者将他隐匿于无形之中 或者是这方世界已经整体迁移了 在气氛变得沉重之时 一位将士斗胆开口道 这让龙雀的眉头一皱 话音有些沙哑地说道 隐匿一方大千世界 或者是将其迁移走 你知不知道 你在说些什么 如此壮举 哪怕是陛下也难以做到 除非出手之人的修为达到神地境 否则就是无稽之谈 说着 龙雀话音顿了一下 神情露出一抹忌惮 如果苍蓝界真的有神地境强者 他们哪还需要这般躲躲藏藏的 就算真的被我们找上门 对方一巴掌都能灭了我们 在龙雀这一番话落下后 那名将士面色变换一下 最终也没敢再开口回话 而在一旁的天威 听到这一番话后 眉头忍不住皱气 凡事没绝对 虽说想要将一方大千世界隐匿会很难 但也不排除 这世间真的没有人能做到 听到天威这一句话 龙雀的面色更难看 显然没想到这一位同僚会反驳他 倒是让他有些没面子 那真安侯的意思是 这一方大千世界就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只是我们眼中一个个都没能发现出端倪 在冷笑一声后 龙雀冷声说道 他们两个可都是神军境巅峰强者 神魂感知足以覆盖亿万万里星空 一年来如此大范围的搜寻下 整个东陵星域都被他们扫过 可还是没发现任何异常 这不是在看不起自己吗 本君只是在考虑任何可能性而已 听到龙雀这一句话 天威话音淡淡的道 再有一个月 如果我们真的无功而返 哪怕是我们也得受到陛下的责罚 此话落下 让龙雀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但也不可否认对方说的是事实 最终只能冷哼一声道 那按照你所说的 如果这一方大千世界就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我们又该如何将其寻找出来 这话让天威的眉头紧锁 脸上也露出沉思的神色 世间没有完美的隐匿之法 不论如何都一定会有破绽 容本君想一想 在大脑疯狂运转中 天威就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眼眸也逐渐变得明亮起来 神域星空中 不论是哪一方大千世界 想要有万物生灵的出现 周围都必须要有天阳星或者是太阴星 而大千世界所形成的星体 都会以特定的轨道呆在周围 围着天阳星或者太阴星旋转 如此才会有日夜交替 阴阳斗转演化五行万物 并且想要郁郁生命的大千世界 其运行轨道根据天阳星 或者是太阴星的大小 也都是有特定的星空轨道距离 这也就是说 即便有人能隐秘一方大千世界 也没办法完全隐秘这一方世界 在星系中运行的特定星空轨迹 这或许就是破绽 在天威这一番华落下后 龙雀的脑海中如有轰鸣乍响 在这一刻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就连周围的神兵神将 一个个也都一脸震惊 完全没想到 这一位镇安侯大人 竟然能想到这一点 听你这么一说 本君似乎真在哪一处星空 察觉到某个星系有点不对 在内心感到震惊后 龙雀也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脑海中疯狂闪过最近一年 神殿所扫过的每一处星空 天威同样在疯狂过滤这一年 所侦测过的地方 紧接着 俩人都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一个两个都看向东南方向 是那里 距离此界的第七个星系 那里的星空鬼倒有异常 如同是星有灵犀一般 天威和龙却一口同声 紧接着 俩人对视一眼后 便毫不犹豫地下达指令 全军列阵 构建出虫洞空间隧道 前往这一个星空坐标 随着脑海中浮现出那一个星系 天威和龙却在说话间 也都凝聚出一枚符文 赫然是 苍蓝界所在的星空坐标 下一刻 十万神兵神将在回应一句后 便同时爆发 修为撕裂虚空 一条虫洞空间隧道 在半个时辰后 被构建出来 一行人在两大神军 进巅峰强者的带领下 一同踏入这一条 虫洞空间隧道 消失不见 一场危机 也随之逼近苍蓝剑 第五百五十章 似乎在冥冥之中 内心就渴望如此 苍蓝剑 地和深处 在天威和龙雀等人 开辟虫洞星空隧道之时 消沉也睁开了 紧闭许久的双眼 一股可怕的气息 从他身上爆发 好大强大的感觉 虽然修为境界 没有什么变化 但我的根基 已经巩固到极限 站立比之前 绝对要翻上一倍 感受到体内 变得愈发可怕的混沌神力 消沉的脸上 也浮现出一抹满意志色 以他现在这个状态 在天神境当中 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哪怕是对上一些 神王镜初期强者 他也有把握 可以重创或击杀对方 并且 只要他想要的话 随时都能突破到神王镜 电 鉴于宿主闭关一年 没有进行随机回收 系统已经将期间 所储备的能量 自动为宿主 生成一张神地进修为体验卡 道具已经自动放置于 系统空间内 宿主可以自行提取 一件炼化使用 就在萧尘感慨自身强大之时 系统提示音 也冷不丁地响起 这让萧尘微微一愣 我闭关一年了 他明明感觉只过了一小会 没想到一年时间就过去了 果然是修炼无岁月 怪不得 有的强者一闭关 就是几千上万年 等到出关外界 都已经勿视人非了 摇了摇头 萧尘忍不住感慨一下 好在系统升级后 如果没有进行每月随机回收 就可以获得一张 神君进修为体验卡 累计一年 则是能获得一张 神地进修为体验卡 这一次修炼 虽然让他错过 十二次随机回收机会 但却为他换来一张足以保命的底牌 这不算亏 毕竟 他现在的寿源 动辄十万年起步 以后随机回收的机会多的是 但是神地进修为体验卡 目前对他来说极为珍贵 嗯 一张需要十一点神渊点 并且一年只能兑换一张 可想而知 这玩意有多稀罕 算上之前没动用的 我现在就有两张神地进修为体验卡 两张神君进修为体验卡 以及一张神王进修为体验卡 有这几张底牌 哪怕是神地进强者 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盘点一下自身的底牌后 肖臣的嘴角忍不住上扬 突破到神境 才短短一年时间 他的底蕴就暴涨到这种层次 哪怕是混沌神在世 恐怕也得直呼妖孽 给美杜莎两姐妹 做完核酸检测 我刚开车出来 就碰到比比东学姐 说我闯红灯了 必须去她家吃牢饭 这也行 你终于醒了 就在肖臣感慨之时 随着清冷的话音 回荡在地河深处 一道冷艳的身影 也出现肖臣眼前 此人正是波若曦 不过相对于肖臣闭关之前 波若曦的气息 变得更恐怖了 浑身上下萦绕着一股 令人感到心悸的寒气 这让肖臣的眼神 微微一凝 你的修为 恢复到巅峰了 嗯 前几天刚刚恢复到巅峰状态 并且因为是重修一次的原因 我的战力 要比之前更加强大 在肖臣话音落下后 波若曦点了点头道 说完 神情显得有些复杂 这一次 若不是肖臣在得到杨奎峰等人的孝敬后 便耗费一些代价 为他祭练一株珍惜神药 恐怕他 想要恢复到巅峰 还需要一些时日 接下来 本宫打算离开这一方世界 试着联络一下以前的亲信 为接下来重回滨海神宫 找蓝玄机算账做好准备 在沉默一下后 波若曦开口道 这两句话 让肖臣眉头微微皱起 目光有些诧异的 看向了波若曦 看来这一位波波公主 修为意 恢复到巅峰状态 心中的仇恨 也难以被压制住了 你放心 这一次我不会冲动行事 只是想联系以往的旧部 了解这万年来发生的事 看到肖臣眉头皱起 波若曦又补充说道 似乎是怕肖臣误会他要跑路了 不行 在波若曦还没彻底说完之时 肖臣便摇了摇头 否定了对方 一万多年 足以发生很多事情 也足以改变很多人 倘若你所认为的亲信中 有哪个已经臣服于他人 纵使你现在的修为 已经恢复到巅峰 但稍有不慎 还是会重复以往的遭遇 可是 听到肖臣的话语 波若曦眉头皱起 刚想再开口说些什么 就被肖臣抬手打断了 我是不会让你一个人去冒险的 还是等杨奎峰等人出关后再说 如此强硬的态度 让波若曦愣住了 从他成为滨海神宫的公主后 还没有哪个 敢用这么强硬的口气跟他讲话 这种感觉 就好像他是肖臣的属下 还是靖鸾 这让波若曦的脸色忍不住变换起来 听话 我知道你是报仇心切 但万事也要小心谨慎 若是真出了什么事情 我还得大老远去救你 这就很糟糕 看到波若曦面色变换 肖臣又柔声安抚一番 这两句话 瞬间让波若曦的身子微微一僵 神情在这一刻也变得愈发别扭 本宫又不是你的女人 就算真遇到什么危险 你也犯不着 在思绪变得杂乱之时 波若曦鬼使神差的道 不过她话语还没说完之时 肖臣鬼魅一般的出现在她身前 十分自然地搂住她的腰身 一把挑起她的下巴 经得波若曦后面的话都没有说完 下意识就想要爆发修为正开对方 但也就在这一刻 肖臣又低沉得道 谁说你不是我的女人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今日就告诉你 在我的内心 早已经把你当成我的女人 虽然不清楚 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但是 被我盯上的女人 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 我一定都不会放手的 所以说 从此刻开始 你波若曦就是我的女人 随着这番话的落下 波若曦忍不住瞪大了双眼 脑海在此时如有轰鸣乍响 这家伙 彻底跟她摊牌了 并且还是以一种 听起来霸道无比 容不得她拒绝的口吻说出来的 这让波若曦的脑子 瞬间乱成一团江湖 脑海中 就指挥荡着 你波若曦就是我的女人 所以说 不管这件事情的风险大不大 我都不允许 你一个人去冒险 以后还是等你的男人 带你扫平一切障碍吧 看到波若曦充满慌乱的俏脸 萧尘手指轻轻地抚摸一下后 便顺势吻在波若曦的红唇上 这一刻 波若曦的大脑一片空白 她明明有实力 能轻易轰飞萧尘 但不知道为何 就是使不上力气 只能顺势倒在萧尘的怀中 似乎在冥冥之中 内心就渴望如此 第五百五十一章 既来之 则安之 那就葬在这里吧 感受到波若曦没有反抗 萧尘此时变得愈发放肆 不仅跟波若曦发生了激烈的口舌之争 甚至还伸手抓住两个带头闹事的 准备先来一番教育 再深入进行调查 一定要让波若曦体会到 人与人之间的险恶交锋 并为此付出流血的代价 不过 就在萧尘刚抓住两大带头闹事的 波若曦在这一刻也清醒了过来 在仅存的一丝理智中推开萧尘 不行 现在还不行 本宫还没做好准备 听到波若曦这两句话 还有看到对方一脸不知所措 完全没了以往那种清冷模样 萧尘也没有再采取下一步行动 只是微笑着对波若曦说了一句 行 我等你 简简单单几个字 让波若曦身子微微一颤 神情逐渐变得平静下来 接着 在深吸一口气后 他抬头看着萧尘 我问你 你到底是 想单纯的占有我这个人 还是 在内心有我的一席之地 在话音略微颤抖中 波若曦问出这句话 尽管他已经是一位神军进巅峰强者 并且还身为滨海神宫的公主 统治过亿万照生灵的女强人 但此时 还是露出像小女孩一般的紧张 毕竟 这是他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想要有个伴 这个问题 不论我怎么回答 都只是片面致词 但我会用时间来证明 我萧尘虽然有些烂情 但绝不辜负任何一个跟我有关系的女子 萧尘文言笑着回答道 眼神并没有一丝躲闪 波若曦对他也不是一无所知 所以就算他说的天花乱坠 别人内心也有自己的看法 倒不如客观地说明这一切 波若曦文言忍不住愣了一下 紧接着目光悠悠地看着对方 连甜言蜜语都懒得说 你这个家伙还真可恶 不满地说了这一句话后 波若曦的话音变得低沉 虽然到现在 本宫依旧不了解你的全部 但本宫并不是优柔寡断之人 既然在内心已经做出选择了 那么 我做你女人又有何妨 只是今后 你若是敢辜负于我 不论你是有多么神秘和强大 本宫哪怕是牺牲所有 也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在这番话说完后 还不等萧尘说什么 波若曦在这一刻直接搂住萧尘 就像萧尘刚才那个样子 十分强势地稳住了对方 这种主动强势的模样 让萧尘不禁瞪打双眼 果然 以波若曦的性感 怎么可能会一直处于被动之中 他也有想过要怎么样来征服他 让他彻底败倒在对方的裙摆下 来到学姐家里 比比东学姐立马就为我准备劳饭 说先犒劳我 等下让我再闯一下红灯 上演速度与激情 我 哼 就在波若曦和萧尘热吻之时 苍蓝界上空爆发了一阵轰鸣 这令得萧尘和波若曦面色一变 俩人瞬间分开一同看向了上空 神情在这一刻也变得有些凝重 而在苍蓝界百万里星空之外 随着一个空间漩涡浮现出 天威和龙雀俩人 便率领十万神兵神将 降临在这一片星空中 两位神军进巅峰 四位神军进中期 还有十几位神军进初期 以及数千位神王进强者 和数万名天神进强者 这便是天炎神朝的魔炎军团和黄都进军 尽管这不是两大兵种的全部 但也足以横扫天炎神朝南部 除镇南王府以外的任何势力 可想而知 天德帝皇对于波若曦的死活 究竟是有多么的重视 就是这一处星空 荒芜世界的星空轨道 跟天阳星的距离太远 中间明显是少了一方大千事件 降临在苍蓝界所在的星系 天威目光扫过这一片星空 在话音森然地说了一句后 便对身后的将士下达指令 动手 无差别轰击这一片星空 本军倒是想看看 这一方世界还能不能继续隐秘 在这一道指令下达后 十万神兵神将轰然爆发修为 一道道神光煞时间闪耀星空 一万里虚空如镜面一般爆碎炸开 并且还在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 宛若海啸一般朝着整个星系蔓延 看来 他们是察觉到了 感受到苍蓝界外 这令人骇然的阵势 萧尘的神情在这一刻 变得愈发冰冷 说话间 萧尘手中结出一道硬绝 随着虚空一阵扭曲 苍蓝界外面的景象浮现在俩人的眼前 天威 龙雀 看到这两道熟悉的身影 波若曦的脸色微微一变 一股森然刺骨的杀意 也从他身上弥漫而开 这两人 他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是名镇天阎神朝的镇安侯和皇都进军统领 综合战力比起他只是弱一些而已 但也足以匹敌滨海神宫的副公主 而在一万多年前 蓝玄姬突袭他的闭关之地 正是这俩人拖住他的亲信 才让蓝玄姬和另外几大神军 险些联手将他抹杀在神宫内 他们是天眼皇室之人 但受到波若曦身上领略的杀意 萧尘也联想到什么 话音低沉地询问道 嗯 他们是天眼皇室的两大顶尖强者 每一个都在神军境巅峰竞争了数万年 俩人若是一同联手 即便是我也没有把握可以战胜他们 听到萧尘的问话 波若曦点了点头 神情变得有些沉重 还有 他们能直接联系天明帝皇 一旦与之碰面 后补不堪设想 波若曦此时还不知道 当初跟蓝玄姬一起猎杀他的天德太子 如今已经继位成为天眼神朝的新帝皇 还以为天眼神朝如今的皇者 依旧是那一位年迈的老皇帝 萧尘闻言并没有在意这个 只是目光闪烁地再次问道 他们在一万多年前 也参与过对你的猎杀 听到萧尘这一句话 波若曦的身子微微一颤 美眸瞬间落在萧尘身上 在沉默一下后并没有回答 不过萧尘已经知道了答案 既然跟你有恩怨 那我们便出去吧 看到波若曦这样 萧尘突然咧嘴一笑 话音森然地开口道 这让波若曦的脸色为之一变 别冲动 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先不要主动暴露 这两人可是天炎皇室的心腹 现在贸然就跟他们对上的话 可能会引得蓝玄机他们降临 届时就算他们能脱身 这方世界也会有大难 这也是刚才他想要离开苍蓝界 去联络亲信的一个原因 就是不想连累到苍蓝界 毕竟这里是萧尘的故乡 不用担心 你的男人可要比你想象中更加强大 哪怕是天炎神朝那位老祖降临 我也一样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听到波若曦的话语 萧尘一脸温和地道 在话音落下之时 他目光看向了虚空之外 随后一步踏出消失不见 正所谓既来之则安之 既然这帮人大老远跑过来狂轰乱炸的 那他也有必要好好地安顿这一帮家伙 就将其葬在这片虚空吧 第552章 你这是在自取灭亡 如此大张旗鼓地在别人家门口狂轰乱炸 你们这帮家伙全都是活腻了吗 苍蓝界外 在漫天攻击逼近到苍蓝界所在的位置之时 随着一道话音森冷地回荡在星空中 萧尘的身影也如鬼魅般的浮现出 这情况 让天威和龙雀等人眼神一宁 目光全都锁定在萧尘的身上 一个男人 不是波若兮 看到萧尘那一刻 天威和龙雀感到有些失望 接着目光疑惑地看着萧尘 你是何人 说着 天威和龙雀扫了一眼萧尘身后的虚空 脸上露出一抹凝重和不可思议的神色 虽然在萧尘身后那一片虚空 看起来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身为神军进强者的直觉告诉他们 在那个地方就隐秘着一方大千事件 这也就是说 他们真的是找对地方了 接下来 就是要确定波若兮是不是也隐藏在这 本公子 识别你们送葬之人 萧尘文言咧嘴一笑 说话间 一张水晶卡片已经出现在他手中 这赫然是一张神军进修为体验卡 既然这一帮家伙是冲着波若兮而来的 并且眼前这俩人还曾对波若兮出手过 那他也没有必要心思手软 该出手之时就得果断一点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神军进修为体验卡已经化为无数光点 瞬间没入到萧尘的体内 令得修为轰然暴涨起来 几乎在眨眼之间便提升到神军进巅峰 这令得天威和龙却的面色忍不住一遍 神军进巅峰强者 天威和龙却在惊骇中都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话音森然的抱贺一句 你是波若兮的同伙 这一句话虽说是询问 但语气却是极为肯定 他们敢发誓 今日绝对是跟萧尘的第一次见面 但对方身上却有一种森然的杀机 除了对方是波若兮一伙的 他们想不到还有什么理由 会让萧尘对他们有如此强烈的杀机 总不可能因为他们在这方星空中狂轰乱炸 就让对方恨到一上来就要对他们斩尽杀绝 这样可就太不理智了 本以为比比东学姐在开玩笑 没想到他来真的 硬要我明白速度与激情的魅力 让我闯了三次红灯 车子都要废了 哼 本公子可不是他的同伙 而是他的男人 萧尘文言森然一笑 修为在这一刻轰然爆发 双手在这一刻截出硬绝 隐匿在阵法下的苍蓝剑 一直震动起来 萧尘利用萧蓝留给他的世界本源烙印 疯狂调动苍蓝界的天地之力 灌入阵法 随后源源不断的汇聚到天元神玄境内 一道波纹随即在虚空中弥漫而开 萧尘身后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镜面 伴随着一道神光在萧尘身上扫握 镜面中突然走出来另外一位萧尘 这赫然是萧尘的镜像投影 虽然修为波动比萧尘要弱了一些 但此时也达到骇人的神军境巅峰 这便是天元神玄境的恐怖复制能力 可以复制出现实世界中 不超过镜子本身等级的任何生灵 并且赋予对方拥有原生的八成实力 甚至还可以在外界维持一刻钟以上 波若西的男人 在萧尘话音落下后 天威和龙雀差一点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波若西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冷若冰霜 从来都没跟任何男子有过什么绯闻 怎么被他们中创后 突然间就有男人了 不过还没等他们想太多 萧尘和镜像分身脸上露出一抹森然的笑容 修为爆发间便施展神通 对着他们轰杀而来 截阵 迎敌 看到萧尘首先发动攻击 天威和龙雀大声嘶吼道 身后众多强者 当即以特殊的站位催动修为 一道道神闻将每个人连接起来 伴随着一种狂暴的波动 横扫亿万里星空 一座恐怖的神军级战阵 也瞬间凝聚成形 一道可怕的神力光幕 瞬间在虚空浮下出 跟萧尘的攻击硬汗在一起 星空中顿时爆发出震耳欲容的轰鸣声 毁灭性的冲击 宛若风暴一般席卷而开 萧尘和镜像分身随手轰出的一击 竟然被这一帮人用阵法挡了下来 竟然能凝聚出一具神军境巅峰的分身 以你的手段和实力应该不是泛泛之辈 你究竟是何方势力之人 看到萧尘所展现的手段 天威再次沉声询问道 能有这一种手段的身后背景都不一般 如果萧尘是来自于其他大势力的人 那他们就看情况要不要痛下杀手了 毕竟 天炎神朝虽然是天炎星界的霸主级势力 但放眼整个神域星空可不算顶尖的势力 要是因为他们的贸然出手 得罪一个恐怖的超然势力 天炎皇室可不会放过他们的 你们的废话可真多 萧尘文言并没有回答 反而寄出混沌修罗枪 一股恐怖无比的神威 当即笼罩着一片星空 这让天威和龙雀的瞳孔微微一缩 看来阁下是铁了心 要跟天炎皇室作对 这对于你来说 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决定 纵使 你能凝聚出一尊神军境巅峰的镜像分身 但面对我们两大顶尖强者 和这十万神兵神将 你这是在自取灭亡 看到萧尘又无视他们的问话 天威和龙雀此时也杀鸡暴起 在话音落下之时 身后十万神兵神将同时 结出一道硬绝 随后在神光映照中 组成一头庞大的天火烈鸟 双翼展开 足足有有上万里 身上所弥漫的波动 更是达到神军境巅峰 这便是天炎军团的镇法 合体密集 能够以身体为镇法节点 化身为恐怖的天地法香 此法催动到巅峰 甚至可以斩杀一些 神军境巅峰强者 拿下它 看到十万神兵神将 化为天火烈鸟 天威和龙却一口同声地爆喝一句 同时也将修为催动到极致 一步踏出朝萧尘镇压而去 既然萧尘明完不灵 那就只能将对方先行镇压 逼问出一切事情的缘由后 再决定要不要斩尽杀绝了 天炎皇室的走狗 我们又见面了 就在天威和龙却 忍不住要动手之时 随着一道清冷的话音 回荡在星空中 一道绝美的身影 也浮现在萧尘身边 神军境巅峰的恐怖气息 煞事间横扫着一片虚空 令得天威和龙却的瞳孔 都忍不住剧烈收缩起来 波若西 你果然还没有死 看到这一道无比熟悉的身影 还有感受到对方的修为波动 天威和龙却顿时一阵头皮发麻 当年内战 波若西可是燃烧了修为和精血 才侥幸从他们的围杀中逃出去 那种惨痛的代价 哪怕是神军境巅峰强者 也承受不起 很有可能会永远都回不到全胜状态 可眼前的波若西 不仅伤势完全恢复了 就连身上所弥漫出的气势 竟然还要强于一万多年前 第553章 这一个不知名的神秘男子 战力究竟恐怖到何种层次 你们这些家伙都还没有死 本宫怎么能掀你们而陨落 听到天威和龙却的话语 波若西话音森然地冷笑一声 下一刻目光落在龙却的身上 一道剑光便毫无预兆地展出 这令得龙却的面色一变 波若西在全胜状态下 连蓝玄机和天德帝皇联手 也无法将对方彻底斩杀掉 可想而知 波若西的战力有多可怕 如今要是一对一的话 他怎么可能会是对手 挡住他 当危机感在心头上炸开之时 龙却对十万神兵神将大吼道 同时也将自身修为催动到极致 身后浮现出一龙一雀两道虚影 恐怖的神威宛若风暴一般横扫星空 龙却祭出一把刻有龙凤图腾的狂刀 当即便斩出一道刀芒 迎向了波若西 而在他身后 十万神兵神将所化的天火烈鸟 在体型极具收缩中凝聚力量 提名一声后一爪子轰了过去 就连在龙却身边的天威在这一瞬间也爆发修为 同样施展出神通轰击迎向波若西那一剑 试图以三者联合之力将波若西彻底镇压住 你们是不是忘了还有本公子存在 看到俩人一兽杀向了波若西 消沉冰冷的话音也响彻而起 一道混沌雷火枪芒 带着能一击劈开星辰的恐怖威势 煞时间就对着天威当场倾覆而下 这令得天威的面色巨变 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感 让他浑身汗毛为之站立 在这一刻也顾不得龙却的死活 只能转而防守迎向萧辰这一击 就连十万神兵神将所化的天火烈鸟 那一只恐怖的巨爪还没有完全落下 萧辰所凝聚的镜像投影便冲天起 混沌雷火之力肆虐于虚空 随着镜像投影一拳轰出 一头恐怖的混沌祖龙虚影 便嘶吼咆哮着跟对方硬汗在一起 轰鸣声煞时间震动星空 无与伦比的风暴冲击 以萧辰等人为碰撞中心 宛若海啸一般疯狂肆虐 亿万里虚空崩塌出一个恐怖的巨型黑洞 苍蓝界在这种冲击中也被迫显现出真容 但好在有混源乾坤阵的守护 这种恐怖的风暴冲击余波 都被尽数抵挡在阵法之外 苍蓝界无数生灵 只能看到苍穹之上有各种极光变换 天阳浩月在这一刻竞数消失了而已 不过这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所以苍蓝界内的生灵并未太过恐慌 而在战场中心 在这种恐怖的碰撞中 天威和龙雀尽管有神军境巅峰的修为 但俩人所面临的对手一个比一个变态 俩人几乎在同一时间都被轰飞了出去 体内的气血不断翻滚 一口溺血险些喷出来 波若西能成为滨海神功的公主 战力在同级别中无疑极其强大 单打独斗的情况下 除了皇室那几位老不死 其他人他还没放在眼里 而萧尘就更不用说了 从获得混沌神的传承后 他的底蕴已经今非昔比 纵使他的修为是暂时提升到神军境巅峰的 但所能发挥出的战斗力足以碾压无数老怪 至于那一道镜像分身投影 虽说只有萧尘的八成实力 无法压制住十万神兵神将所化的天火烈鸟 但牵制住对方一时半会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就注定了天威和龙雀的惨败 看到我这车子开了几个小时 就有点开不动了 比东东学姐说是缺乏保养 没事得来他这里保养一下 加加油 我 巨龙 突围 仅仅一个照面的碰撞 在察觉到不是这两人的对手后 天威话音胶着的对着龙雀吼道 并且在话音传出的同时 他还震碎腰间一枚玉佩 那是紧急球员令台 是他能和天德帝皇联系的神级秘宝 一旦震碎后 便能将他所要传达的讯息 跨越无数星域传到皇宫内 甚至在这一刻 天威还反手甩出了众多神级秘宝 一个个都散发着令人心计的波动 一股脑袋朝着消沉轰过去 其中步伐有一些神军级阵服 还有封印着神通的攻击秘宝 全力爆开 足以重创一般的神军镜巅峰强者 毫不夸张地说 这都是天威多年以来积累的一些底蕴 此时为了脱身 只能毫无保留地扔出来 龙雀听到天威的大吼后 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同样甩出一些秘宝 轰向波若西 身形朝天威那边急速靠拢过去 不过 因为面对是波若西 龙雀虽然感到不敌 但也没有被碾压得很彻底 所以此时还是保留了一手 可即便如此 这俩人此时所丢出的保命之物 还是让波若西的脸色为之一变 现在想走已经晚了 看到眼前众多散发恐怖波动的秘宝 萧辰的脸上完全没有半点忌惮 反而露出一种漠视苍生的冰冷 混沌神力疯狂地灌入到混沌修罗枪内 随着长枪划破星空 一道枪芒宛若残月一般 直接再轰在众多秘宝上 断月 这是萧辰还没突破到神境之前 所创立的枪法 在他修为突破到神境后 这枪法就有些跟不上了 但在他闭关的这一年中 随着他不断融合混沌神的传承 这一招枪法也发生了质的飞跃 此时在配合神军境巅峰的修为 施展出来的威力足以斩断浩月 下一刻 随着枪芒跟众多秘宝的碰撞 毁灭性的冲击也再次爆发 在天威的目光中 恐怖的冲击将萧辰的身影彻底淹没 但他脸上没有露出任何喜色 反而感受到一股更大的危机 紧接着 在心中愈发不妙之时 前方肆虐的风暴被一道枪芒 强行撕裂而开 那种如同要毁灭星空的恐怖气息 让他的瞳孔瞬间收缩成针孔形状 不 不可能 看着眼前这一幕 天威疯狂大叫着 这可是足以重创 或者是抹杀一些神军进巅峰强者的攻击 竟然就这么被对方轻易的撕裂开来 并且枪芒横扫间还有如此恐怖的威势 这一位不知名的神秘男子 战力究竟恐怖到何种层次 在心中无比骇然中 天威在这一刻也做出反击 手中神兵爆发出璀璨光芒 一道恐怖无比的剑光 宛若银河倒挂于星空一般 煞时间迎向了萧辰这一枪 哼 随着两者的碰撞 萧辰这一道枪芒在消耗过大的情况下 当场被天威这强悍的一剑给轰爆开来 不过 还没等天威高兴起来 在那一片席卷肆虐的风暴冲击中 一点心芒宛若流星划破星夜一般 煞时间撕裂漫天风暴冲击 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 朝着他急速动穿而来 领得天威的面色巨变 一股无法形容的生死危机感 也在天威的心头上轰然炸开 第554章 这蜜宝不错 我就收下了 竹心 萧辰所创立的另外一招枪法 枪出如龙宛若流星赶月 威力比起断月只强不弱 不 快救我 看到这一道急速逼近的枪芒 天威在无法闪躲中大声嘶吼着 修为也在这一刻催动到了极致 在施展出神通营像这一道枪芒的同时 他还跟龙雀和十万神兵神将求援起来 因为这一击 让他感受到极为浓郁的死亡气息 是他拼尽全力也难以抵挡的一枪 不过任凭他怎么嘶吼 此时龙雀和十万神兵神将都无法过来支援 龙雀现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同样被波若西压入下风不断暴揍 而十万神兵神将所化的天火烈鸟 虽然在交手间能占据一点上风 但也无法摆脱镜像分身的牵制 下一刻 伴随着一道轰鸣声的响起 天威拼尽全力施展出的神通 竟然被这一道枪芒轻易动穿 那一点枪芒如同离弦之剑一般 撕裂层层封锁对着他的心口动穿来 如此情况 让天威的瞳孔在急速放大中险些炸裂了眼眶 整个人在生死关头只能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 但任凭他怎么反抗 萧辰依旧无动于衷 枪芒当即轰在天威的身上 混沌修罗枪更是从对方的心口上贯穿而过 毁灭性的力量瞬间在天威的体内轰然炸开 令得天威张口喷出一道蟹剑 颤抖的目光死死的盯着萧辰 你 你究竟是谁 感受到这一句神体的生机在急速消散 天威抬起头话音沙哑的问出这个问题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他修炼到神军进巅峰后 竟然会被人两招洞穿心口 这种变态到极致的战力 他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 哪怕是面对波若西 他就算不敌也能坚持几十个回合 并且想要脱身对方也很难留下他 但面对萧辰 这简直就是单方面的碾压 连想要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本公子不是回答你吗 我是波若西的男人 也是杀你之人 听到天威再一次问出这个问题 萧辰露出一抹森然的笑容 话音淡漠地回答道 自始至终 萧辰都没有解释自己的身份 因为只有未知才会让人恐惧 去死 听到萧辰这两句话后 天威的瞳孔猛的一锁 紧接着面色猙獰的爆赫一句 一股毁灭性的神魂波动 当即从他的眉心处爆发 在萧辰的目光中 可以看到一根黑色魂针 弥漫着恐怖的神魂波动 在刹那间轰向他的眉心 这是天威的一道鸭箱保命底牌 天魄断魂针 是在他修炼到神君境后 意外得到的神魂类秘宝 之后更是以多个大千世界 亿万万生灵的惊魄来祭炼 这一根魂针 所能爆发出的杀伤力 足以击杀向天德帝皇这样的强者 并且就算是天德帝皇 也不知道他还藏有如此恐怖的一道底牌 而现在 在如此近距离之下 他就不幸 被这一根魂针轰中 萧辰还能平安无事 几乎在天威念头落下之时 那一根魂针 已经轰入到萧辰的眉心内 不过萧辰脸上 并没有任何一点惊慌 反而还对天威露出一抹淡漠的微笑 真密宝不错 我就说下了 看到眼前这一幕 还有听到这句话 天威的脑海中如有轰鸣乍响 整个人一脸骇然地看着萧辰 不 不可能 在难以置信的鬼叫一声后 天威也来不及思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神魂在这一刻 舍弃这一具瀕临死亡的神体 化为一道流光顿出石海 朝着星空深处逃顿而去 但同样就在此时 随着一股恐怖的神魂波动 从萧辰的石海中汹涌爆发 一盏魂灯浮现在他的头上 不灭魂火 肆虐于虚空 随后如同一条条勾魂锁链 几乎在瞬息间便追上天威 神君及神魂秘宝 看到身后爆射而来的一条条魂火锁链 天威的魂体 差一点就被吓得魂飞魄散 怪不得 怪不得刚才被天破断魂针轰重 这家伙竟然连一点屁事都没有 原来是石海中有如此魂灵之宝 从这种恐怖的神魂波动来看 这一尊魂灵力宝的等级 应该达到了神君级极品 只差一步 就能成为神帝兵 比起他的天破断魂针 可要强大得太多太多 阁下 我只是奉命行事 放我一马 看到铺天盖地的魂火锁链 在寝客间直接封锁这一片星空 天威在这一刻歇斯底里的吼道 活了十几万年 在修炼到神君境巅峰后 他已经忘记了何为恐惧 也觉得自己不会畏惧死亡 可现在当死亡的阴影真的降临 他才知道这感觉究竟有多恐怖 他还不想死 放你老母 听到天威这一句话 萧尘不懈地冷笑道 手中结出一道硬绝 在虚空挥舞着的漫天魂火锁链 在下一刻便轰爆天威的魂力攻击 随后洞穿对方的魂体 将这一位神君境强者的神魂 硬生生地拉入不灭魂灯 至此 一位神君境巅峰强者就此陨落 就在我要回去的时候 比比东学姐突然接到电话 说他表妹要过来投奔他 让我跟着去接一下 这就让我很为难 这一切说来话长 其实都只是短短两夕间 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虚空之中 正在厮杀的龙却的波若西 还有在天火烈鸟内的十万神兵神将 脸上在这一刻 多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一位神君境巅峰强者 哪怕是在天炎神朝中 也是能威震无数心欲的霸主 竟然如此轻易 就被人给宰了 这简直就跟沙昆吐狗一样简单 眼前这一位神秘男子 确定是神君境强者 而不是神帝境强者 接下来 该你们了 在龙却和十万神兵神将 赶到亡魂接冒之时 萧辰抬手收起天威的神兵和神体 目光森然地看向龙却和天火烈鸟 还没等龙却和十万神兵神将说些什么 萧辰已经施展神通 杀向十万神兵神将 枪忙横灌星空 对着天火烈鸟轻覆砸下 逼得十万神兵神将 不得不控制天火烈鸟 转身迎向萧辰这一击 毁灭性的冲击当即在星空中爆开 天火烈鸟庞大无比的身躯 竟然被萧辰一枪轰飞出去 不过还没等天火烈鸟回过神 竟向分身在这一刻横冲而来 逼得天火烈鸟不得转身迎敌 但就在他一爪子轰向对方之时 竟向分身上传来毁灭性的波动 紧接着在十万神兵神将顿感不妙之时 靠近天火烈鸟后便宛若恒星一般爆开 第555章 本宫还没真的尾身于你 你可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轰鸣声煞事间震撤亿万里星空 毁灭性的风暴将天火烈鸟淹没 而在这种轰击中 即便十万神兵神将催动修为全力抵御者 可一个个还是在冲击中受到恐怖的反噬 天火烈鸟当场解体 十万神兵神将宛若下饺子一般 身形在风暴冲击中被卷向远方 甚至有很多天神镜将士 神体在冲击中崩溃炸开 就连神魂也被撕成碎片 可想而知 这镜向分身突然自爆 威力究竟是有多恐怖 不过这还没完 在天火烈鸟崩溃解体 不少将士也惨死之时 一道雷火枪芒横贯百万里星空 如拍苍蝇一般紧随而后的轰下 这令得苟延惨喘的神兵神将 在这一刻都露出绝望的神色 不 在绝望的嘶吼中 仅剩的神兵神将都被这一击尽数轰杀 纵使他们的人数要远远超过消沉 但面对这一位能在短短几个呼吸内 就斩杀一位神军进巅峰强者的狠人 再加上此时他们一个个都受到重创 纵使他们心中极其不甘 依旧逃不过陨落的命运 而在跟波若西厮杀的龙雀 在看到这一幕后 险些被当场吓尿 三两下将天威彻底斩杀这就算了 现在抬手间还灭了十万神兵神将 这可是天眼神朝引以为傲的军团 在这家伙的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此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在这种惊骇中 龙雀因为分神瞬间露出破绽 被波若西一剑斩在了胸膛上 胸前的战甲当场崩溃 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也随之横贯整个胸膛 让龙雀发出痛苦的嘶吼声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在身体受窗倒卷而飞之时 龙雀慌不择乱的撕裂空间 试图逃出这一处血腥之地 可同样在此时 萧尘的目光也锁定在对方身上 身形如同鬼魅一般的暴射而出 你想逃到哪里去 在这一道话音悠悠响起的同时 一点枪芒也宛若星光闪耀一般 煞世间朝着龙雀逼近过去 这令的龙雀吓得亡魂街貌 不 你不能杀我 天德陛下已经知道这里的事 你若是将我们赶尽杀绝的话 绝对会引得皇室老祖降临的 在无边的恐惧中 此时为了能活命 龙雀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了 就连那一位皇室老祖都被他搬出来 毕竟 那可是一位神帝尽强者 纵使现在年迈不如以往巅峰之时 但依旧是神域星空中顶尖的存在 不过在这一番话语的回荡中 萧尘的攻势并没有停滞减弱 反而在这一刻变得更加狂暴 枪芒带着蔑视之威 跟龙雀碰撞在一起 轰鸣声再次滔天响起 龙雀的双臂爆出一团血雾 神兵被萧尘强行轰飞出去 整个人如同垃圾一般倒卷而飞 内脏夹杂着鲜血不断狂喷而出 还不等龙雀稳住身形 一道恐怖的冰蓝见光 如惊鸿一般滑破星空 随后轰在龙雀的头颅上 将龙雀整个人当场劈成两半 就连神魂也被剑光撕成碎片 至此 两大神军进巅峰强者 还有十万神兵神将 便尽数惨死在这里 而这一种厮杀过程 竟然还不到半刻钟 这事情若是传出去的话 只怕都能让无数神军进老怪 惊掉下巴了 看到我有点不想去 比比东学姐二话不说 又给我包了饺子 还说她表妹很听她的话 以后也可以给我包饺子 我 你 怎么会这么强 看着星空中还在肆虐的风暴 波若西在沉默一下后 话音有些复杂的问道 今天的事情 对她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在看到天威和龙雀 率领十万神兵神将降临之时 她甚至做好了要惨战的准备 可没想到 这一场厮杀竟然还持续不到半刻钟 就被萧尘以无敌之姿 尽数镇压下来 如此恐怖的战斗力 远远超出她的预估 哪怕是她 如果对上此时的萧尘 恐怕也撑不过十几招 因为我是你的男人 不强大一点可不行 萧尘文言微微一笑 回过头接着调侃道 当然 我的强大可还不止于此 其他的日后 你自会明白 听到这意味深长的话 波若西忍不住愣了一下 紧接着翻了一个白眼 有些美好气的说道 本宫还没真的委身于你 你可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不过话 虽然这么说 但今日萧尘的强大 已经彻底征服她了 如果萧尘真的想要的话 她可能也不会拒绝对方 顶多半推半就 故作矜持一下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似乎是意识到 自己说这话有些不妥 还没等萧尘开口说什么 波若西连忙转移话题道 天威 龙雀 还有这十万神兵神将 可都是天炎皇室的心头肉 如今一同惨死在这里 只怕天炎皇室会苟急跳墙 可能会率领大军直接降临 想到天炎神朝的底蕴 波若西神情极为凝重 在滨海神宫那位神帝敬老祖失踪后 滨海神宫的综合实力就在走下坡路 反观天炎神朝 还有一位神帝敬老祖坐镇于皇宫 这些年的综合实力也在突飞猛涨 甚至有要吞并苍蓝界的意图 所以天明老狗才会派那一位天德太子 潜入到苍蓝界将蓝玄机这女人给拿下 最终更是怂恿对方谋权篡位 拉拢众多长老对他进行暗杀 如今损失这么多属下 天炎皇室肯定坐不住 无妨 如果他们还敢来的话 到时候再一起灭了吧 萧尘文言无所谓的说道 这种似乎能掌控全局的强大底气 当真是让波若西越来越看不透了 其实 要不是还摸不准神域星空中的势力纠葛 不知道天炎神朝的背后 还有没有更强大的势力 萧尘都想动用神帝进修为体验卡 直接杀入天炎大千世界 将天炎皇室彻底抹除了 可如果这么做 万一天炎神朝的背后有更强大的存在 而他手中的底牌又无法应对所有危机 那他和他这一帮女人将会陷入到危机之中 所以 萧尘可不敢随意挥霍底牌 只能暂且先走一步看一步 等杨奎峰等人出关后 再摸清楚天炎皇室所有的底细 届时再将对方连根拔起也不迟 毕竟 他在苍蓝界虽然是无敌的 但在神域中可不是无敌的 能杀他的强者太多了 小心才能使得万年传 一般仗着有几门底牌 就变得肆无忌惮的人 往往也是死得最快的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挥手间开始打扫起虚空战场 回收十万神兵神将的残驱和纳戒 第556章 就凭他和波若西那个小剑人 如何抗衡震一整个泱泱大潮 另外一边 天炎大千世界 皇宫 在天威等人降临到苍蓝界 一行人看到波若西的时候 金鸾大殿内 其中一根龙蚊石柱突然震站起来 盘踞在上面的一条紫金神龙 龙眼在此时爆发出璀璨神光 一枚枚符纹在光芒中凝聚 最后更是化为投影画面 而画面中 赫然是波若西和萧尘 这让天德帝皇猛地从龙椅上站了起来 脸上在这一刻忍不住浮现出震惊之色 不 波若西 看着从画面中浮现出的身影 还有天威和龙却传来的坐标 天德帝皇简直有些不敢相信 从讯息中来看 波若西不仅还活得好好的 就连修为也没有任何跌落 依旧处在神军境巅峰 这怎么可能 当年那一战 他们可是清静浑身解数 把波若西逼到燃烧精血 此法会伤及自身寿元和修为根基 哪怕是神帝境强者 事后也会修为暴跌 而波若西的修为竟然没有任何跌落 难不成 在失踪的这一万多年中 对方遇到了机缘大造化 马上召集另外四大亲王 还有十三天保新军 让他们即刻前往东陵新域 不日后跟镇会合 在瞳孔微微一缩中 天德帝皇当即下达指令 这让老太剑猛地抬起头 陛下这是要御驾亲征 在他的印象中 天德帝皇从继位之后 就没有跟别人动手了 没想到 看到波若西还活着 反应竟然会这么大 你的话有点多了 还不快去下旨意 天德帝皇闻言的眉头一皱 话音冰冷地对老太监喝道 只有跟波若西交过手才会知道 这个女人的潜力究竟有多可怕 一万多年前 在北玄王 蓝玄机 还有他和另外四大神军 哪怕一起联手 也杀不死对方 还让对方以秘法逃了过去 甚至还将他们几人打伤了 虽说 当时他和另外四大强者 都只是神军进后期的修为 但北玄王和蓝玄机 可都是神军进巅峰 如此不难看出波若西的战力 在神军进中是多有多可怕了 此女若是不除 任后甚至有机会突破到神帝境 老奴遵命 感受到天德帝皇的不耐 老太监此时的心头一领 也不敢在这里遗老卖老 不过就在这时 在老太监刚要离去的时候 龙闻石柱发出一阵龙鸣声 令得天德帝皇和老太监的面色一变 不可能 王侯陨落了 看到龙闻石柱倒映出一幕画面 浮现出天威被萧尘击杀的惨状 天德帝皇和老太监都如遭雷劈 对于天威的战力 他们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放眼整个天炎神朝 除了闭关的几位老皇帝 还有四大亲王之外 哪怕是天德帝皇 在不动用神朝弃运的情况下 也不敢保证能战胜对方 可现在 从发现波若西传来讯息 才仅仅过了十来个呼吸 天威就这样被人斩杀了 这出手的神秘男子究竟是什么层次的强者 此人究竟是谁 为何会跟波若西一起出现 朕怎么从来都没有看见过 在感到难以置信中 天德帝皇忍不住咆哮到 内心涌现出强烈的不安 天威可是他的左膀右臂 可以用来镇住四大亲王 帮他掌控整个天炎神朝 如今却这样死了 这让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好 在天德帝皇话音刚落下不久 龙闻石柱再一次传出龙音声 又是一道道死前画面在大殿中闪过 让天德帝皇和老太监瞳孔剧烈色索 这一次 赫然是龙缺的死前记忆 并且还包含对方在临死前 看到十万神兵神将尽数被灭的画面 这灵德天德帝皇忍不住的颤抖起来 下一刻 神行一个亮枪 一屁股坐在龙翼上面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指 两大神军进巅峰 四位神军进后期 十来位神军进初期 外加数千名神王进强者 和九万多位天神进将士 竟然都尽数惨死在外面 这简直就是惊天恶号 这怎么可能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为何波若西的身边 会有如此恐怖的强者 在神情恍惚中 天德帝皇面色癫狂的 对着老太监怒吼道 原本按照他的计划 只要天威和龙鹊能找到波若西的话 凭借俩人的实力和十万神兵神将 想来足以将对方擒回到天炎皇宫 就算无法拿下对方 也能死死拖住对方 在传讯回来后 等他派出更多的强者 再将波若西彻底拿下 可现在 短短不到几十个呼吸 他的两大德力干将 和两大军团将士 竟然就这么莫名其妙的 惨死在外面 事情还能再荒唐一点吗 来到机场 比比东学姐说 他给表妹看过我的照片 表妹喜欢的不行 这次是冲我来的 我猛了 他表妹是痴女 波若西 不愧是让朕寝室难安的女人 在寿窗失踪这么多年后 竟然还能找到如此一掌 但你以为 这样就可以重新爬起来吗 真是绝对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在内心感到极大的惶恐中 天德帝皇突然放声狂笑道 这让老太监猛地抬起头来 陛下 此人既然能斩杀五安侯 还有龙雀统领 和十万神兵神将 修为说不定已经触及神帝境了 还请陛下三息而后行 暂且不要轻举妄动 你这是在叫朕做事吗 老太监的话语还没有说完 就被天德帝皇抱和着打断 纵使他触及到神帝境 又能如何 朕可是天炎神朝之主 就算十万神兵神将杀不死对方 那朕就派出一百万 一千万 朕倒是要看看 就凭他和波若西 那个小贱人 如何抗衡朕一整个泱泱大潮 霸气绝伦的话语 回荡在金兰大殿内 甚至在这一刻 传遍整个天炎大世界 令得无数强者 都抬头看向天炎皇宫 显然不知道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才让这位神朝帝皇吼出这样的话 传令给四大亲王 让他们调动麾下所有新郡 即刻将东陵新玉给围起来 倘若有人胆敢阳凤英威 朕不介意让太上皇 到几大王府走一趟 在老太监一脸震惊之时 天德帝皇又下达了旨意 这让老太监忍不住一探 张了张口 感受到天德帝皇身上 实质性的杀意后 他最终也没有再开口劝谐什么 在回应一声后 便去传达圣旨了 不过他有一种预感 这一次的事情很不简单 天炎神朝 有可能要变天了 第557章 杰杰杰 你似乎遇到麻烦了 不管你是谁 既然跟波若西扯在一起 那天炎神朝便留你不得 在老太监离去 天德帝皇忍不住喃喃自语 脸上的杀鸡几乎凝为实质 接着在想到什么后 天德帝皇又拿出一颗硕大的水晶球 修为爆发间 便往其中灌入一道神力 水晶球当即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没多久便浮现出一张冷艳面孔 此人 正是滨海神宫如今的公主 也是波若西的师妹蓝玄姬 何事 突然被天德帝皇打扰 蓝玄姬话音清冷得到 一万多年前 为了能成为滨海神宫的公主 得到滨海神宫内的至高传承 她不惜委身于天德帝皇 跟对方达成肮脏的交易 但在事成之后 她以自身原因 帮助天德帝皇突破到神军境巅峰 俩人在私底下就没有过多的交涉 毕竟 她虽然野心勃勃 但还不至于太蠢 对于天眼神巢 想要吞并滨海神宫的野心 还是知道的 波若西出现了 看到蓝玄姬高冷的模样 天德帝皇眼中忍不住闪过一抹阴影 接着压下想要干翻这个女人的冲动 话音淡漠地开口道 短短几个字 让蓝玄姬的脸色未知一变 目光死死地盯着天德帝皇 在哪 没有任何思索 蓝玄姬开口低喝道 脸上没有任何惊慌 反而显得有些激动 一万三千多年了 终于有这个女人的消息 还真的是让她等得好苦 本以为成为滨海神宫的公主 就能得到神宫内的至高传承 可没想到 滨海神宫禁地内竟然还有禁止 需要滨海界神珠才能激活开启 但这玩意却在波若西的身上 如果没有这一枚珠子 哪怕是神军进巅峰强者 也无法强行打开禁地结界 这让她苦苦煎熬了一万多年 如今这个女人可算是出现了 你可别高兴得太早了 波若西这次出现 不仅修为没有任何跌落 还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个狗男人 竟然将阵的左膀右臂 和十万神兵神将都给斩杀了 随着这两句话落下 天德帝皇手臂一挥 龙文石柱爆发出光芒 天威和龙缺的死前讯息 也再一次浮现 这令得蓝玄机的瞳孔 忍不住收缩起来 这家伙 是谁 听到天德帝皇的话语 还有看完眼前的画面 蓝玄机极其不平静地询问道 天威和龙缺他都是认识的 对两人的战礼也有所了解 即便是他 单打独斗都不一定能胜过对方 可现在 这两人竟然就这么死了 波若西这小贱人是什么时候 也学会了要找男人当仪仗的 此人是谁 朕不知道 但无容置疑的 此人跟波若西搞在了一起 自然也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并且 他的实力强得有些可怕 很可能已经触及到神地境了 所以 朕需要你带人过来支援 将这两人彻底斩于胯下 否则 一旦让波若西或者是那个男人 不管哪一个突破到神地境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将会是灭顶之灾 在蓝玄机话音落下后 天德帝皇沉声低喝道 萧尘那种恐怖的战力 让他感到极为的不安 纵使他已经调动了天炎神朝 几大亲王和众多新郡 但他可不敢保证 眼前所看的 就是俩人的全部实力 并且在他们的背后 还有没有其他强者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所以 在稍微冷静一下后 他觉得 还是得召集更多的强者 这样才能保证 不会有意外发生 现在滨海神宫 虽然在我的掌控中 但另外一位副公主 还有几大殿主 一直以来对本宫都不是真心臣服 并且对当年之事 也还存在着怀疑 若是让他们跟波若西碰面 知晓了以往被掩盖的真相 只怕本宫会陷入到麻烦中 在沉默一下后 蓝玄机悠悠道 这一番话 让天德帝皇的面色 瞬间变得阴沉起来 什么意思 听你这话 你似乎是不打算出手 别忘了 当年联手我们 还有一些叛徒 坑杀波若西的也有你 倘若真让波若西回到滨海神宫 朕倒是要看你往后该怎么收场 说完 天德帝皇目光死死的盯着蓝玄机 那种目光 恨不得要当场吃了对方 本宫不是不想出手 而是现在有些不便 你先派人试着截杀一下他 我这边会抓紧时间 派人过去增援 在此之前 你们可不要让他给逃了 看到天德帝皇这个样子 蓝玄机的神情恢复冷漠 再淡淡地说了两句后 便主动切断投影画面 差点把天德帝皇给气吐血了 该死的臭婊子 竟然敢敷衍阵 在怒吼声中 天德帝皇一掌拍在龙椅的扶手上 当场就把这一张龙椅给拍得粉碎 什么不方便出手 全根本都是借口 无非就是看到波若西是出现在天眼神巢 现在距离滨海神宫有些过于遥远 并且对方还动手宰了他们两个人 再加上那位神秘男子 展现出恐怖的实力 这个女人就想要让天眼神巢过去打先锋 如果能斩杀波若西和那一位神秘男子自然 是最好的 可若是两败俱伤 没准还能趁机削弱天眼神巢的实力 好让滨海神宫 不用太忌惮天眼神巢 所以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蓝玄机压根就不会派人过来支援 这个该死的婊子当真是好心机啊 若不是老祖寿源无多 没办法随便出手的话 朕岂能容你这个女人猖獗 深吸一口气 平息一下内心的怒火后 天德帝皇最终在憋屈中离开了大殿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得召集人马 猎杀波若西和萧陈 毕竟 现在这两人就处在天眼神巢内 并且还宰了天眼神巢两位大将 如果放任不理的话 事后这两人想要报复的话 也会选择从天眼神巢开始 所以他们必须先下手为强 在机场等了半天 终于看到比比东学姐的表妹圣彩 没想到还是个非主流少女 果然很符合我的痴女口味 嘿嘿 而在另外一边 远在不知道多少万里外的滨海神宫 蓝玄机在抬手切断身前的投影 脸上的神情阴沉得有一些可怕 如果波若西再一次出现 是修为跌落狼狈不堪的话 他或许会感到欣喜若狂 可现在 对方不仅恢复到全胜状态 并且还有一个强大的帮手 如果背后还有其他仪仗 那局面可真就糟糕透了 姐姐姐 你似乎遇到麻烦了 要不 再考虑一下本地的条件 足以帮你扫清任何障碍 甚至是成为这一方星界 名副其实的女帝 就在蓝玄机面色阴沉之时 她左手上的一枚戒指 闪烁着幽光 一道沙哑的话音 也回荡在大殿中 第558章 诸多势力行动 天眼神朝震动 听到这一道圣人的话音 蓝玄机的眼神 骤然一凝 目光瞬间落在左手的戒指上 本宫不会成为邪教傀儡的 你还是收起 你的小贩吧 在目光闪烁一下后 蓝玄机沉声开口道 这一枚魔剑 是他在三千多年前 为了寻求能突破到神地境的契机 从一处诡异的上古战场内找到的 没想到 里面竟然封印着一道魔帝邪魂 并且还是来自于 北玉邪教的一位魔帝 姐姐姐 本地说了 不是傀儡 而是签订共生契约 你活着 就是本地活着 你死了 本地也得跟着一起死 如果有本地的帮助 你绝对可以在短时间内 成为一位神地境强者的 对于那些能威胁到你的人 或者忤逆你的人 你都可以一只手捏死他们 在蓝玄机的话音落下后 戒指里面再次传出声音 就如同恶魔在蛊惑纯良少女一般 当然 蓝玄机可不是什么纯良少女 自然是不会轻易听信这些话 什么签订共生契约 说白了 跟出卖自己有什么区别 到时候不一样 还是要受制于人 更何况 北域邪教被神域众多势力 视为头号大敌 任何邪教强者在神域中 都只是过街老鼠 要是他成为邪教的傀儡 一旦暴露 将会死得很惨 所以 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他是不会跟这屡邪魂签订契约 将对方从魔戒里面释放出来的 在念头落下之时 蓝玄机没有回答 而是凝聚出静置 屏蔽掉这一枚魔戒 然后联络轻信 关注天炎神朝的动静 而在魔戒中的那一缕邪魂 感受到蓝玄机的动作后 并没有被气得暴跳如雷 只是重新折服在魔戒里面 积蓄力量 他有感觉 距离自己重见天日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 到时候 他就能占据这个人族女子的身体 以对方的身份 活动在神域星空中 与此同时 天炎神朝各大清王 还有十三天宝星君 所在的大千世界中 随着一道紫金光芒冲天起 一枚枚神福字体浮现于虚空 宏大的声音 在一瞬间内 震动诸多大千世界 天德陛下有旨 令北玄王 镇南王 东兴王 西周王 和十三天宝星君 即刻带领麾下各大星君 到东陵星域集合 如若有人阳奉阴为 将以背叛定罪论处 随着这一道旨意传出 各方世界都一片哗然 无数强者都面面相触地 抬起头来 显然都不知道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才让这位神朝之主 下达如此命令 难不成 天炎神朝 要跟滨海神宫彻底开战了 不对 滨海神宫在天炎神朝的北部以外 要打的话 怎么可能会到南部集合 该不会是 要跟南部以外的玄幽宫开战 一时间 几大清王和十三天宝星君 面露凝重之色 在迟疑一下后 都不得不去召集麾下强者 他们虽然也有神君境巅峰修为 但放眼整个天炎神朝 只要皇室那一位神帝境老祖 还没有陨落 他们这些藩王诸侯 就得老老实实地听命行事 当然 在各大势力的震动中 唯有镇南王府乱成了一团 因为他们无论如何 都联系不上杨奎风 这可把他们集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两一八千六百七十多万点神员点 在天德帝皇御驾清征 诸多势力开始往东陵星域汇聚之时 萧尘耗费了将近一个时辰后 才将所有战利品都清点完毕 看着属性面板上将近三亿大关的神员点 萧尘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一抹意外和感慨 没想到两大神军径巅峰强者 还有十万神兵神将的身家 就让他的底蕴暴涨到如此 看来这些家伙 在搜捕他们的过程中 可没少剥削其他势力 先升级一下车碾行功 剩余的暂时先存起来 看着属性面板上一连串数字 萧尘在思索一下后 祭出魔龙车碾行功 之前的神员点 在提升完不灭魂灯和天原神玄境后 就消耗一空了 现在倒是可以将 这辆车碾行功的品质提升上去了 叮 系统已扣除五千万点神员点 正在为宿主升级魔龙车碾行功 在系统提示音落下之后 一阵白光跟着闪耀而起 双头魔龙车碾行功 爆发出一阵恐怖的神威 令得不远处的波若西 一脸震惊地看了过来 神军级极品的车碾行功 萧尘真的是好大的手笔 如此车碾行功 不论是滨海神功 或者是天原神潮 这么多年来 也才各自铸造出一辆 都是自家 神帝境老祖的座下至宝 他们这些表面上的势力之主 都没有资格能驾驭如此车碾 没想到 萧尘一眨眼的功夫 就自己倒过出一辆 整体材质足以堪比极品神军兵 行功内还蕴含有一方世界 其直径甚至超过了亿万里 升级后空间阵盘已经跟车碾融为一体 只需要一碾一动 就可以进行重动空间跳跃 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 跨越两个不同的星域 还有车碾行功上 还自行生成了神军级阵法 可以吞噬星空元气 形成神军级的守护屏障 甚至是爆发出 堪比神军竞强者的攻击 这五千万点神圆点 倒是花在了刀刃上 看着眼前这辆车碾行功 整体大小看起来没啥变化 但材质和能力跟之前相比 却有了云泥之别 看来这一次 你又收获了不爽 在萧尘感慨之时 波若西出现在一旁 话音复杂地开口道 跟在萧尘身边的这一段时间内 他也大致摸清萧尘的各种能力 不仅可以轻易修复伤势 还能随意祭练各种宝物 甚至是可以让自身的修为 暂时性的暴涨提升 而这一切 似乎都依赖于大量的资源 只要有足够的资源供给 这个男人简直无所不能 还可以 倒是能弥补之前付出的代价 只是这些资源 可还远远不够 萧尘文言淡淡一笑 脸上露出野性光芒 三亿多的神源点 看起来虽然不熟 但实际上也不多 毕竟 兑换一张神地进修为体验卡 就得耗费十一点神源点才行 所以换算一下的话 他其实还不算富有 他们要出关了吗 听到萧尘这话 波若西沉默一下后 忍不住开口询问道 而这个他们 自然是指杨奎峰和彩燕等人 第559章 这女人怎么能这么欠走 应该快了 听到波若西的询问 萧尘神情异样的道 杨奎峰等人进入神木古墟内 融合传承已经有一年时间 而想要融合神源传承 继承者的修为越强大 所需要的时间便越短 杨奎峰还有鬼剑和妖刀 都是神军进层次的强者 想要融合炼化神源传承 应该都很容易 按照他的估计 也就是一年时间左右 毕竟三千神帝留下来的神源 虽然很高级 但其中蕴含的能量 并没有那么庞大 对于神军进的继承者来说 一年时间足以完全炼化了 至于彩燕和柳若仙等人 就没有那么快能出关了 估计还要再往后推个一年半载的 希望能赶上吧 若不然的话 形势不容乐观 听到萧尘这一句话 波若西有些担忧道 以他对天言皇室的了解 这一次出了这么大的事 对方必定会以雷霆手段 在短时间内抹除掉他们 免得以后会滋生出什么变故 所以接下来必定会大军压境 有我在 不必担心 萧尘文言淡淡一笑 接着像是想起什么似的 话音有些莫名的询问道 对了 之前一直忘了问你 天言神朝的背后 还有没有更强的势力 还是他们最强的依仗 就是那位神帝境老祖 说完 萧尘眼中闪过一抹凛冽的杀鸡 这让波若西的脸色忍不住一遍 你问这个想干嘛 该不会是 似乎像想到什么一般 波若西一脸震惊地看着萧尘 随后深吸一口气 凝重地说道 你可不要冲动 天言神朝 虽说只有那一位开朝老祖 达到神帝境 但对方修炼到神帝境中期 手中还掌握有一尊神帝兵 纵使对方受援无多 导致自身气血枯败 现在不会轻易出手 但对方毕竟是一位 货真价实的神帝境强者 一旦复苏出手的话 绝对是一尊大恐怖 说着 波若西又像是想到了什么 顿了一下更为低沉地说道 至于天言神朝的背后 还有没有更强的势力 对于这一点 我知道的并不是很多 不过有传闻 天言神朝的老祖 在年轻之时 跟风玄界风家的老祖 有过命交情 而这一位风家老祖 可是神帝近后期的强者 并且在风家内 还有另外一位神帝 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这可不是滨海神功 和天言神朝所能比的 听完波若西这一番话 萧尘的眼神微微一眯 想不到 在天言神朝的背后 竟然还有这种关系 现在他手中 有两张神帝进修为体验卡 加上还有两门特殊能力 作为压箱底牌 如果他想出手的话 绝对能以一己之力 灭了整个天言皇室 可在灭了天言皇室后 如果风家老祖 想为这一位老友报仇 那事情就变得有点棘手了 当然 也仅仅只是有点棘手而已 还没到会 让他忌惮的程度 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 在心中衡量一下后 萧尘笑着摆了摆手 那种一切竟在掌握中的姿态 让波若西的眼神 忍不住一鸣 看来 他还是低估萧尘了 看样子 萧尘手中所掌握的底牌 似乎足以应对几大神帝 当真是深不可测的男人 或许 他真的该试着融入对方的世界 让彼此能更深入的了解一下了 来到比比东学姐家 圣彩儿妹妹 非要让我跟她一起包饺子 我最多 就会翻一翻饺子皮 往里面灌点线 让我打交啊 就在气氛陷入沉默之时 突然传来震动 这令得萧尘的眉头一挑 脸上露出一抹欣喜之色 有人要出来了 在这一句话落下后 萧尘连忙掏出神木骨须蜜药 随后双手结印 打开虚空漩涡 而在空间漩涡浮现的一瞬间 神木骨须的深处 有一座孤坟 突然爆发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伴随着可怕的神威席卷于虚空 一道身影也掀开神木冲天气 呜呜呜 主人 萧兰出关了 你还活着吗 一道软蒙雀的话音突然响彻整个神木骨须 也让在漩涡外面的萧尘嘴角忍不住抽搐起来 竟然是这个女人第一个出关 倒是有些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不过 开口就是问她 还活着吗 这是要笑死她 呜呜 主人 你果然还活着 真的是太好了 在冲出神木骨须漩涡后 萧兰一把扑进萧尘的怀中 捧起对方的帅脸 一顿巴基 前不久 在她融合神源到了最后的关头时 突然感应到 世界本源烙印被使用了 她还以为 萧尘遇到什么生死危机了 吓得她在神木骨须内 疯狂吸收神源 只为了能快点出来 现在看到萧尘没事 她总算可以放心了 我是不是还活着 你会感应不到吗 你是故意上来卖萌撒娇找抽的吧 感受到萧兰像一只小猫 不对 像一只猫娘一般 使劲往她怀里钻 萧尘有些无奈的说道 说完 她一巴掌就拍了下去 顿时让萧兰发出惊呼 啊 主人你怎么可以打我 我可是真的在担心你 感受到萧尘这一巴掌的大力 萧兰顿时委屈巴巴的抬起头 紧接着 又露出古灵精怪的神色 不过还怪舒服的 要不再多来几下 说完 萧兰转过身子背对着萧尘 准备摆几个姿势刺激对方 不过 在她刚转身之时 就对上了一张冷酽的脸庞 目光看起来还有一些圣人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做妖 看着萧兰这样子 波若西悠悠说道 身上弥漫着危险的气息 她的修为已经恢复到巅峰状态 似乎有实力可以好好教训下对方了 兵女 你修为恢复到神军境巅峰了 感受到波若西身上冷冽的气息 萧兰脸上露出一抹警惕的神色 显然 她也感受到 这一位高冷的美人 似乎想做她很久了 但下一刻 萧兰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当即仰起头一脸的得意 不好意思 我也是神军境巅峰了 并且还要比你强一些 随着这话的落下 一股强悍的修为波动 从萧兰的身上爆发 整个苍兰界瞬间震动起来 弥漫在苍兰界周围的星空元气 源源不断地被吞噬进苍兰界内 令得这方大千世界的天地灵气 在这一刻也跟着急速暴涨起来 看着萧兰一脸得意的样子 波若西的嘴角忍不住一抽 当真是要控制不住自己了 这女人 怎么能这么欠揍 行了 在臭屁什么呢 才达到神军境巅峰 又不是突破神地境 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看到萧兰又在跟波若西臭屁 萧尘满脸无奈地开口叫一道 难以想象 这个女人是世界之灵化型 如此性格当真是让人无奈 哄 就在萧尘话音刚落下之时 神木骨须内再一次有轰鸣声乍响 让她的脸上再一次露出意外之色 第五百六十章 而你们是王府之人 不知会有什么抉择 又有人出关了 感受到神木骨须内传出的动静 萧尘的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魂念感知蔓延进神木骨须 当即就看到了 有两座孤坟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紧接着两道身影掀开坟墓而出 赫然是鬼剑和妖刀 而此时俩人身上的气息 都已经达到神君境巅峰 比起波若西也只强不弱 杨奎峰还没出关 看到浮现在虚空中的鬼剑和妖刀 萧尘的眉头微微一皱 不过下一刻便舒展开 杨奎峰的修为比鬼剑和妖刀都要强 融合神帝传承的速度自然也要更快 而对方现在还没出关 想来应该是在融合完神帝传承后 准备借此机会冲破神帝境的避障 属下鬼剑 妖刀 败谢萧公子 在萧尘新年落下之时 鬼剑和妖刀冲出漩涡 齐齐来到萧尘的身前 都是异口同声的行了跪拜之礼 他们俩个已经困在神君境后期数万年了 如果没有特殊的纪元造化 此生应该不会再进一步了 但现在 他们不仅突破到神君境巅峰 希望突破到神帝境 命运直接发生了今天的逆转 如果说杨奎峰对于他们有知遇之恩 那萧尘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恩同在造 所以今后 除了杨奎峰之外 他们对于萧尘也是唯命是从 起来吧 看到臣服在他眼前的鬼剑和妖刀 萧尘的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 他可以清晰的感觉到 在他和这俩人之间 当然还包括萧兰 都有一种特殊关联 似乎只要他意念一动 就可以让这几人的神渊暴走 从而让对方受创并修为禁费 这就是混沌神 在留下三千神帝传承之时 所融合进去的特殊手段 也是让他掌控三千神帝传承者的重要保障 当然 对于这玩意 萧尘后续应该用不上 但好歹也是一个反制 可以不用 但不能没有 这俩人 好强 在萧尘心念浮现之时 波若西看着鬼剑和妖刀 脸上露出一抹凝重之色 一年之前 在这俩人没有融合神帝传承之时 他巅峰状态下 便可单手镇压俩人 但现在 不论面对哪一个 都让他感到强烈的威胁 这传承果然恐怖 萧公子 我家主公还没出来吗 对着萧尘行了一礼后 鬼剑和妖刀才发现 杨奎峰并不在外面 顿时有些疑的问道 他现在在冲击神帝境 等突破后 自然便出关 萧尘文言随口解释道 紧接着 话音变得低沉 有一件事情 我得跟你们说一下 在你们闭关的这一年中 天炎皇室一直在搜捕和薄若西 并且在几天前 还来了两位顶尖强者 和十万神兵神将 但不幸的是 他们都被我和若西给宰了 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 天炎皇室的大军便会降临 你们接下来都有什么打算 什么 在萧尘这一番话说完后 鬼剑和妖刀的面色俱变 一个个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萧尘 显然没想到 在他们闭关后 还有这种事情 没办法 在圣彩妹妹的请求下 我只好临阵摸枪 跟对方包饺子 三鲜鲍鱼饺子 和灌汤肉丁饺子都搞了点 真累啊 敢问萧公子 被你宰了的那两位强者 是天炎神朝的哪两位 深吸一口气 压制住内心的震动 鬼剑和妖刀 话音低沉地询问道 天威 龙雀 在俩人话语落下之时 还没等萧尘开口回答 波若西在一旁淡淡地说出这两个名字 当即让鬼剑和妖刀的神情忍不住一遍 这俩人 不论哪一个都是能跟杨奎峰叫板的存在 没想到竟然被萧尘和波若西联手给宰了 天炎神朝不得炸窝了 所以 接下来 这里将会是非之地 而你们 是王府之人 不知道有什么抉择 看着鬼剑和妖刀的神情不断变换 萧尘有些漫不经心地继续询问道 如果这俩人有所迟疑的话 那很不好意思 接下来 他可能就要收回神帝传承了 我等愿意 与萧公子共进退 在面色变换一下后 鬼剑妖刀同时表态 脸上完全没有半点畏惧 这一次 承受了萧尘这么大的恩赐 他们要是退缩 就说不过了 你们就不怕 你们主公在出关之后 并不想跟皇室为敌吗 听到这两人的话语 萧尘并没有开怀大笑起来 反而问出一个致命的问题 不怕 几乎没有任何迟疑 在听到萧尘这一句话后 鬼剑和妖刀同时回答道 我家主公的性格 我们两个都很了解 他是一个重情重义 且有恩必报之人 公子对我们主仆三人 都恩同在造 所以 这一次 必定是站在公子这边 更何况 天德帝皇早就想要对王府下手了 这一次 若是看到 我们都突破修为 势必不会让我们再继续成长下去 以他们活了十多万年的人生阅历 岂会看不出来 镇南王府的处境 这一次 就算他们都站到天炎皇室那边 里应外合 将萧尘和波若西拿下 最终的下场 也只是被泄莫杀驴 毕竟 如果镇南王真的突破到神帝境 那就真有可能会颠覆天炎皇室 天炎皇室 必定会想办法将其抹杀 或者是威胁镇南王离开天炎神朝 所以 以杨奎峰的性格 出关后 必定会毫不犹豫地站到萧尘这边 这是他们这么多年来 对于杨奎峰的信任 何况眼前这一位萧公子 神秘无比 手中更是掌握有三千神帝的传承 别看现在有一些势单力薄 但真正跟天炎皇室对起来 鹿死水守 可能还说不定吗 很好 希望到时 你们能说到做到 若不然本公子所给予你们的 自然也能连本带地地收回来 萧尘文言点了点头 话音平静地开口道 这让鬼剑和妖刀的心头一领 心中对于这一位神秘的公子哥 也是越来越敬畏了 哇 就在鬼剑和妖刀 感到心神一领时 他们妖间的玉佩 剧烈地震动起来 一道道讯息 传入到俩人的脑海中 这让鬼剑和妖刀的神情再度一变 也让萧尘和波若西 眼神微微一宁 发生什么事了吗 看到俩人像接收到什么讯息 萧尘若有所思地开口询问道 难不成是天炎皇室那一边 已经有大动作了 第561章 竟然还有心思作乐 完全没把它放在眼里 回萧公子 是天德帝皇下达了指令 命令四大亲王 十三天保兴君 调动麾下的强者 以最快的速度 往东陵星域这边赶过来 这一次 天德帝皇要御驾清征 听到萧尘的询问后 鬼剑和妖刀 也不敢有任何隐瞒 当即将知道的事情 都说了出来 四大亲王 十三天保兴君 这阵仗听起来 倒是挺唬人的 萧尘文言 目光微微闪烁 脸上露出一抹意外之色 没想到 这一位天德帝皇 竟然如此大张旗鼓 几乎调动了天炎神朝 所有顶尖强者 真不怕一不小心阴沟里翻船 这天炎神朝 可就彻底凉凉了 有把握吗 波若西在听完这番话后 话音凝重地对着萧尘问道 四大亲王 十三天保兴君 每一个都是神军进巅峰强者 比起滨海神宫 以前的两大副宫 七大殿主 八大护法 也是多逞不让 哪怕除去镇南亡 这也是恐怖阵容 若是大军压境 除非有神帝级别的战力出现 否则他们一行人都不是对手 不过是一帮杂鱼而已 若是他们真敢来的话 那就永远留在这里吧 萧尘文言 只是淡淡一笑 那一种自信从容的样子 让鬼剑和妖刀 心神一灵 果然 这一位萧公子的手中 还掌握有恐怖的底牌 否则不会再知道 要大祸临头了 不能这么淡定 你们应该有天延皇室 所在世界的星空坐标吧 就在鬼剑和妖刀心中 感到敬畏之时 萧尘突然问出的一句话 让他们梦了 什么意思 难不成眼前这一位萧公子 还想反过来 灭了天延皇室 你想前往天延大千世界 波若西一脸震惊地看着萧尘 紧接着话音凝重地开口劝道 这样太冒险了 就算你拥有能直面 神帝强者的底牌 也不能贸然前往天延大千世界 那地方是那位老不死的地盘 借助天延神朝的皇道气韵 和天延大千世界的本源之力 他哪怕是气血枯败 也能爆发巅峰战力 虽然萧尘曾说过 自己能爆发出神帝境战力 但波若西可不知道 更不敢去想 萧尘能爆发出神帝境巅峰的战力 所以 感觉到萧尘有要前往 天延大千世界的打算 波若西只能劝萧尘 不可以鲁莽行事 免得一不小心 让自己陷入生死危机 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 看到波若西一脸紧张 萧尘笑着安抚了一句 如果接下来大军压境 他们一行人难以应对 那就只能动用神帝境修为体验卡了 而神帝境修为体验卡 能维持半个时辰左右 如果天延大千世界 距离不是很遥远 他可以在抹杀天德帝皇一行人之后 就前往天延大千世界 将天延皇室一锅端了 听到萧尘这一句话 还有看到对方这样子 波若西也没再说什么 以往 他让对方不要冒险 但没想到 对方所展现的底牌 一剑要比一剑更为惊人 或许这一次也是如此 可能又是他低估对方了 而鬼剑和妖刀 在听完俩人的对话后 丝毫不敢有任何怠慢 连忙将天延大千世界的 星空坐标告知了萧尘 如果这一位萧公子 真的有覆灭天延皇室的实力 那镇南王府 兴许可以借助这一次机会 取代对方 接下来 你们两个先熟悉一下修为 还有下令通知镇南王府的人 就说镇南王已经判出天延神朝 接下来会跟天延皇室扯破脸 愿意追随的话 便到东陵星域集合 记录了天延大千世界的星空坐标后 萧尘话音平静地 对鬼剑和妖刀说道 这让鬼剑和妖刀的眼神 忍不住一鸣 这一道命令 若是传递出去了 就彻底断了镇南王府的后路 今后就算是杨奎峰出关想要反悔 也不可能再跟天延皇室同一阵营 并且在这道命令下达后 镇南王府麾下所有势力 也将会迎来一次大清洗 那些愿意追随的 必定是最忠诚的 至于那些两面三刀的墙头草 在事后也可以方便他们清算 在念头落下之时 鬼剑和妖刀没有任何迟疑 当即将这一道指令发出去 一时间 镇南王麾下所有势力 如同一旦激起千层浪 不过对于这一切 萧尘并不在意 在简单安排一下事情后 他就被萧兰拉去 帮助对方巩固修为了 这可把波若西给气得有些牙疼 都要大军压境了 竟然还有心思作乐 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 这些都要记在小本子上 日后若是找到机会 一定要萧尘和萧兰 为此付出代价才行 在念头落下之时 波若西也没忘记正事 当即以秘法进行传讯 通知以前忠于他的亲信 告知对方他现在的处境 也不知道 以往这一帮忠诚的部下 还有多少人愿意追随他 如果七大殿主和八大护法 还有一半愿意追随他的话 再结合镇南王府这边的势力 说不定可以跟天言皇室周旋 只是一万多年过去了 波若西也不敢保证 这些人还会忠于他 毕竟 一万多年可以改变很多事 也可以让很多人改变信仰 而鬼剑和妖刀 在下达指令后 也不敢有懈怠 俩人都盘坐在苍蓝界的虚空中 熟悉一身修为和脑海中的传承 陛下 南部的案子传来消息 说镇南王要判出神朝 跟波若西那一个小贱人 站在同一阵营 还让麾下忠于他的势力 立刻赶到东陵星域集合 似乎是要对抗陛下的大军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鬼剑和妖刀下达指令半天后 天德帝皇这一边也收到了情报 这让天德帝皇的面色变得无比冰寒 身上更是凝聚着一种骇人的杀机 判出天炎神朝 跟波若西结盟 还真的是好一个镇南王 在话音森然地说了一句后 天德帝皇像是想到了什么 话音低沉地问道 滨海神宫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 蓝玄机的娘们有没有派人过来 回禀陛下 滨海神宫跟随蓝玄机的几大殿主和护法 并没有任何动静 反倒是以往追随波若西的几位高层 都带人离开滨海神宫 一次接到了波若西的传训 想过来接回这一位老公主 在天德帝皇话音落下后 老太监话音凝重地回道 这让天德帝皇眼神微微一眯 身上的杀机也变得愈发浓郁 第562章 看来到手下操心了 好一个蓝玄机 果然没有派人 还任由波若西那些亲信 前来天炎神朝 是打算借助这一次机会来铲除一击吗 深吸一口气 天德帝皇死死压制住内心的怒火 但这一笔账他已经暗暗记在心中 等秦夏波若西和杨奎峰等人 接下来再跟这个臭婊子算账 陛下 那些誓死追随镇南王的势力 我们现在要派人过去肃清吗 看到天德帝皇震怒 老太监开口询问道 不必了 这些人不过是一帮杂鱼而已 等秦夏波若西和抹杀镇南王 再派人剿灭 这些杂鱼也不迟 听到老太监的问话 天德帝皇摆了白手 完全没把这些人放在心上 只是目光淡漠地扫了一眼身后的军团 随后登上了一辆气势辉煌的麒麟车拧 出发 随着这两个字音回荡在天地间 麒麟车拧发出一阵惊天咆哮 率先冲入眼前的虫洞空间漩涡 身后的军团爆发出恐怖的神威 也跟在后面一同进入空间漩涡 整个天岩皇城为之震动 不少强者都是一脸骇然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能让天德帝皇御驾清征 恐怕天岩神朝要不平静了 与此同时 在天岩神朝其他地域 也有空间漩涡被打通 另外三大清王和十三天堡新军 迫于来自天岩皇室的压力 最终也出兵前往东陵新域 一日 在跟萧兰的车轮战中 萧成五连绝杀对方后 便一脸惬意地走出来 结果一抬头就看到波若西 那一张略显幽怨的绝美面孔 可 你那是什么眼神 适当的劳逸结合 这可是人之常情 你这样盯着我怪不好意思的 被波若西盯着好一会后 萧成脸不红心不跳得到 不过他也不完全是为了及时行乐 而是为了能早一点突破到神王境 所以才需要深入感悟世界法则的 镇南王府的人马已经到了 不过只来了三分之一左右 其他的追随者 听到镇南王判处天炎神朝 并且这一次 天德帝皇还会带人御驾轻征 这些势力都毫不犹豫地撇清 跟镇南王府的关系 并且宣称要誓死追随天炎皇室 现在这些人也往这边赶过来了 应该是打算在天德帝皇面前立功 可以彻底斩断 和镇南王府的关系 看到萧尘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波若西也懒得吃这家伙的醋 只是翻了个白眼 说明了要事 竟然还有三分之一左右 萧尘文言眼神微微一凝 脸上露出一抹意外之色 本以为这一次 随着镇南王判处神朝 麾下愿意追随的势力 应该不到十分之一才对 没想到竟然还有三分之一 毕竟 在世人眼中 镇南王只有神军进巅峰修为 纵使跟波若西这一位 失踪已久的滨海神功公主联合 也不可能是天炎皇室的对手 可这些势力竟然还有三分之一 愿意誓死追随 看来杨奎峰在平日中 应该对这些势力很不错 我已经传讯通知以前的亲信 没想到 他们都愿意带人前来 只是滨海神功距离苍蓝界极为遥远 我不知 他们能不能在最后关头赶上 看到萧尘一脸诧异 波若西又开口说道 这让萧尘的神情变得有些古怪 你不会以为 我下令 让鬼剑和妖刀 调遣王府的人过来 是为了联手抗衡天延皇室派遣的大军吗 难道不是吗 听到萧尘的话语 波若西神情一愣 当即反问了一句 这让萧尘感到有些无奈 看来 这个女人还不是特别了解她 不过也没办法 他们还没有正式的深入交流 让灵魂思想都彼此发生共鸣 思维上会有些偏差也很正常 单凭这些势力 怎么可能抗衡天延神潮 纵使再加上你那些亲信也无济于事 我让他们过来 只是想让他们事后打扫战场 还有清理一些落网之鱼而已 萧尘摇了摇头 哑然是笑道 不过 看到波若西眉头一皱 还是有些不太放心的样子 他只好继续补充道 之前没跟你说明白 是想照顾你的感受 不过看你这么担心 我还是跟你直说吧 你眼前这个男人 不仅能爆发出神帝境战力 并且还能达到神帝境巅峰 换句话说 如果天延神潮接下来 真的把我惹毛了 我想要灭了对方 也只是动动手指而已 什么 神帝境巅峰 听到萧尘这一番话后 波若西整个人都傻了 以天神境巅峰的真实修为 爆发出神帝境巅峰的战力 真的假的 要知道神帝境巅峰 放眼整个神域星空 已经是最强的存在 举手投足之间 都能轻易摧毁一方星域 而萧尘竟然能爆发出 这种层次的战力 这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 嗯 目前我最多只能施展出 两次神帝境巅峰战力 不过外加上身上其他底牌的话 随便杀几个神帝 还是没问题的 看到波若西被惊呆的样子 萧尘思索一下 还是坦白的 脸的这一位敏感的波波公主 日后又莫名其妙的担忧不已 随便杀几个神帝 还是没问题的 萧尘不解释还好 这一解释 波若西的心灵又遭受到暴击 脸上的表情已经彻底失控了 神帝竟强者 在神域中如同主宰一般的存在 到了萧尘口中 却能随便杀几个 关键这家伙的真实修为 才只是天神境巅峰 事情还能再离谱一点吗 看来 倒是我瞎操心了 感受到心灵被打击的遍体鳞伤 波若西看着萧尘 有些忧怨的道 这家伙 明明掌握有这么多底牌 足以随手解决任何危机 却没有一开始跟他说明 让他这几天瞎操心 还想办法联系亲信 感情自己就是一个小丑 你生气了 看到波若西一脸忧怨 萧尘摸了摸鼻子问道 之前我们的关系还没捅破那一层 所以有些事我不方便全部告诉你 不过以后 我基本不会再隐瞒你重要的事 这一次就当是我的过失好了 说完 萧尘一把来到波若西的面前 搂住对方那盈盈一握的细腰 顺势就朝对方俯身吻了下去 你干嘛 看到萧尘这举动 波若西被吓了一跳 有些慌张的开口道 身体也忍不住挣扎起来 对人有过失 自然要补偿 这可是我的为人准则 萧尘文言变得愈发放肆 挑起波若西的下巴后便直接稳住 完全不给波若西再次开口的机会 而不知道为什么 在萧尘如此强硬的补偿中 波若西也是鬼使神差 稍微反抗一下后便不动了 任由萧尘稳住了她 当场就把后方刚出来的萧兰 给看傻眼了 第563章 杨奎峰出关 众强者降临 哇 你们在干嘛 怎么可以这样子 这也太刺激了吧 看到眼前搂在一起的俩人 萧兰激动的哇哇大叫起来 吓得波若西浑身一个机灵 连忙在萧尘怀中挣扎起来 不过 在萧尘强势的镇压下 波若西反抗几下后 也没能挣脱着怀抱 随后只能任由萧尘摆布一会 才红着脸离开了萧尘的怀抱 呜呜呜呜呜 好甜蜜 萧兰也要 看到波若西破天荒的脸红了 萧兰在一旁激动的向着迷霉 说话间 萧兰还想扑到萧尘的怀里 这看着萧尘嘴角忍不住抽搐起来 昨天才为了几次 现在又饿了是吧 不要脸 看到萧兰这一副痴女的模样 波若西实在没忍住脆了一口 不过 萧兰丝毫不在意 只是兴奋地看着对方 嘿嘿 刚才的画面我可都录下来了 你想不想看看你发出那样子 说完 萧兰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 这让波若西感到有些气急 行了行了 都老大不小了 还像小孩一样 感受到俩女精火药味十足 萧尘顿时有些头疼地说道 嗡 而就在她话音落下 神木骨须蜜耀突然震动起来 让萧尘的脸上露出意外之色 竟然出关了 感受到在神木骨须内 有一道气息冲天爆发 萧尘没有丝毫犹豫 便开启神木骨须的入口 随着漩涡浮现于虚空中 一股令人心悸的波动 也从漩涡中传出来 令得波若西和萧兰的脸色为之一变 因为这种波动 已经超出了神军境的范畴 赫然是达到了神帝境层次 震南王突破到神帝了 尽管脑海中已经有了猜测 波若西还是忍不住询问道 哈哈哈哈 这就是神帝境吗 果然远不是神军境可以比拟的 而在波若西话音落下之时 还不等萧尘回答 伴随着一道大笑声传出 一道身影也随之踏出漩涡 此人 正是震南亡羊奎风 在融合神帝遗留下来的神缘传承后 他也终于如愿以偿地突破到神帝境 当然 接下来还得度过神帝雷劫才行 不过凭借他修炼多年的心得 加上这一次还得到神帝传承 想要度过神帝境雷劫并不难 这也就是说 他杨奎风从今以后 也是一位至高无上的神帝了 而这一切全都是拜萧尘所赐 在念头落下之时 杨奎风的目光瞬间落在萧尘身上 脸上不由地露出一抹感激的神色 杨某多谢萧公子的赐予 此恩杨某莫尺难忘 今后萧公子若有吩咐 只要是我杨某人能做到的 小王绝对不会有半点推脱 话音如同天雷滚滚 如同是在笑中一般 即便现在修为已经突破到神帝境 杨奎风也不敢在对方面前摆架子 还自称为杨某或者是小王 丝毫不敢摆谱 自称为本帝 因为越是强大 越是能感觉到萧尘的恐怖 手握三千神帝传承 并且还能随意送人 这种存在哪怕他突破到神帝境 也是万万不可招惹的恐怖存在 不必客气 先去杜劫将修为彻底稳固在神帝境吧 不过天眼神朝的大军即将降临 你必须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去杜劫 免得声势太耗大 把他们吓跑了 看到杨奎风对着他抱拳行礼 即便是全力收敛身上的气息 依旧让他们感受到莫大的压力 并且苍蓝界的虚空也是在不断地崩塌 仿佛无法承受这种恐怖的存在 这让一旁的萧兰感到郁闷不已 险些就动手将杨奎风轰出苍蓝界了 萧陈当即摆了白手道 天眼神朝的大军即将降临 听到萧陈这一番话 杨奎风的眼神一鸣 也意识到 在他闭关突破神帝境的这一段时间内 苍蓝界这一边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生气后的美杜莎同学厨艺暴涨 不仅给我做了爱吃的灌汤饺子 还整了两个奶油肉香包 差一点都快把我撑死了 鬼剑 妖刀恭贺主公踏入神帝境 就在杨奎风念头落下之时 原本在苍蓝界外守护的鬼剑和妖刀 在这一刻也都感应到杨奎风的出关 俩人一同献身于虚空 一脸激动的跪拜而下 你们俩都听着 接下来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必须听萧公子的 如果有危机爆发 即便是站到最后一刻 也务必守护好萧公子 等到本王杜完结回来 扫了鬼剑和妖刀一眼 感受到俩人的修为 都突破到神军境巅峰 杨奎风不假思索地叮嘱一番 随后便撕裂空间离开苍蓝界 因为在这一刻 神域星空意志 已经感应到 他修为突破到神帝境了 如果继续待在这一方世界 一旦神帝境雷劫降临的话 苍蓝界所在的这一个星系 都会毁于一旦 无等遵命 在杨奎风身形消失的那一刻 鬼剑和妖刀也是齐声低喝的 这一幕 看得波若西的神情 显得有些复杂 要是让这几人知道萧臣的底牌 足以击杀几位神帝境强者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番话 而感到羞愧 萧公子 镇南王府麾下的强者 已经整合完毕 我们接下来 是要在苍蓝界外 布置出虚空大阵 准备迎敌吗 在杨奎风走后 鬼剑和妖刀面色恭敬地 对着萧臣询问道 不用了 让你们的人都进入苍蓝界 然后找到个地方 先安顿好 接下来 我会将这一方大千世界隐秘起来 只需要拖到你们家主公归来即可 萧臣文言目光闪烁一下 沉吟一下后 开口吩咐道 原本 他以为杨奎风没那么快出关 若是天炎皇室的大军先降临 他就只能动用神帝境修为体验卡 快刀斩乱麻 直接结束这一场闹剧 随后之身杀入天炎大千世界 将天炎皇室连根拔除 但现在 随着杨奎风的出关 修为也已经突破到神帝境 他就没有必要自己动手了 毕竟 开一张神帝境修为体验卡 去覆灭一个不算强的神潮 是一种浪费 若不到万不得已的话 还是留着当保命底牌 无等尊命 听到萧臣这一番话 鬼剑和妖刀也没有意义 回应一句后便去办事了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同样是最为稳妥的应对方式 有一位神帝境强者当后手 纵使有百万神兵神将降临 也绝对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若是贸然上去死磕 只是白白牺牲而已 就这样 苍蓝界迎来短暂的平静 但在半日后 随着苍蓝界外的虚空 如镜面一般破碎 一辆麒麟车碾和百万大军 也一同出现 这赫然是天德帝皇 和天炎神朝众多的顶尖强者 第564章 该死 竟然敢无视镇 这里便是苍蓝星系 扫了一下眼前这一方星系 天德帝皇的眉头微微一皱 眼前所能看到的 只有一颗巨大的天阳星 和几颗没有生命的荒星 这倒是让他感到意外 很显然 苍蓝界应该是被那一位神秘男子 和波若西 以某种特殊的阵法 隐匿在这一片虚空中了 喜欢藏着是吧 那阵 就不客气了 天德帝皇也懒得仔细感应 虚空中的异状 在话音森然的呢喃一句后 他的脸上露出冷冽的杀机 全军听令 给阵抹出这一方星系 随着这一句话 宛若天雷一般 滚滚回荡在虚空中 令得身后百万大军 齐齐催动修为 刹那之间 一道道神通 在相互汇聚中 宛若海啸爆发一般 以天德帝皇一行人为中心点 朝着整个星系猛地轰击而去 所过之处 虚空寸寸崩塌 如同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正在不断吞噬这方星系 那种恐怖的动静 让处在苍蓝界内的波若西 和萧兰等人面色一变 好恐怖的阵仗 最少有上百位神军敬强者 数万位神王敬强者 以及上百万天神敬强者 这一次 天德帝皇应该 是把天眼神朝能调动的强者 都统统派遣过来了 看到虚空中 倒映出星空外的恐怖景象 鬼剑和妖刀深吸一口气后 话音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 虽然已经知道 天德帝皇下达了命令 但在真正看到眼前这一种阵容后 饶势几人都是 见识过大风大浪的 心中也不免感到有些震撼 萧公子 再这样下去的话 这方星系 恐怕真会被他们给毁了 看到外面一些 荒星和巨星陨石 都在这种冲击中 化为一片尘埃 鬼剑和妖刀 看着萧尘担忧地道 一方星系内 不论是天阳星 或者其他天体 都对能御御生命的大千世界 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如果一旦被摧毁了 就算苍蓝界最后能幸存下来 除非可以重新融入新的星系 否则这方世界 也会慢慢衰败 解除屏蔽 防守为主 听到鬼剑和妖刀的话语 还有看着虚空外的场景 萧尘目光闪烁一下后 话音淡漠地说了一句 天德帝皇的疯狂 确实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在一方星系内摧毁诸多星体 哪怕是神军进强者 稍有不慎也会毙命 更别说天阳星了 这玩意一旦被摧毁和引爆 所爆发的冲击 甚至能威胁到神帝进强者 虽然萧尘敢笃定 天德帝皇一行人 不会疯狂到这一种程度 但略微思索一下后 他还是不想冒这个险 毕竟 苍蓝星系是萧蓝那已生存的家园 若是被毁了 想要迁移苍蓝界 将会相当的麻烦 而在这道话音落下之时 随着萧尘心念一动 悬浮在苍蓝界虚空的天元神玄境 微微振战一下 一道波纹 宛若连衣一般荡漾而开 苍蓝界也在星空中 现出本来面目 饺子适多后 我梦到我穿越到斗气大路 美都沙同学还怀孕了 但孩子是两股能量结合体 跟我没关系 我绿了 陛下 快看 那边有一方大千世界 显现出来了 几乎在苍蓝界显现出来之时 车脸上的老太监当即大叫道 其他的强者 几乎也在一瞬间内 将目光锁定了过去 原来藏在这里 天德帝皇文言 看向那一方虚空 麒麟车脸咆哮一声 便靠近过去 波若西 想不到十个万载 你竟然还活着 还真的是 让朕感到意外 随着话音 以星空元气为媒介传了进来 麒麟车脸和百万大军 悬停在距离苍蓝界几十万里外 恐怖的神威 令的空间不断破灭 这让波若西的神情一片冰冷 似乎是想到一万多年前的事 不管你是如何恢复的 也不论你有什么依仗 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 念在你我相识一场的份上 朕可以给你一个臣服的机会 只要你乖乖走出苍蓝界 并让朕种下奴蝇的话 朕可以不对你出手 并且还会扶持你 重新回到滨海神宫 将蓝玄机那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拿下 在波若西身上的气息 变得愈发冰冷之时 天德帝皇的话音也再一次从星空传过来 这让波若西身上的寒意变得更加森冷刺骨 似乎有些控制不住要冲出去 斩了这个家伙 一个跳梁小丑而已 等杨奎峰杜劫回来 一巴掌拍死了便是 不必理会 看到波若西神情愈发冰寒 萧尘摆了摆手 话音平静道 而波若西在听到萧尘这话后 神情在这一刻逐渐冷静下来 也是 有身边这一个男人在 这小丑蹦倒不了多久 何必跟一个死人较劲呢 该死 竟然敢无视镇 在静等一会后 发现苍蓝界内 竟然没人理他 天德帝皇瞬间火冒三丈 一股恐怖的杀机 伴随着帝皇之威的爆发 在这片虚空中横扫开来 好好好 胆敢无视镇 那就连同这一方大千世界 一起化为神域中的尘埃吧 随着这两句话的落下 三大亲王和十三天宝星君 还有身后近百万神境强者 在这一刻都齐齐踏出一步 无尽的神光闪耀虚空 一道道恐怖无比的神通 宛若流星一般轰击而下 全力维持阵法 看到星空之外爆发的毁灭性攻击 萧尘化音平静地 对着其他人说道 混元乾坤阵 在虚空中浮现而出 不论是波若西和萧兰 还是鬼剑和妖刀 还有一些来自镇南王府的强者 一个个在这一刻都禁数爆发修为 神员之力 宛若洪流一般灌入阵法 令得混元乾坤阵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直接在苍兰界外凝聚出一层镇法光幕 哄 随着蔓延神通轰击镇法光幕上 震耳的轰鸣声震撤整个苍兰界 镇法光幕在不断地颤抖 苍兰界内的大地在不断震动 无数生灵当场软瘫在地 幸好有萧兰在全力守护 才没让苍兰界生灵涂炭 而混元乾坤阵虽然震荡不已 镇法光幕也在冲击中不断扭曲 但还是很强势地挡下第一波攻击 这让天德帝皇的面色变得有些争鸣 神军级极品阵法 在看出这座虚空大阵的不凡后 天德帝皇话音森然地回荡而开 如果这一座阵法就是你们的依仗 那你们接下来都可以入幽冥忏悔了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麒麟神兽发出怒吼声 一道毁灭性的光束当即在车脸上凝聚 而在车脸后方 三位亲王 十三位天保新军 以及上百万神兵神将 又再一次全力爆发修为 甚至在这一刻还祭出了本命神兵 看起来也是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以蛮力摧毁眼前这一座虚空大阵 不过就在这时 在众多强者纷纷爆发修为的一瞬间 一道弹幕的话音突然回荡在虚空中 第五百六十五章 你们得罪了萧公子 今日就以死谢罪吧 究竟是谁给你们的狗胆 敢如此对萧公子大肆出手 随着这一道话音响彻在虚空中 一股难以形容的神威横扫星空 天德帝皇等人在这股威压下 只感觉胸口被陨石轰重一般 体内神渊在一瞬间变得紊乱 三大清王 十三天宝星君 还有百万神兵神将 刚刚才凝聚出来的神通都当场崩溃 这让众多强者纷纷受到反噬 脸上都是露出惊骇和难以置信之色 有修为弱一点的更是喷出大口鲜血 这是地位 是神帝之威 怎么可能 此地竟然有神帝进强者 卧槽 那是震南王 震南王突破到神帝进弯 在心神亥然中 三大清王和十三天宝星君 还有在车脸上的天德帝皇 第一时间就朝着开口之人锁定过去 而这一看 险些让他们瞳孔炸裂眼眶 震南王杨奎峰 这一位爆发出神帝之威 打断众人施法的强者 竟然是四大清王之一的杨奎峰 他竟然突破到神帝进弯 这怎么可能 一时间 不论是天德帝皇 还是三大清王 和十三天宝星君 一个个都感觉 灵魂像是在一瞬间 落入冰淹炼雨 一股寒意 也从侥幸凉到了天灵盖 怪不得 怪不得震南王 胆敢叛出天炎神朝 原来是对方 已经成为神帝进强者 如此实力 岂会在屈尊于他人之下 主公 是主公杜杰回来了 在天德帝皇和众多强者 感到惊骇之时 苍蓝界内鬼剑和妖刀感受到这种动静 脸上都露出激动不已之色 就连萧尘也是感到很意外 他还以为 杨奎峰还要过好久才能归来 没想到这一次归来的这么快 看来应该是杨奎峰在渡劫后 连修为境界都还来不及巩固 就担心这边会出意外 才匆匆忙忙赶回来的 这倒是有心了 而波若西和萧蓝看到这一幕 紧绷的神情也才放松了下来 有一位神帝进强者出手清场 接下来也用不着他们出手了 后面我还梦到 美渡沙同学生了的宝贝闺女 然后告诉她 我是她的杀父仇人 以后要为她亲爹报仇 我直接吐醒了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朕的天资比她还要强大 朕都还没突破到神帝境 她怎么可能踏入那一步 而在苍蓝界虚空之外 天德帝皇整个人一脸失魂落魄 显然是被这个事实打击得不轻 不过在下一刻 她像是意识到什么一般 连忙对着百万大军下令 撤 没有任何迟疑 在说出这一个字音后 麒麟车脸便准备掉头 面对一位神帝境强者 纵使她有百万大军 身上还有其他底牌 也不可能镇压这一行人了 除非 皇室那一位老祖 愿意从祖辞走出 若不然 单凭他们这些人 可没有办法将对方拿下 在天德帝皇话音传出之时 三大亲王和十三天宝星军 几乎没有任何拖沓 甚至是早就想开溜一般 都是纷纷爆发 修为撕裂空间 打算先行一步 离开这个地方 诸位都是老熟人了 剑本王突破到神帝境 不恭贺一番走一个照面 就急着离开 可不太好吧 看着眼前想要离去的一行人 杨奎峰眼神一眯淡漠地说道 而随着这一番话的落下 方圆亿万里星空 瞬间变得扭曲起来 恐怖的法则之力 化为屏障封锁虚空 这令得天德帝皇等人面色俱变 一个个都转过身 看向了杨奎峰 镇南王说的是 在深吸一口气 强行稳住内心的情绪后 天德帝皇话音低沉的道 不过此番 朕并不知镇南王已经突破到神帝境 只是前来缉拿神朝通鸡犯 倒是有些唐突和没有准备 等朕回到天延大迁世界 必定会将这一则消息 禀报给天延老祖 然后宣告天下将镇南王加封为摄政王 可首长打黄鞭 上打君皇下斩逆臣 地位与天延老祖相当 不知镇南王意下如何 说完 天德帝皇面色警惕地盯着镇南王 手中已经掏出皇室古裕 再联系祖次几位太上皇 准备将这一起大事告知对方 不必了 就你们天延皇室那三瓜两枣的优待 本王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本王这些年被皇室打压 也没想要和你们撕破脸 但你们得罪了萧公子 那今日就以死谢罪吧 杨奎峰闻言淡莫一笑 在话音森然地说出这一番话后 他便对天德帝皇等人镇压而下 这让天德帝皇和众多强者 瞬间亡魂接冒 携阵 看着眼前那如星辰一般大小的巨手 天德帝皇对着众多强者大声嘶吼道 而他则是毫不犹豫地掏出一枚玉玺 这赫然是天延皇室的传承 气韵至宝 刹那之间 不论是三大亲王 还是十三天宝星君 或者是百万神兵神将 一个个为了活命 只能将修为催动到极致 神缘化为神闻遍布虚空 几乎在眨眼间 便化为一座恐怖的虚空阵法 随后跟那一只星空巨手 狠狠地轰击在一起 伴随着轰鸣声滔天乍响 阵法光幕在这种冲击中扭曲爆裂 众多天神竞强者的肉身当场炸开 如此恐怖的一幕 让天德帝皇目自欲裂 杨奎峰 天延皇室之前待你可不薄 你竟然对皇室的人下狠手 看到他的军团 在这一瞬间就损失过半 天德帝皇在歇斯底里的怒吼中 爆发修为 结出一道硬诀 黄极京士 法天相殿 在这一道硬诀结出后 那枚玉玺爆发出无尽光芒 随后化为一尊恐怖的帝皇身影 跟那一只星辰巨手轰击在一起 这是天延老祖以自身一滴精血 还有众多神军籍材料 在结合皇朝气韵之力 所炼制出来的一道帝皇法香 算是给历代帝皇的保命之物 只要是在天延神朝的疆土内 这一道帝皇法香足以堪比一些神帝敬强者 只是没办法维持太久的时间 这也是天德帝皇身上最大的底牌 哄 随着两道神通的碰撞 无法形容的风暴冲击 在眨眼间横扫亿万里虚空 百万大军凝聚出的阵法 彻底爆碎炸开 就连百万神兵神将也跟着一起陨落了 唯有三大亲王 十三天保新军 这些修为强大的神军敬强者 在碰撞中 强行冲到麒麟车脸上 靠着帝皇法香的庇护才捡回一条命 但一个个都鲜血狂喷不止 显然是遭受到恐怖的重创 这便是神帝敬强者的恐怖 毫不夸张地说 一位刚突破到神帝敬的强者 就有能力可以屠杀上万神军 修为到了这种层次 一个大境界的战力之差 可不是数量可以弥补的 第五百六十六章 岌岌可危 老祖降临 杨奎峰 别以为你突破到神帝敬 就有能力抗衡天延皇室 我皇室老祖是神帝敬中期强者 不是你刚突破神帝敬所能抵的 你若是识相的话 便臣服继续效忠于天延皇室 否则等老祖降临你唯有一死 看着跟帝皇法香碰撞在一起的镇南王 天德帝皇面色极为猙獰的大声嘶吼道 而在话语回荡间 他已经凝聚密法 将这里的情况都传递回天延皇宫了 现在 他所能做的 就是操控这一尊帝皇法香 将杨奎峰强行拖死在这里 届时等到天延老祖降临 这一行人全都必死无疑 那老家伙已经受缘无多 本王还真就不信 他有实力能杀我 听到天德帝皇这一番话后 杨奎峰露出一抹森然之色 在这一刻完全没有半点距异 恐怖的神帝之威肆虐于虚空 杨奎峰抬手间再次朝着那一尊帝皇法香镇压而去 如今他的修为突破到神帝境 已经有硬汉天延老祖的资格 岂会将天德帝皇的威胁放在心上 即便他真的不敌这一位天延老祖 凭借得到神帝传承也能全身而退 除非对方想要跟他鱼死网破 才有机会可以将他彻底留下 但别忘了 他身后还有萧辰 这一位掌控三千神帝传承的神秘男子 手中一定有能诛杀神帝尽强者的底牌 否则 这一位萧公子不可能自始至终都这么淡定 从噩梦中惊醒 美都沙同学说我昨晚一直喊 我绿了 这是对他的侮辱 今日不讨回一个公道 我是走不出了 轰隆隆 随着杨奎峰和帝皇法相的再一次交手 轰鸣声宛若雷暴一般不断震撤于虚空 毁灭性的风暴 已经将方圆亿万里虚空彻底淹没 如同一个巨型的黑洞在不断扩张 这种面世场景 让三大清王和十三天宝新军面色俱变 一个个只能在车碾上面疯狂爆发修为 抵御着这种毁灭性的冲击波 就连在苍蓝界内的萧兰和波若西等人 看到虚空之外这种毁灭性的景象后 一个个也都面色俱变 修为在这一瞬间催动到极致 不断稳定上方的混原乾坤阵 这一道法相确实很强 但也应该到此为止了 在厮杀进入白热化后 杨奎峰逐渐适应了这刚突破的修为 所施展出来的神通威力也愈发恐怖 在一拳将那一尊帝皇法相逼退后 杨奎峰身上爆发出五种属性光芒 身后更是浮现出五尊古老的兽影 赫然是狠五行属性中的代表神兽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麒麟 每一道兽影都有万里大小 并且身上所散发出的气势 都足以媲美那尊帝皇法相 快把你们的神员注入神朝遇血 看到眼前浮现的这五道神兽虚影 天德帝皇瞳孔剧烈收缩起来 一脸惶恐对着其他人大吼道 而在他嘶吼的一瞬间 五行神兽虚影化为一轮恐怖的五行转轮 在高速旋转中便对着帝皇虚影暴斩而下 如同是要展开天阳大日一般 让天德帝皇惊恐的都在颤抖 但此时他已经无处可躲 只能双手结印操控帝皇法相 在一道紫金龙影的环绕下 跟这轮五行转轮轰在一起 刹那之间 足以刺瞎双眼的强光在虚空中闪耀爆发 帝皇法相轰出那一条紫金龙影 被五行转轮当场切割成好几段 帝皇法相在冲击中断崩塌 天德帝皇等人都受到了可怕的反噬 一个个只能看着五行转轮朝他们轰下 老祖救我 当生死危机在心头上疯狂炸开之时 天德帝皇歇斯底里的对着虚空大吼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在天德帝皇这一生老祖中 眼前的神朝玉玺闪耀其紫金色光芒 随后在众人的目光中突然爆碎炸开 一个漩涡浮现在天德帝皇身前 紧接着 在五行转轮要抹杀天德帝皇等人之时 一只干枯的手掌突然从漩涡中伸出来 亿万里星空中肆虐的风暴也骤然一致 冥冥之中弥漫在这片星空中的神潮气韵 竟然在一瞬间化为一只恐怖的万里巨手 然后稳稳地抓住五行转轮 虚空中爆发出震耳的轰鸣 毁灭性的冲击再一次横扫肆虐开来 但任凭五行转轮如何发力 都没办法轰爆这一只巨手 这让杨奎峰的瞳孔骤然一缩 神情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凝重 天 这状况突然发生了逆转 波若西和鬼剑等人的神情都为之巨变 没想到 在要斩杀天德帝皇等人之时 这一位皇室老祖竟然降临了 现在情况倒是变得棘手了 也不知道 这一位年迈的开朝帝皇 如今还能发挥几成战力 最后的依仗出来了吗 这样也好 相对于波若西等人的面色巨变 萧尘此时倒是要显得平静很多 仿佛 眼前降临的 不过是一只将死的蝼蚁 而不是一位恐怖的神帝 不孝皇孙 拜见老祖 在众人感到震惊之时 天德帝皇看着 从漩涡中伸出的那一只手掌 整个人在激动和惶恐中 连忙在虚空中跪下 激动是 天炎老祖及时出现 他的命算是保住了 并且 镇南王这一个叛徒 也足以被镇压或者击杀 而惶恐则是 这一次 逼得天炎老祖不得不出关 仅剩的寿员 必定会大幅度的缩水 事后 他必将面临天炎老祖的怒火 你是姓杨的那个小子 想不到 时隔几万年后 天炎神朝新诞生的神帝 竟然不是天炎皇室后裔 在天德帝皇跪下之时 伴随着一道沙哑的话音 从漩涡中传出后 一股难以形容的伪力 当即在虚空中爆发 令得那一轮五行转轮 竟然被巨手给捏爆了 而在毁灭性的冲击 化为风暴席卷于星空的同时 一道腐朽的身影 也踏空而出 此人 同样身穿一身紫金帝皇服饰 只是面容异常苍老 身形也有一些勾搂 看起来 就像是命不久矣的将死之人 但身上所散发的气势 却恐怖的 足以让任何神军进抢者 心生绝望 甚至是连与之对视的勇气都没有 此人正是天炎神朝的开朝老祖 有神帝境中期 修为的恐怖存在 不管你跟皇室之间有什么恩怨 今日只要你肯臣服的话 朕可以给予你一条生路 在身形走出漩涡后 天炎老祖扫了杨奎风一眼 话音沙哑地开口道 仿佛 即便是杨奎风突破到神帝境 他想要镇压对方也一如反掌 第567章 无所谓 我会出手 不愧是祖孙 这种施舍他人的口吻 还真的是让人想作呕 在天炎老祖话音落下后 杨奎风略显嘲讽地说道 完全没把天炎老祖这一句话 当一回事 即便是萧尘 在赐予他神帝传承之时 也没有想着要种下奴役 这一位老不死 却想让他臣服 被种下奴役 还真他妈敢想 机会只有一次 既然你不好好把握 那阵 就只能将你阵杀了 听到杨奎风的话语 天炎老祖并没有动怒 只是话音淡漠地说道 整个人平静的 就像是一潭死水 似乎七情六欲 早已经消失不见 而在话音落下之时 天炎老祖轻轻向前方踏出一步 原本浑浊的目光爆发出金芒 随着他的身上浮现出一道道龙形纹路后 一股恐怖的修为气息宛若火山爆发一般 煞事间从他身上冲天起 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 天炎老祖如同返老环童一般 头发在这一刻化为乌黑之色 就连勾楼的身子也变得挺拔起来 整个人在一瞬间 就从一位形目将就的老人 变成气势磅礴的中年男子 这让杨奎峰的神情为之一变 神情在这一刻变得极为凝重 因为此时 他在天炎老祖身上 感受到极为恐怖的压迫感 这绝对不是他所能抗衡的 敢忤逆阵者 当以死谢罪 在杨奎峰面色巨变之时 天炎老祖进入到战斗状态后 抬手间便朝着前方虚空一抓 一枚雕刻双龙细珠的玉玺浮现在他身前 天炎老祖握住这枚玉玺之时 两道暴力的龙银声回荡在虚空中 指尖在紫金光芒的闪烁中 两道紫金龙影宛若祖龙也一般遨游天地 随后在互相环绕中凝聚出一颗炎阳大耳 便封锁虚空对着杨奎峰震杀而下 双龙帝灭翼 这是天炎老祖酝养的本命神兵 其品质早已经达到神帝级层次 纵使只是达到神帝级低品 在神帝兵中并不是很强大 想要镇杀神递进初期的弱者 还是可以做到的 看到天炎老祖一出手就是如此恐怖的神通 杨奎峰在面色聚变中祭出了他的本命神兵 在五行光芒闪耀于虚空时 杨奎峰身后浮现出五行神兽的虚影 又在一瞬间融入到他的五行重剑内 随着他手握重剑横扫而出 五行法则之力激荡于星空 一道恐怖的五行剑光 当即跟双龙凝聚的炎阳大耳轰击在一起 轰鸣滔天震徹于天地 如同是有一轮天阳大日在星空中爆炸式的 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冲击波 宛若天幕一般在星空中横扫而来 杨奎峰所轰出的那一剑 在这种冲击中当场崩碎 整个人如同玩偶一般被轰飞出去 口中在这一刻猛的喷出大口鲜血 但即便是受创 杨奎峰还是疯狂爆发修为 凝聚出屏障挡在苍蓝界前 将肆虐于虚空中恐怖冲击都尽数挡了下来 若不然 这种毁灭性的力量若是落入苍蓝界 哪怕是这方世界有神军级阵法守护 也会遭受到难以想象的破坏 狠狠讨回一个公道后 美杜莎同学问我 以后是要男孩还是女孩 我说是自己的都好 她说我好过分 我 主公 看到苍蓝界外的情况 鬼剑和妖刀面色巨变 脸上都露出胶着和愤怒之色 甚至是忍不住想冲出苍蓝界 帮杨奎峰一起抗衡天炎老祖 但最终还是克制住这种冲动 他们都很清楚 面对这种厮杀 修为没有达到神帝境 他们根本没资格插手 上去只是在白白送死 在念头落下之时 鬼剑和妖刀都将目光落在萧尘身上 神情在这一瞬间也变得紧张和期待 在场所有人当中 能有资格插手神帝境强者厮杀的 也只有眼前这位神秘的萧公子了 这就是神帝境层次的战力吗 果然恐怖 萧尘看着苍蓝界外 足以轻易摧毁一个大千世界的恐怖冲击 脸上也忍不住露出一抹一色 神帝境中的低端厮杀 就能轻易毁灭星球了 这也难怪 有传闻 神帝境巅峰强者的厮杀 甚至是可以轻易毁灭一方星域 果然还是不行 天炎皇室这一位老祖 已经突破到神帝境中期 根本不是刚突破到神帝境的杨奎峰能对付的 这下子 局面倒是变得棘手了 在萧尘话语喃间 波若西看着苍蓝界外的战况 目光极为凝重地看向了萧尘 无所谓 我会出手 感受到波若西和鬼剑等人的目光 萧尘只是神情淡然地摆了白手道 随后便踏出一步朝苍蓝界外而去 你们准备派人打扫虚空战场 记得不要遗漏了任何战利品 听到萧尘这轻飘飘的话语 和看到对方直接踏空而起 波若西和鬼剑等人都愣住了 准备打扫虚空战场 萧尘究竟是有多大的底气 才敢能淡然地说出这种话 不过在这一刻 波若西和鬼剑等人也来不及深思 一个个都将目光锁定在虚空之上 现如今 他们也只能选择相信萧尘了 与此同时 杨奎峰拼尽全力守住这一波攻势后 眼神极为凝重地盯着天炎老祖 身上的气息开始变得紊乱起来 为了可以早一点赶回来 他本就来不及稳固修为 现在又被天炎老祖打伤 修为根基也开始不稳了 不过即便如此 杨奎峰并没有退缩 依旧手持重剑站在苍蓝界的虚空外 就如同一尊无所畏惧的世界守护神 竟然可以挡下阵的第一波攻击 不得不说你 虽然是刚突破到神帝境 但修为根基却比一般神帝要更强大 但越是这样 你若是不臣服 阵便越留你不得 看着悬浮在万里外的杨奎峰 天炎老祖的话音回荡在虚空 紧接着 更为恐怖的神威从他身上爆发 一到头上双脚 凝聚着炎阳大热的紫金龙影 也宛若星空巨兽一般的盘踞在他身后 能让朕动用这一招 你就算死也足以自傲了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天炎老祖手中结出一道硬诀 那头紫金神龙猛的睁开双眼 一种毁灭性的气息 当即横扫着一片星空 老家伙 你只不过是神帝境中期而已 真以为这里 没人能杀得了你 就在天炎老祖要展开攻击之时 随着一道淡漠的话音 回荡在虚空中 消沉一脸平静的现身于杨奎峰身边 老祖眼神骤然一凝 第568章 神帝境强者又怎么样 本公子也能随手杀之 天神竟巅峰 目光落在萧尘身上的一瞬间 感受到萧尘身上的修为波动 天炎老祖脸上露出凝重之色 如此修为 对他来说 无疑就是蝼蚁 他随手一挥 就足以抹杀对方 但不知道为何 在这一位青年出现的那一刻 他内心眉来一阵不安 似乎 眼前这一个能对他造成危险 萧公子 杨奎峰看到萧尘出现 神情在感到惊讶之时 也不禁露出一抹惭愧 没办法跟天炎老祖抗衡 最后还要劳烦萧尘出手 对他来说 确实有些无奈 这老家伙 就交给我吧 你现在一旁调戏一下 等一下还需要你带队 将天炎皇室连灯拔出 扫了天炎老祖一眼后 萧尘话音淡默地说道 此话一出 瞬间让杨奎峰的瞳孔一缩 神情惊疑不定地看着萧尘 这可是天炎老祖啊 一位神帝尽忠气强者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听萧尘这口气 像是在看待一只能 随手掐死的若姬 不对 是若昆 天炎老祖此时也感觉出 萧尘没把他放在眼中 神情在这一刻 变得无比阴沉 目光森然地锁定在萧尘身上 阁下是谁 不知是来自神域和方势力的公子哥 在这两句话落下后 天炎老祖疯狂感应萧尘的契机 似乎是想看出 对方修为的深浅 他可不信 一位天神静的若姬 敢直面神帝尽强者 所以 这很可能是一位 隐藏修为的神帝尽强者 并且实力应该比杨奎峰 要强上很多 否则 杨奎峰不可能对此人如此客气 一个将死之人 就没必要知道太多了 萧尘文言看向了天炎老祖 这一句话 让天炎老祖的面色 变得异常难看 身上也不由地 散发出恐怖的杀鸡 呵呵呵 多少年了 自从朕成为神帝 建立天炎神朝 统治这一个星界后 就没有人敢用这种语气 跟朕讲话 既然你觉得 朕是将死之人 那就让朕看看 你究竟是有多大的底气 在这几句话 回荡在虚空中之时 天炎老祖将修为 催动到了极致 双龙帝灭印 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一股难以形容的帝皇之威 宛若风暴般 横扫这片星空 盘踞在天炎老祖身后的 两道紫金龙影 在嘶吼咆哮中 竟然互相缠绕融为一体 随后化为一头 更恐怖的双头紫金神龙 这让杨奎峰的面色 为之巨变 因为这头双头紫金神龙 所散发的威势 已经让他本能地感受到 一种生死危机 这绝对不是他 所能抗衡的存在 神帝尽强者又怎么样 本公子也能随手杀之 听到天炎老祖这话 萧陈露出一抹冷笑 在话音传出的那一刻 他懒得跟天炎老祖继续废话 只是抬手对着前方点出一指 没有惊天动静的神通 有的只是一点枪芒 如同流星划破长空 对着天炎老祖暴射而去 上面所散发的修为波动 也仅仅只是天神镜层次 这让杨奎峰的脸上 忍不住露出错愕之色 如此程度的攻击 给天炎老祖挠痒痒还差不多 这一位萧公子 究竟是在干嘛 不对 这枪芒不对劲 不过在下一刻 杨奎峰就感应到 这道枪芒上面 似乎还萦绕着一种波动 那种波动极为神秘和诡异 竟然让他有一种生死危机 同样 天炎老祖也察觉出有些不对劲 整个人在面色聚变中 结出应觉 双头神龙在嘶吼中猛扑而下 恐怖的巨爪 轰向那一道枪芒 那种视觉上的冲击 就像是一只星辰巨手 在拍一根绣花针一般 后者是完全没有机会 也不可能对前者造成伤害的 可是在两者碰撞的一瞬间 那一道枪芒 就像是无间不摧 如同一道光束 直接穿透巨爪 随后又穿透双头神龙的身体 朝天炎老祖的眉心抱射而去 如此惊变 瞬间让天炎老祖 亡魂接冒 不 这是什么术法 在惊恐欲绝的嘶吼中 天炎老祖周围的空间 不断扭曲破灭 似乎是想扭曲空间 阻挡这一道枪芒 但不论他如何扭曲空间 还有如何凝聚守护屏障 对于这一道枪芒来说 都如同形同虚设 最终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一道枪芒 一把轰在他的眉心上 让他的身子骤然一僵 话音也戛然而止 原本剧烈收缩的瞳孔 在此时急速扩张起来 体内那恐怖无比的神愿之力 在这一刻也彻底失去了控制 在天炎老祖的体内横冲直撞 令得天炎老祖的身上 爆出一团血污 强悍无比的神地躯体 瞬间四分五裂 如此匪夷所思的一幕 不仅让杨奎峰脸上露出骇然之色 就连在苍蓝界内的波若熙 和鬼剑妖刀等人 一个个也像是大白天活剑鬼似的 脸上都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什么情况 抬手轻轻点出一指 神员之力化为枪芒 就能无视任何防御和阻碍 直接将天炎老祖给抹杀了 卧槽 这究竟是什么手段 哪怕是神地境巅峰强者 也没办法这样随手抹杀一位 神地境中期强者吧 萧陈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打消了美都沙同学 想要孩子的念头 小姨子突然走进来说 医院来了一位大美女 指明要我过去给他打针 我梦了 果然是一击必杀 无视防御 无视攻击 终者必死 这能力果然变态 在杨奎峰等人感到无比惊骇之时 萧陈看着被他击杀的天炎老祖 脸上忍不住露出一抹感慨之色 没错 这一道枪芒正是他以必杀 能力所施展出来的 只要秀薇没超越神地境 不论对方如何进行防御 最终的下场都只有一死 可惜这个能力动用一次 就会陷入围期一个月的冷却时间 若不然的话 神域星空内不论来多少神地强者 他都可以随手抹杀了 不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老祖 老祖怎么可能会被人一直抹杀 这一定是朕陷入某种幻境 看着天炎老祖身躯暴随炸开 那一头双头紫金神龙在失去控制中 同样在也在虚空中崩溃解体 恐怖的冲击化为风暴 不断席卷于天地 甚至在这一刻 随着天炎老祖的陨落 天炎神潮的气韵暴跌 整个星界都在发生剧烈的震动 如同是在祷告天炎老祖的陨落 天德帝皇 整个人如同失心疯一般的大声嘶吼起来 说话间 他疯狂的爆发修为 在虚空中胡乱攻击 甚至还狠狠甩了自己两巴掌 似乎是想从这个幻境中脱离 完全不敢相信 自家老祖会这么被人给宰了 并且还是被人给一直点死的 第569章 你这个女人在想什么呢 送她们上路吧 看到天德帝皇在车脸上像失心疯一样 消沉话音淡漠地对着杨奎峰吩咐一句 如今天炎老祖陨落 剩下的一些杂鱼就不用她动手了 就连天炎大千世界内仅存的另外几位太上皇 也完全可以让杨奎峰带人前去将其灭杀干净 这也是 她刚才为何不动用神帝境修为卡 而是动用这一门逆天能力的原因 毕竟 必杀能力使用一次后 只需要再等待一个月 她就可以再次动用了 在此期间 她手上还有两张神帝境修为体验卡 哪怕是在遇到神帝境强者也能应对 是 萧公子 听到萧辰的话语后 杨奎峰才回过神来 刚才所发生的一幕对她的冲击太大了 一位足以重创她 甚至是抹杀她的神帝境强者 竟然被萧辰轻描淡写地杀了 这一刻 纵使她已经突破到神帝境 但还是滋生出一种卑微感 心中对萧辰的敬畏也攀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 再回应一句后 杨奎峰目光落在天德帝皇身上 神帝之威当即横扫着一片星空 没有跟天德帝皇废话 一只遮天蔽日的恐怖巨手便对着天德帝皇震杀而去 不 看到这一只恐怖的巨手 还有感受到强烈的危机 天德帝皇这才意识到 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幻境 天炎老祖真的被一只抹杀了 而现在 也该轮到她上路了 在绝望和恐惧中 天德帝皇宛若溺水之人疯狂挣扎 全力施展神通朝那只巨手轰过去 如果放在曾经 他完全可以跟杨奎峰抗衡 但如今他不过是一只蝼蚁 伴随着轰鸣声震撤天地 天德帝皇所施展的神通尽数爆开 那一只巨手以摧枯拉朽之势轰在对方身上 令得天德帝皇肉身瞬间崩溃 神魂也被杨奎峰当场抹杀了 唯有本命神兵和储物那戒留了下来 至此 天炎老祖 天德帝皇 三大亲王 十三天宝星君 以及百万神兵神将 都尽数陨落在苍蓝星系内 天炎神朝在这一刻 可以说是名存实亡 看到我不知所措 小医子说不用慌 接下来他会帮我再巩固一下宫底 务必要让病人感受到 这一针打得很直 我 接下来 萧尘也没有在虚空中逗留 而是让鬼剑和妖刀等人 带人打扫这片虚空战场 将一切可以回收的神级物品 都尽数收集起来 主人 你太棒了 要是没有你的话 萧兰就被毁掉了 在萧尘回到苍蓝界内后 萧兰又像是只猫耳娘似的 一把扑进了萧尘的怀抱中 当着波若西的面 就在萧尘的怀抱中拱来拱去的 看得波若西一脸无语 不过 他也懒得跟萧兰争风吃醋 只是目光有些惊异地看向萧尘 刚才 你是怎么做到的 在迟疑一下后 波若西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 迟疑一下 便对着萧尘开口询问道 说完 他知道这个话题有些敏感 还有会触及到萧尘的隐秘 波若西话音一转 连忙补充道 如果这个涉及到自身的隐秘 不方便告知的话就不用说了 像这种底牌 一般人连自己的伴侣都不会告知 更何况 他现在还不是萧尘的女人 萧尘怎么会跟他说这个 这是我的一个禁忌能力 可以一击抹杀任何修为 不超过神地境的生灵 其实这个能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目前来说 我一个月只能动用一次 听到波若西的询问 萧尘毫不在意的道 这让波若西一脸惊异的抬起头 显然没有想到 萧尘竟然会如实告诉他 这一道底牌 这让他内心不禁有些感动 也体会到一种被信任的温馨感 等一下 你说什么 一个月能击杀一位 修为不超过神地境的生灵 下一刻 在反应过来后 波若西的胸膛顿时剧烈起伏 眼神无比震撼的看着萧尘 完全没想到 这世间竟然还有人能具备如此恐怖的能力 只要修为不超过神地境 都可以被萧尘一击抹杀 纵使这个能力 一个月内只能动用一次 对其他人来说也是难以想象的大恐怖 甚至是给萧尘一些时间 完全可以灭掉任何势力 毕竟 在神域星空内 他就不知道 哪一方势力 有超越了神地境的存在 这也就是说 只要萧尘想要的话 完全可以抹杀神域的任何强者 如果事后还能全身而退的话 那萧尘在神域中就是无敌的 怪不得 你之前会说 你能爆发出神地境战力 原来是手中掌握有如此恐怖的底牌 在深吸一口气 压制住内心的震撼后 波若西神满是感慨的 如果不是重伤后 被萧尘意外捡到 他都不知道 这世间还有如此妖孽 别误会 我之前所说的 是我能真正爆发出神地境巅峰战力 就像我之前爆发出神军境战力一样 并不是依靠这门能力对敌 听到波若西的话语 萧尘摆了摆手说道 这几句话 又让波若西震惊得花容失色 最终只能一脸复杂地看着萧尘 他怕再追问下去的话 到心都会忍不住崩了 呜呜 没想到主人竟然还有这么多的隐秘 不愧是萧兰最喜欢也最爱吃的主人 萧兰还想要知道的更多 不如我们一起回房去 让萧兰解锁主人更多的隐秘吧 一位在萧尘怀中的萧兰 在听到俩人的对话后 满脸崇拜地抬起头来 翘脸已经变得红彤彤的一片 美眸中也是有些春波荡漾了 显然是被萧尘的强大和神秘 扰乱了心神 接下来若是没有萧尘帮他 巩固一下道心 只怕他会受到可怕的反噬 感觉到浑身上下奇痒无比 如同有万千蚂蚁在身上爬 无耻 臭不要脸的女人 听到萧兰一脸撒娇地说出这些 波若西在一旁神情很不自然 最终没忍住说出这一句话 什么臭不要脸 我只是刚才观摩神地镜强者战斗 想要从中窥探到神地镜的奥妙 一个不小心让到心受到反噬 需要主人帮我治疗一下而已 你这个女人在想什么呢 萧兰文言抬起头 古灵精怪地看着波若西 接着脸上露出一抹坏笑 我知道了 一定是某人一直渴望主人宠信她 虽然表面上装得清冷若鲜的 但在内心中已经想好多次了 没准还埋怨主人 怎么不主动一点 若不然她也不会在这里吃我的醋 对吧 第五百七十章 冰女疯了 竟然把我心爱的主人抢走了 看着萧兰一脸狡黠 说出这一番大实话 波若西的脸色当场就变了 你这个八婆在胡说八道什么 你以为本公主是你这痴女吗 再敢乱嚼舌根的话 你信不信本公揍你 深吸一口气 波若西一脸称怒地对着萧兰低喝道 那银牙紧咬 面色羞红的样子 简直颠覆了以往的高冷形象 呦呦呦 主人快看 冰女她竟然害羞了 她肯定在心里幻想过 面对波若西咬牙切齿的警告 萧兰完全不当一回事 更是一脸夸张的叫道 这言语 这神态 这动作 差一点就把波若西送走了 你这个八婆 真以为本公不敢对你动手 仿佛被戳中了内心的小秘密 波若西在忍无可忍中 终于忍不住爆发修为 吓得萧兰一把躲在萧尘身后 主人 快点保护我 冰女发飙了 一脸弱弱地说出这句话后 萧兰还探出脑袋 对波若西做鬼脸 气得波若西直接就冲了过来 似乎要跟萧兰大战三百回合 你这个家伙 老没事找事 看到波若西真的被气到了 萧尘连忙转过身 一把拦住了萧兰 抬手间教训几下 让萧兰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 你再这么挑衅若西 以后被揍 可别找我 教育萧兰几下后 萧尘美好气得到 这个女人 跟波若西是冤家吗 动不动就想刺激一下波若西 还真的是不做不老实的那种 而波若西看到这一幕后 只是美好气得冷哼一声 也懒得跟这个女人计较 主人 我知道错了 但我看到冰女一脸高冷 我就控制不住想刺激她 听到萧尘这一句警告 萧兰委屈巴巴地 抬起头 满脸无辜地说了两句后 突然又露出坏坏的笑容 为了防止我下一次还会继续犯错 请主人务必我给一个深刻的教训 说完 萧兰忍不住舔了舔舌头 在对着波若西挑衅地挑了一下眉头后 便一脸兴奋地想 拉着萧尘去接受惩罚 似乎再说 她已经能满足萧尘任何要求 但你这冰女却还在幻想阶段 实在是落报了 你这个死巴婆 本宫不想忍啊 看到萧兰一脸得意 波若西似乎读懂了对方眼神中的意思 内心积攒的憋屈 在这一刻通通爆发了 只见她在说出这一句话后 便爆发修为来到萧尘身边 就在萧兰以为对方要动手之时 没想到波若西一把将萧尘 从她怀中抢了过去 并且还当着她的面色 一把吻在萧尘的嘴唇上 这操作 不仅把萧兰搞猛了 也把萧尘整猛圈了 波若西 竟然抢吻她了 你你你 怎么可以这样 看着眼前的波若西和萧尘 萧兰震惊的双手捂住嘴巴 然后发出 不知道是焦急 还是兴奋的惊呼声 为什么不可以 听到萧兰这一句话后 波若西红着脸偏过头 神情冷傲的看着对方 今日 你的主人归本宫了 你一边玩尼巴去吧 在说完这一句话后 波若西便拉着萧尘 一把冲进入苍蓝界内 让萧兰当场愣在了原地 疯了 兵女疯了 竟然把我心爱的主人给抢走了 好兴奋 回过神来后 萧兰脸上露出更为兴奋的神色 这一次 竟然把冰女逼得抢走萧尘 这应该是要跟萧尘结合了 那等事情过后 她岂不是可以跟萧尘 索取一波大大低奖励 想到这里 萧兰脸上露出坏坏的笑容 这年头 谁还玩尼巴 她想玩的可是呜呜 不能说 好害羞 她可是淑女 不行 我得去看一看才行 免得他们打架没有目击者 万一发生点意外就不好了 再嘀咕一下后 萧兰古灵精怪的看了下方一眼 接着身形便消失在万里高空上 另外一边 天眼大千世界 皇宫 在天眼老祖陨落的那一刻 整个天眼大千世界 爆发出惊人的轰鸣声 诡异的血光 在寝刻间蔓延整个大千世界 令得天眼大千世界内 无数强者都抬起头来 怎么回事 这是 血节灾祸 气运崩塌 怎么会出现这种异象 难不成是天眼老祖陨落了 看着虚空中如此恐怖的异象 不少强者看出了一些端倪 一个个像脸想到什么似的 脸上都露出骇然和难以置信之色 天眼神朝的气运跟历代帝皇息息相关 其中关联最为密切的当属天眼老祖了 毕竟 这是天眼神朝的开朝帝皇 更是突破到神帝境的强者 甚至以自身为根基 铸造出一尊皇道气运神兵 也唯有对方陨落 才会让天眼大千世界发生如此恐怖的反噬 不可能 老祖怎么突然陨落了 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与此同时 天眼皇宫祖辞深处 随着两道苍老的话音响彻在这片天地 两道散发着腐朽气息的身影也冲天起 这两人 赫然是天眼皇室上一任帝皇天明 和另外一位太上皇天贵 修为都卡在神军境巅峰多年 在感觉自身陷入瓶颈后 都进入祖辞内闭关修炼 唯有在天眼皇室发生变故之时 他们才会从祖辞深处先关而出 可没想到 今日这变故 竟然是天眼老祖陨落 不只是天眼老祖 天德也跟着一起陨落了 两大太上皇冲入金鸾大殿后 也来不及思索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当即抬手按向大殿中心那一根龙纹石柱 打算查看一下 天眼老祖和天德帝皇传回来的死前记忆画面 没有 没有天眼老祖的死前讯息 只有得而传回的死前记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激发龙纹石柱后 感应到 里面只有一份关于天德帝皇的灵魂讯息 两大太上皇的脸上 都露出惊骇和难以置信之色 能让一个人在临死前 无法传回死前记忆的 唯有在一瞬间内 抹杀掉对方的魂体真灵才行 而天眼老祖可是神帝境中期的强者 哪怕现在寿元枯竭气血衰败 在天眼神朝所处的心域之内 就算是神帝境巅峰强者 也没办法做到这种事情 天眼老祖究竟遭遇了什么 快查看天德的死前记忆 或许可以找到什么线索 在内心感到惊恐和冰寒中 天柜当即对着天明报和道 第571章 蓝玄机大为震撼 肮脏交易进行中 随着俩人手掐印诀 暗向龙闻石柱 伴随着一阵嗡鸣声的响起 天德帝皇的死前记忆 也随之浮现出 此人是 镇男王阳奎峰 当看到投影画面中 出现了一道身影 天明太上皇脸上 露出一抹震惊之色 阳奎峰 这是他在位期间 亲自封为亲王的 没想到 如今 对方不仅先太一步 突破到神帝境 并且还将他的儿子 天德帝皇给抹杀了 镇男王阳奎峰 这不可能 在天明太上皇 惊呼出声后 一旁的天贵太上皇 沉声道 即便这一位镇男王 突破到神帝境 他可以轻易抹杀 天德那小子 但不可能有实力 击杀老祖的 一定是还有别人出手 说着 俩人都将目光 凝聚在阳奎峰身边的 萧陈身上 是他 一定是他联合阳奎峰 动用某种特殊的手段 才让老祖意外陨落的 在天德帝皇的 死前记忆中 他们没办法直观地感受到 萧陈的修为气息 但从星空中的破灭景象 还有天德帝皇和天炎老祖 一同陨落来看 这人和杨奎峰一样 必定是神帝尽强者 甚至这一位男子 有可能比镇男王杨奎峰 更加强大 立即动身 离开天炎大千世界 前往风玄界 寻找风玄子老祖 压下心中的悲痛和震撼 天贵太上皇沉声抱和道 天炎老祖和风玄子 有过命的交情 曾给予天炎老祖 一块特殊的领牌 如果天炎皇室遇到无法抵挡的灭门危机 可以让人带着这一块 另排到风玄界找他 他会看在 当年欠天炎老祖一命的份上 竟最大的可能为天炎皇室出手一次 如今天炎老祖被人击杀 天炎皇室所能依仗的 就只有这一位风家老祖了 在念头落下之时 两大太上皇不敢在皇宫内逗留 当即卷走天炎皇室所有的抵御 俩人直接离开天炎大千世界 开始前往风玄界 寻找风玄子 另外一边 苍蓝界 滨海神宫内 天德帝皇率领百万大军 疑似惨遭覆灭 苍蓝星系内亿万里虚空破灭 疑似有神帝竞强者交手 天炎大千世界发生惊天异象 疑似开朝帝皇天炎老祖陨落 这 这怎么可能啊 看到从东陵星域内传来的情报 和从天炎大千世界传来的情报 蓝玄机在水晶宫殿内 被惊害得花容失色 天德帝皇率领百万大军压境 竟然被灭了 在苍蓝星系内还疑似有神帝竞强者厮杀 这岂不是在表明着 波若西和那一位神秘男子的背后 有神帝竞强者 难道是 滨海神宫失踪多年的老祖 不对 如果是滨海神宫那位老祖 波若西都可以回归镇压他了 又何必还归缩在天炎神朝内 但不管怎么样 能灭了天炎神朝百万大军 甚至是让天炎老祖陨落了 波若西背后的依仗 必定是一尊大恐怖 如果对方回到滨海神宫 那他岂不是 想到这里 蓝玄机整个人如同堕入寒冰炼狱 一股寒意从毛孔凉到了灵魂深处 不行 我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想到波若西回归滨海神宫 他不仅会失去所有的权力 甚至还会被对方当场斩杀 蓝玄机脸上露出一抹猙獰之色 神情在这一刻也逐渐变得疯狂 姐姐姐 你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需要本地帮你吧 似乎是感受到蓝玄机的负面情绪 他手上的那一枚魔戒又再度亮起 伴随着刺耳的话音从魔戒中传了出来 蓝玄机的神情忍不住发生变化 目光有些惊悚地看着这枚魔戒 本宫不是将你屏蔽了吗 怎么你还能传递信息 在内心感到骇然中 蓝玄机一把取下魔戒 神情也变得警惕起来 似乎有些担心 这一缕被封印在魔戒中的魔帝邪魂 会突然跑出来夺舍他一样 姐姐姐 本帝肉身没有毁坏时 可是神帝近巅峰的强者 纵使现在被人给封印在空明魔戒内 也依旧不是你一个神君所能屏蔽的 听到蓝玄机的话语 魔帝邪魂怪笑着道 不过你不用担心 因为某种意外 本帝如今这一缕魔魂 已经成为魔戒的气灵 除非你愿意跟本帝地结灵魂契约 否则 就算是本帝状态恢复到巅峰 也无法从这一枚魔戒里面走出来 听到魔帝邪魂这几句话后 蓝玄机的警惕依旧没有减弱 只是话音低沉地问道 除了跟你帝结契约 你如何能帮助本公 在局面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蓝玄机不会成为他人的傀儡的 但要是对方 真的是一位神帝近巅峰强者 手中掌控的底牌必定十分恐怖 说不定可以对他起到一些帮助 姐姐姐 方法多的是 本帝可以传授你一门秘法 可以熔炼同宗同源强者的血肉精华 通过吸食他们的修为突破到神帝近 也可以传授你一门阵法 封锁住一方大千世界 作为饲养凶灵的道场 再去猎杀9981位神帝近强者 服役各种神帝近的制音材料 以亿万万圣灵的魂魄为养料 让他们在阵法的催动下 互相厮杀发生蜕变 有一定的几率能圈养出 神帝近层次的凶灵 届时 你不仅能成为一位神帝近强者 还可以驾驭一尊神帝近的凶灵 哪怕是神帝近中期的强者 你也有能力 可以周旋一二 想要应对眼前的危机 简直是轻而易举 在波若西话音落下后 魔帝邪魂森然地说道 让蓝玄机的瞳孔猛地一缩 这两门密法 不论哪一门听起来 都有些丧心病狂 还真不愧是北欲邪教 走出来的魔帝 天道无情 以万物为出狗 修炼本就是自私自利的掠夺行为 你现在对其他人心思手软 最后惨死的时候 可别后悔 若是老老实实 按部就班的修炼 你想要突破到神地境遥遥无期 但用本地的方法 最多一年时间 你就可以打破目前的修为避障 成为一位至高无上的神地境强者 甚至还可以驾驭一尊神地境凶灵 彻底主宰这一方星界 并且不具备仇人报复 你 难道不心动吗 感受到蓝玄机的惊骇 魔帝邪魂再次蛊惑到 这让蓝玄机的面色 忍不住变换起来 第572章 呜呜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用你的方法突破到神地境 事后是不是有某种副作用 深吸一口气 蓝玄机压制住内心的躁动 陈生对着魔帝邪魂询问道 世间步伐 有能突破大境界的邪门歪道之法 但这些无一例外 都有极大的副作用 有一些甚至还会让人感到生不如死 这也是神域中众多强者 不敢轻易用邪门歪道之法来突破的原因 节节节 事后最多承受一下灵愿反噬之苦 性格会变得有些嗜血和残暴而已 不过 只要你事后能得到神地级的禁魂神药 想要压制这种反噬 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可你要是不突破到神地境 接下来 你十有八九会陨落 是想要憋屈的被人斩杀 还是突破神地应对危机 你好好的想一想吧 节节节 拼到蓝玄机这一番话后 魔帝邪魂发出一阵怪笑 诱饵已经抛下 接下来 除非蓝玄机能找到其他遗仗 否则就只能依靠他的秘法了 届时 只要他再动一点手脚的话 想要脱离魔界便指日可待 好 本宫就相信你一次 但如果你想要对本宫耍什么阴谋诡计 本宫到时候 就算是欲食俱焚 也不会让你这个家伙得逞的 面色阴沉不定的变换一下后 蓝玄机眼眸中露出一抹疯狂 话音森然的 对着魔帝邪魂道 正如魔帝邪魂所说的 如果接下来 他不突破到神地境的话 必将无法面对 来自于波若西的危机 所以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蓝玄机也只能孤注一掷了 结结结 本帝现在 被封印在这一枚魔界内 除非你愿意 跟本帝签订灵魂契约 否则想要耍阴谋诡计 也没法做到 你大可以放心 听到蓝玄机的回答后 魔帝邪魂怪笑着回道 不过这81位神军境强者可不好找 想要将其猎杀 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本宫好像没说 要饲养凶灵吧 蓝玄机闻言 眉头一皱 话音有些不满的回答 大肆猎杀神军境强者 可是会引起他人关注 更何况 他总觉得 这个家伙怂恿他饲养凶灵 一定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比起让他吞噬同门强者的精华 突破到神地境 还要更加不靠谱 结结 既然都要猎杀同门强者 吞噬他们的修为突破了 为何不再干脆一点 饲养出来一尊凶灵 届时 倘若突破到神地境 不足以应对危机 也可以有这一头凶灵 为你拖住对方 你想要脱身 将会更加容易 摩帝邪魂文言 英策策地说道 这个理由可以说是合情合理 让蓝玄机文言 忍不住沉默了 好 就依你所言的 猎杀同门 饲养凶灵 在沉默一下后 蓝玄机眼中露出疯狂 最终也硬下了这件事 不封魔不成殿 这一切都是波若西 这个小贱人逼的 等他突破到神地境以后 一定要活吞了这小贱人 在念头落下之时 蓝玄机便满脸杀机地离开冰京大殿 开始寻找他这一次要下手的目标了 这一次突发事件 滨海神宫 一部分忠于波若西的神军进抢者 虽然都离开了 但绝大部分依旧还留在苍蓝界内 以他如今的实力 只要将这些人单独引出来 便可以一个一个将其猎杀 在吞噬他们的修为后 再抽出神魂 饲养凶灵 只是这个过程 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已 另外一边 目光回到苍蓝界内 在波若西将萧尘拉入刘云城萧家后 俩人来到乡房内便沉入到尴尬之中 波若西这一位高冷的公主 翘脸已经是红得有些发烫 并且目光躲闪 完全不敢跟萧尘对视 刚才气势汹汹地对那妮子说 本公子今日就是属于你的了 现在把我拉到房内 你反倒不好意思啊 看着波若西这有些窘迫的样子 萧尘在此时忍不住调侃了一句 你 听到萧尘这一句调侃 波若西气地抬起头来 被萧兰这个八婆刺激 也就算了 现在连萧尘也来刺激她 她这暴脾气哪能认得了 既然你这么开口了 本公今日就摊牌了 本公活了这么久 还没尝过男人味 今日 本公就要破例开婚 说着 波若西红着脸庞 强行装出高冷模样 如同女王一般 对着萧尘低喝道 跪下 伺候本公 看着波若西 一如反常地说出这一番话 即便是萧尘在此时 也忍不住愣了一下 什么鬼 跪下 卧槽 想搞女王角色扮演是吧 跟美杜莎倒是有得一拼 嘿嘿 该跪下的人应该是你吧 既然你这么不客气 那本公子今日 也没必要怜香西域了 再愣了一下后 萧尘像是被刺激到一般 脸上露出狼性的光芒 再说了这两句话后 便朝波若西扑过去 小样 她这人就是专制各种女王女帝公主 接下来 不把波若西这个公主脾气 给逊得服服贴贴的 她今后 如何还如何在这帮女人面前支冷起来 啊 你别过来 看到萧尘直接扑了过来 波若西在此时发出惊呼 原本强装的高冷模样 瞬间崩溃 完全像是一个未经人士的少女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好刺激的说 身形刚落入院落中的萧兰 在感受到这一番动静后 整个人变得异常的兴奋 完全就是 吃瓜不嫌是大的样子 不过就在这一刻 随着波若西身上亮起一阵光芒 一道静置也将相防彻底屏蔽了 这让萧兰当场愣在原地 接着脸上露出气氛之色 舌屋 竟然把我屏蔽了 这个可恶的兵运 看到眼前这一道强大的静止 足以隔绝神军进强者的窥探 萧兰气得有些咬牙切齿 但下一刻 她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不过 你这个兵女 还是低估了本世界之灵 在这一方世界内 老娘就是至高无上的神 你这一道静置 岂能阻挡得了我 说着 萧兰的身体 在这一刻变得虚幻 紧接着 变化为无数光点 融入天地 这是萧兰另外一种形态 是没有实体的天道意志 可以融入苍兰界的法则之力 和天地能量中 成为无处不在的大恐怖 波若西凝聚的这一道静置 除了调动自身神渊之外 也需要这方世界的元气 所以 只要她意念融入元气 便能轻松突破静置了 这一次 她要将波若西 被萧尘吊打的窘迫样子 记录下来 以后这个女人突破到神地境 要是敢动手 揍她这个小可爱 她就把这段影像 放给萧尘其他几个女人看 气死这位高冷的波波公主 第573章 主人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要不要给你削弱点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萧尘跟波若西第一次较量 就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之时 天明太上皇和天贵太上皇 历经一番波折 俩人也是来到了风玄见 在一脸卑微的求见后 却被告知风家老祖 现在正在闭关之中 这让天明和天贵 一脸吃扁 但俩人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在风家找个住处 耐心等 这位老祖出关 毕竟有求余人 即便他们都是神军进巅峰强者 但在有两尊神帝坐镇的风家 只不过两只强大点的蝼蚁 借他们十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在这里摆什么帝皇架子 而在另外一边 蓝玄姬在魔帝邪魂的蛊惑下 短短三天便猎杀了十位神军进巅峰者 并且都是趁其不备将其彻底斩杀的 甚至他在事前就进入滨海神宫的命魂殿 将众多长老的魂牌 以特殊的手段屏蔽了 这样一来 就这些神军进巅峰者 不幸陨落 也不会触动命魂殿内的魂牌 加上看守命魂殿的女弟子 被他以魂灵秘法控制新魂 在短时间内 其他强者都不会意识到 有众多长老陨落了 而在这种厮杀开始后 蓝玄姬的修为便变得愈发恐怖 但身上的邪气也变得愈发浓郁 眉宇间露出森冷的神色 仿佛随时都会入魔一般 这让在空明魔界内的魔帝邪魂 忍不住欣喜若狂 他之所以传授蓝玄姬秘法 突破神地境 最后心甘情愿跟他签订契约 从而让他反刻为主 夺舍对方 另外一方面 是为了培养这一具肉身 毕竟 蓝玄姬修炼的是寒冰之法 身上没有半点魔气和邪气 他这一缕魔地邪魂融合对方后 势必会引起一定的反噬和冲突 可如果 现在就让对方修炼他的秘法 慢慢同化对方的力量和身体 之后 他一旦掌控对方的身体 就不会受到多少反噬了 并且 对方被他夺舍式的修为越强大 他融合后 所能发挥的实力也会更强 节节节 距离本地付出的时间 越来越近了 该死的太玄老祖 逼得本地不得不自毁肉身融合魔戒 导致魔魂被困在魔戒内28万年 这笔账 等本地出关后 再慢慢跟你算 再话音森然地回荡在魔戒内 空明魔戒闪烁着淡淡的幽光 一缕缕难以察觉的邪气 随着蓝玄姬运转功法 不断炼化吞噬而来的修为 也在一点一点融入他体内 这正是魔地邪魂在暗中加快 蓝玄姬力量和神体的转变 不过这一种变化 蓝玄姬并没有察觉到 只以为是功法的特殊 好强大的感觉 现在本宫若是在对上波若西 一个人也足以轻松斩杀对方 感受着体内变得愈发恐怖的神员之力 蓝玄姬脸上露出一抹兴奋和嗜血之色 一开始吞噬他人修为和血肉精华之时 他内心深处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抵触的 但现在 这些神军镜强者在他眼中都是写实美味 可以让他修为突破到神地镜的人形神药 心中想猎杀他人的念头也变得愈发强烈 在念头落下之时 蓝玄姬身形消失在大殿内 接下来 如果滨海神宫内的神军镜强者不够他杀 那他就去猎杀其他势力的神军镜强者 虽然没办法吞噬他们的神源 但也能吞噬他们的血肉精气 还有抽出他们的神魂用来饲养凶灵 一年之内 他必须突破到神地镜 还要饲养出一尊凶灵 目光回到苍蓝剑 在蓝玄姬变得愈发强大和凶残之时 萧尘和波若西也结束了第一次修炼 伴随着一股恐怖的气息冲天起 萧尘的身影也出现在万里高空上 呜呜呜 终于结束了 不愧是主人 还是一如既往的生猛 兵女都快被折腾坏了 看到萧尘冲天起 身上爆发出恐怖的气息 显然已经突破到神王境 萧兰脸上露出兴奋和崇拜的神色 这三天 他有几十次都想冲进去 帮波若西承受一些苦难 但理智最终战胜了欲望 才没让他做出冲动之事 如今看到萧尘出来 他终于可以释怀了 这种感觉 怎么比自己亲身上阵 还要更加刺激 你躲在那里干嘛 还不动用星空法则 为我洗脸 感受到体内涌动着浩瀚的混沌神力 萧尘扫了一眼 在院落中现身的萧兰 萧兰如今已经是神军境 并且作为苍蓝界的天道 他最高可以帮神王境的强者 凝聚雷节洗礼 如果超越神王境 突破者就会被送至神域星空内 在神域星空意志的感应下 降下对应的雷节进行洗礼 不过他现在才神王境 用不着跑到神域星空 在苍蓝界一样可以杜劫 这样一来 也可以避免被神域星空意志感应到 从而让对方察觉到 这方世界的异常 萧兰收到 听到萧尘的这一句话 萧兰浑身一个机灵 还以为她的小动作 被对方发现了呢 在开口应了一句后 萧兰又忍不住问道 主人 你想要什么程度的雷剑 萧兰这边为你调配一下 这一句话 如果被其他强者听到了 估计会震惊的当场傻眼 天节 这玩意竟然还能自己调配 对于杜劫者来说 简直是逆天外挂 整个神王境层次最高规格的 层次太低的 没办法稳固修为 萧尘闻言 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 这让萧兰的眼眸为之一亮 脸上也忍不住露出了坏笑 嘿嘿 萧兰亮大管宝 这次雷劫服务 保证让主人满意 在一脸兴奋地说了一句后 萧兰心念一动 开始调动世界法则 整个苍兰界 煞时间为之震动起来 无边无际的雷云 顷刻间出现在萧尘的头顶上 并且从紫色变换成红色 又从红色变换成暗红色 最后更是化为诡异的紫黑色 天伐神类 并且还是最强的那种 想起前几天 他被萧尘按在地上摩擦 教训的哭爹喊娘的画面 这一次终于有机会 可以找回一点威风了 看他这一只傲娇的世界之灵 怎么好好收拾一下这位主人 神王静最强 天伐神节 看到虚空中紫黑色的雷云 所涌动的雷霆之力 足以轰杀神王静巅峰强者 萧尘的脸上露出一抹古怪 目光有些意味深长地看了萧兰一眼 这种眼神 让后者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主人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要不要给你削弱点 看萧尘的眼神似乎在说 你这个逆子小心一点 下一次不让你晕过去 他就不是雷火枪战王 第574章 看来不给你一点难忘的教训 你真的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意味深长地扫了萧兰一眼后 萧尘没有丝毫犹豫冲入雷云 这种程度的天伐神雷 虽然会让他受点苦头 但事后所能得到的好处 也是惊人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阵阵雷暴声不断震撤天地 恐怖的动静震动半个苍蓝界 好在有萧兰出手封锁能量余波 倒是没有给万族生灵造成困扰 终于在过了两个半时辰后 漫天雷云也彻底消散而去 萧尘的身影重新浮现在万里高空上 一种毁灭性的力量波动 也从他的身上席卷而开 神王境后期 即便是在神王境这个层次 萧尘一突破 就跨越两个小层次 在神域中绝对能碾压亿万天骄 毕竟有混沌神的传承打底 加上还得到波若西十几万年的原因 直接让他省去了数百上千年的苦修 能一口气突破到神王境后期并不奇怪 毫不夸张地说 他绝对是神域亿万年来 修为突破的最快的人了 哪怕是混沌神也无法跟他相比 主人 快抱抱我 在萧尘心中有些感慨之时 萧兰一脸兴奋地冲了上来 趁着萧尘身上的雷弧还没有彻底隐没 他整个人如同八爪鱼一般地扑了上去 下一刻 在雷弧闪烁中 萧兰身子忍不住一个机灵 脸上也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这让萧尘嘴角忍不住一抽 脑门浮现出几根黑线 你这个女人 真的没救了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后 萧尘一巴掌重重地拍下 顿时又让萧兰身子一颤 主人 你刚刚突破境界 修为还有些不稳 我们快点回房去 让萧兰这位专属女仆 来为主人巩固修为吧 说完 萧兰又像一只猫娘一般 在萧尘的怀中磨蹭起来 当真让萧尘无话可说了 这真的是一只喜欢偷心 怎么喂都喂不饱的野猫 杨奎峰还没回来吗 没有理会萧兰这个一心 只想帮他巩固修为的痴女 萧尘扫了一眼苍蓝剑 对着萧兰开口询问道 在灭杀天炎老祖和天德帝皇后 他就让杨奎峰带人去灭掉天炎皇室 将天炎界这个霸主及势力连根拔除 没想到 在他闭关突破修为后 对方竟然还没有回来 没有麻烦事了 没有 不过这老小子是神帝尽强者 有他出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家伙到现在还没回来 有可能是在挑选小公主 打算回来好好孝敬主人 萧兰文言满不在乎的说道 说到最后还露出一抹坏笑 当真是把萧尘彻底打败了 嗯 主人 怎么没看到兵女 她跑到哪里去了 目光扫了周围一眼 发现没看到波若西 萧兰有些好奇的道 她修为突破在即 我让她进入到神木谷墟内 融合神帝尽强者的传承了 萧尘文言随口回道 等到她下一次出来时 可就是神帝尽强者了 到时 你没事最好不要去刺激她 不然被揍了 别怪我不帮你 想到萧兰这个性格 还有波若西的高浪 要是下一次 萧兰还敢去刺激对方 没准真会被波若西 拎起来揍一顿 不怕 我手里可是落了 嗯 主人我什么都没说 萧兰文言一脸得意 不过刚开口意识到 自己说漏嘴后 连忙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捂住嘴巴 这让萧尘的眼神微微一逆 好你个死逆子 钱进来偷窥就算了 你竟然还敢留影 萧尘一把揪住萧兰的耳朵 有些恨铁不成钢地继续道 看来不给你一点难忘的教训 你真的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嗯 主人说的是 快点狠狠地教训萧兰 拿鞭子使劲地抽我吧 这样 萧兰下次就不敢了 听到萧尘的话语 萧兰不知是惊慌还是惊喜 吓得连忙抱住萧尘哀求道 这可把萧尘气得呀 看来不给这妮子松松筋骨 让对方感受一下 后院失守的恐惧 她怕是不知道 花儿为啥会那么红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逮着萧兰 直接回到萧家内院 令得苍蓝界的天空 瞬间昏暗起来 似乎欲试着 一场前所未有的狂风暴雨 即将摧残后院中的花儿了 时光匆匆 又是两天半过去了 当萧家内院中 萧尘推开房门 一脸神清气爽地走了出来 后面萧兰也一蹶一拐地走出来 翘脸红得跟猴屁股似的 但神情却显得有些优越 又似乎有些意犹未尽 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事情 右手还下意识地捂住臀部 萧公子 你终于出关了 同样就在这时 随着一道话音突然响起 杨奎峰也出现在院落中 感受到萧尘如今的修为气息 她脸上露出一抹惊讶的神色 不久前 萧尘的修为气息 只有天神静巅峰 没想到短短几天时间 就飙升到神王静后期 这一位神秘的公子哥 当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了 事情怎么样了 萧尘文言点了点头 没有跟杨奎峰寒暄什么 只是开门见山地询问道 回萧公子 天炎皇室在天炎老祖陨落的当天 就遣散和转移皇室所有核心成员 目前鬼剑和妖刀正在带人猎杀 争取将这些皇子公主斩尽杀绝 只不过 天炎皇室两位老太皇 已经卷走所有底蕴消失不见 杨某怀疑 他们已经前往封玄界 寻找封家老祖庇护 说完 杨奎峰脸上露出一抹凝重 封玄界封家 他身为天炎神朝的镇南王 自然也是知晓一些情报的 封家老祖封玄子 这可是一位神帝境后期强者 比其他不知道要恐怖多少倍 即便他现在突破到神帝境 也在对方面前走不过十招 如果这一位封家老祖过来找麻烦 除非萧尘能像之前一样 展现出不可思议的手段 否则他们一行人 都会大祸临头的 跑到封玄界了吗 萧尘文言眼神微微一凝 随后摆了摆手继续说道 那就暂停对两个人的猎杀了 密切关注封玄界的动静即可 其他事情 等若曦出关后再决定吧 还有 关注一下滨海神宫那边的动静 如果蓝玄机有什么大动静 也记得要跟我们先行汇报 交代一番后 萧尘便打发走杨奎峰 随后又凭借着波若曦留给他的公主令牌 安顿了那些从滨海神宫过来投奔的强者 现在 必杀能力还在冷却中 虽然他还有两张神帝进修为体验卡 但终究还没到可以肆意挥霍的地步 所以 萧尘打算沉寂一段时间积攒底牌 等到波若曦出关之后再前往滨海神宫 第575章 第六次随即回收 一口有毒的棺木 在杨奎峰离去 开始整合天岩神潮 接手这个星界之时 萧尘也花费了将近半天时间 将这一次的战利品都回收了 当看到属性面板上那一连串的数字后 萧尘脸上忍不住露出一阵惊喜的神色 43亿8360万点神圆点 这一次的身家足足翻了十倍都不止 在惊叹一句后 萧尘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惊喜 43亿多的神圆点 这个数字看起来虽然有点吓人 但几乎是整个天岩界超过一半的资源底蕴 在保留一些可以用于修炼的天才地宝 和神兵阵盘后 还能兑换这么多的神圆点 不得不说 这些人确实很肥 43亿多点神圆点 是要用来升级出一尊极品神帝兵 还是用来兑换神帝境修为体验卡 看着属性面板上的神圆点 萧尘一时间陷入到纠结中 想要将一尊极品神军兵 升级成一尊极品神帝兵 一般是最高回收上限的四五成 也就是需要四五十一点神圆点 他现在手上有两张神帝境修为体验卡 如果还能再掌控一尊极品神帝兵的话 绝对不亚于混沌神在世 在修为体验卡动用的时间内 绝对能斩杀多位神帝境强者 这便是极品神帝兵结合修为带来的恐怖加持 而神帝境修为体验卡 兑换一张需要十一点神圆点 并且一年内只可以兑换一次 如果现在耗费十一点神圆点 兑换一张神帝境修为体验卡 接下来想要升级出极品神帝兵就不够了 还是先升级不灭魂灯吧 大不了接下来闭关个两三年 白挑几张神帝境修为体验卡 再思索一下后 萧尘心中也有了决定 升级不灭魂灯 若是遇到难以抵挡的危机 他动用神帝境修为体验卡 就能将对方连同背后的势力 一起连根拔起 到时覆灭一个势力 一下子就能回本了 缠着我传授好几招针法后 宁荣荣学妹说她没误到精髓 得有学姐在旁边指导才行 绕梦了 一个不够还要来 定 每月随机回收功能已经重置 请问宿主是否进行随机回收 就在萧尘念头落下 准备进行升级之时 系统提示音也冷不丁地响起 这让萧尘脸上露出错恶之色 可以随机回收了 萧尘妈撒一下下巴 便选择了下令回收 虽然放弃每月随机回收 可以免费获得一张 神军修为体验卡 但现在 有波若西和杨奎峰等人在 神军进修为体验卡 对她的作用并不大 更何况 这玩意不是很贵 才一千万点神元点一张 对于她如今的身家来说 不过是毛毛雨 因 每月随机功能使用成功 正在为宿主传回回收物 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 一阵光芒也在眼前爆发 还不等萧尘看清 这一次回收的是什么 一股诡异的毒气 也从光芒中席卷而出 这令得萧尘的面色一变 几乎没有任何思索 萧尘轰然爆发修为 周围的空间瞬间扭曲破面 厢房内的空间 就如同被切割挪一般 瞬间来到东荒千万里外的 万魔寒冤内 骇人的毒息 从光芒中疯狂席卷而出 所过之处 大地瞬间变得一片废土 即便是萧尘所凝聚的混沌雷火 在跟这些毒息接触后 也爆发出滋滋的响声 就如同水火互相碰 无法相容一般 恐怖的是 萧尘所凝聚出来的混沌 竟是雷火 竟然无法压制这一种诡异的毒息 这让他的神情变得愈发凝重 系统 你他喵的 捡了个什么玩意回来 这种毒息 都能让神王进强者 瞬间毕命了 在疯狂爆发修为抵御毒息的同时 萧尘在内心忍不住对系统吐槽道 主人 发生什么事了 在萧尘话音响起的同时 萧兰的话音也急促响起 说话间 还不等萧尘开口回答 萧兰已经全力催动修为 调动苍蓝界的世界法则 对这片毒物疯狂的镇压 好在这些毒物 虽然可以轻松毒杀神王进强者 但在没有人控制的情况下 在萧兰这一位神军进巅峰强者的镇压下 还是一点一点被封锁和控制住了 随着毒物被控制 这一次回收的物品也浮现在眼前 让萧尘和萧兰的眼神忍不住一宁 一副 棺材 看着眼前这一副通体散发毒气 看起来有些腐朽的青铜骨棺 萧尘忍不住深吸了一口凉气 这狗系统 该不会把哪一个毒宗老祖的坟墓给挖了吧 仅仅只是从青铜骨棺中溢散出的毒息 就恐怖到足以毒杀一般的神王进强者 那躺在骨棺中的本尊 岂不是一尊绝世毒物 修为很可能已经达到神军境巅峰 甚至是更高的神地境也不无可能 主人 这棺木中有大恐怖 在萧尘感到震惊之时 萧兰也感受到了危机 当即对萧尘沉声说道 身为世界之灵 她对于各种法则力量都有十分敏锐的感知 而此时 虽然还不清楚 这一剧棺木中究竟有什么毒物 但里面散发的独立波动 让她感受到了生死危机 仿佛这一剧青铜骨棺 一旦被掀开 里面蕴含的毒力 能在寝刻间毁灭整个苍蓝界 甚至是包括她这一支 修为达到神军境巅峰的世界之灵 放心 有我在 萧尘文言点了点头 再安抚一下萧兰后 她目光看向了这一口青铜骨棺 毫不犹豫的动用系统鉴定功能 天独藏神棺 北域邪教历经十八万年 利用各种神地及材料 所打造出来的一口毒棺 此棺可以祭练神域星空内的诸多神地及毒物 并炼制出足以抹杀神地进强者的天伤是神毒 若是有恶难毒体的至阴至纯女子作为载体 有一定的几率能缔造出掌控万毒的天毒女 随着眼前浮现出这口棺木的信息 萧尘脸上又忍不住露出震撼之色 这玩意 竟然是一尊神地兵 并且还是能熔炼神地及毒物 从而制造出恐怖毒物的至宝 系统这一次牛逼了 竟然给她捡回来一尊神地兵 虽然这玩意现在弥漫的毒力 让她感到很棘手 但接下来若是能掌控的话 必定是一尊恐怖的大杀器 只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玩意竟然是北欲邪教搞出来的 难不成 这一方势力 想要利用这一口毒关制造出天毒女 如此说来的话 眼前这一口青铜骨关内 有可能就躺着一位女子 卧槽 这狗系统的品位果然美改 又又又给她捡回一个女人 第576章 主人 你该不会想开启这一口青铜骨关吧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陈没有任何犹豫 再次动用鉴定功能 试图透过这一口青铜骨关 知晓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况 而在系统看破虚妄的能力下 一道道信息随之浮现在眼前 林一仙 一位多灾多恶的苦命女子 因为年幼觉醒恶难毒体 导致身边的人尽数死绝 之后被北欲邪教强者意外发现 将其带走并封入天毒葬神关内 但因为不甘心 成为任人摆布的傀儡 在北欲邪教强者 想要将奴硬通过天毒葬神关 重入石海之石 林一仙于天毒葬神关内 自毁石海 导致体内天毒之力彻底失控 一旦解封 将会化为没有神智的毒物 若是能修复石海破碎的灵魂体 天毒恶难体将重归完整 可蜕变成能掌控神域万毒的天毒女 此处 当有天毒女的配图 原形是哪一个国曼女主 大家想必也知道了 我就不再多说了 随着这一道信息的浮现 萧陈脸上露出意外之色 没想到 这青铜骨关中 还真的存在有一尊恶难毒体 并且即将蜕变成天毒恶难体 只是由于此人性格刚烈 不愿意被成为他人奴仆 竟然毫不犹豫地 自毁石海和灵魂体 这倒是让她感到意外 主人 你看出来 这骨关内存在有什么吗 看到萧陈盯着青铜骨关面露一色 萧兰脸上 忍不住浮现出一抹好奇 里面躺着一位苦命女子 不过目前已经自毁石海 但她所拥有的恶难毒体 在这一具骨关的滋养下 依旧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蜕变 一旦体质蜕变完毕 她可能会演变成一尊绝世凶物 哪怕是一般的神帝境巅峰强者 很可能也不是她的对手 听到萧兰的询问 萧陈话音宁重道 这让萧兰的面色为之一变 作为苍兰记的世界之灵 她所知道的东西有很多 关于恶难毒体 她也是知道的 这是毒系神体中一种极为可怕的体质 比起那些什么荒谷神体 玄黄霸体也多黄不让 而这一口骨关 竟然还能让这一种神体发生蜕变 这是要制造出多恐怖的绝世凶物 那主人 我们快点把它封印起来 然后丢到其他世界去吧 在内心感到不妙中 萧兰当即开口说道 如果真让骨关中这顿恶难毒体出来的话 只怕整个苍兰界都会在寝客间毁于一旦 最高就是将其丢到哪个荒芜世界中去 并且将其彻底封印起来 好不容易捡回来的 怎么可以说丢就丢 萧尘文言摇了摇头 且不说在里面躺着的灵依仙 若是能将其唤醒并收服的话 对于他来说能多出一位保镖 单单是这一口青铜骨关 就是举世罕见的神帝兵 岂能说扔就扔 主人 你你你 你该不会想开启这一口青铜骨关吧 听到萧尘的话语 萧兰的面色一变 目光有些惊悚地看着萧尘 如果这一口骨关开启了 一旦没办法控制住那尊毒物 那跟玩火自焚有什么区别 放心吧 你主人不做没把握的事情 我不会让这方世界有事的 看到萧兰一脸的担忧 萧尘摸了摸对方的头 随后在内心对着系统询问道 系统 修复灵依仙的石海魂体 需要消耗多少点神远点 在他的感知中 此时青铜骨关内的灵依仙 修为已经达到神帝境层次 不过由于对方的独立暴走失控 并且还隔着天独葬神官的封印 萧尘也感应不出来 究竟是到了哪一步 第一 修复灵依仙的石海和魂体 需要耗费41点神远点 40亿 听到系统给出的回答后 萧尘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脸上露出一抹震惊的神色 一尊极品神帝兵的最高价值 也才100亿点神远点 一般修复成本 最高在四五成 换算一下的话 那岂不是说 天独葬神官里面的灵依仙 很可能就是神帝境巅峰 想到这些 萧尘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 目光死死地盯着青铜骨关 在迟疑了一下后 萧尘还是决定试一试看 如果修复了灵依仙的石海魂体 帮助对方掌控天独恶难体的力量 对于他来说 简直有不可估量的好处 没多久 宁荣荣学妹找来他学姐唐莹 俩人非要双管齐下 让我教他们更深奥的针灸理疗之法 下一刻萧尘也不再迟疑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取出神木骨须秘药 开启神木骨须的入口漩涡 这一方古墓星空世界 是混沌神凝炼出来的 里面存在的那一尊混沌石碑 同样也是一尊恐怖的神帝兵 只不过 混沌石碑是混沌神用来镇压这一片神木星空的 无法脱离这方星空进入到外界 但即便如此 只要萧尘进入神木骨须内 依旧能调动这一尊混沌石碑 有这一尊神帝兵镇压 还有神木骨须的封锁 萧尘就不怕 在修复灵一仙的石海魂体后 会出现什么难以应对的意外 随着神木骨须的开启 入口漩涡宛若黑洞一般 将萧尘和萧兰 还有青铜骨关都一同吞进去 在萧兰目光注视下 萧尘右手凝聚混沌之力 直接按在青铜骨关上面 伴随着一阵白光的闪耀爆发 萧尘消耗了四十亿点深渊点 修复了灵一仙破碎的石海和魂体 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波动 当即在青铜骨关内爆发 吓得萧兰哇哇大叫起来 主人 他复苏了 他要出来了 好恐怖的萧尉波动 比杨奎峰那老小子 还要恐怖好多呗 说话间 萧兰如同炸毛的小猫 整个人挡在萧尘身前 死死地盯着青铜骨关 萧尉在这一刻已经催动到了极致 甚至还凝聚出神渊屏障 护住萧尘 这让萧尘嘴角忍不住扬起一抹笑容 这个妮子平时虽然古灵精怪的 但要是真有事情 是真的护着她 倒是没白藤震妮子 不用紧张 在这一片星空之中 我连神帝都能镇压 一脸宠溺地摸了摸萧兰的头 示意对方不要那么紧张后 萧尘目光也看向了青铜骨关 而在俩人的注视下 青铜骨关不断震战 如同里面郁郁的毒体 正在发生某种蜕变 终于 在萧尘和萧兰 等了将近两个半时辰后 青铜骨关的震动 也才逐渐地减弱下来 明刻在骨关上面的一条条纹路 在某种力量的侵蚀下 不断地崩毁 嘎吱 随着一道声音的响起 青铜骨关的盖板被缓缓推开 恐怖的毒气煞时间蔓延开来 一道朦胧并显得窈窕的身影 也在毒物中从骨关中站起来 第五百七十七章 天毒女灵依仙 忽悠开始进行中 女的 主人 这是一位绝世女魔头 你又捡回来一个女的 在这道身影站起来之时 萧兰看着那凹凸有致的轮廓 脸上不由地露出惊讶的神色 关于萧辰之前的事情 萧兰也是知根知底的 本以为 萧辰之前在苍蓝界 会捡到女人是巧合 可现在 哪怕是在偌大的神域中 两次捡回来的大宝贝中 无一例外都隐藏有女人 一个是波若西 另外一个就是 眼前这个笼罩在毒物中 现在只能看清楚 一个身体轮廓的女人 这让萧兰感到有些费解 萧辰这个特殊的回收能力 是不是专门为了捡女人而诞生的 面对萧兰的惊呼 萧辰并没有理会 只是目光凝重地盯着笼罩在毒物中的灵一仙 准确地来说 应该是从恶难毒体 蜕变成天毒恶难体的天毒女 哪怕对方现在没有刻意爆发修为 但身上所弥漫出的恐怖修为波动 还有那一种令人感到恐惧的毒息 都让萧辰感到浑身汗毛战力竖起 这绝对是一位 能轻易抹杀杨奎峰的恐怖存在 我不是自毁了石海和灵魂了吗 怎么现在还能重新恢复意识 在萧辰和萧兰目光盯着灵一仙之时 笼罩在毒物中的灵一仙缓缓抬起头 感受着体内陌生而恐怖的浩瀚独立 她在这一刻感到疑惑和不解 不过在下一刻 似乎是感受到有目光正在注视她 灵一仙的目光看向了萧辰和萧兰 你们把我封印在骨关中备受折磨 现在还有胆子敢出现在我的眼前 随着这一道话音的落下 恐怖的神威宛若风暴一般席卷神木古墟 令得整片古墓星空都为之剧烈颤动起来 笼罩在灵一仙周围的毒物 在这一刻也彻底潇洒而去 一位五官精致如画中之仙 眼瞼和脸颊有暗紫色纹路 满头白发无风狂舞的女子 也出现在萧辰和萧兰的眼中 嗯 再来一张天毒女的佩图 很显然 在意识还有些迷糊中 灵一仙是把萧辰和萧兰误认为是北欲邪教之人 这把萧兰吓得面色俱变 喂 你这个女人是不是糊涂了 明明是主人把你放出来的 你现在这是想恩将仇报 看到灵一仙似乎想对他们动手 萧兰修为爆发间忍不住低河道 而萧辰则是眉头微微一皱 意念一动便调动混沌石碑 令得这一方星空疯狂震战 灵一仙身上爆发出的恐怖毒吸 也被一股神秘之力镇压在虚空 是你们解救了我 听到萧兰的堤鹤 灵一仙神情一变 目光有些静一不定地看向了萧辰 随后又扫了眼周围所处的虚空 这里 跟她印象中被封印进天独藏神官的深渊并不一样 并且这两人身上 也没有那一帮家伙身上特有的邪气 还有之前 她明明自毁尸海了 现在却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这 很显然 她确实是被人给救了 你以为身负恶难毒体 被北欲邪教封入这口补官中三万多年 想要将恶难毒体的潜力 完全激活出来 甚至是融合各种神级独立 将其蜕变成天独恶难体 在此期间 你因为不堪忍受万毒世心的痛苦 还有不愿意成为残害他人的傀儡 便在古关中自毁尸海 自我了结了 不过好在你的魂体真灵并没有彻底湮灭 只是随着魂体破碎 在尸海内沉寂了下来 所以 本公子在耗费一些代价后 还是能修复你的魂体 将你唤醒 在灵一仙开口后 萧尘目光打量着对方 随后露出一抹微笑道 随着灵一仙出现在他眼前后 他所能看到的信息也更多了 年幼跟爷爷学习一道之法 试图成为既是救人的医者 但后面因为恶难毒体的觉醒 导致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世 在陷入痛苦一段时间后 灵一仙选择隐匿在小山村中 除了静心钻研能控制毒体的方法 还有就是想过与世无争的生活 可没想到 在只有一次意外中 他被邪教之人发现 之后便有现在一系列事情 这也就是说 这一位天独女 虽然被封印了几万年 修为也达到恐怖的神地境 但人生阅历上只有短短十几年 相对于波若曦 柳若仙 江丽这些动辄活了数千上万年 甚至是十几万年的 想要说服 想要说服对方留在身边 可就要容易多了 这不禁让萧尘感到心中暗息 忙活了半天 终于将针法的精髓 传授给两位学妹 唐英学妹还不满足 说要让我去他家巩固 我怕他哥唐三打我了 你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事情 听完萧尘这一番话 林一仙并没有露出感激之色 反而目光警惕地盯着萧尘 神情在这一刻 也变得有些冰茫 他的事情 除了身边亲近之人 就只有邪教之人知晓了 如果萧尘不是跟他们一伙的 那怎么会知道他那么多事情 不要误会 我跟江丽封印在这古关中的人 不是一伙的 而之所以会知道你的一些事情 只是因为 我懂得一些推演之法 可以看到一些人的过去 仅此而已 萧尘文言摆了摆手 神情淡然地回答道 接下来 他只要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神秘 而又强大的形象 并且跟北玉邪教 没有一丁点的牵扯 就足以暂时取得 这位天独女的信任 只要能将对方留下来 日后再继续磨合一下 这一位天独女 就能变成自己人了 你懂得一些推演之法 听到萧尘的话语 林一仙眼神一宁 目光更加静怡不定地看着萧尘 虽然他不清楚 现在他的实力究竟到了哪一步 但在自己的胆质中 似乎能很轻松地杀死 以往所见过的任何人 如此实力 一般强者想要推演他的根脚 恐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眼前这男子 却能知晓他的事情 难不成 对方是一位比他还要强的人 一时间 萧尘的形象 在林一仙的眼中 瞬间变得神秘起来 嗯 我还知道 你叫林一仙 本是苍鸣界云龙山脉 林家村之人 之后因体制觉醒 才不得不离开故乡 看到林一仙半信半疑后 萧尘又淡笑着说了一句 这让林一仙的神情一变 他真正的来历 就连北域邪教的强者都不知道 看来这一位神秘的公子哥 是真的懂得一些推演之法 你 为什么要救我 难道你不知道 我身上蕴藏的毒力 足以毁灭一方心欲 会让无数大千世界 走向毁灭 听完萧尘的话 林一仙已经相信 萧尘救了他的事实 在沉默一下后 话音有些复杂的问道 还是说 你也想像那一帮家伙一样 试图将我变成一具傀儡 好掌控我拥有的力量 第578章 你到底对我有什么企图 别误会 萧尘文言淡淡一笑 随即摆了摆手说道 你身上拥有的力量 虽然足以惊骇世人 但还没法让我不择手段的 想要去得到 或者是控制住 我救你 仅仅只是因为缘分 缘分 听到萧尘这句话后 林一仙明显愣了一下 他不过是被北域邪教封印在 天独葬神关中的一个不幸之人 跟其他人哪来的缘分 我拥有一个特殊的能力 每隔一段时间 可以将神域中的一件物品 召唤到我眼前 而这一次随机召唤过来的 很不凑巧 就是这一口古关 萧尘文言也没有遮遮掩掩 很大方的就说出事情的经过 这让林一仙的神情为之一变 这么说的话 我已经不在北域邪教内了 再感受到自己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还有灵魂体 似乎也没有被种下奴役 他还想让这帮将他封印起来的邪教强者 付出惨痛的代价 没想到 他现在已经不在原先的地方了 嗯 这里是神域的东部 距离北域极为遥远 萧尘文言点了点头 再解释了一句后 他又继续开口道 你身上的力量极为可怕 足以让神帝尽强者站立 如果你能合理运用这一股力量的话 成为你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坚强后盾 可若是无法掌控 则是会殃及无辜 甚至是让自己沦为被力量支配的傀儡 听到萧尘这一番话后 林一仙眉头微微一皱 萧尘说的没错 他现在所拥有的力量 是北域邪教以这一口天独葬神观 祭练各种毒物融入恶难毒体 最终所蜕变出来的天独之力 这一股力量极其的恐怖 但并不是他修炼而来的 而是源自于体质的蜕变 换句话说 在被封印的这些年中 他根本没有修炼过什么高深的功法 也没有学习过该如何运用这股力量 所以现在的他 只是空有一身强大的毒力 却没办法驾驭这一股力量 如果一旦全面失控的话 将会对周围的一切展开无差别的攻击 很可能会让很多无辜的世界走向毁灭 这也就说 如果往后他没有办法控制这份力量的话 会慢慢变成被天独之力支配的杀戮机器 你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帮你掌控这一份力量 让他日后能为你所用 而不是成为他的傀儡 看到林一仙眉头紧皱 脸上露出担忧的神色 萧尘一眼就看出对方在想什么 当即开口说道 让林一仙忍不住抬起头 一脸诧异的看向了萧尘 你能帮我掌控这力量 虽然他对于修炼方面的事情 知道的并不是很多 但也知晓 神域的修炼体系 也能感应得出来 这力量已经达到了神域修炼体系的巅峰 也就是亿万兆生灵都难以触及的神地境 寻常人突然间拥有如此实力 并且还是极具毁灭性的独立 在短时间内想要将其掌控 完全是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眼前这一位公子哥 竟然有自信可以帮他 两位学妹前脚刚走 我就被小姨子带到了 说他今天的工作通道赌得要死 我不帮忙疏通 还搞别的 他必须要补偿 你眼前的这一片星空 埋葬着三千万年前 神域中众多神地境强者的传承 其中就有专门修炼毒系神力的 虽然他们修炼的独立 从层面上而言 都比不过你的天独之力 但这些神地境强者 在独立的运用上 却钻研了几十万年 如果能得到其中一位的传承 你想要控制住这独立并不难 萧尘文言淡淡一笑 指着三千孤坟说道 仿佛眼前这三千神地传承 对于他来说 是可有可无的 三千神地强者的传承 听到萧尘这一番话 林一仙才注意到 眼前一座座孤坟 每一座都散着苍茫和可怕的气息 三千座孤坟汇聚起来的威势 即便是他 也得感到一阵心境 而在林一仙放出神念感应四周之时 有几座孤坟 突然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似乎是在呼应林一仙 这些孤坟的主人 生前无一例外都是修炼毒系之力 甚至还有一位曾经也是恶难毒体 这些神地传承都是你的 在内心感到震撼中 林一仙问出了一句废话 随后感觉到有多此一言 便定了定心神继续问道 你愿意让我接受传承 这可是神地传承啊 他被封印之前 虽然没有怎么跟外人接触 但明白神地竞强者的恐怖 也知晓这种强者的传承 是有多么的稀罕和珍贵 不管是在哪个大千世界中 都是能让人抢破头的存在 而眼前这一位公子哥 不仅拥有这么多神地竞强者的传承 甚至还愿意让他融合其中一份传承 这让他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这些传承放着也是放着 若是能对你起到一些帮助 赠予你一份传承又有何妨 萧尘文言一脸无所谓的回答道 不过却让林一仙变得更加警惕 你到底对我有什么企图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他身上没有什么好道的东西 唯一能让人看得上的 就是这张脸蛋和这一身原因 难不成 眼前这一位公子哥就是图这个 可是他身负恶难毒体 如今更是蜕变成天毒恶难体 浑身上下都是恐怖的拒捕 哪怕是神地竞强者 中了也有可能毙命 眼前这一位公子哥看起来虽然很不凡 但应该还承受不了他身上的天毒之力 若不然 眼前俩人也不用凝聚守护屏障 隔绝毒吸的侵蚀 所以 林一仙有些好奇 这一位公子哥对他究竟有什么企图 不仅修复了他的灵魂体 如今还要赠予神地传承 这好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企图确实是有的 萧承文言淡淡一笑 丝毫没有掩饰得到 你我之间能遇见 确实是一种缘分 你身上的力量也能对我起到帮助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想跟你做笔交易 我可以赠予你传承 帮你掌控身上的天独之力 而作为代价 你必须在我身边 为我护道百年 助我顺利地成长到神地境巅峰 在此期间 我不会囚禁你的人身自由 也不会强迫你做不愿意之事 当然 如果你实在是信不过我 我也可以放你离开这里 只是 你是我意外从北域邪教中召唤过来的 如果他们察觉到 青铜骨官突然间失踪 必定会想尽办法找到你 而你现在 虽然空有一身力量 但并不会熟练地掌控和运用 并且还是只身一人 一旦被他们找到的话 还是会被擎拿回去的 毕竟 北域邪教可是神域众多势力的头号大敌 其背后的实力和底蕴都恐不到难以想象 即便是一位神地境巅峰强者 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 依旧无法与之抗衡的 看着林一仙对他还是十分戒备 萧辰摆了摆手 话音实声地说道 说完 萧辰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情绪 只是静静地等待林一仙的回答 对于这种心思比较单纯 却拥有强大实力的女人 威逼力又是行不通的 如果能真诚以待的话 说不定还能让对方放下戒备 一步步让他走进对方的世界 第579章 我们会不会也被毒死了 想跟我做交易 听到萧辰的话语后 林一仙的目光闪烁 在沉默一下后 他扫了这片古墓星空一眼 话音莫名地对萧寻寻问道 如果我不答应 只想要离开这里 你确定会放我离开 他被人封印了整整数万年 在青铜骨关里面备受折磨 那种痛苦 甚至让他忍不住 自毁石海和灵魂体 进行自我了结 所以 如果有人想用各种借口来囚禁他 等待他的 将会是恐怖的天独之力 而萧辰也看出 林一仙对他依旧保留着 最后一份戒备 当即伸手指向入口漩涡 入口漩涡就在那里 如果你想离开的话 我是不会阻止你的 当然 如果你以后想通了 你也可以回来找我 说完 萧辰的神情显得极为平静 不知道是笃定 林一仙不会就此离开 还是不在意 林一仙到底会不会离开 这一份气度 让林一仙 神情微微一正 倒是我有些敏感了 在沉默了好一会后 感受到萧辰的身上 真的没有什么恶意 林一仙的脸上露出一抹惭愧 萧辰不仅修复了他的灵魂体 让他从某种意义上 又活了过来 如今更是要帮助他掌控独立 而他却如此戒备 倒是有点以小人之夺君子之父了 我愿意跟你做这笔交易 深吸一口气后 林一仙终于做出了决定 目光灼灼的盯着萧辰道 希望真如你所说的一样 你不会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更不会强迫我做不愿之事 若不然 我只怕会让公子失望的 自从恶难独体觉醒以后 他的身边都是不幸之事 人世间各种丑恶 他已经见识过了 可以说 他在自毁尸海之前 就已经不会再相信任何人 不过 萧辰不仅救了他 对他也十分真诚 在基于内心已经有些好感的前提下 他最终还是选择相信这一位公子哥 希望今后不会有变故 欢迎你的加入 我叫萧辰 她叫萧兰 今后还有其他一些伙伴 我日后会一一介绍给你 听到林一仙的回答后 萧辰的脸上露出笑容 话音温绪地说道 这一片星空中有好多毒系神地的传承 但每个人最多只能融合一份神缘传承 你可以凭借自身的感应 挑选出最适合你的传承 以你现在的实力 不出一年半载 就能彻底融合 届时只要稍加领悟和运用 想要掌控这身力量并不难 说完 萧辰眼中闪过一抹一色 只要等到林一仙融合传承出来后 他应该就能进入神域中心闯荡了 毕竟 天眼界和苍蓝界虽然不凡 但在神域中也只是中上游 如果可以进入到那些古界收集到更多高品质的资源 他或许能打造出一个无敌势力 让自己真正的无敌于神域星空 即便是域外邪魔复苏也能应对 甚至是解开身上最大的隐秘 多谢萧公子 林一仙文言也没有做作 在对着萧辰回了一里后 便转身走入古墓星空的深处 开始挑选适合他的神帝传承 他也渴望能彻底掌控这一身力量 然后回到北域 让那一帮家伙付出代价 费了两颗半钟 我终于疏通了工作通道 不过小姨子火气还是很大 说回家还要吃老冰棍解馋 我这小日子太难了 呜呜 恭喜主人又找到一位实力强大的红颜之己 日后也一定会成为萧兰的好姐妹 看到林一仙走进古墓深处 选了一座孤坟进入里面后 原本安安静静的萧兰 在这一刻兴奋地大叫 说话间 萧兰又一把扑进萧尘怀中 下一刻 萧兰像是想到什么事情一样 抬起头忍不住露出古怪之色 主人 这个女人浑身上下都是剧毒 你以后跟她一起同房 会不会不小心被毒死了 听到萧兰这么直白的话 萧尘险些喷了萧兰一脸 她和林一仙才刚刚认识不久 这妮子就在盘算这些事情了 也不觉得太快了吗 紧接着 还不等萧尘开口回答 萧兰又一脸凝重的道 还有 要是主人跟她那个了 再跟我们那个的话 我们会不会也被毒死了 不 可嗨嗨 听到萧兰这么劲爆的问话 萧尘当场就被口水呛到了 随后一脸没好气的 赏了萧兰一记脑瓜崩 你这个死逆子 闲着没事乱操心 是不是皮又痒了 这话题是能说的吗 万一被林一仙知道了 不得冲出来 让他们见识一下 什么是能毒杀神帝的天独之力 嗯 人家就是有点好奇和担心而已 主人竟然对萧兰这么的暴敛 下一次 主人别想再做好事的时候 让萧兰一会变这个 一会变那个了 被萧尘敲了一下后 萧兰当即娇哼一下 有些不爽的嘟囔道 这让萧尘嘴角忍不住一抽 不过他也懒得跟萧兰扯淡 顿了一下后开口道 接下来我要闭关一段时间 巩固一下修为何融和传承 这期间有什么事 你就先自己处理一下 什么 主人要闭关了 听到萧尘这番话后 萧兰的脸色未知一变 现在可是敏感时期 万一在萧尘闭关期间 有什么强敌打上门来 仅凭他这一只世界之灵该怎么守家 放心吧 我就闭关一年左右 苍蓝界有你和杨慧风兜着 一般情况下不会有问题的 如果真有什么强敌打上门 到时我自然也会提前破关 看到萧兰一脸的担忧 萧尘摸了摸对方的头 现在 他身边几大战力都进入闭关中 这段时间就不便在外面蹦跌了 按照他的估算 最多也就是一年时间 波若西和林一仙都能出关 届时身边就有两大神帝了 再加上他闭关一年 又可以白嫖到一张神帝进修为体验卡 手中就拥有五张能威胁神帝的底牌了 如此抵御 哪怕是对上神域中那些古老的势力 他也可以从容地应对一切突发情况 好吧 那萧兰就受点委屈吧 听到萧尘这一番话 萧兰最终也没反对 在委屈巴巴的说了这一句后 又一脸古灵精怪的抬起头来 不过在此之前 主人是不是应该先奖励萧兰一波 不然萧兰接下来一年会很难受的 听到萧兰这两句话 萧尘也是倍感无奈 幸好她的体质不凡 若不然还真顶不住 随后 在简单交代一番后 萧尘也开始了闭关 第五百八十章 波若西 下一次见面就是你的死期 另外一边 神域以北 自从三千万年前 混沌神跟那一尊域外邪魔发生大战 北域绝大部分的星界都沦为了废墟 并且因为那一尊域外邪魔被封印于此 仅存的一些大千世界也受到严重污染 生存在北域的生灵多多少少都魔化了 以至于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北域不少的势力都迁移出去 这也让北域慢慢成为了 被神域众多势力遗弃的混乱地带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少在其他星界被人追杀 或者是修炼魔道功法之人 都来到这一片废弃的星域 也让北域慢慢成为了 神域各种魔头的聚集地 不少令神域势力胆颤的魔道势力 也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而出 甚至在一百三十万前 以龟鸣教 天邪教 幽门教 三大邪教为首的北域势力 妄图在神域掀起血雨腥风 以无数生灵饱受折磨产生的负面之力 来复苏北域深处 那一尊被封印的邪魔 北域邪教势力跟神域的势力 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厮杀 之后 北域众多势力惨败 最终只能归缩进北域中 而因为北域里面凶险至极 神域众多势力也不敢涉险 只能放任这一帮邪教势力 折服在北域中 经过这一百多万年的修养 北域邪教势力的实力 已经愈发强大 甚至是要远远超过一百三十万年前 与此同时 在萧尘进入闭关之时 北域深处 一道笼罩着毒物的深渊内 一道苍老的话音 突然震撤整个深渊 不见了 天独藏神观 怎么不见了 在难以置信的嘶吼声中 深渊中的毒物被撕裂开 一位老太龙中 满脸都是皱纹 但浑身上下 却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老妇人 也出现在毒渊中 此人 名为鬼婆 乃是幽门教内的 一位太上长老 修为达到了恐怖的神帝近后期 也是将林一仙 封入藏神观之人 原本他是打算 等到这一具恶难毒体 蜕变成天独恶难体 再献祭自己这一具腐朽的肉身 来夺视这一具潜力恐怖的身体 可没想到 就在这一具肉身 即将蜕变完毕之时 天独藏神观 竟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鬼婆大人 发生什么事了 听到鬼婆这歇斯底里的怒吼 几位神军进抢者 也随之出现 一帮废物 让你们镇守毒渊 竟然让天独藏神观 莫名其妙地丢失了 哼 随着这一句话音 回荡在虚空中 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也轰然爆发 这让几大神军 露出惊恐的神色 不 鬼婆大人饶命 看到鬼婆身上 涌动的恐怖剧力 几大神军在嘶吼声中 冲出毒渊 还没等他们逃离 独立便凝聚成 毒蟒缠绕上这几人 瞬间让几大神军的身体 溃烂融化 只留下在毒渊 延绵不绝的惨叫声 天独藏神观不见了 在这几大神军 尽强者惨死后 伴随着一道沙哑的话音 回荡开来 一道全身笼罩在黑袍中的身影 也浮现在毒渊中 一股更为恐怖的威压 从此人身上弥漫而开 见过教主 看到眼前的黑袍男子 鬼婆躬身行了一礼 神情变得有些阴沉 天独祭坛上的禁止 没有被破坏的迹象 但天独藏神观 却是诡异的失踪了 若不是老生过来查看一下 还不知道 毒官已经失踪了 究竟是谁 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盗走天独藏神观 北域什么时候 有了如此恐怖的强者 说完 鬼婆目光忌惮 看了一眼黑袍男子 此人 正是幽门教的教主 玄幽子 一位修为达到神地境巅峰 已经快触及到 另外一个境界的恐怖存在 你是在怀疑本作 取走了你的棺木 听到鬼婆这一番话 和看到对方的眼神 玄幽子那看不清面容的脸部 突然间闪过一抹圣人的幽光 这让鬼婆的身子骤然一颤 连忙抬起头一脸惶恐的道 教主误会 老神怎敢怀疑教主大人 老神只是觉得 如果有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潜入独渊 盗走天独藏神观 其实力和手段 恐怕都不在教主之下 如果此人想对幽门教 做点什么的话 只怕会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隐患 听到鬼婆这一番话 玄幽子收回目光 话音淡漠地说道 邪神大人 已经有要复苏的迹象了 接下来三大教会 整合北域所有势力 对其他地域 发起一次大规模的突袭 天独藏神观的事情 本座会派人调查 这段时间 你先炼制一批毒药出来 这将会是 我们收割神域势力 让他们生不如死 产生大量负面之力的重要力气 鬼婆文言 心神一灵 虽然此时心有不满 但也不敢违背命令 在答应一声后 便进入独渊中炼制独藥 究竟是何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盗走天独藏神观 看到鬼婆消失在独渊中 玄幽子目光忍不住闪烁 不知道为何 她心中竟然有一种不安 似乎这一位失踪的天独女 在未来会成为他们的大敌 时间如同过居白居 一年时间稍纵即逝 苍蓝剑 滨海神宫深处 伴随着一阵恐怖的 修为波动冲天爆发 蓝玄机的身形 随之浮现在万里高空上 原本冰蓝色头发 在这一年中 已经化为了诡异的幽蓝色 眼瞼和眉心 都有神秘的符纹 一种骇人的邪气 从她身上席卷爆发 穷仓之上 瞬间有恐怖的雷云在汇聚 这赫然是神帝级的雷劫 短短一年时间 她想方设法 猎杀了滨海神宫 众多的神军竞强者 甚至还猎杀了周边 星界其他势力的 神军竞强者 终于如愿以偿地 突破到神帝境了 接下来 只要能渡过神劫 她就是货真价实的神帝 波若西 下一次 见面就是你的死期 感受到体内 涌动的恐怖神力 蓝玄机脸上露出一抹森然 随后便冲向高空开始杜劫 被波若西压了这么多年 这一次 即便没有别人的帮助 她也能随手按死对方 同一时间 风玄剑 随着一阵恐怖的神威 席卷整个大千世界 立观许久的风玄子 在这一刻也破关出 这让天贵和天明两大太上皇 都露出喜色 苦苦等了一年 这一位风家老祖 终于出关了 接下来 只要能说服这一位风家老祖 拉天炎皇室便能大仇地报了 第581章 他是老夫的手足兄弟 这事情得加钱 老祖 天炎界两位神军求见 在风玄子现身于义士大厅 刚想询问这段时间 风玄界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之时 风家的现任家主便一脸恭敬地说道 这让风玄子的眼神一宁 天炎界 莫非是天炎那似的后裔 想到以前跟他患难与共的兄弟 风玄子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神情在这一刻变得有些凝重 是不是老夫那一位老友出什么问题了 回老祖 天炎老祖似乎在一年之前 就已经被人斩杀了 听到风玄子的询问道 风家家主当即禀报道 这让风玄子的瞳孔微微一缩 天炎老鬼死了 他可是神帝近中期的强者 即便现在气血枯半寿元无多 也不是一般的神帝能杀死的 看来事情有些不简单 在呢喃了一句后 风玄子当即喝道 传他们两个进来 老夫要深入了解一下 随着这一道命令的落下 风家家主转身走出大厅 没过多久后便再度折回 但后面已经跟了两位老者 赫然是天贵和天明 晚辈天贵 天明 见过风玄子前辈 看到风玄子 天炎皇室两大太上皇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虽然他们一个两个 都活了十几二十万年了 但面对这位活了几十万年的老怪物 他们俩个确实只能算作是晚辈 究竟是怎么回事 天炎那老家伙 怎么会突然间陨落了 扫了俩人一眼 风玄子也没有废话 便沉声开口询问道 还请风玄子前辈 为我家老祖报仇雪恨 听到风玄子这一句话 天贵和天明 就像是找到家长告状的熊孩子 当即一脸悲痛地说道 是滨海神宫 一万多年前 滨海神宫上一任公主波若曦 不知为何勾结北玉邪教势力 副公主为了大义灭清 不让滨海神宫走向灭亡 便联合天炎皇室围杀对方 不料却被这个女人逃了出去 没想到时隔一万三年 这个女人再一次现身 还联合我天炎皇室 亲手培养起来的一位亲王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坑杀了老祖 还请风玄子前辈 能为天炎老祖讨回公道 诸灭这帮勾结北玉邪教势力的神域叛徒 俩人几乎是用最简洁的语言 就将事情的经过说明了一下 甚至还给灭杀天炎老祖之人 扣上了北玉邪教的名号 这样才能让风玄子更合理地出手 毕竟 北玉邪教可是神域势力共同的敌人 可以说是人人得而诛之 如果灭杀天炎老祖 真是邪教之人所为 加上风玄子跟天炎老祖 还患难与共共 对方十有八九 不会不管的 北玉邪教之人 听到天贵和天明的话 风玄子瞳孔微微一缩 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 你们确定 天炎那家伙的死 是北玉孽畜所为 如果这件事跟邪教扯上关系 性质可就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虽然不敢百分百确定 但十有八九就是他们 老祖这次应该是大意失算 才会着了这一帮孽畜的道 晚辈恳请风玄子前辈 能看在跟老祖的情分上 帮天炎老祖报仇写恨 在天炎老祖话音落下后 天贵和天明一口同声道 很显然 这些说辞都是在这一年中 提前商议好的 不过俩人还是留有一些余地 并没有将事情给说得太绝对 这也是为了 往后如果发生了什么变故 风玄子发现对方并不是邪教之人 他们也可以有其他理由搪塞对方 天炎老祖跟老夫曾患难与共 对老夫来说 可谓是手足兄弟 但能让他不幸陨落之人 手段必定是极其不一般 这恐怕 风玄子扫了俩人一眼 话音有些低沉地说道 这让天贵和天明面色一变 当即明白了风玄子的意思 前辈 这是天炎皇室十几万年来 积攒下来的一些小玩意 对于风玄子前辈来说 虽然算不上什么贵重的东西 但也是我们俩个的心意 说着 天贵抬手拿出一枚那剑 一脸恭敬地将其递了出去 只不过 眼中还是闪过一抹肉疼 另外 老祖这一次乃是真身降临 被人击杀的 所以他的本命神兵和质宝 都落入仇家手中 而根据死前讯息来看 除了那一位叛徒亲王突破到神帝境外 对方应该就只有另外一位神帝境强者 如果风玄子前辈能将其斩杀 天炎老祖的遗物 也都是宁的 说完 俩人一脸忐忑地看着风玄子 生怕对方狮子大开口 再索取酬劳 他们浑身上下能掏出来的 就只有这么多了 如果风玄子还不满足的话 除了卖身 他们也没办法了 老夫跟天炎也算是顾骄 看在曾经那点勤奋上 老夫便跟你们去看一看 可若是事情难以应对 老夫只能暂且撤回来 找其他势力共同应对 风玄子抬手收下那一枚那剑 话音淡漠地 为天贵和天明道 也没有计较 俩人这一番话的不当之处 若是杀了害死天炎老祖的贼子 对方的身家和天炎老祖的身家 自然也都是他的 难不成 他还会将天炎老祖的遗物 交给这两人 这不是想辟吃吗 多谢前辈 天贵和天明文言 面色一喜 他们有种预感 只要风玄子过去的话 势必会跟对方对上的 即便是事后暂且脱身 也没办法置身事外了 如此一来 风玄子便跟他们绑在了一起 波若西等人想要动他们 可就难以做到了 事不宜迟 准备一下 我们就前往天炎界吧 在沉映一下后 风玄子吩咐道 刚好他这一次闭关出来 修为精进了不少 虽然还没到要突破 神帝境巅峰层次 但在神帝境后期中 也是极为强大的 除了神帝境巅峰强者 同级别除非是被群殴 否则他都能全身而退 当然 为了谨慎起见 这一次 他还会带上另外一位 神帝境强者 彼此间有照应 也能更好地应对突发情况 随着这一番话的落下 风玄子等人在整合一下后 便踏上玄州 离开了风玄界 看到我拿不出来两根冰棍 美杜莎同学还是不敢放弃 说大不了跟小姨子一人一半 他真的太懂得体贴了 另外一边 在神节雷云消散后 蓝玄机的身形 也在虚空中浮现出 身上的气息 完全巩固在神帝境初期 甚至在渡劫后 还要比一般的神帝境强者 更为强大 只差一步便可以突破到 神帝境中期 这让他脸上怒出一抹争鸣 波若西 你最好洗干净脖子等着 本宫这一次 一定要把你的头抿下来 随着这一道话音 回荡在虚空中 蓝玄机的身形 也消失在虚空中 他打算前往东陵星域 试探一下波若西等人 至于试探工具 自然就是他饲养出的 那一头凶灵 现在修为想必 也突破到神帝境了 只要能试探出 波若西等人的身前 有足够的把握 可以将其击杀的话 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 跳出来赶尽杀绝 第582章 集体出关 全体超神 目光回到苍蓝剑 叮 剑于宿主一年内 都没有进行随机回收 系统已自动为宿主 生成一张神帝境修为体验卡 奖励已放置于系统空间之内 宿主可以自行提取一件使用 随着系统提示音的响起 肖尘也从闭关状态脱离 一股恐怖的修为气息 宛若火山爆发一般 从他身上轰然爆发 那种波动 赫然达到了神王境巅峰 只差一步 就可以踏入神军境层次 短短两年办不到 就从开源三重境 修炼到神王境巅峰 这种逆天的修炼速度足以横压万古 他们还没出关吗 在睁开的刹那 肖尘扫了一眼古墓星空 脸上露出一抹诧异之色 不过就在肖尘话音刚落下之时 神木古墟内一座座孤坟 突然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这让肖尘的面色一变 有些惊喜地看了过去 节节节 老夫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强大 这种实力 绝对能一个屁崩死半神镜蝼蚁 伴随着一道刺耳的话音 回荡在虚空中 许久未曾露面的天邪 身形从一座孤坟中冲天起 恐怖的神威 如同海啸一般 从他身上席卷爆发 神王境 在融合完神帝境强者的神源传承后 天邪一口气 从半神境突破到神王境 并且还达到了神王境后期 接下来 只要能安然度过神节的话 甚至能突破到神王境巅峰 这便是神帝静强者神源传承的恐怖 即便只有巅峰状态的一部分能量 也能让神境以下生灵 发生至的蜕变 轰隆隆 随着天邪的出关 如同是起了什么连锁反应一般 更多神木在此时轰然震动起来 紧接着 在一道道光柱冲天起后 一道道身影也浮现在虚空 彩烟 彩蝶 柳若仙 江丽 穆玄一 萧门等等 萧尘这些久违的红颜 也都突破到神王境 还有天行剑 穆念云这些人同样也跟着晋升到神王境 只不过 像江丽和柳若仙这些本就强大的 基本都能突破到神王境后期 渡劫后应该能达到神王境巅峰 而像萧曼和穆念云 或者是肖战等肖家人 这些修为比较低弱的 在融合神帝静强者的传承后 修为也只能达到神王境中期 并且同等级间 像萧曼等人所能发挥出来的战力 也要比彩烟和柳若仙等人逊色一点 不过即便如此 两年时间能突破到神王境 这对于他们几个来说 已经是逆天的奇迹了 夫君 在破关出后 彩烟和柳若仙等人在看到萧晨后 一个个脸上露出一抹欣喜的神色 此时 他们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强大 这种实力终于不用再成为萧晨的累赘 有能力反过来保护他们这一位夫君吗 在念头落下之时 彩烟和江丽等人出现在萧晨身前 只是在他们分享这份喜悦的时候 突然发现竟然看不透萧晨的修为 甚至还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压迫感 这让彩烟和江丽等人忍不住一愣 难不成 萧晨现在的修为比他们还要强 夫君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 在内心感到疑惑之时 柳若仙忍不住询问道 彩烟等人也是满脸 好奇地看着萧晨 神王境巅峰 萧晨闻言淡淡一笑 看着眼前这一帮风姿绰约的女人 她一颗心也忍不住变得火热起来 正所谓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这段时间 她最多就只体会到两个人的快乐 但不曾感受到大家在一起的快乐 这让萧晨感觉到有点遗憾 如今彩烟等人出关 终于又可以手忙脚乱 眼花缭乱 七上八下 忙个不停了 什么 神王境巅峰 在萧晨内心蠢蠢欲动 打算等彩烟等人渡劫后 再帮他们巩固修为之时 彩烟等人听到萧晨这一句话 全都被震惊地深吸一口凉气 要知道他们是融合神帝进强者的神员 才能一口气突破到如此境界的 而萧晨 虽然接受了混沌神的传承 但对方只保留了一丝本源 尽管可以帮助萧晨蜕变出混沌体 可在修为上的提升并不是很夸张 所以当时萧晨在接受完传承后 只是一口气突破到天神境巅峰 本以为这次出关后 他们应该能超越萧晨 没想到萧晨竟然突破到神王境巅峰 难不成他们这一次闭关过去了很久 搞定了美都沙同学和小姨子 薛儿妹妹看到后有些吃醋 说今天不给她涨工资 她就不给做大葱拌豆腐了 这咋行 哇 主人终于结束修炼了 还有各位主母也都出关了 这段时间萧兰都快馋死了 呸呸呸 是这段时间萧兰都快无聊死了 就在彩烟等人感到震惊之时 随着一道话音突然间响起 萧兰满脸兴奋地浮现出 这让彩烟等人都愣了一下 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萧兰 好漂亮的女人 不论是容颜和身段 都不弱于他们当中任何一个 这难道是他们的新姐妹 可为什么要叫萧尘主人 并且还叫他们几个主母 难不成 对方有特殊癖好 夫君 这位是 在内心感到疑惑之时 彩烟忍不住开口问道 而彩蝶则是一点好奇地打量着萧兰 因为此时 她在萧兰身上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感觉 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 跟她似乎有点像 她叫萧兰 是苍兰界的世界之灵 同时也是你们的姐妹 除了屁话多一点 性格古灵精怪点 其他地方都挺好 萧尘文言也没隐瞒和感觉到不好意思 当即就向彩烟和柳若仙等人介绍起来 这让萧兰忍不住撇了撇嘴 最后一句完全是没必要的 苍兰界的世界之灵 听到萧尘的话语后 彩烟和江丽等人瞪大了双眼 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萧兰 显然没想到 在他们闭关的这一段时间内 萧尘竟然把苍兰界的世界之灵给拿下了 哄 就在众女看向萧尘 刚想询问这一段时间都发生什么之时 神木骨须内再一次发生震动 伴随着两道光柱的冲天起 又是两道身影浮现在虚空中 难以形容的恐怖威压席卷开来后 让彩烟和柳若仙等人的面色一变 因为在这种威压下 即便他们此时已经突破到神王境 也感觉自己如同蝼蚁一般的渺小 这俩人绝对是神帝竞强者 神木骨须内竟然有活着的神帝 难道是萧尘在这一段时间内 复活了其中两位神帝竞强者 在内心感到惊骇中 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目光也都看了过去 两道绝美无双的身影 也映入到他们的眼中 第583章 今日 本宫一定要你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其中一位 他们之前都见过 正是波若西 只是此时显得更为清冷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气质 配上那种绝美无比的容颜 哪怕是他们也都被惊艳到了 而另外一位 同样也是一头白发随风飘扬 容颜身段也完美的无可挑剔 只是浑身上下 萦绕着一种诡异的幽暗雾气 让彩烟和江丽等人 都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更让他们感到惊悚的是 此女身上所散发的威压 简直让他们感到心神战力 这样也是一位神帝竞强者 并且还是要比波若西 强大许多的恐怖存在 这让彩烟等人 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莫非这一位紫衣白发女子 也是萧尘给他们找的姐妹 他们俩个 一位是波若西 你们已经见过了 另外一位名为林一仙 原本是生活在北狱中的 一位苦命女子 后面因为各种原因 意外来到我的身边 虽然修炼属性有些偏门 但她现在也是我们的人 看到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看向了波若西和林一仙后 萧尘笑着朝仲女介绍一下 这让彩烟等人的眼神一宁 尽管萧尘没有说得很明白 但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已经知晓大致缘由了 目光都有些古怪的 看了林一仙一眼 看来对方应该跟他们一样 也是被萧尘随即捡回来的 并且因为某种原因 必定是受到了重创 之后又被萧尘治好 并忽悠一番 然后不得已才留在萧尘的身边 他们这一位夫君 原原真的绝了 林一仙 在萧尘开口解释之时 波若西一脸凝重地盯着林一仙 内心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眼前这个女人 若是真的动起手来 绝对能要了她的命 想不到 在她闭关出来后 萧尘的身边竟然会多出这种存在 先去杜劫吧 至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等你们杜劫后 我再说明了 简单为众人介绍一下后 萧尘对着彩烟等人说道 彩烟和江丽等人 还有天邪等人 都点了点头 随后离开了神木古墟 这么多人一起杜劫 主人你事后一定要狠狠地补偿我 不然 萧兰就将你让我变这个变那个 还有摆出各种奇怪造型的事情 跟这些小主母们 好好地说一下 在彩烟等人离开神木古墟那时 萧兰一把从后面靠了上来 话音充满恶趣味的开口道 这让萧尘嘴角忍不住一抽 她做了都做了 还会怕萧兰说 大不了被揭穿后 来一招大赦天下 让这一帮女人 好好见识下她的厉害 接下来 随着彩烟等人离开神木古墟 苍蓝界的高空上 也天雷滚滚 几十位神王一同渡劫 那种场面惊害了各大遇无数生灵 毫不夸张地说 此时 整个苍蓝界的天地灵气 和星空元气都彻底暴走了 恐怖的神韵 弥漫整个大千世界 不过 这动静人 虽然让一般生灵 感受到了莫大的恐惧 但天地间所弥漫的神韵 也让无数生灵纷纷受益 一个个在彩烟等人的渡劫中 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而波若西 因为修为已经达到神地境 超出了苍蓝界的承受范围 所以只能前往神域星空中进行渡劫 感觉怎么样 看着彩烟等人的神洁进入尾声后 萧尘目光看向灵一仙开口询问道 很不错 这一次我融合的神渊传承 来自于另外一位恶难毒体 虽然他的体质 没有蜕变成天毒恶难体 但他早已经将恶难毒体 开发到了极致 有了他的传承作为基础 我想要掌握天毒之力并不难 灵一仙闻言 目光感激地看了萧尘一眼 以他现在的实力 毫不夸张地说 即便是面对几位同级强者 他也有把握可以与之抗衡 当然 这是在排除极品神帝兵 还有属性克制的情况下 如此便好 萧尘文言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一抹意思 以他现在的底蕴 还有身边的强者 也应该准备进军神域中心了 另外一边 苍蓝界星系外 伴随着虚空中被撕裂了一道口子 蓝玄机满是煞气地出现在虚空中 这便是苍蓝星系 在踏出虫洞空间漩涡后 蓝玄机扫了这方虚空一眼 准备搜索苍蓝界的位置 可就在他话音刚说出之时 他似乎是感受到什么一样 目光死死地盯着前方虚空 这是 神节波动 并且还是神帝级的星空神节 有人在这里突破到神帝境了 感受着这一种令人心迹 在不久前刚经历过的波动 蓝玄机脸上露出一抹惊讶 显然没想到 在他降临之时 苍蓝界星系内 竟然有人突破到神帝境 不对 这气息 这气息波动 是波若西 在辨别出这一道气息波动 竟然是他的师姐波若西后 蓝玄机脸上露出争鸣之色 想不到你这个贱人 竟然也突破到神帝境了 但终究还是晚了本宫一步 今日 本宫一定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在本宫的折磨下 痛苦地死去 随着话音森然地回荡在虚空中 蓝玄机没有丝毫的犹豫 便对着前方虚空暴射而去 在感应到 这位昔日宿敌 还有性格大变的情况下 蓝玄机在机动中便逐渐失去理智 浑然忘了 他一开始是先打算试探一下的 有神帝境强者降临这方星系了 而在蓝玄机降临之时 林一仙也感应到对方 当即抬起头看向虚空 这让萧尘的眼神为之一宁 对方几个人 虽然感到有些意外 但萧尘并没有惊慌 只是淡默地询问道 只有一个人 不过这气息波动 是北域邪教之人 而在萧尘说话间 林一仙感应到蓝玄机的契机 神情在这一刻也发生了变化 如此邪恶的气息 跟他印象中的北域邪教强者 简直是相差无几 没想到 这帮家伙这么快就找过来了 他们是怎么确定他的位置的 北域邪教之人 听到林一仙的话语 萧尘眉头微微一皱 也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虽然知道林一仙和天独藏神官 对于北域强者来说可能很重要 但没想到 对方竟然这么快就找过来了 这些家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林一仙这一年 都是在神木古墟内闭关的 自身契机完全被屏蔽掉了 怎么会这么快就暴露了 先别冲动 静观其变 在感到疑惑中 萧尘抬手 按在林一仙的肩膀上 示意对方先不要暴露自身气息 不对 那个家伙好像不是冲着苍蓝劲而来 他朝波若西杜劫的星空靠近过来了 就在萧尘话音刚落下之时 林一仙感应到蓝玄机的动向 抬起头有些诧异的说道 第五百八十四章 你竟然饲养了这种禁忌之物 冲薄若西尔去了 难不成是滨海神功之人 听到林一仙的话语 萧尘眼神骤然一凝 随后目露寒光的看向虚空 出去看看 对着林一仙说了一句后 萧尘身形便消失不见 林一仙见状也是鬼魅般的消失在原地 不管这家伙究竟是何方势力的 只要跟北玉邪教扯上关系的话 那就等着接受他的怒火吧 与此同时 苍蓝星系外的一处虚空中 伴随着恐怖的雷云逐渐消散 一道身影也随之浮泻出 此人赫然是波若西 终于突破到神地境亡 感受到体内涌动的恐怖修为之力 波若西脸上忍不住露出一抹感慨 他卡在神军境数万年之久 为了突破寻求了各种办法 甚至还遭到蓝玄机的背叛 没想到 如今竟然会因为一个男人 而轻易突破这个境界 还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 在念头落下之时 波若西打算在虚空中巩固一下修为 稍后再返回苍蓝界 不过 就在他刚盘腿坐下之时 他突然像是感应到什么 刚闭上的眼猛猛地睁开 目光看向了前方 好强 有一位神地境强者 正在横穿苍蓝星系 朝本宫这边急速靠近过来 感受到这股同样可怕的气息 波若西的神情变得有些凝重 第一个反应便是天眼皇室 找过来寻仇的强者 不对 这股气息有点熟悉 似乎是蓝玄姬 可这一股邪气又是怎么一回事 下一刻 在感应出这股气息 跟蓝玄姬十分相似后 波若西的神情为之一变 你是何人 竟然擅闯苍蓝星系 同样就在此时 在蓝玄姬身形冲入苍蓝星系 想要横穿这一片星系的时候 伴随着一道宏大的声音 回荡在星空中 一道魁梧的身影也浮现出 此人正是镇南亡羊奎风 在得知萧辰等人出关 苍蓝界天雷滚滚之时 他就从自己所在的大千世界赶了过来 准备跟萧辰汇报一下这段时间的功绩 没想到刚一降临 就感受到这一股如此可怕 并且充满诡异的邪恶气息 很显然 这是有麻烦降临了 而作为萧辰培养出来的神帝进强者 岂能容不速之客 肆意闯入这片星系 滚开 在杨奎风话音回荡的同时 蓝旋机不但没有放缓速度 反而一脸暴力的吼出一句 伴随着恐怖的神员之力席卷于星空之中 一根根凝聚滔天邪气的幽兰冰锚 宛若流星一般的朝着杨奎风轰去 这让杨奎风的瞳孔微微一缩 显然没想到 这闯入之人竟然如此狂妄 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就动手 看来这是要来大开杀戒的 狂妄 本王在此 岂能容你放肆 在怒火升腾而起的同时 杨奎风在怒吼声中也施展出神通 五行光芒化为一轮转轮迎向对方 杰杰杰 尽情将你心中的邪念释放出来吧 这样本作才能更好接管你的身体 在俩人碰撞的那一刻 蓝旋机完全没察觉到 手上的魔戒正在疯狂地闪烁着幽光 魔帝邪魂的力量 正在通过这一枚魔戒 不断刺激着他的意识 让他变得更为的嗜血和残暴 轰隆 伴随着轰鸣声震撤着一片星空 毁灭性的冲击也随之横扫开来 蓝旋机和杨奎风的神通 在轰击中互相湮灭 也让这两大神地敬强者 都不得不倒决而退 薛儿妹妹走后 燕灵机同学突然走过来 说她想当电竞女主播 我听了立马就急了 这是皮痒了啊 还是想导事情 镇男王杨奎风 你是蓝旋机 隔着恐怖的风暴冲击 两大神地敬强者 在稳住身形后 互相认出了对方 蓝旋机的神情变得更加冰冷 杨奎风则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你竟然突破到神地敬了 他能突破到神地敬 是因为得到神地传承 而蓝旋机 在他的印象中 天赋资质跟他差不多 但修炼时间比他要晚 怎么这么凑巧 也跟着一起突破到神地敬了 不对 这种修为气息 你是利用某种邪门之法 突破到神地敬的 感受到蓝旋机身上 愈发恐怖的邪气 杨奎风顿了一下后 话音凝重地喝道 本宫是如何突破的 关你屁事 既然你敢跳出来阻拦本宫 那就跟波若西那个小贱人 一起下幽名唱回去吧 在话音森然地说了一句后 蓝旋机抬手祭出一面魂帆 随着他双手截出一道硬绝 神源之力疯狂地涌入魂帆 一阵嘶吼也从魂帆中传出 下一刻 如同是解开封印一般 一尊九头十八臂 宛若多种生灵缝合体的诡异黑影 从这一面魂帆中嘶吼咆哮而出 身上弥漫的神威也达到神帝境 神帝境的凶灵 你竟然饲养了这种禁忌之物 看到这一尊恐怖的黑影 杨奎风话音惊骇地说道 凶灵 这需要封闭一个世界 让众多神境强者的神魂 在阵法的影响下厮杀 最终才能互相吞噬而形成的 因为炼制之法过于残忍和邪恶 在神域诸多势力中被列为禁忌 炼制之法也被销毁得一干二净 唯有北域的邪教势力 还保留有一些炼制之法 你竟然勾集了北域邪教 在念头转动间 杨奎风也是明白了什么 目光惊悚地看着蓝玄机 一万多年前 天德帝皇联合蓝玄机 猎杀波若西的那一场 行动他并没有参加 一些具体事情 不过在事后 蓝玄机对外宣称 是波若西勾结北域邪教 想要血迹滨海神功 一众高层突破神地境 没想到 到头来 竟然是贼喊抓贼 真正勾结北域邪教的是 这一位副公主 而在杨奎风惊骇出生之时 那一头兄灵猛地扑杀而至 恐怖的魔威 令得一万里虚空震荡不已 杨奎风此时也不得不施展神通 跟这一头兄灵厮杀碰撞在一起 恐怖的冲击在星空中再度爆发 蓝玄机想不到你为了追求力量 竟然自甘堕落成这样子 当年不惜联合天延皇室 想要诛杀本宫 夺取滨海神功的传承之物 滨海戒神珠 如今竟然还饲养出一尊禁忌邪物 你种种行为 当真是万死难辞其咎 在杨奎风和兄灵爆发厮杀之时 随着一道话音冰冷刺骨的响起 波若西的身影也出现在这一片虚空中 身上的寒意几乎能冰封亿万里天地了 第五百八十五章 蓝玄机的崩溃绝境中的疯狂 波若西 看到这一位昔日的师姐 蓝玄机的面容当场扭曲 一股更为暴力的气息 从她的身上汹涌爆发 一万多年了 这一张脸无数次出现在她梦中 甚至是成为她突破境界的心魔 若不是波若西 她也不会被逼上绝路 利用邪道之力突破 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女人 在心中恨意达到巅峰之时 蓝玄机像疯了一般的冲向波若西 一头散发滔天邪气的幽明冰凤虚影 煞世间浮现在她身后 紧接着 凤鸣乍响虚空 那一头幽明冰凤 携带着足以贯穿星辰之力 便对着波若西扑杀而去 看来 你真的是入魔了 看到蓝玄机没有任何废话 就双目血红地朝着她杀来 波若西神情变得愈发冰冷 冰海水寒剑出现在她手中 她身后也浮现出一尊冰凤 绚丽的蓝光 宛若极光一般 渲染星空 波若西跟蓝玄机碰撞在一起 刹那之间 四位神地镜存在爆发的恐怖厮杀 令得亿万里星空崩塌出一个黑洞 如同星空巨兽张开巨口一般 不断吞噬周围悬浮的一切 甚至在这种厮杀中 苍蓝星系外围 一些荒芜星体 在这种冲击中都在不断崩溃 那种毁灭性的冲击 足以让任何神军进抢者感到绝望 也让从苍蓝界走出的消沉等人 神情在这一刻都变得有些凝重 他就是蓝玄机 远远看着跟波若西厮杀在一起的蓝玄机 萧尘脸上忍不住露出一抹诧异 长得倒是有点姿色 但身上这气质和这猙獰的表情 跟波若西比起简直是天差地别 需要我出手吗 林一仙只是神情淡漠地扫了虚空中一眼 轻声对着萧尘询问一句 虽然他并不认识蓝玄机 但对方竟然跟邪教油染 那在他眼里就已经有了取死之道 不用 他们俩个足以摆平事情 萧尘文言对着林一仙摆了摆手 波若西和蓝玄机之间有着难以调节的恩怨 而以波若西的性格来看 如果自己可以解决对方 是不会让其他人插手的 更何况 波若西虽然是刚突破到神帝境不久 但所具备的战力要远超一般的神帝 毕竟对方融合的可是三千万年前 顶尖神帝强者留下来的神员传承 足以让波若西对于法则之力的运用 发生至的蜕变 同样的 杨奎峰也是如此 所以俩人现在虽然还是神帝境初期 但战力爆发已经能直追神帝境中期 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两人足以解决战斗了 一番劝说无果 我只好采取强制措施 让燕灵机同学感受一下 什么是绑一大哥的邪恶 这下子立马就老实了 小样 而在俩人交谈间 远处的厮杀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只不过在这种厮杀中 不论是蓝玄机 还是那尊凶灵 都无法压制波若西和杨奎峰 反倒是在俩人的疯狂进攻下 被打得节节败退 这让蓝玄机当场破防了 不可能 本宫已经突破到神帝境了 为什么现在还会被你压制 在歇斯底里的嘶吼中 蓝玄机更为疯狂的催动修为 一道道神通 宛若不要前世的 疯狂的朝着波若西倾覆而下 可不论对方怎么进攻 波若西都能从容应对 让蓝玄机变得更加暴怒 身上的邪气也愈发浓郁 你虽然突破到神帝境了 但你这一身修为应该是利用邪法 掠夺他人而来的 就算能强行突破到神帝境 也无法完全掌控这股力量 波若西文言冷笑一声 恐怖的寒冰法则肆虐于虚空 身后也浮现出滨海神功虚影 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在剑刃上疯狂凝聚 滨海神功出现你这样的败类 确实是我这位师姐的失职 今日就让本宫来清理门户吧 随着这道话音的落下 一道更为恐怖的剑光再次对着蓝玄机斩下 这让蓝玄机的瞳孔瞬间收缩到了极致 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也在心头上炸开 想杀本宫 你波若西还不配 听到败类两字 蓝玄机如同被撕开伤疤 整个人就像是疯狗一般 在歇斯底里的嘶吼一句后 同样将自身修为催动极致 一道幽兰剑光横灌天地 也对着波若西暴斩而去 姐姐姐 机会来了 本作终于要重现天地了 在魔戒中的魔帝邪魂 感应到俩人的这一波交手 顿时在魔戒内发出狂笑声 随着魔戒闪烁着幽光 一股诡异的波动瞬间弥漫出 令得蓝玄机的神员停滞了一下 这种停滞对于正处于暴怒中 几乎要失去理智的蓝玄机来说 可以说是难以察觉的 但对于战局来说 足以成为压死蓝玄机的最后一根稻草 自身战力本就不如波若西 此时再被魔帝邪魂使半子 更没有办法能与之抗衡了 下一刻 随着两道剑光轰击在一起 蓝玄机展出的那一道剑光 毫无疑问地被波若西轰暴 残留的剑光更是撕裂风暴 再次对着蓝玄机轻覆而下 这让蓝玄机的神情为之巨变 不 在惊骇和不解中 蓝玄机在漫天剑气中 直接被轰成一个血人 一道道剑气 轰击在他身上 留下了一道道猙獰的伤口 甚至在伤口上面还残留着一些冰炸 这让蓝玄机忍不住鲜血狂喷 整个人也如同垃圾一般 被波若西当场轰飞出去 而在另外一边 那一尊凶灵在杨奎峰的镇压下 也被杨奎峰强势轰飞 口中发出了痛苦的嘶吼 不可能 本宫怎么会败得如此彻底 本宫明明付出了那么多 凭什么不如这个小贱人 在歇斯底里中 一种无法形容的怨恨之意 从蓝玄机的心中疯狂滋生 让他身上的邪气变得愈发恐怖 节节节 不就是两个神地境初期吗 只要你跟本座签订灵魂契约 本座可以将力量暂时借给你 足以让你的修为达到神地境中期 甚至是更高的神地境后期 想要杀对方简直一如反掌 在蓝玄机破防嘶吼的同时 摩帝邪魂的话音随之响起 这让蓝玄机的瞳孔忍不住一缩 神情在这一瞬间变得更加猙獰 力量 他需要力量 可以抹杀波若西的强大力量 如果真的有这种力量的话 为此付出代价也不是不行 你确实很努力 只可惜路走错了 而在蓝玄机渴望力量之时 波若西的话音也随之响起 另外一道恐怖的剑光跟着暴斩而下 完全不给蓝玄机任何喘息的机会 这让蓝玄机的大脑变得一片空白 本座愿意跟你签订灵魂契约 快把你的力量统统借给本座 随着这一句话音的回荡 蓝玄机的神魂之力疯狂蔓延而出 直接涌入到手上这一枚魔戒里面 第586章 那就从你这个女人开始吞噬好了 同样在此时 魔帝邪魂早已经在魔戒内凝聚好灵魂契约 在蓝玄机将神魂之力灌入的时候 灵魂契约也在这一瞬间彻底生效 俩人的灵魂被契约链接在一起 姐姐姐 本座马上进入你身体的跟你合二为一 好好感受一下本座至高无上的力量吧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一股黑烟从魔戒里面掠出 直接没入到蓝玄机的体内 刹那之间 蓝玄机身上爆发出毁灭性的力量 修为气息也在这一瞬间轰然暴涨 一道幽光跟波若西展出的剑光轰击在一起 当场就将那一道剑光轰爆 这也让波若西的神情一变 怎么回事 他的修为在急速暴涨 感受到蓝玄机的修为波动 在短短片刻间突破到神地境中期 并且还在一种可怕的速度暴涨着 波若西的瞳孔微微一缩 立马跟对方拉开了距离 而这一幕 也让萧尘和林一仙眼神一宁 这是夺赦 还是融合 通过系统看破虚妄的能力 萧尘远远就看出来 有一道魂体没入蓝玄机的眉心 这让他感到有些诧异 想不到在蓝玄机的身上 还隐藏有一道魔地残魂 只可惜 面对他们这边的阵容 哪怕对方再多几道魔地邪魂 也绝不会有任何翻盘的希望 啊不 你想干嘛 快点滚出本宫的身体 在几人目光看过去之时 蓝玄机的身子颤抖起来 整个人如同范病一般 不断轰击自己的脑袋 此时若是看穿蓝玄机的石海 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堂黑影 正死死缠绕在蓝玄机的魂体上 在对方不断挣扎中吞噬着对方 杰杰杰 你不是想要强大的力量吗 等你跟本座融为一体 成为本座的一份子后 自然能感受到 本座引以为傲的力量 在蓝玄机话音传出后 魔地邪魂的话音也随之响起 在之后便是蓝玄机的惨叫声 被魔地邪魂种下契约束缚 哪怕蓝玄机的神魂达到神地境 但在这种厮杀中依旧反抗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魔地邪魂 不断在蚕食他 这一刻 他内心涌现出一种悔恨 为什么要抱有一丝侥幸心理 一步步接受这尊魔头的条件 到头来 他不仅没能获得强大的力量 诛杀波若西 反倒是成为这一尊魔头的魂石 就连肉身也要变成对方的模样 节节节 时隔多年 本座终于脱困了 这一次 本座要将失去的筒筒都拿回来 在蓝玄机的魂体被吞噬之时 魔地邪魂发出刺耳的狂笑声 尽管这一具身体是女的 跟他的属性也有些不搭 但只要日后找到一些神药 重新计恋一下 他完全有把握一步步改造成原来的身体 而现在 就是尽可能吞噬更多强者的血肉精气和神魂精魄 才能在短时间内回到北域 在念头落下之时 魔地邪魂 不对 应该称之为闺名教上一代的教主 明昆子 目光直接锁定在跟杨奎峰厮杀的那一尊凶灵上 下一刻 明昆子控制着蓝玄机的身体 如同鬼魅一般扑向那尊凶灵 这让杨奎峰面色一变 想都没想 便全力爆发 修为轰出一拳 将那一尊凶灵从身边逼退 身形在寝客间倒卷十万里 目光无比警惕地盯着飞速逼近的明昆子 紧接着 在几人目光的注视中 明昆子如同疯狗一般扑在那一尊九头凶灵身上 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将对方的肢体直接扯了下来 随后更是狼吞虎咽地吞噬起来 如此残暴的一幕 哪怕是波若熙和杨奎峰也都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这可是一尊神地境凶灵啊 尽管从战力上而言 还比不过他们俩个 但也不会相差太多 可就是这样的存在 竟然被明昆子活丝 并且一点点吞噬掉 这一幕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忙碌了一天 晚上再想在天台吹吹风 没想到丈母娘想要我陪她去吃夜宵 说不去我今晚就别想好过了 太残暴了 节节节 又恢复了一些力量 短短片刻间 在将那一尊九头凶灵吞噬后 明昆子身上的修为波动 也达到惊人的神地境后期 这让他目光森然地锁定在波若曦和杨奎风身上 如果能将这两人吞噬的话 就算修为恢复不到神地境巅峰 也可以暂时稳固在神地境后期 在念头落下之时 明昆子也没有任何废话 率先朝波若曦扑了过去 节节节 占据了这个女人的身体 也理应为她做一点事情 那就从你这个女人开始吞噬好了 在这两句话音的回荡中 明昆子瞬间逼近波若曦 但在下一刻 一道白发紫衣身影 如同鬼魅一般地浮现在波若曦身前 目光无比森冷地盯着她 这让明昆子的瞳孔忍不住收缩起来 一股恐怖的危机感也在心头上炸开 大恐怖 绝对的大恐怖 这是一尊不比他巅峰时期若多少的恐怖强者 没想到 在周围竟然还折服着这种强者 这方星系究竟是个什么鬼地方 怎么会接二连三地冒出神地境强者 邪教之人都该死 就在明昆子杀住身形之时 灵依仙目光悠悠地抬起头 话音森然地说了一句后 修为在此时也尽数爆发 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威压 瞬间席卷整个苍蓝星系 另个星系内所有虚空都变得扭曲 也让明昆子的脸庞变得无比扭曲 不可立敌 逃 感受到这一种毁灭性的力量 明昆子想都没想便撕裂虚空 但下一刻 他发现这片星空的法则 已经被极致的力量扭曲 根本无法扭曲空间离开这里 阁下是何人 本座乃是北域归名教教主 不知有什么地方得罪到阁下 还望阁下 不过还没等明昆子把话说完 灵依仙面无表情地抬起右手 对着明昆子的方向虚空一握 刹那之间 恐怖的天独之力肆虐于虚空 化为一个巨大的墨绿骷髅头 如同要吞噬星空一般 对着明昆子咬了下去 其人太甚 你以为本座怕你 看到灵依仙没有任何废话 就施展出如此恐怖的攻击 明昆子也是暴怒地嘶吼着 玄冥魔戒绽放出诡异的幽光 恐怖的力量疯狂地涌现而出 下一刻 随着明昆子一拳轰出 化为一头恐怖的黑龙 跟着一个骷髅头碰撞在一起 第587章 这也太假了吧 轰隆 两道神通攻击在一起之时 轰鸣声宛若苍天怒吼一般 煞时间震动整个苍蓝星系 一个恐怖的黑洞 在风暴乱流席卷中 也疯狂地吞噬一切 哪怕是波若西和杨奎峰这两大强者 面对着这种冲击 也不得不全力抵挡 还有催动修为 镇压这片星空 防止这个星系在冲击中崩塌 而在黑洞的中心 明昆子所凝聚出来的那一条黑龙 仅仅只抵挡住那一个骷髅头两膝 就被这一个骷髅头当场红成碎片 这里的明昆子受到了可怕的反噬 鲜血在这一刻忍不出狂喷而出 原本属于蓝玄机的这一具身体 也在冲击中裂开了一道道伤口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即将破碎的陶瓷娃娃 肆虐在周围的天毒之力 沾染到这一道道伤口后 竟然冒出了一阵滋响声 那一道道伤口 在天毒之力的侵蚀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溃烂 这让明昆子发出痛苦的怒吼 好恐怖的剧多 你究竟是何人 感受到这具肉身的溃烂 明昆子的心态直接崩了 他好不容易才从魔界内出来 怎么会遇到如此恐怖的强者 而拥有这种恐怖的独立修为 必定会被神域的势力所不容 对方极有可能是来自于北域 可若是同为北域强者 为何要对他痛下独手 去死吧 面对明昆子的大声嘶吼 林一仙并没有回答对方 在话音森然地回荡在虚空中后 他眼眸中闪过一抹诡异的幽光 原本轰爆黑龙的骷髅头 在一阵幽光中突然炸开 随后化为了恐怖的虫巢 每一只都凝聚着可怕的天独之力 下一刻如海啸一般 被明昆子轰下 你这是再比本作 跟你玉石俱焚 看到眼前如此恐怖的独虫狂潮 明昆子在嘶吼中 引爆蓝玄机的躯体 浩瀚的血肉精华 疯狂地融入魔界内 随着戒指上面一个威形 骷髅头猛地睁开双眼 一道道魔影宛若蝗虫一般 从魔界内狂涌而出 万化天魔 明昆子这些年被封印在魔界中 利用魔界的力量和自身的魂力 所凝聚出来的一道保命神通 威力若是全面展开 足以媲美他巅峰状态下 轰出的一击 他就不信 这一击还奈何不了灵依仙 哪怕是不敌 足以让他撕裂空间逃出这里 届时等他回到北域 一定要统帅龟明教的强者 将眼前这一个女人给灭了 随着两道神通碰撞 毁灭性的冲击已经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苍蓝星系外围几乎被冲击分成了两半 虚空中所肆虐的风暴冲击 光鱼波就能摧毁大千事件 这令得苍蓝星系中心的天阳星 也剧烈地颤抖起来 杨奎峰和波若曦只能在面色聚变中 疯狂催动修为 稳住苍蓝星系各大星体 而在恐怖的碰撞中心 明昆子在爆发这一道底牌后 便趁周围的封锁不断崩溃时 祭座在魔界中如同流星一般 朝着星空深处暴射而去 不管你是何人 本座先记下了 在仓华而逃的同时 明昆子还不忘撂下一句狠话 似乎这样才能挽回一点面子 只是 在他这一句话刚刚想起的时候 另外一道话音也回荡在虚空中 去死吧 短短三个字 一如灵依仙刚才说出的一样 只是语气上要显得更加淡默 但在回荡在虚空中 却如同天命不可为 令得这一片星空轰然震动起来 一道光芒如同黑夜中的破晓之光 刹那之间便对着明昆子暴射而出 所过之处 不论虚空中肆虐的风暴有多么恐怖 依旧无法阻止这一道光芒一丝一毫 也令得明昆子的心中如有轰鸣乍响 一股前所未有的生死危机感 让他在魔界内绝望地嘶吼着 不 在这一道嘶吼声中 那一道光芒如同跨越了时空 直接命中这一枚魔界 令得明昆子的话音戛然而止 一击必杀 任你拥有可怕的修为 还有强大的保命底牌 只要实力还没有超脱神帝境 在这一击面前只能含恨陨落 原本萧尘是不打算动用这门能力的 但没想到明昆子这家伙 还有两下子 竟然施展出底牌 跟林一仙分庭抗争 为了防止对方逃走 萧尘只能无奈出手 而这情况 当场就把波若西和林一仙都给惊呆了 俏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显然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从明昆子爆发的这一道底牌来看 这家伙之前绝对是一位巅峰神帝 在神域星空中可以说是超级强者 即便现在只有一道神魂 也是不可小觑的大恐怖 可就是这样的存在 却让萧尘一击杀了 这也太假了吧 杨奎峰看到这一幕 虽然之前已经见过萧尘 抬手击杀天眼老祖 他内心要比波若西和林一仙更容易接受 但再一次见识到 萧尘这一种恐怖手段 他一颗心还是被吓得急促地跳动起来 迫于无奈 我只好买下一个餐厅 陪丈母娘吃一下夜宵 海鲜饺子整了一点 没想到丈母娘要吃通宵 不怕撑死吗 别愣着呀 快把那一枚戒指捞回来 那可是一尊高级神帝兵 看到林一仙和波若西呆呆地看着他 萧尘干咳一声 对这两大美女开口道 林一仙闻言也回过神来 只是轻轻一挥手 肆虐于虚空中的天独之力便倒卷而回 同时还带回了这一次的战利品 属于明昆子的那一枚魔剑 还有蓝玄机的神兵和纳剑 萧尘也没有客气 当即就收了起来 波若西剑状却是满脸复杂 蓝玄机利用邪法突破到神帝境 还炼制出一头如此可怕的凶灵 必定屠杀了不少的神军进抢者 这也就是说 滨海神宫没有过来寻找他的长老 很有可能已经遭到蓝玄机的毒手 当真是一步错步不错 这些人恐怕没有想到 只是战队跟错人而已 竟然会落到如此下场 不必感慨 一切都是命数 既然选择了 就要承担相对应的因果 我们没必要惋惜任何人 似乎是看出了波若西在想什么 萧尘收起战利品后 笑着安慰道 何况 那些忠于你的部下 如今都活得好好的 如今 你也突破到神帝境 想要重振滨海神宫之威 对你来说 只需费点时间而已 听到萧尘的话语 波若西轻轻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了一抹柔和 现在 随着修为突破到神帝境 他已经有绝对的把握 能让滨海神宫更加辉煌 而这一切 都是拜眼前这一个男子所赐 好了 先回苍蓝界调整一下吧 之后 我们再去收拾一些落网之鱼 在安抚波若西几句后 萧尘摆了白手开口道 说完 几人便要回到苍蓝界 不过就在这时 林一仙的身形突然微微一顿 随后转身 看向了苍蓝星细丸 第五百八十八掌 你越是想撇清关系 本公子越留你不得 又有人来了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林一仙身上的气息变得冰冷 萧尘在此时也诧异地转过身 还有强者降临 莫非是蓝玄机的帮手 可如果是的话 不应该是同时降临吗 怎么前后时间还不一致 怀着疑惑 萧尘看向林一仙所看的方向 几乎在几人目光看过去之时 几十万里外的虚空骤然破碎 一艘浑身弥漫着恐怖刚风 宛若虚空聚昆一般的玄洲 便浮现在萧尘等人的眼前 不是邪教之人 感受到这一艘玄洲上 弥漫着恐怖的风属性法则气息 林一仙的眉头微微一皱 他还以为是邪教之人 准备直接痛下杀手呢 没想到 竟然不是那帮孽楚 风属性 莫非是那一位风家老祖 萧尘和波若西感受到这波动 脸上都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今天还真的是凑巧 仇家一个个的找上门 这是组队来送人头的 这里就是苍蓝星屑 好恐怖的力量波动 这里在不久前 有神帝静强者在厮杀 在萧尘等人目光看过去之时 站在玄洲家板上的风玄子 感受到虚空中残留的气息波动 神情忍不住发生变化 内心涌现出一种不安 因为虚空残留的能量波动 让他本能地感受到危机感 这绝对是强于他的强者所留下来的 掉头 回去 几乎不带任何思索 风玄子当即开口道 这让天贵和天明面色一变 才刚刚降临苍蓝星系 风家老祖就急着回去 莫非此地有大恐怖 随着风家老祖这一句话的落下 那一艘玄洲便要掉头撕裂虚空 可就在这时 一道弹幕的话音也回荡在虚空中 不打招呼就来了 不打招呼又想走 你们当这里是你们家的茅厕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在话音回荡的同时 一道神秘的波纹横扫着一片虚空 让刚要引顿虚空的风家玄洲 被这一股力量硬生生震出来 这令得风玄子的面色巨变 当即抬头看向了虚空 只见前方几道身影浮现出 目光无比冰冷地凝视着他们 正是萧辰和林一仙等人 杨奎峰 波若西 看到眼前这几人 天贵和天明立马就认出了俩人 瞳孔在这一刻忍不住剧烈收索 因为不论杨奎峰还是波若西 都给他们一种可怕的压迫感 很显然 俩人都突破到神地境了 而根据他们所知道的 不是只有杨奎峰突破到神地境吗 怎么现在波若西也跟着一起突破了 难不成是在这一年中突破的 一时间 天明和天贵细思极恐 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此人 好恐怖 在天贵和天明感到惊悚的同时 风玄子目光锁定在林一仙身上 脸色在这一刻为之巨变 这种恐怖的压迫感 绝对是神地境巅峰 跟丈母娘吃完夜宵回来 江丽大姐说她着凉了 害我大半夜 还得过来帮她温一下奶茶 和打一针退烧药 忙死我了 几位朋友 老夫一行人突然在星空迷失方向 一不小心才会误闯几位的领地中 若是打扰到几位 老夫实在是抱歉 这一株神药 就当是老夫的陪礼 在感受到来自林一仙的威胁后 风玄子深吸一口气 一脸诚恳道 随后还拿出来一株神药 打算以此作为陪礼补偿 误闯 萧尘文言冷笑一声 看都没有看那一株神药一眼 目光淡默地扫了几人一眼 这两位 似乎是天言皇室之人 一年前 他们家的老祖不幸被本公子宰了 现在你们一行人气势汹汹的降临 你确定这是误闯 而不是有目的性的寻仇 萧尘虽然没有见过天贵和天明 但从俩人那一身帝皇服饰来看 也不难知道这是天言皇室之人 阁下误会了 这俩人只是老夫在星空中捡来的追随者 看在他们懂得讨好的份上 才收留了他们 老夫实在不知 这两人跟阁下有仇怨在身 听到萧尘的质问 风玄子面色一变 连忙开口解释道 这一番话 让天贵和天明感觉头皮都要炸开了 以他们的人生阅历 岂会不知道风玄子 这是想要撇清关系 将他们两个推出来当替死鬼 在面色聚变中 天贵和天明刚想开口说什么 可风玄子却突然间爆发修为 在眼眸中闪过一抹凶光后 抬手对着天贵和天明一按 刹那之间 一股恐怖的神愿之力 当场轰在俩人的身上 令得天贵和天明话都还没说出口 就被风玄子一巴掌给拍成血污 如此残暴的一幕 让萧尘眼神微微一眯 脸上露出一抹意外 显然没有想到 这一位风家老祖 竟然如此之狠了 固有的后裔说杀就杀 只为了可以撇清关系 这家伙还真是个人物 阁下 相逢及世缘 既然这俩人对你有仇怨 老夫便替你出手收拾了 老夫乃是风家的老祖风玄子 登道玄界东方家的家主 也有一些交情 如果阁下今后有什么事 需要老夫帮忙 可以托人告知老夫一声 老夫一定会尽可能相助 一巴掌拍死天贵和天明后 风玄子笑呵呵地抱拳说道 这一番话 说的可谓是推心致富 似乎日后 萧尘真的有事相求 他一定会不惜余力出手相助 道玄界东方家 听道风玄子的话语 波若西和杨葵峰面色一变 脸上都露出一抹忌惮之色 这可是神域的霸主及势力 族内可是有多位神帝敬强者 可不是一般势力所能招惹的 真不愧是活了几十万年的存在 你这为人处事的方式 当真可怕 你越是想撇清关系 本公子越留你不得 随着这两句话的落下 一股森然的杀机 也从萧尘身上爆发 为了撇清关系 固有的后裔可以说杀就杀 此人的狠辣已经超出预料 倘若就此放任对方离去 今后必定是个天大隐患 林一仙和波若西等人 在听到萧尘这句话后 都毫不犹豫地爆发修为 三股神帝之威瞬间弥漫虚空 令得风玄子的面色为之巨变 阁下 老夫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赶尽杀绝 感受到这三股神帝威压 其中一道恐怖道令他感到绝望 风玄子当即歇斯底里的怒吼道 他已经如此退步了 完全就是在讨好萧尘 对方却还要赶尽杀绝 未免也太不把他当一回事了 第589章 我觉得 我们应该好好地帮他回忆一下 无冤无仇 听到风玄子回荡在虚空中的话语 萧尘的脸上不禁浮现出一抹冷笑 风玄子是那一位天眼老祖的固有 此番跟天眼皇室之人来苍蓝心系 自然不可能是来找他喝茶聊天的 对方就是想要他的命 现在之所以会露出这副嘴脸 不过是觉得没办法与他们抗衡 若是他们这边势单力薄 这家伙绝对会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 将苍蓝戒从神域星空中彻底抹除的 对于想要杀他的家伙 萧尘可不会心存善意 而在萧尘冷笑之时 林一仙和波若西等人都全力出手 一道道神通对着风玄子轰杀落下 这让风玄子的脸庞变得扭曲 只能疯狂催动修为做出反击 一枚如同梭子一般的锥形兵器 在风玄子周围疯狂地旋转起来 恐怖的风系法则之力肆虐虐虚空 直接形成一道龙卷 轰向林一仙等人 甚至在这一刻 风家另外一位神帝进抢者也一同出手 一头恐怖的风鸾在提名声中扶摇而上 携带着毁灭性的力量轰向林一仙等人 如此可怕的攻势 足以让大部分神帝进抢者感到惊骇 只可惜 风家两位神帝此时面对的是林一仙等人 尽管波若曦和杨奎峰都是他们可以拿捏的 但林一仙可是神帝进巅峰强者 仅凭一人就足以碾压这两家伙 更别说还有两位神帝再打辅助 当神通互相轰击在一起时 轰鸣声也滔天震撤于星空 无法形容的恐怖冲击宛若海啸一般在星空中横扫而开 没有任何悬念 风玄子和另外一位神帝进强者 完全不是林一仙等人的对手 仅仅一个照面 就在这种恐怖的冲击被轰飞出去 强悍无比的身体爆出一团血雾 体内神脉和神骨也不断的爆裂 那一艘达到神帝级的玄舟 也在冲击中被轰飞了出去 这让风玄子感到亡魂皆冒 神帝竟巅峰 眼前那一位紫衣白发美女 修为竟然达到神帝竟巅峰 这种存在一般不是在神域中心那几个古界中吗 为何会出现在这种刺激心域 不过风玄子还来不及思索那么多 伴随着天独之力侵入到他的体内 一股恐怖的剧痛也席卷周身各处 让他忍不住凄厉的嘶吼起来 这是什么毒烈 你难道是来自北域的邪教强者 感受到神员和神体遭受到腐蚀 风玄子一脸惊恐的看着灵一仙 修为爆发间丢出众多秘宝 然后毫不犹豫的将其引爆 但面对着绝对的实力 即便风玄子底牌进出 也依旧无法逃出升天 在恐怖的冲击中 风玄子再一次受到重创 风家另外一位神帝 则是被灵一仙斩杀 老夫愿意臣服 还望诸位手下 感受到神体即将崩溃 风玄子在拼死挣扎中 对着肖臣等人求饶道 肖臣闻言只是淡漠一笑 如同是在看待一个死人 想要在他身边当狗的人很多 但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狗的 这家伙 对于固有后裔 可以说杀就杀 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心理负担 说白了 就是极度的自私自利 完全没有一丁点良知 若是让这种家伙留在身边 今后一旦有什么意外的话 最先被刺的也是这种家伙 没过多久 在林一仙和波若西等人的相互配合下 风家这一位老祖 只能在不甘中陨落了 如果时光可以重来 风玄子绝对不会为了 想要掠夺一些好处 而来到苍蓝兴兴 只可惜 这世间没有如果 退烧后 江丽大姐问我 现在能不能去我家做客 让她感受一下地主之意 这是要做客还是做药 我怕顶不住 风玄界离这里远吗 看到两大神帝强者陨落 萧尘收起两人的战利品 对波若西开口问了一句 有点远 哪怕是神帝级的空间玄周 也需要一两日才可以抵达 波若西闻言回了一句 紧接着 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眼神有些凝重地看向萧尘 你想将风家连根拔起 想到这个可能性 波若西心神一领 话音低沉地继续道 风玄界已经靠近神域中心地带 一般会有神域顶尖势力在关注 如果动静搞得太大的话 只怕会被一些势力盯上 说完 波若西忍不住看了灵一仙一眼 虽然灵一仙的修为达到神帝境巅峰 但对方修炼的可是众生恐惧的独立 如果被神域顶尖势力盯上 并且认定对方是邪教强者 一旦众多顶尖势力发布追杀令 只怕到时会有难以形象的麻烦 那就先不管了 如果以后风玄界那边有什么异动 再送他们一起去见这位风家老祖 听到波若西的话语 萧尘也明白灵一仙现在的身份有些敏感 当即摆了摆手回答道 接下来 一行人在打扫一下虚空战场后 便回到苍蓝界内 主人 你终于回来了 快点抱抱萧兰 萧兰感觉身体都被掏空了 现在好想要主人为我补充一下体力 身形才刚刚在苍蓝界现身 萧兰这一只古灵精华的世界之灵 便如同小女孩一般扑进萧尘怀中 那种亲密的样子 让彩岩和柳若仙等人有些目瞪口呆 这真的是苍蓝界的世界之灵 好点 好骚啊 不对 佛局 彩蝶也想要抱抱 刚才萧兰姐姐降下的雷杰好猛 彩蝶感觉身体都快要被劈坏了 如果不及时补充一点血肉精气 彩蝶明天肯定没办法爬起来了 在彩岩等人感到目瞪口呆之时 一旁的彩蝶像是学废了一般 也一脸兴奋地扑到萧尘身上 这让萧尘的嘴角忍不住一抽 之前只有一个左腰 现在又多出来一个 看来接下来的小日子可有的折腾了 阮玉怀中 这可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 怎么夫君看起来似乎很无奈 就在萧尘满脸无奈之时 江丽的身形浮现在一旁 脸上浮现出一抹细血 还是说 在我们闭关的这两年中 夫君已经忘记了和我们的乐趣 说完 江丽目光轻略性地扫了萧尘一眼 眼眸中蕴含的火热已经不言而喻 江丽姐姐说的很有道理 这酒水是越酿越香醇 但感情久了容易淡忘 为了防止夫君忘记生活中的一些乐趣 我觉得 我们应该好好地帮他回忆一下 那种如同陷入深渊 在泥潭中无法自拔 只能不断沉沦下去的恐惧 在江丽话音落下后 采烟风情万种地来到萧尘身前 话音有些又冷又郁地开口说道 说完 还忍不住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就如同在看待一只诱人的猎物 这样子让萧尘忍不住火冒三丈 第五百九十章 以后见多了 你就习惯了 好好 想这么玩是吧 那夫君今日就好好地满足你们 感觉有些压不住枪的时候 萧尘在这一刻也不想忍了 大手一挥 混沌神力 顿时卷向了彩烟等人 在一阵阵略显兴奋的惊呼声中 萧尘像是彩花大盗般带走众女 身形彻底消失在万里高空上 留下面面相去的波若西等人 他们这是要去开会了 看着萧尘等人的离去 林依仙在愣了一回后 有一些委婉地询问道 说完 他脸颊忍不住有些发烫 但还是努力地镇定下来 之前跟萧尘接触 他还以为 对方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公子哥 在某些事情上 应该会显得比较拘谨才是 没想到这一位公子哥 竟然还有如此率性而为的一面 当真是让他有些意想不到 以后见多了 你就习惯了 波若西文言面色怪异 话音复杂地回应一句 现在他还没跟彩岩等人打成一片 所以这一种大型会议 他暂时是不会参加的 可身为萧尘的红颜知己 他迟早是要被萧尘拉去 跟其他人一起开会的 这倒是让波若西感到很紧张 不知道到时候要怎么去面对 会不会当场射死 听到波若西这一句话 林依仙忍不住沉默了 紧接着脸上露出一抹羡慕 当然 他不是羡慕彩岩等人 能参加这种大型会议 而是羡慕萧尘这一种 无拘无束的生活态度 这才就是他想要追寻的洒脱吧 看来日后要多学习一下 没准可以学到一些精髓 时光匆匆 几日急过 随着蓝玄机和风玄子的陨落 苍蓝界倒是迎来短暂的平静 不过在这几天 萧尘依旧是忙得不可开交 除了要帮彩岩等人日常巩固修为之外 还要抽空整理回收一下得到的战利品 这也让他快要见底的神远点 直接飙升到惊人的73亿 可见 风玄子和风家另外一位老祖 究竟有多匪 俩人加起来都快可以打造一尊极品神远兵了 73亿点神远点 要怎么花才合理 看着属性面板上一连串数字 萧尘皱了皱眉头 陷入了沉思 在思索一下后 萧尘也没有再纠结 直接消耗41点神远点 将不灭魂灯提升到神帝级极品 有这一尊极品神远兵守护魂体真灵 纵使遇到精通灵魂攻击的强者偷袭 萧尘也可以从容应对一切突发危机 接着 在沉吟一下后 萧尘取出风玄子和天德帝皇等人破碎的车脸残骸 随后又掏出来一大堆的神军级材料 他准备用剩下的神远点 还有收缴到的各种材料 将魔龙车脸重新合成升级一下 而因为有诸多高级材料的加入 系统想要升级品质也更为容易 所以 萧尘在耗费21一点神远点后 也将魔龙车脸升级到神帝级极品 只可惜 双头魔龙魁哪怕是精力蜕变 现在也只达到了神王境巅峰 用一头神王兽来拉一辆神帝级极品的车脸行宫 倒是有点不太搭配的感觉 不过萧尘也没在意 反正只要给双头魔龙魁一点时间 便能不断的升级和进化 甚至可以成为双头混沌魔龙 傅隽 我打算回滨海神宫了 当萧尘走出神木古墟后 波若西的身影随之浮现 话音有些复杂的开口道 这段时间 根据他手下这些亲信收集到的情报 滨海神宫没有追随他的神军进抢者 在这一年来都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加上蓝玄机利用邪法突破到神地境 波若西已经能肯定这些人都遇害了 这对滨海神宫来说可谓是惨痛的损失 现在苍蓝界人心惶惶 虽说他已经将一些亲信派回去了 但接下来如果他不回去主持大局 只怕周边其他势力都会蠢蠢欲动 也好 反正现在苍蓝界已经稳定 有天邪他们镇守这方世界 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萧尘文言点了点头道 没有阻止波若西回去 夫君 你要去吗 听到萧尘的话语后 波若西迟疑一下后 眼神有些飘忽的道 他能感觉得出来 萧尘现在的修为有要突破的迹象 如果对方接下来要闭关突破神军的话 那他就一个人回滨海神宫主持大局了 自然是要去的 滨海神宫好歹也是你之前生活的地方 作为你的男人 说什么也得去看看 感觉到波若西的期待 萧尘当即笑着回应道 这一句作为你的男人 让波若西的心头一暖 他还以为对方是以自身的修炼为重 完全没想到对方会愿意陪他跑一趟 看来他在对方心中有很重要的地位 而在话音落下之时 萧尘便召唤出双头魔龙车脸 恐怖的神威瞬间席卷于天地 也让彩烟和杨奎峰等人都出现在萧家院落 好恐怖的神威 这是神地级的车脸星空 萧公子竟然有如此神物 看着眼前这一辆车脸行宫 杨奎峰忍不住深吸一口气 眼神满是敬畏的看了萧尘一眼 夫君 你这是要出去吗 彩烟等人看到萧尘这个驾驶 顿时也意识到什么 有些不解的询问道 第591章 前往滨海神宫 这还真的是巧合 嗯 准备裴若西去一趟滨海神宫 萧尘文言点了点头 也没有隐瞒这件事 哇 我也要去 几乎在萧尘话音才刚落下之时 彩蝶就在一旁就兴奋的大叫道 虽然接受了神帝静强者的传承 他们已经知道了神域无比浩瀚 但他们始终都没有出过苍蓝界 若是有机会出去见识一下 对他们来说会有不少好处 而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神情也显得有些期待 不过想到他们的修为都只达到神王境 在偌大的神域中还是比较弱小的一员 他们迟疑一下后都没有主动开口 显然是担心会给萧尘添麻烦 想去就一起去吧 萧尘闻言一脸宠溺地摸了摸彩蝶的头 目光也柔和地看向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他就这几个女人 不宠一点这咋行 主人我也要去 看到萧尘一脸宠溺地摸着彩蝶的头 萧兰也鬼头鬼脑地扑了过来 整个人直接挂在萧尘的身上 这让萧尘的嘴角微微一抽 行行行 不过你过去后 切记不要随便在人前动手 在思索一下后 萧尘有些无奈地说道 萧兰虽然是苍兰界的世界之灵 但也可以离开苍兰界一段时间 期间苍兰界的天地法则 都会遵守轨迹自行运转 只要没有发生什么变故 一般都是不会有问题的 随后 萧尘简单地交代了一番 让天邪等人镇守苍兰界 便带着彩烟和波若西等人 前往滨海神宫了 苍兰界 滨海神宫 作为整个星界最为强大的势力 这里原本是苍兰界的修炼圣地 可从一年前 有不少神军竞强者神秘失踪 就连周边其他一些势力的神军也遇害后 滨海神宫内就变得人心惶惶 甚至有不少弟子脱离了宗门 这也导致了滨海神宫 在苍兰界的地位遗落千丈 就连周边势力也变得蠢蠢欲动 似乎是想将滨海神宫取而代之 好在几大夫殿主回归 直接宣布了波若西这一位失踪已久的公主 突破到神地境 并且要重回滨海神宫的消息 苍兰界所有势力都为之震动 众人这才知道 在一万多年前 波若西在那场变故中并没有陨落 也不是什么勾结北域邪教的叛徒 是被副公主联合天延皇室陷害的 一时间 原本一些蠢蠢欲动的势力 在得知这一则情报后 只能收起那点小心思 如果滨海神宫缺少神地境强者坐镇 他们或许有一线希望将其取而代之 可要是波若西突破到神地境 滨海神宫就算是损失一大帮神军境强者 在苍兰界的地位也不是一般人能撼动的 公主和萧公子要来滨海神宫了 滨海神宫一座大殿内 黄梅收到波若西传来的讯息后 脸上忍不住露出一抹意外之喜 作为滨海神宫两大副公主之一 他的修为早就达到神军境巅峰 并且对于波若西也是忠心耿耿 当年滨海神宫发生了惊变 他恰好被困在一处秘境内 等他脱困出来 滨海神宫的掌权者已经变成蓝玄机 并且苍兰界到处都流传着各种谣言 这让他感到难以置信 之后他想要为波若西立正清白 无奈滨海神宫有不少长老 早已经站在蓝玄机这一边 在满怀失望中 黄梅带领一些忠于波若西的亲信 以镇守苍兰界编誉的名义离开滨海神宫 也正是因为这个决定 才让他们在一年前避开了蓝玄机的魔爪 之后来到苍兰界投奔波若西 更是见识到萧尘的恐怖手段 让他们被这一位公主夫君彻底折服了 前几日被波若西派遣回来后 他们还以为波若西是要留在萧尘的身边 当一个甩手公主了 没想到 现在波若西和萧尘都要降临滨海神宫 当真是让他们这一群人感到蓬蔽生辉 哇 就在黄梅内心激动 刚想下达指令之时 大殿的一颗水晶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令的黄梅和其他人都忍不住看了过去 又有讯息传过来了 难道公主有什么事情忘记吩咐了 就在黄梅等人感到疑惑之时 一道身影突然浮现在水晶上 让黄梅等人的瞳孔猛的一缩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惊骇之色 因为眼前浮现出的这一道身影并不是波若西 而是一位头发雪白 神情冰冷的美妇人 此人 正是滨海神宫那一位失踪已久的老祖 玄清老祖 在心神为之亥然中 黄梅和其他长老都回过神来 对着这道身影 躬身行了一礼 波若西呢 看到黄梅等人 玄清老祖的神情没有什么波动 只是话音淡漠地询问道 仿佛眼前这一帮人 对他来说都是可有可无的 回禀玄清老祖 公主她现在并不在滨海神宫 不过现在已经在回城的路上 再过两日便能回到滨海神宫 听到玄清老祖的话语 黄梅一脸恭敬地回禀道 玄清老祖 在波若西没有突破到神帝境前 可谓是滨海神宫的顶梁柱 也是滨海神宫真正的掌权者 哪怕波若西也得受制于对方 一万多年前 这一位老祖为了突破到神帝境后期 便毅然决然地离开滨海神宫 前往其他星界探索各种机缘 只是没想到 这一去便彻底失去了踪迹 现在时隔一万多年后 这位老祖竟然又出现了 如果加上波若西的话 滨海神宫现在就拥有两位神帝 这绝对是要原地起飞的节奏啊 让波若西尽快回来 除此之外 备好宴席 这一次本座回归 可还有贵客降临 在黄梅说完之时 玄清老祖话音清朗地说道 这让黄梅等人一脸诧异地抬起头 都没有想到玄清老祖这一次回来 竟然还带了贵客 不过黄梅等人也没有想太多 当即就想将波若西突破到神帝境 还有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都告知对方 可还不等黄梅等人开口 玄清老祖的投影 就化为了无数光点飘洒而开 很显然 这是单方面切断投影了 让黄梅等人不禁感到有些耽误 玄清老祖似乎有点奇怪 在沉默一下后 黄梅的眉头一皱 忍不住呢喃一句 在她的印象中 以往玄清老祖虽然有些高冷 但对于门下之人还是不错的 也不会摆出高高在上的样子 但现在对方给她的感觉 有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 甚至还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 这让她感到有点不舒服 不管了 玄清老祖要回归可是大事 我必须先告知公主一声 在念头落下之时 黄梅拿起传讯玉佩 一道讯息传了出去 玄清老祖要回归了 另外一边 在双头魔龙车脸 从次元空间中脱离 进入到苍蓝大千世界所在的星系时 波若西接受到黄梅传来的讯息 脸上忍不住浮现出惊讶和星系 完全没有想到 在她要回归滨海神宫的时候 这一位老祖也凑巧要回归了 这还真的是意外之血 哇 这就是兵女所在的大千世界吗 果然是要比苍蓝界更为高级 在波若西感到意外之时 萧兰看着前方那一个大千世界 整个人有些兴奋不已的欢呼着 而彩燕和柳若仙等人 看到前方的苍蓝星后 也都忍不住一阵惊叹 哪怕还隔着亿万里距离 也能感受到苍蓝大千世界 那种浓郁的天地灵气和星空元气波动 着实是让人感到惊叹 这还不是神域星空中 最为高等的大千世界 难以形象那些传承于上古时期的大千世界 又会有怎么样的一番风景 你好像有意外的收获 没有理会萧兰等人的惊呼 萧尘看着一脸惊喜的波若西 有些好奇地询问道 滨海神宫失踪已久的那一位老祖 传回音讯了 说他不久后将会回归滨海神宫 并且此行还邀请一位贵客过来 波若西文言也没有隐瞒 便如实跟萧尘说明了缘由 这让后者感到有些意外 第592章 玄清老祖这一次邀请过来的 是神域中心哪个势力的高层 老祖回归 贵客降临 听到波若西说完缘由 萧尘的眉头微微一扬 没想到 在他要降临滨海神宫之时 这一位老祖也意外回归了 这还真的是凑巧 你口中这位老祖 他的为人是怎样的 在内心感到诧异中 萧尘好奇地询问道 这倒不是萧尘想打这一位老祖的主意 只是对方身为滨海神宫的老祖 严格意义上来讲 也是他的长辈 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的 免得到十一见面 相互间有些唐突 玄清老祖 从辈分来讲 他是我的师叔祖 跟我的接触不多 在我成为滨海神宫公主这些年中 他平日都只在禁地中闭关修炼 对我们这些晚辈也算重归重举 波若西文言如实说道 紧接着 他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又对着萧尘淡笑着道 不过你放心 虽然滨海神宫的弟子都是女性 但宗门没有禁止对方寻找伴侣 所以夫君不必担心 老祖他会反对我们两个的事情 听到波若西这一番话 萧尘的神情微微一正 随后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他倒是不担心这个 毕竟 以他现在的手段和底蕴 只要波若西愿意跟着他 对方反对又能怎么样 还不是只能顺其自然 而在俩人交谈间 双头魔龙车年 也进入到苍蓝大千世界 瞬间就惊动了在滨海神宫的黄梅等人 五等宫阴公主和萧公子 随着双头魔龙车年 降临在滨海神宫的水晶广场上 黄梅还有滨海神宫一众高层 都对着几人行了一礼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目光扫了黄梅等人一眼 波若西示意几人不必多礼后 便询问起滨海神宫的情况 回禀公主 从我们放出消息后 苍蓝界的整体局面 就彻底稳定下来了 蓝玄机之前残留下来的一些党羽 我们已经派人在清角 只是滨海神宫这一次陨落的长老太多了 听到波若西的问话 黄梅一脸恭敬的道 也不必急于一时 先稳住大局即可 波若西文言点了点头 并没有催促黄梅等人 此番滨海神宫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整体局面没出什么大乱子 这已经是十分难得的事情 至于如何重新安置各大地方势力 只能等各大长老藤出手后再整顿 百般无奈 我只好按照上门讨债 没想到 对方竟然是老家隔壁村的村花 雅飞姐姐 她好像还欠我一顿夹心汉堡 老祖她还没到吗 在念头落下后 波若西扫了周围一眼 脸上浮现出一抹诧异 当双头魔龙车脸 进入次元空间穿梭时 传讯玉佩没有办法接收到黄梅的讯息 所以 在她得知此这件事时 时间已经过去两天了 算上现在 已经两天半时间过去了 没想到这位老祖还没到 看来对方应该是从更为遥远的星界过来的 老祖并没有具体说明降临时间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才会到 不过宴席 我们已经都备好了 要不公主和萧公子先行入席吧 黄梅文言有些尴尬地说道 目光忐忑地看了萧臣一眼 似乎担心萧臣会因为此事而感到不舒服 毕竟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萧臣不仅是波若西的男人 也是滨海神宫天大的贵人 若是没有这一位萧公子 波若西不可能这么快就恢复伤势 并且还势如破竹地突破到神地境 更不可能让滨海神宫在动荡中得以轻松稳住局面 说不定 如今滨海神宫已经分崩离析 被周边其他势力蚕食殆尽了 也好 波若西文言点了点头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虽说玄清老祖在滨海神宫的地位很高 但萧臣对他和滨海神宫也是至关重要 他不能为了自家失踪已久的老祖 就冷落了这一位托付终生的男人 有人来了 就在波若西话音落下 一行人准备入席之时 林一仙突然间感到到什么 当即抬头看向万里高空上 而波若西和萧臣等人文言眼神也是微微一鸣 都有些好奇地看了过去 轰隆 几乎在众人目光看过去的时候 滨海神宫的上空响起一阵轰鸣 虚空如同镜面一般爆碎炸开 一艘通体冰蓝 宛若水晶流离一般的玄洲 便撕裂虚空浮现在虚空中 恐怖的神威横扫于天地间 让波若西等人的面色一变 神帝级 这竟然是一艘神帝级玄洲 尽管从层面上而言 还比不过魔龙车念 但也是十分惊人了 毕竟 在整个神域星空中 除了神域中心一些古老的势力之外 就连一些顶尖势力都没有这种玄洲 难不成 玄青老祖这次邀请过来的 是神域中心哪个势力的高层 公子 我们到了 在萧臣等人抬头凝望虚空之时 琉璃兵周上一位美妇人 一脸恭敬地对着一位年轻男子开口道 听到这话 眼前这一位男子缓缓睁开双眼 推开身边几位身穿青纱的美女 一脸懒散地从水晶王座上起身 眉宇之间透露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淡漠 身上的修为波动也达到惊人的神军境 此人名为冷千仇 乃是古神家族冷家的弟子 当然 这里的弟子可不是之前在苍蓝界 那些所谓的帝君子嗣 而是一些强者在修炼到神帝境后 耗费了数千年 才孕育出来的子嗣 每一位不论天赋还是体质 都要远远地强于普通神体 而冷千仇 可是上古冷家的现任家主 跟一位冰破流离体的女人 苟合数千年才孕育出来的 是冷家十万年来 最为妖孽的神帝子嗣 仅仅修炼三千六百年 就突破到神军境中期 这种资质和悟性 未来只要不陨落 加上有足够资源 足以修炼到神帝境巅峰 所以 冷家对这位后辈也是十分疼爱 不仅收服一位神帝敬强者 作为对方的护道者 还给对方炼制出一艘神帝及玄舟 这里 就是你的故乡 目光扫过这一片天地 感受到这片天地的星空元气和法则神韵 比冷家所在的太玄兵破骨剑 要逊色太多 冷千仇的脸上露出一抹不屑 随后有些漫不经心的询问道 这地方 真的孕育 有一具玄灵兵破铁 说着 冷千仇的目光在下方扫过 看到波若西和萧晨等人后 她的眼神骤然一凝 原本显得有些乏味的脸庞 也露出一抹感兴趣的神色 第593章 本作可是滨海神梦的老祖 谁允许你这么跟我讲话的 此地竟然有这么多角色女子 有意思 看着下方的波若西和彩烟等人 冷千仇的目光 忍不住闪烁起来 身为上古冷家的弟子 什么样的女子没见过 毫不夸张地说 她已经做到了月女无数 但眼前这一大帮美女 竟然还能让她眼前一亮 着实是让她感到很意外 波若西 许久不见 见到本作将领 都不用行礼吗 在冷千仇 打量着波若西等人的时候 玄州甲板上 一位头发雪白的美妇人 目光扫了波若西等人一眼 话音有些低沉的回荡开来 此话一出 一股可怕的神威 也随之弥漫开来 那种威压 赫然达到了神帝境后期 没想到时隔多年以后 玄清老祖再一次回归 修威终于突破到神帝境后期了 而在这种威压中 黄梅还有一些神军晋长老 连忙对着这一位老祖跪下 无等拜见玄清老祖 以往玄清老祖出场 滨海神宫上下都得行礼跪拜 这便是一位神帝老祖的排场 如今这一位老祖再度回归 一身修为 甚至还要强于以往 这让他们丝毫不敢怠慢 若西见过玄清老祖 波若西文言 对着玄清老祖 微微行了一礼 尽管对方此时的语气有些冷淡 但身为后辈 一些必要的礼数还是要做到的 当然 身为滨海神宫的公主 还有如今也是一位神帝竞强者 波若西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跪下 只是双手抱拳 朝对方攻身一礼 这也算是给祖玄清老祖面子了 你们为何不跪 看到波若西等人都行礼 只有萧晨和林一仙等人 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玄清老祖眼神微微一眯 话音有些冰冷地询问道 老祖 他们并不是滨海神宫的弟子和长老 是若西这次邀请回来的贵客 同时也是若西的夫君和姐妹 听到玄清老祖的问话 波若西的眉头微微一皱 当即抬起头开口解释道 似乎怕说慢了一点 身旁的萧晨会生气 你说什么 夫君 你有夫君了 玄清老祖文言面色一变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对方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在最后 更是忍不住再确定一遍 而在玄州上 刚降落到广场上的冷千愁 神情在这一刻也变得冰冷 话音淡漠地对玄清老祖道 你不是说 他是完毕之身 还尚未婚配吗 这一句话 让玄清老祖的身子微微一颤 目光当即有些怒不可遏地看着波若西 波若西 你不是曾言 此生要追寻天地大道 带领滨海神宫左向辉煌 不会与任何男子有染吗 怎么本座才离开一段时间 你竟然就何也男人有染了 随着这番话落下 周围众人面色一变 波若西则是神情冰冷地抬起头 玄清 我记你是滨海神宫的老祖 才这般客气地跟你说话 但你不要搞不清状况 第一 本宫虽然是你的后辈 但也是滨海神宫的公主 并不是任你百步的傀儡 本宫想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 这都是本宫的自由 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 第二 你最好注意一下你的措辞 他是本宫的夫君 不是什么野男人 如果玄清老祖胆敢再出言不逊的话 就别怪我这个后辈 跟你不讲情面了 说到最后 一股可怕的滨寒气息 也从波若西身上爆发 这不仅让玄清老祖的瞳孔未知一缩 也让黄梅等人的神情都未知巨变 滨海神宫的公主和老祖 这是要干起来的节奏啊 你突破到神地镜了 感受到波若西身上可怕的法则波动 玄清老祖脸上忍不住露出一抹震惊 他是因为身负兵及血灵体 悟性也要远远强于同龄人 可以说是滨海神宫几十万年来 最为妖孽的人物 在卡在神军境巅峰数万年后 一次意外得到冰月神风的神经 这才侥幸突破到神地镜的 而波若西 虽然身负玄灵兵破体 但依旧要逊色他一点 所以按照玄清老祖的估计 波若西想要突破到神地镜 除非也有天大机缘出现 否则对方很难再有进展 没想到这一次回归 对方竟然突破境界了 认出我后 雅飞姐姐很兴奋 要钱没有 要人有一个 这种无赖态度 气得我就索要欠我的加薪汉堡 欠收拾 玄清老祖能突破 本宫为何不能突破 看到玄清老祖一脸震撼 波若西只是话音平淡道 好好好 不愧是本座看中的后辈 当真是让本座感到意外 只是你突然有男人这一时 着实是让本座感到失望了 说着 玄清老祖文言扫了消沉一眼 眼眸中忍不住赏过一抹寒光 接着目光又看向波若西 本座原本给你定下一门婚事 让你可以成为冷公子的侍却 从而成为冷家的核心人员 可你偏偏找了一个野男人 这不禁让本座的颜面尽失 有愧于冷家对本座的栽培 也让你失去了成为冷家核心成员的资格 但只要你废了这个男人 愿意成为冷公子身边的追随者 你依旧有进入冷家修炼的资格 随着这一番话的落下 冰晶广场上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看着玄清老祖 显然没想到 玄清老祖竟然会说出这种话 不仅要波若西 这一位滨海神宫的公主 下嫁给一位公子哥当事前 如今在得知对方有男人后 更是变相想让对方当女仆 这真的是玄清老祖 简直陌生地让他们感到害怕 让本公废掉自己的男人 成为这个小白脸的奴仆 本公倒是想知道 你失踪这些年中究竟经历了什么 竟然会变成一条如此卑微的走狗 在玄清老祖话音落下之后 波若西话音森然地冷笑道 言语之间 已经完全失去对玄清老祖的敬畏 甚至还充斥着一种嘲讽和恶心感 这让玄清老祖的面色一寒 波若西 你放肆 本座可是滨海神宫的老祖 谁允许你这么跟我讲话的 在话音如天雷滚滚回荡中 玄清老祖修为也轰然爆发 很显然 这是在觉得颜面受损后 打算要以施压人了 从辈分上 他是滨海神宫的老祖 波若西只是公主而已 岂能与他顶嘴 从修为上 他现在可是突破到神地境后期 而波若西就算是突破到神地境 也要比他若两个小境界 是怎么有勇气忤逆他的 简直是不知好歹 第594章 好一个波若西 你竟然妄想废除本座 滨海神宫先祖 曾定下宗规 凡是滨海神宫弟子 不论是杂役或者是公主 此生进入滨海神宫 便不可背叛宗门 亦不可以成为他人之奴 若有断己五谷为奴者 将会废除其身份地位 这一条宗规 你可没忘吧 面对玄清老祖的呵斥 波若西此时毫不畏惧 只是目光冰冷地盯着对方 纵使波若西的修为要弱于对方 但此时所爆发出来的气势 却能与玄清老祖分庭抗争 这让玄清老祖的瞳孔一缩 随后怒及返笑地冷声喝道 听你这话 是打算废掉我这位老祖 而在俩人言语交锋之时 黄梅等人已经被吓傻了 都是一脸的手足无措 看这情况 波若西和玄清老祖 这是要撕破脸了 公主 老祖 大家都是滨海神宫的一员 有话 闭嘴 本座让你开口了吗 就在黄梅硬着头皮开口 打算缓和一下局面之时 玄清老祖目光冰冷地扫了过来 顿时让黄梅如遭雷劈 口中忍不住喷出鲜血 整个人被一股神秘之力掀飞了出去 这一幕 让波若西的眼神变得冰寒无比 玄清 你不仅违背滨海神宫的宗旨 甚至还践踏门下长老的尊严 如此行践 已经不配留在滨海神宫 今日本宫以滨海神宫第九任公主之名 废除你滨海神宫太上长老的身份 从今以后 你与滨海神宫再无瓜葛 如果你再敢在滨海神宫内放肆 本宫势必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随着波若西这一番话 如天雷滚滚一般回荡开来 滨海神宫上下 不论是长老还是弟子 这一刻都彻底傻眼了 公主竟然要废除老祖 这一下真的是难以收场了 见我要吃嘉心汉堡 雅妃姐姐不但没有拒绝 还给我整了两根蜡烛 说烛光晚餐比较有情调 他可真的是太懂了 哈哈哈哈 好一个波若西 你竟然妄想废除 本座在滨海神宫的身份地位 听到波若西这一番话后 玄清老祖再愣了一下后 便忍不住发出一阵狂笑 本座曾身为滨海神宫第七任公主 在位期间更是长达十八万年 之后才把公主之位传给你师尊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本座甚至是你的师祖 你在本座眼里 不过是一个黄毛丫头 你有何资格 又有何能力废除本座 在最后一句话落下的同时 神帝境后期那种恐怖的威压 宛若排山倒海一般倾覆而下 似乎是想逼波若西跪下认错 这让黄梅等人的面色 变得苍白如指 完了 这一位玄清老祖 是彻底动怒了 滨海神宫这下子 真得分崩离析了 就凭她是滨海神宫的现任公主 门下有几十万人 愿意追随于她 就凭她是本公子的女人 撑腰 天塌下来 有本公子给她顶着 这个理由够了吗 就在黄梅等人面色俱变 恐怖的威压 即将碾压众人的时候 萧尘冰冷的话音 也随之响彻而起 一股更为恐怖的气势 从人群当中冲天爆发 瞬间就将玄清老祖的威压 当场击溃 这让玄清老祖面色一变 整个人也在反噬中倒卷 神 神帝境巅峰 感受到这一种难以匹敌的气势 玄清老祖惊骇的看着萧尘等人 显然没有想到 眼前这一帮人 竟然隐藏着一位神帝境巅峰强者 这可是神域的顶尖强者啊 即便是上古冷家 人族中的霸主及势力 如今也只有俩人 达到了神帝境巅峰 每一尊都是神域众生 难以匹敌的恐怖存在 难不成眼前这一帮家伙 也来自于某个古老势力 夫君 一旁的波若西 听到萧尘出口为她撑腰 脸上不禁露出一抹感动 本来让萧尘跟她一起过来滨海神宫 是想带对方见识下滨海神宫的不凡 没想到却出了这种事情 你们是何人 在心神惊骇中 玄清老祖目光阴沉的盯着萧尘等人 即便是面对一位神帝境巅峰强者 此时他身上的气势也没减弱多少 毕竟 他现在可是上古冷家的一员 是冷千愁的护道者和泄火器 在冷家有着相当高的地位 岂会怕一位神帝巅峰强者 本公子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里并不欢迎你们 你们是要自己滚出去 还是我们请你们出去 萧尘文言神情依旧淡漠 话音有些不容置疑的道 念在玄清老祖是滨海神宫老祖的份上 萧尘此时也不想将事情做得太绝了 免得让波若西背上七师灭祖的名头 当然 如果这个老女人还不识去 那他可不保证不会动手了 只是神王进巅峰的修为 却敢对一位神帝如此讲话 本公子对你们真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在萧尘话音落下后 还不等玄清老祖开口 冷千仇便笑着开口道 说完 他目光从萧尘等人中扫过 最后落在林一仙的身上 眼中闪过一道灼热的光芒 一位神帝境巅峰的绝色女子 若是能将其拿下的话 训练成他的修炼炉顶 他绝对能以更快的速度 修炼到神帝境 不过 冷千仇也没被冲风头 毕竟 一位神帝境巅峰强者 是何等的恐怖 想要将对方彻底拿下 除非冷家所有神帝都集体出动 再配以神帝兵辅助方才有可能 要知道 即便是当初身负重伤的玄清老祖 被他老爹捡到后 也是费了好大的一番功夫 才慢慢将其驯服 并种下奴硬 最后转手 给他当护道者兼炉顶的 而眼前这一位白发紫衣女子 修为已经达到了神帝境巅峰 跟以往的玄清老祖 可不是一个档次的 看来 你们是不打算走了 听到冷千愁这悠然自得的话语 似乎还没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萧尘露出一抹森然的笑容 抬手对林一仙打了个手势 给他们一点教训 让他们认清现实 随着萧尘这一句话回荡开来 林一仙此时也轰然爆发修为 令得冷千愁和玄清老祖的神情 都未知一变 第595章 现在你们想要离开 就得付出一些代价 你岂敢 看到萧尘让林一仙直接动手 玄清老祖和冷千愁暴和一声 显然都不敢相信 萧尘竟然敢对他们动手 他们可是上古冷家 神域的霸主及势力 这些家伙是怎么有胆子的 是不知道冷家的恐怖 还是不惧怕上古冷家 短短一瞬间 玄清老祖和冷千愁的脑海中 闪过各种念头 前者在这一刻也是毫不示弱 当即爆发修为影响了林一仙 轰隆 刹那之间 随着两大神帝的碰撞 兵经广场上爆发轰鸣 恐怖的能量冲击在虚空中肆虐开来 令得波若西和黄梅等人的面色一变 一个个连忙爆发修为 抵挡冲击余波 护住滨海神功 而在这种交锋中 只有神帝近后期的玄清老祖 自然不可能是林一仙的对手 在碰撞中被林一仙一掌拍飞出去 浑身气血翻滚不已 喉咙中忍不住一甜 一口溺血当场喷了出来 你竟然是毒系强者 看着林一仙浑身散发着骇人的毒系 天毒之力沾染到神体后 竟然冒出一阵阵青烟 玄清老祖一脸毛骨悚然地看着林一仙 毒系 在三千大道中比较偏门 尽管修炼毒系之力 会让自己变得比一般强者更可怕 但同样也得承受剧毒带来的反噬 所以 在神域星空中 除非是天生就拥有毒系体质 可以承受得住独立反噬之外 几乎没有强者愿意修炼毒道 眼前这个女人 不仅修炼毒系之力 还修炼到神帝境巅峰 这在神域中 简直就是举世罕见 第二天我要离去 雅非姐姐还让我抛个温泉再走 说她现在手头紧 要钱拿不出来 欢迎我 下次继续来讨债 这 你是谁 神域中除了北域以外 还没有人能将毒道 修炼到神帝境巅峰 莫非 你是北域邪教之人 在内心感到惊骇中 玄清老祖话音凝重地 对着林一仙低喝倒 倘若眼前这个女人 是北域邪教的强者 那这里可就危险了 林一仙闻也没有回话 不过在听到北域邪教之时 她的神情明显变得更为森冷 修为爆发间 抓向了玄清老祖 恐怖的天独之力 在虚空中 凝聚成一只森罗毒爪 这让玄清老祖的面色 为之巨变 你们确定要跟冷家为敌 在话音嘶吼中 玄清老祖将修为爆发到极致 一尊恐怖的冰凤虚影 浮现在身后 随后跟那一只独爪碰撞在一起 轰鸣声再次滔天乍响 那一尊冰凤被独爪当场轰暴 玄清老祖口中喷出一口溺血 整个人砸在那一艘神帝级的玄舟上 险些将这一艘玄舟给砸出一个大坑 朋友 我们这就离去 快让这一位仙子停手 看到玄清老祖仅仅两个照面 就被林一仙给的打伤了 冷千愁此时也清醒了一点 当即对着肖臣大声喝道 一位神帝竟巅峰强者 若是真的想宰了他们绝对可以将他们团灭 为了出一时风头把小命搭进去了 这绝对是很不明智的行为 夫君 看到玄清老祖被打伤 还有黄梅等人一脸惶恐 波若西在此时欲言又止 不管怎么说 玄清老祖曾经对于滨海神宫也有过功绩 曾多次在滨海神宫遇到危机时挺身而出 尽管现在这一位老祖已经成为冷家的仆从 但波若西还是不想因为一点矛盾 就直接想要玄清老祖的小命 如此做法一旦传开了 滨海神宫将会人心惶惶 不少弟子长老都会心寒 萧尘也看出了波若西的顾虑 当即示意玄一仙暂且停下手 随后目光淡漠地看向冷千仇 刚才让你们离开 你们非要找存在感 现在你们想要离开 就得付出一些代价 随着这两句话落下 玄清老祖面色一变 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不过在对上玄一仙那冰冷的眼神后 他面色变换一下 最终没有开口说话 而冷千仇文言同样面色变换 深吸一口气后 他沉声询问道 不知阁下 想要我们付出什么代价 这一刻 冷千仇已经有些服软了 毕竟 此地距离冷家无比遥远 如果真的跟萧尘等人彻底撕破脸 对方丝毫不顾忌 冷家想要他的命 就算是族中那两位老祖 也来不及救援 到时他真就死得不明不白了 他可是冷家十万年来 最为妖孽之人 可不想因为一点矛盾 就让人给宰了 把你们身上的东西全都留下 本公子可以让你们安然离开 萧尘文言淡漠一笑 话音森然地回答道 此话一出 让冷千仇和玄清老祖的面色巨变 什么 留下所有东西 阁下不觉得你这个要求 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吗 在努力压制住自身的情绪中 冷千仇冷着一张脸开口说道 作为冷家的弟子 身上自然有不少好东西 而这些可都是他的底蕴 就这么交出去的话 简直就是在割他的心头肉 玄清老祖文言面色冰寒 拳头在这一刻死死紧握 看起来也在强忍着怒意 机会只有这一次 如果你们不想交的话 那本公子只好对你们痛下杀手了 萧尘文言神情依旧淡漠 这种风轻云淡的样子让冷千仇的眼皮直跳 阁下就不担心冷家的报复吗 听到冷千仇这句话 萧尘只是冷冷说道 本公子的耐心有限 如果舍不得这些身外之物 那就留下你们的小命吧 随着这一句的落下 萧尘抬手轻轻一挥 林一仙再度爆发修为 令得冷千仇和玄清老祖一阵头皮发麻 我们叫 就在林一仙要再次动手的时候 冷千仇一脸憋屈地说出这句话 随后取下手上的戒指 挥手间将其交给萧尘 玄清老祖的面色变换一下 也交出了自己的储物那件 我们走 做完这一切后 冷千仇冷哼一声 便带着玄清老祖 还有那几位侍女 准备乘坐那一艘神帝级玄州离开 慢着 这一艘玄州 你们也得留下 就在冷千仇等人刚要动身之时 萧尘的话音也再一次响彻而起 让冷千仇忍不住转过身来 脸色阴沉的都快滴出水了 阁下 凡是刘一县 日后好相见 有些事情还是适可而止 倘若太贪得无厌 最后自己也得付出惨痛的代价 是泥人还有三分火气 把自己的身家交出去 这已经是大出血了 倘若再交出这一艘玄州 此次的损失将难以估量 第596章 波若西 这是找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当夫君 凡是刘一县 听到冷千仇的话语 萧尘冷笑着抬起头 本公子留你们一命 已经是天大的恩德 你确定要为了这一艘玄州 让本公子改变主意 但莫的话音回荡在天地间 让冷千仇的面色变得有些难看 他竟然在萧尘的身上 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此人 虽然修为比他弱很多 但气度上却要强于他 这让他有些难以接受 想要本公子交出这一艘玄州也行 我把修为压制在神王境巅峰 只要你能战胜本公子 这艘玄州 我可以留下 可要是本公子赢了 你让我们一行人离开这里 并且这一艘玄州 我要带走 在深吸一口气后 冷千仇目光灼灼地盯着萧尘 身上也爆发出一股汹汹战意 现在 他们只是忌惮灵一仙 才会不得已如此憋屈 若是能以赌斗赢了对方 他或许能挽回一点颜面 还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 你对你的实力很有自信 听到冷千仇这一番话后 萧尘脸上露出一抹诧异 也没想到 对方还敢跟他提这种条件 你就说 你敢不敢应战 冷千仇文言踏出一步 浑身气势也轰然爆发 身为冷家十万年来最为妖孽的弟子 他修炼这么多年来 很少有败迹出现 同等级别中 除了其他几个同为顶尖势力的妖孽弟子 其他神军进强者 基本没有能与他匹敌的 这也是他敢向萧尘挑战的底气 如果对方不敢应战 心中便会因为胆怯而留下一丝破绽 等到突破境界时 有可能会诱发心魔 要是应战 对方败给他以后 只要他手下留情 对方也不好让身边的强者动手 只能乖乖地放他们一行人离开 等待日后再次挑战他 破除心中留下的阴影 这便是他的目的 既然你想诚心找虐 那本公子就成全你 看到冷千仇气势如虹 萧尘冷笑着悬浮而起 目光平静地盯着冷千仇 这家伙本可以无伤地离开这里 现在却是想被他打一顿再离开 还真的是有构建的 从雅菲姐家里出来后 本想去比比东学姐 哪里坐一下车检保养 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云云学姐 车子当场抛锚了 出手吧 你只达到神王境巅峰 本公子却达到神军境 我不想占你的便宜 听到萧尘的话音 冷千瞅眼神一宁 随手结出一道硬诀 将修为封印在神王境巅峰 话音冷傲地对着萧尘说道 正常来说 修为达到更高的境界 即便是将修为封印在低等境界 自身对于法则的领悟和运用 也要胜过刚踏入那个境界的时候 所以让萧尘先出手 是不想太胜之不武 那便速战速决吧 萧尘文言只是淡淡一笑 没有在这种事情上纠结 随着话音回荡在天地间 混沌神力当即横扫天地 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神通招式 萧尘抬手对着冷千仇轰出一拳 混沌神力在身后演化六道轮回 恐怖的异象在天地间浮现出 亿万万生灵在轮回中不断挣扎 一种毁天灭地的气息 让其他人的面色巨变 好恐怖的一拳 这真的是神王进强者 所能爆发出来的攻击 感受到萧尘这一拳的恐怖 玄清老祖和黄梅等人 都是一脸难以置信 他们在神王进巅峰之时 绝对打不出这种攻击的 如此波动 已经能堪比一些 神军进强者 所爆发出来的攻击 眼前这一位公子哥 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妖念 兵即幻灭 看到萧尘这一拳 冷千仇也是被吓了一跳 瞬间将修为催动到极致 绚丽的冰蓝光芒 弥漫整片天地 恐怖的寒意 如同要冰封全世界 各种冰晶魔兽虚影 不断在虚空中幻灭 伴随着这一拳 对着萧尘猛的轻腹而下 这一招是神帝级神通 是冷千仇目前掌握的最强神通 但他现在也只修炼到入门层次 可即便如此 这一招神通全力施展出来后 哪怕他将修为封印在神王境巅峰 也足以硬汉一些神军境强者了 轰隆 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 两道攻击宛若会心一般碰撞在一起 轰鸣声煞时间震动整个滨海神功 毁灭性的冲击在虚空不断肆虐而开 好在有波若西数手 这种冲击并未真正的席卷而开 只是被限制在兵晶广场的上空 而在封道中心 冷千仇跟萧尘对轰在一起 瞳孔在这一瞬间收缩到极致 但下一刻又急速放大起来 整个人如同见鬼一般 不 不可能 感受到自己的神通在急速崩溃 一股恐怖的距离排山倒海的袭来 冷千仇面色扭曲的大吼道 眼前这家伙对于法则之力的运用 还有神缘的品质和精纯程度 都不是他能与之匹敌的 这家伙究竟是谁 竟然比他这一位冷家十万年来难得一见的妖孽 还要更加妖孽 不过还没等冷千仇惊骇多久 他所凝聚的神通当场破灭 手臂在此时爆发一阵血污 整个人被消沉一拳轰飞了出去 在这种恐怖的冲击 冷千仇本能地解开封印 修为瞬间暴涨到神军镜 这才没有在这种攻击中受到重创 但整个人已经被彻底惊呆在原地 任由周围肆虐的风暴冲击 不断轰在他强大的身体上 我败了 我竟然被人一招击败了 看着右手臂的血肉裂开 神血不断顺着手臂滴落 冷千仇的面色惨白如指 若不是又手臂上不断传来剧痛 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他修炼了三千多年 击败了不知道多少位同级妖念 但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 在修为压制在低境界的情况下 竟然会被低境界之人一招击败 这对他的打击简直可想而知 而周围其他人 除了波若西和彩燕等人之外 像玄清老祖和冷千仇的侍女 在这一刻都集体傻眼了 冷千仇的战力究竟有多妖念 他们这些人可谓是知根知底 哪怕是玄清老祖 在将修为压制到神王境巅峰的情况下 想胜过冷千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眼前这一位公子哥 竟然一招就击败冷千仇 波若西 这是找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当夫君 还要继续吗 在冷千仇和玄清老祖等人 怀疑人生的时候 萧尘淡漠地看着冷千仇 话音平静地询问了一句 如果对方输不起的话 他也不介意改变主意 直接送这一行人上路 第597章 萧公子这一位红颜 还真的是胆大包天 本公子不是输不起之人 既然你赢了 那一艘玄州就归你了 不过给我一些食人 我一定会把他从你手里赢回来的 听到萧尘的话语 冷千仇收敛气息 话音有些复杂地说道 说完 冷千仇也没有在这里停留 身形化为流光 便冲出苍蓝剑 玄清老祖等人见状 都没有在这里停留 身形同样化为流光 跟上冷千仇 临走前 玄清老祖 目光深深地看了萧尘和波若西一眼 眼中闪过一抹复杂 哇 主人好棒 哪怕是面对神域顶尖的妖孽添娇 也可以毫不费力地一拳将其击败 有如此强大的主人 萧兰不奖励一下的话 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在冷千仇等人刚离去之时 萧兰顿时像个小迷妹一样发出惊呼 随后又扑到萧尘的怀抱中磨蹭起来 这让黄梅等人都有些傻眼了 竟然当着波若西的面 跟萧公子如此亲密 也不怕对方会生气 萧尘见状也是满脸无奈 当真的是一有机会就想要作妖 这究竟是什么品种的世界之灵 夫君 就这样放他们离去 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对于萧兰的作妖 彩烟等人都没有在意 只是话音低沉地问道 以往 萧尘对于招惹她的人 基本都是赶尽杀绝的 这一次 只是收缴了冷千仇等人的身家 并没有要了这一行人的小命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人词 不过他们有些担心 若是这位公子哥 和玄清老祖怀奋在心 只怕日后对他们来说 会有不小的麻烦 我们跟他们之间并无生死大仇 而玄清现在虽然成为他人奴仆 但曾经毕竟是滨海神工的老祖 念在这一个情分下 我们没把事情做得太绝 他们自然也不会不失去 若不然 刚才那位冷公子 就不会想跟我较量 这不过 是在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萧尘文言摆了摆手 有些不在意的说道 如果没有刚才那场较量 他强行从冷千丑手中 夺走那一艘玄舟和诸多宝物 这会让对方感觉是一种奇耻大辱 并且也会因为这件事而怀恨在心 但加入这一场比试 情况就有些变味了 对方被他一招击败 从某种程度上会输得心服口服 也会认为这玄舟被抢走的 而是自己既不如人输走的 这样去想的话 对方内心只会感到有些挫败 还有将他视为要战胜的目标 基本也不会想动用家族之力 而是想靠自己堂堂正正地击败他 这也是萧辰 刚才为何会答应冷千丑较量的原因 算是在某种程度上避免矛盾的激化 毕竟 滨海神宫是波若西统治的势力 而他不可能时刻都守护在这里 所以 萧辰不想因为自己 让滨海神宫面临有被灭门的风险 彩炎等人闻言 也觉得萧辰言之有理 刚才冷千丑离去 确实只是感到很颓败和心有不甘 但身上并没有怨恨之意和杀气 波若西更是满脸感动地看着萧辰 今日若不是萧辰给他撑腰 只怕他也没办法如此应急 看到我车子抛锚 云云学姐说 肯定是我不经常开车 这车子都快生锈了 必须加点油润一下 刚好他能帮忙 这 好了 既然这麻烦是处理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入席 该奏乐的奏乐 该接着舞的接着舞 看到波若西一脸感动 萧辰干咳一声开口道 这让萧兰面露古怪 随后眼珠子一转 有些兴奋地说道 主人 我明白你这话的真正含义了 你想让兵女在宴席上跳舞吧 呜呜呜 不愧是主人 一眼就看出来 兵女这容颜和身段 很适合翩翩起舞 等下再穿一件超薄的青纱薄裙 呜呜 那画面简直不敢想象 听到萧兰这一番话 众人当场就惊呆了 黄梅等人 更是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称呼波若西为兵女就算了 还想要对方在宴席上起舞 萧公子这一位红颜 还真的是胆大包天 也不怕被他们公主狠狠教训一番 你是不是忘了 这里是苍蓝界 并不是苍蓝界 本宫若想要收拾你 只是抬抬手的事情 果然 在黄梅等人念头落下的时候 波若西目光不善地盯着萧兰 对于这一位经常气她的好姐妹 她可是想揍一顿 想了好多次了 你凶什么凶 我只是将主人的话翻译一下而已 主人就是想看你穿青纱翩翩翩起舞 你该不会连这点都不满足主人吧 看到波若西凶狠的样子 萧兰立马躲在萧尘身后 探出脑袋鬼头鬼脑的道 这情形 真的把波若西气得牙痒痒的 而萧尘文言则是陷入了沉思 随后抬手摸了摸下巴 眼神也变得有些贼亮 有一说一 萧兰这个提议似乎很不错 这么久以来 不管是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还是现在这一位波波公主 他们虽然都有进行过深入的了解 但好像还没看过众女起舞的样子 瞪着我干嘛 你看出主人这种表情 她好像很想看的样子 就在萧尘脑补一下画面 嘴角忍不住微微扬起时 萧兰健壮趾高气扬的说道 不过她话语还没说完 就被回过神来的萧尘 拉过来狠狠教训两下 真的是 明明自己也很好奇 非要说是她很想看 这妮子简直是欠收拾 夫君 你真的想看 波若西健壮 神情微微一正 接着脸上露出一抹柔和 话音有些羞涩的询问 这种样子 差点让黄梅等人的眼珠子 都瞪出来了 卧槽 他们从来还没见过 波若西能这么温柔 果然只有在自己爱人的面前 这位清冷的公主大人 才会露出柔情的一面 嗨嗨 说不详肯定是假的 以若西你的容颜和身姿 再搭配一段优美的舞姿 应该能弥死人不偿命的 萧尘文言干咳一声 当即厚着脸皮说道 反正都快老夫老妻了 也犯不着不好意思的 听到萧尘这话 波若西嘴角微微 扬起一抹弧度 随后目光柔和的 看着萧尘说道 既然夫君想看 那若西晚些换身衣服 亲自为夫君捂上一顿 我 我也要看 波若西的话音刚刚落下 萧兰就兴奋的大叫起来 萧尘也是有些激动 不过在下一刻 她就感受到 后背有一股凉意 似乎有好几道目光 正在悠悠的盯着她 夫君 你就只是想看若西姐姐起舞 不想看我们几个为你起舞吗 在萧尘感觉不妙中 彩燕那又冷忧郁的话音 也在她的耳边悠悠响起 第598章 好 只要你们敢跳 夫君我就敢给 听到彩燕这一句话 萧尘神情微微一将 倒是忘了 身边还有其他角色佳人呢 哈哈 若西的身姿确实适合起舞 但你们一个个也不相伯仲 若是诸位夫人不介意的话 夫君自然也想看你们起舞 萧尘毕竟是见识过场面的 神情微微一将后便回过神 连忙说出一番好话 哄住这几位姑奶奶 算你识相 彩燕文言翻了一个白眼 也没揪住此事不依不饶 只是嘴角微微一掀 舔了舔嘴唇说道 要不 趁着夫君有兴致 我们这帮姐妹 轮流为夫君献上一舞 当然 夫君事后 也要好好地犒劳我们 最好是给我们美人 一大波奖励 不知夫君和其他姐妹 觉得如何 在彩燕这番话落下后 萧尘的神情忍不住一愣 而周围其他人 一个个眼眸都为之一亮 这个建议倒是不错 又能让自己在萧尘面前 尽情展现身姿 事后还可以得到 萧尘一波大大的奖励 比起以往枯燥的修炼 倒是平添了一点乐趣 彩燕姐姐的提议很不错 就是不知道夫君 能不能满足了 在彩燕话音落下后 火灵机露出一抹妩媚的笑容 随后有些风情万种地开口道 他拥有火媚体 以往在火家 平时自己一个人修炼后 也会在无人处练习武资 而自从跟了萧尘之后 因为忙于修炼 不想修为被落下太多 倒是淡忘了这门宫底 现在有机会可以展现出来 给自己的男人看 他倒是很有干劲 这个 得看你们要什么奖励了 萧尘文言装傻充愣 有些明知故问的道 我们想要什么奖励 夫君你还不会懂吗 在萧尘话音落下后 江丽也是不甘示弱 在一旁魅惑地说道 这让芸汐还有慕容清雪 这些人生阅历比较浅的 脸上都浮现出一抹修红 当然 也还有一抹期待 而萧尘健壮 则是一阵头皮发麻 卧槽 每一个都要一大波奖励 家底很容易就被掏空的 想要补回来 不知道得多久 好 只要你们敢跳 夫君我就敢给 不论什么奖励 只要我拿得出 统统都没问题 在念头转动之时 萧尘也没有退缩 当即大笑着说道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 就是要洒脱一辈子 如果有一天真顶不住了 大不了就是人死鸟朝天 随着这两句话落下 萧尘当即大手一挥 一行人进入到冰京大殿内 开始这一场歌舞酒席盛宴 黄梅等人在款待敬酒一番后 一个个也都很时序地退下了 尽管他们这些长老都是女的 但他们毕竟不是萧尘的女人 有何德何能留下来 欣赏这一场 足以羡慕死万千帝皇的歌舞盛宴 另外一边 冷千丑等人在飞苍蓝界后 突然在星空中停了下来 接着转过身盯着这方世界 这让玄清老祖感到心神一领 公子 是想要请动家族老祖 来覆灭这方大千世界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冷千丑的面色一冷 目光看向玄清老祖 在你眼中 本公子是输不起之人吗 森然的话音 让玄清老祖面色一变 连忙收敛气息 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玄清不敢 他的生死 被冷家父子所掌控 即便他能随手拍死冷千丑 但也不敢忤逆这位小主人 当然 也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在这近一万多年中 他已经接受了冷家父子 潜移默化地将其自己 视为是冷家之人 自然也不会去忤逆对方 接下来 尽可能地收集这一行人的信息 特别有关那一位公子哥的情报 下一次见面 本公子一定会亲手击败他 让他成为本公子的追随者 看着下方的苍蓝界 冷千丑话音淡漠道 似乎这一次的挫败 只是让他变得更加强大的垫脚石 另外 如果我父亲他们问起 就说这一次 是我一时自大跟别人赌斗 才会将兵集宣舟输了出去 其他不该说的 别说太多 听到冷千丑的话语 玄清老祖身子一颤 脸上不由得露出一抹感激 这一次 之所以会有这种麻烦事 是他想将波若西介绍给冷千丑 让滨海神功也能攀上上古冷家 只是没想到 波若西已经有男人了 换句话说 今日之事都是因为他而起 如果让冷奥风知道这件事情 只怕他也会受到狠狠的惩罚 不过 你可别高兴得太早 这次本公子因为你损失惨重 接下来 你必须接受本公子的惩罚 将本公子的损失弥补回来 在玄清老祖感到庆幸的时候 冷千丑有些不容拒绝地说道 这两句话 让玄清老祖身子微微一颤 脸上不由地露出一抹苦笑 但仔细看 似乎又有一丝期待 在这一番交代过后 冷千愁一行人 也没有在虚空中逗留 都化为一道流光 消失在神域星空中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滨海神宫内的歌舞九席 只持续了整整三天时间 而在这三天内 萧尘荡真是忙前忙后 眼花缭乱 七上八下的 甚至还要送出一大波奖励 差一点就把家底给掏空了 不过这一次 他总算明白了 为何帝皇短命 有一帮霍国殃民的角色家人 翩翩起舞 就算玉皇大帝看了 也会忍不住犯迷糊 一脸疲惫的盘腿坐下后 萧尘没有理会采烟等人 当即清点和回收冷千愁等人的物品 这一清点倒是把他给惊讶到了 冷千愁和玄青老祖俩人的全部身家 竟然让他收获了46亿点神渊点 简直都快比得上天眼皇室所有的底蕴了 而再加上波若西交给他的一些宝物 还有之前存留下来的一些身家 神渊点达到了惊人的67亿 虽然还比不上之前 但也是相差不远了 又可以提升自身的底蕴了 看着属性面板上一连串数字 萧尘的目光忍不住闪烁起来 在沉思一下后 萧尘反手掏出来一尊卢顶 正是神王级的大荒炼神顶 不过这一次 萧尘并不是要单纯的提升这一尊卢顶 而是融合自身精血和诸多神奇材料 重新祭炼这一尊卢顶 将其祭炼成一尊能功能手 甚至能炼化诸天万物的混沌炼神顶 如果他脑海中的想法可以行得通的话 他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突破到神帝境 第599章 好好好 少不了你们的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从系统空间内取出一大堆材料 随后便对系统下达了合成升级指令 叮 系统已扣出25亿点神远点 正在为宿主合成眼前所有材料 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 一阵白光也随之闪耀而起 刹那之间 冰晶大殿内爆发出一阵恐怖的威压 让原本趴在大床上的彩烟等人 都浑身一个机灵猛地坐了起来 好恐怖的威压 夫君这事 又祭练出一尊极品神帝兵 看着悬浮在萧尘眼前 散发混沌光芒的荒顶 一枚枚神秘的符文 如同蕴含着本源大道 宛若一只只蝴蝶 一般在荒顶周围飞舞 这一幕 让波若西等人的心神为之震撼 虽然早已经知道 萧尘的手段强大到惊世骇俗 但极品神帝兵说锻造就锻造 依旧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冲击 终于成了 萧尘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 原本大荒炼神顶 就能炼化万物生灵的血肉 将其提炼成精纯的荒谷射立子 让人轻易的炼化吸收 从而加速修为的突破 而现在 随着这一尊荒顶 晋升为混沌炼神顶 不仅保留了这种特殊的炼化能力 甚至还在原有的基础上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蜕变 不仅可以炼化万物生灵的血肉精华 还可以熔炼各种天才地宝 甚至是神兵阵盘等诸多材料 简单点来说 只要该物品里面蕴含有能量 都可以被混沌炼神顶提炼出来 随后将这些能量提炼成精纯的混沌之力 可以让任何生灵吸收炼化 当然 也可以作为核心能源 储存在混沌炼神顶中 让其爆发出莫大的威力 试一试效果 在念头落在之时 萧尘从系统空间内取出一些残兵神药 随后一股脑将其丢入到混沌炼神顶中 下一刻 伴随着一阵混沌火焰从荒顶中燃烧而起 里面的神药和残兵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能量不断被提炼出来 至于材料的本身则是化为了残渣 掉落在混沌炼神顶的下方 随着萧尘手中结出一道硬绝 混沌炼神顶爆发出一阵轰鸣 混沌火焰不断地挤压 充斥在里面的精纯能量 也被萧尘祭炼成射粒子 随后如同丹药一般飘出来 静静地悬浮在萧尘的眼前散发着可怕的能量波动 好精纯好高级的能量 看到眼前悬浮的射粒子 采烟和波若西等人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一抹金融 内心甚至是涌现出一抹渴望 似乎只要能吞下这一颗射粒子 就能让他们的修为提升一大截 这种情况 只出现在神木古墟内 他们接受传承的时候 那些神帝静强者遗留下来的神源精华 就对他们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没想到萧尘炼制出来的射粒子 竟然也能让他们产生这种渴望 看到我很不解 云云学姐解释说 车子保养是一门行为艺术 有的时候穿的正式一点 也是一种新的体验 这 这是混沌射粒子 以这尊混沌炼神鼎为根源 将世间万物炼化成混沌 只保留最为精纯的能量 可以让任何属性的生灵吞噬炼化 并且事后也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在彩烟等人感到不可思议之时 萧尘利用系统鉴定能力 鉴定完这一颗射粒子后 便淡笑着对众女解释道 说完 萧尘只是抬手轻轻一推 射粒子便悬浮在云西的身前 尝一下 听到萧尘温许的话音 云西没有任何的迟疑 在脸色微微一红后 便吞下这颗射粒子 下一刻 随着射粒子在体内化开 云西的瞳孔忍不住瞪大 脑袋上两只兔耳朵也竖了起来 一股强悍的能量波动 从她的身上轰然爆发 云西的修为 直接从神王境后期突破到神王境巅峰 这一幕让彩炎等人都忍不住瞪大双眼 要知道 云西因为修炼尚浅 之前即便是继承了神帝传承 修为也只达到神王境中期 渡劫后才稳固在神王境后期 想要突破到神王境巅峰 哪怕有神帝境传承打底 起码还得再修炼上百年 可现在 一颗混沌射粒子吞下去 修为搜的一下就突破了 直接省去了上百年苦修 这玩意未免也有些太变态了吧 主人 我也要 在内心感到一阵震撼后 萧兰一脸渴望地打叫道 这种设例子 如果她可以多吞噬一些的话 说不定就可以打破修为瓶颈 成为神帝境初期的世界之灵 到时候 就算她又不小心气到兵女 也不用怕被这个女人揍了 而彩炎和柳若仙等人 虽然都没有开口索要 但眼神中也都充满了一丝渴望 就如同这几天 他们在翩翩起舞后 像萧辰索要奖励之时的那种眼神 好好好 少不了你们的 看到萧兰眼巴巴地趴到她身上 萧辰一脸宠溺地摸了摸对方 随后抬起头 看了彩炎等人一眼 接下来 我会练制出一批混沌舍粒子 帮你们将修为提升到神军境 这一段时间 我们就先留在滨海神宫内闭关修炼 当你们突破修为 适应当前的力量 再到其他星界闯荡了 有这尊混沌炼神鼎的辅助 加上她手上还有诸多材料 让彩炎和柳若仙等人在一年内 修为突破到神军境 完全没问题 当然 她还有一个更为疯狂的想法 就是想要利用这一尊混沌炼神鼎 熔炼神木古墟内 剩余的神源传承 原本 她是打算利用这些传承 培养出三千位神帝强者 但现在想一想 培养一下自己身边的女人 还有亲朋好友和部分手下 这就已经够多了 搞太多传承者出来 资源也会供应不上 并且 这些人的突破 都跟不上她的脚步 倒不如将大部分神源 都熔炼成射粒子 让她和身边的女人 快速突破到神帝境 这样发挥出来的作用更大 当然 这一切 还得他们的修为 先突破到神军境 若不然 将诸多神帝境强者的神源 熔炼在一起 所炼制出来的射粒子 也不是他们能承受的 随着这个念头的落下 肖成便开启新一轮的闭关修炼 外面的事物 暂且交给波若西和林依仙处理 而她则是准备冲击神军境 之后再帮助采烟等人突破 第六百章 修为突破神军境 星空谷地路开启 眨眼之间 又是一年时间过去了 这一年中 肖成本以为冷家会来找麻烦 没想到苍蓝界却是静悄悄的 看来这一位冷公子 倒也不是特别的愚蠢 而在这一年中 肖成的修为 顺利地突破到神军境 渡截后 更是达到了神军境中期 只差一步 就能突破到神军境后期 如此进度 绝对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还有采烟等人 在她倾尽全力的培养下 一个个也突破到神军境 尽管从战力上而言 还没办法与她相比 但起码在修为上 已经跟上她的脚步 这让众女欣喜不已 当然 最开心的 莫过于萧兰了 在萧尘将神木古墟中的一部分神员 炼制成一批神帝级的混沌设立子后 萧兰也借此机会 突破到神帝境 并且一有机会 就去找波若西切磋 只是一开始 被波若西收拾的老惨 但随着后面熟悉了修为境界 萧兰慢慢跟波若西不分上下 气得波若西有些咬牙切齿的 最终只能用美人计 让萧尘来收拾对方 这倒是让萧尘 有些乐此不疲的 而在这一年中 萧尘每个月都有进行随机回收 本以为又会捡到哪个 国色天香的女帝 没想到这个系统 就像是性情大变一样 这一年中 都没有再捡到女帝了 只有一些残兵 镇盘 神药 秘宝之类的东西 好在有几样品级倒是不低 竟然达到了惊人的神帝级 倒是让她的身家翻了好几倍 哈哈 主人 我终于胜过兵女一招办事了 快点给我来一波大大低奖励 在萧尘感慨这一年时光燃燃时 随着一道兴高采烈的话音响起 萧兰如同鬼魅一般 扑进萧尘的怀中 接着趴在萧尘胸膛上 使劲磨蹭起来 这让萧尘感到很无奈 即便是过去一年时间 萧兰还是如此有干劲 不过萧兰现在能胜过波若西一招办事 这倒是让她感到有些意外 还真不愧是世界之灵 天生对于法则的运用 确实要远超万族生灵 哼 不过是用了一点小伎俩 才能让本宫有防不胜防 下一次 这种伎俩可不好使了 在萧兰索要奖励的时候 波若西身形也服下出 冷哼一声有些傲娇的道 这让萧兰一下子就露出得意之色 这叫兵不厌诈 你可是活了十几万年 要是连这一点都不懂 以后被人因了多不好 听到萧兰这老气横秋的话音 波若西的嘴角微微抽搐一下 险些又忍不住想要暴打对方 行了行了 都别争了 收拾一下 我们准备回苍兰界了 感受到气氛变得有些不对劲 萧尘当即摆了白手转移话题 傅君 我们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听到萧尘的话语 在大殿中的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一个个都神情诧异的看了过来 一年时间 对于凡人来说是不短的时光 但对于他们来说根本是微不足道 毕竟 他们现在都突破到神君境了 寿源动辄都是几十万年起步 相比之下一年时光真的是太短暂了 嗯 你们的修为突破到神君境了 但天邪他们都还只是神王境 总得回去帮他们提升一下 若不然 接下来等我们都进入神域中心 苍蓝界没有强者镇守也很麻烦 萧尘文言笑着说道 虽说天眼界还有一个杨奎峰 修为已经达到了神帝境初期 但对方现在是天眼界之主 需要镇守和管理整个星界 无法每时每刻关注苍蓝界 所以还是要有几位神君镇守苍蓝界才会比较稳妥一点 毕竟那可是她的故乡 也是萧兰的本体 刚招架完云云学姐 没想到云西学姐就来了 说我当老板经常矿工 原来是上门来慰问了 但不叫上她很过分 我 我 主人真好 听到萧尘的话语 萧兰顿时一阵感动 抬头亲了对方一下 双眼立马变得水汪汪的 似乎在说 既然这么关心我 那就送点温暖吧 富军 我还得留下来 处理一下事物 在萧兰话音落下后 波若西轻叹一声道 现如今 滨海神工大量中流砥柱陨陨落 尽管她这一年已经稳住局面 但还得亲自挑选出一批可靠的强者进行培养 这可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得了的 无妨 现在两届已经构建出空间传送阵 我们想要过来也不用了太久时间 萧尘文言摆了摆手 丝毫不担心地说道 波若西文言目光闪烁 随后也露出一抹示然 以她拥有神地静修为 哪怕没有空间传送阵法 想要前往苍蓝界也不过短短几日时间 倒不用操心什么 接着在简单交代一番后 萧尘一行人便准备离去 可就在这时 虚空中突然爆发一阵轰鸣 如同木骨沉重一般 响彻整个星空 让萧尘和波若西等人猛地抬起头 什么情况 嫡系 感受到星空中传来一阵恐怖威压 萧尘和波若西等人还以为是嫡系 但在抬头看过去后 才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只见苍蓝界的虚空风云变幻 隐约之间可以看到一座天门 屹立在苍蓝界的万里虚空上 天门的另外一边无法看清 只能看到有一层迷雾笼罩 但从里面溢散出来的气息波动 却有着一种苍茫和古老的感觉 这是星空古地路 怎么可能 现在距离上一次开启 应该还不百万年才对 怎么这一次会提前开启了 在萧尘等人感到疑惑不解之时 波若西看着这一座古老的天门 脸上不由地露出一抹难以置信 天门 这是什么 听到波若西的惊呼 萧尘和彩岩等人都一脸疑惑地看了过来 难不成 是某个古老的星空秘境 天门 根据滨海神宫历代老祖记载 这是神域星空意志凝练出的空间卫面之门 连接着一个隐秘于神域星空中的古老秘境 里面拥有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 还有上古时期诸多神帝的传承 不论哪一位强者得到传承 都可以轻松突破到神帝境 所以也被誉为星空古地路 但这一处星空秘境极为神秘 只能让神军镜强者进入其中 每次开启后都会沉寂百万年 根据滨海神宫先祖的记载 上一次星空古地路开启 明明是在九十三万年前 怎么这一次会提前七万年开启星空古地路 在萧尘话音落下后 波若西深吸一口气 向对方说明了一切 这让萧尘的眼神骤然一鸣 第601章 藏有神域星空的起源之谜 星空古地路 萧尘文言忍不住呢喃一句 脸上也露出一抹惊讶之色 没想到在神域星空中 竟然还有这一种秘境 倒是跟神木古虚有点类似 星空古地路内可没有那么简单 根据滨海神宫古籍上所记载的 星空古地路内充满了各种危机 每一次开启 凡是进入里面的强者 最少都会死上九成多 若不是对于自身的实力无比自信 或者是在神军境中已经无缘突破 其他神军境强者都不敢进入其中 似乎是看出了萧尘的想法 波若西当即又开口解释道 这让萧尘的目光忍不住闪烁起来 在沉默一下后 萧尘开口问道 这星空古地路存在多久时间了 百万年才开启一次 却能让滨海神宫的先祖知道这么多信息 想来这星空古地路应该是开启好几次了 这倒是让萧尘感到很好奇 这个不太清楚 根据古籍的记载 自从三千万年前 神域星空经历那一场浩劫后 星空古地路就已经存在了 有人推测 星空古地路是太古时期的产物 但也有人推测 星空古地路是那一场浩劫过后 数千位神帝陨落后所诞生的星空秘境 说着 波若西忍不住看了萧尘一眼 话音有些低沉地继续说道 但三千万年前 那一场浩劫陨落的神帝 神缘传承都掌握在夫君的手里 所以在若西看来 这星空古地路 很可能是浩劫之前就存在的古老秘境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一处星空秘境里面 确实蕴含着诸多机缘 像上古冷家 东方古族 上古秦家 古月神族 三眼神族 摩科古族 这些神域中心的霸主集势力 大多都是在那一场浩劫后 族中晚辈进入星空古地路 得到了不少的机缘造化 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跟脚 一步步成为如今神域星空中的霸主集势力 听到波若西说完这些 萧尘的眼眸为之一亮 脸上也露出一抹感兴趣的神色 如此说来的话 每一次星空古地路开启 都有会有很多天骄进入 如果这一次星空古地路内 当真是神域天骄云集的话 倒是可以进入其中 好好地见识一番 没准还能有意外的收获 夫君想要进入其中 听到萧尘这一句话 波若西的面色一变 神情有些凝重地看着萧尘 星空古地内异常凶险 天门只允许神军境强者进入其中 但里面却有神帝级别的大凶之物 再有就是 里面并没有像天门一样限制境界 进入者若是有能力的话 可以在里面突破到神帝境 这也导致了 在之后的星空古地路开启后 不少势力都会派即将突破 修为境界的神军境巅峰强者 进入其中碰碰运气 夫君虽然手段诸多 但真是修为 说到这里 波若西就没有再说下去了 但言语中的担忧却很明显 萧尘现在的修为是神军境中期 即便是有诸多逆天手段 可以短暂提升修为战力 但进入到星空古地内 还是会有很大的风险 放心吧 我有分寸 萧尘文言摆了摆手 笑着对波若西说道 修炼意图本就是与天争与人争 虽说苟起来发育 可以安稳一时 但要是遇到机缘造化 就因为忌惮而不敢与人争夺 慢慢也会丧失掉心中的锐气 即便日后修为变得更强大 也会变得更加的畏手畏脚 听到萧尘这番话 波若西当即沉默了 这个确实 很多人就是修炼到最后 因为太过于瞻前顾后 丧失了心中那份锐气 导致修为到死 都没能再次打破瓶颈 更何况 如果凡事都不敢与别人争的话 那就算是拥有一身强大的修为 也只是外强中干的花架子而已 为了防止芸汐学姐罢工 我只好给她发放点慰问金 没想到芸汐学姐还不满足 说给少了 下次要多一点 真过分 对了 这天门究竟有多少到虚空投影 在波若西沉默的时候 萧尘看着万里高空上的天门 有些好奇的对着波若西问道 神域三千星界 每一个星界都会有一扇天门 每一次开启都会维持一年 如果这一年内 进入其中的人 不能及时出来的话 就会被留在里面 听到萧尘的询问后 波若西话音凝重道 哪怕是神地境的强者 也无法打破次元必障 萧尘文言眉头一挑 有些诧异的询问道 星空古地路 是神域 星空意志创造出来的 即便是神地境强者 也难以打破空间必障 甚至有古籍记载 说星空古地路内藏有神域星空起源的隐秘 但这事情究竟是真是假 也没有人可以确定 波若西文言摇了摇头道 这一番话 让萧尘眼中的光芒变得愈发明亮 藏有神域星空的起源之谜 如果这传闻是真的 那他更得进去探一探究竟了 说不定 可以找到有关于系统 也就是天渊意志的线索 既然如此 准备一下 等星空深处那扇天门稳固后 我们就进入里面探一探究竟 在心中衡量一下后 萧尘对着众女说道 这让彩烟等人感到一脸意外 夫君 我们也要进去吗 在内心感到有些惊议中 彩烟等人都开口确认道 这倒不是他们怕了 相反 他们也想跟着一起进去 只是怕会给萧尘拖后腿 嗯 你们现在虽然突破到神军境了 但基本都是填涯式的进行突破 现在这一身力量 若不经历生死厮杀 很难完全将其掌握 所以 这一次进入里面 夫君会好好操练你们 萧尘文言点了点头 说着 看到彩烟等人脸上的担忧 萧尘又摆了白手安慰一句 你们夫君还有很多手段没展现出来 只要进入里面后 小心谨慎一点 庇护你们一行人 绝对不成问题 这一年中 系统虽然没有给他捡女人回来 但得到的那几样东西 有的可都是绝世凶器 被他祭练修复后 也可以成为底牌 毫不夸张地说 凭借这几道底牌 哪怕是不动用神地镜修为体验卡 他也可以轻易地诛杀神地镜强者 第602章 神域重视力震动 星空古地路之内 与此同时 在萧尘等人 准备进入星空古地路之时 随着一道道天门投影 在诸多星界显现 整个神域星空 也前所未有地震动起来 不少神地镜老怪都睁开双眼 目光震撼地看向了星空深处 怎么可能 星空古地路竟然开启了 现在距离上一次开启 才过了93万年 怎么会提前开启了 在诸多不解中 不少神地镜老怪都走出闭关之处 前往天门出现的地方一探究竟 在确定 这的确是星空古地路开启后 不少神地镜老怪都纷纷下达指令 那就是挑选出一批强大的神军镜强者 进入星空古地路内争夺机缘 毕竟每一次星空古地路的开启 都关乎之后百万年的势力格局 如果这一次 自家势力进入到星空古地路的成员 有一两位侥幸突破到神地镜的话 都会让整个势力的底蕴为之暴涨 一时间 在星空古地路的天门投影彻底稳固后 无数神军镜强者也前仆后继进入秘境 夫君 这是滨海神宫的先祖 收集到星空古地路内的情报 希望此行可以对夫君有帮助 在一番叮嘱中 波罗西随手拿出一枚预检 一脸慎重地交到萧尘手中 这让萧尘眼神微微一鸣 没有任何推脱 便接下了预检 兵女 我们就不能躲在神兵中 跟主人他们一起进去吗 看到波罗西一脸慎重地拿出情报预检 萧兰在此时皱了皱眉 有些不死心地追问道 星空古地路开启的天门 只能让神军镜强者进入 这也就是说 他和波罗西 还有灵一仙都没法进入 这倒是让他感到很失望 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 听到萧兰的询问 波罗西面色凝重地开口道 曾经 神域众多势力的高层 不是没想过这个方法 但星空古地路 可是神域星空意志 一手创造出来的 里面拥有独立并且完整的法则 可以感应虚空中的每一寸变化 所有进入星空古地路的生灵 在经过天门之时都会被扫描 从而记录相对应的真灵气息 才允许在星空古地路内存在 曾经 有不少神帝境老怪 躲在神兵内 让麾下强者带他们进入到里面 但他们才在星空古地路内出现 就被神域星空意志感应 并且降下神法将其抹杀 就算夫君可以带我们进入星空古地路内 但只要我们在里面现身 一旦被神域星空意志感应到 下场就只有死路一条 甚至还会连累到夫君他们 一同被神域星空意志抹杀 听到波若西这一番话后 萧兰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作为苍蓝界的世界之灵 每当听到神域星空意志 都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 因为它就是依托于神域星空意志而诞生的 但现在却成为了一个独立意识的世界之灵 这是不被允许的 一旦被神域星空意志感应到 会有什么下场 简直可想而知 刚刚搞定云西学姐准备回去 没想到云英妹妹回来了 这才几日而已 倒是又长高了 这腿都快比我的命都长了 嗯 那我还是不进去了 免得给主人添麻烦 在缩了缩脑袋后 萧兰顿时有些支支吾吾的开口道 说完还鬼头鬼脑的 看了虚空一眼 生怕神域星空意志 会在此时降临一般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先在外界等着好了 以我身上掌握的手段 想来也足以应对绝大数麻烦 萧尘文言 眉头微微一挑 随后摆了摆手开口说道 如果连他都搞不定的话 那就算让波若西等人进入 恐怕也难以应对突发危机 说完 萧尘和彩岩等人 也没在这里煽情 对着波若西等人点了点头后 便一同冲入到星空谷地路内 随着身形没入那一座天门 萧尘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有一道波纹在他身上一扫而过 这让他的神情变得有些凝重 好在 这一道波纹 无法感应到他身上的系统 所以 在进入天门后 并没什么动静发生 小心警戒 身形在虚空中稳定下来后 萧尘对着彩岩等人叮嘱一句 这才打量起这一片虚空 放眼望去 前方是一条宽超过亿万里 常望不到尽头的星空谷路 谷路怪事临寻 见目冲天起 更有一阵阵恐怖的嘶吼声 回荡于星空中 一看里面就充满了各种难以揣测的危机 这就是星空谷地路 彩岩等人看到 这一条谷路 如同一片大陆 悬浮于星空中 脸上都由不得露出一抹惊叹 这种浓郁的星空元气 和那种可怕的压迫感 都要远超于天门之外 只怕除了神域中心 其他星界的星空元气都比不过这里 还真的是一处可以修行的洞天伏地 这里只是星空谷地路的八大分之之一 还不是这处星空秘境最为核心的地域 在彩岩等人一脸疑惑之时 萧辰读取了预检中的情报 便向彩岩等人开口解释道 星空谷地路整体布局 类似于八卦阵 由八大之路和一片主体大陆所组成 所有生灵在进入天门后 会出现在八大之路末端 之后想要进入星空谷地路深处 我们就必须按照要求不断闯关 才可以进入到最为核心的地域 查看完预检中的情报后 萧辰简单的说明了一下 随后又将情报预检 递给了彩岩等人 八大之路 按要求进行闯关 彩岩等人的眼神微微一凝 随后都接过那枚情报预检 这情况 怎么听起来 有点像是考核的传承之地 或者是一个冒险探索的挑战生存游戏 好奇特的规则 难不成这神域星空意志 也有自己的独立意识 接收完预检中的情报后 彩岩等人忍不住惊呼道 不过下一刻 便反应过来 这话有些不对 如果神域星空意志 没有独立意识 怎么可能创造出 如此奇特的秘境 很显然 神域星空意志 不仅有独立意识 神志和阅历 也绝对要远超他们 一时间 彩岩等人感觉有些惊悚 目光也忍不住扫过虚空 总感觉冥冥之中 有一双眼睛 正在注视着他们 夫君 我们现在要深入吗 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惊悚感觉后 彩岩等人对着萧尘问道 不 先等等看 萧尘文言摇了摇头 目光凝重地盯着古路前方 随后又抬头看向虚空之上 他有感觉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复苏了 第603章 我怀疑 这片星空 有可能已经被污染了 嗡 就在萧尘话音刚刚落下之时 随着一阵嗡鸣声 突然响彻而起 只见星空谷地露的虚空 突然间泛起一阵涟漪 紧接着 在萧尘等人目光的注视下 一头头似鱼飞鱼 似鸟飞鸟的生物 也不断从虚空中钻出 恐怖的神威弥漫天地 这些生物在嘶吼咆哮中 便对萧尘等人扑上来 这是 太虚摩昆 看到眼前那一头头魔物后 萧尘的脸上露出一抹惊讶 这段时间 他阅读了不少有关于神域星空的书 其中就有记载 神域中各种珍惜异兽 而太虚摩昆 恰好就是其中一种 并且在神域星空中 快要灭绝了 没想到 在星空谷地露内 竟然会有这么多 粗略看过去 起码也有数百上千头 并且其中大部分 都是神军境层次 剩余也有神王境后期 或者是神王境巅峰 如此阵容 足以让众多神军进抢者 感到头皮发麻 说不定刚进入到天门之内 就会被吓得掉头逃了出去 碰 但就在这时 在众多太虚摩昆扑杀过来的时候 萧尘等人身后的天门虚影 在这一刻竟然莫名的炸开 这让萧尘等人的面色一变 传送门崩塌了 这是什么情况 看到这一幕 萧尘等人简直不敢相信 因为这跟情报上不一样 以往在星空谷地露开启后 传送门都会屹立于虚空中 直到一年后才会消失不见 可现在 他们一行人 才刚进入星空谷地露那不久 这传送门 竟然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了 难不成 这次星空谷地露开启 所有的规则都更改了 沙 在面色变化中 萧尘也没有想太多 只是开口低贺一句 不管这星空谷地露是不是有变化 他们现在也只先应对眼前的危机 当然 这一群太虚摩昆 也算不上是危机 顶多就是一群经验包 倒是可以让他们这一群人 好好地磨理一下 沙 在萧尘化音落下后 彩烟等人的神情瞬间变得冷冽起来 沙翼也宛若海啸一般横扫爆发开来 就连芸汐 萧曼 萧灵 慕容清血 这些以往没怎么经历过厮杀的 身上的气息也变得无比冷冽 毕竟 在滨海神宫修炼的这一年中 他们为了跟上彩烟等人的脚步 都在波若西的安排下 接受了滨海神宫核心弟子最为残酷的训练 如何运用法则之力和周围的环境 对敌人进行一击必杀更是必休可 那一种残酷的训练 曾让众女感到惊恐 但为了不成为一个只会拖萧尘后腿的花瓶 芸汐和萧曼等人都完成了波若西的特训 几人在短短一年时间都发生了惊人的蜕变 毫不夸张地说 在萧尘面前还是那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 但一旦进入到厮杀状态后 就会变得如同刽子手一般 当然 除了萧尘和采燕等人之外 此行跟进来的十几位滨海神宫的长老 在这一刻也爆发出恐怖的修为波动 一个个毫不畏惧地冲入到虚空战场 他们不仅受波若西的叮嘱 要进来誓死守护萧尘等人 也要进来寻找突破到神地境的机缘 在见识到萧尘的强大后 他们都明白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只要能讨萧尘欢心 或者得到对方认可 他们绝对能轻而易举地突破到神地境 所以 这一次进入到星空谷地路内 他们都想在萧尘面前好好表现一下 如果能借此机会 成为对方的暖床丫鬟 绝对是再合适不过的 看到我要离去 云云妹妹立马换了一身衣服 要我陪她逛街 不然就跟她切磋枪法 反正六尺以内 她是无敌的 这 轰隆隆 随着双方碰撞在一起 轰鸣声不断震撤天地 恐怖的冲击 也宛若风暴一般 不断肆虐而开 从数量上而言 萧尘这一边满打满算 也不过五十多位神军 完全比不上这一群太虚魔鲲 但萧尘等人 一个个在同级别中 都是极其可怕的存在 哪怕是修为只有神军进中期 或者是神军进初期 也要比这些太虚魔鲲强 更别说 萧尘可以瞬间恢复别人的伤势 这也让彩烟等人 完全没有了顾忌 一个个完全像是杀疯了的女魔头 在相互配合间 不断地收割这一群太虚魔鲲 短短一刻钟不到 萧尘一行人 就从原本的落入下风 到跟太虚魔鲲杀的 有些难解难分 最后更是反过来 压制住这群魔鲲 而诡异的是 随着不少太虚魔鲲的陨落 其余的太虚魔� 完全像是杀红眼一般 哪怕是在生死本能中 也不会选择逃跑 反倒是要跟萧尘等人厮杀到底 让萧尘和彩烟等人 感到很诧异 当然 萧尘等人厮杀红眼一般 哪怕是在生死本能中 也不会选择逃跑 反倒是要跟萧尘等人厮杀到底 让萧尘和彩烟等人 感到很诧异 当然 诧异归诧异 萧尘等人下其手来 可没有半点手软 在半个时辰后 众人也是将这些太虚魔鲲 宰杀干净 夫君 这些家伙有点像是 被魔化的傀儡 看到下方堆积如山的鲲尸 柳若仙面色凝重地开口道 修为达到神君境 即便这种生灵很难有神志 但在面对死亡时 也会感到恐惧才对 可这些太虚魔鲲 看起来完全就像没有意识 更像是一群行尸走肉 星空古地路内的生灵 都这么邪门吗 星空古地路提前七万年开启 开启之后 传送门又提前关闭 这一片星空 应该是出现某种变故了 听到柳若仙的话音 萧尘看着下方堆积如山的鲲尸 脸上不由地露出 露出一抹凝重之色 在他的鉴定中 这些太虚魔鲲的魂体都消失了 唯有一条诡异的黑线 如同诡异寄生虫一般 在控制着这一具肉身 夫君看出什么端倪了吗 听到萧尘这两句话 还有看到对方的神情 便前所未有的凝重 彩烟化音低沉地询问了一句 以萧尘拥有诸多的底牌 哪怕是神帝境巅峰强者 都不会让他皱一下眉头 但现在却露出这种表情 显然这事情有些不一般 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一丝邪气 而这种邪气 充斥可怕的负面之力 其层面更是超过以往的任何魔力 很有可能 是来自于那一尊神秘的欲外邪神 所有怀疑 这片星空有可能已经被污染了 观察了一下这些尸体一会后 萧尘深吸一口气 如实解释道 这一番话 瞬间让彩烟和柳若仙等人的面色巨变 第604章 炼化昆尸 无速之客 被污染了 听到萧尘这一番话语后 彩烟等人简直不敢相信 如果星空谷地露被污染了 那这里面必定充满了不祥 也不用太担心 或许只是部分生灵被污染了而已 情况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 若不然 只怕神域星空早就发生变故了 不可能这么多年 一直没动静的 看到彩烟等人面色巨变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担忧 萧尘当即摆了摆手说道 你们先调戏休整一下 我们稍后再深入探索 说完 萧尘轻轻一挥手 在消耗一些神缘点后 帮芸汐等人恢复了状态 虽然他们将这一群太虚摩昆 尽数斩杀了 不过芸汐和萧莫尔等人的修为都弱了点 尽管在同级之间 已经是十分强大的存在 但在这场厮杀中 多少还是负伤了 好在这伤势并不严重 萧尘挥挥手便能修复 做完这一切后 萧尘目光闪烁一下 随后取出混沌练神顶 神情警惕地看着虚空 本以为神帝兵的出现 会引来这片天地排挤 没想到天地间依旧显得很平静 这倒是让萧尘感到有一些诧异 看来星空古地路内 只是禁止外界的神帝进生灵进入 并不限制进入者携带神帝及兵器 不过这样也好 倒是方便 他们一行人能更快地提升修为 在目光闪烁中 萧尘轰然爆发修为 双手截出一道硬绝 拍在混沌炼神顶上 刹那之间 混沌炼神顶爆发出一阵嗡鸣 在混沌神火的燃烧中 一股恐怖的犀利也随之横扫爆发 随后将眼前的昆尸 统统都吞进去 这些太虚魔昆虽然被污染了 灵魂都变成一条诡异的黑线 但肉身依旧蕴含着恐怖的气血精华 如果可以炼化成混沌射粒子 绝对是能提升修为的大补药 随着混沌神火的断烧 混沌炼神顶中爆发一阵轰鸣 那一句句昆尸 在混沌神火的灼烧下不断融化 蕴藏其中的邪恶黑气 没想到这些邪气竟然连混沌神火 也无法将其吞噬 最多只能将其逼出炉顶之外 这就是域外邪神之力吗 果然恐怖 不过萧尘也没感到气馁 毕竟那尊域外邪神 可是超越了神地境的恐怖存在 身上所溢散出来的邪气 会如此恐怖也很正常 只是让萧尘感到疑惑的是 星空谷地路内为何会有这种邪气 难不成 星空谷地路的深处连接着北域深处 不过萧尘也没继续深思 只是专心练化这些昆尸 终于 在练化了两天半后 这一炉顶的昆尸也即将练化完毕 体内的杂质都化为灰烬落入底部 唯有浩瀚的血肉精华 化为一颗颗混沌射粒子 悬浮在混沌炼神顶内部 透过那炉顶 可以看到 在那一片庞大的顶内世界中 混沌射粒子竟然达到惊人的58克 并且每一颗都散发着可怕的能量波动 那种波动 赫然达到了神君级级品 裴云音妹妹逛完街 刚准备回家时 没想到又遇到柳神学姐 她说发信息我不回 是不是想被柳条伺候了 我 我 下一刻 伴随着一道嗡鸣的响起 一道光柱随之冲天起 混沌炼神顶的顶盖当场掀开 一颗颗混沌射粒子从顶内飞出 随后如同大日一般 悬浮在萧尘等人的眼前 萧公子好恐过 短短三日不到 竟然能将数以千计的太虚摩昆 给炼制成一批神军级的舍粒子 看到萧尘眼前悬浮的混沌舍粒子 滨海神宫十几位长老 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眼神无比震撼和狂热地盯着萧尘 如此多才多艺 又长相英俊的男人 也难怪他们公主会把持不住 他们若能抱上萧公子的大腿 把这一位萧公子跪舔舒服了 或许能像他们公主一样 修为足以突破到神地境 哇 夫君好棒棒 这一下子又有糖豆可以吃了 在滨海神宫中长老 忍不住幻想之时 彩蝶看着眼前这些混沌舍粒子 眼睛顿时爆发出贼量的光芒 那种一惊一乍的样子 简直就是第二个萧兰 哈哈 没想到刚才进入星空谷地路内不久 竟然就遇到了西式珍宝出世 我东方不败 果然是天命之子 就在彩蝶惊呼 萧尘刚准备开口回话之时 伴随着虚空传来一阵狂笑 萧尘等人前方的虚空 骤然扭曲破裂 一道道身影鬼魅般的出现在天地间 恐怖的威压宛若潮水一般 煞时间弥漫方圆亿万里内 这让萧尘等人眼神一宁 目光都忍不住看了过去 傅居 有麻烦了 看到眼前出现的这帮人 人数竟然将近七八十个 其中还不乏有神军进巅峰强者 这让彩烟等人的神情变得格外凝重 这是 神帝兵 在萧尘等人打量对方之时 对方也看向了萧尘一行人 当他们看到混沌练神顶后 瞳孔在此时都忍不住一锁 虽说星空谷地录内极其危险 一些势力高层都会给予保命底牌 但除了那几个财大气粗的霸主及势力之外 可没有几个势力的老祖 会让这一次进入星空谷地录内的晚辈 带上神帝兵 毕竟 每一尊神帝兵都是极为稀罕的存在 万一让后辈带入星空谷地录内 这些人遇到意外又出不来的话 那对他们的损失简直不可估量 眼前这帮人 竟然拥有一尊神帝兵 在下东方不败 乃是神域中心东方古族的第三弟子 不知道阁下一行人是何方势力之人 在心中念头落下之时 为首的一位紫衣青年 目光闪烁的开口问道 虽然是在自我介绍 但在提及东方古族之时 还是忍不住一脸的高傲 东方古族 放眼整个神域星空 除了另外几个古族外 其他势力他们都不放在眼里 毕竟 东方古族的底蕴无比恐怖 无数年下来 家族不知积累了多少尊神帝兵 就连活着的神帝静强者 也要超过十指之数 而他 虽然是东方古族的第三弟子 但他仅仅修炼不到三千年 修为就达到神军静后期 如此傲人的修炼进度 哪怕是放眼整个神域星空 能与他相比的同龄人 绝对不超过一百个 第六 第606章 本弟子愿意成为你的奴仆 不论你想要干什么都可以 轰隆 伴随着两波神通的碰撞 轰鸣声再一次震撤天地 还是没有悬念的碾压 东方古族那些神军静强者 纵使在同级中都无比强大 但是面对萧尘这一尊大恐怖 依旧是脆弱的如同孩童一般 一道道神通 被萧尘摧枯拉小的轰爆开来 甚至冲在最前方那几位神军静强者 肉身都被萧尘这一枪 当场轰成碎片 神魂在这种恐怖的冲击 也惨遭灭绝 如此骇人的一幕 当即让周围 其他神军静强者 一个个都发出了惊恐的嘶吼 可还没等他们急速远离萧尘 彩烟等人的攻击也随之落下 恐怖的冲击再一次横扫爆发 在心中极度惊骇中 周围其他神军静强者都被乱了心神 修为在这一刻也没办法爆发到极致 在彩烟等人的攻击下 这些人同样口喷鲜血 一个个都被轰飞出去 萧尘则是无视这些人 枪芒撕裂虚空 锁定的东方不败 如同电光一般轰向对方的脑袋 小子 凡事别做太绝 这星空谷地陆内 可还有东方谷足另外两位弟子 在生死危机感爆发之时 东方不败在嘶吼声中捏碎一块玉佩 随后化为一道守护屏障 笼罩在四周 这是他老爹给他炼制的护身玉佩 虽然品级还没达到神帝级 但他老爹跟他保证过 神帝静以下的强者 没有一时半会的功夫 绝对是没办法破开的 哄 几乎在护照凝聚而成的时候 萧尘那一枪也轰在守护照上 伴随着轰鸣声的炸响 那一层守护屏障如同鸡蛋壳一般爆碎炸开 如此恐怖的一幕让东方不败吓得肝胆欲裂 竟然连一眨眼的时间都挡不住 他父亲给他的真是保命之物 不过东方不败也来不及吐槽了 整个人在惊恐中疯狂抽身暴退 可还没等他有所动作 萧尘那一枪已经狠狠地轰在他身上 一阵更为震耳的轰鸣声也随之响起 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在萧尘这一枪下 以东方不败只有神军进后期的修为 是绝对不可能有活命的机会的 可对方的身体不但没有被轰爆 反而还爆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一股无比恐怖的神威从东方不败身上爆发 竟然将萧尘还有周围所有人都逼退了出去 搞定花洒的喷水问题 柳神学姐不小心被淋湿了 换了身衣服说 要我带他出去体验一下打野探草丛 这也好意思 神帝兵 感受到眼前这一股远超神军进抢者的威压 萧尘的脸上露出一抹意外 但下一刻就变得有些兴奋 不愧是神域顶尖势力的弟子 身上竟然有一尊神帝兵护体 这族中的长辈还真的是舍得 小子 把本弟子逼到了这一步 你当真是万死难辞其咎 感受到体内涌动的恐怖之力 东方不败抬起头满脸争鸣道 他体内隐藏的这一尊神帝兵 是他祖爷爷赐予他保命用的 只有到了生死危急时刻 这一尊神帝兵才会复苏 从而爆发出莫大的伟力 可他的修为只有神军进后期 想要操控这尊神帝兵对敌 事后也得付出惨重的代价 不仅血脉前列 要被消耗大半 就连经脉丹田也得受到重创 简单点来说 就算他这一次能保住性命 往后想要突破到神帝境 修为瓶颈会成倍的增长 这种代价 可不是常人所能接受的 在内心感到极度怨恨中 东方不败 从体内丹田抽出一把血玉长剑 一道毁灭性的剑光 便对着消沉暴斩而去 不过是神帝极低品而已 你在本公子面前装什么 看到这一道恐怖无比的剑光 消沉脸上的神情没什么变化 在话音森冷的回荡中 他单手截出一道硬绝 原本悬浮在后方的混沌炼神顶 在这一刻爆发出毁灭性的波动 接着化为流光 迎向那一道剑光 没有任何悬念 在混沌炼神顶的轰击中 那道血色剑光当场崩溃 东方不败在惊恐和绝望中 如同垃圾一般被当场轰飞 不 不可能 你也才只有神军进巅峰的修为而已 为何能让一尊神帝兵爆发如此威劣 凄厉和不解的话音回荡在虚空中 东方不败在冲击中强行稳住身形 但他的神体 在这种冲击已经崩溃 身上猛地爆出一团血污 之后浮现出无数条裂痕 若不是 他以神帝兵之力镇压住身体 只怕这具神体早就承受不住爆开了 想知道 死后去问你老祖宗吧 萧承文言露出一抹森然的笑容 随后收起混沌修罗枪双手结印 混沌炼神鼎再次爆发黄黄之威 整个颅顶不断在虚空中膨胀 就如同张开巨口的星空巨兽 朝着东方不败等人吞了下去 这让东方不败等人面露恐惧 一个个都爆发修为逃离这里 但整片天地就如同被压缩了一般 仅仅一个呼吸间还不到 百万里天地都被吞进去 紧接着 混沌神火从顶内世界疯狂窜出 差一点就把东方不败给吓尿了 你想干什么 在惊恐之中 东方不败再一次催动神帝兵 又是一剑朝着萧承暴斩过去 口中还歇斯底里地质问道 你不是想要那些舍利子吗 接下来 本公子就成全你 让你也当舍利子 听到东方不败的话语 萧承一脸淡默地说道 混沌神火在前方凝聚成一头火龙 跟东方不败那一道剑光轰在一起 伴随着轰鸣声在顶内世界爆发 东方不败那一道剑光随之破灭 当然 一同破灭的 还有东方不败引以为傲的尊严和傲骨 不 不要杀本弟子 本弟子愿意臣服 本弟子愿意成为你的奴仆 不论你想要干什么都可以 在剑光破灭 身体再一次承受反噬而崩溃时 东方不败一脸歇斯底里的吼道 如此一幕 若是让东方古族其他的弟子看到了 真的不敢相信这会是那一位高傲的第三弟子 没兴趣 萧承文言一脸不屑 短短三个字彻底决定了东方不败的命运后 他整个人也消失在混沌炼神顶内 当然 一同消失的 还有被吞进来的彩烟等人 唯有东方不败和东方古族众多的神军竞强者 一个个在混沌神火的肆虐下 发出凄厉的哀嚎 至此 东方古族的第三弟子 在进入星空谷地路内 仅仅还活不到三天 就化为了一团灰烬 并且还连累了此行 跟随他进入的众多神军竞强者 当真是死不足惜 第607章 修为集体突破 谷地内的异状 哇 好险 吓死人家了 还以为夫君也要叫我们回炉重造了 当众人身形出现在外界虚空后 彩蝶拍了拍胸脯 心有余悸的道 混沌神火带给他们的压迫感 实在是太恐怖了 那种恐怖的灼热感 别说是靠近了 哪怕是多看一眼 他们都感觉身体就快要融化了 又再说胡话 小心了 让你再进去一次 萧承文言翻了一个白眼 有些美好气的对彩蝶道 那种柔情的样子 跟刚才斩杀东方不败一行人之时 简直是判若两人 姐姐 你看夫君他吓我 快点帮彩蝶找回场子 找个时间狠狠惩罚他 听到萧承这一句话恐吓的话语 彩蝶眼珠子一转 顿时古灵精怪地对着彩烟说道 这样子 让萧承感到满脸无奈 这里可是充满危机的不祥之地 我们随时都会遇到致命的危机 你要是敢做妖让夫君分了心神 小心我这个做姐姐的 让你明白 什么是血脉压制 在彩蝶话音落下后 彩烟可没跟着起哄 而是面色严肃地警告彩蝶 瞬间就让彩蝶搭来了下来 好了 先恢复一下状态 然后尽可能提升一下修为 接下来 我们就该前往星空谷地路深处了 萧承文言摆了摆手 随后抬手轻轻一挥 刚才炼制的那一批混沌舍利子 便再一次浮现在在众人的眼前 萧公子 这个 真给我们吗 看着眼前的混沌舍利子 滨海神宫众多长老 都是一脸不敢相信 显然也没想到 萧承会如此大方 要知道 这可是神君级极品的混沌舍利子 放到外界 绝对可以媲美一些 神君级极品神丹 本以为萧承会留给自己的女人享用 没想到 他们这些长老 也都人人有份 又不是什么西式珍宝 你们也不必如此兼顽 萧承文言摆了摆手 有些无所谓地说道 说着 萧承目光扫了虚空一眼 话音突然变得有些低沉 这片星空有些诡异 天地间弥漫着邪气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还是用身上的神经 或者是丹药 来补充消耗的神愿 听到萧承这一番话 彩烟等人神情凝重 但也没有任何意义 毕竟在前几日 他们可是亲眼看到 那一尊太虚魔鲲的不对劲 在简单交代一番后 萧承等人也没拖沓 挥手间在虚空中布置出一个隐秘阵法后 一行人便盘腿坐下 耐心炼化混沌舍利子 与此同时 另外一遍 在星空谷地路的另外一条之路上 一位白衣男子突然猛地睁开双眼 反手间又掏出来一个神秘的罗盘 当他看到罗盘上 一枚紫色星辰破灭后 面色瞬间变得阴沉 老三死了 在确认无误后 白衣男子深吸一口气 脸上也满是难以置信 此人 正是东方古族的第一弟子 东方霸天 一位年仅2836岁 便修炼到神君境巅峰的妖孽 放眼整个神域星空 同一代能与他匹敌的天骄 简直屈之可数 以他的天资 只要按部就班的修炼 说不定能在5000岁前突破到神地境 之后更是有希望修炼到神地境巅峰 本来 东方古族这一次 是不建议他进入星空古地路的 是东方霸天 自己执意要进来寻找机缘 想成为像先祖那样 能触摸到神地之上的恐怖存在 于是在他进入后 另外两大弟子也被派了进来 没想到 这才短短几天时间而已 东方不败 竟然就陨落了 以老三的手段和底蕴 星空古地路外围的危机 不可能让他这么快陨落 甚至是连情报都没办法传递 除非是遇到难以预料的变数 死索一下后 东方霸天的神情变得冰冷无比 一股森然的杀鸡也在他身上凝聚 是谁 老三是遇到了哪个妖念 是三眼神族的神法 还是摩科古族的摩西 或者是另外几大势力的那几位 在杀鸡不断凝聚中 东方霸天念出一个个名字 而这些人 赫然是几大霸主及势力 这一代最为顶尖的妖念 不管是何人所谓 敢敢诛杀我东方古族之恩 这笔占我东方霸天记住了 在话音森然的呢喃一句后 东方霸天看都没看地上太须摩棍满地的尸体 便带着众多神军进强者 走向星空谷地路深处 随着时间的流逝 星空谷地路的八大分支 全都爆发了惨烈的厮杀 一些在外界濒临灭绝的上古一种不断现实 在嘶吼咆哮中 不断杀向这些闯入的外来者 这让进入星空谷地路的神军进强者 在短短几天内就陨落了一半 并且死亡人数还在不断上涨 不过 在这种厮杀中 也有不少的神军进强者进入星空谷地路的内围 虽然还没到最中心那一片未知的大陆 但这些人也在内围也发现了不少宝物 当然 这些东西都是以往历代闯入者所留下来的 尽管都不是特别高级的东西 可以让不少人因此收获满满 只是 在这种厮杀中 众多神军进强者都没有发现 随着杀戮的不断进行 天地间的负面之力也在逐步的壮大着 并且这些负面之力正在往星空谷地路的深处汇聚而去 目光回到萧尘这边 伴随着第五天的降临 在这片还算平静的天地中 一道道气息突然冲天起 萧尘等人都猛地睁开双眼 身上的气息变得愈发恐怖 神军进后期 感受到体内的修为变得更加强大 萧尘的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的神色 只要再突破到一个小层次 他就是一位真正的神军进巅峰强者 哪怕不借助神军进修为体验卡 也可以做到神帝竟以下无敌了 不过修为越往后突破越困难 想到突破到神军进巅峰 只怕他还得费一些时日 毕竟这一次 他可是足足炼化三颗混沌舍粒子才突破的 还不如找几个修为强大的女帝要来得容易 可嗨嗨 多谢萧公子的恩赐 在萧尘有些感慨之时 滨海神宫众多长老感受到修为的精进 一个个都站起来对萧尘躬身行了一礼 仅仅一颗舍粒子 就让他们不少人修为突破一个小层次 达到以往都难以踏入的神军进巅峰 而达到神军进巅峰的几位殿主 这一次虽然没有突破修为瓶颈 但实力也要比之前强大太多了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再给他们一些时日沉淀的话 他们今后甚至有望突破到神帝境 这是以往想都不敢想的 要不是怕萧尘这一帮红颜知己吃醋 他们早就恨不得对萧尘以身相许了 第608章 这很明显就是一个死局 夫君 你的舍粒子药效好猛 彩蝶感觉身体 差一点就被撑爆了 在滨海神宫众多长老 目光一样地盯着萧尘之时 彩蝶在此时猛地睁开双眼 一脸满足地对着萧尘惊叹道 而他的修为气息 赫然达到了神军进中期巅峰 只差一步就能踏入神军进后期 若不是担心修为突破得太快 自身的心境和感悟会跟不上 只怕他都能借助这一次机会 强行突破到神军进后期了 你这个妮子 一有机会就想诱导夫君 你能不能稍微收敛一点 看着彩蝶满眼水汪汪 看起来还嗲嗲的样子 彩蝶有些无奈地说了一句 知道的都觉得混沌舍利子的要力很猛 确实让彩蝶收获了不少的好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萧尘什么东西好猛 差点就让彩蝶的身体撑爆了 哼 明明是姐姐自己想歪了 竟然还大意凛然地说我 小银蛇 听到彩蝶的话语 彩蝶嘟囔着小嘴 一句话差点让彩蝶冲过来 让这个妹妹好好清醒一下 好你个死蜜子 真以为修为跟我一个层次 就可以挑衅我这个姐姐了 彩蝶面色不善地说了一句 吓得彩蝶立马躲在萧尘身后 探出脑袋一脸倔强地盯着彩蝶 似乎在说 想打我得掀过夫君这一关 这可把彩蝶气得有些牙痒痒的 当真是一个养不熟的妹妹 身上几十斤的骨头 有九成九都是反骨 百般无奈中 彩蝶目光只好看向沐悬一 这一位跟他们有些血脉渊源 看似老祖又不是老祖的姐妹 她还小 你就别跟她较劲了 看到彩蝶的眼神 沐悬一原本清冷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柔和的笑容 对于这两个跟她有血脉渊源的吞天蟒厚意 沐悬一是打心底的喜欢 当然 她最喜欢的还是彩蝶这种古灵精怪的性格 容易让她看到她小时候的样子 彩蝶闻言当场无语了 还小 他们两个可是同一天从蛋壳里面爬出来的 彩蝶就比她慢了不到半个钟而已 这种时间差也能跟她说对方还小 老祖宗真好 听到沐悬一这一句话 彩蝶顿时像是找到靠山 当即从萧尘身后蹦出来 一把扑进沐悬一的怀中 这让彩蝶的脸庞忍不住抽搐起来 好好好 搁这里玩个带轻是吧 下一次最好别让她逮到机会 不然两个都绑起来一起收拾 在念头落下之时 彩蝶看向了萧尘 才发现 后者正眼神异样的看着彩蝶和沐悬一 脸上隐隐间还闪过一抹兴奋之色 似乎俩人现在这种样子 对萧尘来说很有吸引力 不过看到彩烟目光悠悠地盯着她 萧尘干咳一声后连忙摆正了神情 都别闹了 准备前往星空谷地路深处 若是再拖沓下去的话 宝物都让别人收割了 说了一句后 众女也收起打闹之心 目光看向谷地路深处 紧接着 萧尘等人也没有在这里逗留 一行人便朝着谷地路深处进发 裴柳神学姐耍了一天 回到家就看到美都沙同学坐在家门口 那种高冷眼神让我宽一抖 看来这是要被惩罚了 可就在这时 虚空突然想起一阵轰鸣 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威压 宛若风暴一般席卷谷地路 天道令降临 三天之内没有手持天道令 进入到中心大陆的生灵 将被这一片天地所抹除 在威压爆发的同时 一道听不出男女的淡漠话音 也在这一刻传遍星空谷地路 这令得星空谷地路内 无数神军进强者都猛地抬起头 目光有些惊悚地看向虚空 这声音 难不成是神域星空意志 相传星空谷地路 是神域星空所创立的秘境 而在这一个古老秘境内 能肆意制定规则的存在 就只有神域星空意志了 在众多神军进强者感到惊骇之时 虚空中爆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一枚枚令牌如同流星一般散落虚空 几乎在寝刻间便没入八大分之古路 好巧不巧 正好有一道流光往这边急速飞过来 下一刻就被萧尘抬手给拦截了下来 天道令 看着眼前悬浮的水晶玉佩 一面铭刻着各种生灵图腾 另外一面则是用古老的神文 铭刻着9527这几个数字 萧尘脸上露出一抹凝重之色 因为在这一枚天道令上 他除了感受到浩瀚的法则本源气息 还隐晦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一丝邪气 毫无疑问 这是神域星空意志所凝聚出来的东西 也证明了神域星空意志确实被污染了 夫君 情况有些不对 在滨海神宫先辈所记载的情报上 根本没有出现过天道令降临之事 但现在却莫名其妙地出现这东西 看到萧尘手上悬浮的那一枚天道令 彩烟和柳若仙等人话音凝重地说道 虽然话语并没有完全说完 但那种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那就是这一枚天道令 恐怕不是什么好东西 虽然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这天道令确实很不一般 此物乃是天地法则凝聚而成 若是能炼化入体的话 可以让修为得到提升 其效果绝对不会弱于一颗神钧级极品的混沌舍粒子 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天地法则的加持 萧尘文言点了点头 打亮了天道令一下后 他话音低沉地开口道 让众女感到一阵惊异 不过还没等彩烟等人开口询问什么 萧尘话音一转又有些低沉地继续道 不过这天道令 里面同样蕴含着一种邪性 在炼化天道令的同时 会入侵石海 可很有可能会让人变成像太虚魔鲲那样的傀儡生物 听到萧尘这一番话 彩烟等人的面色一变 想要进入星空谷地路的中心大陆 就必须每人得到一块天道令才行 但炼化天道令又会被邪性入侵石海 可若是不进入星空谷地路的中心大陆 三天后 他们又会被神域星空意志抹杀 这很明显就是一个死局 神域星空意志究竟想干什么 为何大费周章整出这些事情 如果是为了把进入到星空谷地路内的生灵 都炼制成傀儡的话 只需要在他们进入后 封闭星空谷地路 再凝聚出意识载体 直接降临这片星空 他们这些人根本反抗不了 何必再多此一绝 这倒是让他们想不通 第609章 你们想栽在这里 还得问我同一步 先寻找天道令吧 这玩意虽然邪门 但现在必不可少 在彩炎等人心念转动之时 萧尘抬起头话音低沉的道 不管神域星空意志究竟在搞什么鬼 现在他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当然 萧尘也没有太恐慌 毕竟他身上还有系统这个最大的金手指 这可是足以跟神域星空意志抗衡的存在 夫君 这天道令是随机散落在星空谷地路内的 即便这东西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散发光芒 但这片星空可以压制别人的神魂感知 我们这么多人想要找到足够的天道令 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萧尘话音落下后 柳若先扫了虚空一眼 话音有凝重地说道 他们一行人 算上滨海神宫众多长老 人数可是达到五十多位 想要在短短三天内 找到这么多天道令 无疑很困难 这个倒是不难 萧尘温言只是淡淡一笑 随后便摸出来一个罗盘 将手中的天道令放了上去 刹那之间 罗盘便爆发出闪亮的光芒 随后在虚空中映照出投影 而在那一片投影上 出现了一枚枚光点 这让彩岩和柳若先等人都面色一惊 显然也猜到了 这些光点究竟是什么 此物名为天宝罗盘 是我这一年中意外得到的宝物 只要有目标物的能量气息波动 它就能无视天地法则的屏蔽和封锁 感应到方圆亿万万里内的同类目标 看到彩岩等人一脸惊异 萧尘当即淡笑着解释道 这玩意 正是他这一年中所回收到的一宝 品级更是达到神帝极高品 当然 一开始 天宝罗盘是残缺破碎的状态 之后被他耗费神缘点修复了 接下来在简单交代一番后 萧尘一行人也展开了行动 随着天道令的降临 星空古地路内八大分支古路 也彻底陷入到惨烈的争夺中 毕竟 这一次星空古地路的开启 近来的神军强者是何其多 就算没有几百万 起码也有几十万 而这一次的天道令数量 根据天宝罗盘显示的分布情况 还有天道令背后的数字来推断 很有可能是一万块 这也就说 几十万神军进强者中 只有一万人能进入到古地路的中心大陆 另外九成多的神军进强者都得死在外面 这是多么惊悚的一件事情 仅仅只是一条规则的制定 就让几十万神军为此陨落 这让萧尘的内心感到愈发沉重 他甚至有感觉 在进入到中心大陆后 剩下的一万名神军进强者 最少还得死上九成多 不过这些终归是推测 萧尘此时也无法确定 只是不断寻找天道令 而在天宝罗盘的帮助下 他们只用了两天半都不到 便找到了四十多块令牌 期间也爆发了好几次厮杀 但进入星空谷地路内的势力 基本没有哪一方能与他们抗衡的 不管是什么三眼神族 魔科古族 暗夜魔族 人族世家 那些所谓的弟子 对上萧尘一行人 也完全没有胜算 一些让萧尘感到棘手的妖孽强者 对他来说 无非就是多消耗一张神军镜修为体验卡而已 他之前为了防止有意外发生 在这一年中 也兑换了一些神军镜修为体验卡 虽然没有每一个月都兑换三张 但这一年下来也兑换了二十张 足以让在他星空谷地路内 肆意挥霍了 最终还是逃不过被制裁的命运 一番教训过后 美都沙同学 让我把那些人带回家 省得我天天往外跑 啊这都不好 夫君 我们还差十一块天道令 时间好像有些不太够了 采烟在简单盘点一下后 话音沉重地对着肖臣道 说完 又目光凝重地看了滨海神宫众多长老一眼 因为这些人 在每次得到天道令时 都是以受之有愧为名 让他们先拥有天道令 所以现在手头上还没有天道令的 就只有滨海神宫其中十一位长老 肖公子和诸位夫人不必太多介怀 如果得不到足够多的天道令 都是我们这些人命中注定的 只要肖公子和诸位夫人能安然进入就够了 听到采烟的话语 滨海神宫那些长老中 有几人突然笑着说道 脸上没有任何畏惧死亡的神情 他们在进入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此行可能会陨落在这里 这几天能跟肖臣等人并肩作战 并且修为也踏入到更高的层次 已经让他们感觉到此行很值了 唯一遗憾的是 没有机会让肖公子灵性他们 让他们因此而感到澎壁生辉 行了 都还没到最后时刻 别说这么丧气的话 本公子可是答应过若曦 会把你们安然带出去的 你们想栽在这里 还得问我同一步 在那几人话语还没说完之时 肖臣摆了摆手 直接打断对方 瞬间把这些美女长老 感动得两眼泪汪汪的 恨不得现在就贴到肖臣身上 好好地抱打一下 肖臣并未在意 这些美女长老的灼热眼神 只是拿出天保罗盘看了一下 随后又抬头看了看前方虚空 有人在前方中心大陆的入口处 守着 这少了的天道令 不就送上门来了吗 看着天保罗盘上 足足有二十多块天道令 聚集在一起 很显然是有人在守株带兔 打算在入口处干一发大的 简直就是一帮大聪明 前方有埋伏 听到肖臣的话语 彩烟等人面色一变 目光都看向了前方 看着前方灰蒙蒙的天地 他们神情变得异常凝重 胆敢在这种地方想要猎杀他人的 一般是对自己的实力比较自信的 很有可能 是神域中心 那几个顶尖势力的妖孽强者 不必担心 在绝对力量的面前 一切伎俩都是徒劳的 我们只管闯过去即可 感受到彩烟等人的神情变化 萧尘只是风轻云淡的白手道 随后便带着彩烟等人 冲入前方的迷雾 在这一方星空中 真正能让他感到忌惮的 也就神域星空意志而已 至于这些神军进强者 哪怕是身上有神帝兵 对他来说也是一盘彩 这便是萧尘的底气 彩烟等人文言都点了点头 然后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 又有猎物上门了 在萧尘等人冲入迷雾没多久 一位盘坐在深处的白衣男子 在这一刻也猛地睁开了双眼 冰冷的话音伴随着森然的杀鸡 也突然间回荡在这一片天地中 第610章 你们很强 但很可惜 我们更强 起阵 准备杀无赦 感受到萧尘一行人 踏入他们的猎杀范围 白衣男子在这一刻 话音冰冷地补充一句 而在这一句话落下后 一道道修为气息 也宛若火山爆发一般 煞时间 在这一片迷雾山林内冲天起 紧接着 在萧尘等人停滞在虚空中时 一道道纹路 如同蜘蛛网一般 当即在虚空中 疯狂蔓延开来 这是 神军级极品阵法 不对 这是帝威 这是神帝级阵法 看到眼前这一座虚空阵法 几乎在寝客间便封锁百万里天地 彩炎等人的脸上 都露出凝重之色 但脸上并未表现出惊慌 毕竟 他们身边有萧尘这一位恐怖的存在 即便是神帝级阵法 也奈何不了他们 一座残缺的神帝级中品阵法 倒是一件算得上档次的宝物 在彩炎等人惊呼之时 萧尘淡漠了扫了眼 脸上露出一抹满意之色 似乎眼前这一座阵法 接下来就是他的物品 欢迎来到本弟子的地盘 诸位美丽儿又娇贵的仙子们 就在萧尘等人打量虚空大阵之时 伴随着一道弹幕的话音回荡而起 白衣男子也出现在虚空中 目光冰冷地盯着萧尘等人 自我介绍一下 本弟子东方霸天 乃是东方古族的第一弟子 这一次只想要你们手中的天道令 当然 如果你们有愿意臣服于本弟子的 本弟子可以让你们成为我的女仆 随着这一番话语回荡在虚空中后 东方霸天身后浮现出一道道身影 这些赫然都是他的势力班底 其阵容比起东方不败 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人数竟然达到一百位 毕竟 以东方霸天在东方古族的地位 想要调动一百位神军进强者 陪他进入星空谷地路内探险并不难 东方霸天 萧尘文言不禁吃笑一声 眼神有些激讽看着对方 果然都是一路货色 不愧是一个家族的 前几天刚刚宰了一个叫东方不败的 现在又来一个东方霸天 看来本公子跟你们东方古族还挺有缘的 虽说古族世家的底蕴很不凡 但一上来就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子 这些人是不是对自己太过于自信了 是你杀老三 听到萧尘这两句话后 东方霸天的瞳孔一缩 紧接着一股骇人的杀机 便从他的身上汹涌爆发 杀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在得知萧尘等人是杀害东方不败的凶手后 东方霸天也不敢跟萧尘一行人多说废话了 双手结印猛地催动阵法 虚空中所弥漫的纹路 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接着便凝聚成恐怖的刀剑炼狱 轰然落下 就连在东方霸天身后 诸多的神军竞强者 此时也都面色猙獰地施展出一道道神通 随着阵法攻击 朝着萧尘一行人轰杀落下 你们很强 但很可惜 我们更强 看到眼前铺天盖地落下的神通攻击 萧尘只是面色冰冷地说了一句 修为爆发间祭出一枚诡异经缩 周围不仅弥漫着一种无坚不摧的锋芒气息 就连金缩的上面还铭刻一叨到古老的神闻 所散发的神威更是让人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精灵破阵缩 这也是萧尘在这一年中所回收到的神帝极宝物 还是专门用于破阵的恐怖大杀器 因为金缩上面蕴含着种种古阵符 一旦运转便会自动探索阵法破阵 随后再以无坚不摧之力攻破阵法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不是神帝极极品的阵法 其他阵法在精灵破阵缩面前 甚至连一时半刻都阻挡不了 而在萧尘动手之时 彩岩和柳若仙等人一个个也祭出神兵 修为爆发间宛若女武神一般都施展神通 迎向了漫天攻击 哄 伴随着轰鸣声滔天响起 风暴如同末日一般降临 弥漫在中心大陆外面的迷雾 都被风暴冲击当场撕碎开来 萧尘所祭出的精灵破阵缩 在周围不断幻化出一枚枚刀片 宛若龙卷一般在阵法内不断冲撞 令得整座天地阵法剧烈地震战起来 众多神军净强者和采烟等人的攻击 也在这种攻击中不断被粉碎和湮灭 但幸好在东方霸天全力的催动下 笼罩在周围的阵法倒是没有崩溃 这让他神情逐渐变得镇定 目光森然地盯着萧尘等人 竟然能催动一尊神帝兵 你这家伙倒是有些能耐 但你的修为只有神军净后期 难以发挥出这尊神兵的威力 接下来 等你修为跟不上这种消耗 本弟子会当着你的面 慢慢地弄死这一帮女人 看着精灵破阵缩在阵法内 如同囚容一般不断地挣扎 威势看起来虽然有些吓人 但却无法撼动这一座阵法 东方霸天的脸上露出一抹猙獰 如果萧尘的修为是神军净巅峰 再配上这一尊诡异的破阵神兵 他对上后可能还真压不住对方 但现在修为相差一个小层次 即便对方手中有神帝兵 还是奈何不了他的 毕竟他可是东方古族这一代 最为强大的神军净强者 为了不让美杜莎同学失望 我来到那蓝燕燃家里 让他去我家当女仆 没想到他居然问会不会被钱规则 没有不去 你没机会了 萧尘文言露出一抹森然的笑容 眼神冰冷的就像在看死人一般 本想让这个家伙多活一会 陪他练练手积累实战经验 但现在 这个家伙竟然敢刺激他 那就早点送对方上路吧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一手控制着精灵破阵缩 一手拿出神军净修为体验卡 随着双手交叉一弹 神军净修为体验卡瞬间崩碎 化为无数光点没入萧尘体内 一股更为恐怖的气息 当即在萧尘身上爆发 萧尘的修为 从神军净后期提升到神军净巅峰 精灵破阵缩在这一刻 也如同吃了大不要一般 在光芒闪烁中 幻化成一头恐怖的舞爪金龙 随后在嘶吼声中 直接粉碎那一片刀剑炼狱 狠狠轰在虚空阵法的薄弱之处上 令得天地间爆发出震耳的轰鸣声 这一座残缺的神地及阵法 在这一击下也彻底地崩溃 让东方霸天受到可怕的反噬 口中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 目光无比骇然地看着萧尘 你 你刚才在隐藏修为 仅仅一瞬间 就从神军净后期提升到神军净巅峰 甚至是连半点缓冲的时间都没有 这可不是以密法短暂提升修为所能做到的 只有对方原本就有如此修为 才能在一瞬间内爆发性的提升修为 第611章 莫非这一次星空谷地炉开启 让一位神帝静老怪混进来了 一个死人 何必知道太多 听到东方霸天惊骇欲绝的话音 萧尘只是露出一抹森然的笑容 随后便操纵着精灵破阵缩 再一次轰沙而下 这让东方霸天的面色为之巨变 修为在这一瞬间也爆发到极致 伴随着一阵紫金光芒从他身上闪耀而起 一副绚丽的铠甲也覆盖在东方霸天身上 霸天战甲 这是东方古族几位神帝老祖 在东方霸天突破到神军境后 为对方所炼制的本命神帝兵 虽然品质只有神帝级低品 但也是一尊完整的神帝兵 并且跟东方霸天血脉关联 借助这一尊神帝兵和本身妖孽的战力 他甚至能在某种程度上 爆发出神帝境初期强者的战力 小子 想要本弟子死 你还不够资格 在催动这一尊本命敌兵后 东方霸天就像是一位战神 抬手间一拳猛地轰向萧尘 那被铠甲覆盖的拳头 爆发出毁灭性的力量 恐怖的法则之力扭曲这一片虚空 令得彩烟和柳若仙等人面色一变 如此恐怖的力量波动 这绝对达到了神帝级 眼前这一位东方古族的弟子 竟然有如此能耐 真不愧是从神域古族势力中 走出的顶尖妖孽 而面对东方霸天的超强爆发 萧尘的面色依旧显得很平静 脸上甚至露出一抹不屑之色 如果是一般的神军镜巅峰强者 或是其他顶尖实力的妖孽天骄 面对这一击可能真得暂避锋芒 只可惜 这个家伙遇到了他 一个堪称挂笔的存在 已经超出天骄的范畴 对方的结局早已经注定 轰隆 随着霸天战甲和精灵破阵梭的碰撞 毁灭性的冲击波也在俩人周围爆发 彩烟等人和东方古族那些神军镜强者 一个个都在骇然中被这种冲击逼退出去 方圆几十万里内在顷刻间化为真空地带 那种骇然的景象 就像是有一颗恒星当场炸开一般 阿波 快住手 就在众多强者身形倒卷而飞 一脸骇然的看着风暴中心时 东方霸天惊恐而绝望的话音 也从风暴中传了出来 如果透过那种恐怖的风暴冲击波 可以清晰的看到东方霸天的手臂 在精灵破阵梭的轰击下 被残忍的轰成一堆碎片 血雾随着霸天战甲的护腕和手套飞溅而出 精灵破阵梭更是在东方霸天绝望的嘶吼中 又如同流星一般狠狠地轰在对方的胸膛上 令得霸天战甲被轰得凹下去 东方霸天那强悍无比的神体 在这种冲击下也暴成了血雾 短短一瞬间 这一位东方古族的第一弟子 就被萧尘轰得只剩下了铠甲 如此恐怖的一幕 让东方古族周围还活着的其他强者 一个个都被吓得亡魂接冒 在嘶吼一声后都疯狂讨窜 东方霸天的实力有多强大 他们这些人全都清楚得很 即便是一些修炼十几万年 甚至是二三十万年的长老 也不是这一位弟子的对手 对方的修炼时间虽然比较短 但法则领悟绝对不比他们弱 可就是这样的存在 在手握神帝兵的情况下 竟然让人一招给轰杀了 眼前这一位公子哥究竟是什么怪物 莫非这一次星空古地路开启 让一位神帝静老怪混进来了 在脑海中浮现出种种念头后 众多神军静强者如同见鬼一般 都疯了一般的往中心大陆冲去 萧陈见状露出一抹森然的笑容 挥手间收起东方霸天的遗物后 就如同恶魔一般追上众多强者 精灵破阵缩分解成三百枚小刀片 呼啸间也对着众多强者斩杀而去 而彩烟等人和滨海神功众多强者 一个个也都爆发修为跟上去补刀 这让东方古族众多神军静强者都被吓破胆了 之前都是他们将其他人视为猎物 没想到现在却变成他们被人猎杀 这让东方古族众多强者都露出无比绝望的神色 有的甚至还对萧陈等人求饶起来 但换来的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 反而是更加恐怖和令人绝望的攻击 最终 在萧陈出手拦截下 东方古族众多神军静强者 没有一个能踏入中心大陆 就被萧陈等人彻底斩杀了 听到纳兰燕燃这么过分的要求 我反手就狠狠地训斥了对方一顿 让他明白讨价还价是有多惨 没想到他更兴奋了 二十八块天道令 这下子倒是不用担心天道令不够用了 在斩杀这些人后 萧陈从这些人的遗物中搜刮出一枚没天道令 神情有些感慨地说道 即便是东方霸天这么强大的存在 还有这么多神军静手下可以调动 在两天半的时间 也只能搜罗到二十八块天道令而已 其中有将近七成的人都没有天道令 若是没有遇到他们 即便东方霸天在最后关头再收集到一些天道令 麾下大部分的强者还是得被神域星空抑制抹杀 可想而知 这一次星空古地路的开启是有多残酷 调整一下 等我祭练一下天道令 我们再踏入中心大路 在内心感慨一下后 萧陈等人看着前方的结界 脸上露出罕见的凝众之色 这一道结界正是隔绝中心大路跟八大分支古路的屏障 如果没有炼化天道令作为身份名牌 即便是神帝尽强者也无法进入其中 不过 天道令中蕴含的一丝邪性 还是让他感到有些很不安 如果没有做好防护措施 就随便炼化天道令的话 接下来说不定会发生什么变故 当然 为了谨慎起见 萧陈也不敢直接炼化这一缕邪性 而是用混沌神力将其封印后 从天道令上转移到其他地方 最终 在耗费一番功夫后 萧陈将采烟等人要用的天道令勾计一遍 把里面的邪性都转移到剩下的天道令上 再将这十几块天道令封入一枚储物那间 随后封印在下方抹出大地中 一行人才进入到中心大路内 至于这十几块天道令 在接下来半天内 会不会被人找到 这已经不关他的事了 毕竟 他只要保证身边的人不会受伤害 这就足够了 这就是中心大路 在跨过节界 看到中心大路里面的景象后 采烟等人的眼神都骤然一凝 因为眼前并不是什么大路 而是一片诡异的星空之海 这里充斥极为浓郁的星空元气 甚至是浓郁到已经凝聚成海洋 看起来有些眼望不到边 无数光点随着海浪不断冲天起 倒是给人一种美到极致的绚丽感 而在这一片星空之海的上空 还悬浮着一个个巨大的光团 每一个都散发着极为恐怖的能量波动 如同里面郁郁着某种星空至宝一般 这让萧辰等人感到有些不对劲 第612章 无底线杀戮 活下去有讲 这些光团里面都隐藏着神帝极宝物 打亮了星海一眼后 萧辰目光落在这些光团上 深吸一口气 有些震惊得到 什么 这些光团中都隐藏有神帝极宝物 听到萧辰的话语 彩烟等人简直难以置信 一个个都瞪大双眼看着这些光团 因为眼前光团的数量 可不是寥寥几个而已 而是有数百上千个 这也就是说 在这一片星海的上空 孕育着上千尊神帝兵 这足以让任何神帝尽强者 为之疯狂 这些宝物就是星空古地路的传承吗 当真是天赐机缘 在萧辰看出端倪的同时 进入到星空之海的其他人 在这一刻也看出一些眉目 其中一位身穿魔纹战甲 头上长着两只脚的男子 在抱贺一声后 便气势如虹地朝着那些光团扑了过去 这一幕 让星空之海周围众多强者面色一变 有的在此时也忍不住爆发修为出手 白痴 萧辰见状只是露出一抹冷笑 示意彩炎等人先别轻举妄动 他可不相信 只要寻找到天道令 进入到这片星空之海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些神帝级宝物 这其中肯定还有什么限制 或者是 有什么游戏规则 在消沉念头落下之时 那一位头脚真容的男子 也逼近到一个光团面前 接着狂笑着抓向光团 下一刻 就在男子触碰到光团的时候 星空之海上空爆发一阵轰鸣 如同有什么大恐怖复苏一般 那团光团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一股难以形容的毁灭性力量 直接轰在那一位男子的身上 甚至让男子都来不及发出惨叫声 整个人就在这种力量下化为灰烬 如此骇人的一幕 瞬间让周围那些逼近光团的人 一个个在半空中连忙杀住脚步 身体更是被冷汗给尽湿了 刚才那人 可是一位神军进巅峰强者啊 竟然被光团一击就给秒杀了 这些光团 竟然能爆发出神帝级的攻击 弟子 在众多强者浑身冷汗直冒的时候 另外一些头角阵容的神军进巅峰者 脸上露出悲痛和惶恐之色 因为这一位被轰杀的男子 可是摩科古族的第二弟子 摩科古节 放眼整个摩科古族 统计中能压制他的 也只有第一弟子摩科古傲 没想到 在闯过古地路分之后 对方竟然就这样死了 一个莽夫 死不足惜 你们在这里好什么 都嫌还不够丢脸吗 在摩科古族众多强者 感到悲痛之时 其中一位年轻男子 神情淡漠地说道 此人 正是摩科古傲 一般人进入到这里 即便是面对重宝 都会耐心观察一下 毕竟 这可是星空古地路 每一次开启 都能死上百万神军进墙者的恐怖秘境 如果这么容易 就能让人得到这些宝物 那为何这么多年 没有多少人能走出去 这家伙一进来就想上手 当真是死不足惜 嗡 在摩科古傲话音落下时 众多光团突然震动起来 让在场所有人面色一变 还以为是光团要集体发动攻击 吓得众人都爆发修为警戒起来 但好在这些光团没有对他们动手 只是在星海上空凝聚成一座天碑 天道绑开启 所有进入星空之海的生灵 以天道令作为自己的身份名牌 可以通过击杀其他人获得积分 最终存活下来的十位生灵 可以接受天道的灌顶洗礼 并获得星空之海诸多宝物 积分排名越高 获得的宝物和灌顶洗礼将会越高级 一天之后 若是星空之海残留生灵超过十位 所有生灵将会被天地规则所抹杀 在天碑形成的那一刻 一道冰冷而淡漠的话音 突然间回荡在虚空中 令得在场所有强者都面色俱变 什么 这究竟是什么狗屁考验 岂不是要我们自相残杀 意识到这规定的残酷后 有不少强者破口大骂道 在场将近一万名神军进强者 只有十位生灵可以活到最后 这是何等残酷的考核 有的势力 这一次进入到星空之海的强者都不止十个 这些人有的可都是同门同族 甚至是手足兄弟 挚爱亲朋啊 最后岂不是也要自相残杀 搞定完纳兰燕然后 我休息一下 又过来找芸芸学姐 听到我让他们三姐妹搬到我家 芸芸学姐竟然提出过分的要求 而在众多强者感到毛骨悚然之时 那一座天碑又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一枚枚符文不断浮现在天碑上 而这些符文 赫然是一排排的编码数字 前面是众多神军进强者 炼化天道令的编码 后面则是积分数值 只不过此时 所有编码的后面积分数字都是零 不过这还没完 在这些编码出现的同时 天碑顶部还浮现出一座沙漏 金色沙子也开始滴滴往下漏 显然在预告着 这场考核已经开始了 原本骂骂咧咧的众多神军进强者 在看到这一幕后 一个个都僵在原地 这一刻 他们只感觉一股寒意 从脚底窜到了头顶 完全没想到 在他们成为神军进强者后 有一天也会被玩弄于鼓掌 并且还是被神域星空一直玩弄 傅 傅君 我们 该怎么办 在死寂的气氛 笼罩整个星空之海时 彩烟等人深吸一口气 目光颤抖地看向萧尘 只能活十个人 就算其他人全部都死绝了 他们一行人也有五十多个 按照这个规则 他们就算活到最后 也只能自相残杀 萧公子 诸位夫人 我们都会誓死守护你们 先为你们扫清这些障碍 在彩烟等人颤抖着开口后 滨海神宫众多长老突然到 萧尘对他们都有恩 他们不能恩将仇报 更何况 若不是萧尘的话 只怕他们一行人 进入到星空谷地路 也绝对没办法踏入这片星空之海的 说不定早就死在外面了 若是接下来 真的只能活十个 他们都会让出机会 夫君 若是到最后万不得已之时 夫君就先动手 先将我们杀了 等出去后再找机会复活我们 在滨海神宫众多长老开口后 柳若仙则是话音平静地说道 这让彩烟等人露出恍然之色 一个个才想起来 萧尘还有复活其他人的逆天能力 这样一来 他们可以先行陨落 让萧尘获得活下去的名额 最后等萧尘复活他们不就行了 若仙姐姐真的好冷静 彩蝶都被吓得忘记了 在内心感到惊叹中 彩蝶满脸兴奋的道 似乎在为柳若仙找到破解之法而高兴 第613章 相对于联手 我更想你死 你们是不是傻 我们为何非得遵守他制定的规则 在柳若仙和彩烟等人开口后 萧尘只是话音平静地反问道 这两句话 瞬间让彩烟和柳若仙等人都愣住了 听萧尘这话 难不成是要正面硬钢神域星空意志 在这个念头落下后 彩烟和柳若仙等人都瞪大双眼 一个个目光颤抖地看了过来 要知道 神域星空意志 这可是神域星空中至高无上的存在 即便是神帝尽强者也无法与之抗衡 难道他们这一位夫君 有抗衡神域星空意志的底牌 想到这里 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一个个呼吸都变得急促 以萧尘种种逆天的手段 或许还真有这个可能性 夫君 你有把握吗 深吸一口气 压住内心的震撼后 柳若仙话音低沉道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只怕跟神域星空意志对上 将会产生某种灾难性后果 没有 但不管怎么样 只有放手一搏 萧尘文言摇了摇头 话音同样低沉的道 虽然不知道神域星空意志的目的 但萧尘可不认为 即便是所有人厮杀的只剩下十个 就真的可以安然的存活下来 并且还能得到所谓的天道灌顶 和诸多神帝级宝物 毕竟 规则都是神域星空意志制定的 他们对于对方来说都只是蝼蚁 没有谁会对蝼蚁做出沉默 更何况 星空谷地路内处处透露着诡异 神域星空意志 还一丝被污染了 这让萧尘无法相信这一场游戏规则 杀 就在萧尘话音落下 彩岩等人刚想开口 再说些什么之事 原本处于死寂中的星空之海 突然响起一道暴力的低河声 恐怖的杀鸡 宛若风暴一般席卷而开 只见一位神军进抢者 目光森然地抬起头 随后如同野兽一般 朝着其他人扑杀而去 这一个举动 如同一枚火星 引爆了火药桶一般 也让周围其他强者 都发出低吼声 修为在寝刻间内都爆发到极致 一道道神通朝其他人轰杀而去 这一刻 他们已经没得选了 毕竟 神域星空意志 可是他们无法抗衡的无上存在 唯一的活路 就是遵守这个游戏规则 不断击杀周围其他强者 成为活到最后的十个人 当然在这一刻 众多神军进抢者 还是没有彻底失去理智 依旧会选择暂时抱团 对其他势力的人下手 刹那之间 整个星空之海一片混乱 不同势力间爆发了惨烈的厮杀 毁灭性的风暴不断横扫于天地 好巧不巧的是 魔科古族所有的人马 目光都锁定在萧尘等人身上 凝笑一声后便集体杀了过来 这让萧尘等人的神情瞬间变得冰冷无比 找死 周围有那么多目标 他们一行人都没有主动出手 这些人就迫不及待地杀过来 真以为他们是软柿子 在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萧尘也没有跟这些人废话 抬手间就祭出神军镜修为体验卡 将自身的修为提升到神军镜巅峰 紧接着祭出精灵 破阵缩对着围守的魔科古骚震杀而去 神帝兵? 看到萧尘爆发出神军镜巅峰修为 还有祭出恐怖的神帝兵后 魔科古骚的神色为之一变 抬手间召唤出一把诡异的镰刀 同样爆发出恐怖的神帝兵威压 可就在两尊神帝兵即将碰撞之时 整个星空之海突然出现一阵波纹 原本爆发出神帝境之力的两尊神帝兵 在这一瞬间竟然莫名其妙地被削弱了 这让萧尘和魔科古骚的神情为之一变 很显然 这是神域星空意志在出手干预 将神帝兵的威能削弱到神军级 虽然有些不理解 但萧尘和魔科古骚都来不及深思 两尊神帝兵便狠狠地轰击在一起 伴随着轰鸣声震撤着一片星空 毁灭性的冲击也疯狂席卷而开 尽管两尊神帝兵都被削弱了 但那一种碰撞依旧无比恐怖 周围的人都被俩人强行逼退 萧尘和魔科古骚在碰撞中也被对方震推倒卷 云云学姐说 只要我能在他们三姐妹的考核下坚持下来 他们就同意这个要求 不然就是我能力不足 看不起谁呢 你是谁 感受到浑身气血不断翻滚 魔科古骚凝重地盯着萧尘 话音低沉地回荡在天地间 你的实力很强 足以存到最后 刚才是本弟子所有唐突 我们不妨联手干掉其他累赘 成为存活到最后的十位强者 听到魔科古骚这一番话 萧尘只是露出一抹冷笑 相对于联手 我更想你死 在这一句话的落下后 萧尘没有再多说什么 修为爆发间再一次催动精灵破阵缩 毫不手软地对着魔科古骚震杀而下 这让魔科古骚的面色变得无比猙獰 给脸不要脸 那就去死吧 在嘶吼一声后 魔科古骚在嘶吼中杀向萧尘 俩人再一次展开恐怖的厮杀 而在周围 彩烟和柳若仙等人 也跟魔科古族众多强者厮杀在一起 从单体战力上而言 彩烟和柳若仙等人最多 就神军镜后期修为 很难比得过魔科古族一些神军镜巅峰强者 但一行人都修炼过合击阵法 加上彼此之间都是无比信任 还和滨海神功众多长老联手 一行人在厮杀中 即便是无法占据上风 也能游刃有余地挡住各种致命的攻击 毕竟 这一次是生存挑战 不是一场猎杀游戏 他们能做的就是 尽可能保护好自己 别让萧尘在厮杀中因为他们而分心 当然 这只是彩烟等人的想法 在星空之海的其他人 此时可不是这么想的 一个个都目光赤红地盯着其他人 还时不时盯着天碑上的积分排名 他们想要的是更多积分 最后能跻身进天碑前十 所以在厮杀爆发后 这些人都如同嗜血的疯子 率先攻击较为弱小的存在 因为这些人比较容易收割 在他们眼里是行走的积分 有的甚至连同门都不放过 哀嚎 狂笑 怒吼 求饶 种种嘶吼声伴随着各种负面情绪 不断从这些人的身上散发出来 令得对方身上的天道令不断闪烁 蕴含在天道令中的那一缕邪性 也如同种子发芽一般不断壮大 只是这种变化 在场所有人除了萧尘以外 就没有人能察觉到这一点 第614章 这是在阳谷吗 原来如此 以众多神帝兵和天道灌顶为诱惑 在封锁星空之海 制定残酷的规则 就是要激发重强者的欲望和邪念 以他们身上产生的负面之力 来刺激这些邪神之力的成长 这就是神域星空意志的目的 在以绝对的实力将魔科古骜 押入下风后 萧尘也看出在场其他神军进强者的变化 脸上不禁露出一抹凝重之色 虽说他看出了这一点 但完全不知道神域星空意志 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是被邪神之力感染了 从神域星空意志的立场上来看 不应该是要想尽办法净化掉吗 怎么会如此大费周章的 培养这些邪神之力 难不成 是神域星空意志要邪化了 可如果对方要邪化的话 直接在神域星空掀起厮杀不就好了 何必多此一举 在星空谷地路内进行 短短一瞬间 萧尘脑海中闪过诸多念头 但很快又被他一一否决了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是在羞辱本弟子吗 看到萧尘皱着眉头陷入沉思 并且依靠本能对他施展攻击 摩科古骜忍不住怒吼咆哮道 跟他进行厮杀 竟然还在分心思考其他事情 这不是在羞辱他是什么 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 他摩科古骜修炼了数千年 成为摩科古族顶尖的弟子 从来还没有受过这种耻辱 在怒吼声中 摩科古骜将修为催动到了极致 身后浮现出一道头角蒸容 背声双翼 还长着尾巴的猙獰魔影 魔影手持镰刀仰天咆哮 无数魔头也环绕在周围 一道刀芒横贯天地 便对着萧尘暴斩而下 即便是有神域星空意志 在压制神帝兵之威 摩科古骜此时所施展出的这一招 依旧能轻松斩杀神军进巅峰强者 这便是摩科古族第一弟子的恐怖之处 放眼整个神域星空 在神军境当中 能与他抗衡的 绝对不超过二十个 但今日一个人族男子 却让他感到如此憋屈 急着找死 我成全你 看到摩科古骜施展出这一招 萧尘脸上露出一抹森然之意 修为在寝刻间内被他催动到了极致 随后单手结印朝摩科古骜虚空一案 无数阵纹在精灵破阵梭上面闪耀 令得这一尊神帝兵发出一阵嗡鸣 紧接着如同龙卷一般 轰向那一道恐怖的镰刀锋芒 轰鸣瞬间震动整个星空之海 摩科古骜这一道足以轻风斩杀 神军境巅峰强者的攻击 竟然被精灵破阵梭当场轰爆开来 这让摩科古骜的瞳孔剧烈收缩起来 不 看到那梅金梭在轰爆他的神通后 依旧带着毁灭性的力量横冲而来 摩科古骜忍不住发出绝望的嘶吼 可还没等他进行躲避 或者是凝聚修为抵挡 精灵破阵梭就以无坚不摧的攻势 从摩科古骜的身体上贯穿而过 恐怖的冲击将摩科古骜的身体给轰成了两截 如此骇人的一幕 让摩科古族众多神军境强者 一个个都如同大白天活见鬼一般 摩科古族的第一弟子 竟然让人就这样给宰了 嗡 几乎在摩科古骜陨落之时 对方身上的天道令骤然崩碎 一道光芒朝着萧尘暴射而来 这让萧尘的瞳孔忍不住收缩起来 下意识就想将这道光芒阻挡在外 因为这一道光芒 从外表上看起来虽然纯白无瑕 拥有十分纯粹的星空反的气息 但萧尘却能看到光芒中包裹着一缕邪神之力 并且这一缕邪神之力 在摩科古骜惨死的一瞬间 还吞噬了对方的怨念和魂灵 在光芒的包裹下壮大了一倍 简直让人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不过萧尘在迟疑一下后 最终还是没有选择阻止 只是看着那一道光芒 没入他腰间的天道令 让他在天杯上面多出了一个积分点 听到考验我 芸汐学姐立马从公司赶回来 还特意换了一身古风装扮 但我觉得他穿神装都没用 我是无敌的 杀死一位强者 对方身上的天道令就会破碎 里面蕴含的邪性 会吞噬此人的怨念和魂灵 从而进入胜利者的天道令牌内 跟原先的邪性互相融合 这是在阳谷吗 看着进入到他天道令牌中的那一缕邪性 正在疯狂寻找 这令牌中本该存在的邪性 萧尘的神情变得愈发凝重 这一枚天道令中蕴含的邪神之力 早就被他以特殊的方法 转移到其他令牌上了 这一缕邪神之力 怎么可能找得到原先那一缕邪神之力 不好 在念头转动间 萧尘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神情在这一刻为之一变 甚至是爆发修为 想要封锁这一枚天道令 如果这一缕邪神之力 找不到本该存在于天道令中的另外一缕邪神之力 那神域星空意志 岂不是能感知到这一枚天道令 已经被动过手脚了 几乎在萧尘有所动作之时 一种诡异的感觉涌上心头 那就是在冥冥之中 似乎有一道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 并且 这一道目光不属于在场的任何生灵 而是来自星空之海深处一道恐怖的意志 这让萧尘感到浑身汗毛 都为之战力竖起 所有人聚集到我身边 没有丝毫犹豫 在担心神域星空意志会对他动手的情况下 萧尘当即对着彩烟和柳若仙等人低喝倒 精灵破阵缩 更是化为一枚枚飞刀 瞬间了 轰向魔科古族众多的强者 伴随着轰鸣声的滔天乍响 魔科古族的强者都被轰飞 彩烟等人腰间的天道令 都被萧尘夺取了下来 还不等他们开口询问些什么 天元神玄境突然间浮下出 又将彩烟等人都吞噬了进去 接着萧尘抬手一按 又将天元神玄境收入到系统空间里面 这一幕让魔科古族众多强者都愣住了 你 竟然能打开储物空间 看到短短片刻间 眼前一帮女人就消失不见了 魔科古族一位强者惊害到 因为刚才在爆发厮杀之时 他们就想开启储物那界 拿出一些保命之物作战 或者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躲进一些能容纳生灵的神兵中 看能不能以此让自己活到最后 可没想到 刚才不论他们怎么催动修为 都无法打开自己的储物那界 甚至是开启神兵的次元空间 这应该是神玉星空意志限制了 很明显是不想让他们投机取巧 但眼前这家伙 竟然能开启储物空间 还将一帮女人收进去 这家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第615章 你们是要我来挑人解决 还是你们几个看着解决 一群可悲之人 送你们一程吧 萧尘文言并没有回答这些人的问题 只是话音淡漠地说了一句 修为在这一刻 也轰然爆发 一道道毁灭性的神通 不断朝众人轰击而去 这让魔科古族众多强者为之骇然 等采烟等人厮杀 本就被消耗一波 刚才在那种冲击中 还受到创伤 此时怎么可能会是萧尘的对手 伴随着精灵破阵缩的穿梭 一位位在外界威震一方的神军进强者 此时就如同戴宰一般 毫无抵抗之力 在绝望的嘶吼声中 不断被萧尘抹杀 而随着这些人的陨落 对方身上的天道令也不断爆碎炸开 一道道邪力不断没入萧尘的令牌内 令的原本存在于其中的第一道邪力 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急速变强者 直到在场近百位神军进强者都陨落殆尽 萧尘腰间原本纯白色的天道令 在这一刻也浮现出诡异的黑气 这玩意似乎是想蜕变成什么 看到天道令中的那一缕邪性 萧尘脸上的神情变得很凝重 当然 也仅仅只是凝重而已 他并没有感受到恐慌 他毕竟是有金手指在身的 足以跟神域星空意志抗衡 现在只不过是想看看 神域星空意志究竟想干什么 才没有立即动用所有底牌 离开这一片诡异的空间 在击杀魔科古族所有神军进强者后 萧尘没有再主动去攻击周围其他人 只是静静等待着这一场厮杀的结束 当然 如果有杀红眼的家伙 想过来猎杀他 萧尘也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将其抹杀 那种恐怖的战力 让众人为之胆寒 不少靠近萧尘的神军进强者 只能改变目标朝其他人杀去 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厮杀也变得愈发惨烈 血腥气息弥漫整个星空之海 短短一天不到 上万名神军进强者 就陨落的只剩下十几个 当然这是将彩烟等人排除在外的结果 这十几人 每一个都是神军进巅峰修为 身上的积分都是四五百起步 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积分 这是因为在击杀他人之时 不仅能得到对方本身一个积分 也能得到对方累计得到的积分 这也就是说 现在他们不管是击杀哪一个 自身的积分都会突然间暴涨 在天碑上的排名 也会上涨好几个名次 小样 神庄也被我教训的求饶 芸汐学姐还嘴硬 说他家里最会武枪弄棒的还没来 等一下有我好看的 吓唬谁呢 神兮 摩羯 龙战天 凤无敌 北宫狂 你们果然活到了最后 在消沉目光平静地看着这十几人之时 其中一位黑衣男子扫过其他人 脸上露出一抹强烈的忌惮之色 而他所念出的名字 每一个都是神域中的顶尖妖孽 比如神兮 乃是三眼神族最强的神子 摩羯则是黑魔族最强的魔子 还有龙战天 凤无敌 则是祖龙一族和祖风一族的最强后裔 北宫狂更是北宫灵族的最强圣灵之子 这种恐怖的压迫感 让另外几个稍微逊色一点的妖孽天骄 感到了莫大的压力 摩羯鼓敖 东方霸天 日月无双 他们都死了 在那男子开口后 神兮淡漠地扫了虚空一眼后 目光有些诧异地落在萧尘身上 紧接着便露出一抹凝重的神色 因为他在萧尘的身上 竟然感受到一种危机 你是谁 在察觉出萧尘的不凡后 神兮话音低沉地询问道 不久前 萧尘跟摩羯鼓敖的厮杀 虽然很激烈 但当时星空之海的厮杀 刚爆发不久 整个战场一片混乱 风暴更是席卷星空 加上星空之海也是十分庞大 所以他并未注意到 萧尘跟摩羯鼓敖的厮杀 一共有十六个人 还得再死六个才行 你们是要自行解决 还是我送你们一程 听到神兮的话语 萧尘并没有回答 只是淡漠地对着这些人说道 说完 萧尘目光瞥了天悲眼 上面原本有上万个编号 如今就只有十几个亮着 那些陨落的编号 已经变成了死灰色 而彩岩等人的编号 因为天道令被他夺过来 并利用系统切断了关联 最后令牌还被他碾碎了 所以在天悲这里 已经被判定为死亡 至于神域星空意志 究竟有没有察觉到 这个暂时倒是不在萧尘的考虑范围内 现在他只想知道 当在场只剩下十个人之时 星空之海会发生什么变化 好狂妄的人族家伙 你是觉得 你能以一己之力 抗衡我们在场这么多强者 听到萧尘这两句话 刚才开口的黑衣男子 话音有些森然地说道 似乎是想怂恿在场其他人 先联手将萧尘斩杀在这里 毕竟 他对自身的实力 没有绝对的自信心 现在只要死一个 他就多一份希望 郭躁 在黑衣男子话音刚落下之时 萧尘的眼眸中 闪过一抹寒光 整个人如同鬼魅一般的冲出 精灵破阵缩 宛若犹龙一般 环绕在萧尘周围 一人一缩 带着势不可挡的恐怖攻势 便对着黑衣男子震杀而去 出手 先宰了他 看到萧尘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攻势 黑衣男子有些惶恐的大声嘶吼道 说话间 黑衣男子身后浮现出一头庞大的兽影 双翼展开如同要扶摇九天 浑身上下还冒着诡异的黑夜 大魔鹏鸟 这是一种脱胎于大日昆鹏和天魔龙雀的猛荒一种 在神域中也是极其可怕的种族 当然 这一种血脉再怎么强大 在萧尘眼中也不值一提 仅仅在碰撞中的一瞬间 那头大魔鹏鸟就被萧尘当场轰爆开来 令得黑衣男子忍不住喷出一大口鲜血 目光无比惊恐地看着萧尘 随后歇斯底里的大声吼道 不 本弟子还不想死 快救 在惊恐的话语中 黑衣男子只能对着其他人开口求援 但话语还没说完就被萧尘再次轰重 整个人在轰鸣中被萧尘轰成了碎片 如此恐怖的一幕 让在场其他人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 一个个都一脸惊骇无比地看着萧尘 能够厮杀到最后的十几人 即便黑衣男子不是最强的 但比起他们也差不了多少 可就是这样的存在 竟然被萧尘两招就给轰杀了 这特别也太假了吧 还有五个 你们是要我来挑人解决 还是你们几个看着解决 在神兮等人一脸惊悚之时 萧尘抬起头扫了几人一眼 话音异常冷漠地询问道 第616章 只剩下十个人了 你应该要出现了吧 这家伙 听到萧尘这一番充满威胁的话语 在场众多强者 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一个个目光森然地盯着萧尘 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开口嘲讽 很显然 萧尘刚才的雷霆出手 已经将他们彻底镇住 哪怕是神兮 摩羯这种超级妖面 此时也不得不承认 萧尘比他们更强大 气氛在这种僵持中陷入到死记中 不过这种死记并未持续多久 神兮和摩羯在对视一眼后 脸上都露出一抹森冷的寒光 沙 伴随着这一个冰冷的字音 突然间响起 神兮和摩羯几乎在同一时间爆发修为 这让周围众多强者眼神一鸣 修为在这一瞬间也跟着爆发 可就在这时 在众人以为 神兮和摩羯要对萧尘动手之时 谁知道 两人却是转身冲入到人群中 朝着其中两位神军进强者展开攻击 这情况 让其他人感到一脸骇然 你们两个疯了吗 看到神兮和摩羯一脸丧心病狂的杀过来 被视为攻击目标的两大强者大声嘶吼道 以这种对峙的情况 不应该是众人联手 先将萧尘铲除掉吗 怎么这两个家伙 却疯了一般的对他们出手 难不成 是被眼前这个人族男子给吓到了 而在话语嘶吼中 俩人也只能硬着头皮爆发修为 跟神兮和摩羯强行硬汗在一起 轰鸣声煞时间震动虚空 在神兮和摩羯的攻击下 俩人如同玩偶一般被轰飞出去 口中更是忍不住喷出大口鲜血 他们虽然是各自势力中 最为强大的神军竞强者 但比起眼前这两个顶尖妖孽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为什么 在身体受窗喷出鲜血后 俩人面色扭曲的大吼道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成为攻击目标 因为你们是最弱的 听到这俩人的嘶吼 神兮和摩羯的脸上 都露出残忍的笑容 接着又是两道神通 对着俩人轰击而下 萧尘刚才所展现的实力太强了 强到让他们感觉 即便是联手 也没有几分把握能战胜对方 再者说 这一次的杀戮考核 不是要杀光所有人 而是可以存活十个人 所以他们没必要跟萧尘死磕 只需要将最弱的几个淘汰掉 一时间 在神兮和摩羯话音落下后 两大强者都露出绝望之色 只能将目光看向其他人 祈祷其他人能出手相助 可同样在这时 龙战天和凤无敌森然地 看向其他人 紧接着也爆发修为 杀向另外两人 就连剩余的其他强者 也纷纷爆发修为 开始杀向其他人 以现在这种情形 想要联手对付萧尘 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他们现在只能拼命地 去淘汰其他强者 如果可以侥幸撑到最后 或许还能获得机缘造化 一群可悲的家伙 看着眼前厮杀在一起的众多强者 萧尘的神情并没有什么波动 只是淡漠地退到一旁 冷冷地看着这些人厮杀 只要这些人不来招惹她的话 她也懒得出手送这些人一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厮杀很快就有了结果 面对神兮和摩羯 这种顶尖的妖孽 被盯上的几个强者 虽然也很不凡 但彼此之间 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绝望和怨恨的嘶吼声中 这几人即便是使出浑身解数 最终还是被神兮等人斩杀了 当然 在那几大强者的拼死反击中 神兮等人都受到不清的创伤 这令得神兮等人 一个个都神情警惕地盯着萧尘 似乎在担心 萧尘会趁机对他们出手 毕竟 此时仅剩的所有人中 萧尘的积分是垫底的 如果对方要争第一排名的话 此时无疑是出手的最佳机会 不要用那种眼神来防备本公子 本公子对你们一点兴趣都没有 感受到神兮等人的目光 萧尘神情有些不屑的道 从修为上看来 他现在只是神军进后期 比这些人甚至要弱一些 但实际上 他跟这些人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 如今在星空谷地录内 能让他慎重对待的 也只有神域星空意志了 听到两个姐姐需要支援 云音妹妹立马发来一张照片 说他放学后就立马杀过来 让我见识一下打野的厉害 这 只剩下十个人了 应该要出现了吧 看着天碑上闪烁的十个编号 还有众多强者的天道令内 那一抹邪性已经孕育得差不多了 萧尘抬头看着虚空 忍不住呢喃道 就在萧尘话音落下的同时 悬浮在星空之海上的天碑 在这一刻爆发出一阵光芒 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威压 煞时间席卷整个星空之海 让神兮等人都有一种 如同蝼蚁在仰望天地一般的卑微感 考核结束 活着的十位生灵 你们有幸可以承受天道之力的洗礼 并且获得在场众多神帝兵的继承权 现在放开心神 接受天道灌顶 在光芒席卷爆发的同时 一道飘渺的话音也回荡而开 让神兮等人都露出狂喜之色 他们终于通过考核 成为最后的赢家了 等接受完天道灌顶洗礼 他们势必能突破到神帝境 成为神域星空近百万年来 最为年轻的神帝境强者 假以时日 甚至能成为当时最为强大的十位 神帝境强者 而在众多天骄心神狂喜之时 一道道光柱也从虚空中降临 当即笼罩在在场每个人身上 刹那之间 萧尘只感觉到无穷无尽的力量 正在疯狂涌入到他的身体里面 修为也像是打了鸡血一般的 急速飙升起来 不过在这种提升中 他们妖间的天道令也随之崩毁 隐藏在其中 邪性趁机没入体内 如同一条诡异的寄生虫 不断深入进他们的身体 似乎是想将他们改造成 某种未知的存在 以天道灌顶为虚名 将活下来的人改造成傀儡 这个就是你的目的吗 感受到那一抹邪性在体内游走 萧尘的眼眸中露出一抹寒光 一张水晶卡片出现在他手中 这赫然是神帝竞修为体验卡 下一刻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在话音回荡而出的同时 萧尘毫不犹豫地捏碎水晶卡 伴随着无数光点没入体内 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也从他体内轰然爆发 不对 如果只是要将我们变成天道的傀儡 以你的实力 完全能将我们强行母艺 完全没必要搞这些小动作 你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第617章 这家伙 究竟想干嘛 随着这两句话的落下 萧尘的修为波动 也暴涨到神帝竞顶峰 甚至可以说是 无限接近于神帝竞之上 在这种恐怖的力量下 笼罩在萧尘身上的天道光柱 瞬间崩溃 侵入他体内的邪神之力 也被逼了出来 如此惊变 令得整个星空之海 都剧烈地震动起来 而笼罩在天道光柱的神兮等人 一个个更是在惊骇中瞪大双眼 神帝竞 眼前这一位人族男子 果然是一位神帝竞强者 并且 还有可能是最为顶尖的那种 这一次星空谷地露开启 竟然混进来一位神帝竞老怪 对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神兮等人还没惊骇多久 内心就涌现出一种恐惧 因为萧尘所说的话语 也让他们感觉到不对 在修为暴涨的同时 他们此时也感应到那一缕邪性 正在随着天道之力 不断在侵蚀着他们 最要命的是 他们此时的身体 已经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种事情发生 天约一指 时隔三千万年 终于又出现了 就在萧尘话音落下 众多强者绝望之时 随着一道虚无缥缈的话音 回荡在星空之海内 一道朦胧的光芒 也在星空之海深处 闪耀而起 仅仅一瞬间 便在萧尘前方 凝聚成一道身影 只不过 这道身影 全身笼罩在光芒中 让人看不出 究竟长什么样子 甚至还让人看不出 是男士女 就连声音也是雌雄难辨 但身上所散发的威压 却是恐怖到无法形容 即便是此时动用 神地境修为体验卡 修为已然达到 神地境巅峰的萧尘 身上所散发的威压 也比不过此人 而这一道光影 毫无疑问 就是神域星空意志 神域星空意志 你究竟想干嘛 在神域星空意志 化为一道光影后 萧尘神情 无比凝重地盯着对方 作为这片星空至高无上的存在 对方会知道 三千万年前的事情 萧尘并不感到奇怪 奇怪的是 在进入到 星空谷地录内后 萧尘本以为 神域星空意志 应该是被邪神之力污染了 但看眼前 神域星空意志 所化身的这一道光影 身上完全感应不到 任何一点邪气 这让萧尘 不得不推翻之前的猜测 你是混沌 还是 天约与混沌的融合体 在萧尘开口后 神域星空意志并没有回答 只是静静地盯着萧尘 随后问出这两句话 这让萧尘的眼神一宁 显然没有想到 神域星空意志 竟然能看破他身上的一些隐秘 真不愧是这一方星空中 至高无上的存在 当然 萧尘也没有回答 神域星空意志的问题 同样只是静静地盯着对方 两者陷入到诡异的僵持中 他要复苏了 不管你是混沌 还是何方神圣 他复苏后 都不会放过你的 这没神经 就当是我送你的一点小礼物 它可以让你的修为 更快地达到神地境 在静静看了萧尘好意会后 神域星空意志轻轻一抬手 一枚散发着柔和光芒的神经 便悬浮到萧尘的面前 这让萧尘感到有些错愕 你到底想 就在萧尘想再次询问之时 还没有等萧尘把话语说完 一阵光芒在虚空中闪耀爆发 萧尘周围的空间也发生扭曲 让他整个人连同那一枚神经 一瞬间都被传送出星空之海 再次出现时已经浮现在苍蓝界的星空外 这让萧尘的大脑陷入了短暂的当机状态 本以为这一次逼神域星空意志现身 他们两个之间会有一场厮杀较量 可没想到 仅仅只是问了几个问题 还什么事情都没有问到 他就让对方送出来了 回到家 看着云英妹妹穿着学生制服 还乃凶乃凶地盯着我 我反手就给他上了一课 没想到把他整哭了 罪恶啊 这家伙 究竟想干嘛 在百思不得其解中 萧尘看了看身前悬浮的神经 又看了看一眼神域星空深处 神情变得愈发凝重 神域星空意志 开启古地路 利用众多神军进强者 来催生多道邪神之力 肯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是想研究域外邪神的力量本源 还是想饲养出另外一尊邪神 又或者是 打算以这些邪神之力为影子 施展某种禁忌之法诛杀对方 短短一瞬间 萧尘脑海中闪过各种念头 让他内心生出一种危机感 不管怎么样 神域星空意志 对他来说 绝对是无比恐怖的存在 而他对神域星空意志来说 同样也是一个不小的隐患 毕竟 他身怀系统 也是就天渊意志 如果真正成长起来的话 必定会超出神域星空意志的控制 甚至有可能会反过来威胁到对方 如果萧尘是神域星空意志的话 绝对会想办法施展手段控制他 这样才能消除来自于他的危险 想到这里 萧尘的目光看向眼前这枚神经 脸上的神情也忍不住变换起来 难不成这一枚神经 就是神域星空意志 想要用来控制他的东西 可这未明也太明显了吧 还是 对方在讨好他 傅君 你怎么出来了 就在萧尘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波若西和林一仙 还有萧兰 身形都浮现在萧尘的身边 在感受到萧尘身上 那种恐怖的修为波动后 萧兰更是难以置信地大叫道 哇 主人 你你你 你的修为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恐怖了 感受到萧尘身上那种恐怖的压迫感 即便他现在已经突破到神地境初期 也有种如同蝼蚁一般的感觉 这是何等恐怖的事情 仅仅只是进去一趟星空谷地路 萧尘的修为就暴涨到这种程度 这是我动用一些特殊的手段 让修为暂时提升到这种程度 听到波若西和萧兰的话语 萧尘也从杂念中回过神来 当即笑着跟几人解释一句 这让波若西和林依仙等人都一脸震惊 以前虽然听萧尘提起过 但现在感受到这种实力 还是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能让夫君动用如此手段 看来在星空谷地路内 必定发生了某种变故 波若西文言眼神一宁 接着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话音有些急促地询问道 夫君 彩烟和弱仙他们呢 怎么没有看到他们 萧尘突然冒出来了 彩烟等人却不见了 难不成 彩烟等人和滨海神宫众多长老 现在都还被困在星空谷地路内 第618章 天塌下来 有高个子顶着 放心 他们都没事 看到波若西和萧兰等人一脸紧张 萧尘淡笑着摆了摆手 随后寄出天元神玄境 在一阵光芒闪耀过后 彩烟等人和滨海神宫众多长老 也集体出现在这一片虚空中 夫君 若西 萧兰 从天元神玄境中被释放出来后 彩烟等人的目光 第一时间便落在萧尘的身上 不过 就在他们刚想开口询问什么的时候 却发现 萧尘身边 还有波若西和萧兰等人 脸上不由地露出一抹疑惑 他们不是在星空谷地路里面吗 怎么现在会看到波若西和萧兰 难不成 他们已经不在星空谷地路内了 刚才的情况有些不对劲 我只能将你们先收进去 看到彩烟等人都一脸疑惑地看过来 萧尘只能将事情简单地讲述一下 什么 天道令牌中的邪性会互相吞噬 加速成长 听到萧尘给出的解释 彩烟等人的面色一惊 嗯 在察觉到这一点后 我只能先将你们收起来 免得你们击杀了哪一位神军进抢者 令牌会再次沾染上邪神之力 从而让自身受到波及 萧尘文言点了点头 话音有些低沉得到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神域星空意志在现身后 竟然没有对我动手 只是将我送了出来 还给了我一枚神经 什么 神域星空意志 在萧尘话音还没说完之时 彩烟等人的神情一变 萧兰更是被吓到了 像是老鼠见到猫一样 立马躲在萧尘的身后 随后探出脑袋 看了一眼周围的星空 感觉没有什么动静后 才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放心吧 他现在不会跟我们动手 暂时还不是我们的敌人 感受到萧兰的惊慌 萧尘拍了拍对方的脑袋 话音柔和地安抚了一句 夫君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一旁听得满头雾水的波若西 迟疑一下后终于忍不住询问道 他们并未进入到星空谷地路内 并不知道里面发生的所有事情 此时听着萧尘的解释 反而变得更加迷糊了 公主 事情是这样的 听到波若西的询问 还没等萧尘开口解释 滨海神宫一位长老 就以简洁的话语 将进入星空谷地路内的事情 都大致讲述一遍 这让波若西和林一仙的眼神一凝 头下近万块天道令 只能让持有者 进入谷地路中心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剩下的强者 让他们再一次自相残杀 最终只能留下十位生灵 波若西听完这些事情经过后 也被震惊地深吸了一口凉气 显然没有想到 星空谷地路内的考核会这么残酷 最终只能有十个人可以活到最后 怪不得 以往每一次星空谷地路开启 最终能活着出来的寥寥无几 夫君 剩下的另外几人 他们现在咋样了 在内心感到有些震惊后 波若西有些好奇地问道 彩岩等人也是一脸好奇地看了过来 他们都沦为了试验品 萧尘文言眼神微微一宁 思索一下话音低沉的道 虽然我暂时还推测不出 神域星空意志的真正目的 但这些人十有八九 已经成为神域星空意志的傀儡 听到萧尘这话 波若西等人都是一脸沉重 这些事情 乍一听之下 似乎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但他们毕竟都生活在这片星空下 一旦神域星空真的发生什么变故 绝对没有任何生灵可以置身事外 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起码现在还很安定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的提升修为 才能应对一切突发情况 看到波若西等人都是一脸凝重 萧尘摆了摆手 十分淡定地说道 荒是没有用的 毕竟天塌下来 有高个子顶着 如果域外邪神真的复苏了 神域星空意志 还有神域众多顶尖势力 必定会想办法先顶上去 他们现在只管提升修为即可 搞定了云家三姐妹后 我来到柳神学姐家 提议让她搬过来 没想到她说 要她当女帝 让我给她鞭策一顿 啊这 夫君 你要练化这一枚神经 在萧尘这一句话落下后 彩岩等人下意识看向 悬浮在萧尘眼前的那一枚神经 里面所蕴含的能量波动 让他们感到心惊肉跳的 很显然 这是一颗十分高等的神源结晶 若是能完全炼化的话 只要法则感悟能跟得上 突破到神地境 绝对是轻轻松松 但是 这玩意是神域星空意志给予的 就怕对方在里面动了什么手脚 萧尘文言摇了摇头 他同样也信不过神域星空意志 所以暂时不会考虑炼化这玩意 更何况 他身上天才地宝众多 此行收获也十分丰富 随便炼化一些混沌舍粒子 也足以让他突破到神地境 在简单交谈一番后 萧尘等人也没有在虚空中逗留 一行人便回到苍蓝界内闭关了 与此同时 星空谷地路内深处 在萧尘离开这片星空后 神兮等人的灌顶也随之完成 一个个修为都突破到神地境 只是他们的眉心上 都鸣刻有一枚符吻 看起来有些邪意 神体和神魂已经完全邪化 这一下子 应该能够接近那个地方了 看着眼前九大生灵 神域星空意志目光闪烁 在泥南一句后轻轻一挥 神兮等人便消失在星空之海内 当年内战 因为混沌神和域外邪神的火拼 导致整个北域几乎化为了废墟 而他身为神域星空意志 自然也受到可怕的反噬 在之后的两千多万年中 神域星空意志恢复了一些元气 但因为北域已经被邪气所污染 还有混沌神死后所设下的封印 他没有办法踏入到北域深处 将那一尊域外邪神彻底斩杀 不过这些年感知到域外邪神 不断在吞噬众生负面之力 恢复自身 神域星空意志也想出了一个对策 那就是提取域外邪神 遗留在天地间的力量 饲养出能被他所掌控的邪神之力 随后再让邪神之力进入北域深处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 让域外邪神重新吞噬回去 这样 他就能在域外邪神体内留下一点因果之力 可以成为他未来对付域外邪神的一道底牌 甚至是 在对方受到重创之时 还能反过来同化对方 让这一尊域外邪神成为他的傀儡化身 甚至是合二为一 让宇宙层次发生蜕变 第619章 此法不行 我们只能执行另外一个计划了 另外一边 在神兮等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北域之时 神域众多顶尖势力 在这一刻也彻底炸锅了 短短几天时间 进入到星空谷地录内的众多神军 魂灯都是一盏接着一盏的熄灭调 甚至用全军覆没来形容都不为过 这让众多神帝境老怪感到一脸难以置信 纵使在内心中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这种情况还是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料 要知道 这一次星空谷地录开启 他们甚至派出最为妖孽的弟子 这些人放眼整个神域星空 能与之匹敌的是少之又少 可现在这些人全都陨落了 这个上古秘境究竟是为了神而准备的 在感到难以置信中 不少神帝境老怪都派出强者 疯狂搜寻天门出现过的地方 看能不能找到星空谷地录所留下的一些痕迹 从而以别的途径进入到这方秘境中一探究竟 只可惜 这一次传送天门在提前关闭后 就从神域星空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即便是神帝境强者 也找不出任何线索 而在神域星空 因为星空谷地录开启陷入不平静之时 北域在这一段时间也变得愈发不寻常 北域深处 不断有无法形容的邪恶气息 从一道深渊裂缝中喷涌而出 尽管在这一道深渊的上面 有一道道古老的神闻封锁整片天地 但依旧还是有不少邪气渗透到外面 而这一道深渊 正是三千万年前 混沌神跟狱外邪神厮杀之时 所留下来的一道星空大裂缝 那一尊狱外邪神在被混沌神中创之后 就是被封印在这一道星空大裂缝深处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邪神之力不断的侵蚀下 混沌神所留下来的封印 也开始变得摇摇欲坠了 或许用不了太久的时间 这道封印就会彻底破灭 届时那一尊狱外邪神 也会从沉睡中复苏过来 准备好了吗 在这道邪气四溢的深渊大裂缝外 伴随着一道苍老话音突然间响彻 一道道身影如同鬼魅一般的浮现出 这几人都笼罩在一身黑袍里面 身上散发的气息更是浩瀚如鸢 毫无疑问 这几人都是神帝境强者 并且还达到神帝境巅峰 而在他们的身后 还有更多的身影 这些人的气息也无比恐怖 还比不上为首的那几道身影 但每一个也是货真价实的神帝境强者 如果灵依仙在这里的话 甚至能认出来其中一人 就是当初捉走他的鬼婆 毫无疑问 这些黑袍强者 正是北域众多的神帝境老怪 为首的几位神帝境巅峰强者 是三大邪教的教主和守护者 身后则是三大邪教的太上长老 或者是其他势力的掌权者 可以说 此时北域的神帝境强者 都聚集在星空大裂缝外 而他们的目的 就是想尝试一下 能不能及众多神帝之力 强行轰开这一道摇摇欲坠的封印 将那一尊邪神从封印中释放出来 从而借此机会 成为这尊狱外邪神的信徒 得到能超越神帝境的秘书 全力出手 还没等身后众多强者回答 为首的黑袍老者再次喝到 一股恐怖的修为波动 宛若火山爆发一般 冲天爆发 甚至在这一刻 随着老者抱贺一声 众多神帝境强者也纷纷爆发修为 一道道毁灭性的神通席卷于天地 然后对着那一道封印狠狠地轰了下去 刹那间 轰鸣声宛若苍苍天怒吼一般震动星空 星空大裂缝周围的邪气崩溃散去 混沌神所留下来的那一道封印 在这种冲击中剧烈地颤抖起来 似乎下一刻 就会因为承受不住而爆碎炸开 可就在这时 原本摇摇欲坠的封印 突然间亮起一道光芒 毁灭性的混沌之力 从封印中席卷爆发 令得众多神帝境老怪的攻击当场崩溃 一个个如同玩偶一般被轰飞出去 口中甚至忍不住喷出一大口鲜血 果然还是不行 在身形倒卷上万里后 刚才开口的那位黑袍老者 才在这种冲击中稳住身形 眼神满是忌惮和不甘地盯着那一道封印 没想到 时隔三千万年 这一道封印的威能还是如此恐怖 真不愧是混沌神所留下来的封印 看来 除非域外邪神自己从沉睡中复苏 或者是有超越神地境的强者出手 否则没有人可以打破这一道封印 此法不行 我们只能执行另外一个计划了 在那一位老者目光死死盯着封印之时 一位笼罩在黑袍中的中年男子突然道 此人 正是幽门教的教主 玄幽子 没有其他方法 就只能这样了 在玄幽子话音落下后 黑袍老者缓缓抬起头 这段时间 星空古地路在另外三大狱内开启 他们一定会将重心放在这件事上 也是我们突袭的大好机会 说着 黑袍老者抹出嘴角的黑血 转过身来 一脸森然地说道 按照之前的计划 三大教各派出三位神地境强者 率领麾下的神军境强者 以最快的速度 打通前往东域的虫洞空间隧道 以三角包抄之势 借助毒物 死灵 尸魁之力 务必将东域众多星域 化为死地 随着这一番话的落下 一股骇人的杀机也弥漫在天地间 令得众多神地境强者的心神一领 在一口同声回应一句后 便集体消失在裂缝之外 而黑袍老者和玄幽子 这几位顶尖强者 在注视一下星空大裂缝后 身形在下一刻也消失不见 似乎是去恢复刚才所受到的反噬 还有着手准备接下来的复苏大计 这么过分地要求我岂能答应 气得我反手 把柳神学姐给镇压了 让她知道 谁才是上面的人 我来鞭策她还差不多 只是在众多强者离去后 谁也没有发现 在邪气肆意的虚空中 空间突然间扭曲起来 几道同样散发着邪气的身影 就如同鬼魅一般的浮现出 这几人 赫然是被神域星空意志 以邪神之力祭练 已经将其炼制成傀儡的神兮和魔截等人 一帮不知死活的家伙 竟然想唤醒这尊邪神 随着这一道话音 回荡在星空之中 神域星空意志的投影也浮现出 虽然看不清她的具体容貌 但也能感觉得出她的冰芒 果然要复苏了 感受着星空大裂缝中 远比之前还要恐怖的邪能波动 神域星空意志眼眸中寒光闪烁 下一刻 抬手对着神兮等人意志 九大傀儡发出一声嘶吼 身上浮现出一枚眉符纹 酝养在他们身上的邪神之力突然暴动起来 随后又跟域外邪神产生了某种奇特的共鸣 紧接着 神兮等人化为一道诡异的黑影 一个个都没入到星空大裂缝中 如同一条条蠢似的附着在那一道封印上 然后一点一点的渗透到这一道封印内 被沉睡在里面的域外邪神吸收吞噬掉 当然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几人想要完全渗透进去 并且献祭自己被吞噬掉 可能还需要一年半载 不过神域星空意志并不着急 在挥手设下一些遮掩后 身形便消失在虚空之中 第620章 林一仙的羞涩 滨海神功突变 二合一 在北域杀鸡四起的时候 苍蓝界反倒是一片温馨 萧尘一行人回到刘云城萧家 简单跟萧战等人客套一番后 便回到厢房内进行深度修炼 而这一次 不知道是不是萧尘这一年中 有尝试过磨合 波若西这一位高冷的公主大人 终于放下身段 融入到大家庭中 一家人其乐融融 就是泪惨了萧尘 好在萧尘酒精沙场 枪法早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倒是勉强招架住彩烟等人的疯狂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林一仙因为跟萧尘还没发展到那一步 只能有些落寞的 站在院落中望月轻叹 萧尘和彩烟等人真挚的情感 他要是说不羡慕 那都是假的 自从年少恶难独体觉醒 身边到处都充斥着不幸 他就无比渴望能拥有一个家 一个可以让他托付终生的人 只可惜 因为体制极为特殊 他不敢接近其他人 之后隐居在深山中 还被邪教之人抓走 想要将其炼成傀儡 这让他在无比绝望中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或许是上苍垂帘 在自我了结不知道多少年后 他竟然被萧尘意外地捡到了 不仅让他从死亡状态中 重新复活过来 甚至还得到传承 让他能掌控天独之力 尽管林一仙没有多言 只是依照口头上的约定 留在萧尘身边当护道者 但不可否认的是 萧尘突然间出现在他的生命中 就像深渊中 突然照进来一束光 在林一仙的心中留下一道痕迹 甚至随着这段时间的相处 这道痕迹也变得愈发深刻 这让林一仙感觉到很复杂 特别是看到萧尘跟彩炎等人亲密的样子 他内心都会忍不住 生出一种羡慕和渴望 只可惜 他浑身上下都是剧毒 即便是一些神帝尽强者 都没办法抵挡天独之力 这也让他的心凉了半解 更不敢跟萧尘和彩炎等人走得太近 要是让他们不小心中毒 可就麻烦了 不对 萧公子连邪神之力都不怕 怎么可能会惧怕天独之力 在内心感到有些落寞中 林一仙像想到什么一般 美眸顿时露出明亮的光芒 天独之力固然恐怖 但从层面上来讲的话 还是比不上邪神之力的 萧尘可以提炼邪神之力 没道理会畏惧天独之力 或许 他或许真的可以 想到这里 林一仙呼吸突然变得有些急促 脸上也忍不住浮现出一抹红韵 像是做出什么决定一般 另外一边 随着时间不断推移 几天时间一换过 北域众多强者 打通了好几条通往东域的虫洞空间隧道 甚至还发起了灭绝人性的突袭行动 短短几天时间 东域不少大千世界都惨遭入侵 恐怖的毒物 死灵 尸溃 不断虐杀这些大千世界的生灵 令得这些大千世界在哀嚎中走向毁灭 无法形容的怨气伴随着各种负面之力 宛若狼烟一般弥漫在星空中 随后又顺着虫洞空间隧道 不断涌入北域那一道星空大裂缝中 如此害人的状况 自然也引起了神域众多势力的注意 但因为星空古地路的开启 自家弟子全都葬送在里面 更多顶尖势力还是以寻找星空古地路的入口为主 并没有多少心思想去应对北域邪教势力的小动作 毕竟 现在北域只对东域动手 还没有波及到神域中心 在自身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他们可不会急着要派出强者去应对 这也导致了 北域众多邪教强者 在入侵之后变得愈发猖獗 短短几天便深入东域腹地 甚至是逐渐逼近苍蓝界和天眼界 在危机逐渐逼近之时 萧尘也结束了为时七天的深度修炼 一股可怕的修为波动从他身上爆发 令得苍蓝界无数生灵都一脸敬畏地看向萧家的方向 神军境巅峰 只差一步就能突破到神地境 还真的是让人期待 感受到体内涌动的神渊之力 萧尘脸上露出一抹满意之色 修炼两年半 终于要踏足神地境了 过程确实挺不容易的 在略微感慨一下后 萧尘没有理会在毛毯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彩烟等人 神行微微一晃 便出现在萧家的内院中 打算询问一下 这几天有没有大事发生 虽然神域星空意志 最后只是把他送出星空谷地路 并没有对他做什么不轨之事 但他可是亲眼看到 神戏等人被神域星空意志改造成某种傀儡 对方必定是有什么图谋 这让萧尘感到有些不安 所以这一段时间 他就算是闭关修炼 也得关注神域之事 恭喜萧公子修为再度精进 就在萧尘想要召唤天邪等人之时 随着一道空灵的话音突然响起 林一仙绝美的身影也浮现出 这让萧尘感到有些诧异 因为在这一年中 他跟林一仙虽然熟络了不少 但对方依旧跟他保持着距离 平时都不会过来搭话的 没想到今日却这么主动 难不成 在他闭关的这几日 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林姑娘 是不是出事了 在内心感到疑惑中 萧尘当即沉声问道 这让林一仙神情微微一僵 随后低下头目光有些躲闪 不愧是萧公子 果然会眼如距 林一仙双手捏着衣脚 迟疑一下后咬牙说道 实不相瞒 这几天 我修炼毒精出了一点小意外 需要萧公子为我 深入治疗一下 说完 林一仙一脸羞耻地低下头 脸上忍不住浮现一抹红韵 这让萧尘微微一愣 而在下一刻 似乎是感觉到 这一番话没有说服力 林一仙迎牙一咬 体内传出一股可怕的神渊波动 就连脸色在这一刻 也变得有些苍白 这情况 又把萧尘给看傻了 什么鬼 这明明是自己逆行功法 才导致神渊出现暴动的 好像是故意的吧 怎么就成意外了 可 这意外 看起来有些不一般 不知道林姑娘 想要我怎么帮你治疗一下 在内心感到有些不解中 萧尘也没有当场戳破 只是假装糊涂地问道 不管林一仙想干什么 只要事情不是很过分的话 她都可以跟对方深入探讨 就是不知道 以她现在的修为能不能承受得住对方的天独之力 我 听到萧尘的话音后 林一仙的话语一致 顿时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目光也忍不住 变得躲闪起来 不过在下一刻 想到她现在是一位神帝境巅峰强者 不是以前那个自卑懦弱的苦命女子 林一仙深吸一口气 定了定心神开口道 这次的反噬非同寻常 似乎是功法适应不了体制所导致的 每次运功 我都感觉天独之力会失控 所以我想让萧公子陪我一起双修 呸呸呸 是陪我一起运功 以你的混沌神力来感应一下 我的运功路线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在鼓起勇气说出这一番话后 林一仙的脸红的快滴出血了 特别是在口直心快 直接说出双修之时 差点就忍不住挖个洞把自己给埋了 这么大的一个人了 怎么会突然说漏嘴 呸 怎么会突然说错词 要是让萧尘误以为 他觉醒的不是天独之力 而是会误人终生的淫毒 那他今后还怎么抬头做人 敢知运功路线 萧尘文言脸色变得愈发有些古怪 以他的阅历 自然不可能看不出 林一仙想表达什么 可正因为看出来对方的心思 他的内心也变得有些紧张了 因为他还没法确定 自己能不能顶得住 要是顶不住的话 在深入探讨的过程中 混沌体因为天独之力的侵蚀 变得臃肿 那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很不友好的体验 既然林姑娘有需求 萧某自然不会推辞 在沉默一下后 萧尘笑着说道 虽然有些忌惮 但也得试一试 毕竟混沌体是世间最为顶尖的体质 如果能承受得 铸天独恶难体的洗礼 他绝对可以趁此机会 突破到神地境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气氛也变得愈发暧昧 而就在林一仙抬起头 想要再次开口的时候 苍蓝界外 突然响起一阵轰鸣声 一道道身影 迅速冲入苍蓝界内 公主 萧公子 大事不好了 玄幽界沦陷了 随着这一道声音的回荡 好几道身影 也浮现在虚空中 令得萧尘和林一仙猛的抬头 就连原本躺在大床上的波若西 和彩烟等人 一个个在神情变化中 消失在厢房内 下一刻已经穿好衣服 出现在虚空中 而那几道火急火燎的身影 赫然是滨海神宫的长老们 在萧尘一行人回到苍蓝界后 这几位长老就回到滨海神宫 没想到才刚回去不久 就得知冬域发生大乱 北域邪教强者 像疯了一般的入侵冬域 在短短几天内 更是杀到了玄幽界 也就是苍蓝界以北的 另外一个星界 因为事态紧急 他们立马就传讯给波若西 没想到情报一直没有传达 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借助虫洞星空隧道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苍蓝界 怎么回事 看着几人一脸胶着的样子 波若西化音凝重地询问道 玄幽界跟苍蓝界相邻 整体实力不弱于他们 怎么会突然间沦陷了 难不成 是得罪了神域哪一方霸主级势力 是北域邪教 不知道怎么回事 北域邪教势力突然入侵冬域 已经屠灭了北域好几个星域 现在有一支北域邪教军团 已经杀入了玄幽界 朝苍蓝界这边来 玄幽宫的公主和长老 直接舍弃玄界众生 卷走所有底蕴前往神域中心了 所以 接下来苍蓝界将会无法避免 会成为北域邪教下一个入侵之地 在波若西化音落下后 其中一位长老 以急促的语气 将事情的缘由大致说了一遍 让在场众人的面色为之一变 波若西和林一仙的神情 更是冷若冰霜 盛怒之下 我连吃了燕姐做的三顿饺子 把燕姐高兴地把我拉去看温泉 说再满足一下 她做细水鸳鸯的愿望 过分 夫君 波若西化音低沉地开口说道 不过在她的话还没说完之时 一旁的林一仙突然开口插话道 我跟你一起去 没有任何多余的言语 几个字就表明了决心 如果说在场所有人当中 谁是最痛恨北域邪教的 那毫无疑问就是林一仙 她隐居在深山中 被一个老太婆带走 并封入天独葬神观中 承受着万千毒物 日以继夜的私钥和折磨 把她硬生生折磨地自杀了 这种痛苦可不是能忘记的 以至于现在 林一仙听到北域邪教这几个字眼 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内心中的杀意 你 听到林一仙森朗的话音 波若西诧异地看了过来 那就一起去吧 不过还没等波若西开口说什么 萧尘在此时也话音低沉地说道 这让波若西和林一仙的眼神为之一鸣 北域邪教这一次敢大肆入侵东域 必定是有备而来 单靠你们俩个很难挡得住他们的 看到俩女一脸凝重 似乎想开口劝阻她 萧尘摆了白手开口道 不管怎么样 我不可能放自己的女人去冒险 所以想去的话 大家就一起去吧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波若西顿时一脸感动 林一仙原本冰冷的脸庞 在这一刻变得有些飞红 女人 萧公子竟然说 她是对方的女人 难不成 萧尘刚才已经明白了 她那一番话的真正用意了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动身吧 在林一仙忍不住胡思乱想之时 萧尘轻轻打了一个响指 双头魔龙车拧 不对 应该称之为混沌魔龙车拧 也出现在一行人的前方 这一段时间 在萧尘疯狂的头位下 双头魔龙已经突破到神军镜 生命层次也再一次发生蜕变 甚至是诞生出混沌属性 虽然不如萧尘的混沌体纯正 但好歹也跟混沌扯上了关系 其战力在同级中绝对无比恐怖 下一刻 在混沌魔龙的嘶吼声中 萧尘一行人登上了车拧 之后便撕裂虚空 直接消失在苍蓝界内 这一次 不管北域邪教有什么目的 苍蓝界和天眼界 都不是这些人能踏入的地方 第621章 玄幽界沦陷 赶往冰蓝星域 玄幽界 作为苍蓝界相邻的星界 原本有能与滨海神功 互相匹敌的强大势力 但如今随着北域邪教的入侵 已经分崩离析 随着玄幽公公主 和众多长老跑路 玄幽界麾下不少星域 都沦为炼狱 骇人的血腥气息伴随着恐怖的怨气 宛若阴霾一般 在星空中不断的蔓延 似乎死亡和哀嚎 才是这片星界的主旋律 鬼婆大人 玄幽界已经覆灭的差不多 但因为玄幽公的高层提前跑路 我们并未搜刮到多少珍惜神物 在玄幽界彻底沦陷之时 一位神军进强者 在斩杀玄幽公众多弟子后 便来到一位老妇人面前 一脸恭敬的低头汇报道 此人 正是幽门教的鬼婆 也是一万多年前 将灵一仙从山谷中掳走 封印在天独葬身关中的始作俑者 跑了就跑了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制造杀戮 让万界生灵产生大量的怨气 一些身外之物都是次要的 鬼婆文言 神情并没有什么波动 只是目光淡漠地扫了下方一眼 随后又对众多强者下达了指令 留下一些死灵生物继续杀戮 其他人准备前往下一个星界 我们必须在那些势力出手之前 尽可能地攻陷更多的大千事件 说完 鬼婆目光看向了前方 一股森然的杀机也从他身上爆发 而他注视的方向 赫然就是苍蓝剑 随着这一道命令的落下 鬼婆便率领着几十万邪教强者 宛若蝗虫过境一般前往苍蓝剑 甚至在这一刻 三大邪教中的另外一位神帝境老怪 也率领麾下的大军开始逼近苍蓝剑 滨海神功 广场 随着一道磅礴的光柱冲天起 虚空如同镜面一般的爆碎炸开 在众多弟子和长老的注视下 一头燃烧着混沌火焰的魔龙 拉着一辆车碾行宫咆哮而出 这让滨海神功众多弟子和长老都为之震撼 他好了 公主和萧公子都回来了 这一下苍蓝剑众生有救了 在震撼一下后 滨海神功众多弟子和长老都发出欢呼 脸上原本担忧无比的神色也缓和一些 这一次 北玉邪教虽然来势汹汹 但只要有波若西和萧陈在的话 他们也不是没有抵挡之力 毕竟 那一位萧公子的身边 可是有一位神帝境巅峰的护道者 这种强者绝对可以守护一方兴建 除非这一次 北玉邪教也派出神帝境巅峰强者 可要是这样的话 一旦有神帝境巅峰强者展开厮杀 神域中心那些霸主及势力 也不可能再继续袖手旁观 公营公主 萧公子 还有诸位大人降临 在内心感到狂喜中 滨海神功众多长老和弟子 都对着萧陈等人行了一礼 情况怎么样了 波若西没有过多的寒暄 在轻轻点了点头后 便话音低沉地问道 他最为关心的 还是在他们赶来的这一段时间 北玉邪教强者究竟入侵到哪了 回禀公主 根据冰蓝星域传来的讯息 北玉邪教强者已经在往他们那里逼近 按照估计 一天后可能会抵达冰蓝星域 另外 通往冰蓝星域的虫洞已经构建完毕 滨海神功的弟子长老随时都能支援 听到波若西的询问后 其中一位长老恭敬道 说完还抬手指向了广场另外一边 只见在虚空中悬浮着一个巨大无比的漩涡 漩涡的周围 还有滨海神功众多弟子和长老 做得不错 波若西文言点了点头 紧接着看了萧辰一眼 看到萧辰对他微微点了点头后 波若西在此时也没有多言 便对众多弟子长老下令道 出发 前往冰蓝星域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混沌魔龙车脸咆哮一声 率先冲入到空间漩涡中 身后滨海神功众多长老和弟子 也都一言不发地踏入到漩涡内 这一次前往冰蓝星域 他们都不敢保证自己能活着回来 但他们身为苍蓝界的霸主及势力 在麾下的星域被人入侵 都不敢站出来守护的话 那要这身修为有什么用 冰蓝星域 作为苍蓝界和玄幽界接壤的星域 这里的大千世界常年都有冲突爆发 有不少玄幽界的强者过来作威作福 一度让冰蓝星域一些大千世界活在水深火热中 直到后来 黄梅得知波若西遭遇变故 被蓝玄机造谣判出滨海神宫的消息后 便带着一帮亲信来到这一方星域镇守 冰蓝星域的秩序才慢慢稳定下来 可没想到 在安稳还不到一万年后 现在要面临被北域入侵 副公主 公主她们有回应了吗 在一座灰红的冰金大殿中 一位长老面色凝重地问道 脸上满是胶着和担忧之色 公主和萧公子她们已经到滨海神宫了 只需要再周转一下 便能抵达冰蓝星域 黄梅文言收起传讯玉佩 脸上不禁露出一抹笑容 这一次 北域邪教虽然来势汹汹 但滨海神宫也今非昔比 特别还有了萧公子相助 绝对不是北域邪教所能招惹得起的 太好了 只要萧公子和公主能来 听到黄梅这一句话 大殿内几人都面露欣喜 神情有些激动地开口道 但还没等他们说完 几人的脸色都骤然一变 一个个看向了虚空之外 他们来了 怎么会这么快 难不成这一支邪教军团 有神地敬强者带队 感受到冰蓝界的星空之外 有一道道气息轰然爆发 黄梅等人一颗星都沉入谷底 开启冰蓝守护阵 务必撑到公主和萧公子到来 在话音回荡间 黄梅和大殿内的几位长老 都一同爆发修为 按向一颗水晶球 整个冰蓝界在此时为之震动起来 一道冰蓝色的守护罩 瞬间笼罩整个大千世界 并且随着一道投影的闪烁 冰蓝大千世界外的景象 也被投影在冰晶大殿内 只见冰蓝大千世界 数百万里外的星空中 伴随着一个冲动空间漩涡 在不断地扩张 一道道身影也浮现在星空中 每一个身上都散发着滔天的邪气 如同从深渊中爬出来的恶魔一般 而站在前方的上百道身影 每一个气息都不比他们弱 特别是最前方那一位勾楼的老妇人 更是让他们忍不住涌现出一种恐惧 神地敬强者 并且还是极为可怕的神地敬强者 这下是真的麻烦了 第622章 这一股气息是天独之力 这便是苍蓝界 看着眼前这一片浩瀚的星空 虚空中充斥着浓郁的冰元素 鬼婆话音有些沙哑地呢喃道 随后将目光落在前方 那个冰蓝色的星球上 神情也变得有些森然 鬼婆大人 这一方大千世界名为冰蓝界 是玄优界通往苍蓝界的要塞 据说冰海神宫还派了好几位神军敬强者来镇守此剑 在鬼婆话音落下之后 后方一位神军敬强者 话音低沉地对鬼婆道 冰蓝界 鬼婆文言目光微微一闪 脸上露出一抹森然之色 便对着后方众人下令道 屠了他 这一方世界有什么来历 他完全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现在想看到的 就是亿万万生灵在他面前哀吼 这样才能让他这个腐朽的心灵 得到一丝慰藉 随着鬼婆下达指令 身后众多邪教强者 一个个都如同复苏的恶魔一般 身上爆发出滔天的邪气和杀意 没有任何试探 在场所有邪教强者都是全力出手 一到到神通 瞬间横灌百万里星空 对着冰蓝界的守护屏障轰了下去 如此骇人的一幕 让黄梅等人 还有冰蓝界无数生灵 都感到了莫大的恐惧 死守 在心神骇然中 黄梅的话音传遍整个冰蓝界 阵法纹路爆发出璀璨光芒 无数兵属性神经 在这一刻统统被燃烧化为粉末 令得守护阵法 凝聚出百里冰墙 覆盖整个冰蓝界 下一刻 伴随着轰鸣声滔天响彻而起 毁灭性的冲击在虚空中爆开 百里后的冰墙 在这种冲击中不断爆裂坍塌 令得整个冰蓝界疯狂颤抖着 黄梅等人 这些主持 阵法的核心人员 更是受到反噬 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 强 实在是太强了 仅仅只是这一支邪教军团出手 为首的神帝敬强者 都还没动手 就让他们这些人 感到难以招架 怪不得短短几天的时间 这些邪教势力 就能杀穿玄优剑 还吓得玄优功的高层集体跑路 一帮废物 竟然没办法一击轰开这一座阵法 你们一个个是想当老生的毒质吗 看到眼前这一幕 鬼婆话音森然道 吓得在场众多强者 全都面色俱变 在嘶吼声中 再一次疯狂爆发修为 不过 就在众多强者准备施展攻击之时 一道空间裂缝浮现在十几万里外 令得鬼婆和众多邪教强者的眼神 为之一宁 因为在此时 他们从这一道裂缝中 感到可怕的修为气息 还没等鬼婆等人思考来者是谁之时 一道道身影 也从空间裂缝中走出来 恐怖的威压伴随着滔天邪气 宛若风暴一般席卷整片星空 一顿教训过后 美杜莎同学一直说自己错了 等他帮好姐妹搬过来后 要做一顿海鲜全家桶 称不死不罢休 我 明夜老鬼 一过来就是这么大的阵仗 你是想跟老生抢这些猎物 在看清为首的一位老者后 鬼婆话音有些沙哑地说道 明夜 闺名教的太上长老 修为跟他一样 也是神帝近后期 不过此人精通一些炼魂术法 身上还饲养了一尊诡异凶灵 即便是他精通炼毒之法 也不敢保证 能在这家伙的手上占到便宜 鬼婆 看到眼前的鬼婆 和众多幽门教强者 明夜的老脸上露出一抹诧异的神色 没想到这一次的随机传送 竟然会碰到这一个老妖婆 还真的是凑巧 既然这么凑巧地遇上了 那老夫便帮你们接管这一方世界吧 我会将他们的神魂 统统变成凶灵 扫了鬼婆等人一眼 再看了一眼冰蓝剑 明夜话音低沉地说道 说话间 他抬手对着身后众多强者 打了一个手势 众多闺名教的强者 在此时轰然爆发修为 哼 这一方大千世界 可是老神仙盯上的 你贸然想要染指 似乎不太好吧 听到明夜的话语 鬼婆话音森然道 不过 这并没有让明夜有所退缩 只是话音有些淡漠地回道 既然如此 那便凭实力说话 看谁先攻陷这一方大千世界了 随着这一番话的落下 明夜身后众多强者 已经施展出神通 一道道攻击 宛若流星一般轰向前方 鬼婆身后的强者 见状也不甘示弱 同样施展出神通 朝着冰蓝界轰去 一时间 看到星空之外 两波恐怖无比的攻势 黄梅等人的脸上 都露出绝望的神色 本来只是一方邪教势力 就让他们有些难以抗衡 没想到 现在又冒出来另外一股邪教势力 这一下子 就算他们燃烧修为拼死爆发 也绝对抵挡不了这两大势力的入侵 死战 在内心感到无比绝望中 黄梅等人并没有因此而退缩 而是更为疯狂的爆发修为 不过就在这时 还没等黄梅等人再次出手 冰蓝大殿外的一个漩涡中 突然间传出嘹亮的龙音声 几乎在声音传出的同时 一头燃烧着滔天魔炎的龙兽 便拉着一辆车碾行弓冲了出来 恐怖的威压当即横扫这片天地 这让黄梅等人心头一震 脸上瞬间露出狂喜之色 是公主和萧公子他们 在心神震撼中 黄梅等人忍不住惊呼一声 这一刻 星空之外 虽然有恐怖的神通倾覆而下 但他们心中的恐惧 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因为他们知道 随着萧尘和波若西等人的出现 这些邪教强者已经不足为惧了 轰隆 在惊呼声响彻回荡之时 星空之外两波攻势 也轰在冰蓝守护阵法上 令得这一座守护阵法 在轰鸣声中急速崩塌 但下一刻 随着两道身影 从魔龙车碾上踏出 两道幽光 瞬间轰向了那两波攻击 令得星空之外 还没完全落入冰蓝界的攻击 在这一刻 都被摧枯拉朽的轰爆开来 两大邪教势力的强者 在亥然中都喷出鲜血 身形更是在这一种反噬中 忍不住倒卷而退 神帝静强者 感受到冰蓝界爆发的两股气息 鬼婆和明夜的瞳孔都为之一锁 显然没想到 在这一方大千世界中 竟然还有神帝静强者 并且还是两位之多 这让他们感到很意外 不对 这一股气息 这一股气息是 天独之力 这怎么可能 心中的亥然还没消退 在感受到其中一股气息极为熟悉后 鬼婆在这一刻 忍不住尖声大叫起来 这一股气息波动 是他让恶难毒体 吞噬了无数毒物 在漫长的岁月中 逐渐蜕变出来的 已经熟悉的 能刻入到他的灵魂中 而在一年前 天独藏神观 莫名其妙的失踪 他就再也感受不到这种气息 没想到今日 竟然在这一方大千世界中 感受到久违的毒息 是他 绝对是他 他不仅从沉睡中复苏了 还从天独藏神观出来了 第623章 等我把你做成毒质 再慢慢跟你说清楚 是你 当鬼婆感受到 林一仙的气息之时 林一仙也感应到 这老家伙的气息 目光瞬间朝着鬼婆锁定过来 一股恐怖无比的修为气息 宛若风暴一般的席卷开 老妖婆 这段时间 我无时无刻都想要回到北域 亲手将你这一把老骨头 拆成108块 没想到 我们这么快就碰面了 在认出鬼婆后 林一仙没有掩饰 她内心中的杀意 天独法则之力 在一瞬间封锁虚空 将方圆百万里星空 都化为了囚笼 令得鬼婆和明夜等人的面色巨变 不可能 你在天独藏神关内的时候 灵魂波动明明已经湮灭了 为何现在能复苏过来 还掌控了天独恶难体 听到林一仙森然的话语 鬼婆话音难以置信的道 一万多年前 林一仙受不了被万千毒物腐蚀 在天独藏神关里面自杀的情况 她也知道的 而当时就是她动用某种秘法 锁住了林一仙的藏魂 将其困死在石海里面 才没有让这一句肉身腐败 或者是诗变诞生出新的意识 可是以林一仙当时灵魂碎裂的情况 并且时间还过去了将近一万年之久 哪怕是神帝尽强者 也无法修复对方 这家伙究竟是怎么恢复的 想知道 等我把你做成独治 再慢慢跟你说清楚 林一仙文言冷冷地说了一句 双手在这一刻结出一道硬绝 刹那之间 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从林一仙身上疯狂爆发 恐怖的天独之力 犹如海啸一般 朝着鬼婆和明夜等人吞噬而去 甚至在这一刻 在林一仙全力出手后 天独之力所化的浪潮中 竟然显现出无数不悟 随后在嘶吼声中 疯狂扑向众多邪教强者 挡住 全力轰开囚龙封锁 看到林一仙发动如此恐怖的攻击 鬼婆在惶恐中歇斯底里的大吼道 一身修为更是被他催动到了极致 下一刻更是抠掉自己的左眼 紧接着 在一声尖锐的嘶吼声 一条恐怖的千足蜈蜈 从他的眼眶中爬了出来 另外一半身躯在虚空中不断膨胀起来 浑身上下散发着骇人至极的独立波动 那种波动虽然要比鬼婆弱一些 但也达到了惊人的神地境后期 而这 正是鬼婆饲养的本命独灵 万毒千足虫 两者一旦全力出手 所能爆发的战力 在神地境后期中 绝对是顶尖的存在 甚至凭借着独立法则的特殊性 鬼婆还敢硬汉一些神地境巅峰强者 当然 这个前提是 那些神地境强者都十分惧怕独立 阁下 老夫乃是闺名教的太上长老 跟这个老太婆并不是一伙的 还请阁下 莫要伤了和谴 在鬼婆全力吹动修为施展攻击之时 明夜见状则是大声的撇清关系 随后爆发修为护着闺名教的强者不断后撤 要知道 这可是一位神地境巅峰强者啊 若不到万不得已 他可不想跟这种强者厮杀 明夜老鬼 你 鬼婆在听到明夜的话语 还有看到对方的动作后 顿时也被气得老脸扭曲 以林一仙这种架势 明摆着是要大开杀戒 这个老家伙竟然还妄想 能置身事外 在鬼婆的嘶吼声还没吼完之时 林一仙的攻击也随之轻浮而下 轰鸣声宛若苍苍天怒吼一般 震撤亿万里星空 鬼婆和那一头万毒千族虫 如同垃圾一般被轰飞出去 在他身后 众多幽门叫强者 在这一刻更是被抹杀七成 剩下的三成 在天独之力的侵蚀下 不断发出凄厉的嘶吼声 随后又被无数毒物 不断地啃食身体 那种凄惨的样子 距离陨落也不远了 就连在另外一边的闺名叫强者 在这种冲击中 也发出惊恐的大叫 即便是有明夜这一位神地境强者 在前方全力抵挡冲击 还是让他们遭受到重创 如此害人的一幕 不仅吓坏了众多邪教强者 就连后方的波若曦和黄梅等人 一个个也都被林依仙给吓到了 这就是神地境巅峰战力吗 当真是太恐怖了 仅仅以一人之力 就足以抗衡 不对 是足以碾压两大神地和上百万大军 刚教训完美都沙同学 刚想出门去完成任务 没想到碰到小姨子回来 说两天没回家 准备接受酷刑吧 啊这 夫君 他 在心生震撼中 波若曦看向了一旁的萧尘 想开口询问一下林依仙的状况 看这个样子 是不是体内的天独之力失控了 不过他的话语还没有说完 就被萧尘摆了白手打断道 放心吧 他只是太渴望复仇而已 不会失控而走火入魔的 听到萧尘这两句话后 波若曦才安心了一些 随后神情复杂的看向了林依仙 他现在虽然也是神地境强者 但跟林依仙比起来 还是有着不可逾越的差距 看来这一次 倒是轮不到 他出手了 不过也幸好有林依仙在 这帮家伙才构不成威胁 这怎么可能 你明明没有修炼过高级毒精 为何能掌控体内的天独之力 在波若曦和萧尘交谈间 感受着天独之力 在疯狂压制他的毒力 鬼婆抬起头神情癫狂的 对林依仙吼道 天独之力是何等的霸道 即便是他现在修炼了万毒脏神经 也不敢保证夺射林依仙后 就能掌控这一具天独恶难体 可对方对于独立的掌控 却比他这个修炼了 三十多万年的老妖婆 还要惊人 这他们真的是见鬼了 你的问题真多 林依仙文言依旧没有回答 在话音森然的说了一句后 便带着刺骨的寒意 杀向了鬼婆 明夜老鬼 快跟老神联手拿下他 否则我们俩个都得死 看到林依仙杀气腾腾的冲过来 鬼婆在这一刻 被吓得亡魂接冒 在怪叫一声后 便毫不犹豫的冲向明夜等人 以他的实力 面对一尊大成的天独恶难体 哪怕是清静身上所有底牌 也没有希望可以战胜对方 如果能和明夜联手的话 俩人清尽全力进行反击 就算敌不过这个女人 也有希望能杀出崇尾 草泥吧 你这个老妖婆 给老夫滚开 看到鬼婆毫不犹豫地冲过来 身后跟着那个恐怖的天独女 明夜老鬼的脸色瞬间就绿了 在气急败坏的吼出一句后 他直接丢出一面古怪魂帆 随后便全力爆发修为 朝着笼罩在星空中的天独囚龙 轰击而去 第624章 林一仙的恐怖战力 鬼婆和明夜彻底慌了 明夜老鬼 看到明夜老鬼的举动后 鬼婆差一点就被气疯了 这老家伙竟然贪生怕死到这种程度 那今日他们两个就一起葬在这里吧 随着念头的落下 鬼婆在疯狂之中 双手也结出硬绝 那一头万毒千族虫 发出凄厉的嘶吼 身上燃烧起一阵诡异的墨绿火焰 接着在缩小中盘踞在鬼婆的脸上 令个鬼婆的修为气息轰然暴涨 竟然在这一刻踏入神地境巅峰 你这个该死的小贱人 本座辛辛苦苦培养你 你却逼得我献祭毒灵 感受到体内轰然暴涨的力量 鬼婆宛若厉鬼一般的嘶吼道 抬手间一掌 轰在明夜老鬼那面魂帆上 另外一只手则是凝聚成一只毒火鬼爪 带着毁灭性的气息 朝着林一仙轰过去 下一刻 随着神通轰然碰撞 虚空中如同有一方世界爆碎 炸开一般 毁灭性的冲击化为风暴 疯狂肆虐着 方圆百万里 振战不已 碰撞中心更是崩塌出一个方圆十万里的巨型黑洞 周围仅存的一些邪教强者 在这种冲击中就如同蝼蚁一般 只能在绝望的哀嚎中被无情的吞没 而面对得到上古神地传承的林一仙 纵使鬼婆在此时献祭毒灵提升实力 也无法在此次碰撞中取得任何优势 身形在冲击中被轰飞出去 口中更是忍不住喷出黑血 目光怨毒并且疯狂地盯着林一仙 他完全不敢相信 天毒恶难体在完全觉醒后 竟然能有如此恐怖的战力 哪怕是幽门教的教主 此时对上林一仙的话 恐怕也占据不到上风 而在鬼婆盗卷而飞的同时 明夜老鬼也是趁着俩人的厮杀碰撞 令得这一方星空变得极其不稳定后 将林一仙的囚龙封锁轰出一道裂缝 这让明夜老鬼的脸上 忍不住露出狂喜之色 就算龟明教几十万强者陨落于此又如何 只要他这一位太上长老能安然回去的话 这点损失根本算不了什么 但他要是一不小心陨落在这 对于龟明教来说 绝对是损失惨重 所以为了龟明教 他必须活着回去 在念头落下之时 明夜老鬼看都没有看身后 惨死的众多强者 便化为一道流光朝着那一道裂缝暴尸而去 还没等明夜老鬼冲出那一道空间裂缝 一道幽蓝色的光芒在寝客间笼罩虚空 令得明夜老鬼整个人直接撞在屏障上 轰鸣声再一次震动虚空 明夜整个人被轰了回来 只能暴怒地转过身 是谁 这一道屏障很明显不是天独之力 显然是有其他神地竞强者出手了 随着目光锁定过去 透过层层风暴之力 只见在靠近冰蓝界的方向 一位头发雪白的清冷女子 正全力爆发 修为催动一块阵盘 那一道冰蓝色的守护屏障 就是这一块阵盘所凝聚的 九天玄冰阵 这是萧辰在这一年中 所回收到的神级宝物 是一块集攻防一体的兵属性阵盘 修复后品级更是达到神地级高品 这玩意对于萧辰来说并不是很适合 但对于波若西来说就是上好的宝物 此时全力催动的话 即便还无法战胜神地竞后期强者 但想要困住对方一会 还是可以的 好好好 一个两个这么拽式吧 真以为腿长穿上黑丝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发誓要让这个小娘们跪地求饶 嘿嘿嘿 老神刚才就说了 这小贱臂不会放我们离开的 你竟然还妄想着能安然离去 看到波若西动用阵盘之力封锁这片星空 令个名夜老鬼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鬼婆擦了一下嘴角的血迹 冷笑着道 你若是不想死 就和老神联手 在鬼婆话语还没说完的时候 林一仙再次朝鬼婆震杀而去 随着万千毒物环绕在周围 他脸上浮现出一条条纹路 眼中的瞳孔化为了墨绿色 林一仙整个人如同毒仙降临一般 在虚空中翩翩起舞 身姿舒展间 双手不断结出一道道硬绝 更为恐怖的力量也从他身上席卷爆发 令得鬼婆的瞳孔瞬间收缩成针孔形状 下一刻又如同惊恐之鸟一般疯狂咆哮出声 快出手 他想逐一击破 在嘶吼咆哮声中 鬼婆双手截出一道硬绝 口中也喷出一大口精血 恐怖的毒力在周围化为一阵龙卷风暴 风暴中可以看到有无数毒物在穿梭 伴随着他脸上那一条蜈蚣 发出尖锐的嘶吼声 毒物龙卷风暴便带着毁灭性之力 轰向林一仙 万毒无声 鬼婆掌握的所有神通中最为恐怖的一招 此时配合他献祭毒灵 让修为暂时达到神地境巅峰 威力足以让一些神地境巅峰强者 不得不暂避锋芒 他就不信 面对他竭尽全力的一招 林一仙还可以轻松应对 而在鬼婆施展万毒无声的同时 明夜老鬼在迟疑一下后 终于选择跟鬼婆联手了 只见他口中发出一阵嘀吼 随着一口鼓嗡浮现在他身前 一种毁灭性的气息伴随着滔天的怨气 也从这一口黑嗡中爆发 下一刻 一尊形态猙獰无比 宛若魔神一般的凶灵 从黑嗡中嘶吼咆哮而出 同样带着毁灭性的气息影响了林一仙 天鬼夜魔灵 明夜老鬼涂入了几十个大千世界 付出极大代价后才饲养出的凶灵 修为跟他一样达到了神地境后期 只是这凶灵怨气极大 很容易反噬饲养之主 若不是不到万不得已之时 明夜老鬼也不敢随意召唤 徒劳的挣扎 看到两大神地境强者 亲近全力出手 林一仙的神情没有任何波动 在冷笑声中结出最后一道硬绝 无数毒物在虚空中破灭 随后凝聚成一只只五彩斑斓的蝴蝶 每一只蝴蝶都凝聚着毁灭性的天独之力 之后变化为狂潮 朝两大强者席卷去 天独蝶舞 这是林一仙在天独恶难体完全觉醒后 所蜕变出来的一道本命神通 威力究竟有多恐怖 他具体也不太清楚 但他有一种直觉 这神通一旦施展出来 哪怕是大成的混沌体 一旦被正面轰重的话 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 想要对付眼前这两人 完全就跟闹着玩一样 而在林一仙神通落下之时 鬼婆和明夜也感觉到不对 这种毁灭性的力量 让他们都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生死危机感更是在心中炸开 但他们此时都已经来不及收手了 只能硬着头皮跟林一仙轰在一起 第625章 我中毒了 需要萧公子为我治疗一下 轰隆 随着碰撞的爆发 百万里虚空在这一刻尽数崩塌 化为一个恐怖的黑洞吞噬一切 波若西在面色巨变中 连忙凝聚出守护屏障 护着消沉和采烟等人 而在碰撞中心 以肉眼之力 完全看不清林一仙和鬼婆等人 只能依稀听到鬼婆和明夜老鬼七厘的嘶吼 为什么 为什么你能完全发挥这一句肉身的战礼 本座辛辛苦苦培养了一万多年 到来头 却要死在你这女人的手上 本座辛有不甘啊 在七厘和怨毒的嘶吼声中 鬼婆的身形 如同炮弹一般撕裂漫天风暴 只见她的肉身有一半已经尽数崩溃 甚至还露出森然的白骨 血肉上还在急速溃烂着 那一种凄惨的模样 足以让人触目惊心 阁下饶命 老夫刚才是被这老妖婆蛊惑了 本无意对阁下出手 还望阁下能放老夫一马 给老夫一个为奴赎罪的机会 在鬼婆七厉嘶吼的同时 明夜老鬼惊恐的大吼道 而她的情况同样十分凄惨 尽管有饲养的本命凶灵 为她挡住致命一击 但在灵一仙这一招神通的攻击下 她还是受到了极为可怕的重创 不仅本命凶灵被灵一仙一斤抹杀 就连肉身和神魂都被天独之力腐蚀 以她现在的伤势 即便能活着从这里逃出去 没有数万年也难以恢复伤势 甚至修为境界还会因此而跌落 当然 前提是 她能活着离开 该结束了 在鬼婆和明夜俩人的嘶吼中 灵一仙冰冷的话音也回荡在星空之中 下一刻 在话音回荡中的同时 灵一仙抬手虚空一握 原本刚稳住身形的鬼婆和明夜俩人 也像是感应到什么一般 瞳孔在这一刻剧烈收缩 因为此时 侵入到他们体内的天独之力 在这一刻竟然疯狂暴动起来 恐怖的毒力不断吞噬他们的肉身和神魂 在这一刻化为幽绿色诡异火焰 在丛婆和明夜的身上升腾而起 就如同夜空中绽放了两团璀璨烟火 一些火焰甚至化为一只只墨绿蝴蝶 不 鬼婆和明夜怎么也没有想到 灵一仙这一招竟然还有后手 只能在绝望中发出不甘的嘶吼 俩人甚至连自爆都做不到 就随着天独火焰化为灰烬 至此 两大神地境超级强者和一百多万邪教强者 在短短不到一刻钟内就惨死在灵一仙手中 如此恐怖的一幕 让波若西和黄梅等人 一个个都久久不能雨 随着时间的推移 虚空中的风暴逐渐消散而去 灵一仙站在虚空中沉默不已 曾几何时 他只是想一个人躲在山谷中度过余生 却不料因为体质特殊遭到鬼婆的觊觎 被这个老妖婆封入毒关中折磨到自杀 若不是天独葬神官被萧辰意外所得 之后 他被萧辰以逆天手段复活过来 只怕这具肉身就变成鬼婆的去俏了 如今大仇得报 他也了无牵挂 只是放眼世间 他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纵使拥有神地静修为 内心也不免感到空虚 想到这里 灵一仙目光看向萧辰 脸上也露出一抹复杂 收拾完那两个女人 就在我要出门完成任务之时 没想到燕灵机同学又叫住了我 说我的日常任务还没达标 我 不愧是天独恶难体 以你如今的实力 只怕神域星空中 能与你匹敌的强者 一只手都能守得过来 在灵一仙迈出一步 身形出现在魔龙车脸上之时 萧辰也是面带笑容地惊叹道 萧公子 我有点累 可以 抱一抱我吗 在萧辰话音刚落下之时 灵一仙突然露出一抹疲惫 身形在这一刻 直接扑进萧辰的怀抱中 如此大胆的动作 不仅把萧辰给整猛逼了 就连彩烟等人也愣住了 怎么回事 难道小独仙受伤了 看到灵一仙倒在萧辰怀中后 就把头埋在对方的胸前 双手还忍不住抱紧腰身 萧兰顿时惊呼一声 有些好奇地凑上去 这让灵一仙脸上浮现出一抹羞红 但他并未松开萧辰的怀抱 而是鬼使神差的低语依据 我中毒了 需要萧公子为我治疗一下 这一刻 灵一仙是彻底地豁出去了 本来在苍蓝界之时 他就要对萧辰摊牌 没想到 突然得知北域邪教入侵冬域 冰蓝界很有可能会遭遇危机 他们只能火急火燎地赶过来 如今危机解除 他还大愁得报 自己喜欢的人也该争取一下了 中毒 听到灵一仙的话语后 萧兰等人全都愣住了 一个拥有天毒恶难体 能掌控万千神级毒物的女人 竟然也会中毒了 你们还不懂吗 我们这一位毒仙姐姐 中的可不是一般的毒 而是我们家夫君的情毒 接下来 若是夫君不帮忙解毒的话 只怕小毒仙姐姐要遭罪了 看到彩岩等人都愣住了 火灵机最先反应过来 当即轻笑着调戏几句 那种样子 完全是将灵一仙当成好姐妹看待 言语之间 没有任何的生疏和芥蒂 而彩岩等人听完后 也是发出一阵倾笑 随后都忍不住白了消沉一眼 这个男人哪方面都好 却是太讨女人喜欢了 待在对方身边的女人 就没有几个不沦陷的 接下来 这个男人要是不收敛一下的话 他们不知道 还要夺出多少姐妹 感受到彩岩等人的目光 消沉也忍不住老脸一红 当即有些不好意思的干咳一声 他也没想到 灵一仙会这么主动 难不成是天毒恶难体强行爆发后 所留下来的后遗症 萧公子 抱我回房 听到火灵机的打句话语 还有听到周围的轻笑声 灵一仙差一点当场射死 脸色已经红的 快要滴出鲜血了 跟刚才那一个大杀四方 力压两大神帝的天毒女 简直判若两人 最后只能将头埋得更低 对着萧陈轻声说了一句 在灵一仙这句话落下后 萧陈也再一次被惊到了 这次真的要他深入解毒了吗 是不是有些太突然了 毕竟厮杀才刚刚结束 不过 萧陈也不是优柔寡断之人 待当机立断之时 必须顶上 在嘴角露出笑意之时 萧陈一把抱起灵一仙 今后就不要吓我萧公子了 跟彩岩他们一样 改口吓我夫君吧 说完 萧陈也没有丝毫做做 当即抱着灵一仙进房 留下彩岩等人处理接下来的事情 而他 则是要帮灵一仙解毒 和顺势突破到神帝境 第626章 域外邪神复苏 神域危机爆发 另外一边 在萧陈忙于帮灵一仙解毒的时候 北域势力也发生前所未有的震动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从北域强者入侵东域开始 才仅仅去过不到十天而已 鬼婆和明业 还有俩人率领的百万大军 竟然都一起惨死在东域内 甚至不知道为什么 连死前讯息都没有 这让三大邪教的高层 直接认为是神域的霸主级势力 出手了 以阵法封锁天地 强行抹杀了两大强者 在感到事情变得有些棘手后 三大邪教也一同下达了指令 让其他神帝境强者都撤回来 毕竟北域经过这么多年的修养 整体势力虽然要比以前更强大 但终究还无法吞并其他的大域 不到万不得已之时 他们还是不想冒险 跟神域所有势力开战 唯有细水长流 时不时突袭一下其他的心域 慢慢收割负面之力 才是王道 可就在这道命令下达后不久 北域深处那一道星空大裂缝 突然间前所未有的震动起来 一股恐怖的犀利 横扫整个北域 令得星空无数游离的负面之力 都源源不断地朝裂缝汇聚而出 如此可怕的动静 自然也惊动了北域三大邪教的强者 令得玄游子等人 一个个在惊骇中都出现在裂缝外 什么情况 这是 邪神大人要复苏了 感受到星空大裂缝中 似乎有一股无比恐怖的意志在复苏 令得整座混沌虚空大阵在不断颤抖 玄游子等人脸上多露出狂喜的神色 想不到沉寂了三千万年的御外邪神 终于要在他们这一代中复苏过来了 要知道 自从当年北域因为混沌神和御外邪神的厮杀 化为一片废墟后 整个北域就失去了纯净的星空元气 而想要北域生存下去的生灵就得吸收被邪气污染的元气 这让北域无数强者在久而久之中都受到了邪神之力的侵蚀 都一度认为自己就是御外邪神的子民 是对方赐予他们一缕微弱的邪神之力 让他们得以再被残酷的北域生存下去 所以才有不少邪道修士 以唤醒邪神作为号召力 在北域建立起众多势力 经历漫长岁月的演变后 才形成如今的势力格局 如今御外邪神复苏 他们终于有信仰了 轰隆 在玄幽子等人感到惊喜之时 星空大裂缝内传出一阵轰鸣 如同有某种极为恐怖的存在 想要挣脱束缚一般 令得虚空大阵疯狂颤抖 不够 还不够 我 还需要 更多的 养量 在这种震动中 一道显得有些断断续续 听起来异常沙哑的话音 也从星空大裂缝中传出来 这声音充斥无尽的暴力和森然之意 即便是玄幽子这些神帝竞强者 听了以后也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仅仅只是声音 还有这种气息 就让他们本能地感受到一种卑微和惊恐 就如同一只只蝼蚁 在面对万兽之王一般 这就是超越神帝竞的存在吗 果然是恐怖至极 在内心感到亥然之时 玄幽子等人的脸上露出狂热之色 一个个在本能的驱使下 虚空跪下 无等仆从 恭迎邪神大人复苏 没有任何不适应 眼前众多邪教强者 就像是着魔一般 在跪下的同时都大声地高呼这句话 这一幕若是传到神域中心 足以惊掉无数强者的下巴 扑 从 而在众多邪教强者的高呼声中 那一尊玉外邪神 此时也感应到 这些人身上多少都有他的气息 在这一刻 又断断续续地传出沙哑的话音 无需要 更多负面之力 赐予你们 邪神种子 邦无 彻底脱困 在这两句话音传出后 星空大裂缝中传出更为惊人的轰鸣 整座混沌虚空大阵再一次震动起来 一股无法形容的毁灭性力量 直接轰在这一座虚空阵法上 恐怖的冲击 在星空中掀起了骇人的蔑视风暴 让玄幽子等人在头皮发麻中 都不得不全力爆发修为抵挡 下一刻 只见那一座虚空阵法 被撕裂出来一道裂缝 一枚眉幽暗的符纹 宛若万千弹珠一般 从裂缝中喷涌而出 刹那间化为一道道流光 朝着玄幽子等人暴射而去 玄幽子等人都躲闪不及 便被这些符纹没入体内 一个个眼中都闪过一抹幽光 更为可怕的邪气 也从他们的身上轰然爆发 仅仅一瞬间 只要是被这些符纹附身的强者 修为气息都比之前强上一大截 但神情却变得有些森然和诡异 而那一座混沌虚空大阵 在裂缝出现后 便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一股犀利也在这一刻横扫这片星空 疯狂的吞噬周围的星空元气 将其化为混沌能量修补阵法 仅仅一眨眼间 那一道虚空裂缝便消失不见 唯有一道道混沌神闻 弥漫着令人心计的气息 至于被封印在里面的玉外邪神 在这一瞬间也彻底的没了动静 如同刚才的举动 让他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力量 在这一刻都尽数消耗殆尽了 召集北玉所有强者 召集北玉所有魔物 全面进攻另外三大玉 在混沌虚空大阵重新归于平静后 玄幽子等人都面色森然的抬起头 一道指令也被传了出去 整个北玉瞬间为之震动 原本以他们的实力 很难抗衡神域中心众多的势力 但这一刻随着邪神种服的入体 他们完全有实力 可以与之一战 这一次 就让神域另外三大玉 无数生灵在临死前所产生的负面之力 来帮助邪神大人脱困 从而让北玉一统神域 甚至还能让他们这些人 获得超越神地境的力量 在念头落下之时 玄幽子等人都消失在星空大裂缝之外 小小女仆也敢如此挑衅主人 我一怒之下火冒三丈 把燕灵机狠狠教训一顿 没想到她竟然乐在其中 真可恶 该来的 终究还是要来了 几乎在玄幽子等人离去之时 一道朦胧的身影也浮现在星空中 而这 赫然就是神域星空意志 在域外邪神复苏的那一刻 她就感应并且降临到北域 并且在域外邪神权利 将混沌虚空大阵撕裂出一道裂缝之时 她甚至想冲进去 想将域外邪神彻底斩杀 但北域沦陷 她已经不是最为巅峰的状态 就算域外邪神现在被封印着 她斩杀对方的成功率 绝对不会超过一半 再衡量一下后 神域星空意志最终没选择动手 或许只有她 才是斩杀这尊邪神的希望 看着眼前的虚空大裂缝 神域星空意志在泥南一句后 身影也消失在这一片星空中 第627章 北域邪教全面反扑 神域众多势力骇然 神域中兴 作为神域星空元气和法则最浓郁的地带 这里有不少从上古时期传承下来的势力 毫不夸张地说 这些霸主级势力若是联合起来 另外几大域的势力就算一起让 也无法与之抗衡 当前 这个前提得把北域排除在外 而此时 在域外邪神出现复苏迹象的同时 一阵轰鸣瞬间震撤整个神域中心 凡是被波及到的大千世界 天空瞬间都变得昏暗起来 唯有一轮诡异的血月浮现在众多世界上空 这一幕 让神域中心的神帝竞强者 脸色都忍不住发生变化 天鹰匠 血月献 邪神出 众生节 这一项 难不成是北域那一尊邪神要复苏了 看到这种天地异象 众多神帝想起一则流传已久的古老预言 一股寒意瞬间从他们的脚底梁到了头顶 域外邪神 这可是三千万年前 从混沌避障外降临的未知生灵 其恐怖程度已经超越了神帝竞 当年那一战 神域所有神帝竞强者倾巢而出 最终在全军覆没的情况下 才将这一尊邪神给封印了 而如今 神域星空活着的神帝竞强者 可还远远比不上三千万年前 一旦域外邪神破风而出 对于整个神域星空来说 将是难以想象的大恐怖 召集神域星空所有神帝 准备进入北域一探究竟 在众多神帝竞老怪惊骇之时 一道宏大的声音 也传遍整个神域中心 令得不少神帝竞强者的脸色再次一变 这道声音是 天道殿殿主 天道殿 神域中心最为顶尖的势力 不管是三眼神族 魔科古族 还是东方古族 实力比起这一方势力都略显不足 而那一位最强的天道殿殿主 一身修为早就达到神帝竞巅峰 甚至有传闻已经触摸到另外一个境界了 并且天道殿极为神秘 历代天道殿殿主都十分擅长推演天机 也有人传言他们是天道的代言人 所以才有胆敢立下天道殿的名号 久而久之 天道殿在神域中心具有极高的威望 甚至强盗足以号召其他霸主及势力 要不是天道殿向来与世无争 只怕周边的势力都寝食难安 域外邪神复苏 这次是浩劫 也是一个机会 天道殿内 一位中年男子突然间睁开双眼 看着眼前的罗盘忍不住呢喃道 此人 正是天道殿殿主苏晨 他卡在神帝境巅峰已经三十多万年了 若是接下来依旧踏不出那一步 即便他的修为已经能傲视群雄 最终也会慢慢老死在这片星空中 唯有超脱这一片星空 凌驾于神域意志之上 他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 WOW 而就在天道殿殿主话音落下之时 眼前缓缓旋转着的天机罗盘 在这一刻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无数符文在虚空中不断交织 如同在传递着什么信息似的 这让天道殿殿主的神情一变 当即爆发修为暗向天机罗盘 北域邪教即将全面进攻神域 神域所有势力随时准备应战 刹那之间 这一句话以某种诡异的方式 传遍神域中心每一座天道碑 随后又以这些天道碑 覆盖到整个神域中心 令得不少神帝敬强者 又忍不住猛地抬起头 什么情况 北域邪教要全面进攻神域 这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一时间 即便是天道殿殿主传出这一道讯息 有不少势力还是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即便如今的神域 神帝敬强者的数量和质量 还远远比不上三千万年前 但也不是北域所能招惹的 一旦全面开战的话 就算北域能让神域众多势力付出代价 但北域邪教强者 也没几个能活着回去 搞定了家里那几位后 我又来到隔壁江丽大姐家 没想到对方正在做瑜伽 还染了一头白毛 准备让我评测一下 家主 不好了 天风界出现重动空间隧道 不少北域强者冲出来后 正在疯狂屠杀我们的人 组长 出大事了 龙仓界出现重动空间隧道 从里面涌现出无数魔物 整个龙仓界快要沦陷了 店主 玩犊子了 天旋界出现重动空间 就在神域众多神帝老怪 对此感到半信半疑之时 一道道情报 也从手下之人火急火燎的禀报上来 让众多神帝静老怪的瞳孔 为之收缩 此时才完全相信 这一件荒唐的事情 北域邪教 真的要跟另外几大域开战了 备战 召集族内所有的强者 立即前往出世帝支援 务必要摧毁北域邪教的重动空间隧道 将这一帮爬虫 通通打回北域苟延残喘 再感到震惊中 一道道充满杀伐之意的命令 从各大势力中不断传递出去 短短一天不到的时间内 整个神域中心为之大乱 令得不少闭关的强者 在这一刻都破关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神域中心出现的重动空间隧道越来越多 并且所涌现而出的魔物和邪教强者 战力在同等级中都是极为恐怖的存在 这让神域众多势力感到骇然了 一直以来 他们都以为北域星空元气平级 在里面修炼战力也会逊色一点 可没想到 北域邪教强者 一个个不仅穷凶极恶 就连战力也远超常人 这令得神域众多势力的强者 在厮杀爆发时都落入到下风 惊骇 恐惧 不减 绝望 种种负面之力 从这些强者的身上溢散而出 随后又如狼烟一般 不断没入重动空间隧道 成为域外邪神全面脱困的助力 哈哈哈哈 十三万年了 苏承老狗 我玄幽子 又回来了 在厮杀不断出现在神域中心各个星域之时 天道殿所在的玄黄剑 伴随着一道刺耳的话音 回荡在这一片虚空中 一道道黑袍身影 也带着恐怖的气息浮现出 此人 正是幽门教教主玄幽子 身边另外十几道 同样散发恐怖气息的身影 则是幽门教的太上长老 和其他邪教势力的老祖 四十三万钱 他跟苏承一样 是天道殿最为核心的弟子 只是在一次外出历练中 两人因为一件宝物而决裂 他最终被苏承追杀进北域 没想到大难不死 还得到魔道传承 最后更是一步步成长为幽门教的教主 而这些年中 他有两次潜入神域 想要暗杀苏承 但每一次都是惨败而归 甚至险些被苏承所斩杀 以至于他在之后的十三万年内 都不敢踏出北域 可如今他得到域外邪神的力量 这报酬的时机终于到了 第六百二十八章 这就是那位大人的力量 是你 看到玄幽子和众多邪教强者出现 苏承的脸上露出一抹凝重的神色 要知道以他如今的实力 是完全不用怕玄幽子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竟然在玄幽子的身上 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威胁 这让他感到到很奇怪 难不成 这家伙也触及到那一步了 这一天 本座等得太久了 前几次 本座都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 被你追杀 但这一次 本座要你跪在地上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玄幽子闻言露出一抹凝笑 修为在这一刻也随之爆发 充斥着邪气的魔道之力 宛若海啸一般疯狂肆虐 玄幽子的眼眸 瞬间化为赤红色 眉心更是浮现出一枚诡异符文 令得方圆百万里虚空位置崩塌 好恐怖的邪气 这力量是 邪神之力 感受到玄幽子身上涌动的恐怖力量 苏晨的瞳孔 顿时剧烈收缩起来 连忙结出一道硬诀 朝虚空一按 整个玄幻界 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 一道道神文 宛若蜘蛛网一般弥漫虚空 紧接着 阵法纹路爆发出莫大威猛 疯狂镇压着这种力量冲击 你答对了 这就是那位大人的力量 足以碾压神域星空亿万万兆生灵 让你们这帮蝼蚁 为之恐惧的力量 看着苏晨一脸骇然的样子 玄幽子疯狂催动邪神种子 在这枚邪神种子的增幅下 他的力量进入到暴走状态 此时可以说是无限接近于神地境之上 面对曾经能压他一头的死敌 他这一刻 完全没有任何忌惮 唯有深入灵魂的仇恨与疯狂 杀尽眼前一切可杀之物 在话音森然的说出这一句后 玄幽子对着身后众多邪教强者下令道 而他整个人则是化为残影 冲向了苏晨 身后众多的邪教强者同样爆发修为 有一部分眉心上也浮现出诡异符文 这些人都是有幸得到邪神种子的强者 在这一枚邪神种子的加持下 他们的战力完全能翻上一倍 要知道在神地境中 别说战力提升一倍 哪怕是提升两三成 所能产生的差距也是极为恐怖的 全力死守 他们这种状态应该维持不了太久 看到玄幽子等人一个个变得如同魔神一般 苏晨在惊骇中对着天道殿众多强者大喝倒 在话音传出的同时 他没有任何保留 便全力爆发修为 朝玄幽子震杀而去 伴随着两大神帝竞巅峰强者的碰撞 无与伦比的风暴冲击疯狂席卷而开 整个玄皇界都在疯狂颤抖着 即便有神帝极阵法镇压守护 亿万里虚空还是在不断崩塌 无数生灵在恐惧中不断被肆虐的余波当场抹杀 绝望的嘶吼声 不断在玄皇界各地响彻而起 纵使苏晨身为天道殿殿主 是修炼了几十万年的强者 但此时看到自己麾下的徒子徒孙 和隶属于这一方世界的万族生灵 不断在厮杀中陨落 这还是让他的内心深处 忍不住生起了滔天怒火 砸碎 给本座死 在怒意和杀意达到极致之时 苏晨手中结出一道硬绝 天机阵盘爆发出黄黄之威 整个玄皇界 不对 甚至是以玄皇界为中心 辐射到整个玄皇星系 在这一刻都轰然震战起来 浩瀚的星空元气宛若潮汐一般 疯狂的汇聚而来 玄皇界上空浮现出一双冰冷无比的眼眸 就如同神域星空意志 在注视着万界苍生 下一刻 伴随着这一双眼眸的浮现 一道道雷光在虚空中穿梭 刹那之间便轰向了玄幽子 天道劫雷 神域星空最为恐怖的劫雷 蕴含神域星空的本源之力 每一道的威力都足以轻易轰杀神帝竟出其强者 此时万千雷霆一同落下 即便是达到神帝竟巅峰 触及到神帝竟之上的存在 只怕不死也得当场中创 哈哈哈哈 你急了 看到苏晨施展出这一招 玄幽子露出病态的笑容 身上燃烧起漫天黑炎 一只只诡异的触手 宛若深渊中的怪物 朝着漫天雷霆轰击而去 伴随着这两大强者的巅峰碰撞 更为恐怖的冲击在玄皇界爆发 令得玄皇界的守护阵法 在冲击中不断爆裂炸开 整个大千世界也在颤抖中不断崩塌 亿万万生灵在寝刻间都化为了飞灰 就连在玄幽子和苏晨周围厮杀的众多神帝竟强者 一个个也被当场轰飞出去 口中喷出大口鲜血 气息瞬间变得萎靡 显然是在这种冲击中受到可怕的重创 而在碰撞中心 在天道劫雷的疯狂轰击下 一道道深渊触手不断被轰爆 玄幽子整个人被劫雷淹没 甚至在漫天冲击中被劫雷轰成了碎片 这一幕让苏晨的眼神一宁 脸上没有任何喜色 因为他不相信 刚才气势无比恐怖的玄幽子 会这么轻易就被他轰成渣了 这家伙绝对还有什么后手 果然 在苏晨的注视下 原本被轰成碎片的玄幽子 在一阵幽光的闪烁中 身体碎片自动拼接 随后在蠕动中逐渐形成一个人形 这一幕 让苏晨的瞳孔剧烈收缩起来 脸上不禁露出一抹骇然之色 怎么可能 这可是天道劫雷 蕴含一部分神域天道之力 哪怕是可以滴血重生的神帝尽强者 被这种劫雷轰重 也会失去再生之力 这家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架不住江丽大姐的热情 我只好深入评测一下 然后说出串门的要求 没想到他要我先搞定员工 还真是的好老板 哈哈 不愧是那位大人的力量 简直就是无敌般的存在 你的天道劫雷 虽然蕴含一部分天道之力 但终究还是 无法抹杀那一位大人的力量 只要那位大人的力量不被磨灭 本作就相当于不死不灭的存在 感受到这种奇妙的变化 玄幽子发出一阵狂笑声 这一刻他突然有种无敌的感觉 也让他更加渴望 能得到完整的邪神之力 甚至是成为第二尊邪神 是那一尊邪神 让你们来制造杀戮 帮助他从混沌神的封印中脱困的 听到玄幽子的话语 苏晨此时也意识到了什么 话音有些发寒的开口说道 仅仅只是得到一部分邪神之力 实力就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难以想象 若是那一尊邪神完全脱困 实力又会恐怖到什么程度 第629章 神域星空生灵涂炭 修为突破到神帝境 哼 屠杀你们这些邪野 能让邪神大人脱困 这可是你们的荣幸 听到苏晨的话语 玄幽子冷笑一句 原本残破的身躯已经恢复原样 随后便爆发修为 再次杀向苏晨 恐怖的神通再次肆虐天地 令得苏晨的面色为之巨变 这种状态下的玄幽子 如果接下来不能找到破绽 只怕他可能会被活活耗死 感觉到局面变得十分棘手 苏晨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 跟玄幽子再次厮杀在一起 而在周围 拥有邪神种子的邪教强者 可不止玄幽子一个 这些人在邪神种子的加持下 不仅站立飙升到新的高度 同样也成为了 无法被击杀的存在 令得这一部分邪教强者 在厮杀中变得愈发疯狂 也让天道殿众多强者 露出惊骇和惶恐之色 原本以他们的阵容 还能压制住这些邪教强者 可现在有的人竟然杀不死 这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般的存在 除非能将这些人封印 或者将邪神种子击溃 否则他们只能被以伤患伤 强行耗死 不仅是玄幽界有如此遭遇 在神域中心另外几个星界 也有类似的厮杀在上演着 不论是三眼神族 魔科古族 东方古族 或者是龙凤昆鹏 这些强大的太古妖族 所在的星界都遭到 北域邪教强者的入侵 一些得到邪神种子的邪教强者 在以伤患伤的情况下 托死众多势力的顶尖战力 其他邪教强者 则是疯狂召唤邪灵魔物 不断杀戮这些 大千世界中的万族生灵 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厮杀变得愈发惨烈 众多大千世界 生灵涂炭 而在这种厮杀 持续了七天后 一道朦胧的身影 浮现在星空中 默默地看着神域中心的厮杀 这一道身影 正是神域星空意志 不过 他并没有出手的打算 一方面是因为 北域邪教强者 也是神域星空所诞生的生灵 他亲自出手将其抹杀 会导致众生怨念反噬 若是在巅峰状态下 这种反噬不算什么 但现在他的实力并不在巅峰 这种反噬会让他再虚弱一分 另外一方面则是 倘若他降下神法 抹杀这些邪教强者 这些邪教强者在死亡的同时 也会释放出可怕的负面之力 并且 因为邪神种子的附身 这种负面之力会成倍放大 在这些人陨落后 这些邪神种子 会在一瞬间内回归北域 从而对混沌虚空大阵 造成恐怖的冲击 加速域外邪神的破风 所以现在 他只能放任这些邪教强者 跟神域众多强者厮杀 也唯有这样 才能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让那个小家伙快速成长 要突破到神帝境了吗 有天渊意志的辅助 成长速度果然恐怖 看着神域中心的厮杀 在短短几日中 变得愈发恐怖 神域星空意志 看向冰蓝界所在的方向 一怒之下 我找到了小五学妹 直接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 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人立马就听话了 还让我去他家 哄 几乎在神域星空意志 泥南之时 冰蓝界的虚空 爆发出一阵轰鸣 一股恐怖的混沌气息 宛若火山爆发一般 冲天起 下一刻 萧尘的身形 浮现在冰蓝界的虚空外 整个星系在这一刻 疯狂地震动起来 一片片雷云 宛若海啸席卷一般 不断从星系的周围涌了过来 好恐怖的威势 夫君和小独仙终于出关了 感受到冰蓝界外传来的动静 还有那一股属于萧尘的气息 彩烟和波若西等人的脸上 都露出一抹喜色 这一次 萧尘和林一仙闭关了整整七天 神域各大星界已经乱成了一片 到处都有邪教强者在疯狂入侵 就连苍蓝界 在这几天也受到了波及 好在 这一次 北域邪教强者的主要目标 是要攻陷神域中心 所以对于周边星界所派出的强者 并不是主力军 波若西和萧兰联手 倒是能斩杀这些来犯的强者 但萧尘和林一仙这两大主力没有出关 他们始终无法应对顶尖的神帝境强者 这几天倒是过得有些如履薄冰的 现在萧尘和林一仙终于破关处 他们心头上的石头总算能放下了 这就是神帝境吗 这种感觉 跟神军静比起来 果然是云泥之别 感受到体内涌动的恐怖修为之力 萧尘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一抹惊叹 修炼两年半 他终于成为一位神帝了 放眼整个神域星空 也算是顶尖的强者 当然 接下来 他还得度过神节才行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目光看向周围 神情变得凝重无比 因为在他身形 顺移到冰蓝界亿万里虚空之外时 一片片雷云已经将他周围尽数包裹 每一道穿梭的雷光都宛若星空巨龙 所溢散的气息更是恐怖到难以想象 神帝境的天节 并且 还是最为恐怖的天法紫霄神节 这一次 萧尘面临的可不是来自萧兰的洗礼 而是来自神域星空意志的天节考验 如果没有经历过星空谷地录内的事情 他对神域星空意志可能还没多少防备 但是亲眼看到神域星空意志抛下诱饵 培养邪神之力将神兮等人炼成了傀儡 他对于神域星空意志现在是十分警惕 不知道神域星空意志会不会趁这一次机会 在暗中对他做什么手脚 轰隆 在萧尘新年落下之时 周围还在酝酿着的雷云 在这一刻爆发出轰鸣声 一道道紫红色雷霆带着毁灭性的气息 宛若暴雨梨花一般对着萧尘轰击而下 这让萧尘的瞳孔微微一缩 没有丝毫犹犹豫便爆发修为 跟这些雷霆狠狠轰在一起 毁灭性的力量化为风暴 在星空中疯狂的肆虐而开 萧尘就如同混沌魔神一般 不断轰碎周围一条条雷龙 并且凝聚混沌神力护住周身 似乎不敢沾染这些雷霆之力 你如此戒备 是怕我趁这次的天结洗礼 在暗中对你动什么手脚 就在萧尘不断轰碎天结雷霆之时 伴随着一道虚无缥缈的话音回荡而开 一道朦胧的身影诡异地浮现在雷云中 刹那之间 周围的天结雷霆都停滞不动 如同整个时空都被定格一般 这一幕 让萧尘的瞳孔忍不住收缩一下 脸上露出一抹惊悚和震惊之色 神域星空意志竟然降临了 难不成 这家伙终于忍不住要对他下手了 第630章 一个在时间长河中苦苦挣扎的可怜人 你身上有天渊意志 我没办法动你分号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 看到萧尘在他开口后 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神域星空意志话音低沉地说道 此番我出现在这里 只是想告诉你 以神域如今的厮杀情况 或许用不了一个月的时间 那一尊玉外邪神就能破风而出 你虽然身负天渊意志 但修炼的时间太短了 倘若你不愿意承受天结洗礼 你的实力将无法快速地提升 届时玉外邪神破风而出 可以大肆吞噬负面之力 恢复到巅峰状态 甚至达到比三千万年前 更为恐怖的程度 以我如今的状态 没办法能阻止他 剩下的希望就只有你了 接下来是想看着这方星空毁灭 你身边的人一个个都离你而去 还是有足够的实力来守护一切 这都在你的一念之间 在这一番话落下后 神域星空意志 深深看了萧尘一眼 身影也消失在这一片星空中 周围被定格的一切 也再一次运转起来 漫天雷霆不断轰向萧尘 而这一次 萧尘没有爆发修为 抵御这些紫萧神雷 而是任由这些神雷 轰击在他的身上 不断淬炼他的修为根基 和肉身强度 希望你所言的 最好都是真的 感受到劫雷疯狂融入体内 萧尘话音低沉的呢喃一句 正如神域星空意志所言的 他身上有天渊意志守护 对方想要对他下手很难 若不然 对方也不必等到现在 都还没有动手 而现在域外邪神即将复苏 神域星空也将会大难临头 如果他没有绝对的实力 一旦被域外邪神找上门 下场绝对会死得很凄惨 所以 此时萧尘在沉思一下后 暂时选择相信神域星空意志 毕竟 他身上有天渊意志守护 神域星空意志很难下手 倘若对方真的有能力 可以动手的话 早就在察觉到他的时候 痛下毒手了 当然也不排除 神域星空意志 是想培养他来对付域外邪神 在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 再将他们都一同抹杀掉 只是这个可能性 充满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若是他成长起来后 超出控制 这种行为跟自我毁灭差不多 摇了摇头 萧尘压下心中的杂念 忍受着神雷脆体的痛苦 开始疯狂吞噬天结造化之力 修为气息 在这一刻也在节节攀升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过了将近两个半时辰后 周围的雷云 这才消散而去 而此时萧尘的修为气息 达到惊人的神地境后期 这让他眼中 忍不住闪过一抹一色 以他现在的修为战力 即便是神地境巅峰的强者 他也有能力可以与之一战 若是修为再进一步的话 他在神地境中 绝对是无敌的 收拾完小五学妹 我又找到他姐姐公孙黎 一番软硬坚实的劝导后 两姐妹终于同意搬到我家 还真是苦命的差事 哇 主人你好厉害 修为一突破 竟然就达到了神地境后期 这种提升实在是太夸张了 在漫天雷云消散后 萧兰和波若西等人 出现在虚空中 前者更是满脸兴奋和崇拜的说道 本以为自己身为世界之灵 化形后修炼速度冠绝世人 没想到萧尘的修炼进度 比他还要变态的太多了 他甚至有些怀疑 是不是神域星空意志 给萧尘开小灶了 天结中蕴含的造化之力 要比别人更多 只达到神地境后期而已 这种实力可还远远不够 萧尘文言摇了摇头 脸上露出凝重之色 刚才神域星空意志现身了 说什么 以神域如今的厮杀状况 不出一个月的时间 那一尊狱外邪神 就会破风而出 在我们闭关的这几天 神域现在是什么情况 什么 神域星空意志 刚才现身了 听到萧尘的话语 萧兰和波若西等人都被吓了一跳 前者还忍不住扫了一眼虚空 感觉浑身都有些毛毛的 而波若西和彩岩等人 在压下心中的惊讶后 便向萧尘开口解释一下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北域邪教 全面进攻神域中心 听到波若西等人的解释 萧尘神情变得愈发凝重 前段时间还只是试探性的入侵 没想到才过了几日 就全面进攻 看来北域邪教 一定是得到了什么依仗 或者是被域外邪神 用某种手段控制了 夫君 我们接下来 要做何打算 在萧尘面色变化中 波若西深吸一口气 话音低沉的询问道 如果时间真的剩下不到一个月了 那他们接下来 必须做出行动才行 要么在这一段时间内 将实力提升到足以应对接下来的危机 要么就是尽可能的斩杀 北域邪教强者 避免更多的大迁事件 因此而受到牵连 这样或许能延缓 域外邪神的破风时间 你终于达到这一步了 就在萧尘皱眉沉思的时候 他脑海中突然响起一道声音 如同从混沌之外传来的一般 让萧尘的脑海中 如有轰鸣乍响 瞳孔在这一刻 也剧烈收缩起来 谁 在内心感到惊骇中 萧尘下意识地喝道 这让彩烟和波若西等人都面色一变 还以为是有哪一位未知强者降临了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一个在时间长河中 苦苦挣扎的可怜人 而在彩烟等人面色变化中 那一道虚无缥缈的声音 也再一次在萧尘的脑海中响起 令得萧尘的脑海中传来一阵震荡 魂灵意识 如同被扯进一个漩涡中 身形则是直接僵硬在原地 如此情况 把彩烟和波若西等人都吓了一跳 夫君?主人? 彩烟等人和萧兰在惊呼声中 都想要上前查看萧尘的情况 却被一股力量给隔绝在外面 明明只有一步距离 但他们此时感觉距离萧尘无比遥远 中间就像是隔了一条时间长河似的 两者此时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时空内 这让彩烟等人感到无比骇然 一个个也变得有些手足无措 完全不明白 萧尘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突然间会有这变故 天渊意志完全复苏了 同样在这一刻 感受到萧尘身上发生的变化 神域星空意志也浮现在空中 目光无比凝重地盯着萧尘 眼眸中露出一抹难以置信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萧尘修为突破到神地境后 竟然会让天渊意志完全复苏 这下局面将会变得不可控了 毕竟 那一尊狱外邪神的出现 跟天渊意志脱不了关系 如今天渊意志全面复苏 那一尊狱外邪神 势必也感应到了 第631章 一切起源的真相 萧尘脑子都炸了 天 天渊 在萧尘身上发生惊变之时 远在北域内的星空大裂缝 突然传出一道怨恨的声音 原本陷入沉睡的域外邪神 在这一刻竟然提前复苏了 毁灭性的力量 在星空大裂缝内肆意冲击着 令得这一座混沌虚空阵法 剧烈地震动起来 甚至在这一刻 神域中所有拥有邪神种子的邪教强者 一个个身上都爆发出更为恐怖的邪气 一股极端暴力的意念 侵入到每个人的脑海中 毁灭 一切 随着这一股意念的入侵 原本还有理智的邪教强者 眼眸在这一刻化为了血色 一道道邪恶的纹路 不断从眉心处 蔓延到身体其他地方 身上的修为和气血之力 都在疯狂燃烧 令得这些邪教强者 都忍不住仰天嘶吼 怎么回事 这些家伙 是在自杀吗 看到玄幽子等人发生的诡异变化 无论是苏晨 还是其他神帝竞强者 一个个的脸上 都露出惊骇的神色 原本有邪神种子的加持 这些家伙 已经很恐怖了 现在还燃烧修为和血肉精气 这简直就是不给他们活络 好 而在神域众多强者 感到头皮发麻之时 玄幽子等人 如同被控制的傀儡 全都封了一般的 攻击万族强者 更为惨烈的厮杀 仅仅在一瞬间内 就在神域各地爆发 神域强者 如同若鸡一般 不断被屠杀 各种负面之力 不断充斥于神域星空 随后源源不断地涌现北域 不断被那尊 域外邪神吞噬 该死 事情变得棘手了 看到神域星空各地 不断有负面之力 涌向北域 神域星空一直在这一刻 也没办法放任不管了 伴随着他 心面移动 整个神域星空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震动 虚空不断有鸿蒙紫气浮下出 跟众生怨气疯狂地冲击在一起 不断净化这些负面之力 甚至在这一刻 每一个在厮杀的星界中 星空元气都骤然沸腾起来 金光弥漫整个神域星空 令个无数生灵的状态 都恢复巅峰 身上的战力 也随之疯狂提升起来 这令个万界生灵 都露出狂喜之色 这是 天道赐福 感受到体内暴涨 一大劫的修为之力 玄幽子等人 众多强者都忍不住抬起头 显然都没有想到 在神域万族遭遇到危机的时候 神域星空意志 竟然会出手相助 封印他们 还没等这些人惊骇多久 他们脑海中都响起一道声音 并且是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这令个神域众多强者的脑海中 都爆发一阵轰鸣 随后便本能的爆发修为 跟众多邪教强者厮杀在一起 试图通过阵法之力 将其封印 而悬浮在虚空中的神域星空意志 在做完这一切事情后 身影也变得更加透明 此时贸然出手 他只能利用神域众生 限制住这些邪教强者 尽可能争取更多时间 至于接下来的局面 会不会有转机 就看萧尘能不能融合天渊意志了 在念头落下之时 神域星空意志轻叹一声 身形彻底消失在虚空中 在神域星空厮杀 变得更加白热化之时 萧尘感觉意识一阵天旋地转 最后来到一处朦胧的星空中 周围看起来一片混沌 唯有点点星光在闪烁 有点像天地初开一般 你来了 在萧尘打量周围的同时 伴随着一阵白光的亮起 一道白衣身影 也浮现在萧尘的眼前 混 混沌神 看到眼前这一道身影 萧尘不禁瞪大了双眼 因为这正是神木古墟开启之时 告诉他一些过往隐秘的混沌神 只不过 眼前的混沌神 眼神似乎比以前更加的沧桑 就连气息也更加的虚无缥缈 混沌神 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只是我的第二事而已 在萧尘惊呼之时 那一道身影看了萧尘一眼 话音有些复杂地继续说道 而你 则是我的第三事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萧尘的脑海中如有轰鸣乍响 整个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对方 显然有些无法接受这种言论 因为 在神木骨须开启时 混沌神曾告诉他 他可以是他 但也不是他 他是混沌神在临死之前 以自身的魂灵碎片 融合天渊意志所转世而成的 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个体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是天渊意志和混沌神意志的新生体 怎么变成这家伙的第三事了 难不成 这家伙就是天渊意志本身 你想的没错 我就是天渊 混沌神 则是我自我了结所转世而成的 看到萧尘一脸疑惑 白衣身影开口说道 不过他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 萧尘更加迷糊了 连忙打断对方开口问道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 你能不能说得再清楚一点 这样说 我完全理不清头绪 听到萧尘的话语 天渊叹息一声后 话音低沉地说道 那我便从头说起吧 我名天渊 原本是这一方星空所诞生的一个平凡生灵 而在上一个纪元 这方星空的意志 因为众生杀戮所产生的邪念 化为了天道邪灵 那时天道不仁 众生如同猪狗 为了活着 我凭借强大的悟性 不断感悟天地法则 自创功法 强大自身 在历经八十万年后 我成功超越了神帝境 并且将天道邪灵斩杀 但在那一战中 为了能让我得到超越神帝境的力量 我身边的几位红年之己 全都陷阱了 而因为天道之灵的陨落 神域星空也跟着崩塌了 我没有办法复活其他人 迫于无奈 我只能选择 祭练神域星空碎片 让其演变成一个新的宇宙星空 但在祭练的过程中 众生怨气并没有彻底散去 有一部分侵入到我的体内 也激发了我人性中的邪恶 为了不让自身失去理智 从而失控 对这一方星空 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我选择了自我了结 以诸多材料 打造出一口葬神关 以肉身为载体 封印这一股邪念 再以超越神地境的无上意志 作为枷锁 彻底锁住这一口棺木 将其放逐到混沌之外 只留下一缕灵魂 随其他人在这方星空转生 也就是之后的混沌神 在萧尘目光的注视下 天渊说出了所有真相 这让萧尘的脑瓜子嗡的 一下就炸开了 竟然是前世和今生 未免也太狗血了吧 第632章 过往的一切 就让他埋葬在岁月长河内吧 所以你这次出现 是打算借助我复活 在内心感到难以置信中 萧尘像是想到什么一般 目光死死地盯着天渊 就算是前世今生 但终究是不是共同的记忆 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格 若是两者合二为一 他到底还是不是他 这结果可说不准了 如果对方是要融合的话 萧尘的内心会十分抵触 尘归尘 土归土 属于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如今是你的时代 我不会跟你记忆融合的 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 听到萧尘这一句话 天渊淡笑着回答道 完全没有对于复活的渴望 这让萧尘感到很不可思议 当即有些狐疑地看着天渊 要知道 在这世间 不知道有多少人渴望永生 甚至是费尽心思 来延续自己的存在 可天渊竟然不想继续存活下去了 这确定不是在忽悠人 再者说了 天渊是为了复活身边的红颜知己 才会不惜牺牲自己 重塑神域星空 如此至情至性之人 会甘愿让自己消失 那一战 神域星空崩塌 万族生灵烟灭 加上我那些红颜 都是陷阱而亡 纵使我后面重塑了神域星空 也只能捞出他们的魂体真灵 但他们曾经所拥有的意识和记忆 都随着陷阱和星空崩塌而消失了 所以对于我而言 就算能再找到他们 他们也不是一中人 而一个是拥有同样的魂体真灵 但却有不同人格意识的陌生人 与其执着于过往的记忆 不如让自己重新开始 以另外一种方式 跟他们再续前缘 听到天渊这一番话 萧辰的脑海中如有轰鸣乍响 在这一刻像是联想到了什么 深吸一口气当即说道 难不成他们是 没错 他们正是被我让天渊抑制 一个个送到你身边的女人 看到萧辰一脸震惊 天渊又笑着开口道 不对 如果采颜他们的前世 就是你的那些红颜知己 为什么在第二时 也就是你魂灵转世成混沌神之时 身边就只有离合这一位红颜知己 愣了一下后 萧辰也意识到不对 当即再次开口问道 在你开启神木古墟之时 我继承了第二时的己 后面发现 是我在重塑神域星空后 神域的本源法则 还没有彻底稳固 导致我施展的转生之法 出现偏差 所以 上一世 只有一人的魂体真灵 脱离轮回之井 成功转世 并且因为因果的关联 来到第二时身边 其他人的魂体真灵则是沉眠在轮回之井中 直到十几万年前 才逐渐脱离轮回之井转生 听到天渊这一番解释后 萧辰整个人当场沉默了 虽然听起来很扯犊子 但也勉强解释了 为啥系统 也就是天渊意志 一开始会每个月 给他捡回来一位女王女帝 感情彩岩等人的前世 跟他的前世 都是恋人 这凑蛋的人生 怎么有种被安排的感觉 如此说来的话 那一位生命女神离河的转生者 难不成现在已经在我的身边了 在感到有些凑蛋中 萧辰再一次询问道 当然 也只是有些好奇而已 毕竟离河已经陨落了三千万年 就连混沌神如今也放下了千果 想来应该是有答案了 在因果之法加持下的转生之术 转生者会保留前世的一些属性 听到萧辰这个问题 天渊并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耐人寻味地说道 萧辰文言瞬间知晓了答案 这么说的话 在他身边众多捡来的红颜知己中 跟生命女神离河拥有一样属性的 也只有柳落先了 搞定完雅非简 我想起了秦仪 连忙跑到他家来挖墙角 没想到秦仪说他就是我家的人 这一辈子都跟我 既然你想知道的都知道了 那接下来就该说说正事了 看到萧辰一脸恍然后 天渊再一次开口说道 那一尊玉外邪神 也就是我用我的肉身 来封印神域众生邪念 所演变成的邪魔化身 尽管我在进行封印之时 已经将自身的修为玻璃 并将其凝炼成天渊意志 但这一句邪魔化身 是我第一式的肉身 肉身强度早已经达到主宰境 如今在众生怨念的加持下 已经演变成新的独立意识 加上现在还不断吞噬神域众生的负面之力 只怕当这一尊邪魔脱困之时 实力并不会弱于我巅峰之时 如今时间紧迫 你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 靠自己修炼到主宰境了 唯有融合天渊意志 继承我之前的力量 你与他才能有一战之力 说着 天渊话音变得有些低沉 在萧承刚要说什么之时 他又一脸慎重地补充道 但继承我的力量 你想要将他斩杀 恐怕还无法做到 唯有超越我以往所达到的高度 你或许才能将这一尊邪魔斩杀 至于能不能做到 就看你的造化了 随着话音的落下 天渊的身影消失不见 随后变化为一团光源 显然是这旅意识在复苏后 所能存在的时间已经到了 而这团光源 赫然就是天渊的修为之力 里面所蕴含的力量 一旦爆碎炸开的话 恐怕都能毁灭整个神域星空 天渊 混沌神 萧尘 不管来历究竟有多复杂 这一世 我就是我 一个与世无争 只想守护身边之人的平凡人 看着眼前这一团光源 萧尘的神情变得坚毅 第一世和第二世都无法守住的人 在这一世 就让他来守护这一切吧 在念头落下之时 萧尘的意识脱离了十海 眼睛在此时也随之睁开 夫君 看到萧尘苏醒过来 彩炎等人一脸狂喜 萧尘刚才的情况可把他们吓得不轻 他们还以为是神域星空意志在搞鬼 毕竟 放眼整个神域星空 能神不知鬼不觉让萧尘中招的 似乎也只有神域星空意志了 我没事 只是修为突破到神帝境 恰好开启了身上的传承 看到彩炎等人一脸紧张 萧尘感到心头一暖 当即笑着对众女道 不过他并不打算告诉众女 有关于上个纪元的事情 毕竟 他们现在都是新的独立人格意识 对前世的事情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过往的一切 就让他埋葬在岁月长河内吧 开启新的传承 听到萧尘的话语 彩炎等人的神情骤然一惊 一个个都不敢相信地看着萧尘 修为达到神帝境才能开启的传承 这传承究竟得有多惊人 难不成 是超越神帝境层次的传承 第633章 狱外邪神破风 神域岌岌可危 嗯 这一次我得到的传承 确实是超越了神帝境 接下来我会闭关进行融合 争取在短时间内可以超越神帝境 看到彩炎等人一脸震惊的样子 萧尘在这一刻也没有任何隐瞒 当即向众女坦白了身上的传承 这让彩炎等人的脸上都露出一抹金融 但下一刻便恢复正常 毕竟 以萧尘从修炼以来所展现出来的各种手段 若是身上的传承不是超越神帝境的 倒是没办法解释 为何能这么逆天了 夫君尽管去闭关 其他事情交给我们好了 我们会守护好几大姐的 在沉默一下后 彩炎和柳若仙等人开口道 脸上露出一抹坚定的神色 似乎接下来 不论是发生什么样的危机 他们都不会有一丁点退缩 会一直守护到萧尘出关的 保护好自己 而且萧尘文言点了点头 也没有过多的客套 在简单交代一句后 便开始进行闭关了 现代时间就是生命 若是无法在那一尊邪神破风前 将自身修为提升到主宰境的话 恐怕他身边的一切都会毁于一旦 毕竟 那一尊玉外邪神 是众生邪念 结合他前世的邪念 所演变成的邪物 肉身还是他第一式的肉身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像是他第一式的邪化复制品 对方最为渴望的 就是吞噬他身上的天渊意志 让自身变得更完整和更强大 希望一切都来得及 在萧尘和彩烟等人交代完 便回到冰蓝界开始闭关后 神域星空意志呢喃了一句 接着便抬手轻轻一挥 一阵特殊的波动 便覆盖整个冰蓝星系 将这一方星系 从星空中彻底隐秘起来 即便是那些拥有邪神种子的强者 也没法发现 这一方被隐秘的星空 做完这一切后 神域星空意志便消失在虚空中 整个冰蓝星系也重新恢复平静 而在这种平静中 神域星空其他星界的厮杀 依旧在持续着 并且这场厮杀 还持续了整整三个月之久 纵使有神域星空意志的干预 大大减少了负面之力的诞生 可随着厮杀的进行 无数大千世界 因为厮杀变得混乱不堪 并且随着一些种族顶尖强者的负面 有不少大千世界内部 也爆发各种战乱 谋权篡位 趁火打劫 这种因为贪婪和欲望所产生的内耗 也在不断波及着许多无辜的生灵 令得天地间的负面之力 再不断暴涨 如此情况 让神域星空意志的内心 变得愈发的冰冷和沉重 这便是万族的劣根 贪婪和欲望 即便是在自己的大千世界 遭遇到危机时 也会让很多生灵 将魔爪伸向身边其他人 如此情况 他还没办法阻止 毕竟 就算他耗费极大代价 将这些畜生都灭杀掉 一样也会有负面之力诞生 所以 即便身为这方星空的主宰 此时也只能冷眼看着这一切 默默积蓄力量 准备应付那一尊御外邪神 搞定秦姨和雅菲姐后 我又找到比比东学姐 提出让她搬家的要求 她非得我跟她再玩一次密室逃过才行 太难了 为了避免两个人玩密室逃脱不刺激 比比东学姐 还叫上圣彩妹妹一起玩 这是要把我往死里整的节奏啊 轰隆 在这种平静持续到第五个月后 北域那一道星空大裂缝突然前所未有的震动起来 原本沉寂了几个月的域外邪神 意识也在这一刻再度复苏过来 一道不容置疑的命令 刹那间传遍整个神域 自毁 在这一道命令下达后 神域星空中 那些拥有邪神种子的北域邪教强者 一个个的眼眸中都浮现出一抹赤红 身上更是散发着难以形容的恐怖能量波动 紧接着都没有丝毫犹豫的进行自曝 如此情况把神域众多强者都吓坏了 所有人在惊恐中疯狂远离这些邪教强者 但绝大部分的强者 还是被恐怖的能量冲击淹没 整个人在绝望中炸成一团血物 就连所在的大千事件 也在这种恐怖的冲击中当场崩溃炸开 亿万万生灵在惊恐中化为宇宙的尘埃 唯有临死之前所散发的负面之力 还残留在这一片星空中 甚至是一些在这些时段被封印的邪教强者 也在封印中毫不犹豫地自曝 令得封印阵法当场暴碎炸开 所在的大千事件也遭受毁灭 一时间 整个神域星空生灵涂炭 负面之力更是疯狂暴涨 该死 神域星空一直浮现在星空中 看到神域星空如此惨重后 内心不禁涌现出一抹无力感 纵使它身为神域星空意志 此时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像是一位强者中了可怕的剧毒 此时只能延缓这一种毒素的发作 却无法阻止毒素在体内大肆破坏 这种感觉真的是让它备受折磨 天约 我要来找你了 你最好是躲得严实一点 让我可以有一点点乐趣 随着一道森然的话音 回荡在神域星空中 所有负面之力在这一刻 疯狂地涌向北域 混沌虚空大阵 在这一刻疯狂地闪烁 最终更是爆发出一种毁灭性的波动 随后在下一刻便轰然爆开 化为一团恐怖的混沌火焰 疯狂轰涌入阵法中心那一口骨关 这是混沌神留下来的后手 如果感应到域外邪神即将破风 阵法已经完全压制不住对方时 就会在一瞬间内燃烧所有力量 对这一尊域外邪神发动毁灭性的攻击 即便无法抹杀这一尊域外邪神 也能在对方破风的那一刻 对这尊邪神造成一些创伤 甚至在这一刻 就连天渊所打造的那一口棺木 在这一刻也爆发出恐怖的波动 紧接着在光芒中跟着爆碎炸开 作为第二式的混沌神能想到这一点 作为第一式的天渊 自然也留有后手 伴随着这两大后手的爆发 星空大裂缝当场爆碎炸开 无法形容的毁灭性力量 宛若宇宙大爆炸一般 刹那间席卷整个北域 所过之处 北域众多星系都在冲击中被毁灭掉 哪怕是恒星也一颗接着一颗炸开 这让域外邪神发出了愤怒的嘶吼 天渊 混沌 本尊一定要吞了你 声音充斥着无边的怒火和力气 显然域外邪神在这种冲击中 也是受到了相当可怕的创伤 你不该出现在这一片星空中 几乎就在域外邪神话音回荡的同时 一道冰冷的话音也回荡在整个北域 只见在这片混乱无比的风暴中 神域星空一直凝聚成一道身影 强忍着北域崩溃 对它造成的恐怖反噬 双手在话音传出间也结出神秘的硬觉 第634章 天渊 你果然还在这片星空中 伴随着硬觉的杰出 整个神域星空轰然震动起来 浩瀚的法则之力都汇聚而来 如同宇宙星空最先诞生出来的那一束光 蕴含着整个神域星空最为原始的恐怖力量 刹那之间便对着那一尊域外邪神轰了过去 星空抑制 而那一尊域外邪神在撕裂能量风暴后 看到眼前如此恐怖的一击 脸上没有露出任何慌张之色 反倒是显得有些猙獰和暴力 是谁给你的勇气 让你这一只星空之灵胆敢在本尊面前放肆 在话音森然的回荡间 域外邪神身上爆发恐怖的邪元之力 随后抬手对着那一道光束轻轻一按 混沌邪元便跟这一道光束轰在一起 这令得神域星空再一次发生毁灭性的崩塌 整个神域所有大千世界都在疯狂的颤抖着 而神域星空意志 倾尽全力施展出的这一道原始之光 此时竟然无法冲破域外邪神的防御 只能跟那种邪元之力疯狂地冲击着 这一幕让域外邪神的眼眸中闪过一抹嘲讽 上一个纪元 原本的神域星空意志 在吞噬众生的邪念后 哪怕是演变成强大的天道邪灵 到最后还不是被天渊给斩杀了 之后整个神域星空崩塌 即便是天渊付出代价 重新祭炼星空碎片将其化为完整 也只是让这一方星空回归到初始的本源形态 所诞生出来的神域星空意志 实力自然也要比上的纪元弱 更何况 在三千万年前 这一方神域星空还未彻底孕育成熟之时 他便从混沌星海之外降临到这一方星空 导致这方星空的孕育受到了阻碍 之后又跟混沌神爆发厮杀 让整个北域都化为了废墟 这一只星空之灵同样遭受到可怕的重创 如今即便是他刚复苏 状态还没恢复到巅峰 这一尊星空之灵也不是他的对手 看到眼前这一幕 神域星空意志并没有动怒 只是眼神冰冷地盯着对方 在调动神域星空的力量 疯狂轰击域外邪神的同时 一股诡异的波动也从他身上朝着周围疯狂的扩散 而在这一股波动的覆盖下 域外邪神身上的混沌邪源 在这一刻也出现诡异波动 这令得他的脸色为之一变 当即就要镇压身上的异常 可就在这一瞬间 一股毁灭性的冲击从他体内轰然爆发 令得他周身力量在这一刻都出现失控 那一道恐怖的原始之光 也在这一刻冲爆了屏障 狠狠轰在域外邪神的身上 毁灭性的冲击当即在虚空中爆发 域外邪神在怒吼声中遭受到重创 那一具强悍无比的肉身 更是被原始之光轰出一个大洞 怎么可能 你为何能干扰我的力量 身形在重创中被轰飞一万里后 域外邪神的声音震撤整片星空 还没等神域星空一直回答 域外邪神像是想明白了什么 当即在虚空中忍不住放声狂笑起来 原来如此 以神域生灵的欲望和贪婪为影子 将自身的本源之力和本尊的邪源之力进行同化 随后饲养出新的混沌邪源之力 之后再让这些能受你控制的力量 作为养分渗透进混沌虚空阵法 让本尊将其吸收并且潜伏在体内 为的 就是能在本尊复苏破风后 利用这些力量将本尊重创 说到这里 域外邪神已经在虚空中稳住身形 随后朝着神域星空一直暴射而去 只可惜 你的实力终究还是弱了一些 即便是用这些可笑的伎俩 终究还是奈何不了本尊 在这一句话的回荡中 弥漫在神域星空中的负面之力 如同穿越时空一般 不断汇聚到域外邪神的身上 甚至在这一刻 这一方星空的本源之力 也在被域外邪神吞噬着 毕竟 这一句肉身可是天渊留下来的 而这一方星空又是天渊祭练的 从某种程度上 两者也有渊源 所以只要能压制这一只星空之灵 它便能吞噬这一方星空的力量 让自身恢复到巅峰状态 轰隆 可就在这时 一阵轰鸣声突然传遍整个神域星空 就如同混沌初开所爆发的天鹰一般 令得神域所有生灵的身子为之遗产 所有人都有种醍醐灌顶一般的名物 修为瓶颈在这一刻都开始松动起来 也让玉外邪神的瞳孔为之剧烈收缩 这是大道犯音 有人在超脱这一方星空 正到至高无上的主宰镜 意识到这一身轰鸣的不凡后 玉外邪神目光看向东玉 在此时也联想到了什么 天渊 你果然还在这片星空中 意识到这道气息究竟是何人后 玉外邪神脸上的神情完全失控 甚至在这一刻 便毫不犹豫地转过身 朝冰蓝界的方向而去 就连神域星空一致 此时看都不看一眼 身为天渊的邪念和众生邪念的结合体 他自然知道 这个家伙究竟是有多恐怖 在上一个纪元中 神域星空中涌现不少精彩绝艳的强者 但无一例外 没有一个能超越神地境 只有天渊 凭借恐怖无比的悟性 和身边之人的陷阱 明悟神域星空所有的力量本源 成为超越神域天道的恐怖存在 这种家伙 即便他现在占据了对方的肉身 还有拥有对方众多的神通招式 但依旧对这个家伙感到了恐惧 唯有彻底吞噬这个家伙 他才能化为了完整形态 成为这一方星空 乃至混沌之外 一尊无比恐怖的存在 从比比东学姐出来后 我又找到唐一妹妹说明情况 没想到唐一妹妹说 必须带上宁荣荣学妹 她还真是一个好闺蜜 在唐一妹妹的请求下 我找到宁荣荣学妹 刚说出要求对方就答应了 说要和唐一妹妹 一直当我的私人护理 真好 我没让你走 你就得留下 看到域外邪神无视她冲向了冬玉 神域星空意志身形如同瞬意一般 当即出现在域外邪神的身前 说话间疯狂地调动星空之力 整个北域的星空 瞬间变得扭曲起来 绚丽的光芒在虚空中疯狂闪烁 无数次元空间不断在重叠交汇 最后更是化为囚龙 将域外邪神封锁在里面 你找死 看到周围时空变幻 如同陷入一个多重世界组成的结界 域外邪神在这一刻也被彻底激怒了 伴随着这一句怒吼的响起 混沌邪员疯狂地喷涌而出 域外邪神周围的空间同样扭曲起来 一道道恐怖的异象不断地浮现而出 无数大千世界毁灭 万界苍生凄厉哀嚎 绝望 痛苦 尸杀 暴力 种种负面之力在这些异象上汹涌爆发 随后跟周围的时空不断轰击在在一起 这令的囚龙内就如同星空大破灭一般 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冲击 第635章 现在的我 名为萧辰 该死 这家伙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 感受到多重时空囚龙在不断崩塌 域外邪神就像是一头即将挣脱束缚的凶物 下一刻随时都有可能破开束缚 这让神域星空抑制一颗心当场沉到了谷底 按照这个情况 他还不知道能不能拖延到消沉 晋升到主宰晋 你这个碍事的家伙 既然那么想死的话 本尊就先吞了你 在神域星空抑制疯狂压制中 域外邪神心中的怒火也攀升到了极致 随后在嘶吼中 召唤出亿万头猙獰魔影 每一头魔影都散发着极为可怕的怨气 仿佛是这星空中最为邪恶的不死生灵 在出现的那一刻 就如同蝗虫一般 不断吞噬着周围的时空囚龙 这一幕令得神域星空抑制 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在这一刻 连忙变幻应觉 再一次调动星空之力 不断压缩时空囚龙 冲向混沌避杖之外 试图将域外邪神放逐出去 让对方难以回到神域星空 这样便可以为萧尘多争取到一些时间 想放逐本尊 你没这本事 在时空囚龙冲向混沌避杖之外时 域外邪神也察觉到囚龙外的动静 口中再次发出怒吼声 身边亿万道魔影 在这一瞬间轰然爆碎炸开 毁灭性的冲击 令得时空囚龙当场崩溃破灭 也令得神域星空抑制的身影 在这一刻忍不住倒卷而飞 显然是遭受到可怕的反噬 笼罩在他外面的那一层朦胧光芒 在身影倒卷之时也彻底潇洒而去 一张难以形容的绝美容颜 也出现在星空中 那种美 就好像是集合了神域星空 无数女人的美丽与一体 哪怕是彩烟和波若西等人 与之相比也得逊色一分 就连这一方星空 在这张脸蛋的映衬下 都显得有些黯然失色 你的力量配上这一身皮囊 真的是让人觉得袖色可参 看到神域星空意志的真容后 域外邪神发出森然的冷笑声 下一刻便跨越亿万里星空 一把抓向了神域星空意志 跟本尊融为一体吧 伴随着话音森然地回荡在星空中 混沌斜员之力封锁住这片天地 令得神域星空意志的脸色为之巨变 这一刻 他也顾不得身上的反噬 再次调动星空法则之力 可就在这一瞬间 随着一阵轰鸣震动整个神域星空 一束光从东域的方向暴射而出 眨眼间便轰在域外邪神的身上 无法形容的冲击宛若海啸一般在星空中横扫爆发 令得那一尊域外邪神在嘶吼中被当场轰飞了出去 而神域星空意志 只感觉身体陷入一阵温暖中 腰肢更是被一只大手搂住了 这种陌生的感觉让他忍不住一僵 随着眼角余光扫去 一张俊美无双的脸庞也随之映入他的眼帘 此人赫然是闭关已久的消沉 而此时对方身上的气息已经如同星空一般浩瀚 哪怕是他也无法与之相比 谢谢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在神域星空意志愣神的同时 萧尘眼角余光扫了对方一眼 在略微惊艳一下后轻声说道 显然 萧尘也没有想到 神域星空意志笼罩在光芒下的身姿 竟然也会这么的惊艳 不过眼下 并不是深入了解的时候 所以萧尘也没有昏了头 天约 而在俩人的交谈间 域外邪神已经在虚空中稳住身形 紧接着一个瞬移出现在百里之外 目光无比森然地盯着萧尘 瞳孔更是忍不住收缩一下 这种气息 绝对超越了神帝境 这家伙竟然在短短时间内 让自身修为恢复到主宰境 还真不愧是上一个纪元 神域星空最为妖孽之人 搞定所有人后 回到家美杜莎同学穿上盛装 说他要体验一下做女王的感觉 往后他就乖乖的 这女人可这真能辙 好在这女人没有骗人 在小一仙他们搬来后 都相处得十分的融洽 就是苦了我这个一家之主 每天都累死累活的 天渊 他已经陨落了 现在的我 你为萧尘 看着这一尊浑身散发着恐怖邪气 并且跟他还长得一模一样的邪物 萧尘目光平静地看着对方纠正道 那种泰然自若的样子 仿佛眼前这一尊 让神域星空 一直感到束手无策的邪物 在他眼里也就那么一回事 不管你叫什么 依旧改变不了 你是天渊的事实 听到萧尘的话语 狱外邪神寒声道 在话音落下之时 他便爆发修为 冲萧尘冲了过来 没有任何的试探 一出手便是恐怖无比的神通 漫天邪魔疯狂地肆虐于虚空 随后便带着能毁灭星空的威势 对着萧尘和神域 星空意志轰杀落下 如此恐怖的攻击 让神域星空意志面色一变 紧接着便想调动星空之力 不过就此时 萧尘已经率先抬起右手 整个星空轰然震动起来 一层朦胧的屏障 浮现在俩人眼前 跟狱外邪神轰在一起 在轰鸣声滔天乍响中 那一层混沌屏障不断地颤抖 但却硬生生扛住了这种攻击 这让狱外邪神的瞳孔 忍不住剧烈收缩 脸上露出一抹惊骇 和难以置信之色 怎么可能 你的力量 你才刚恢复到主宰镜而已 怎么可能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感受到萧尘凝聚的混沌之力 竟然比他的混沌邪员还要强 狱外邪神的内心有些破防了 因为此时萧尘给他的感觉 竟然比三千万年前的混沌神 刚晋升到主宰镜之时 还要更加可怕 完全可以匹敌第一世的天渊 不对 甚至是 要强一些 很简单 只要能融合前两世的修炼感悟 一招顿悟后 你也可以达到这一步 听到狱外邪神的话语 萧尘只是面带微笑道 但这短短的一句话 却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在狱外邪神和神域 星空抑制的耳中乍响 令得俩人都是 更加难以置信地看着萧尘 要知道 天渊和混沌神 虽然是同一人 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世为人 并且最终都晋升到了主宰镜 这两个人的修炼感悟 是何等的浩瀚和复杂 而看萧尘这样子 明显就是没融合前世的记忆 完全就是一个新的独立意识 但对方竟然在短短时间内 融合了前两世的修炼感悟 这真的是人类所能做到的 本尊不屑 你才刚突破到主宰镜而已 就能超越之前那两个家伙 在难以置信中 域外邪神的身上燃烧起诡异的火焰 恐怖的邪气瞬间横扫 亿万万里星空 无数意向在邪气肆虐中不断浮现出 如同域外邪神一个人 就演化出一个浩瀚无比的宇宙 只是这个宇宙里面 只充斥众生最为原始的负面之力 下一刻 伴随着域外邪神双手骤然合拢 弥漫在周围的邪气疯狂的汇聚 在域外邪神的身前 化为一朵诡异的黑帘 随后轻飘飘地飞向萧尘 和神域星空意志 灭是黑帘 这一招看似随意 却是域外邪神 以众生邪念和天渊的邪念为影 然后倾尽全身的力量 所凝聚出来的恐怖杀招 三千万年前 混沌神就是被这一种招中创的 之后才不得以牺牲自己 将他再一次封印起来的 他就不信 萧尘能接下这一招 第636章 斩杀域外邪神 神域星空意志的震撼 灭是黑帘 还算不错的一招 萧尘看着域外邪神凝聚出的黑帘 脸上忍不住浮现出一抹赞赏之色 不得不说 这一尊域外邪神 还是有两下子的 若不是他成功融合天渊和混沌神的传承 恐怕此时 面对这朵黑帘 已经汗流加倍了 而在一旁的神域星空意志 听到萧尘这句话 险些当场窒息了 这一招哪是不错了 这简直就是难以形容的大恐怖 若是任由这一朵黑帘爆碎炸开 恐怕整个神域星空都得被当场炸穿 北域和东域瞬间都会化为一片虚无 在念头落下之时 神域星空一直在低鹤声中结出一道硬诀 疯狂调动星空之力 准备抗衡这一朵黑帘 我来吧 你不是他的对手 不过就在这时 随着萧尘轻声说了一句 并且抬起右手虚空一按后 周围的星空轰然震动起来 神域星空抑制惊骇的发现 自己竟然失去了神域星空本源力量的控制权 整个星空的力量正在朝着萧尘疯狂汇聚而去 这让他在感到惊骇的同时 也有种被萧尘强了的感觉 不过萧尘并没有理会 神域星空抑制的惊骇 在抬手虚空一按的同时 他也催动起自身的力量 混沌之力不断地喷涌而出 跟神域星空之力疯狂融合 随后化为了一朵弥漫着混沌光芒的九彩莲花 跟那一朵黑莲轰然碰撞在一起 随着碰撞的爆发 没有什么轰鸣声的滔天乍响 唯有翘无声息的吞噬和烟面 在两朵莲花爆碎炸开中 黑莲所化的混沌鞋缘和负面之力 都被混沌清莲不断吞噬和净化着 这让域外邪神的瞳孔 在急速扩张中险些炸裂眼眶 这怎么可能 你为什么能净化和吞噬掉我的力量 这可是连天渊都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在亥然中 域外邪神惊恐地大叫起来 并且疯狂催动修为 试图压制这种力量 但不管他如何催动修为 都被消沉无情地吞噬掉 这让域外邪神彻底的慌了 世间万物 有善必有恶 有正必有反 有光必有暗 这些都是相辅相成 并计共存的 我可以是善 也可以是 但不管是善还是 是正还是反 是光还是暗 只要我不迷失自我 这一切都是虚妄的 而你 不过是众生邪念 和天渊邪念 融合而成的力量傀儡 连自己的本性 都不知道是什么 你的强大 终究是徒有其表而已 随着这一番话落下之后 萧尘朝着虚空猛的一握 无边无际的混沌火焰 直接将域外邪神淹没 不 在惊恐和绝望中 域外邪神 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 他完全想不明白 萧尘这一番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 更想不明白 他如此强大的恐怖存在 竟然让对方一招给秒了 他可是众生邪念的源头 怎么会这么脆弱不堪 在疑惑和不甘中 域外邪神逐渐化为了飞灰 被混沌火焰彻底的吞没了 至此 这一尊足以毁灭神域星空的邪物 便就此陨落了 如此惊悚的一幕 把神域星空意志给看傻了 整个人当场呆着在虚空中 死了 这一尊让他感到棘手万分的域外邪神 竟然就这么干脆利落 就被萧尘斩杀了 他还以为 即便是萧尘晋升到主宰晋 也得跟域外邪神厮杀好久 最终在他的帮助下 才将对方重新封印 可没想到 仅仅一招而已 这邪神就挂了 若不是他被对方打得难以招架 他都怀疑 这一尊邪神是假的了 可能是太累的缘故 我竟然第三次梦到丈母娘怀孕了 我觉得 这是一个不祥的梦 可能是有大事 要发生了 你的实力 究竟达到了什么层次 在感到有些怀疑人生中 神域星空意志忍不住问道 不清楚 但像这种货色的话 再来几个也能对付 萧尘文言淡淡一笑 有些轻飘飘地说道 说话间 吞噬了域外邪神 变得更为恐怖的混沌火焰 也一股脑涌入到他的体内 令得萧尘的修为气息 变得更加深不可测 而神域星空一直听到这番话 绝美的脸庞忍不住抽搐一下 刚才他拼尽全力 才拖住域外邪神一回 甚至再晚一些的话 他很可能会被对方给吞噬了 如此强大的存在在萧尘的口中 竟然只配被称之为 这种货色 他严重怀疑 萧尘这是在内涵他 萧尘没有理会神域星空意志的无语 只是看着眼前化为一片废墟的北域 在皱了皱眉后 突然爆发修为 把神域星空意志给吓了一跳 下一刻 还不等神域星空意志说什么 萧尘双手截出一道神秘应诀 浩瀚的混沌之力涌入星空中 原本化为废墟的北域 在此时像是重生一般 破碎的虚空不断被修复 毁灭的星辰也在凝聚着 除了没有生命之外 星空已经焕然一新 这让神域星空意志的身子忍不住一颤 目光有些颤抖地看向了萧尘 身上的气息也变得更加强大 显然没有想到 萧尘竟然会帮他恢复破碎的北域 让他的实力可以恢复到巅峰状态 你 为什么要帮我 在沉默一下后 神域星空意志深吸一口气 目光有些警惕地盯着萧尘 要知道 他之前拼命拖住域外邪神 让萧尘顺利晋升到主宰境 不过是为了自救而已 而他可是神域星空意志 虽然现在实力还不如萧尘 但也有可以成长的空间 对于萧尘来说 会是一个不小的隐患 他就不幸 这个男人没有想到这一点 因为 我想养一只星空之灵 听到神域星空意志的话 萧尘回头扫了对方一眼 话音有些打趣地回答道 这让神域星空意志的脸色 忍不住发生变化 只能咬牙死死地盯着萧尘 气机也开始变得有些危险 行了 逗你完呢 你虽然长得挺不赖的 但本公子也不缺女人 以后你爱干嘛去干嘛 只要不威胁到本公子 本公子懒得给你动手 看到神域星空意志这个反应 萧尘有些无趣地摆了摆手道 随后身形微微一晃 便消失在星空之中 这家伙 被萧尘看不起 神域星空意志面色变换一下 身形也跟着萧尘消失不见了 第637章 诸位 该回家了 大结局 冰蓝界 沉重的气氛 弥漫整片天地 在萧尘破关处后 整个神域星空便发生恐怖的震动 那种厮杀动静 让让他们感到亥然 但采烟和波若西等人 都帮不上什么忙 现在只能祈祷萧尘 能够封印那尊邪神 平安回到他们的身边 诸位夫人 我回来了 就在采烟和波若西等人 担忧之时 随着一道话音的响起 萧尘的身形也浮下出 这让采烟等人感到一阵狂喜 夫君 在惊呼一声后 众女纷纷围了上去 连忙检查看看 萧尘到底有没有受伤 这让萧尘感到一些暖意 放心吧 你们的夫君好着呢 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听到萧尘这句话 众女这才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有些好奇的道 夫君 那一尊邪神 被封印了吗 北玉距离他们太遥远了 他们无法知道具体情况 只能感觉到 星空中的邪气 已经消失不见了 已经宰了 萧尘文言轻飘飘地说道 这让采烟等人瞪大双眼 短短一刻钟都不到 那一尊在三千万年前 掀起浩劫的狱外邪神 就这么让萧尘给宰了 这未免也太快了吧 怎么 你们夫君的实力过于强大 一下子就宰了那一尊邪物 这件事听起来很难接受吗 看着采烟等人 一个个都惊呆了 萧尘在此时 有些无奈地说道 这才让采烟等人意识到 自己有些失态了 没有 主人实在是太棒了 必须狠狠奖励一搏 在有些尴尬中 萧兰欢呼着道 整个人直接挂在萧尘身上 这让萧尘感到有些很无奈 夫君 现在那一尊狱外邪神陨落 神域最大的危机已经解除 不知道夫君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在萧兰欢呼声落下后 采烟等人忍不住对视一眼 接着忍不住开口询问一句 现在萧尘的实力 已经超脱了这片星空 还想要提升实力的话 就只能前往混沌之海 而他们的实力都比较弱 恐怕都帮不上萧尘的忙 所以 这让他们感到有些担忧 要是萧尘准备离开神域星空的话 他们一行人 恐怕又要成为累赘了 接下来 自然是回到苍蓝界 别忘了 我还欠你们一场婚礼 现在也是手不上了 在采烟等人的目光中 萧尘淡笑着说了一句 这让采烟等人的脑海中 如有轰鸣乍响 一个个都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萧尘 眉眸瞬间变得有些通红 眼眶中甚至有水雾弥漫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萧尘净会是这种回答 嗯 结婚 是不是要生小孩了 好紧张 好期待啊 我要为主人生两个 在这种感动中 萧兰这一只神经大条的世界之灵 在这一刻忍不住欢呼一声 切 采两个 我要为夫君生一窝 一旁的采蝶听到这一句话 此时也不甘示弱地大叫道 那我就生一个事件 看到采蝶竟然敢跟他叫板 萧兰的脾气顿时就上来了 这让萧尘和采烟等人都感到很无奈 不过就在此时 在众人都其乐融融 准备回苍蓝界之时 萧尘像是感应什么一般 抬起头撇向虚空之上 话音有些意外地开口道 既然来了 就别藏着了 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 采烟等人忍不住一惊 目光也看向上方虚空 神情都忍不住一变 还以为是强敌降临 下一刻 在目光看过去之时 只见一道风华绝带的身影 突然浮现出 让采烟等人 一个个都忍不住瞪大了双眼 完全没有想到 这世间竟然还有如此完美的女人 不论容颜和身姿 比她们还要惊艳 神 神域星空意志 在采烟忍不住惊艳之时 身为苍蓝界世界之灵的萧兰 一下子就辨别出对方的身份 虽然她没见过神域星空意志 但世界之灵和星空之灵之间 那种特殊感应 是不会有错的 在惊呼一声后 下意识躲到萧尘的身后 随后探出脑袋一脸警惕 还以为对方是来处理 她这一只特殊的世界之灵 什么 她是神域星空意志 听到萧兰的惊呼 采烟等人都是一脸不可思议 显然也没有想到 神域星空意志在化形后 竟然是一位风华绝代的美女 不过 对方来这里干嘛 难不成 在内心感到震惊中 采烟等人忍不住看了看神域星空意志 又忍不住看了萧尘一眼 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或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没过多久美都沙同学就怀孕了 我也知道 我也好好过日子了 就是感觉人生有些唏嘘 燕灵机同学也怀孕了 雪儿妹妹也怀孕了 秦姨也怀孕了 云玉学姐也怀孕了 燕姐也怀孕了 小五妹妹也怀孕了 还有另外好几位 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挑战 是暂时的结束 也是新的开始 加油 你怎么过来了 萧尘也感到有些意外 当即随口询问了一句 作为这一片星空的救世主 你要举办婚礼 我不来参加 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听到萧尘的问话 神域星空抑制面色变换一下 随后定了定心神 一脸镇定道 这一句话 让萧尘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 下一刻就忍不住调侃了一句 你确定只是过来参加婚礼 而不是要加入这场婚礼 听到萧尘这一句话 彩岩等人又瞪大了双眼 随后愣愣地看着这两人 一个个都在思考 这两人究竟是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竟然发展到这一步了 而神域星空抑制 听到这一句话后 脸上忍不住浮现出一抹恼怒和羞红 紧接着有些美好气地瞪了萧尘一眼 如果萧大主宰不怕诸位夫人生气 星云道不介意是一世人族的婚礼 随着这句话的落下 彩岩等人全都猛了 刚才他们还有些不太确定 但现在已经能百分百确定 这一位由神域星空抑制化形而成的美女 未来也注定是他们其中的一位好姐妹了 他们这一位夫君 当真是遭人惦记 看来婚后 必须生一窝让她无暇分身 最好是让她天天都带孩子 累死她 星云姐姐你好 我叫萧兰 而在众人忍不住惊呆之时 萧兰是全场最开心的一个 连忙跑出来跟神域星空抑制套热乎 以往 她很担心会被神域星空抑制给嘎了 甚至打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畏惧 就像是万物生灵自带的血脉压制 但现在 要是这一只星空之灵成为她的好姐妹 那以后她害怕个屁啊 说不定还可以一起攀比 她生意世界 对方生意星空 想想就很刺激 你好 我叫星云 看到萧兰一脸乖巧的样子 星云愣了一下后 也开口道 就连彩烟等人在沉默一下后 也跟神域星空抑制交谈起来 场面显得有些其乐融融 这让萧尘的嘴角 忍不住扬起一抹弧度 诸位 该回家了 在这一句话落下后 随着一阵光芒闪耀而起 萧尘一行人也消失不见 修炼两年半 不对 是将近三年 她从一个开源三重进的废物 成长为超越神域星空的主宰 这其中看似随意 但也充满了惊险 如今 她也该停下来 好好歇息一下了 陪陪身边的亲人 陪陪身边的爱人 好好传承下香火 至于神域星空外有什么 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萧尘对此丝毫不感兴趣 毕竟 她现在已经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 足以守护身边的亲朋好友 这对她来说就足够了 毕竟 人生的路还很长 也不必急于一时 有时候停下来看看路途的风景 停下来领略一下人世间的美好 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收获 全书完 小说已完结 制作不易 麻烦各位道友多多留言评论 谢谢您的支持